丁玲耗费了毕生积蓄 买了一个昂贵的游戏头盔 她生怕这头盔有损 一路都护得严严实实 等骑着电驴回了出租屋后 她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这是她来到这个蓝星世界的第三年 在前世她是个普通人 来到这个跟前世地球相差无几的世界 依然只能做个普通人 竞争压力太大了 结婚的彩礼前丁玲都拿不出来 更别说买房 买车 三斤 下车费 酒宴费等了 所以 她即便有了女朋友 她依然是个光棍 也就在丁玲以为她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时 转机出现了 一个月前 一款画时代的神话游戏 凭空出现 这款游戏 几乎是以光速火遍蓝星 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国度 尤其是内测玩家 试完了半个月后 发表的各种感慨内容 更是让这款游戏的热度炸裂 却是因为 内测玩家发现人 只要在游戏里变强了 现实世界中 竟然也会随之变强 虽然有一些前置条件 但只要条件满足了 便强的速度会超乎想象 在一些内测玩家 分享自己的力量 敏捷度 跳高程度等前后对比视频后 更是彻底地点燃了 很多人心中的火焰 一批批的人 前扑后继地购买游戏头盔 进入了这个游戏世界之中 开始了自我提升之旅 虽然有不少人的提升失败 但在游戏玩家 基数越来越多的前提下 却是有越来越多的人 从游戏中带出来了 极强的实力 当一个个孱弱的玩家 突然变身肌肉猛男时 许多男人最先坐不住了 哪个男人的内心世界里 不是住着一匹野兽的 哪个男人不渴望身姿 矫健如龙 做个英雄 而随着如潮水般的男人 进入游戏 许多渴望身躯变得健康 壮硕的老人紧随其后 紧接着女人也进入了 虽然也有不少人的 进入理由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游戏在如今 几乎是人尽皆知了 走在大街上 随处可以见到 这神话游戏的广告 可以听到一群群的人 在讨论游戏内容 玩法 忙于工作的丁玲 也想进入游戏 甚至于 她做好了再攒点钱 就去买游戏头盔的准备 但两天前 她的脑子里 突然觉醒了 一座图书馆 图书馆里 除了有无穷无尽的书架之外 没有任何哪怕一本书 也没有解说 即便如此 丁玲也是极为激动 欢喜 她费尽心思地琢磨了半天 不得其解 最后是在无意间 把家里的一本 基础心理学的书籍 心不在焉地翻了一遍后 才发现图书馆的秘密 这个图书馆 现实里也可以用 就是不知道 游戏里能不能用 丁玲抱着头盔 一颗心 砰砰砰 跳得很快 这就好似一个 一无所有的穷人 突然得到了十个亿一样 更似一个乞丐 突然成为皇帝一般 那种激动 幻梦般的感觉 是极为真实的 毕竟丁玲 都做好躺平 平庸一辈子的打算了 这突然砸下来 一个传说中的外挂 他如何能淡定 他微微闭目 随后就极为清楚地 看到了一座图书馆 图书馆里的最前面 五个书架上 各自堆叠摆放着几百本书 有 庞氏心理学 高中物理 高等数学 电磁学 建筑学 这些书是丁玲发现 家里的基础心理学 竟然瞬间满集 被自己熟练掌控后 他又惊又喜 就急忙跑去图书馆 疯狂地翻看了 几百几千本书 准确地说 只有翻 看着是随意地扫一眼罢了 但每一本都不例外 都是瞬间满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现在的丁玲 赫然是一个 熟练掌控了 几十门外语的大师 数学博士 心理学大师 厨神 雕刻大师 顶尖棋手 书法家 顶尖钢琴家 顶尖画手 专业赛车手 除此之外 丁玲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去找健身的书籍 以及各种武功秘籍 很遗憾 现实里的武功秘籍 都是花架子 丁玲虽然瞬间满集了 但学会的都只是套路 现在的丁玲可以说 论太极拳 行义拳 罗汉拳 长拳 永春等等拳法 掌法 身法的套路打法 他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因为这些套路式的武功 他都满集了 谁能跟他比 健身大师 伪太极拳大师 伪永春拳大师 伪行义拳大师 足足上百门 各种拳法 长法 身法 都是伪级扁 当然 以上图书馆外挂 并没有罗列出来 都是丁玲为了方便 自己脑子里 罗列整理出来的 我估计 现实世界应该有 真正的太极拳大师 行义拳大师 永春拳大师 可惜可惜 这些人 我接触不到 丁玲叹息 他若是能在现实里 就学会这么多的武功 他肯定是先学了再说 但他在今天特意请假 跑遍了整个市区的图书馆 还上网查了不少资料 可惜 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武功 倒是得到了 其他各种乱七八糟的书籍 让丁玲再次多了不少称号 挖勇大师 蝶勇大师 跑步大师 一些图书馆 还是会有这种 比较偏门的 教人游泳 跳高 跑步等的书籍 丁玲瞬间满级 真的是一瞬 就把挖勇 蝶勇等熟练掌控了 要知道 他以前虽然不说是汗鸭子 但也差不离多少了 绝对跟游泳大师无缘 但现在 他有一种极为清楚的感觉 他即便是跌落到了长江黄河 他也可以在其中轻松挖泳 蝶勇等 他当然没有去尝试 因为他昨天已经尝试过了各种套路武功 结果就是 他从来不会也不懂得套路武功 他竟然耍得极为漂亮 比之电影里的许多明星都要来得强 除此之外 以往看不懂的许多外语 竟然也是一眼分明 这外挂也太强了 丁玲惊喜不已 如果不是现在神话游戏风靡世界 就凭借他如今的专业水准 他做什么赚不到钱 完全不用再去做那苦逼的马字员了 他果断把工作辞了 根本没有理会同事 老板的异样眼神 拿着毕生积蓄 以及刚刚辞职得到的资金 就去买了这个游戏头盔 希望游戏的世界里 能让我接触到更多的武功 别人都能从游戏里 把实力带回现实世界 没道理 我不行啊 只要我能在游戏里学习武功 瞬间满级 那我在现实里 岂不是要强盗逆天 丁玲一脸憧憬 在现实里 足足两天多的时间 他几乎是把各个图书馆的技能书籍给翻遍了 一些漫画 小说 神话书 他当然也看了 发现没用后 就没有再看 而是专注看各种技能书 从蓝星世界的各种外语 建筑学 物理学 化学等基础技能 到医药 药材识别 真酒术 西医等医疗技能 再到健身 武剑 拳法 长法 身法等 提高身体素质的技能 可以说 丁玲在短短几天时间里 已经成为了一个 几乎全能的大师 这种感觉太爽了 丁玲感觉 这几天跟做梦似的 前世经常看小说 看到各种外挂 金手指 系统 他也无数次憧憬过自己得到过外挂的一天 但即便穿越了 他日日夜夜 心中呼喊了无数次老爷爷 系统 也是无用 他依然普通 也就是几天前的图书馆 突然觉醒 让他看到了希望 更让他如坠梦中 感觉自己 现在真的是无所不能啊 丁玲的脑子里 各种技能在飘飞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 也拔高了不少 那些健身要领 武功套路 跑步要绝 游泳要绝等瞬间满集 让他的肌肉 脏腑等都得到了垂躁 可以说 丁玲现在的身体素质 已经被超过去的自我了 他也试着搬了家里的一袋百斤大米 轻轻松松搬着 做了几个标准的深蹲 几个高绝 这在以往 绝对是做不到的 果然变强了呀 丁玲握拳 双目之中金芒暴闪 这图书馆内部 有着无穷无尽的书架 现在只是几个书架上 堆满了各种基础书籍罢了 还不够 我如果把这图书馆的书架上 都堆满了各种技能书 结果会怎样 想想 丁玲就忍不住神采飞扬 但在现实世界里 是做不到的 因为现实世界里 丁玲这个层次 能接触到的知识点 也就只有在图书馆 网络上等地方 一些真正的精粹 或许要等到 她的地位变高 才有可能接触 但她现在最为迫切的 是想试试游戏里的东西 看看能不能 瞬间学会并满极 开始吧 丁玲按照说明书的提示 戴好头盔 在床上躺好 微微闭目 下一秒 眼前一黑 丁玲感觉自己的灵魂 私感 在这一刻 似被强行带着 撞碎了一层隔阂 朝着另外一个 维度世界飞去 她感觉一阵眩晕 但没多久 她眼前一亮 已经发现自己 到了一处新的地界 她快速环视左右 这里看起来 是一个极为浩瀚的广场 广场上 密密麻麻都是人 每个人的脚下 都有着一个光圈 他们有的 在摆摊售卖物品 有的 在高声谈论事情 有的则是双目呆滞的 盯着前方的虚空 嘴里念念有词 似乎在说着什么 丁灵稍感诧异 她没有想到 会来到这种地方 但很快 她的眼前 也浮现出来了 一个提示面板 人物 丁灵 年龄 23岁 种族 人 阵营 5 职业 5 等级 5 实力 根骨1 普通人为一点 智慧2 力量2 普通人为1 敏捷2 体质2 防御2 魅力2 武器 5 技能 真9 10级 游泳 10级 健身 10级 触及心理学 10级 雄国语言 10级 北国语言 10级 南方菜系厨艺 10级 北方菜系厨艺 10级 雕刻 10级 水彩画 10级 素描画 10级 书法 10级 赛车 10级 技能足足几百种 光是画画方面 就罗列出来了七八种 有画水彩 画漫画 画国画等等的 综合评价 全能多面手 新人玩家中的超人 鉴于玩家丁玲极为出色 目前已经位居玩家综合排行榜第一名 点击查看排行榜 丁玲看到这 忍不住微微一惊 这才刚刚登陆游戏 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就拿了个第一名 他好奇之下 便虚空一点排行榜三个字 下一刻 各种排行榜出来了 综合排行榜赫然排在第一列 而自己的大名标 粗标红 就排在第一 第一名 丁玲 新人玩家 目前所处未面 无 打通未面 无 几乎同时间 整个广场都沸腾了 大家快看 综合排行榜刷新了 竟然凭空多出来了一个第一名 叫什么丁玲的 我的天 这家伙还是个新人玩家 不可思议 怎么做到的 要知道 内侧老玩家的孔天华 都玩这游戏一个月了 在游戏里彪悍的一匹 力有一千多金 都成一个武将了 这丁玲 竟然比孔天花的综合实力 还要强 见鬼了 其他排行榜都没有丁玲 怎么这综合排行榜 他就上去了 他有什么特别厉害的 综合技能不成 讨论声音特别大 丁玲听得清清楚楚 他没有去跟其他人讨论 继续看游戏说明书 他没有忘记 来这里的目的 看了半晌 丁玲总算是看明白了 存到 这神话游戏之内 竟然有着无数未灭世界 从三国 隋朝 秦朝 明朝等各个时期的卫面 再到神雕 天龙八部 孝傲江湖 风云 小李飞刀等武侠卫面 还有西游 风神 白蛇传 哪吒传奇等仙侠卫面 以及高等的玄幻 洪荒卫面 还有最顶尖的混沌卫面等等 而玩家要做的 就是不断提升自我 打通攻略一个个的卫面 直至彻底攻略完成 丁玲若有所思 这游戏 怎么会有很多熟悉的影视世界 这个世界跟前世极为相似 一些文艺作品 该有的也都有 所以 丁玲根本没有机会 做文超公赚钱 而这游戏世界 到底是不是这蓝星开发完成的 丁玲也不敢肯定 如果真的能把游戏内的武功 能力带回现实世界 那这蓝星的水 卫面太深了 丁玲警惕 肃然 她觉得自己过去几年 可能只是接触到了蓝星的最表层 算了 还是先开始游戏吧 作为新人玩家 初始能接触的卫面 只有三个选择 隋朝末年 东汉末年 秦朝末年 丁玲选了东汉末年 缘由很简单 因为东汉末年 是参考三国演义 而设置的一个卫面 而丁玲对三国演义最熟悉 对隋朝末年 秦朝末年她虽然了解 但却做不到 如三国演义一般熟 怎么选 自然是选最熟的 玩家丁玲 确定选择东汉末年卫面 确定 选择成功 即将开启传颂 哄 下一刹那 脚下的光圈流转 带着丁玲一瞬间 便消失在了玩家广场上 而玩家们显然对此见怪不怪 依然还在热烈地讨论着 综合排行榜上的丁玲 浑然不知 丁玲刚刚就站在他们的面前 一个时辰后 丁玲跟着很多玩家 披着铠甲 站在广场上 听着成焕将军 在那里讲解训练要领 丁玲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随机分配到 韩服的冀州阵营 每个新人玩家 初始都有选择未免的权利 但却没有选择阵营的权利 有的人幸运会跟赵子龙 成为师兄弟 有的则可能会倒霉地 落在董卓手底下 时时刻刻享受董卓的淫威 他落在这冀州阵营 只能说不好不坏 一个时辰的时间 已经让丁玲完全调整好了心态 跟着众多或满腔怨气 或精神异议 或满脸渴望的玩家们 开始训练 开场就是半个小时 负重绕军营跑 跑完 很多人直接趴下了 更多的人是掉队跟不上 而这只是一个选拔过程 负重跑半小时 表现优异的 直接被分配到了将军成焕这里 表现差劲的 则被分配到一个军司马 或者囤长那儿 此刻 成焕将军 已经叫到了玩家们训练要绝 他高声说道 在我这里脱颖而出的人 将会被分配到我们冀州的 无双神将攀奉将军那儿 学习更为高段位的武功本领 你们若是想要变得更强 就努力吧 听到无双神将攀奉将军 很多人的表情都非常奇怪 但在成焕将军的注视下 他们又不能诋毁攀奉 只能强行憋着 一个个憋的脸都有些扭曲 丁玲不在此练 对他来说 冀州阵营只是一个跳板 只要学会了所有本领 他就可以从这里跳出去 去别的地方学习 他此刻也在跟着玩家们学习 当然 他更多的注意力 还是放在了图书馆上面 他发现图书馆的一个新的书架上 正在缓缓凝聚出一本书 这本书在成焕把庄公的注意事项 要点都说完后 在丁玲脑子里又仔细想了几遍 确定没有遗落后 这本书赫然成型 随后 低等庄公满级 力量加0.2 敏捷加0.2 至加0.2 丁玲感觉自身力量瞬间加强了不少 整个人都在这一刻变得更加轻盈 灵动 原本看起来颇有难度的庄公 这一刻 他做起来如羚羊挂脚 浑然天成 就好似他本来就是这样子一般 果然有用 丁玲惊喜不已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完整地把这股力量带回现实 若是可以 那这游戏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简直不敢想象 以后打通到了西游未免 风神未免的结果 若是以后 玩家们集体修仙成神 那现实一定会极为精彩 咦 成焕显然也注意到了丁玲 实在是丁玲在一众表现差劲的人中 就宛若一个太阳般显眼 想不让成焕注意动难 你叫什么名字 成焕几步走到丁玲面前 双目炯炯地盯着丁玲看 就似在看一个卓尔不群 超凡脱俗的人间 我叫丁玲 丁玲是吗 成焕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的庄公达标了 接下来你有两个选择 继续修炼庄公 或者修炼一门初阶军中刀法 继续修炼庄公 丁玲毫不犹豫 好 我教你 你且听好 看好 成焕看着 根本不是一个NPC 智慧 行为等都跟常人没有差别 这也是这游戏震撼世人的根由所在 实在是太逼真了 要不是在游戏世界死了 可以复活 很多人都会以为自己穿越了 当然 也没有人愿意死 因为死亡会调及不说 还很大 可能会把一身物品都给爆出来 不到万不得已 没有人会去做牺牲这种蠢事 这家伙 其他玩家看着丁玲 不由震惊 侧目 窃窃私语议论起来 言谈间无外乎再说 丁玲绝对不可能是纯新人 要不然 怎么可能这么快脱颖而出 这不是闹吗 真当他们是废物了 但下一刻 只见丁玲如同一匹骏马般 极为矫健地落在地上 身躯起伏不定 赫然是把马状公 修炼到了画镜的体现 所有玩家都不由目瞪口呆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了 继而纷纷质疑 且肯定地付费 这家伙 肯定是个老玩家 要不然也太逆天了 这个世界上 怎可能存在那种 别人讲一遍 就瞬间学会 并做得比原版还要好的人 他们不信丁玲会那么逆天 只有成唤姓了 他一脸震撼 呆之半上 上前拍了拍丁玲的肩膀 看来 你对庄公方面 非常有天赋 接下来的马庄公的 进阶版本龙形虎庄公 我虽然会 但并不能熟练掌控 你如果想学 我可以带你 到潘凤将军那儿学习 当然 你如果想学习刀法 我也可以继续教你 我学习刀法 丁玲回答得很果断 谈多嚼不烂 这是指 无法熟练运用且学会 但丁玲拥有 瞬间满级的图书馆外挂 对他来说 技多不压身 拥有的技能 是越多越好 因为学会一种技能 他就能变强 就在刚刚学会了 马庄公后 他又看到了 游戏面板提示 马庄公满级 力量加0.4 体质加0.4 这一下 又增加了不少属性点 丁玲不仅感觉 力量暴增不少 便是身子骨 也是越来越轻盈了 四轻轻一跃 就能跃飞出去 十几米一般 这种感觉 让丁玲觉得很是愉悦 舒爽 他就喜欢这种 不断提升自我的感觉 做咸鱼的那几年 实在是太痛苦了 如今有机会成为人上人 丁玲自然没有懈怠的理由 是已 在听到成焕将军说 学不学刀法时 他才会这般果断 好 成焕将军看丁玲的眼神 是越来越柔和了 你没有好高骛远 而是选择先学习 简单的刀法 这点值得肯定 褒奖 等你学会了刀法后 我会向攀凤将军 推荐你在我们军中 做一个屯长 此话一出 所有玩家不由侧目 眼红 屯长啊 在网上 就是军侯 军司马 都为校尉之类的将官了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阶位啊 这个叫丁玲的家伙 绝对是个后黑 伪装新人玩家的老人 其他玩家越来越肯定了 尤其是想到 在负重跑 装弓 马装弓的训练 休息过程中 丁玲的逆天表现 更是笃定没错了 要知道 新人玩家 基本都是二等残废 很多都是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的 对比老玩家 差距太明显了 再者 为了获得一些将军的青睐 不少老玩家 都来新兵营训练 就是为了起始点能更高些 这是有先例的 丁玲有些无言以对 他根本不是成焕眼中的那种人 之所以学习刀法 也是想到 潘凤擅长的是伏法 现在不学刀法 到了潘凤那儿再学 肯定会经历更多波折 还不如在这儿顺势学习了 当然 他没有把这事挑明 只是一脸严肃 认真的看着成焕 成焕显然也是一个务实的将军 丝毫不墨迹 开始给丁玲讲解起刀法来 他也没有藏着掖着 在场的新兵都可以听 新兵之中 确实也有不少玩家在听 可惜他们连最基础的装弓都没有学会 还学习刀法 听了会 不明觉厉后 就信心埋手苦练装弓了 至于丁玲 他听成焕说了两遍后 图书馆的书架之上 就自动凝聚出来了一本书 书籍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 初阶刀法 初阶刀法满极 力量加0.1 敏捷加0.2 体质加0.1 书籍凝聚完成的刹那 初阶刀法便满极了 丁玲不仅力量提升了不少 体质也在提升 这刀法是外加刀法 属于外攻的一种 修炼到了满极 自然而然的会提升力量 敏捷 体质 三项属性点 不仅如此 丁玲的战力提升的可不止一点两点 之前他只会一些花架子 毫无杀伤力可言 只是具备极强的观赏性 打起来特别好看 但这初阶刀法不同 招招要人命 都直扑人的要害 可以说 有了这刀法在手 丁玲的战力可谓瞬间翻翻 丁玲精神大阵 看了眼人物面板 人物 丁玲 年龄 23岁 种族 人 阵营 冀州韩富 职业 士兵 等级 1 实力 根古1 普通人为1点 智慧2 力量2加0.2加0.4加0.1 2.7 敏捷2加0.2加0.4加0.2 2.8 体质2加0.2加0.4加0.1 2.7 防御2 魅力2 武器 铠甲一副 大刀一把 技能 低等装弓 10级 马装弓 10级 初阶刀法 10级 针灸 10级 游泳 10级 健身 10级 初级心理学 10级 这才进入游戏一个多小时而已 就有这么大的变化 未来可期啊 现实世界里学习的技能 具备攻击性 可成长性的极少 大多都是中 看不中用 要不是他学习了足足几百种技能 根本不足以把实力提升 而在这里 才学习区区三种 力量 敏捷 体质等 就提升了 快要有一点了 事实证明 成焕教导的 都是真功夫 你试一下 成焕讲解了足有三遍 见丁灵一脸了然 悟通的模样 不由有些惊异不定 自己才讲解三遍 这位丁灵 不可能就彻底洞悉了这刀法吧 要知道自己当初 学习这门刀法到圆满状态 可是用了足足三年时间 这还是师父手把手教导的 好 丁灵也不含糊 为了能学习到更多的真功夫 他自然不会敷衍 毕竟只有引人注目 才能脱颖而出 早点学习到更为高阶的武功 刷刷 丁灵手舞大刀 魂似偏飞大雁 姿态之潇洒 体态之从容 可谓攻参造化 自然至极 这分明是把初阶刀法 修炼到了大圆满状态 近无可近了 成焕目光呆滞 下巴都差点跌落在地了 等丁灵耍完站定 他干咳了声 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你这刀法 确定是刚刚接触的 我百分之百确定 丁灵速冗回道 成焕无言 所有玩家都忍不住暗暗吐槽 一个老玩家来新兵营装逼 有意思吗 太无耻了 没有一个玩家相信 丁灵是新人 是刚刚练的刀法 若是真的有人看两遍刀法 就耍得比 教导员还要好 还要完美 玩家们愿意称之为天选之子 很明显 这个时代不存在这种人 获得成就勋章 新兵营里的冠军 注释 毫无疑问 你已经可以从新兵营里毕业了 并且成为了其中最耀眼的存在 也就在这时候 丁灵听到了游戏提示音 意念点开一看 就看到了这两句话 他诧异 存道 这成就勋章 是干嘛用的 但一时半会儿 又找不到说明书 他也懒得再找了 只是定定地看向成焕 成焕被丁灵 看得有些不自在 干咳了声 收敛了脸上的惊恶 老脸微红地赞叹道 我打出诗以来 还是第一次见到你 这么天赋一柄的器材 或许也只有年轻时候的潘凤将军 能跟你媲美了 听到潘凤将军 玩家们看丁灵的眼神 就不由得有些玩味起来 看过三国演义的谁不知道 潘凤就是一个水货 虽然名号叫得震天响 却死得比谁都快 堪称神将里 罪名不负实的一个了 跟潘凤将军媲美的人 那岂不是说 丁灵未来会死得很精彩 这是玩家们的内心想法 一个个看着丁灵 都在暗笑 丁灵自然看懂了 玩家们的心思 他眼角直抽抽 也没有反驳 只因他知道成焕的好意 能在冀州的新兵营里 遇到成焕这样负责的人 是殊为难得了 事已 丁灵听得很是认真 成焕见了 愈发欣慰 如此天才 却不骄不躁 未来必成大器 获得成就勋章 成焕将军三番赞叹 发自内心对你的赞美 诸事 你已经完全折服 韩父部下将领成焕 这也行 丁灵听到提示音 忍不住微微错愕 虽然不知道 成就勋章能用来干嘛 但本能的 他觉得 这东西的价值肯定不菲 因为想要获得并不容易 别看他短时间内 就获得了两枚 那完全是因为他开挂啊 换做普通人试试 本想立刻带你 去见潘凤将军呢 但我看你在刀法上面的天赋 也如此出众 实在不忍埋没人才 成焕府须看着丁灵 就似在看一块瑰宝 我们阵营之中 精通刀法的有一人 他名为高兰 虽然目前只是一个军司马 但其兵法武功 足以担当我们冀州大将 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 至于他教不教你刀法 这个我也没有把握 不过我会尽力为你说话 谢将军 丁灵感激道 他虽然不知道 拜师其他人的难度 但从旁测玩家们 极度地差点喷火的目光来看 就知道 这一定非常难 成焕对他如此 算是对他人之意尽了 虽然成焕在三国演义里 只能算个小角色 但能轻始留明 也是不俗了 我也没有什么好教你的了 成焕叹息 我虽然会一套高阶刀法 但我掌控的也不是非常熟 我怕无人子弟 就不教你了 丁灵很想说 没事的 你可以教 但见成焕主义已定的模样 也就没开口了 你在这里稍等 成焕直接大不留心地走了 显然是 准备去给丁灵拉关系了 不少士兵 见此都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 这么多年了 还是第一次见成焕将军这么实态 看来这位叫丁灵的 真的是个天才 他未来若是飞黄腾达 那成焕将军 也必定能落个息 才爱财的好名胜 你怎么不想想 丁灵现在还在起步阶段 若是这个时候 跟他交好 未来我们岂不是有机会一飞冲天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道理 大家伙都懂 不少NPC都忍不住 一脸热切地跑过来 跟丁灵交流了 玩家们过来的倒是不多 毕竟在玩家们看来 丁灵就是个腹黑的老银币 离得近了 他们怕被毒死 也有不怕毒的 各种问丁灵相关事宜 也就是在这时候 丁灵才知道 他们竟然不知道 综合排行榜第一是自己 他一开始颇感诧异 后面细细看了人物面板 这才是然 感情只有在玩家广场 才能看排行榜 难怪这群人 听到自己的名字 不为所动 那勋章的事情 想必在玩家广场 也能得到解答了 一段时间后 成焕到来 本来围着丁灵的玩家 NPC一哄而散 各自归队 成焕似乎在兴奋中 也没有在意NPC 玩家们的举措 隔得老远 就朝丁灵招手 丁灵 你过来 丁灵急步走了过去 靠近 成焕大笑道 我好说歹说 高兰总算是同意了 教导你刀法 不过他只教你一遍 能不能学会 就看你的本事了 多谢将军帮忙 丁灵正重道 你以后发达了 别忘了有我这么一个人就行 成焕笑道 放心 我丁灵不是一个 忘恩负义的人 嗯 成焕愈发满意了 怎么看丁灵怎么顺眼 不骄不躁 不卑不亢 不经不乏 知礼 知恩 知义 简直就是上天 送给他成焕的好胚子 跟我来 成焕在前走 丁灵紧跟在他身后 高兰这人 丁灵当然知道 后来的河北四庭一柱之一 关渡之战时 曾跟许楚大战 而不分胜负 可见其本领 能在弱大地界 被公认为四庭柱之一的高手 可见其武功 手段 至于高兰后来之死 看三国演义就知道 完全是死于赵云的突袭 根本就不是堂堂正正的战死 面对赵云这种绝顶高手的突袭 有几个人能挡得住 而这个未面是参考三国演义而成的 可见将军的战力 基本都往三国演义靠拢 高兰如今虽然只是军司马 但实力水准 绝对是冀州之中排名前几的 韩复把如此大将 安排成一个军司马 却让本领远不如高兰的成焕 做一个将军 也难怪后来 韩复会不得人心 不得不退出冀州 丁灵心中思绪百转 一会后 成焕已经带着他 来到了另外一个新兵阵营 这里高兰也在教导新兵们 习练基础装功 见成焕来了 高兰让副手帮忙带一带新兵 他则大步走到了成焕跟前 看向丁灵 双目炯炯 你就是成将军口中的绝世天才丁灵 绝世天才不敢当 但我是丁灵没错 丁灵看了眼高兰 见他高有八尺 手持一杆长枪 竟是一个美男子 不由地琢磨起来 该如何从他手里 把枪法也学来 你随我来吧 高兰直接转身 去了军司马营帐 营帐中没人 他进去后 见到丁灵也跟着进来了 也不废话 直接放下长枪 拿起一旁武器架上的一把长刀 开门见山道 我只耍一遍高阶刀法 至于你能学会多少 就看你造化了 是 丁灵速容 谢过 高兰摆了摆手 示意丁灵无须那么可套 随后直接耍起大刀来 高兰的刀是长刀 耍的刀法 明显是杀场的招法 刀刀射人心魄 煞气之浓烈 足以让小儿止哭 耍到最后 甚至于凭空劈出来了 刀刀静气旋风 噼里啪啦声中 竟把一侧的武器架子给劈碎了 好刀法 成焕也走了静 忍不住鼓掌赞叹 高兰你的刀法 是越来越精湛 完美了 竟然已经到了 近期伤人的地步 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我远不如你 高兰听了 眉头舒展 一脸愉悦 看得出来 他是颇为喜欢成焕夸他 想来 成焕也是凭此法 让高兰同意 他丁灵学习刀法的 丁灵闭幕 细细回想刀法的一幕幕 石海中的图书馆中的一个书架上 也随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凝聚着一本书 不一会儿 高阶刀法 赫然凝聚成功 随后 高阶刀法满级 力量加0.3 敏捷加0.5 体质加0.3 几乎是刹那 丁灵便彻底熟练 掌控了高阶刀法 就好似修习了这刀法 足有十几年一般 脑子里各种刀招 几乎深深地刻入了本能之中 丁灵有一种感觉 自己现在也可以轻松地耍出 这套高阶刀法 他惊喜不已 只因为他发现 这高阶刀法 比之初阶刀法的杀伤力 强大了不止两倍 凭借这套刀法 他丁灵的战力 再次翻番不是问题 怎么样 成换见丁灵睁眼 满脸喜色 不由微微一愣 心想 只是看区区一遍高阶刀法 没可能学会吧 想是这么想 但他还是本能地问了出来 是记牢了 还是学会了 学会了 高揽侧目 不悦 我学习高阶刀法 也是用了足足四年时间才圆满 丁灵虽然是用刀天才 但也不至于看一遍就学会吧 真当他高揽是傻子 成换有些不好意思的 干咳了声 高揽 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有些情不自禁 你没有见过 丁灵当初学习装功 刀法的情景 若是见了 想来也会出现跟我一般的想法 哦 高揽挑眉 没有在计较这事 他也是颇为好奇地看着丁灵 成换这么推崇你 实属难得 你若是记住了这高阶刀法 就耍一遍给我看看 若是真的记牢了 我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多指点你一番 是 丁灵也不客套 直接接过高揽递来的长刀 长刀在手 微微一沉 怕是足有四五十斤了 丁灵如今力量方面达到了三点 赫然可以使出三百斤的力道 这长刀对他来说是重了点 用来耍刀有些勉强 不过也可以用了 丁灵鼓足全身力道 尽随身走 哄 刀招如水泼不尽的风轮般 一刀叠着一刀 灵力 刚猛至极 浑似一个沙场汉将 在大发神威 劲气之烈 劈得虚空都在滋拉作响 最后一刀杀招劈落 咔嚓 一侧倒地的武器架子 再次被劈成了两半 成焕撑目接舌 高揽目瞪口呆 将军 丁灵收刀力 归还长刀 高揽满脸一色的结果 很是不自在地干咳了声 有些静怡不定地问道 你 你 你确定是刚刚才接触的高阶刀法 说话都有些不利落了 可见其内心的震撼 是的 将军 丁灵肃然回复 高揽无言以对 但本能的还是不幸 因为这是太离谱了 简直是天方夜谭 再天才 也不带这样的 要知道 这刀法他 可是学了足足四年啊 厉害 太厉害了 成焕鼓掌赞叹 看丁灵的眼神 饱含着惊喜 想不到你的天赋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出众 本来我对推荐你为囤长的把握不大 现在我非常有把握了 高揽听得不由侧目 神情古怪地看着成焕 成将军 你真的相信 这是是真的 当然 成焕府须点头 要不然呢 你以为是假的 这倒不是 高揽一致 半赏方回 我只是觉得 这是太过匪夷所思罢了 的确是啊 成焕身以为然 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潘凤将军年轻时候 不是也这般出众 了得吗 可见对于天才 我们不能以寻常的眼光去看待 说不定 丁玲在刀法方面的直觉 天赋 是强到可怕的 就好似潘凤将军 在伏法方面的直觉一般 高揽再次背对的一致 他看着丁玲 一脸斟酌之色 似乎很纠结 足有良久 才咬牙道 丁玲 我有一本家传刀法 名为 沙场刀爵 是超过高阶的真正武功 只是我目前尚未完全学会 你若是真的自认为 在刀法方面天赋出众 我可以把刀谱给你看 他表情非常严肃 但你如果觉得没有把握的话 我就不给你了 你自己选择吧 我要看 丁玲果断道 这简直就是天降福利 高揽可是四庭柱之一的高手啊 他都没完全学会的沙场刀爵 可见难度 珍贵 你可以看 但若是你没有学会的话 就必须到我高家做个家谱 因为刀谱不容有失 不能外流 高揽神情郑重 但如果你学会的话 这是就此作罢 他双目炯炯地看着丁玲 这是一个赌注 你敢不敢赌 他觉得自己赢定了 沙场刀爵极为高深 没有在沙场之中血拼白场的话 很难把这刀爵修炼到圆满之境 这是刀爵开篇的名言 高揽一开始不信邪 可这都过去十几年了 他仍然无法把这刀爵圆满 他不信也得信了 如此难度之高的刀爵 一个外人 如何可能短时间内学会 赌 丁玲一副豁出去的表情 若是输了 随高将军处置 丁玲 你 成焕有些着急了 这可是他好不容易发现的好苗子 就这样被高揽给挖走了 他虽然对丁玲有信心 但这沙场刀爵 他也听过一些名声的 高揽的祖辈 就是凭借着刀爵 扬明天下的 可见不凡 如此刀爵 难度胜过高阶刀法 恐怕不下数十倍 怎可能短时间内学会 程将军放心 丁玲似乎再给自己打气 高声道 我一定行的 他看过 演员的自我修养 演员的台词功底表演 演员的表情注意事项等等 把演技这项技能 在不少方面都刷到了满级 在演技方面不说出神入话 但也是绝对可以秒杀大部分明星的 可以说 他的演技相当的出色 正因如此 他竟忙过了成焕 高揽 成焕愈发焦虑了 就差没有直接带着丁玲走人了 高揽则是狠狠地松了口气的同时 迫不及待地说道 你决定赌了 丁玲可是人才啊 若是为己所用 以为必住 未来他高揽的仕途 必定会更为顺畅 决定了 好 高揽大笑 也不知道笑自己即将得到一个人才 还是笑丁玲自不量力 他从怀里掏出一卷卷博给丁玲 道 这便是沙场刀绝了 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 一天之后 你若是没有学会 就必须连人带刀铺 都到我高家来 没有问题 丁玲速容点头道 爽快 高揽点了点头 一脸愉悦地看着丁玲 你先在这里慢慢看吧 我出去交代一些事情 说完 他就走了 成焕留在营帐里 哀声叹气 颇为可惜 遗憾地看着丁玲 丁玲也没有解释 而是急忙把沙场刀绝打开 细细看了起来 随着他接连把出阶刀法 高阶刀法 修炼到满级状态 对于刀法的认知度 丁玲一定意义上 可以说超过了很多三流武将 他已经不是一无所知的武功白痴 正因如此 他才看懂了沙场刀绝的珍贵 难怪高揽这么自信 我绝对学不会 这沙场刀绝的难度 比之高阶刀法 还要难数十上百倍不止 两者完全不是一个等阶上的 就好似木材跟金铁的区别 有天渊之别 高阶刀法说是高阶 其实也只是打击处的外公罢了 眼前的这门沙场刀绝 才是真正的进阶武功 学会了 绝对可以一跃成为二流武将 丁玲越看双目越亮 成焕在旁注意到了 有些惊异不定 你看懂了 我正在研究 丁玲煞有其事地回了句 继续细看 唉 成焕恶腕 就算看懂了 又怎样 短短一天时间 你绝对学不会的 连对丁玲极为有信心的成焕 尚且如此 便可知高阶 为何那般自信 笃定丁玲会输了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 这沙场刀绝名声在外 非同凡响 最起码在这冀州地界 绝对是响当当的 进阶版本武功 虽然看得懂一二 但想要学会 果然凭借我的资质 是极难的 丁玲本来想试试看 自己研究练习能不能学会 但研究了足有半个时辰 仍然感觉很吃力 费劲 果断放弃了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煞笔行为 他有外寡 他干嘛要学习 别人那般苦哈哈的学习 练武 以后这种蠢事 再也不做了 丁玲心中如是想到 随后看向了图书馆 果不其然 随着他把注意力 看向图书馆 脑子里回响而过 沙场刀绝的种种 只是请客间 一本书在图书馆中凝聚而出 随后 沙场刀绝满极 力量加1.3 敏捷加1.5 体质加1.3 咔咔 丁玲的骨骼 都似在发生爆裂般的脆响声明 这是静气在体内凝聚 力量 敏捷 体质获得的极大提升 使得自身骨骼 肌肉都在发生大变 丁玲感觉自己的身高 都似乎在这一刻 拔高了一小节 他握了握拳头 一种通透的力量感 油然而生 他感觉现在的自己 完全可以轻松地击败之前的两个自己了 不仅力量凭空暴涨了一百多斤 速度也是暴增不少 身躯越发轻盈 四轻轻一跃 能凭空跃出几十米一般 他知道 这不是错觉 他现在全力以赴的话 说不定真的能跃飞那么远 这种感觉 真的是太完美了 太爽了 丁玲再次感觉到了开挂的愉悦 别人辛辛苦苦几十年 可能都比不上他开挂的这一瞬间 这就是降维打击 怎么可能 成焕惊惊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丁玲 你 你 你的身材 身高 貌似都在刚刚发生了变化 怎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 除非 他陡然醒悟 一双眼睛瞪得有若同龄一般 结结巴巴说道 你 你 你该不会 该不会是 不错 不待成焕说完 丁玲面容带笑地说道 沙场刀绝我已经学会了 成焕面容呆滞 跟傻了一样 这才多久 貌似才过去办个时尘吧 我不信 成焕半赏才憋出三个字来 莫聊补充道 除非你演示一遍 本来丁玲想说 你信不信都没关系 但成焕对他帮助极大 如果不是他 他初期进展也不会这么顺 此刻见成焕一脸探索 好奇 期待的模样 他点了点头 到一旁拿起长刀 随后开始耍起沙场刀绝来 哄 气势一经展开 一股惨烈的沙场气势 朝着八方暴散开去 成焕首当其冲 心中骇然之下 忍不住登登登后退了三步 退到营帐门口 这才停了下来 他看着丁玲 又是惊讶 又是震撼 他在这一刻开始 有些信了丁玲的说辞 因为就这股凭借刀绝 自然催生出来的沙场之战气 就足以证明 丁玲对于沙场刀绝 已经有了不可小觑的造诣 太了不起了 这才多久啊 吭枪 长刀在手 丁玲舞动开来 是愈发的德心应手 之前还觉得这长刀 拿着做兵器稍微有些重了 现在却觉得刚刚好 施展沙场刀绝 这长刀宛若丁玲的手臂般 直拿打啊 时而化作翻江倒海的狂龙 时而化作霸裂冲锋的铁甲雄狮 时而化作横扫千军的神刃 一把普通的长刀 愣是在丁玲的手中发挥出来了 堪比神兵一般的威能 枪枪枪 最后一刀斩出 伴随着铿枪刀鸣 哭 整个营杖都被劈穿了 成焕被震得头皮发麻 已经不能言语了 只是看向丁玲的眼神 是越来越惊异 就似在看一位即将崛起的无双神将 嗯 什么声音 高懒正心情愉悦地教导新兵 基础装功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 丁玲在一天后的下场 一脸痛苦 无奈地跟着自己去了高甲 做了自家的家仆 但突然间 他似乎听到了一声巨响 响声来自自己的营杖方位 发生了什么 高懒诧异地寻声看了过去 这一看 不由得一愣 却是因为他的营杖竟然塌了 而营杖正中 正站着一个手持长刀里的青年 那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丁玲 而丁玲旁侧站着的是 赫然是成焕 只是此刻的成焕状态 貌似有些不对劲 到底发生了什么 高懒本能地觉察到了不对劲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但又觉得那太离谱 但除此之外 会发生什么事 让成焕那般失态 高懒浮想连篇 再也没心思教导新兵了 他再次招手让副手过来 你带下他们 说完 不带副手说话 已经提着长枪 跑向了丁玲的方位 留下一地面面相去的 新兵玩家们 玩家们不认识丁玲 不过能让他们的教导员高懒 特意跑几次的人 想来定然不俗 就是不知道是土著 还是玩家 应该是土著NPC吧 现在冀州之中 貌似没有哪个玩家混得特别好 能让高懒 这位未来位列四听一珠的高手 都另眼相看的 看高懒对那家伙的重视程度 显然那人绝对不可小觑 就是不知道是历史中的哪个名人 玩家们都不有主地 对丁玲上下打量 暗暗猜测着 这个神话游戏格外真实 并没有似其他网游一般 头顶上标注玩家名字 是以 怎么判断对方是玩家 只能通过平时交流 或者说 这段时间兵营里那些一看就非常孱弱的家伙 实质星号星号就是玩家 尤其是那种 七老八十还要参加新兵训练的 绝对是纯纯玩家无疑了 只因为这三国世界里 现在还没有到那种 需要招揽老人上阵当兵的情况 而那种一看就很强的 大概率就是 NPC 丁玲看着就很强 一把大刀拿着 举重弱轻斑 自然让玩家们侧目 重视 高懒比玩家还要来得重视 他大步走到营帐面前 盯着丁玲仔细看了看 不由地倒吸了口气 只因为他看懂了丁玲身上的变化 他在低头看了眼营帐 果然 他看到了营帐上那一道被劈出来的痕迹 痕迹新鲜 且一看就是被刀兵劈开的 而刚刚立着的人 只有丁玲 能一刀劈开营帐 而且不是故意劈开 只是凭借着劲气劈开 这股力量 高懒一颗星砰砰砰跳得很快 他有些不敢置信地 绕着丁玲转了两圈 我记得你之前手拿这把长刀 都没有这么轻松 为何短短半个时辰过去 你的进步就这么大 因为我学会了沙场刀绝 叮铃意气风发 满击眼计发动 把自己完美的伪装成了一个自信 昂然的天才 而且把沙场刀绝彻底领悟通透了 所以才会有这般结果 高懒嘴巴大张 想说两句 却感觉舌头打结了 他扭了扭脖子 半嗓才感觉恢复了些 这才干笑着看向成焕 说道 你信吗 我亲眼所见 还能有假 成焕已然从震撼中回过神来了 他叹息 我现在百分百可以确定了 丁玲未来绝对是一位 堪比潘凤将军的无双神将 高懒的一双瞳孔陡然扩大 虽然早就有所猜测 但真的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他还是有些接受不能 这绝对不可能 高懒比成焕还要来得激动 一张俊脸也不知道是因为窘迫 还是因为太过震撼 不敢置信 以至于惨绿一片 我不相信 你不信也没有办法呀 成焕现在已经看开了 他反正就是个三流武将 面对丁玲 这样一位未来注定成为超一流武将的无双神将 自然只能仰望 此刻见高懒不信 不由对了句 这就是事实 高懒面色有些难看地瞥了眼成焕 之前各种对他说好话 现在得到了好处 就开始对他翻脸了 做人要不要这样 成焕显然也注意到了自己的说辞 表情可能会让人误会 立刻速容说道 高懒你别误会 我其实也是深度震惊 所以才会说得这般随性 这样吧 他看向丁玲 你耍一遍刚刚的沙场刀绝 让高懒好好看看 你在刀法方面的绝世天赋 说到后来 都有些忍不住眉飞色舞了 显然对于自己能挖掘出如此一块瑰宝 他是颇感荣幸 自得的 是 将军 丁玲还指望成焕继续带自己 去学其他武功招法 亦或者试试看 高懒能不能教导自己枪法 自然没有藏桌的道理 吭枪 手中长刀微微扬起 随后沙场刀绝催动 一股惨烈的气势 自然散发而出 轰 刀随身走 手中的长刀 再次化作了一道皮链 一条蛟龙 枪枪枪 进风扑面 成焕机赏有加 赞叹不已 高懒面无表情 只是一双瞳孔 却是缩得越来越小了 天知道他此刻的内心有多震撼 三观碎裂 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家伙好强啊 玩家们有些走神 一个个侧目看来 议论纷纷 我看一些一流武将的刀法 都没有他耍得好看 实在是太漂亮了 这是什么刀法 隔得老远 都让人有一种心惊胆战之感 是啊 同时具备观赏性与杀伤力的刀法 在三国世界并不多呀 这位显然是冀州的名将 我刚刚好像听到高懒叫他丁灵了 你们记得 三国有叫丁灵的名将吗 丁凤 丁元倒是听过 丁灵什么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哄 丁灵最后一刀劈出 宛若开山裂海一般 轰然声中 劈得倒地的银杖 再次崩裂开了一片 现丑了 丁灵收到二利 朝着高懒 成唤说道 高懒无语看苍天 心想 你这都叫献丑 那我干脆挖个坑 把自己埋了 岂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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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唤鼓掌 大笑 赞叹 耍得太好了 就凭这一手刀法 丁灵你做个军司马 都是绰绰有余了 不敢 丁灵稍稍有些收敛气势 自信是好事 但若是演得太过了 引起高懒的反感 就适得其反了 不卑不亢才是主旋律 才会让人更为欣赏 果然 高懒本来听到成唤这话 脸色有些不好看的 但丁灵的谦逊之语 让他脸色又变得正常了些 高懒本身 也才一个军司马而已 丁灵作为新兵 半天不到的时间 就一跃而上 到了跟他平齐的位置 这让他高懒情何以堪 成唤也醒悟过来 干咳了声 马上转移话题道 丁灵 你天赋如此了得 不知道你接下来有何打算 是跟着我聚找潘凤将军 还是继续跟随高懒学习 我愿意跟着高将军继续学习 丁灵顺梯子往上爬 十分果断 高懒无言 有些丧气地摆了摆手 我教不了你了 我最拿手的 就是沙场枪诀 其次是刀诀 但这两门武功 是家传法门 我破例传了你沙场刀诀 不能再教你沙场枪诀了 那太可惜了 丁灵遗憾 成唤侧目 你还想学枪法 若是可能 自然是想学 你认为 你在枪法上的天赋 不逊色于刀法 是的 丁灵再次发动满极演技 演了起来 我觉得自己绝对能把枪法练好的 不表现得自信些 怎么让成唤 带他去找其他将去学习枪法 了不起 成唤本能赞了句 但仍然有些迟疑 斟酌半赏 道 既然高懒 已经不便再教导你了 你在这里稍后 我去寻张河问问看 张河那里 我倒是能说上几句好话 高懒似乎对丁灵也极为欣赏 此刻忍不住插话道 张河擅长的是枪法 从初阶到高阶 再到家传枪法 他都学得圆满之境 家传的或许不变传 但其他枪法 我们说像一二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如此再好不过 成唤大喜 那高懒 你跟我一块去吧 行 高懒朝着丁灵招了招手 丁灵 一起走吧 几乎同时间 提示音响起 获得成就勋章 得到高懒的高度认可 注释 你的表现彻底折服高懒 并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习武天赋 为此 他甚至于有了想看看 你的枪法天赋 是否跟刀法天赋一般强的想法 又是一枚成就勋章 丁灵是越来越好奇 这成就勋章的作用了 实在是这成就勋章一看 就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 想要折服一位历史名人 谈何容易 答答 高懒 成唤走在前 丁灵在后 高懒摸了摸怀里的沙场刀绝的眷驳 心生无限感慨 他是第一次被一个新兵 给打击的怀疑人生 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或许再在张和这里 这位丁灵也会创造奇迹 也不一定 很快 到了张和的军营 他同样是冀州兵营的一个军司马 论极长相 气质 比高懒还要略胜一筹 他也正在训练新兵 而且丁灵一眼就看出 这里的新兵 九成九都是玩家 张和 可是未来的五子良将 声誉响彻后世 名流轻水 玩家们自然是喜欢在这样的名将底下习武 张和也很负责 一板一眼的教导 见高懒来了 这才停下工作 让副手继续带着新兵训练 他则跟高懒 成焕去了营帐谈话 丁灵没有进去 就在营帐外等候 有些话他不方便说 这时候去了也没用 但或许是因为实力提高的缘由 他的武感清晰了很多 原本离得远些 他都不可能听清楚别人谈话 但现在 他却能听得很清楚 听着营帐内高懒 成焕跟张和的对话 丁灵微微有些脸红 但很快 他就恢复正常了 一段时间后 高懒掀开帘子出来 朝着丁灵招手 示意他过去 丁灵随之进入营帐内 还没有站稳 就听到一道轻声问道 你就是丁灵 不错 丁灵本能点头 寻声看去 见果然是张和 不由道 见过张将军 我只是一个军司马 将军之说就免了 张和笑着摆了摆手道 叫我名字就好 高懒在旁听得有些尴尬 他是坦然承受了将军这个名号的 张和这么说 他觉得自己也有必要改一改 尤其是在丁灵这样的天才面前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张和显然是个雷厉风行的人物 开篇就开始直指出街枪法核心要素 你且看好了 这便是我张家子弟 都会学习的初阶枪法 他边讲边演练解说 也不避着高懒 成换 两遍后 他看向丁灵 感觉怎么样 不错 丁灵微微闭目 图书馆中一本书籍随即成型 初阶枪法满极 力量加零点一 敏捷加零点二 体质加零点一 只是呼吸间 初阶枪法满极 丁灵已然洞悉了 这初阶枪法的精髓奥秘 足以轻松耍出一套枪法 哦 张和有些不幸 这初阶枪法 虽然看似简单 却是一切枪法的根基所在 只有学好了这初阶枪法 才能在枪法一道上 走得更远 我当初光是学习这初阶枪法 可就用了足足两年时间 直至彻底把它磨练到了 尽无可尽的地步 这才修习中阶枪法 他顿了顿 道 你确定你掌握了这枪法 如果你掌握了 我会继续教导你中间 如果没有 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他双目炯炯地看着丁灵 不要对我撒谎 我没有必要撒谎 丁灵走到一侧 从武器架子上 拿起一杆长枪 然后走到一侧空地上 开始演练起来 咻 一杆长枪 宛若破空的箭矢 更似缠绕的毒蛇 在丁灵的手里囤吐不定 卷曲弯合 无往而不利 咻咻 一杆长枪 似能刺破虚空 只是顶刻间 竟刺出了星光三点 咚咚 长枪刺落在一旁的柱子上 刺的柱子上 瞬间多了三个 深有半寸的小坑 张和震惊 瞠目 一脸不敢相信地 看着丁灵 成焕愈发畅快 大笑道 不愧是丁灵啊 太天才 太了不起了 好好好 太好了 太给我长脸了 他为了让张和 叫到丁灵枪法 不久前在张和这里 对丁灵是大吹特吹 就差没说 此子天上绝无 人间仅有了 张和一脸怀疑 觉得成焕在吹牛的模样 几乎是毫不掩饰 如今丁灵很快 学会出接枪法 让张和的淡定不复存在 这如何不让成焕心中畅快 觉得丁灵大给他长脸 高兰也是如此想法 他虽然没有成焕说得那么夸张 但也在旁边帮衬不守 让张和一度觉得高兰变了 堕落了 都开始同流合污了 高兰自然看懂了张和的表情 一度憋屈 抑郁 还非常担心 丁灵不能很快学会枪法 让张和对他的想法彻底落实 那到时候 可就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好在让高兰大为宽慰 振奋的是 丁灵竟然在枪法上也是 极具天赋 这一下看张和还怎么好意思说他 我早就说过他天赋一禀的 高兰忍不住在旁故作叹息 你还不信 现在可是信了 这个世界是有真正的天才的 张和极度失语 他从小到大都是族内 甚至整个冀州 数一数二的天才人物 尤其是枪法 棍法一道上 他更是无人能出其右 现在却猛然发现 一个天赋比他还恐不百倍 千倍 万倍 的人物 这如何不让张和失态 震撼 要知道 他当初学着出街枪法 可是足足打了两年的根基啊 这丁灵才多久 一刻钟都没有 这也太变态了 你确定 以前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出街枪法 张和深度怀疑 丁灵在戏耍他 一张脸 开始阴晴不定起来 高兰一瞅 就知道张和在想什么 到底是共事多年 他也知道张和的脾气 忙到 张兄 你要是不信 可以在传授中阶 高阶枪法 甚至你祖传的五虎断魂枪法 张和脸黑了下来 五虎断魂枪法 可是家传秘法 怎么可能私自传授给外人 除非丁灵 签了卖身器给张家 否则休想 这话他也没有说出来 丁灵如果真的是天才 怎么可能卖身给张家 他只是将信将疑之下 再次讲解中阶枪法 给丁灵 两遍后 丁灵微微闭目 图书馆中又凝聚出一本 中阶枪法的书籍出来 刹那后 中阶枪法满级 力量加0.2 敏捷加0.3 体质加0.2 丁灵又是寝客间 完全掌握了中阶枪法 力量 敏捷 体质都有所提升 握在手里的几十斤中的大枪 变得愈发的轻弱无误 丁灵有一种感觉 现在的他 在二流武将中 怕是也算的是强者了 这才多久 就进步这么快 如果这些实力 真的能带回现实世界 那这神话世界 简直就是天堂啊 你演示一遍 张和双目炯炯有神地 看着丁灵 丁灵也不含糊 枪出如龙 枪枪枪 枪间时而如毒龙土性 时而似蟒蛇缠绕 一杆长枪点 向一旁的木柱子 枪枪枪 这一次 静刹那间 点出了四点星芒 在木柱子上 留下了四个小坑洞 而且深度 貌似比上次还要深一些 张和被震住了 成唤鼓掌大笑 高揽探服 再来 张和又教导了高阶枪法 传授枪法的过程中 张和几经试探 发现丁灵的确不会 也不懂这高阶枪法 如果他还能快速 学会这高阶枪法 那说明他可能 真的是个绝世天才 张和依照惯例 教导了两遍 丁灵再次闭幕 随后 高阶枪法的书籍 在图书馆之中凝聚成功 请客间 高阶枪法满级 力量加零点三 敏捷加零点五 体质加零点三 种种有关高阶枪法的奥秘 精髓几乎化入了 丁灵的骨髓之中 使得这高阶枪法 成了他的一种本能 他也不用张和招呼 再次使出枪法 枪枪枪 枪出如闪电 化作一道流星 在虚空之中往来点洞 坑枪 只是一个刹那 就在木柱子上 留下了五个坑洞 而且深达接近一寸 笔之一开始 在枪法上的战力 可谓翻翻了 你 张和一双眼睛瞪得滚圆 嘴唇都在不受控制的 微微哆嗦 也不知道是亥然 恍惚 还是太过震撼导致的 太强了 高揽看丁灵的眼神 就似在看一个 即将崛起的战神 这方世界未来 如果有一个战神的话 那绝对是你丁灵 不错 成唤鱼有容焉 能从一众新兵中 把丁灵挖掘出来 也是我的荣幸 更是我这辈子 都值得吹嘘的事情 他看着丁灵 速容道 丁灵 你天赋绝顶 前途无量 切记不可太过骄傲自满 得罪高人 以免自毁前途 在有大成就之前 一定要稳住 丁灵一定紧急将军的话 丁灵抱拳 郑重回道 如此甚好 成唤愈发宽慰了 高揽也是暗暗点头 有天赋 但因为太过得罪人 而半途夭折的天才可不少 丁灵如此了得 他不希望他夭折 想看看丁灵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毕竟说到底 他跟丁灵 也是有点仕途勤奋 以后丁灵发达了 多少也可以提携一下他 张和虽然心高气傲 颇为自负 但被丁灵几次打击 也是收敛了心中对成唤 高揽二人的异样看法 第一次公开承认高揽 成唤眼光不俗 自己之前太过狭隘了 不过 张和话题一转 我虽然不能传授 五虎断魂枪法给丁灵 却可以传授 我意外得到的 一门水火囚龙棍法给丁灵 真的 成唤惊喜 替丁灵谢过张和 张和抬手 我是有条件的 但说无妨 丁灵道 好 张和点了点头 我也不跟你客套了 我知道你跟高揽打了个赌 我也跟你打个赌 你要是能在短时间内 学会这水火囚龙棍法 我就把这棍法的图谱 免费传授给你 若是不能 你必须成为我张家的家谱 张和说到这 顿了顿 双目四含着利剑 直勾勾地盯着丁灵 你意下如何 他不带丁灵回复 又假 句 当然 你完全可以拒绝 之前的枪法教导 就当我刚刚说 这话的冒犯之理了 我赌 丁灵很果断 有外挂 他最不怕的 就是类似的赌注 你确定 张和显然是个坦荡君子 想了想 说道 实不相瞒 这水火囚龙棍法 我自得到以后 我也努力专严休息过 但因为 苦于没有粮食教导 我至今也只是入门级水准 所以我无法亲自教导你 你只能自己 看图谱修炼 难度之高 不亚于登天 如果连水火囚龙棍法 这样的高级活 你丁灵都能练成 我张和甘拜下风 最后这句话 张和只是在心里说 并没有说出口 显然 他是笃定 丁灵不可能修炼 这水火囚龙棍法成功 毕竟连他张和 这样的人杰参悟这棍法 都有五六年了 仍然只是入门级别水准 这水火囚龙棍法 是一门完全不亚于 五虎断魂枪法的顶级武功 又没有人引导 更没有出阶 中阶 高级的棍法 作为过渡 这就好比 让一个小儿举千斤顶 让一个大字不识的幼童 去写文章一般 说难于登天 丁灵丝毫没差 确定 丁灵丝毫不处 回答得很快 陈幻 高揽刚想阻止 但见丁灵一脸坚定 自信的模样 不由的心中没底起来 存到 若是丁灵真的有把握 这等于就是他的机缘 贸然打断 疏为不至 但这赌注 会不会有点大了 他们并不希望丁灵 成为张家的家仆 因为一旦如此 丁灵就等于自决前途了 一个家仆在社会之中 能有多高的地位 但想到之前 丁灵打赌学习杀场刀绝的事情 他们又惊意不定起来 琢磨道 丁灵在装弓 刀法 枪法上 都有无上天赋 他不至于在棍法上 也有如此天赋吧 他们有些不敢相信 因为这是太过匪夷所思 从没有学过棍法的一个人 一上场 就要学习顶级的棍法 这失败概率 几乎是百分百 好 张和也是个干脆的人 见此不再相劝 而是从怀中掏出一卷步驳 扔给丁灵 接住 丁灵轻轻一跃 伸手往空中一抓 浑似灵动飞鸟 动作极为利落 很轻松地把步驳给接住了 张和看得双目微亮 你的敏捷 速度已经远超寻常的三流武将了 力量方面不逊二流武将 你的发展潜力很大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若是不愿意跟我赌 就把步驳还给我 不用多说了 丁灵直接摊开步驳看了起来 张和遗憾的同时 一颗心却是欢喜的 在他看来 他这次必胜无疑 之前高朗会失败 那肯定是因为 丁灵学习了出阶 高阶刀法 对于刀法 已经有了一定的造诣 再加上天赋异禀 会在短时间内 领悟沙场刀绝 虽然极为惊世骇俗 但也不是不能理解 毕竟攀奉将军在 辅法方面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但这棍法不同啊 这是跟刀法截然不同的 两种功夫 而且没有出阶 高阶之类的 打基础的棍法 给丁灵 丁灵等于是凭空造空中楼阁 这怎么可能成功 没有根基的棍法 如何能成呢 张和越来越自信 就等着丁灵失败 而丁灵 则在细细翻看了几遍水火 迅速地凝聚出来了一本书籍 水火球龙棍法 随后 水火球龙棍法满集 力量加1.4 敏捷加1 体质加1.2 咔嚓 这一次增加的力量 体质有点多 丁灵的骨骼 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至于外在表现极为明显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丁灵的身子骨 猛然拔高了一小节 本来还算合身的铠甲 这一次是彻底小了 之前铠甲是宽松的 但几次拔高 已然让这铠甲 变得非常不合身了 而且因为这一次 足足增加了100多斤力道 再加上原本就有的 几百斤力道 以至于撑的劣质铠甲 都有些变形了 这一幕落在张和 高揽 成唤三人的眼里 可谓是惊悚 他们面面相去 都清楚地看到了 彼此眼中的亥然 不用怀疑 这一刻 张和三人都完全把丁灵 当作了妖怪了 正常人怎么可能 有这样恋悟的 潘凤将军 也没有这么变态啊 这简直太扎裂了 哄 丁灵把手中的长枪 当作一杆棍舞动 但见漫天都是棍影 明明是一杆灵动的长枪 却硬生生被丁灵 使出了一种 利有千军众的霸道感 浑似一位手持重棍的猛将 在杀场之中大开大合 往来无际 杀伐之猎 足以让萧小胆寒而逃 那种霸裂到了极致的气息 一度让高揽 张和 成唤三人 以为眼前的丁灵 是一位可以求龙 抓龙的神人 呼 等丁灵耍完水火求龙棍法 收枪而立 朝着三人行李时 仨人才陡然醒悟过来 张和更是额头上 出了一层细细蜜蜜的汗水 他看着丁灵 就似在看怪物 扮上 苦笑道 唉 小去了真正的天才 看来在绝世天才眼里 我张和只能算是平庸之辈 张和备受打击 从小练武 在族中堪称小霸王 一赶长枪 打遍族中无敌手 即便走出家族 踏足济州各地 也先有敌手 不料 今天却被一个新兵 给打击得体无完肤 自信心都差点被打没了 是啊 高揽身以为然 颇感庆幸地说了句 幸亏这个世界上 只有丁灵 潘凤将军等寥寥数人 在某些方面 具备绝世的天赋 若是不然 我们真的没法混 也没脸混了 成欢再旁也不识插话 三人不识惊叹 张和更是忍不住 上前对丁灵进行摸骨 结果 他是越来越百思不得其解 只因丁灵骨骼等方面摸起来 看起来也不怎么出众 怎么就这么了得 获得成就勋章 获得成就勋章 让未来名将张和 都忍不住心生惊佩 主事 你的表现 已经彻底折服张和 他一度觉得 你是变态 是个不正常的人类体 想要仔细研究你 看看你身上 到底是什么特质 导致习武如此迅猛 你要小心 最好别死 要不然 尸体可能都会被他 抢去做研究 他对武道的痴迷 超乎你的想象 又是一枚成就勋章 只是这注视 让丁灵感觉有些怪怪的 不由地避开了张和的乱魔 张和几次主动 但丁灵几次退却 他察觉到了 不由有些尴尬地收回了手 干咳了声 转移话题道 丁灵 你的铠甲不合身 不如穿我的吧 我还有一套备用的 我也有一套 成唤赶忙道 就不用张兄弟你们的了 再说了 丁灵是我们冀州的兵士 冀州府库里 一套合身的铠甲 还是拿得出来的 最好再给丁灵准备一把长刀 一根长棍 高兰忍不住插话道 丁灵在刀法 棍法上的造诣太深厚了 弃之不用 未免可惜 枪法上的造诣 也是极为不错的 张和适时开口 能一瞬次出武枪 在木柱子留下接近一寸的坑洞 这种枪术 很多二流武将都没有 最好顺便给他配一杆枪 这么多兵器怎么用 成唤皱眉 猛的眼睛一亮 不如给丁灵打造一杆大几 大几具备刀 枪 棍的效用 若是使用这大几 丁灵可以完美地 把他的特长发挥出来 若是上了战场 寻常人遇到他的各种杀招 定然会在猝不及防之下 被刺落马下 好办法 张和赞同 只是可惜 我不懂击法 若是不然 倒是可以教导一下丁灵 三人你一言他一语 就定下了章程 丁灵在旁待着 并没有怎么说话 而是趁机 看了眼人物面板 人物 丁灵 年龄 23岁 种族 人 阵营 冀州 韩富 职业 士兵 等级 一 实力 根古一 普通人为一点 智慧二 力量2.7加0.3 加1.3加0.1 加0.2 加0.3 加1.4等于 6.3 敏捷2.8加0.5加1.5加0.2加0.3加0.5加1 6.8 体质2.7加0.3加1.3加0.1加0.2加0.3加1.2 6.1 防御2 魅力2 武器 残破铠甲一副 大刀一把 技能 低等装弓 10级 马装弓 10级 出阶刀法 10级 高阶刀法 10级 杀场刀绝 10级 出 中 高阶枪法 10级 水火球龙棍法 10级 针灸 10级 游泳 10级 健身 10级 初级心理学 10级 力量暴涨到了6.3 足足600多斤的力道 一拳下去 能把一个普通人给轻松捶死 敏捷之高 导致此刻的叮铃随时随地都有一种一蹦三尺高的感觉 走路都好像是飘在云端似的 很明显 敏捷提高的太快 一时半会儿还没法完全适应 估计需要缓一段时间 不过来到游戏世界才这么短的时间就有这么大的收获 丁灵还是非常满足的 毕竟他学的都是真功夫 而且力量 敏捷 体质的提升也是实打实的 一段时间后 丁灵重新回到了新兵营 这次他换了一身崭新赠量的铠甲 手中的普通大刀也换成了一把厚重的精品长刀 这样的长刀是将官使用的 本来丁灵没有资格 但成焕拍着胸斧做保证 说军营里出了个奇才 他有资格用这把刀 这引起了潘凤将军极大的好奇 便让成焕引丁灵去见他 丁灵在新兵营里 屁股还没有坐热 就被一脸欢喜的成焕 拉着去见潘凤了 在见将军之前 能不能让我先吃点东西 丁灵此刻竟有一种极度的饥饿感 他估计 这应该是身体拔膏 身躯骨骼变化的后遗症 很明显 这个时候 他需要补充营养 他不知道 这游戏里怎么吃东西的 毕竟以前没有经历过 所以只能求助成焕 随我来 成焕看了眼丁灵 就了悟了什么情况 一把拉着丁灵就走 是我疏忽了 竟然忘了习武 需要补充大量的肉食 你在这短短两三个时辰里 进步太大了 不及时补充一些肉食 怕是会有损潜力 一路边说 边给丁灵做科普 成焕算是看明白了 丁灵就是一个纯蒙星 对了 蒙星这个词 还是从其他新兵口中听来的 用来形容现在的丁灵 倒是颇为合适 什么都不懂 偏偏天赋强大的 堪比妖念 不过这样也好 方便他成焕卖人情 这叫提前投资 一个时辰后 丁灵吃了足有一头牛的分量 这才感觉到 有饱腹感 成焕则舌 不愧是天才 连吃食方面 都是其他人的百倍了 一般强壮些的士兵 能吃十斤牛肉 就差不多了 丁灵吃了 足足有七八百斤 真不知道 这肚子怎么装得下 丁灵也是不解 自己怎么能吃这么多 他自己也是吓了一跳 不过想到自己的进步 再想想 这只是游戏 也就释然了 一切不合理 在游戏里 都可以是做合理 毕竟是游戏 不过这游戏太过逼真了 跟成焕 高懒他们待了一段时间 丁灵都快忘了 这是在游戏世界里 好在这吃肉果然有用 吃了一头牛后 丁灵感觉浑身舒畅 再无饥饿感 吃饱喝足 随我去见潘凤将军吧 成焕一脸激动 那可是我们激州的无双神将啊 所有士兵都为之膜拜的存在 丁灵无言以对 同时也有些惊异不定 按照三国演义来看 潘凤就是个水货 但从成焕 高懒 张和等人的态度来看 这潘凤将军 无疑是个真正的神将 如果潘凤将军真的很厉害 那跟华雄的那场厮杀 必定存在着极大的猫腻 丁灵心思百转 却也没有反对 去见潘凤将军 跟着成焕去了冀州的中军大营 一路走过 高懒 张和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知道丁灵要去见潘凤将军后 他们是极为期待 丁灵在潘凤将军面前的表现的 同时也很好奇 丁灵能不能学会 潘凤将军的绝世伏法 要知道潘凤将军的绝世伏法 除了他本人 至今都没有人能学会 潘凤将军 也为此愁苦至极 曾放话出来 谁能找到符合他资质 要求的人物 那必定会得到他潘凤的深厚友谊 就为了这潘凤将军的友谊 就值得试一试 再说了 丁灵如今跟他们三个都有些教导情谊 可以算作是他们三人共同发觉的 如此三人一起去 共同获得潘凤的友谊 不过分吧 他们抱着这种想法 彼此都很默契地 一起跟丁灵说了这事 丁灵自然表示 没有问题 三人不由欣慰 觉得没有看错人 看丁灵 不由欲发顺眼了几分 而他们的模样 落在其他玩家的眼里 就极为不正常了 一些知道 丁灵使玩家的新兵 更是沸腾了 那家伙竟然同时得到了名将张和 高懒得青睐 他凭什么 最为主要的还是 这家伙竟在短短半天时间里 就把张和 高懒给搞定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无法想象 玩家们震撼 一个个看向丁灵的眼神 有着茫然 困惑 不解 嫉妒 羡慕 可谓是复杂到了极点 就好比同为学生 一个考了全国第一 得到各种高层的褒奖 信赖 一个在班级里却倒数 那种落差感 足以致命 好在唯一让这些玩家欣慰的是 这样的牛叉人物 只有一个 大家都在原地踏步学装功 这家伙绝对是个老玩家 就是不知道 有没有位列排行榜上 回去后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丁灵 我记得很清楚 丁灵是玩家仪式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轰传整个大营 所有人都不禁为之恶然 尤其是之前在张河 高篮阵营里的新兵玩家 更是震撼至极 只因为他们在这一刻 想到了丁灵的表现 那刀工 招法 气势 简直无敌了 怎么可能是玩家 他们有些不敢相信 几次打听 辨别后 这才不得不确认 且接受这个事实 想不到丁灵 竟然真的是玩家 太吓人了 那家伙的刀法 不是一般的强啊 想不到他竟然是个玩家 我猜他要么是老玩家 要么就是在现实世界里 也是玩刀的 要不然 怎么可能厉害得这么离谱 这跟我们的差距 也太大了些 丁灵并不知道 冀州阵营的新兵玩家 对他的议论 已经到了顶沸的阶段 现在他已经来到了中军大营 见到了传说中的潘凤将军 出见面 丁灵尾时被震住了 不是害怕 忐忑 而是第一次亲眼看到 这么高大 魁梧 健硕的男人 高怕是有两米多 绑大腰圆 虎背熊腰都不足以形容他了 其手臂粗的 怕是能跑满了 如此猛难 手持的武器斧头 更是夸张到吓人 一般的士兵根本拿不起 需要两个人抬着 哄 潘凤从士兵的肩膀上 单手拿起斧头 轰的一下 把斧头立在了大地上 震得大队都四颤了三颤 这就是你们口中的 绝世天才丁灵 潘凤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丁灵 扮上 颇为失望地说道 太瘦小了 丁灵无言 他几次拔高 成长 进化 身高 身材方面已经不差张和 高懒了 当然 对比一下潘凤 的确像根瘦竹竿 跟潘凤将军一比 自然是不如的 张和忍不住了 但普天之下 想找出能跟潘凤将军 你的身材相媲美的 怕是绝无可能 他说得很笃定 潘凤却道 传闻九元吕布号称飞将 其身高体型不逊色于我 也不知道真假 传闻是传闻 不可信 高懒也说道 再说了 在普通人眼里 到了潘凤将军 你这个身量 与吕布那个身量 普通人是很难辨别出 其中细微差距的 也是 潘凤不再计较身高身材一事 而是盯着丁灵说道 张和 高懒 是我军中除了我之外 最为勇猛的人 你能折服他们两位 还能得到成唤将军的怒赞 可见天赋的确过人 这样吧 潘凤也不含糊 直入主题 我亲自教导你 初阶 中阶 高阶伏法 你若是真的如张和 高懒 承唤他们所说 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洞悉 领悟 那我就传授给你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这个名字好眼说啊 猛的 一道闪电划过脑海 叮铃记起来了 貌似随唐演义中 程咬金的三板斧 就是源自三十六天罡伏法 因为这伏法太难 程咬金只领悟了 前面的三板斧 披脑袋 鬼踢牙 掏耳朵 至于这伏法 到底是不是程咬金会的 待会看潘凤教导时 自然就会知道了 果然是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张和 高懒 成唤三人对视 都清楚 看懂了彼此的脸色 眼神 一个个存到 这伏法 除了潘凤将军 没有人能学会 学权 只因这伏法 杀招太过凶猛 犀利 且运用技巧极为复杂多变 没有潘凤将军 这般恐怖的身量 气度 是绝对学不全的 就好比我们 最多只能学会前面几招 如此还不如不学 张和 高懒他们 自然也有机会学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只因潘凤有始至终 都没有想过藏桌 反倒十分希望 有人能继承这伏法 不想让这伏法 自此试传 可惜的是 张和 高懒他们也学不会 如此 他们还不如专精 加传秘法 贪多嚼不烂的道理 他们是懂得 尤其是这种伏法的 前置条件极为恐怖 他们就算领悟力极强 怕是这辈子 也难以成长到 潘凤将军这种身材 海拔 如此自然也就放弃了休息 他们带丁凌来此 也是想看看 丁凌到底能不能 完全学会这天罡伏法 若是真的能 那就太逆天了 看好了 潘凤也不浪费时间 说了几句客套话后 就直指出街伏法的 运用核心 原理 精髓 奥义 一旁的张和几人 也在认着听着 不时若有所思 如此连笔带话地 讲了两遍 潘凤这才停了下来 看向丁凌 问道 还需要讲解第三遍吗 若是需要 我可以再讲一遍 其态度和善 跟想象中的潘凤 完全不一样 跟电视剧里的人物形象 更是天差地别 丁凌心中感慨万分 口中却道 不需要了 将军 他微微闭目 一本书籍 赫然已经在图书馆中 凝聚成形 出阶符法满级 力量加零点二 敏捷 加零点一 体质 加零点一 只是差呢 出阶符法就满级了 关于符法的种种运用技巧 丁凌也在这一刻 完全洞彻了 他睁开眼来 潘凤立刻说道 如何 没有问题 哦 潘凤有些诧异 如果真的只是讲解 两遍你 就会了这出阶符法 那我也必须承认 你的天赋堪称绝世 他把手中的斧头 递给丁凌 你试一下 丁凌接过 手中一沉 差点一个没有握住 脚下不由的一个亮枪 他震惊 这斧头 怕是超过两三百斤了 拿着这样的斧头 去厮杀 那真的是磕着急伤 碰着急王啊 难怪张和 高懒 成唤三人 对潘凤这么推崇 就看潘凤是 扶法时 轻松自然的模样 便知道 其必定是力大无穷 是个真正的猛将 画熊能三回合 杀死眼前的潘凤 这不搞笑吗 其中肯定有隐情 是我疏忽了 潘凤立刻从丁凌手里 接过斧头 对一旁的士兵吩咐到 去拿把倾斜的斧头来 一会儿后 士兵拿着一把六十斤的斧头来了 并说这是军营里 最轻的斧头 潘凤看着丁凌 能耍得动吗 他不说拿得动吗 显然也是意识到了 丁凌的力气非同小可 要不然 几百斤重的斧头 不会真的接住 并能扬起 我试试 丁凌接过斧头 颠了颠 的确有点沉 不过 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之前的长刀 也有四五十斤重了 但丁凌使将出来 却是轻若无物 如今只是重了些 却是问题不大 吭枪 他开始舞动斧头 一把巨斧在他的手里 轻盈得宛若鹅毛一般 或批或砍或销 灵动至极 时而若灵鹤 斩持怒咎敌人 时而四开山辟地的猛汉般 飙悍凶猛 一把巨斧在丁凌的手里 却似成了神器一般 被他耍到最后 都四五成了一个风轮 咔嚓声中 竟直接把大地 都劈开了一条裂缝 好 不带成唤他们开口 攀奉鼓掌 赞叹 成唤张和高揽他们三人 说得果然没错 丁凌你的确是个绝世天才 他给了张和三人 一个激赏眼神 脸上的表情不言而喻 如果丁凌真的学会了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那张和三人 将会得到他的深厚情谊 张和三人看懂了 一个个不由激动 欢喜不已 成唤还好些 张和 高揽如今只是君司马 若是得到攀奉的提携 那必定会前途无量 升官如喝水一般 思极至此 张和 高揽不由主地看向了丁凌 眼中的期待 鼓励几乎要一出眼眶 他们本来也是极为震惊 丁凌在伏法方面的天赋 但现在却被好消息给 完全冲淡了这份惊讶 他们现在竟比丁凌 还要迫切地希望 丁凌能成功 接下来是中阶伏法 攀奉展示了两遍 看向丁凌 丁凌闭目 图书馆之中 立刻凝聚出来了一本书 中阶伏法 刹那后 中阶伏法满极 力量加0.3 敏捷加0.2 体质加0.2 种种中阶伏法的傲义 在这一刻 渴入了丁凌的灵魄 骨髓之中 成了他的一种本能 他的力量 体质 敏捷 再次得到提升 骨骼 脏腑 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原本略感沉重的斧头 在他的手里 瞬间轻了一截 丁凌也不含糊 直接耍起中阶伏法来 哄 一把斧头 被他舞动得 犹如风牛离地 蛟龙出水般 气势磅礴 厚重大气到了极点 扑面而来的铁血霸气 让攀凤 张和几人都不由地 肃然了起来 等丁凌一套 伏法耍弯 张和几人鼓掌赞叹 表示叹为观止 攀凤也是情不自禁地 点了点头 道 非常不错 普天之下 在伏法方面的天赋 能跟你比肩的 或许只有我一人 他嘖嘖称奇 对丁凌上下打量 想不到我有生之年 竟然真的能见到 你这样的器材 他叹了口气 道 只是可惜 你如此瘦小 怕是绝无可能学会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不试试 又怎么知道呢 张和帮腔 要知道 丁凌的天赋 实在是太过恐怖 他如果都学不会 谁又能有机会学会 也是 攀凤认可张和这话 随即开始给丁凌 讲解高阶伏法 并演练了起来 看好了 这便是高阶伏法 真正的奥义 精髓 只有彻底掌控了 高阶伏法 你才有百分之一的可能 学会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否则一切皆修 哄 攀凤身材高大魁梧 一把斧头在他的手里 舞动得犹如魔王将士 盘古开天辟地一般 丁凌有一种 极为直观的感觉 自己此刻 若是跟攀凤对上 绝对挡不住他一斧子 这是超一流武将 还是一流顶尖武将 丁凌心中惊诧 看攀凤的眼神 愈发地异样了起来 张和 高揽 成唤三人 显然自认不如攀凤 在旁却看得津津有味 等攀凤耍完 纷纷赞叹 攀凤多么多么了得 攀凤白手 行了 别拍我马屁了 他看向丁凌 行吗 没有问题 丁凌闭目 图书馆中又随即凝聚出来了 高阶伏法 这本书 刹那间 高阶伏法满级 力量加0.5 敏捷加0.3 体质加0.3 相比于枪法的重敏捷 这伏法明显更重力量 每次提升 都是力量提升的点数更高 这一次又增加了不少点数 丁凌手中的斧头 在他的手里 愈发地得心硬手起来 他睁眼 随即手一挥 竟单手拿着斧头 劈砍削动了起来 铿锷 一把斧头 劈砍削方面 可谓干净利落到了极点 张和几人毫不怀疑 现在的丁凌光是斧法方面 怕是就足以跟许多二流武将中的高手抗衡了 一些三流武将 怕是刚刚对上 就会被丁凌一斧头劈死 他的斧法在基础阶段 赫然已经到了画景 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 丁凌收府而立 张和几人回过神来 芒鼓掌叫好 潘凤也是一脸的惊诧 颇为佩服地看着丁凌 你在斧法方面的天赋 超乎了我的想象 我当初感悟高阶斧法 都远没有你这么快就到圆满阶段 他脸色异样 心中微起波澜 我现在有些理解张和三人的心情了 遇到一个比自己天才的人 的确又震撼又惊奇 又失落 震撼惊奇不用多说 失落自然是受到打击 毕竟他已经不再是这行 遥遥领先的独角兽了 不过 你在伏法方面的天赋越高 我越高兴 潘凤话题一转 大笑道 我现在是越来越期待你的表现了 他走到一侧 从一个书架上 拿出一卷古老的竹简 递给丁凌 这是我机缘巧合 从一处神秘地界 获得的古老竹简 这竹简水尽不烂 火烧不毁 堪称神物 见丁凌接过了竹简 自顾自地翻看起来了 潘凤也不介意 继续笑着解说道 我不知道竹简的来历 更不知道 是谁锻造了它 不过这竹简之中 除了一套三十六路天罡浮法 还有一套配套的呼吸法 可是 丁凌突然抬头看向潘凤 这竹简中 我并没有看到呼吸法呀 张和几人 也侧目看向潘凤 呼吸法 可是极为稀罕的 一些家族都市之为珍宝 绝对不会外传 在张和他们看来 招法是死的 但呼吸法却是活的 论及珍贵程度 呼吸法远在招法之上 堪称一个家族的底蕴 潘凤能捡到 跟三十六路天罡浮法 配套的呼吸法 这运气 真的是太强了 那是有缘由的 潘凤面露异色 说来也怪 那呼吸法在我学会之后 突然就自竹简之中消失了 之后 无论我怎么回想 也是记不起来了 所以很抱歉 他遗憾道 配套的呼吸法 不能传你了 他叹道 没有配套的呼吸法 想要学习这三十六路 天罡浮法的难度之高 超乎想象 他指了指自己 即便是我 如果没有配套呼吸法 我也是绝对学不全 所有的天罡浮法的 最多学会前面十几种浮法 因为越到后面 这天罡浮法 越是灵力 刚猛 太过伤身 没有呼吸法作为配合 强行瞒来 可能会伤及脏腑 真正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太不划算了 潘凤还在那解说着 三十六路天罡浮法的 种种细节 由来 丁铃一边听着 一边微微闭目 他已经把这古老的竹简 给翻看完了 闭目后 不过请客间 图书馆中 已经多出了一本书 上面赫然刻着几个 龙飞凤舞的大字 三十六路天罡浮法 哄 种种不可思议的内容 精髓 奥秘 轰然传入叮铃的石海 脏腑 骨髓各处 化作他的本能 三十六路天罡浮法满集 力量加二点四 敏捷 加一点六 体质加二点四 咔嚓 骨骼在暴冰 脏腑在颤动 丁铃的身材 在发生变化 身高咔嚓咔嚓声中 网上又一次拔高了一小节 他的身周 近无形之中 发生了一种奇妙的立场变化 似有一道道霸裂的旋风 在绕着他旋转 在这一刻 丁铃魂似一位震山的山神 一股雄魂到了不可思议的气息 从他的体内积涌而出 以至于都开始影响外界的虚空了 这 潘凤闭了嘴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丁铃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了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不会吧 张和 高揽 成唤三人 也是惊疑不定 不至于吧 这才多久 一刻钟都没有 这就修炼成功了 这绝对不可能 应该是丁铃后继勃发 身体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才如此 不可能把三十六路天罡伏法修炼成功的 毕竟这时间也太短暂了 张和 高揽 成唤三人都因为仰慕攀风的强大 看过这三十六路天罡伏法的前面十几招 不得不说 太难了 他们尝试修炼过 最后都一一放弃了 根本不是人能学会的 再说了 又没有配套的呼吸法修养脏腑 就算学会了 怕是也难以发挥出这天罡伏法的威能 那还学了干嘛 但丁铃呢 没有呼吸法的情况下 竟然也把天罡伏法修炼功成了 张和三人双目炯炯有神地盯着丁铃 一双眼中饱含着惊诧 茫然 期待 疑惑 不解等思绪 可谓百感交集 吭枪 丁铃睁眼 二话不说 手持力斧 开始演练起三十六路天罡伏法来 他这次又暴涨了几百斤力量 体质愈发强健 耐力持久 呼吸绵长 敏捷之高 更是不用多说 这使得六十斤的力斧 在他的手里宛若玩具一般 轻飘飘的 似没有丝毫分量 被他拿着 使出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可谓是举重若轻 妙道颠嚎 种种不可思议的招式 在他的手里一一展现 每一种都浑似霹雳闲金 羚羊挂脚 毫无踪迹 规律可循 偏偏又都似鬼斧神功一般 精巧的匪夷所思 让人看得目不暇接 忍不住惊为天人 哄 随着最后一路伏法披露在大地之上 轰然声中 大地直接被披裂出来了一条 长度达四五米的细长缝隙 丁铃长呼口气 收腹而立 张和几人 这才陡然惊醒 或鼓掌 或震撼 或干脆地大声激赏 赞叹 太了不起了 这就是三十六路天罡伏法吗 没有想到 在丁铃的手中史将出来 竟然别有一份味道 太强了 丁铃现在绝对堪比一流武将 这才多久 竟然成长到了这一地步 太逆天了 简直就是战神下凡 张和 高懒 成唤叹为观止 看丁铃的眼神 似在看一个变态 妖怪 正常人 怎么可能进步这么大 张和他们说得不错 潘凤也是忍不住击赏赞道 真的是了不得 太了不得了 我都没有学得这么快 要知道 我当初可是宛若神明附体 冥冥中不知不觉 就把配套的呼吸法学会了 又稀里糊涂地 把这三十六路天罡伏法学会了 他双目炯炯地盯着丁铃 道 但你不同 你没有配套呼吸法 我更没有来得及指导你 你只是看图文 就在短短不到半刻的时间里 就领悟 洞悉了这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这种速度 便使我也忍不住叹为观止 自愧不如 他叹道 天才 真的是太天才了 我潘凤总算是找到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的传人了 这一下 我再无遗憾了 他看向张和三人 笑道 我说话算话 以后你们三人就是我的好友 但凡有人敢欺压你们 报我名号 就说 是我潘凤罩着的人 张和三人大喜 忙躬身败谢 潘凤摆了摆手 事宜以后不要 再这么多里了 都是兄弟朋友 几人一番客套过后 潘凤又把注意力 转移到了丁玲的身上 他绕着丁玲转了几圈 实在是忍不住 便跟张和一般 对丁玲进行摸骨 也就是这个时候 提示音凸起 获得一级成就勋章 你得到了冀州 无双神将潘凤 发自内心的激赏 赞叹 诸诗 一 你的天赋 领悟力 学习力 已经完全震住了潘凤 让他都忍不住 开始探索你 为什么会如此了得的真相 他会对你摸骨 甚至于有可能 他会邀请你 一起进行抽鞋等试验 不用怀疑 这是一位 比张和还要狂热的舞蹈分子 他执着舞蹈的韧静 超乎想象 你要小心 别死了 因为尸体 落在潘凤的手上 或许比 落在张和手里还要惨 诸诗 二 成就勋章分等级 恭喜你 获得了一枚有等级的勋章 这会给你带来大量的好处 叮铃双目瞳孔微微一缩 他没有想到 成就勋章竟然还分等级 而且看出是情况 这成就勋章果然是有大用处的 就是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看来 一切还要等到回玩家广场探索了 至于潘凤 叮铃瞥了眼他 见他双目冒绿光 对自己不断摸索 叮铃浑身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忍不住倒退了几步 潘凤似乎还没有摸索明白 虽然双目一色不断 但脸上的困惑 却是越来越明显 眼瞅着叮铃后退 忍不住前进了一步 想要再次一探究竟 叮铃再次后退 潘凤又一次前进 如是三番 张和实在忍不住干咳了几声 以示提醒 潘凤这才醒悟了过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 嘎笑道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叮铃你这样的奇才 很好奇 你的根骨会如何 所以 当当多有冒犯 希望你别介意 丁凌能说什么坏话呢 只能表示没事 潘凤心中一松 转而一脸不解地说道 丁凌你的根骨我刚刚摸过 貌似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你是如何在短时间内 把这三十六路天罡符法学会的 说说 张和 高揽 成焕 奇奇侧目 看向丁凌 尤其是张和 眼中的探索欲望在这一刻 放大到了极限 他非常想知道答案 要不然 之前也不会做出跟潘凤一样的事情来了 我也不知 丁凌满极眼计发动 表现得非常茫然 懵懂 我似乎生来便是如此 图书馆外挂的事情 丁凌打算谁都不说 烂到肚子里 这样吗 潘凤非常遗憾 那真是太可惜了 不得不说 丁凌的满极眼计 虽然对于自我的实力提升 一点帮助没有 但用在关键的地方 还是能起到奇效的 就好比此刻一样 他就完美地把张和 潘凤几人给糊弄 哄骗过去了 倒不是他们不聪明 而是丁凌的演技 实在是太逼真了 简直无可挑剔 自然至极 这就是满极眼计的威力 丁凌如果现在去做演员 使之星号星号 会吊达九成九的明星 天王 天后 妥妥的实力派 看来可能不关根骨的事情 张和猜测 有可能跟悟性 以及经络 藏福等有关系 也说不定 而这些凭借我们如今的水准 认知 是根本探索不到的 或许是吧 几人琢磨了一番 不得其解 一个个看丁凌的眼神 倒是越来越奇异了 就似在看西式之宝 潘凤更是直言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没有配套的呼吸法 可谓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你是如何做到 那般无损的 打完整套伏法呢 领悟了自然就会了 丁凌说得很自然 但这话却肆意跟利剑般 刺入了潘凤的心口 把她的骄傲 自信都给差点给刺穿 她脸色有些不自然 张和几人的表情 更是变得极为精彩 一个个都如遭暴击 但很快 他们想开了 张和高揽二人更是存到 丁凌这种人 举世罕见 甚至于这个时代 都可能只有这么一个人 可谓是天选之人 如此奇才 千年怕事都难得一见 我虽然也算天才 但天赋方面能跟我比肩的 却也不是没有 例如张和 高揽 就不比我差 更别说潘凤将军 九元吕布等人了 是已 我完全没有必要 去跟丁凌这种妖孽做对比 若是不然 绝对会被打击的自信心 丝毫不胜 以后不论她的身上 发生什么离谱的事情 看淡些就好 如此一想 高揽 张和二人方才是然 不再纠结 丁凌为什么能短时间内 学会三十六路天罡符法的事情了 一段时间后 潘凤带着丁凌 张和 高揽 成唤几人 去见了冀州牧韩复 韩复平时 就待在冀州牧的 专属府邸之中 府邸之华美 让丁凌第一次见识到了 古人中的富贵人是怎么生活的 只能说极尽奢华 很多光是在外院的摆设 装置 都是丁凌第一次见 她前世是个普通人 这一世依然是 虽然有了图书馆这个外挂 但她刚刚得到才几天 丁凌依然很穷 她的见识 依然停留在过去 所以 第一次见到古人的奢华生活 她也是忍不住暗暗则舌 太腐败了 不过她却蛮喜欢的 试问 哪个男人不喜欢享受 不想罪卧美人息 行长天下拳 丁凌是男人 她也不例外 不过她也知道 目前不是享受的时候 她必须一鼓作气 打通各个游戏未免 等实力变得至强 地位自然会至高 到了那时候 什么享受 欢乐没有 现在提前享受了 很有可能就会被其他得到奇遇的人 弯道超车 再说了 这游戏世界 天知道会存留多少年 若是有一天 突然跟她来的莫名一样 又莫名地消失了 去哪里找这样的修炼圣地 丁凌知道轻重 自然不会被眼前的奢靡 美好给迷花眼 相反 她的内心越来越清明 只因 此刻的她 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打通游戏未免 成为真正的游戏 现实世界第一人 丁凌 快过来 张和满脸喜色地 朝着站在门口的丁凌招手 不久前 潘凤先一步 带着张和三人 去见了韩复 看现在张和的模样 不出意外的话 她肯定是升官了 韩复这人 虽然没什么大的本事 但对于潘凤 却是极为信任的 几乎把整个冀州的军务 都交给了潘凤 有潘凤帮忙说话 张和 高兰 想不得到提拔都难 丁凌会来这里 自然也是 来家观敬绝的 对于这种事 丁凌没有拒绝的道理 升官后 她能获得资源 会进一步提升 能接触的高人 也会更多 若是不然 一无所有一介平民 凭什么 跟一些地位不凡的人接触 丁凌还准备去跟许楚 丁凌急步 赵子龙 张仲锦等人打交道 自然需要一些地位 要不然 还真不好靠近他们 答答 丁凌急步上前 被张和一把拉住 带着前往府邸正殿 走了一段路 抵达正殿 张和在旁示意 坐在守卫的那人 就是韩傅 可以行礼了 丁凌便行礼 韩傅点了点头 盯着丁凌上下打量了一会儿 突然说道 虽然潘凤将军几人 说你天赋一柄 举世罕见 但我还是不信 这个世界上 竟会有比潘凤将军还要天才的人 他身高体阔 面相儒雅 和下生有三缕长须 倒是个仪容不俗的人物 但此刻 他却猝着眉头在审视丁凌 就似在看一个穷酸 一介土貌 很明显 他对于丁凌这样的一介士兵 并不是很看好 要不是潘凤替丁凌说话 丁凌可能连站在他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见此 丁凌无言 他算是整明白了 为什么韩傅后面 会弄到一个个人才 都反他而去了 相比于张和等人 这季周慕韩傅太过骄傲 也太过以施压人 狗眼看人低了 那居高临下 宛若看下等人的眼神 让丁凌非常不舒服 而对比曹梦德的不拘一格 降人才 韩傅明显是属于传统看家式的那一种 丁凌属于玩家 NPC眼中的天外来客 毫无背景可言 怎么可能会被韩傅放在眼里 不过 丁凌对此也不介意 季周只是一个跳板罢了 本来之前他还觉得得了这么多好处 就这样离开冀州会不会不太仗义 但现在看到韩傅这样子 他释怀了 他欠的是成换 张和等人的教导 帮助情义 之后就算还人情 也是还成换等人的 却是不用理会韩傅了 主公 潘凤有些急了 上前一步 苏容道 此事千真万确 不幸 你看丁凌耍一套某家的拿手伏法就知道了 好吧 韩傅有些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丁凌眼角抽搐 差点忍不住拂袖而去 好歹是忍住了 安慰自己 既周是跳板 等地位拔高就走 丁凌 试试 潘凤眼神示意丁凌 丁凌也是干脆 手持六十斤的力斧 直接耍出了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这天罡伏法刚猛 犀利到了极点 头三招不是别的 赫然正是披脑袋 鬼踢牙 掏耳朵 这三招招招要人命 每一招都极为精妙 但却是三十六路伏法中 最为简单的三招 其他三十三路 是一路胜过一路 等耍到最后 浑似一位俯神在舞动干漆 轰然声大作 近似凭空 批出了风围之声 嗯 韩复不由正视 脸上的懈怠 傲然收敛了不少 看丁凌的眼神 也带着惊讶 等看到丁凌 耍完一套伏法 脸不红气不喘的模样 不由得更为震动 直言道 据我所知 这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必须要有配套的呼吸法 才能学全 这丁凌是如何学会的 潘凤出猎言说了一番 韩复却是听得愈发困惑 不解 转而又看向丁凌 首辅和下三缕长须 半赏方道 你在大半天前 也不过是刚刚入营的一届新兵 贸然提拔你 于情于法于理都不合 主公 潘凤忍不住想要劝说 韩复伸手 示意潘凤别多说了 张和高揽得到提拔 那是他们本领高强 已经证明了自己 丁凌 你也必须向世人证明一下你的能力 他琢磨了一番 道 这样吧 不久前 赵国中秋附近来了一波贼寇 你去取了那贼手的脑袋回来 我就立刻提拔你 丁凌无言 让他单枪匹马 去杀贼手 他虽然不拒 但也没有必要犯险 他还要留着有用之身 学习更多的武功知识 他不知道死了之后掉疾 会不会把一身武功都给掉没了 所以 这是不能随便实验 而且 冥冥中丁凌有一种感觉 一旦死亡 或许以后会非常麻烦 所以 能不死 就最好别死 司机至此 丁凌便有了想法 还是出了这府衙 就离开冀州 去别的地方混吧 他如今堪比一流高手 一身武力非同小可 野外单独行走 根本不惧野兽 流民 贼寇 一段时间后 潘凤带着丁凌几人 回了中军大仗 他召集将官 当众宣布张和几人的任命 并任命丁凌为君司马 并任命丁凌为君司马 统领400精锐兵马 前往赵国中秋剿匪 丁凌恶然抬头看向潘凤 潘凤汉手笑看丁凌 示意他不用怀疑 众目睽睽之下 丁凌这个时候 也不好出言质问 值得按纳下心中的困惑 获得成就勋章 你已经成了 冀州阵营的君司马 注释 这是攀凤力排众议的结果 他贸然提拔 你担着一定的风险 但他相信你具备这个能力 更发自内心地肯定 你不会辜负他的厚望 这时候突然想起了提示音 让丁凌又似明白了什么 他长呼了口气 他属实没有想到 成为君司马 竟然也能得到成就勋章 那成为团长 君后呢 这两个关阶 是比君司马小的 能不能成 丁凌也不敢肯定 不过当官 竟然有成就勋章 丁凌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一段时间后 一些将官神情 有意地瞥了眼丁凌 眼里有审视 嫉妒 羡慕 他们叹息了一声 这才缓步离去 等大仗里 只剩下张合几人时 潘凤这才说道 丁凌 我提拔 你为君司马 是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张合 高揽 成唤三人 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显然对这话非常认可 可是将军 那冀州目 丁凌迟疑 放心 潘凤拍板 大笑道 冀州君务 我说了算 之前带着你去见主公 本来就是 希望你能给主公 留下一个好印象罢了 他没有当场提拔你 这为是可惜 潘凤看了眼丁凌 丁凌叫的是冀州目 显然对韩父 没有产生认可 他也明白韩父的缺陷 心中也是发紧 丁凌这样的绝世天才 可不能随便放走了 抱着这种想法 他才会丝毫不顾韩父的想法 直接当场任命 丁凌为君司马 身为冀州阵营的绝对主帅 他有这个权利与资格 你速去速回 相信一些区区贼寇 定然会被你轻松杀败 他从旁拿来新的铠甲 武器 以及一枚代表君司马的官印 一脸郑重的亲手 送到了丁凌的手上 丁凌 不要让我失望 放心吧 将军 丁凌肃然回应 半个时辰后 丁凌因为飞速的提升 再次导致腹中饥饿 从而又一次饱餐了一头牛 在成唤 高兰几人的精佩表情下 他身披将凯 手持八十斤重的方天化戟 出现在了点兵场上 他扫视全场 足足四百斤兵 每一个都精神异异 神采非凡 身躯更是剑朔 魁梧 挺拔 各个手持厚重的大砍刀 一看就是战力不凡的士兵 尤其是其中几个屯掌 军后 更是身披 有别于普通士兵的将凯 显得卓尔不群 威武不凡 拜见军司吗 四百人齐齐行礼 惨拜丁凌 声音震动八方虚空 丁凌身躯一阵 瞳孔微微扩大 第一次感受到了铁蟹与豪情 一颗心不由地砰砰砰 加速跳动了起来 这是激动 兴奋的体现 果然 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将军梦 我也不例外 丁凌心中如是想着 按照流程 说了一番话 之后 手持方天话己 轻松跃上一匹剑马 拉了拉缰绳 在剑马的稀绿绿叫声中 一声轻鹤 当先驾驭马匹飞驰在前 如电斑窜出了阵营 他在现实世界里 读过马术如何驾驭马匹马术 如何进阶等书籍 可以说 他的马术已经满极了 想要找到一个 比他马术还要好的人 很难 是以 即便他 从来没有骑过马 但一落入马背 便似整个人都跟剑马 契合了一般 能轻松地 让剑马被他掌控 做到神童部 这一幕幕 落在张和几人的眼里 不由地赞叹道 这马术 当真是了得 当今天下 怕是难找到比肩者 想不到丁凌马术也这么厉害 我之前还担心 他无法驾驭这匹剑马 看来是想多了 潘凤颇感欣慰 这丁凌真是天生做将军的料子 他的潜力不止于此 他这次若是成功归来 我会劝主公再次提拔他 张和几人无言 不过 想想丁凌的天赋实力 也就释然了 我跟童渊有救 潘凤解释 就算提拔 我也只会暂时把丁凌提拔到 长山郡那地方 做个地方武官 将军是想让丁凌去 跟着童渊习武 张和侧目 不错 潘凤点了点头 汉手笑道 我的呼吸法 时而明知 根本无法传授给他人 而你们的呼吸法 又是家传秘法 也不轻易传给外人 如此 只能找个世外高人 传授呼吸法 给丁凌了 而我唯一认识的高人 只有童渊 他也最是无私 大方 只要被他相中的弟子 他都会倾囊相授 他说得很笃定 我相信 丁凌有资格被童渊看中 张和 高揽 成唤三人 不由主地点了点头 丁凌这等天才 童渊都看不中 怎么可能 其他将领 只觉得不明觉厉 但看张和高揽 成唤三人 都对丁凌如此推崇 不由地暗暗留了心思 准备等丁凌大胜归来 就去攀交情 丁凌成为君司马一世 并没有遮掩 甚至于他的四百精兵之中 就有几个玩家 不过这几个玩家太过惊讶 也没有来得及 传递消息给他人 虽说如此 但亲眼看到 丁凌驾驭马匹 率军而出的玩家 却是有不少 很快 这时传遍了 整个冀州阵营 所有玩家都被镇住了 继而哗然 一天不到的时间 丁凌就从一届 寂寂无名的小兵 成为了一个君司马 这特么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第一次听到 这么离谱的事情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谁会相信 丁凌这家伙 绝对在现实里 也是个高手 而且绝对是个老玩家 你看他骑马的贤熟模样 一般的普通家庭 有那个闲情 闲钱去培养 如此马术高手吗 玩家们侧目不已 而一些下陷而去 再次重新上线的玩家 更是把丁凌排列 综合榜单第一名 并且还是个新人的事情 捅了出去 浑似一颗水雷 扔入了鱼塘 哄 整个阵营都炸开了锅 所有玩家都感到不可置信 真的假的 丁凌竟然是个新人玩家 这简直在开玩笑 丁凌怎么可能是新人玩家 我亲眼所见 他的刀法极为凌厉迅猛 普通三流武将 都远远不及 一个新人会这么厉害 就是啊 这等天方夜谭的笑话 竟然也会有人信 即便一些玩家信誓旦旦 言之凿凿 表示自己亲眼所见 综合排行榜第一 就是丁凌 但一些亲眼见过丁凌显微的玩家 仍然是不信 你们不信 不妨抽空去玩家广场看看 替丁凌做宝的玩家挤眼了 看了你们就知道结果了 哼 看肯定会看的 但现在是练功的最佳时刻 现在下线 在上线 太耽误功夫了 早晚会知道 你所说真假的 丁凌拿着一张地图 细看了起来 他在现实世界 经读过各种地理知识 现如今 他赫然是个地理大师 只要给他一张地图 辨认地形 地势 他绝对不会迷路 就好比此刻一般 若是换作原来 丁凌肯定会走着走着 就把自己给绕晕 因为他就是个普通人 虽然不是路痴 但也绝对做不到 在茫茫重山峻岭之中 能自动导航那么离谱 但如今不同了 他可以对比地图 精准找出正确的前进路线 对此 丁凌也不得不感叹 虽然现实世界 很多技能都四级类 但每次到关键时刻 都有奇效 看来有必要下线后 再去网络上 搜罗一些技能学习 丁凌的图书馆很神异 只要有具体的知识点 只要是技能 都可以凝聚成书 然后瞬间满级 所以图书馆 网络上 都是丁凌学习技能的阵地 几个时辰后 将军 前面就是赵国中秋了 一位斥后快马加鞭 赶到丁凌面前 滚安下马 回禀军情 将军 丁凌看了眼赤后 这家伙是个聪明人啊 不出意外 实之星号星号是个玩家 只因着赤后 看他的眼神 跟其他NPC不一样 而且嘴里面 时不时吐露出 一两句现代的时髦语言 想不让丁凌注意都难 肯定是个老玩家 丁凌心中如是想着 点了点头 轻贺道 原地休息一刻钟 然后即刻前往剿匪 是 将军 四百精锐 轰然应诺 他们都是骑兵 轻易似的妖旋利剑 身背大功 手持长枪 除此外 马腹一侧 还都挂着把大刀 都是高配 不得不说 潘凤对丁凌属实不错 这样的高配精锐 冀州阵营也绝对不多 这家伙看起来倒是有模有样 就是不知道是真有本事 还是营养辣枪头 几个老玩家聚在一起休息 低声议论 听人说他本领很高 应该是真有本事 也不一定 搞不好就是个装逼犯呢 到底怎么样 马上就知道了 不过如果他真的很逊 那就丢脸丢大发了 不仅他丢脸 潘凤也丢脸 丁凌 能以新兵身份 火速提拔到现在的君司马地位 可是他一力主张的 丁凌如今的力量 赫然达到了九百多斤 敏捷体质 也是数值极高 到了他这种地步 耳聪慕名 可谓是基础 他也隐隐听到了 有些人对他的非议 不过他并不在意 他只是 舞动了几下方天化戟 确认已经能完美掌控 这把方天化戟后 他这才安心 一路上 为了能跟这把方天化戟 完美契合 叮铃时不时舞动 抖动一番 几个时辰下来 这化戟 他能自如运用了 棍法 刀法 枪法 甚至斧法 他都能用方天化戟使出来 正是因为 他能运用多种武器 在他的要求下 潘凤这才去了 冀州府库里 找出了一把 封存多年的神兵化戟 相比于其他兵器 这把化戟 的确堪称超品 堪比神兵 不仅重量不同反响 连锋利 坚固 韧性度等 都远超之前的刀 枪 斧 丁灵对这把兵器 是相当的满意 要不是如此 他也不会这么配合地 前往中秋剿匪了 拿了潘凤如此多的好处 而且还获得了成就勋章 怎么能不给潘凤一个面子 现在的丁灵还不知道 潘凤正准备给他升官 调往常山 去跟童渊习武 若是不然 积极性必定会更高 一刻钟后 出发 丁灵一声大喝 四百精锐纷纷上马 持枪 身姿矫健地 跟着丁灵前往中秋 只是行进了不到半个时辰 喊杀声从远方摇摇传来 哈哈 杀死他们 男人一个都不要放过 女人都给老子留下 这粗豪的声音 这狂放的言语 这熟悉又套路的反派对话 伴随着惨烈的厮杀声 轰然入耳 丁灵大胆 反派说话粗鲁之余 眉头一挑 寻声看去 只见前方大道之上 一伙手持刀枪 身上甲皱不全的大汉们 正对着一群 一看就是护卫的男子砍杀 将军 赤后上前禀告 这些劫匪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贼寇 嗯 丁灵双目微亮 这般轻易找到贼寇 岂能放过 杀完就回夜城交差 抱着这个态度 丁灵直接一斗手中话急 率先杀向了大汉们 大汉们的数量并不多 只有百人左右 丁灵一群人浩浩荡荡 狂冲而来 丝毫没有遮掩 这些大汉厮杀起来 虽然格外的激烈 兴奋 却也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 见丁灵一方人多 而且甲皱齐全 一看就是精锐 他们不由大惊 纷纷止步后退 看向自家首领 可惜 可惜 就差一点了 为首的贼寇 深深地看了眼车上的几个美女 满脸不甘地一挥手 兄弟们 撤 刷 百人团体一哄而散 丁灵四百人都是骑马 根本不带怕的 分开追击 丁灵坐下剑马速度快 直追贼手 贼手 骑着的马是弩马 跑不快 被丁灵很快追上 收起几落 随意一挤 就刺落马下 贼手甚至于连惨叫 求饶声 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就直接与命当场 害得本来想赶过来 就场群殴丁灵的其他贼人 发一声喊 跑得愈发快了 丁灵骑马追杀 接连刺死了几人 见其他人跑得远了 也就懒得追击 而是命人割了贼手脑袋 他自己则在琢磨 第一次上战场 本来以为会有强烈的不是 现在看来 虽然也有不是 但并没有那么强烈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双方差距太大了 贼手连三流武将都不如 被丁灵顺瞄 丁灵甚至于招法 都没有来得及施展开来 如此 他怎么可能会有强烈不适感 为而不是的地方 刺死贼寇时 那一瞬飙射而出的血 已经那切割下来 悬挂在一侧 争獰带血 让人觉得恶心恐怖的脑袋了 但或许是身体素质 得到了恐怖的提高 且一身勇武之力 遍布全身的缘故 丁灵不是赶过后 就是热血沸腾 只是小事牛刀罢了 丁灵强行按捺住心中的冲动感 累了累马将 欲使着剑马 朝着大道方位 急驰而去 不多时 来到大道上 丁灵便见到了 翘生生立在一辆马车旁的 一个美少女 这美少女 显然是这一群人的头 十几个一甲燃血的护卫 都极为恭敬地站在一侧 还有其他一些仆人 也是如此 只有少女站的鼻挺 一看就是常年复养的大家闺秀 身上有一种 极为独特的养眼气质 见到丁灵过来 美少女一双杏目如寒秋水般 微微荡过一丝波澜 她上前对丁灵见礼 见过将军 丁灵点了点头 没有多话 只是示意斥后 去把其他人叫回来 斥后此刻 看丁灵的眼神已经带着些惊异 十分听话地去了 斥后正是老玩家 玩这游戏 已经快一个月了 也算是有些天赋的人 加之被张和亲自教导过 进度极为可观 如今实力也不可小觑 本来她还有些得意 但今天亲眼看到了丁灵杀贼手时 那随意 自然 轻松的模样 她骇然之余 也是彻底服气了 边走边想 这丁灵也不知道 是哪冒出来的 这墙的简直离谱 就她观察 那贼手绝对是快要接近 三流武将的高手 但被丁灵近似杀鸡一般 随意一挤就刺死了 看丁灵意犹未尽的样子 显然是没有用出权力 还未尽兴 真变态 赤后叹道 这家伙绝对是下一个孔天花 孔天花 如今在玩家力量排行榜 排名第一 实打实的猛人 除了因为她本身 在现实世界就很猛之外 也是因为 她在游戏里 遇到了世外高人 得传了一身绝世神功 而丁灵呢 只是在冀州兵营待了一天不到 就这么猛 不至于 肯定也是个内测玩家 赤后赌定 就是不知道 她在内测玩家之中 排名第几 为什么之前没有从力量 敏捷 体质等排行榜上看到她 将军 美少女咬了咬唇 似有些难以启齿 但还是渲然欲气地恳求道 我有一事相求 哦 丁灵侧目 但说无妨 能顺手帮得到就帮 帮不到或者难度较高的是 丁灵绝对不会去 她虽然喜欢美人 但又不是舔狗 若是不然 这一世的女朋友要求分手 她也不会那么干脆地 直接就同意了 白波贼突然闯入中秋城 他们人多是重 大肆杀戮 我父亲他们为了 助我逃离 亲自断后 现在想来定事 定事 美少女把详情细细说来 说到末了 已然是悲伤到极致 气不成声了 丁灵心中一紧 白波贼 她想起来了 郭泰 李勒 韩仙 胡才 就是白波军的首领将军 而杨凤 貌似也跟白波军关系匪浅 加入过白波军 这些人 丁灵倒是不怕 她在意的是杨凤身边的徐黄 这位可是未来 大名鼎鼎的 五子梁将之一 曹魏名将 我还奇怪 这贼寇 怎么会这么少 怎么还需要人支援 光是一些现成的兵马 就足以解决了 如何可能惊动 冀州木韩复 现在看来 我杀的可能只是一些小角色 丁灵此次前来 就是为了剿匪的 而现在看来 她要搅的匪幻 十只星号星号 就是白波贼 但白波贼是大 区区四百人 怎么搞得定 丁灵醋梅 思量 美少女见此 却误会了 以为丁灵不愿 不由地愈发悲从中来 丁灵听到低气声 侧目 见果然是她 不由随口说了句 放心 待我召集人马 就杀向中秋 尽力多救些人 能不能救回你父亲 我也没把握 多谢将军 美少女喜极而泣 盲盈盈败道 获得成就勋章 获得冀州首富 真家长女 真将的高度感激 注释 真将为人之恩图报 有礼有节 有情有义 她本就对你心怀感恩 如今 你表明 车马要去救她的父亲 更是让她方心可可 毫无疑问 你若是救出她的父亲 她大概率会以身相许 丁灵微微一惊 她没有想到 随便救得一个女人 竟然是真将 这剧本有些不对啊 按照三国演义的剧情走的话 真将这个时候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才对 但很快 想到海量涌入游戏 知道三国剧情的玩家们 丁灵释然 不消说 现在的三国演义剧情 一定是崩塌了 以后走向会如何 谁也说不清楚 不过 这个真将 竟然会以身相许吗 丁灵一颗心怦然一跳 却是忍不住 对真将打亮了两眼 这月看 丁灵的一双眼睛月亮 明眸善赖 顾盼生辉 初见只是寻常美少女 现在却是越看越美 近似纯酒一般 越品越有味道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 少见的那枚织女 丁灵见真将面露羞涩 显然自己盯着她看 让她察觉到了 丁灵干咳了声 有些不自在地别开头去 她心里默念了几遍 心急是空 空急是色 这才稍感平静 现在还不是放肆 放纵的时候 她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 必须打通全关在眼享受之势 哒哒 稀绿绿 马思生不断响起 确实那四百精锐纷纷返回了 不少人的马匹一侧 都悬挂着一颗头颅 这是他们的战利品 显然刚刚那一小波匪幻 对于这帮精锐来说 毫无压力 丁灵让真将带着护卫 藏身密铃之中 她则带着四百精锐 四红流一般冲向中秋之城 丁灵也想通了 自己如今堪比一流武将 而且刀 棍 枪 辅这些武器都精通 更有满级的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作为底牌 自己完全没有必要怂 要知道自己率领的 可是四百骑兵精锐 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他还不能跑吗 先去试试看白波贼的水准 中秋古城 郭泰正端坐在县崖县令的位子上 在他的下方 左右两侧 坐着十几个魁梧 剑瘦的壮汉 这些壮汉都在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同时 一双眼睛也在不停地 盯着正中心 翩翩起舞的一群武女看着 一个个眼睛中流露出世人的光芒 有的壮汉 更是蠢蠢欲动 迫不及待了 如果不是郭泰震住了现场 怕不是早就乱成一团了 郭泰心中跟明镜似的 拿起了一旁的会总册子 看了起来 越看越满意 辅着求须 存到 这粮食 不匹 金银怕不是够我们大军所用一年了 他极为满足 传闻真家富裕 果然不假 光是他们留在中秋的货 就足够大军八个月地开支了 一个家族的一部分货物 竟然抵得上一座城 不 应该是超过了一座城的府库 他琢磨了一番 让人把真义带上来 真义是个极为俊美 儒雅的中年男子 但此刻却一身伤地 被一位士兵粗暴地拉上了县衙正堂之中 舞女吓得尖叫 被旁侧的壮汉大笑着拉扯到了一边 郭泰也不理会哭泣的舞女 只是盯着真义说道 真义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只要答应我的要求 我可以立刻放你走 若是不然 我们就是仇人 说不定哪一天 我杀到你老巢去 把你妻儿都给连过端了 真义敢怒不敢言 只是微微捶着脑袋 也不说话 还真是硬骨头 郭泰大敢棘手 但更多的却是不耐于愤怒 要不是 看你还有几分用处 我现在就把你给剐了 他挥了挥手 拖下去 想办法让他同意 是 大帅 士兵把真义拖走了 郭泰促眉想着心事 突然一道急促的大叫声 把他给惊醒了 爆 一人突然闯入正堂 却是传训兵 郭泰一双眉头拧成了穿字 双目含见 看向传训兵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回禀大帅 传训兵毕恭毕敬 城外有一人在叫嚣 要跟大帅们单挑 跟我们单挑 有一壮汉咧嘴大笑 好大的胆子 他到底知不知道 我们是什么人 这人知道 传训兵如实回复 他说我们 是一群无胆的狗熊 只知道欺负百姓的耸包 蜀背 贼人 龌龊之徒 嗯 郭泰双眉如刀般立起 他还说了什么 年老的人 最讨厌别人说他老 残疾人 最敏感别人说他残疾 同理 身为贼寇 最震怒别人说他们 是蜀背 狗贼 他还说 大帅们都是没中的娘们 根本不敢跟他单挑 哈哈 郭泰气急而笑 拍案而起 我白波军纵横济州 兵州之地 小儿闻声只哭 竟然有无知蜀背 敢藐视我们 你们说该怎么办 他看向堂下众人 自然是宰了他 一位壮汉拍着胸腹站起 高声道 大帅 杀鸡烟用牛刀 就让我胡猜去会会他 还是让我去吧 另外一个蟒汉大笑站起 娶娶一个小贼 竟敢跑来我们这里大放厥词 我要把他的脑袋搁下来做尿壶 让世人知道 得罪我们白波军的下场 不错 又是一个恐无有力的汉子 起身走到正堂 朝着郭泰拱手建立道 这人不但要大张旗鼓地杀 还要对他千刀万剐 进行十八般折磨 方才可以 要不然 世人还以为我们白波军很好说话 到时候是个人都敢来挑衅我们 这简直不可容忍 壮汉们 你一言他一语 直接定了章程 郭泰细细问了传训兵几句 当他得知来人真的是匹马而来时 不由说道 你们没有出动人马追杀他吗 他马快 我们追不上 传训兵说道 若是一人去了 就被他杀了 十人去了 散得开了 也被他一一杀了 若是聚集在一起追杀 他就跑 我们根本追之不及 等我们回来了 他又在城门口叫嚣 如是反复几次 我们死伤不守 没奈何 只得来报大帅了 可恨 胡才双目元争 怒道 这人杀我军中大豪狼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这就去会会的 说完 不带郭泰发话 已经提着大刀冲了出去 不一会 就听到了稀绿绿的马斯声 以及一阵踢踏声 那踢踏声渐行渐远 想来是胡才 已经跑远了 余下的 有貌相粗俗的韩仙 高大魁梧的李勒等人 这些人都是军中好手 眼瞅着胡才得了先手 不由遗憾 却是让这次抢了功了 这等好事 下次我定要拔的头筹才是 他们显然相信 胡才的武力 继续吃喝 欣赏舞女跳舞 只有郭泰在静心等候 半上 爆 一个新的传讯兵 突然闯入正堂 郭泰见他满脸焦虑 愤怒 不由的心中一惊 忙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胡将军被对方刺死了 什么 郭泰一个 猎且差点栽倒 韩仙 李勒等人 也是纷纷侧目 有些难以置信 胡才可是堪比二流武将 力大无穷 敏捷灵活度极高 那无名小辈 竟然能杀死他 细细把详情道来 郭泰怒道 是 大帅 传讯兵当即说道 胡将军出了城门口 追杀敌人 但敌人马快 一时追不上 胡将军四骂了对方几声 见对方不回 这才转身回来 不料就在这时候 对方突然快马杀制 胡将军转身应敌 却因为太过仓促的缘故 被对方一把抓住破绽 刺落马下 即便落马 胡将军依然勇猛 却不料 那恶人又对胡将军 捕刺了几下 胡将军没有马 跑不过对方 被硬生生刺死当场 血液流肝亡 我们本想相救 但那人却跑得快 很难追上 可恨啊 郭泰咬牙切齿 此人不炸油锅 难笑我心头之恨 大帅 我去会会的 韩仙一跃而起 手持一杆长枪 二话不说 禁止出门去 我也去 李乐道 我可以在旁做好接应 突刺的准备 以免那家伙跑了 郭泰同意了 李乐抄起一杆长矛 火急火燎地冲了出去 半赏后 又是一道急爆传来 这一次的声音更为急促 郭泰的脸都阴了下来 看得传训兵大气 都不敢出 好好说话 详细地说 郭泰一字一句 强忍住心中怒火说道 是 大帅 传训兵立刻一板一眼地讲述起来 韩将军出城而去 那贼人竟然也不跑 跟韩将军对峙起来 厮杀了足有上百回合 那贼人突然变了招法 使出了一记怪招 韩将军一个布防 被他扫落马下 手起挤落 一挤刺死了 李将军见韩将军被刺落下马 心中骇然之下 御马前往相救 但半道见韩将军已经死了 他大怒之下 跟贼人对战 两人再次厮杀了百多回合 李将军不敌贼人 也被扫落马下 刺死当场 我们本想相救 但已然来不及了 郭泰越听越怒 到的后来 一张脸已经黑如锅底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手底下 排行前三的三名汉将 就这么平白无辜地死了 要知道 不论是胡财 还是韩仙 李乐都是堪比二流武将 虽然技巧方面 略有不如二流武将 但力量方面却是达标了 一个个天生神力 若是不然 郭泰也不至于 让他们统领一只兵马 然而如此猛将 今天竟然都折在了这里 郭泰气得胸膛起伏不定 一声大喝 拿我刀来 我今天倒要好好看看 到底是何方鼠辈 竟敢堂而皇之地 七到五白波君的头上来了 堂下的十几员汉将 也是义愤填膺 鼓躁不已 但这个时候 却没有一个 提出要出城跟敌人对峙了 几方最猛三人 都被刺死了 傻子也知道 那敌人必定有真本领 搞不好 还是一个半猪吃老虎的 现在去 大概率会死 而作为汉匪 欺软怕硬是本能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活得久 活得好 眼瞅着敌方单枪匹马 竟是一根硬骨头 再也没有人敢说 自己能单独拿下了 都纷纷提议 出动兵马 为杀之 郭泰汉手认可 他是个稳健的人 他可是知道 胡才 李乐 寒先三人的本领的 连这三位都死了 他再强也不敢说 百分百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杀死这三人 而对方却做到了 十一员劲敌 骑鼓 聚众 郭泰大喝 一段时间后 郭泰领头 数千汉匪 浩浩荡荡 往城门口方位而去 为了杀一个人 白波军几乎出动了 七八成的人马 为的就是不知出天罗地网 围杀 毒死敌人的路 让对方这一次 绝对不能再跑 再逃了 哒哒 踢踏踏 轰隆隆的马蹄踢踏声中 一行人很快抵达城门口 定睛瞧去 只见百米开外 一人一马昂然而立 马一看 就是上等战马 难怪跑得快 至于人 郭泰细细看了两眼 但见对方容貌俊秀 近似一个小白脸 不由得环视左右 传训兵死哪里去了 大帅 传训兵急忙跑来 郭泰手指小白脸 就是他 是的 就是他 传训兵很肯定 郭泰脸色有些难看 竟然输给了一个小白脸 他手一挥 手底下的部队 已经不动声色地四散而开 郭泰见对方竟然不跑 不由得愈发诧异起来 他高声道 鼠辈 可敢报上姓名 儿老子 儿老子 郭泰猝眉 喃喃念了两遍 猛然反应过来 不由震怒 火气上来 见对方又是一人 也就懒得遮掩了 大喝 上 宰了那小白脸 群殴他 郭泰手底下 十几员剑将 对视了几眼 纷纷越马而出 或持刀 或持枪 持矛 朝着小白脸 杀去 有种别跑 他们生怕小白脸剑 人多势众跑路 先一步大喝 不曾想 那小白脸 竟十分听话 不但不跑 还仰起手中大忌 朝着他们 做了个鄙视的手势 十几员剑将 不但不怒 反而惊喜不已 一个个都觉得 这小白脸死定了 这一下 不把他给千刀万剐 炸油锅 如何对得起胡财 韩仙 李乐三人的在天之灵 说时时乃时快 因为 双方距离不过百米 马又及时而行 速度极快 双方很快就碰撞在了一起 在郭泰一脸期待中 吭枪 枪枪枪 但听一道道兵器 碰撞升起 电光火时间 一道道身影 被刺落 斩落马下 有的更是直接被扫飞 出去十几米开外 头颅砸地 碎脑而亡 几个刹那间 郭泰甚至于 还没有反应过来 十几位剑将 竟都死了 死 郭泰瞳孔扩大 倒吸了口凉气 其余白波贼 也是胆寒不已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明白过来了 眼前的小白脸之前 根本就是在戏耍他们 在钓鱼 现在鱼都出来了 人家根本不装了 直接反杀了一波 获得成就勋章 你的武力 震慑住了白波贼 大帅郭泰 就是 他本来以为你 只是一个武力之根弧 才在伯仲之间的人 依靠马力 女干戟 这才得以取胜 但你的强大 出乎他的想象 他此刻甚至开始战力 胆寒 怯弱起来 他已经丧失了 独自面对你的勇气 他大概率 会放弃跟你单挑 会采取大军围攻 提示英华过耳盼 小白脸 也就是叮铃眉头一条 随后果断大喝一声 哄 左右的密林之中 突然冲出了两只兵马 更远方 还有烟尘冲销 马斯生裂空 似有无数大军 如潮流般 蜂拥而来 与此同时 后方中秋古城之中 突然冒出来了滚滚浓烟 不时有肋骨声响起 白伯贼开始出现骚动 郭泰大喝 不要乱 集合 集合 但之前 因为准备围杀丁林的缘故 白伯贼虽然数量庞大 足有三千 但散得很开 想要集合 谈何容易 加上丁林几次杀敌 杀死兵士族有数十个 剑将数量达到了十七八个 其中更有胡才 韩仙 离了三位 统领级别的大将 雄为赫赫 让人惊惧 此刻 白伯贼们 突然惊恶地发现 丁林竟不是单枪匹马 而是带领了 不知反几的骑兵 正朝着他们 迅猛冲杀而来 白伯贼一下就慌了 欺软怕硬 怕死的本能发作 有些白伯贼 更是趁乱跑了 而丁林 也是当机立断 率领着左侧的百鱼骑兵 朝着郭泰杀了过去 他马快 冲得急 骑兵落在身后 丁林也没有多管 白伯贼 根本比不上正规军 此刻乱轰轰的 不成体系 很容易就被他冲开了 吭枪 枪枪枪 丁林舞动方天画戟 沙场刀绝 水火囚龙棍法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高阶枪法 不时转换变动 一感画戟 硬生生在他的手里 使出了百般武器的味道 而不论是沙场刀绝 还是水火囚龙棍法 三十六路 天罡伏法 都是顶级神功 一般人根本挡不住 即便是高阶枪法 随意一次 五朵枪花闪过 就是五个士兵 额头被刺穿 横死当场 他一身燃血 浑似战场的杀神 更似破烂出的快船 分杀而过的神灵 所过之处 真的是挡者披靡 吴一人 是他一和之敌 一把化戟 集合多种武器变化 任何人敢于拦路 都被刺死 砍死 削死 劈死 死法不一 但无一例外 都正中要害 死得很快 此刻的丁灵 赫然已经度过了新手气 尤其是 在城门口单挑的 这段时间里 随着剑的血 越来越多 弹死刺死的人数飙涨 他的惶恐 不是敢已经彻底消灭 有的只是一腔热血 这是他骨子里的一种 男儿当笑傲 杀场的豪迈 被激活了 啊 他不是人 太强了这人 快跑 白波贼之中 也有玩家 眼瞅着丁灵强悍的 宛若一代魔神将士 敢于上前对抗 试图获取 经验之宝物的老玩家 都被轻易杀死 其他新玩家 再也扛不住了 发一声喊 御马狂奔 逃窜而去 他们的跑 宛若起了洪流效应 最后卷动着 一群群的人 都开始跑路了 郭泰根本呵止不住 最后见丁灵 实在是太过勇猛 他胆寒之下 也转身跑了 休走 郭泰 丁灵大喝 郭泰头皮发麻 跑得更快了 其他白波贼 见大帅都跑了 还想要坚持的一些人 也四散逃了 这最后坚持的一批人 都是比较热血 不怕死的白波贼 但大帅的离开 彻底压垮了他们的信念 成了狼狈 鼠窜大军中的一份子 哼 丁灵抄起马匹一侧的 一把短枪 奋力朝着郭泰的方位 投掷了过去 休 短枪破空 休然声中 正中郭泰的背部 把他给钉死在了马背上 他的坐骑哀鸣了声 黄奔向前了几步 猛地翻倒在地 呼 丁灵长呼了口气 心想 这标枪投掷技能 关键时刻 还挺管用的 标枪投掷技能 自然是在现实世界里学习的 已经满极了 以防万一 丁灵事先准备了 急赶短枪 如今果然起了奇效 他纵马 来到了郭泰身旁 看了眼他 竟还没有死 你 你 你到底是谁 郭泰员睁着双目 怒视丁灵 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 眼中满是后悔 恐惧 以及对身的留恋 丁灵懒得理他 招了招手 立刻有人上前 把郭泰的头颅割了 这可是证明 剿匪成功的关键性证据 不能丢了 丁灵让人收好 率领队伍 开始驱杀一些白波贼 同时下令 响者不杀 相比于骑兵 绝大部分的白波贼 都是步兵 两条腿的 如何跑得过四条腿的 这命令一下 九成的白波贼 都脱了盔甲 扔了兵器 跪地起降了 当然也有不投降 死命逃跑的 对于这种人 丁灵下令直接杀了 而那些跑得实在是太快 已经看不到人影的 丁灵也只能不理会了 能管控住大局面就行了 获得一级成就勋章 击败纵横宾州 冀州两地的白波军汉匪 诸事 此白波军会在未来聚重十万 联合匈奴产于于夫罗 劫掠中原各地 对中原造成极大的破坏 你成功地阻止了这场浩劫 丁灵略感惊异 竟然获得了一级成就勋章 这可很难得 即便是张河那里得到的 也只是普通勋章 击败白波贼 竟有一级勋章 看来这白波贼 是没有来得及发展起来 丁灵若有所思 他之所以会缤纷四路 就是存了试试看白波贼底细的心思 想看看 这白波贼里面到底有没有徐晃 如今看来并没有 想来 由于玩家的加入 这白波贼的发展路线 已经跟历史截然不同了 如果真的有徐晃这等汉将 我大概率会撤退 徐晃可是顶级一流武将 丁灵如今虽然实力不俗 但也不敢说稳胜徐晃 再加上白波贼人多势重 还怎么打 好在让他感到欣慰的是 他的计划成功了 先单挑试探 势敌已弱 顺便斩杀对方有生力量 再暗渡陈仓 命令几个机灵的老玩家 带着一对人马 潜入古城之中 等到释放信号 在城中放火 击鼓等 搅乱白波贼的人心 再配合左右伏击的兵马 远方迷惑敌人视线的兵马 让对方误以为来了大量人马 心生惶恐 不敢应战 这便是以意待劳 加无中生有之计 最后擎贼擎王 反克为主 自然也是不在话下了 这一次会成功 完全是因为我足够强 白波贼足够混乱 若是不然 再多的计策 也是枉然 若是敌人是曹梦德 丁玲的计策 可能就起不到什么效果 不过丁玲本来就没有打算 往统帅方面发展 他的计划是 独身一人 打通游戏各大关卡未免 只需要让自己 变得越来越猛就行了 搞那么多阴谋诡计干嘛 只要够强 硬扛横推才是王道 获得成就勋章 接连杀败胡财 韩仙 李勒 三位历史知名汉匪 注释 胡财三人武力不凡 你能杀败他们 证明 你已经踏入了一流武将的水准 你的声明 必定会因为这一战 而传遍冀州大地 这是杀败胡财三人后 出现的提示 丁玲琢磨 不出意外 成就勋章 应该跟历史名人有关 只是成焕 张和等人 几乎每人都奉献了一枚勋章 怎么胡财三人才奉献一枚 难不成是因为他们死了 所以勋章少了 具体情况如何 丁玲不得而知 不过他这次来剿匪 就是为了完成任务的 如今任务完成 他也不想多待了 不过他没有忘记真将的求助 下令入城 命人一番搜索 果然是寻到了真将父亲真义 真义显然已经从其他人口中 明误了事情缘由 对丁玲感激不已 获得成就勋章 你得到了真义的高度感激 注释 真义身为冀州首富 见你俊秀挺拔 威武不凡 且于他有救命之恩 已经对你起了别样的心思 若是不出意外 你未来有大概率 会成为他的女婿 丁玲听到提示音 表情一致 眼神有意地瞥了眼真义 真义却毫无所觉 继续对丁玲 说着一些感激的话 并邀请丁玲 前往中山无极老家 丁玲有礼有节地回应着 表示现在还在公务阶段 只能留待以后有空再说 真义表示可惜 但仍然会很期待丁玲的到来 一段时间后 真将被真义派出去的护卫找到 妇女重聚 场面自然温馨 丁玲看得心情复杂 也没有在正堂多待 而是去了府库 这府库是白波贼存放财货的地方 不得不说 钱粮不匹 堪称堆积如山 这得值多少钱 丁玲把账本拿到手上看了起来 发现这里的大多数财货 都是真家的后 他释然 想了想 他拿的小袋子 装了一袋子金子 剩下的 就让人按照账本清点 把真家的还回去 一些百姓的 也如数奉还 至于县衙的府库的损失 这不关他丁玲的事情 他是来剿匪的 没义务替县衙府库追回财货 一个时辰后 真义带着真将 再次来感谢丁玲 多谢丁公子 要不是你 我们这一次 不仅命会丢 财货更是不可能再次寻到 真将一双美眸 四天上仙湖般 泛着阴阴波光 对丁玲感恩 感激至极 他面含羞涩 还款上前 袖手递上一个香囊 翠一声声道 这是我去年亲自织好的一个香囊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平时都带在身边 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运 丁玲本想拒绝 但见真将一脸紧张 期待 羞涩的模样 到嘴边的话 又被咽了回去 默默地接了过来 真将也算是大家闺秀 内秀的绝顶美人了 若是这个三国世界 不是游戏世界 说不定 丁玲还真有可能 娶这样的一个老婆回家 对比一下 前世今生的女朋友们 真将不论是外表 还是气质等 都是顶级的 对之前的女友们 可谓是一种降维打击 丁玲此刻甚至在想 自己见过了如此美人 还得到了她的好感 以后回到了现实 面对动不动就要几十万彩礼 不把百万钱才当回事 甚至于还要求男人 必须会洗衣做饭 做个全能老公的女子 她会看得上吗 丁玲一度怀疑自己以后 还能不能找得到老婆 但很快 她醒悟了过来 自己如今都是开挂的男人了 还怕找不到老婆 只要自己足够优秀 什么女子找不到 跟真将的相处 是非常愉快的 这是一个温柔 善良 多才多艺的少女 丁玲跟真将接触得越久 就不免越是喜欢 要不是她时刻警记 自己必须不断前进 说不定已经沉沦在 美人的美好幻梦之中了 丁玲最终 还是选择了 离开中秋古城 期间 真一名里暗里 也在不断暗示丁玲 说真将非常高兴她 接受了她的香囊 这寓意着她 接受了她的情谊 她非常期待她 能去中山无几 娶她 当然只是暗示 没有说得太过明白 但大家都是聪明人 丁玲听懂了 真一也就点到为止 此刻双方败别 自然是依依不舍 双方说了好一番 动情的话别之语 之后在马匹的 稀绿绿声音中 结束了彼此目光的对视 驾 丁玲策马扬鞭 带领着上百骑兵 往夜城方位而去 另外三百骑兵 早已经压着 数千白波贼俘虏 先行一步离开了 为了镇住这些俘虏 每一位骑兵都背好了弓箭 同时还彻底剥夺了 俘虏们的衣衫 兵器 只给他们留了条裤子遮羞 走了 真一见真将 正正地看着远方 一动不动 心中不由一声叹息 爹 真将是长女 平时就在家里 经常操持一些家务 商业活动等 表面上四个柔弱江南女子 骨子里却是一个坚韧 要强的人 她咬了咬唇 有些不安地问了句 你说丁大哥 他会来找我们吗 这 真一迟疑 爹 你不要骗我 好吧 真一想了想 道 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 丁灵此子 实在是不同凡响 其天文地理书法文化等 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如此也就罢了 他还十分勇武 了得 区区四百人 硬生生杀败了数千白波贼不说 还把为首的几大汉匪 都给刺死 斩首了 如此人物 当属这乱世英雄 他不会被一个女人给拘束的 而且我敢断定 他只要不死 必定会名震释放 其名字 也将注定被刻在史书上 传唱万事 那 那我跟他还有可能吗 这我也不知道 只能看缘分 不过 我看他 对你似乎有好感 以后他若是成家 说不定会第一时间想到你 真将听到这里 不由面露欢言 露齿一笑 只要他能来找我就好 不要觉得真将花痴 花香蝴蝶自来 此刻的丁玲本就极为出众 再加上几次身形 面貌的改变 不论是气质 样貌等 都变得极为出挑了 外貌 气质 武功 学识等 都是上上之选 再加上 又对他有救命之恩 又不贪图他们家的财货 如此品行艰巨的人 真意都动心了 想收览为女婿 真将如何可能不动心呢 就好比男子遇到了极为优秀的女人 怎么可能不侧目 半道上 丁玲追赶上了大部队 眼见得天色已晚 他下令建了个营帐 同时叫来两位士兵 驻守帐篷门口 叮嘱他们 没有得到他的命令 不要随便入帐 一切妥当后 丁玲入帐 躺下 选择回归现实 呼 天旋地转间 感觉似一瞬 又四万年 晕得不行时 丁玲猛地感觉身子一轻 似来到了一处新的地界 他猛地睁眼 没错 是熟悉的玩家广场 他低头看了眼 脚下依然是那个不断回旋的光圈 他扫尸左右 偌大的广场上 到处都是人 密密麻麻的 一眼看去 竟看不到边 人越来越多了呀 有玩家在议论 不过这广场也很神奇 近似会自动扩大似的 会根据人口的多数 来扩大面积 使得这广场 始终维持在一个不算宽敞 但也不算拥挤的范畴 这算什么稀奇事 一个貌美的女玩家突然说道 你们最近难道没有关注排行榜吗 姚云熙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一位个子挺拔的男玩家插话道 你是想说 那位义军突起 进度迅猛的叮铃吗 不错 就是她 姚云熙点了点头 一脸一色地说道 不仅是综合排名榜单上 突然空降到了第一顺位 力量榜单 敏捷榜单 体质榜单 也是一路进度突飞猛进 现在都飙升到了第二位 她说到这 顿了顿 眼中露出一抹震撼 很难想象 这位丁玲 在一天前 竟然还只是一个新任玩家 是啊 短短一天时间左右 竟做到了很多人 一辈子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太逆天了 真想认识一下她 其他玩家也是纷纷说道 如果能从她那儿得到一些 她进度迅猛的秘密 那就赚大了 可不是吗 这位的进步速度 比当初的内测玩家第一人孔天花 还要来的狂猛 听说孔天花都特别想见见这位丁玲 想看看 这丁玲到底是凭什么在短短一天时间里 接连空降各大榜单 你们只是 注意到前面四个榜单 没有注意到技能榜单吗 姚芸汐微微一笑 那技能榜单上前十名 丁玲一个人 就占据了四个席位 你们不觉得这很离谱吗 排名第一的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第二的 水火球龙棍法 第三的 沙场刀绝 第十的 高阶伏法 她一人独占据前三席位 的确是匪夷所思 而且还是今天突然降临榜单的 这意味着什么 一些玩家表现得很激动 这说明 丁玲可能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 学会了这四种真功夫 哗 所有听到这话的玩家 都哗然不已 一个个都难以置信 这根本不可能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存在这种人 但现实现在就摆在眼前啊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就是榜单出现序列错误了 可能出现 包德 丁玲听了会 就没有再听了 现在她的热度太炸裂了 她觉得自己回去后 有必要退租 然后重新 找个房子住 要不然 真有可能被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找到 毕竟见过她真面貌的玩家 有不少 其中保不准 就有一些画画很厉害的人 若是这人把她的帽像 给画出来了 挂在网络上 她不是很快就火遍 世界各地了 到时候 她肯定会被当作 稀奇物种给包围住 在三国世界里 连张和 潘凤这样的古人 都按捺不住心中的 探索欲望 对她各种检查 现实世界里 肯定会有好奇心更重 探索欲望更强的人 为了避免这类麻烦 丁凤必须提前做预防 幸亏回来的还算早 若是再晚个一两天 说不定出租屋 都会被一些人给端了 丁凤心中 生起一股紧迫感 她可不想被抓去 做小白鼠 这个世界上 可不缺少强人 若是强人绑架她 硬是要研究她 她能怎么办 她打得过还好说 打不过难不成等死 不能坐以待毙 更不能坐等危险降临 必须提前把危险 给扼杀在摇篮里 丁凤是真正死过一次的人 心性相对来说 比之常人要稳健不少 加上在三国世界 杀戮不少 她现在不仅变得 越来越稳重 身上还隐隐多了 层铁血霸气 还是先看看 到底怎么把实力 带回现实世界 丁凤打开人物面板 人物 丁凤 年龄 二十三岁 种族 人 阵营 冀州韩妇 职业 军司马 等级 一 实力 根古一 普通人为一点 智慧二 力量6.3加0.2加0.3加0.5加2.4等于9.7 敏捷6.8加0.1加0.2加0.3加1.6 9 体质6.1加0.1加0.2加0.3加2.4 9.1 防御2 魅力2 武器 一副将凯 一把八十斤重的方天化戟 六十斤的利斧 精品长刀一把 数把短枪 技能 低等装弓 十级 马装弓 十级 初阶刀法 十级 高阶刀法 十级 杀场刀绝 十级 初 中 高阶枪法 十级 水火囚龙棍法 十级 初 中 高阶斧法 十级 三十六路 三十六路天纲 天纲 十级 十级 真九 十级 游泳 十级 健身 十级 初级心理学 十级 成就勋章 普通八枚 一级两枚 荣耀勋章 灵媒 咦 丁灵注意到了跟游戏世界里不同的点 就是这玩家广场竟然多了成就勋章 荣耀勋章列表 成就勋章 丁灵得了不少 这荣耀勋章又是什么 丁灵点开成就勋章旁册的说明书 伴上 丁灵恍然 消耗成就勋章 就可以把武功带回现实 成就勋章越多 带回去的实力就会越多 不仅如此 成就勋章还可以用来打通下个维度 以及兑换储物空间 荣耀勋章的用途则更大 不仅可以兑换刀运世界 还可以兑换增强根骨的宝物等 丁灵越看越震动 存到 而且 看着解说列表 荣耀勋章 成就勋章 似乎作用还不止如此 只是我目前处在最为低等的三国卫免 没有资格解锁其他用途 丁灵双目 犯过一抹异色 不过这游戏世界 如果真的如介绍所说的这么厉害的话 那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创造这游戏的人 必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天大能 就是不知道 这大能是在暗处观察着这个游戏 还是说他创造了这个游戏 就没有再管了 具体情况事实如何 丁灵如今这个阶段修为的人 是不可能能探查明白的 他只是暗暗警醒自己 必须不断提升自我 千万不能飘 毕竟天知道 这暗处到底有没有绝世高手 在盯着云云众生 图书馆的事情 绝对不能暴露 丁灵微微闭目 就能看到石海中 坐落的一座图书馆 他不知道 大能能不能看穿他的石海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全力以赴变强再说 只要变得足够强 一切都将不足为律 我现在忧心忡忡 说到底 还是太弱小的缘故 丁灵拧酌半晌 定了定神 转而看向了人物面板 当今实力 需要消耗七枚普通成就勋章 兑换到现实 是否兑换 竟然需要七枚 丁灵细细看了会说明书 明误 自己进入游戏后 力量 敏捷 体质方面 都增加了不下七点 有的甚至超过了一些 而这游戏规则是 力量 敏捷 体质 各增加一点 兑换所需 就是一枚成就勋章 亦或者 力量增加了三点 也是如此一个道理 而如果兑换 达到了五枚成就勋章以上 那游戏规则 就是会自动省略一些 小数点后的数字 这也是丁灵 需要耗费七枚的根由 成就勋章用处这么大 不出意外的话 玩家们应该都会 努力去刷成就 刷历史人物好感度 不过刷好感度 更耗费时间 似我这般刷赞美 认可 惊叹度 貌似更容易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刷好感度容易 但对丁灵 这种开挂的来说 他需要刷的是 认可 赞美 惊异等 看来以后 有必要堂而皇之地装逼了 丁灵醒悟 也不再犹豫 选择了兑换 兑换成功 是否选择返回现实事件 是 空 脚下光圈流转 带着丁灵窜空飞盾而去 眨眼的功夫 他便隐没在了天穷顶上 下一瞬 呼 丁灵猛地睁眼 环视左右 剑果然回到了出租屋内 不由得大口地吸了几口气 刚刚的飞盾太快 让他都差点窒息了 这游戏真的太逼真了 丁灵喃喃自语了声 伸了伸手 握了握拳 不是说武功 力量能带回现实世界吗 怎么感觉变化不大 但下一秒 一股源源不断的力量感 猛地自四肢百骸之中涌了出来 丁灵身子一颤 整个人都差点飘飞了起来 这敏捷 体质 力量 跟游戏里的体验感 一模一样 丁灵瞠目 他舞动拳脚 以手臂做枪 高阶枪法施展开来 凌空可点出星芒五下 以腿做棍 尽可施展出水火球龙棍法 一条腿 踢动虚空 浑丝一胆铁棍 再横扫千军 以掌做刀 杀场刀绝 劈得虚空铁血 煞气横生 非常不错 丁灵惊喜 果然 游戏里的武功 真的能带回现实世界 这也太神奇了 丁灵嘖嘖称赞 不过继而想到图书馆的逆天 他释然了 一切不合理 或许都只是因为 自己如今太弱小了 就好似蚂蚁 他决然理解不了 一座通天的大山 怎么可能会突然倒塌 而他们眼中的通天之山 可能只是一棵树 而人类砍伐树木 他们一定意义上是 感知不到的 就好比人类 也理解不了 第四维度的神一般 嗯 丁灵突然感觉 腹中饥饿无比 这种感觉在 游戏世界里也有过 他没有多做耽搁 立刻去把早前准备好的食物 拿了出来 这些食物 有大量的面包 方便面 牛肉干等 丁灵把整整三十箱存货吃完 仍然没有吃饱 直到他把冰箱里的东西 拿出来炒了吃了 这才稍感满足 丁灵惊饿 摸了摸肚子 存到 我怎么能吃这么多 而且吃了肚子 竟然不见变大 难不成是吃的食物能量 都用来补充消耗了 他之前的实力 飞速跋升 以至于身高 体型都似乎有了变化 他量了一下 果然比之前长高了不少 体格貌似 也变得更坚硕了 真诚肌肉猛男了 丁灵照镜子 自我欣赏了一番 发现自己的颜值 气质 都提升了一大截 不由暗暗点头 这样发展下去 成为一个俊俏的美男子 怕不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从这里离开吧 唯一值钱的 就是游戏头盔 至于吃得 刚刚都吃完了 也就两袋大米还没有煮 他当下开始收拾 把衣服裤子等打包装箱 戴好帽子 口罩等 直接去找房东解约了 房东是个大美女 倒是很好说话 只是差异于 丁灵为什么突然要走 毕竟丁灵在这里住了 好几年了 他们可以说是老熟人了 不免多问了几句 丁灵奇怪 你不玩神话游戏的吗 这跟你离开这有关吗 房东把押金退给丁灵 抬头看了眼丁灵 不解道 你知道我的 我不玩游戏 我觉得 你应该玩一玩 丁灵对房东也挺有好感 甚至于丁灵穿越过来前 前身还追求过房东 只是被拒绝了罢了 丁灵接受了前身的一切记忆 是以 即便对房东有好感 他也没有在追求 差距太大 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 要论房东多有钱 看他在几个大都市里的 十几栋楼就知道了 这资产 何止几十亿 妥妥的大富婆一个 但奇怪的是 这富婆唯一爱好就是收租 除此外 就是看小说 听歌 健身 或者去公园里 听大妈大爷砍大山 一点都不像一个二十几岁 风华正茂的女子 倒像是个退休大妈 是吗 美女房东点了点头 连你丁灵都这么说 看来真的有必要玩一玩了 你别这么看我呀 美女房东瞥了眼丁灵 笑道 你以前也从来不玩游戏的不是吗 这突然玩 而且建议我玩 想来这游戏一定有着非凡特殊之处 尤其是 她拿出丁灵以前的视频 照片对比了下 点了点头 我现在更确定了 这游戏值得一玩 她似乎颇为兴奋 听说玩游戏能二次发育 我还不信 但现在看到你这模样 我信了 美女房东一脸憧憬 我也有些迫不及待了 丁灵无言以对 房东竟然只是因为 能再次发育 要去游戏 不过看到她的飞机场 丁灵释然 这房东美则美 但论身材 真的可以跟丁灵做兄弟了 看什么看 美女房东微微侧身 羞怒 瞪眼 你等着 过些天 我就让你见识到一个崭新的欧阳灵灵 或许是两个人的名字 都带着灵灵 欧阳灵灵对丁灵虽然拒绝了 但跟她的关系颇为要好 就似朋友一般 你这一走 啥时候能再见啊 山高水长 有缘字会有再见的一天 两人笑谈了一会儿 欧阳灵灵对丁灵发出邀请 我全国各地都有房源 你去哪 我都能把房子租给你 我可以继续做你房东 你觉得怎么样 丁灵觉得不怎么样 虽然欧阳灵灵可信 但丁灵在这个时候 不会随意地把自己的个人安危 寄托在一个外人身上 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自保前 丁灵是不会让人发现 并找到她的 她离开了居住地 当天就带着行李 去黑车市场 租了辆黑车 往隔壁城市的郊区地界而去 一路奔波 抵达目的地后 黑车师傅见四下无人 又瞅丁灵没清目秀的 还想讹丁灵一把 被丁灵一顿收拾 钱都没要 连滚带爬跑了 丁灵又省了笔钱 她摸了摸脸 她都戴口罩了 看起来还是很好欺负 这黑车师傅 什么眼神啊 这里是农村 总不至于被人找到吧 她事先在隐秘处 用公用电话联系了房东 房东说 下午四点回到 丁灵看了下手表 三点半了 她在约定的地点 也就是村子口等候 半小时后 一个男人准时赶到 她看了眼丁灵 见丁灵帽子口罩 都戴得严严实实 心中还奇怪 不过她 常年不在这乡下住 能把这房子出租出去 捞笔钱也是极好的 她也懒得多想 跟丁灵合同都没签 丁灵也是 看中这点 才会把房子租到这里 男人带丁灵看了房 拿了钱后就走了 丁灵扫试了眼房子 很脏 常年不住的地方 就是这样 不过家店床铺等都有 省得她置办 租房子 她一般都租这种 待家店的 要不然去买很麻烦 村子位居山脚下 并不大 只有几十户人家 而且绝大多数 都是空置房 年轻人都去城里了 留下来的 也只有老人 以及一些留守儿童 儿童的年纪也不大 普遍五六岁左右 玩泥巴的年纪 建村里心癌了个人 还特别好奇 不时对着丁灵偷偷观察 还时不时指指点点 发出银灵般的悦耳笑声 丁灵对此也不介意 她也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 知道孩子最是童真 她把房子打扫了一遍后 出门主动去跟村子里的老人 聊了会天 明误了这里的种种境况后 就在一个老人的热心带领下 去山里的温泉处看了看 还顺便清洗了下水井等地 以后做饭烧水 还必须指望着井水 忙里忙外 足有数个时辰 丁灵这才在孩子们的嬉闹声中 进了房间 紧闭房门 拿出游戏头盔 准备进入游戏 让她颇感欣慰的地方在于 这游戏头盔 不论在哪里都能用 有没有网络都没有关系 想到网络 丁灵一个翻身 又爬了起来 她开始打开手机 连上了隔壁邻居张大爷家里的 WiFi 开始上网 她为了不让人找到 早就把电话卡等拔了 手机也重新买了到二手的 可以说准备得很齐全了 这次上网 丁灵是准备学习一些新的知识的 她查找射箭等课程 一会儿后 基础射箭满级 投射技巧满级 速射技巧满级 连射技巧满级 种种剑术在脑子里翻涌 本来不懂射箭的丁灵 这一刻瞬间成了剑术大师 她有一种很清楚的感觉 凭借现在的力量 若是配合一把好弓 她可以轻易射杀一位二流武将 很好 丁灵很满意 现实世界的射箭技能 就如此了得了 她不敢想象 三国世界黄中等人的射箭技能 若是被她给修炼到满级 那会是怎样的情况 继续 丁灵再次上网 查找其他知识点 就是因为 之前在三国世界的一次次行动 让她意识到了 现实世界的技能 其实也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效用 她这一次 才会主动开始 尽可能地 把能学到的都学过来 一段时间后 锻造防御兵器技能满级 锻造攻击兵器技能满级 木牛流马制作技能满级 丁灵在网络的知识海洋里 看了太多的知识点了 而且 因为这些知识点 属于基础技能 看过一遍 图书馆就会立刻 自动凝聚出来一本书 使得丁灵关于这方面的技能 瞬间满级 这使得丁灵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 锻造大师 木匠大师 助匠大师 灭匠大师 农业大师 种植大师 培养农作物大师 又多了足足几十种有用的技能 看得知识点凝聚而出的书籍 足足有几百本 都堆叠在其中一个书架上 很好 丁灵暗暗点头 很是满意 或许是因为 现代更注重核弹等先进武器的制造 所以 这方面的锻造技能 网络上 书店里 是找不到的 但古代的技能 以及现代的一些基础技能 网络书店里 却是毫不避讳的 基本都能翻找到 当然 一些真正的足以传释的顶级技能网络上 也是找不到的 例如 丁灵一直想学习的行艺拳 永春拳等真正的拳法 网络上根本没有 行了 现在可以进入游戏世界了 丁灵戴上游戏头盔 选择进入游戏世界 随着天旋地转的熟悉感传来 下一瞬 他已经再次来到了玩家广场上 一眼看去 人山人海 各种议论声如机勇的洪流般 涌入了耳内 丁灵摇了摇头 没有细听 细看 而是打开人物面板 果然 这一次的人物面板又不同了 技能列表上多出了 基础剑术 十级 基础锻造术 十级 基础木工 十级 基础铸造 十级 基础种植 十级 基础培植 十级 基础冶炼 十级 足足几十种 丁灵琢磨 看来现实世界里的很多大师来到 那游戏世界里 也只能算是精通基础技能罢了 不过能通过现实 免费获得这么多的技能 也很不错了 丁灵很满足 在游戏世界里 想获得这么多技能 可不容易 需要去找真正的高人学艺才行 而且即便找到了 高人也不一定会教导 就似玩家一般 有的运气好跟赵云同门 或许能有缘 学会一些不错的武功 但若是分配到塞外苦寒之地 那不要说学武了 能不能安逸地活着 都是一个大问题 事已被分配到冀州的丁灵 目前来看 处境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为主要的是他遇到了 成焕这个愿意为他牵线的人 想到成焕 丁灵已经决议 未来一定要改变他的命运 让他免遭恶难 丁灵继续看人物面板 翻到 丁灵再次发现了不同的地方 有鉴于玩家丁灵的表现极为卓越 特为玩家丁灵 开启荣耀之路 注释一 荣耀之路 是获得荣耀勋章的唯一途径 注释二 荣耀之路有两条 第一条 战神之路 第二条 皇者之路 玩家丁灵可二选一 丁灵细细看完 双目微亮 想不到荣耀勋章 竟然是通过荣耀之路获得的 我之前还奇怪 怎么获得这荣耀勋章 现在算是明白了 想要开启荣耀之路的基础条件 必须实力综合水准 达到一流武将 丁灵满足了条件 所以再次上线时 就可以开启这条路了 选择哪条路 丁灵几乎没有多想 直接选择了第一条 他可以开挂 成为战神最适合他 而皇者之路一看 就是争霸天下的 他不喜欢玩阴谋诡计 他更喜欢硬扛 横推过去 确定选择战神之路 确定 选择成功 玩家丁灵现已开启了战神之路 战神之路规则如下 一 你必须击败未免强者二十人以上 击败得越多 荣耀加成越多 二 你必须击败未免最强者 证明 你才是名副其实的战神 三 你必须让你战神之名 响彻整个未免世界 四 灵灵总总规则十几条 主要还是前三条 丁灵琢磨 击败强者二十人倒是不难 回去后找张和 高揽他们切磋一下 说不定就完成了两点进度了 就是战神之名 响彻世界 貌似有点难度啊 要怎么做 才能响彻世界 丁灵脑子里 一道闪电划过 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投靠一方势力 让对方帮忙宣传貌似是最快最省时间的办法 丁灵没有想过去争霸 因为这太耗费时间了 而游戏世界 跟现实世界的时间比例 可是一比一 等他争霸一统三国 这得过去多少年 就算他再能打 比十个童元还要厉害 他横推三国 最起码也要好几年吧 这对于丁灵来说 太耗识了 他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打通三国 然后去往其他未免世界 学习更强 更好的武功 技能 如果真的能通关到西游世界 那到了那时候 不要说三国皇帝了 就算是整个世界 怕是都挡不住我的一巴掌 丁灵憧憬未来 但很快 他清醒了过来 把这种异样情绪压下 选择了开始游戏 空 脚下光圈流转 带着他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你有没有觉得 刚刚我旁边这人 特别像丁灵 有个女孩一直在盯着丁灵看 眼瞅着丁灵消失了 她猛地一拍手 大叫道 没错 就是丁灵 跟网络上公布的画像 一模一样啊 她很是兴奋 想不到刚刚丁灵 就站在我的旁边 她本人比网络上流传的画像 还要来得好看啊 也不知道 她有没有女朋友 唉 失策 失策 刚刚不记得叫住她问问看了 我也觉得 她很像丁灵来着 女孩同伴也颇为惊异 想不到丁灵 竟然也会在这个时候 上来玩游戏 我现在最好奇的 还是她的身份 女孩叽叽喳喳的 根据网络上流传的信息来看 丁灵在冀州阵营的表现 可以说是一期绝尘 碾压所有玩家 不管是棋术 刀术 枪术 还是地理认知 杀伐之术等 貌似都修炼到了一个 极为高深的水准 很多冀州阵营的玩家 都表示亲眼所见 叹为观止 是啊 一个新人玩家 在棋术 地理认知等方面 都表现得这么优秀 而且在冀州阵营 又没有开设这样的课程 用脚趾头推力也能知道 丁灵必定在现实中 就懂得这些技能 不少玩家都加入了讨论阵列 能学会这些技能的丁灵 怎么可能是个普通人 必定是个高富帅 而且还是高富帅中 高段位的那种 则则 这种金字塔顶尖的人物 也来了游戏世界 真想跟他做朋友 这样 不论游戏世界 还是现实世界 我都可以抱大腿躺平了 很多玩家 都是越说越热恋 对丁灵或羡慕 极度 或崇拜 赞叹 或鄙夷 不羡 人是百态 不易而足 但无一例外 都是发自内心的 极度丁灵的家世 在他们看来 丁灵会在新玩家起步阶段 就表现如此逆天 肯定跟他显赫无敌的家世有关 当然 绝大多数女孩 除了极度之外 更多的还是期待 能跟丁灵 这样的高富帅认识 结交 嫁给年少 多金 有本领 有学识 有勇武 有家世的高富帅 是多少女人的梦想 毫无疑问 丁灵就符合这些女子的梦想 最起码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是这么想的 丁灵也是决然无法想到 他已经被佐证 成为了一个顶级高富帅 如果知晓 也只会说 三人成虎 流言可畏 继而一笑置之 游戏事件 丁灵醒来 招来门外驻守的士兵 问了情况后 这才知道 因为在这里耽搁的时间比较长 一些白波贼 趁着夜色逃跑的有不少 将军 现在是否启程赶落 启程 丁灵点了点头 对于那部分逃跑的白波贼 他也管不了了 不过现在他回来了 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当即叫来一些将官开会 严明采取连坐方式 若是白波贼一人逃跑 就一队处斩 一队逃跑 就一个臀都给砍了 这方法很奏效 再斩了不下几百人的头颅后 见丁灵来真的 白波贼人人自危 有些人想过反抗 但看到端坐在马背上的丁灵 就忍不住心里发怵 丧失了勇气 一些隐匿在白波贼之中的玩家见词 更是偷偷下线走人了 一个个心里都在暗骂 这丁灵真是一个屠夫 杀人不眨眼啊 是个狠人 看来以后在战场上遇到他 得绕道走 对于这些玩家 丁灵也没有理会 因为他不可能在原地等着玩家上线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也没那个心思跟玩家做斗争 他已经开启了荣耀之路 他现在需要为了自己的荣耀 去做一个战神了 十几个时辰后 丁灵几乎是以驱赶白波贼奔跑的方式 赶到夜城的 一路上累死 倒闭的白波贼不计其数 真正活着到夜城的 也是累地趴在了夜城的城门口不远处 四百骑兵 一个个看丁灵的眼神都变了 尤其是其中的几个玩家 更是在想 丁灵此人对于敌人 毫无怜悯之心 铁石心肠尽致于此 真是天生的将军 这种人就适合这种三国战场 毕竟沙场无儿戏 太过圣母的结果 可能就是被敌人给吞得骨头扎都不胜 玩家们经历过现代社会的各种洗礼 对于圣母 几乎是零容忍 是以 丁灵对白波贼的态度 虽然让他们极度不适 但还是发自内心的认可 并赞赏这一举措 他们也明白 饶过白波贼 那后果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无辜平民百姓的死亡 就四不久前的中秋古城 多少家庭毁于一旦 丁将军回来了 欢迎君司马凯旋归来 潘凤率领着张和 高揽 陈焕等人亲自出城迎接丁灵 确实他早就先一步得到了丁灵大胜的消息 原何如此 却是因为叶城的斥后 早就跟丁灵的兵马接触过了 了解了一切后 就快马加鞭回叶城 把这消息告知潘凤 潘凤听了后 狂喜 当众怒赞了丁灵一番 张和 高揽等人也是附和声不断 并言说且肯定了潘凤的英明 潘凤听了 愈发神情大悦 大敢丁灵给自己长脸 觉得自己虽然冒了风险 但获得的回报必定会更为丰厚 正是因为如此 潘凤才会当机立断 亲自率众来迎接丁灵 为丁灵喝彩 见过潘将军 张将军 高将军 丁灵潇洒地跃下马背 把方天画戟悬挂在剑马一侧 大步走到潘凤等人面前 对他们一一见礼 潘凤 张和一行人 见丁灵大胜之后 竟也是不卑不亢 不惊不喜 不由地心中暗赞 此子星星越来越稳重了 未来必成大器 获得成就勋章 你赢得了冀州兵营 所有将军的认可 朱氏 你的大胜消息 在潘凤 张和 高兰 成唤的刻意渲染 宣传下 已经传遍冀州兵营 所有将军都知道了你的事迹 并对你感到好奇 想要进一步了解你 提示音事实想起 丁灵微微一致 继而很是坦然地 继续跟潘凤等人攀谈 潘凤显然对丁灵很是满意 众目睽睽之下 对丁灵激赏不已 据我所知 白波贼的郭泰 胡才 韩仙一伙人 纵横宾州等地 所过之处 如野火燎原 几乎寸草不生 是十足时的一群恶棍 偏偏很多将官都拿他们没有办法 丁灵能一诈拜他们 是真的了不起 他做这个军司马 完全是屈才了 我会稍后向冀州目推荐丁灵 让他去常山郡 做个镇守一方的武将 此言一出 全军哗然 除了张和等寥寥数人 在场所有人都觉得 攀奉这个决定 实在是太过了 毕竟丁灵在两三天前 还只是一介士兵 这才几天 又要升官 未免离谱 不少人表示反对 其中有以居翼一方的反对声浪最大 居翼 也就是居翼 面貌刚毅 体格魁梧 以能征善战而闻名十方 未来的借桥之战 他以八百兵 打破公孙赞的两万步兵 一万骑兵 一战而名震天下 但因为自是功高而骄纵 被袁绍所杀 对于这样的猛人 丁灵一开始是不认识的 后来还是跟成焕 张和他们熟了 张和他们主动介绍了一些冀州的将官给他 丁灵这才认识居翼 此刻见居翼竟如此激烈地反对自己 他不由恶然 有些不明所以 但稍稍细想 也就释然了 自己升官 的确升得有点快 被居翼嫉妒 忌惮再是正常不过了 居翼 攀凤醋眉 不爽地看向居翼 道 你觉得你比丁灵更厉害 这要打过才知道 居翼昂首出裂 一手弓弩 一手长矛 直视丁灵 若是以前我要跟你打 别人都会说我以大欺小 仗势压人 但现在 你我地位相当 名声相当 我想 如果我要跟你切磋一下 你总不至于拒绝我吧 不敢 丁灵有理有结 气度自嫌 居翼将军 若是想跟我切磋切磋 我求之不得 这是心里话 战神之路 必须击败二十名以上的 未免强者 居翼大概率具备 未免强者的资格 两人说开后 攀凤也不好阻止 只是说 城门口不是比武切磋的地方 需要到竞技场去 居翼 丁灵 没有反对 当下一行人 往竞技场而去 至于白波贼 则被分配去做苦力 而郭泰等人的首级 已经被送往了 冀州穆涵府的府邸处 这是证明 丁灵功勋的政务 不可有失 自然被攀凤 第一时间安排 送往韩府处了 一段时间后 竞技场 闻讯而来的玩家 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你们说 这次谁会赢 玩家们很兴奋 激动 就似吃瓜群众 看到明星们撕翻一般 肯定是居翼啊 这还用说吗 我也觉得是居翼 居翼可是先登死士的统帅 家传先登秘法 猛得一塌糊涂 是真正的一流猛将 丁灵再厉害 如何可能是他的对手 也不一定吧 丁灵如今 不是已经位列 综合排名榜第一 力量排行榜第二吗 而且他还会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沙场刀绝 水火球龙棍伐等武功 说不定能击败居翼 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 丁灵可是新人玩家 再猛 怎可能猛得 过名传后世的居翼 玩家们分成了两大阵营 大部分觉得 居翼必胜 小部分觉得 丁灵也有概率获胜 毕竟丁灵大概率 就是现实世界的 影视家族里的 超级高富帅 这样的人杰 对峙居翼 说不定有逆风翻盘的可能呢 极少数认定 丁灵会获胜 这极少数 是见过丁灵在中秋古城外 显微能的一些玩家 丁灵杀郭泰等剑将 举重若轻 游刃有余 跟玩似的 把这些玩家 可是挣得不轻 此刻他们也来围观 自然是选择战队丁灵 现场争论不断 有人甚至借机开盘 拿银子做赌注 赌谁能赢 居翼迫不及待地 拿着兵器上了竞技场 看得出来 他是个雷厉风行 且好胜心极强的人 他也觉得自己必胜无疑 虽然冀州兵营 现在已经把丁灵的天赋 传得神乎其神 但居翼并不信 他觉得丁灵大概率是个骗子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存在那种 别人讲一两遍 就把武功学会的人 真当他居翼傻 至于张和 高懒 成焕 为什么心甘情愿 替丁灵洗白 居翼只当他们是 沆系一气 狼狈为女干 今天 我居翼就要 把这种不正之风 给彻底击碎 居翼的野心很大 他可不甘心 只是做一个校尉 他要爬得更高 而击败丁灵 让潘凤威望下降 只是第一步 丁灵怎么还没有来 居翼双目炯炯 看向前方 该不会是怕了吧 丁灵自然是不怕的 他没有第一时间 去往竞技场中心 而是寻到了潘凤 问他要龙行虎庄宫的 秘诀要素 潘凤恶然不已 难以理解 都这份上了 你还有心思 学习龙行虎庄宫 这不是临时抱佛脚吗 但他很快就想到了 丁灵的逆天资质 释然道 也是 对别人来说 临时魔刀用处不大 你不同 他深深地看了眼丁灵 不再废话 直接开讲 龙行虎庄宫的秘诀奥义 并做出了动作示范 点名了要领 丁灵只是看了一遍 便微 闭目 图书馆的一个书架上 迅速凝聚出来了一本书 龙行虎庄宫 刹那后 龙行虎庄宫满级 力量加零点八 敏捷加零点八 体质加零点八 咔嚓 丁灵的身子骨 又拔高了一小节 这一次 他似乎打破了某个智骨瓶颈 身上的猛将气息 愈发浓烈了 站在那 就给人一种 力拔山西气概式的豪迈感 你 潘凤瞠目 不错 丁灵笑道 多谢将军传法 我已经学会了龙行虎庄宫 相比于马庄宫的力量敏捷体质 加零点四 龙行虎庄宫 加了零点八 无愧其名字 三项增加后 如今 丁灵的三项赫然是 力量 九点七加零点八 十点五 敏捷九加零点八 九点八 体质九点一加零点八 九点九 力量打破了十 丁灵赫然感觉自己 似蜕变了一般 来到了一片新的天地 五感极为敏锐 较致以往提升了 足有一个档次不说 筋骨各方面的稳健性 坚韧性等 都拔高了足有一倍 看似只增加了零点八点 但身体素质 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似从繁化仙 蝉永化蝶一般 整个人都似迎来了新生 这是超一流 还是一流顶尖猛将 丁灵握拳 感觉到一股澎湃的力量 在手臂上流淌 真的假的 攀凤九成性了 是因为丁灵之前的表现 一成将性将疑 是因为这龙行虎庄宫 他自己就学习了好久 修炼是以年来计算的 可以这么说 除了神而明知的呼吸法 以及自然通透的 三十六路天罡腹法等的学习 毫无阻碍 在其他方面的学习 攀凤跟普通的天才 没有多大差别 正是因为自己学习了好久 攀凤才不信 丁灵能看一遍就学会 丁灵也不废话 直接掩饰 呼 一口气吐出 丁灵微微一跃 浑似猛虎落地 一股滔天煞气 自身躯之中爆散开来 攀凤首当其冲 忍不住倒吸了口气 这 这的确是龙行虎庄宫中的 虎庄宫达到了极限圆满 才会有的状态 竟真的修成了 那龙行宫呢 丁灵身躯微微一旋 变换游心 自然随意 刹那后 就切换到了龙行宫的模式 整个人看似俯卧在地 身躯微微倾斜 但上半身却凌空而旋 双足稳稳扎地 浑似一条飞舞在九天之上的神龙 似随时都会隐去一般 给人一种真龙将士的强大冲击感 死 攀凤眼角抽搐 忍不住惊叹道 这是龙行宫圆满才会有的体现 你真的修成了 他有些怀疑 丁灵 你确定你以前没有学过龙行虎庄宫 是的 攀凤无言 凯叹 不愧是顶级奇才 我不如你 获得成就勋章 你让攀凤心生修残 就是 因为你的逆天表现 攀凤为之前的狂傲 自负 深感羞愧 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 自己或许并不是一个天才 在真正的天才面前 他攀凤只是一个庸才罢了 而你就是 他眼中的真正奇才 又是一个成就勋章 丁灵诧异 要知道 他以前可是在攀凤这里 刷过一个一级成就勋章的 怎么现在还能再刷一个成就勋章 丁灵先是不解 继而猜测 难不成能刷一级成就勋章的 能再刷一次普通的勋章 实情如何 丁灵不得而知 他或许要回到玩家广场 去看说明书才能了解到 不过这事是好事 丁灵没有多想 而是对攀凤说道 将军过谦了 你的天赋冠绝济周 世人称颂 你为无双神将 我对比你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你很好 攀凤侧目 伸出大手 拍了拍丁灵的肩膀 很是佩服地说道 如此天才 却不经不乏 不焦不躁 实在是难得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可没有你这么稳重 他微微一笑 伸手示意丁灵 不用安慰他了 我什么人我很清楚 对比一下原来 现在的我 杀气血气 已经没有那么剩了 他看着丁灵 你这样的年轻人 才是未来啊 对了 他跟丁灵直言 我准备让你去 常山郡做武将 是想让你顺便 送份拜帖给童渊 童渊你知道吗 大名鼎鼎的蓬莱枪身 丁灵点了点头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 哪个会不知道童渊呢 三国赵子龙 张秀 张仁 三位猛人的师父啊 你知道就好 我就不多说了 潘凤神秘一笑 等你胜了居意 见过了主公 真的成了常山郡的武将时 我会给你一个惊喜 哦 能让潘凤称之为惊喜 丁灵很期待 丁灵 也就在这时候 张和冲了进来 对丁灵说道 你确定要去占居意 不错 丁灵点头 现在外面沸沸扬扬的 很多人都认定了 你赢不了居意 便是居意也认为 你是怕了 才迟迟不敢去占他 笑话 潘凤审笑 丁灵会怕他居意 他笃定 丁灵此战必胜 见识过了丁灵的天赋 以及刚刚爆发 而出的气势 潘凤知道 丁灵必定打破了某个瓶颈 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时候 正是丁灵锐气正胜的时候 怎么可能失败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张和点了点头 话锋一转 有些担忧地说道 可若是丁灵战败 那后果可是非常严重 不仅丁灵前途受损 名望大将 便是将军你的声誉 也会受损了 我相信丁灵 潘凤看了眼丁灵 丁灵 我支持你 多谢两位将军的爱护 丁灵行了一礼 继而手持方天画戟 昂首阔步走了出去 能在冀州碰到成焕 张和 潘凤 高懒这样爱财的人 实属难得 而能碰到 拘役这种狂傲不羁 嫉妒他的人 也实属正常 丁灵心态摆得很正 对于自己人 他不会挑事 但也绝对不会怕事 很快 丁灵来到了竞技场 他辅忆出现 现场为之轰动 尖叫声 大吼声 声声不绝 响彻云霄 其中有以吃瓜群众玩家为主体 叫的声音最大 引得众多NPC也被现场气氛感染 跟着大吼大叫起来 丁灵 我爱你 丁灵 我要给你生猴子 其中偶尔夹杂的一些女生 极为突兀地 钻入了丁灵的耳内 丁灵微微一致 侧目看去 剑果然是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在对着他呐喊 剑丁灵看来 两个女人一副晕倒的样子 心里却是狂喜 丁灵看我了 他看我了 他一定是喜欢我了 天哪天啊 我被顶级高富帅看上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待会要不要洗干净点 亲自送到他房间里去 还是矜持点 等待他上门 一些女子自从得知了 丁灵是影视家族顶级高富帅后 就想尽办法地 想把丁灵这个铠子给吊起来 很明显 这两女就是其中之一 她们甚至为此 不惜耗费重金 贿赂门将 这才得以混入这竞技场 丁灵却不知道其中缘由 有些莫名其妙 心想 我什么时候魅力这么大了 不至于吧 他看了眼人物面板 魅力值还是两点 没变啊 他一头雾水 但也没时间再多想了 因为居易已经在审视 甚至蔑视他了 答答 丁灵急步走到竞技场的中心点 直面居易 居易大笑道 我还以为你认怂不敢来了 他双目炯炯地盯着丁灵 我给你一个投降认输的机会 要不然 待会真的打起来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是吗 丁灵不以为奇 微微一笑 以实际行动回复 吭腔 手中方天话己一抖 锐利之气 席卷四方 我很想见识一下 居将军你的武功 希望你不要后悔 居易双目 泛过一抹灵力之色 他深深地看了眼丁灵 猛地一个蹬地 手中长矛舞动 朝着丁灵刺了过去 家传仙灯秘法 在体内鼓荡 一呼一息之间 一股神秘力量在体内流转 继而灌入右臂 使得右臂似有擎天之力 他一声吼 长矛凭空刺出了风围之声 一根长矛 硬生生被他舞动 而出了一条足以吞天的龙马 场下的人看得大惊失色 丁灵也是微微一领 鼓起全身力道 沙场刀绝催动 手中的方天化脊 朝着居易方位刺去 轰 一股惨烈的沙场战气 化作刀刀旋风 冲向居易 一毛一挤 腹一接触 就似流星状地球 直接进入了白热化 枪枪枪 长矛 大脊不时碰撞 发出的金铁交割之声 震耳欲聋 不少人被震的耳膜颤动 他们震害 一个个瞪圆了眼睛 看向场中 哄 眨眼交击十个回合 居易越杀越是勇猛 猛的左手一晃 一只弩剑 朝着丁灵的头颅方位 暴射而去 丁灵一灵 高敏之力发动 龙形虎装弓显威 整个人身子微微一斜 魂似真龙伏地 避开这一剑 接而头也不回地 发动水火囚龙棍法 朝着居易 就是一击横扫千军 哄 这一激励大事成 集合了水火囚龙棍法的 全部精髓 一棍横击 扫荡的虚空都在站立 发出了呜呜的哀鸣声响 什么 居易震惊 他不敢相信 丁灵竟然会突然变化招法 一个不防 根本拦制不住 只能本能以手中长矛 做防御挡在身前 哄 一声重响 大挤的几身正中长矛 轰然声中 把居易直接扫飞了出去 啪哒 居易掉落下了 竞技场的擂台 在地面打了个滚 卸去了那可怕的劲道 这才颇为狼狈的起身 承让 丁灵朝着居易拱手 居易脸色铁青 满脸不干 不服 怎么 潘凤站在高台上 看向擂台下的居易 居易 你是否还要比 不错 居易也是光棍 我刚刚没有准备好 再来一次 我一定会取胜 噓 全场嘘声一片 其中有一些女生 嘘得最大声 而这些女生 无一例外 都是玩家 居易被虚声 给虚得恼羞成怒 尤其是看到女人 竟然也来了竞技场 更是勃然大怒 心想 待会结束竞技后 一定要好好好好 修理一下门将 竟如此胆大妄为 把一些女人 也给放进迎来 如果女人做士兵打扮 还没有什么 但偏偏这些女人 搞得浓妆艳抹 实在是吸睛 居易战败之下 注意到这一幕 自然会震怒 相反 潘凤心情愉悦之下 就懒得计较这些细枝末节 毕竟竞技场 本就不是庄严 肃穆之地 全民参与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再来一次 丁玲没有听到 相关提示音 忍不住看了眼 人物面板 竟没有看到 战神之路的进度条 不由得疑惑 见居易还想来 就干脆顺水推舟 好 不带攀凤发话 居易再次跃上 竞技场擂台 一手弓弩 一手长矛 气势狂飙 煞气怒掌 丁玲 你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来得强大 这一次我 一定不会再客气 丁玲笑而不语 懒得对他 居易看懂了 丁玲的笑 一张脸越发难看 当下也不再废话 一声大喝 先登密法 全速催动之下 手中长矛 化作一道闪电 凌空朝着丁玲驳梗 心口等要害刺了过去 丁玲已经懂了 居易的毛法 奴法 有背之下 手中一杆大挤 十二画作 伶俐的单刀 竖直劈砍 沙场之气泛滥 震慑一方 十二画作 一杆囚龙之棍 一击一横 都是凛然生风 时而化作一把 似能开天辟地的巨斧 一斧劈下 乾坤似都能破开 这一次 仅仅只是十招不到 居易就被一记天罡伏法 给劈中手臂 一声惨叫 长矛跌落在地 不等他用弩剑 大挤 以极为精巧的招式 一记漂浮上钩 正中居易的另外一只臂膀 碰 居易又是一声惨叫 手中的弓弩 也掉落在地了 承让 丁玲拱手说道 居易无言以对 一张脸时而发青 时而发白 他似眉脸在看丁玲 快速转身 跃下擂台 急不离开了 他甚至于连擂台上的武器 都不要了 这一战 丁玲上 成焕迫不及待地 跳上擂台宣布战鼓 一时之间 欢呼声如雷 当然 更多的还是议论声 争吵声 想不到想遇后事 大名鼎鼎 战神一般存在的居易 居然输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要知道 丁玲可是一个新人啊 是啊 我之前也是认定 他必输无疑的 不曾想 他竟然赢得 如此干脆利落 如果不是他留守 居易可能已经 死在擂台上了 这等武力值 太恐怖了 他怎么修炼呢 之前质疑者 惊疑不定 而肯定丁玲 压保丁玲会胜 为此获得了 一大笔金银的人 则是狂喜道 我就知道 丁玲这个位列 综合排名榜单第一的人 肯定会胜利 再怎么说 也是我们玩家之中的第一人啊 这要是输给了一个居易 以后的吕布 赵子龙等人 还怎么打 就是 几十亿人类之中 综合排名第一 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 丁玲又是影视家族出来的人 会赢很正常啊 质疑者忍不住反对支持者 但支持者一句话 就让质疑者下不来台 你们压保居易输了 我们压保丁玲 胜了 事实摆在眼前 你们还有脸在这里 跟我们辩驳 质疑者完败 获得成就勋章 你赢得了居易的敬意 诸是 居易性情高傲 只尊敬强者 极为鄙夷弱者 以及不正之风 他不懈结党营私 不懈辩驳争论 是一个刚直 勇猛的人 毫无疑问 你的两次正面跟他相抗 赢得堂堂正正 光明正大 深深折服了他 让他无地自容 羞愧难当 以后若是跟你相遇 他大概率会选择避让 因为你没有伤他要害 没有重创他的臂膀 这让他又是感激 又是惭愧 他为此对你产生了十分的敬意 丁灵瞥了眼人物面板 颇为意外 又得了一个成就勋章 他本来以为之前的 赢得冀州兵营 所有将军的认可 的成就勋章之后 不可能再刷得 冻冀州兵营将军的 成就勋章的 看来他是误会了 上一次的成就勋章 可能只是所有将军 认可了他的除贼攻击把了 那荣耀之路呢 丁灵把人物面板翻到了最 这一下看清楚了 荣耀之路 战神之路的进度如下 一 击败二十以上未面强者 二十分之一 二 三等进度还是零 只有一的进度 往前跳动了一格 丁灵琢磨 看来只有让人心服口服 才算彻底击败 毫无疑问 这进度调恳 是来自居易的 居易实打实的 一流猛将中的好手 如果不是丁灵 及时修炼了龙形虎装功 增强自我 打破智骨 他肯定不会赢得这么轻松 恭喜你获胜了 张和 高兰等也是纷纷称赫 丁灵笑着回礼 这下 你进阶之路再无阻碍了 攀凤大笑 连刺头 居易你都折服了 我看谁还敢大放厥词 说你是个银枪辣头 走 随我去见主公 攀凤开路 带着丁灵一行人 去祭州墓的府邸 而竞技场的一些玩家 还在议论丁灵的事情 一些女玩家 更是跟在丁灵的后面大叫 丁灵 留个电话怎么样 丁灵 我家住在 我电话室 记得联系我啊 我随时有空 攀凤虽然听不懂 电话是什么意思 但却看懂了 女玩家们的热情 不由得羡慕有加 丁灵 能让矜持的女人 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么追的 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人 了不起 丁灵无言 他其实也困惑得很 他虽然较知 其他玩家厉害不少 但这只是在游戏里 没有人能知道 他已经兑换了全部的实力 回到了现实世界 那么这些人 为何对他这般狂热 尤其是这些女人 简直莫名其妙 要知道几天前 他还是的单身狗来着 公司里的女人 多懒得多看他一眼的那种 现在突然这么搞 前后反差太巨大 丁灵都有些迷惑了 当然 他也猜测到 可能跟自己变帅 综合排行榜单第一 以及自己刚刚的表现 不错有关 但也不至于这样 看你这模样 难不成也不明究竟 张和目露异色地 看了眼丁灵 道 若是不然 你可以亲自去问问那些女子 或者我帮你问问 算了 丁灵摇了摇头 玩家们怎么想的 不关她事 她现在只想走完 三国世界的荣耀之路 荣耀勋章好处极大 不可错过 当然 最为关键的 还是因为她已经 租房子到乡下了 就住山脚下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 找得到她 如此安全无余 自然不用过分 关注玩家动态 一段时间后 冀州木府邸 韩副端坐上守卫 她在打量丁灵 不仅是她 田丰 举兽 耿武 敏纯 寻臣等人 都在盯着丁灵戏看 这些人无一例外 都是名传后世的厉害人物 丁灵会知晓他们 也是旁侧张和 在主动小声给她介绍 你做的大事 惊动了田丰 举兽 耿武他们所有人 所以 这次议事 他们都来了 高兰也在旁边 巧声加了句 刚刚你战败拘役的事情 也传到他们耳内了 看样子 为难你的人会减少很多 事实的确如此 一开始有不少人 质疑丁灵的本领武功 但丁灵众目睽睽之下 两次正面击败 冀州勇将拘役 他用铁一般的事实 告诉众人 他的本领不是吹出来的 郭泰等人的手机 我已经见过了 韩副斟酌半赏 开口说道 我早前也说过 只要你杀了贼手 就立刻提拔你 如今该是兑现 我诺言的时候了 主公 举兽忍不住站了出来 反对道 丁灵身为天外来客 一介新兵 潘将军已经对他大力提拔过了 主公若是再次提拔 未免有失功允 为人所计 丁灵看了眼举兽 这家伙心不在韩副这里 还叫韩副主公 比之田丰 举兽明显更为圆滑一些 就是不知道 举兽现在有没有联系上袁绍 若是联系上了 韩副这冀州目估摸着 也快到头了 丁灵想到 若是真的如此 我也要尽快找条出路 在袁绍底下做将军 还不如自己单干 丁灵就是觉得 单干太好时间 精力了 而且他选择的 还是战神 这条荣耀之路 做将军最适合他 既如此 那肯定是选择一个最有实力 魄力的人的手底下做大将 曹梦德 丁灵的脑子里 闪过这个人名 曹梦德虽然缺点不少 但最起码知人善用 不会比以底层的人物 再加上 丁灵又不是 只混三国这个卫免 等走完战神之路 估计也是 差不多到他离开 这个卫免的时候了 如何打通其他卫免 丁灵知道 跟成就勋章有关 但他估计 必定也跟荣耀之路有关 如此 选择一个好的领导 就很有必要了 韩副 袁绍这种人 他根本看不上 奇都为这话就过了 潘凤忍不住站出来怒对 丁灵战功卓著 多少人头疼的白波贼 被他区区四百兵马 就给搞定了 这还不足以证明 他的武功才华吗 他完全有资格做个将军 若是不服的 大可站出来 跟丁灵比划比划 我相信 丁灵一定可以 让你们心服口服 举兽无言 他一个文人 怎么跟丁灵比武力 他把这话说了出来 潘凤问 那你想比什么 下棋 书法 兵法 治国 天文 地理 弹琴 技术 绘画之道都可以 举兽很自信 斜屁丁灵 只需要在任意一项上胜过我 我就会选择闭嘴 他看着丁灵 双目炯炯 不知道军司马觉得如何呢 可以 丁灵微微一笑 那我们就比辉话吧 好 举兽也不处 当即看向韩复 表明车马态度 韩复也很感兴趣 想要看看 这场比赛结果到底会如何 要知道 举兽可是济州名士 而在他个人的眼里 丁灵只是一个无组织 无纪律 无家事的天外来客 区区一介兵士出身 可以说什么背景都没有 如何能硬刚举兽呢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丁灵的窘迫 不仅是他 在场很多人 都认为丁灵必输无疑 毕竟举兽名声在外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可不是吹出来的 不一会儿 笔墨纸张备好 或许是玩家加入三国游戏的缘故 使得三国纸张的发展进度 一下子飙升到了现代的工艺水准 极为精美 尤其是含附这个冀周目使用的纸张 更是如绸缎一般平滑 厚实 丁灵暗暗感慨 这三国世界被玩坏了的同时 也不含糊 挥洒笔墨 信手拈来 只是片刻间 一幅栩栩如生的山水画 已经呈现在众人眼前 在画画方面 丁灵的技能已经到顶了 尤其是这次回到了现实世界 他为了以防万一 又在网络世界 把各种绘画的技能 都给彻底刷完了 如今在画画方面 丁灵说是大宗师级别的 都毫无问题 一幅画 不仅完成得快 而且灵性度极高 若是不细看 还会以为画里的山水是真的 了不起 田丰 耿武等人学识不凡 一眼看懂了 不由惊恶 震动 这画功 太强了 举兽输定了 想不到区区一介武夫 竟然在画画方面如此完美 这种境界 怕是已经达到了 出神入画的画胜之境了 敏纯 包括韩妇 都忍不住嘖嘖称奇了 看丁灵的眼神 开始变得郑重起来 获得成就勋章 你的画功 获得在场文人的高度认可 朱氏 田丰 耿武 韩妇等人本以为你 只是一介武夫 对你多有慢待 轻视之意 但你用强大的画功 证明了自己 让他们所有人都为之震撼 并感到惭愧 只因他们都知道 比画功 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你 你的画画 已经入了圣境 不是他们这些凡夫俗子可别 又是一枚成就勋章 丁灵微微一定 心里有谱了 果不其然 不一会儿 举兽就弃笔认输了 很是佩服地说道 画画一道 我自愧不如 就不跟你比了 免得自取其辱 他的画画根本没有完成 却是因为他目睹了丁灵的画作之后 深受触动 觉得自己就算是再努力十年 也不一定能在画画一道追上丁灵 继续强行画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反而会被人嘲笑 说他输不起 而举兽明显是个输得起 放得下的人 当场向韩副表态 我觉得潘将军说得对 丁灵如此人才 做个将军 没有多大问题 获得成就勋章 你赢得了举兽的尊重与肯定 注释 毫无疑问 你在画画一道上 正面击败他 让他选择了闭嘴与投降 丁灵双目微亮 又得到一枚 看来自己之前猜测的果然没错 名人 这里是收割勋章最好最快的地方 嗯 韩副点了点头 正要答应 田锋走出 朝着韩副行了一礼 这才手指丁灵 道 主公 我想跟丁将军比划一二 直接叫丁将军 可见 田锋也已经认可了丁灵的地位 才华与武功 哦 韩副兴趣愈发浓厚了 你想比什么 这要看丁将军怎么说了 田锋看向丁灵 顿了顿 加了句 当然 不能再比画画了 丁灵笑了笑 那便比书法吧 比试能获得成就勋章 丁灵求之不得 他上次就想激活传说中的储物空间 但成就勋章不够 无法激活 这一次 他准备多赚点试试看 好 来人啊 速速准备笔墨 韩副四个吃瓜群众一般 很是兴奋的大教导 文人喜欢琴棋书画之类的比赛 这就跟打篮球的 喜欢看篮球比赛一个道理 不足为奇 一会儿后 丁灵洋洋洒洒下下了一行字 书山有鹿青为净 雪海无牙苦作舟 比例雄浑 静气如海 十几个字 字字如刀如剑 似刻在了人的心门上 这是一幅妙道颠嚎的书法作品 让人挑不出丝嚎瑕疵不说 竟还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味道在里头 所有人都看得意境 这 这 这是一幅绝世好作品啊 太不可思议了 丁灵武功如此了得也就罢了 怎么画画 书法竟然也都到了画界 是啊 寻常人一生能不在一行 做到画境已经了不得了 丁灵怎么会这么了得啊 举兽 包括田丰 韩复都为之震撼 一个个看丁灵的眼神 再次发生变化 这一次变得更加郑重 佩服不说 还夹带着一丝震撼 难以置信的念头在里头 获得成就勋章 你的书法作品得到了冀州文五百官的高度认可 注释 你的书法已入画境 达到了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峰水准 更难得的是 你的作品集合了各个朝代的书法之精粹而成 拿来跟三国时代的填锋比赛 就好似降维打击 丁灵听到了提示音 暗暗点头 心思 看来自己在现实世界里 狂刷各个时代的书法技能 还是非常管用的 王羲之 严真卿 张芝等各个时期的顶尖书法家 所创造的各种字体 所写的各种帖子 都被丁灵用来刷书法技能了 可想而知 丁灵如今的书法水准有多高 我说了 田丰颓然 但很快一扫负面情绪 一脸佩服地看着丁灵 你这个年纪 能在书法一道上 如此出神入化 实在是太难得了 我输给你 心服口服 获得成就勋章 你折服了田丰 注释 田丰本就是想试试你的精良 但你的分量之重 差点让他自信心都遭遇到了暴击 他一度怀疑人生 觉得自己的名氏称号是须有其名 要不然 如何会在擅长的书法一道上 被你这么一个五夫碾压呢 丁灵听得微微一笑 都是时尚人啊 这一个个的成就勋章 送得都很到位 还有谁想要比吗 丁灵一脸期待地 看向其他文官 举兽等人面面相去 清楚地看到了 彼此眼中的困惑 茫然 羞耻 尴尬 惭愧 困惑茫然在于 丁灵竟如此期待比试 这是什么节奏 羞耻尴尬在于 这么多名士 竟被一个武将打压了 传出去太丢人了 我来 寻尘信心满满走出 直视丁灵 高声道 我要跟你比试下棋 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 这有什么不敢的 丁灵依然是微微一笑 我接了 嗯 羞尘一愣 确定自己没有听错后 又见丁灵一脸平静 不由得有些忐忑起来 但很快又重拾了自信 只因他不认为一个人能在武功 画画 书法 下棋一道上 同时到的巅峰水准 而且还这么年轻啊 再者 下棋是他巡家最为拿手的绝活 如何可能会输 不仅他这么想 韩复 举寿 田丰等人 也是认定巡尘必胜 一个个存到 巡尘可是引穿巡家之人 其父亲 更是巡视八龙之一的巡滚 其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早早就获得名士称号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对峙丁灵 没道理会输 随着韩复 命人拿来棋子 捉一等工具 巡尘 丁灵 就当堂对峙起来 两人下的是围起 初期下棋落子特别快 所有闻人 都是一眨不眨地看着 这其中就包括韩复 这个冀州墓 更是看得津津有味 连茶水都顾不得喝一口 一眨不眨地盯着看 而武将们 就有些难受了 懂得还好说 不懂得 真的是如坐针毡 恨不得现在立刻走人回家 这其中就包括攀凤 攀凤是不懂下棋的 看着左右闻人 田丰举寿 武将张和高兰等人的眼神 不由得有些郁闷 心想 连我的下属张和高兰等 能看懂棋谱 我却看不懂 这太丢脸了 看来平时有空的话 有必要好好研究一番 攀凤看不懂棋局 就低声问旁侧的张和情况 张和一脸惊佩 震撼 只能说 厮杀得非常激烈 尤其是丁临下棋 可谓是天马行空 不拘一格 每每都能出人意料之外 杀得寻臣 屡屡猝不及防 狼狈不已 依我看 寻臣输定了 这么强 攀凤诧异 这可是寻家的寻臣啊 是啊 张和也是凯探不已 看丁临如看神人 所以我说 丁临真的是非人 真不知道 他是吃什么长大的 怎么什么都坏 而且还样样达到了 超凡入胜的境界水准 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太了不起了 成唤激动不已 心情澎湃 能在丁临最落魄的时候 发觉到他 或许是我这辈子最正确 最幸运 最值得赞叹的一件事了 看着丁临 一路披荆斩棘 碾压各大名士 他与有荣焰 高懒也有同样的感受 毕竟相对于其他人而言 他跟丁临的关系是极好的 丁临本领越高 未来地位越高 他越高兴 越感到荣耀 这家伙也太牛逼了吧 守在意识厅门口的两排精锐 士兵之中 有一个老玩家 他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心里属实震撼至极 尤其是看着丁临 一路大胜各路三国民事 打得民事们怀疑人生 自动弃权认输时 更是忍不住暗暗咋舌 这家伙难不成 真的是某个影视家族之中出来的 他琢磨 到底是哪个影视家族 能培养出这么逆天的人物 这简直不是人啊 是个行走的妖兽 大半天后 我说了 寻尘一张脸惨白一片 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 就要对丁临行礼 丁临退开 事已不必如此 寻尘叹道 一场棋局 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精气神 我此刻心神疲惫 但内心却极为通透 他双目炯炯地看着丁临 丁临 你的棋艺实在是强得惊天动地 我想跟你成为棋友 不知你意下如何 丁临能拒绝吗 当众拒绝这么一个要求 那不是为难寻尘吗 丁临只能点头同意了 寻尘大喜 立刻对丁临行了个礼 并说这是棋友之间的礼 获得成就勋章 你的棋艺 镇住了在场所有人 朱氏 这一场棋局已经被举授 田丰等人 全程复刻了下来 无疑 这棋局必定会传遍四海八荒 你的名字 将注定鸣刻在这一场棋局 这一张张棋谱之上 你将享誉万事 未来或许会在三国世界 获得棋圣之名 获得成就勋章 你获得了寻尘的友谊 朱氏 寻尘棋艺在寻家南逢抗守 你是他出道以来 唯一遇到的高人 他大败之下 本想拜您为师学习棋艺 但念及他年纪比你大 又有家中足归束缚 贸然拜师 疏为不妥 便有了跟你成为朋友的心思 在没有把你的棋艺本领掏空之前 他怕是不会随意 让你离开叶城的 就算你离开叶城 他大概率也会跟着你一起走 对棋艺的执着 他超乎你的想象 丁林看了眼人物面板 心中欢喜之余 对于寻尘的特别注视 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愣 不过很快就没有放心上了 寻尘爱跟着就跟着 反正他是不会跟韩复 袁绍混的 精彩 太精彩了 韩复鼓掌 赞叹 这一场棋局 真的是让人如痴如醉啊 他看向举兽 记得复刻一份给我 我回家要好好研究研究 举兽点头 韩复这才满意 他看向丁林 这一次 却是怎么看 怎么顺眼 自古文人相亲不假 但文人也抱团 跟五官天然对立 韩复虽然是记周目 但更为看重的 也是文人的意见 潘凤是唯一的例外 因为 潘凤与他有救命之恩 又是同乡 加之本领实在是无双 会被他重用 也是理所当然 而这一次 他会对丁林另眼相看 自然是丁林证明了 自己的才学实属非凡 是一个不弱 甚至胜过大部分名师的高人 如此高人 自然是要奉为座上宾 还有人要比吗 韩复看向左右 兴致勃勃 他现在就是想看看 丁林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当即耿武站出来 跟丁林比地理 之后是闽唇笔弹奏古琴 一路各种笔 到天黑时 不得已只能中断 这个时候 不论是谁 看丁林的眼神 都似在看一个妖孽 这特么的 站党的精兵 也就是那老玩家 也没有下线 一直在盯着丁林看 他也很好奇 丁林的极限在哪里 结果看到现在 他已经头皮发麻到呆滞 木染了 这确定是人类 太匪夷所思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谁会信这事实 恐怖如斯啊 老玩家感觉又累又饿 当即跟别的精锐士兵换了党 就立刻下线去了 他准备把这事传播四方 让世人见识见识 什么叫最强心人 什么叫最牛叉的 影视家族的传人 丁林一伙人在一室厅 倒是有吃有喝 丁林累倒是不累 就是容易呃 好在吃的东西管够 吃饱喝足 继续比 一路走下来 实质而今 成就勋章 二十枚 这就是辉煌的战果 真的是赚大了 不消说 接下来提升的实力 肯定能完美地 带回现实世界了 说不定还能顺便 开启储物空间呢 来来来 丁将军 我敬你 晚宴上 宫愁交错 所有文人 都是一脸敬佩的 向丁林敬酒 丁林堪称全能王者 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天文地理 农业种植培植等等 每一行都几乎走到了极限 这如何不让这些文人 震撼到发指 韩复这个冀周目中途 都几次惊得 下巴都 差点跌落在地上了 实在是丁林会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每一项都堪称 碾压在场的绝大多数人 这等逆天表现 足以让任何人动容 哆嗦 站立 很多人都开始怀疑人生 但看到绝大多数 都跟自己一般 只有丁林一人特殊时 他们又释然了不少 他们当然也疑惑 丁林缘和 如此了得 丁林一句天赋异禀 就把他们给打趴下了 此刻 韩复也在给丁林敬酒 丁将军 明天 常山郡守将的官衔服装等 都会送到你的手上 丁林回礼 并起身谢过 韩复大笑 显然心情非常之好 说的通俗点 就似一个篮球爱好者 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比赛一般 而丁林跟举寿 田锋 耿武 敏纯 寻辰等人的比赛 惊心动魄之处 远胜凡人间的较量 看得韩复可谓大爽 事已 韩复现在 对丁林的好感度 可谓拔高到了极点 不仅给丁林贡献了一枚成就勋章 还大包大懒道 为了让你的将军直贤 更加名正言顺 我会跟朝廷联络一二 让朝廷速发圣旨 对你的官职 进行真正的落实 丁林自然是一番感谢不提 一场晚宴下来 兵主尽欢 寻辰 举寿 田锋等人 更是跟丁林打成一片 对丁林敬佩至极 几次对丁林发出邀请 希望能去自家府邸做客 甚至于 为了能第一时间邀请到丁林 寻辰几次 对举寿他们怒目而逝 就是希望他们别搅局 但举寿 田锋 被丁林折服后 对丁林是极为好奇 满脑子都是 跟丁林探索兵法 治国等理念 哪里会理会寻辰的警告 张和剑情况不对劲 忙把丁林从旁拉走了 潘凤更是直言 丁将军已经答应去我家做客了 各位 你们就不用再争了 寻辰 举寿 田锋 不由扼腕 纷纷说道 那明天来我家 高揽在旁 看得艳羡不已 他什么时候 才能成为这些民事的座上宾啊 他是求而不得 人家丁林现在是发愁 到底该去哪家 这就是差距啊 人跟人果然是没得比 丁林才来冀州多久 就已经能跟冀州民事如此熟络 果然是奇才 这更加坚定了 高揽要跟丁林交好的心思 成换则是看得自得不已 这可是我成换看中并发掘出来的人才 最终 丁林去了自家的府邸 邀请了众人 府邸是韩复送的 韩复大爽之下 在寻辰 举寿 潘凤等人的帮忙说辞下 是对丁林各种嘉奖 赏赐 府邸只是其中之一 又是一场宴会 在夜里展开 直到深夜时分 这才散场 丁林送走所有人后 站在自家府邸门前看了眼 两尊石狮子正门 门头高悬一块牌匾 上刻着两个明晃晃的大字 丁府 我现在也是有房 不 是有豪宅的人了 丁林走进府邸院落之中 忍不住心生感叹 这府邸太大了 少说也有几千平民 有山有水 走廊密布 各种美轮美奂的景致 点缀各处 这要是放在现实世界 没十几个亿 根本买不下来啊 我这是发财了 丁林眉头一挑 可惜 这房子不能带回现实 而且自己明天就要 去常山郡了 以后肯定不会跟袁绍混的 这房子绝对会被收走 能住一天是一天吧 丁林想得很开 反正也是白捡的 一路走到内院 还看到了一个 给自己铺床的俊巧丫鬟 丁林心中一荡 盯着丫鬟看了眼 蠢道 这丫鬟比前世今生的女朋友 都要漂亮啊 这韩服还真是大方 这样的上等丫鬟 说送就送 见过将军 丫鬟被丁林 看得翘脸生晕 很是羞涩地行了个大礼 丁林醒悟过来 没再多看 只是事意不必多礼 并问了一番丫鬟的名字 生辰等 知道她叫赵冰璇 不由略感诧异 能叫这种名字的女孩 不像是普通人家出来的 细问才知道 其父亲原来也是个做官的 只是黄金之乱石 一家老小几乎都被杀绝 只有她跟几个弟弟妹妹 被安置在密教之地 才侥幸躲过一劫 说到悲伤处 赵冰璇忍不住低气了起来 丁林随口安慰了几句 不曾料引得赵冰璇泪陷崩塌 泪水成河般流淌下 丁林愕然 赵冰璇抽抽答答地解释说 像是夜城的老爷们 都只是把我当得下等人 只知道七龄打压 将军您是唯一的例外 他动情地看着丁林 坚定道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服侍将军的 只是请将军 你别赶我走 丁林很想说 我明天就要走人了 这地方 估计再也不会来了 但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再者 这女孩又很懂事 温柔 坚强 丁林心软之下 也就同意了 并让她把自己的弟弟妹妹 接过来一起住 赵冰璇大喜 跪地叩谢丁林 丁林扶起她 她再三保证 绝对不会背叛将军 绝对一辈子服侍好将军 丁林无言 这赵冰璇看着 也就十七八左右 这要是在现代 估计还在读高中 但她却已然历经万般尘事件 丁林想着各种心事 上了卧榻 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 丁林只觉得神清气爽 不由诧异 这游戏里睡两个时辰 貌似就抵得上 在现实世界睡 七八个时辰的效果 这是因为 游戏里的睡眠质量更好 还是说 是因为我身体素质提高的缘故 丁林若有所思 具体如何 下次去现实睡一觉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丁林 潘凤带着张和一大早就来找丁林了 并奉上了官印 官府等 丁林一一接过 看了眼官印 虎奔狼将 这是上了七品的官僚 笔之君司马 却是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这也是汉室即将崩塌 而周末权力有极大的缘故 若是换作以前 绝对不可能这么随意地 就给丁林官印 恭喜你了 张和高揽成换潘凤都 一一对丁林贺喜 并言说 只要朝廷圣旨一到 你这官就彻底落实了 以后一般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你的官印了 丁林笑着点头 除此之外 我上次说了 要给你一个惊喜 潘凤拿出一份手书 递给丁林 这是 丁林看着手里的书信 不解 这是给童渊的信件 潘凤朗声笑道 童渊算是我的救时 你拿着我的信件前往 他实质信号信号会收你为弟子的 哦 丁林惊喜 童渊可是教导出赵子龙 张秀 张人的枪神 若是能败入他的门下 那他的进步速度 必定一日千里 毕竟 他是可以开挂的 哈哈 潘凤见丁林模样 似早有所料 哈哈大笑两声 拍了拍丁林的肩膀 说道 我很看好你 相信你也不会让我失望 是啊 张和在旁说道 只要有真功夫 有点社会地位的人都知道 这位蓬莱枪神 很多人都想拜他为师 包括我在内 可惜 蓬莱枪神收徒极其严格 我不符合他的收徒要求 他有什么要求 丁林侧目 连张和这等天才 都不符合要求 哈哈 张和尬笑了两声 这才说道 他收徒必须把人带在身边 时刻教导学习 直至彻底学会他所教导的武功 他才会放人离开 我有家传秘法要学 而且还要上私塾读书 怎么可能一直待在山上 跟着他学功夫 原来如此 丁林释然 所以啊 你如果真的被枪神看中 他大概率会让你学会他的功夫 才让你离开的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潘凤笑说 不过丁林你的天赋如此逆天 想来在山上也待不久 这不影响你做官 你收拾一番 准备上路吧 他看了眼天色 对了 我忘了 我们给你置办了送别酒宴 吃完这次酒宴 你再走 酒宴过后 丁林回府 披上将凯 拿着官印 手持一把方天化剂 就要离开 丫鬟赵冰 玄泪眼婆娑地看着丁林 请求丁林带他一起走 说他会伺候好他 丁林犹豫 赵冰玄立刻说道 将军你出门在外 总要有个人伺候吧 我可以给你洗衣做饭 铺床暖床的 想想也是 他总不可能 天天跟着一些大兵吃大食堂 亦或者去酒楼吃吧 再说了 家里卫生 也需要人处理吧 去请人也麻烦 干脆就带着赵冰玄吧 丁林问他是否会骑马 赵冰玄说会 丁林便让人牵一匹马来 让赵冰玄骑着 同时还特意让张和 帮忙照顾一下赵冰玄的弟弟妹妹 赵冰玄为此 自然是感激不已 有丁林的叮嘱 生活在这偌大府邸的几人 自然是无需太过担心 即便未来袁绍入主夜城 但有张和 高揽他们在 也不需要太担心 丁林策马离开 赵冰玄也换了身士兵的装束 紧随其后 到得城门口 却是看到了举兽 田丰等人都来相送了 举兽 田丰等人输给丁林后 对于丁林敬佩至极 几次沟通下来 更是被丁林的才学 全能给彻底镇住 对丁林可谓佩服的五体投地 几次示好 不必多提 这次会来相送 也在情理之中 本来还想跟你论一论治国 兵法之道的 举兽深感遗憾 如此只能等下次了 丁林眼角抽出了一下 他能说他最喜欢横推 最讨厌阴谋诡计那一套吗 每次跟举兽他们谈论兵法时 他都是绞尽脑汁 心力交瘁 只是这些 举兽他们不知道罢了 还以为丁林 真的是无所不能 强大到一塌糊涂 丁林自然也不会主动 去揭露这种虚实 这对自己没有好处 相反 让别人误以为他越厉害 他的名声 说不定会传播得越远 越广 这对他的荣耀之路 有很大的帮助 期待下次再会 田丰等人 一一上来跟丁林见礼 寻尘最干脆 收拾好了包 骑着一匹马 表示要跟丁林 一起去长山郡 所有人都为之一愣 但了解寻尘的人 确实了悟 知道寻尘肯定是 骑痴属性发作 要跟着丁林去学下棋了 丁林通过成就勋章这事 也大概明误了这点 便力劝寻尘 说 下次回来 定会送一本旗谱给他 再有旁人帮衬说话 如此才打消了寻尘要 跟着去长山郡的想法 一一拜别众人后 丁林一声轻贺 策马扬鞭 稀绿绿的马思生中 他跟赵冰璇渐行渐远 直至彻底消失不见 田丰 举寿 寻尘等人才 一脸怅然若失地返回 路上他们都在感叹 这神州大地 如何会诞生丁林如此奇才 承焕 高揽 张和 潘凤 在一旁听得得意不已 只因为他们已经把丁林 完全当作自己人了 听到以往狂傲不羁 高高在上的一群文人 如此怒赞拥戴自己的朋友 自然是余有荣焉 成就荣耀感满满 而在冀州阵地的玩家们 更是为之沸腾了 看到了吗 举寿他们都亲自出来送丁林了 而且还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 这 这 这丁林是如何办到的 竟然可以在短短时间内 让这么一群骄傲的名士 都为之折腰 太不可思议了 据我所知 田丰这人 可是极为刚直 自负的 一般人根本不被他看在眼里 他竟然也来送丁林了 而且对丁林的态度 极好 简直匪夷所思 你们注意到了 举寿等人看丁林的眼神没有 就四再看一个发光帖 再看一尊神明啊 嗯 你这么说 还真是 丁林做了什么事 竟然冀州名士 未来被曹梦德都为之盛赞的名士们 有这般表现 整个夜城八方都哗然了 尤其是不知道是哪个新上线的玩家 把丁林在冀州幕府里做的事情说出来后 更是让所有玩家为之骇然 这绝对不可能 一个新玩家 怎么可能全方面击败名士们 就算他一年学一门课程 也不至于这么全能 他才多打 是啊 所以我们都觉得丁林这人好可怕 肯定是影视家族培养出来的绝世天才 可是我怎么好像也听到有人说 丁林这人就是个普通人 一时之间 说什么的都有 因为这是太过炸裂 还一度冲上了现实世界的热搜榜单第一名 全能王者丁林吊打冀州名士 他的背景到底有多强 这便是第一名的热搜 底下是各种讨论 说什么的都有 离谱到眉边的各种叙述 都被人点赞上万了 而底下有人评论说 丁林我知道 是我原来的同事 这人就普通上班族一个 怎么可能是什么影视家族的传人继承者 哈哈 笑死人了 现在的网友的脑洞太大了 这句话激怒了无数网友 尤其是冀州阵营 亲眼看到过丁林威风的网友玩家们 更是急火怒喷这位丁林同事 把同事喷得删好了 这才罢休 当然 最后免不了留下一句话做纪念 什么玩意 是个人就想跟影视家族丁林攀娇 我呸 这话惹得不少丁林的同学 同事都瞬间哑火了 本来想说 我认识丁林的一些人 都犹豫了 实在是丁林现在的样貌 气质跟过去的变化有点大 他们也不敢确定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不是 他们被喷得伤好 岂不是惨 所以很多丁林的熟人 都决定静观其变 对于这些事 丁林全然不知 因为他几乎没有怎么下线过 就算下线 也是急匆匆地吃个便饭 就赶紧上线 中途并没有在玩家广场 多做停留 自然也没有跟其他玩家交流 而为了让自己吃饭方便 他甚至于特意把自己 仅剩的一些钱 给了隔壁的邻居张大爷 让他帮忙煮饭 就当这是伙食费了 张大爷很好说话 收了钱也会办实事 最起码短时间内 丁林不用怕饿着了 至于钱花光了怎么办 反正现在不愁吃喝煮 等伙食前消耗一空 再出去 赚些就是 他现在堪称全能王者 还怕赚不到钱 随便在外文网站上 做一些小语种的翻译 他也能赚到不少啊 事业 丁林丝毫不慌 不像以前太过平庸 总是怕失业赚不到钱 心慌是常有的事情 现在则淡定太多了 获得成就勋章 你的名气 已经响彻济州夜城一代 注释 在玩家的口口相传之下 你的大名 不仅夜城一地 几乎人尽皆知 便是九州各地 也开始有人注意到你了 又是一枚成就勋章 丁林一愣 名气传播 也能获得成就勋章 丁林琢磨 看来只要够强 影响力度够大 成就勋章基本不愁了 他看了眼人物面板 发现还有一条提示 获得成绩勋章 你成了冀州阵营的虎奔狼将 注释 韩复对你极为欣赏 认为你做个武官绰绰有余 还准备给你调人到身边做个从事 是攀凤坚持让你做常山郡守将 你这才得以被册封虎奔狼将 有官的寝室 已经被韩复发往朝廷 不日朝廷圣旨道 你的官位将彻底落实 果然 做官也有成就勋章 只是做君司马 虎奔狼将 竟然都是普通的成就勋章 明明差别这么大 丁林费解 但也没有再多想 能得到就是好的 一路即迟 半道上遇到了不少劫匪 强盗 贼寇 但不论是谁 碰到丁林 都是被杀得狼狈 鼠窜盾逃 如今丁林 堪称一流武将中的绝对好手 居意都被他杀败 张和 高揽 跟他私底下打斗 同样被他一一击败 可以说 除了赵子龙等顶尖高手 丁林如今已经不惧怕任何人了 不仅如此 他如今的荣耀之路的进度 也发生了变化 一 击败二十以上卫面强者 二十分之三 张和 高揽明显符合卫面强者的特质 潘凤也符合 可惜 丁林打不赢潘凤 潘凤或许技巧多变方面 远不如丁林 但其力量 加上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就足以对丁林 进行绝对的碾压 毫无疑问 潘凤是 真正的超一流 正是因为跟潘凤对峙过 被他压制得死死的 丁林如今 才会对成为超一流武将 充满了渴望 死去长山郡 寻鹏来枪神 一定要学会他的压箱底功夫 成为超一流强者 有潘凤做宝 再加上 自己已经是虎奔狼将 是长山郡的守备武将 是掌管一郡防备 武库 兵士等等的存在 这有利于自己见到同渊 更大概率保证了 自己学武成功的可能性 这一天 丁林来到了长山郡真定城 他拿着观影 直接去找了郡守 郡守是个大富翩翩的 高大男子 叫董选 丁林想了想 并不记得 三国有这么一个名人 他还是表面上 跟他客套了一番 不料董选此人好仗势欺人 且掌控欲极强 他本就不想交出兵权 又见丁林一副小白脸 极好说话的模样 更是鼻孔朝天 门缝里看人 对丁林爱达不理 丁林说几句 他半天 也蹦不出一个字来 丁林见此 醋眉 直接转身走了 哼 董选很不屑地 扫了眼丁林的背影 单枪匹马 就赶来长山郡 抢我的兵马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可是大人 有位幕僚忧心忡忡 他可是纪周末 派来的虎奔狼将啊 堂堂正正的七品官 我们长山郡的守备武将 这要是怠慢了他 怕是纪周末那里不好交代 怕甚 董选自信满满 我跟纪周末极为亲密 我知道他的性子如何 他是绝对瞧不起 一个武夫的 也不知道 这丁林是使了什么法子 才得了这么一个职位 不过不要紧 我现在就参他一本 让他立刻滚蛋就是了 他得意抚恤 叶城那儿 我可是认识不少人 耿武 敏纯 都是我的朋友 让他们帮忙说几句话 把丁林给直接撸下来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吗 大人是想嫁祸丁林 不错 董选笑道 这家伙竟敢跟我翻脸 那就不要怪我 把他的船先翻了 我直接说他独职 欺辱于我 光是这两点 就够他喝一壶了 丁林并不知道 董选在算计他 但他知道一点 他不适合混官场 他自己本身 也对混官场 没有太大的执念 要不然 也不会选择战神之路这条路了 对于做官 他的态度是随缘 所以 他见董选如此态度后 直接就去档案馆 找人寻真定赵子龙的故居了 只要找到赵子龙的故居 再对比一下 潘凤送给他的地图 找到童渊并不难 档案馆也在太守府内 丁林横冲直撞而去 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 他要趁董选不注意的空档 设服档案库的看守人 获取信息点 他根本不在乎 董选会对他怎么看 反正他也看董选不顺眼 得到想要的知识点 他就会立刻离开去学武 等他成了超一流武将 一个人怕是足以匹敌一军了 还用怕什么东选 果然 档案库管理人员 看到了虎奔狼将的观印 再看丁林一身将凯 虎木寒怒地盯着自己 腿都软了 根本不敢反抗 乖顺地配合丁林查找资料 这档案库之中 有整个针定的 所有大小村子的信息资料 赵家村更是有 大大小小十几个 从中找到赵云的村子 也不难 因为赵云年纪已经大了 早已经登明造册了 丁林让所有档案库人员找 赵冰璇跟丁林 也跟着一起找 最后还是赵冰璇 无意间找到的 丁林赞赏地看了眼赵冰璇 赵冰璇心中欢喜 能帮到丁林 对他来说 是极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丁林拿到信息后 直接离开 策马扬边赶往赵家村 两个时辰后 丁林即将赶到目的地 这一路上 丁林又一次见识到了 冀州的乱象 真的到处都是贼寇 山贼 尤其是玩家 也参与到了这个世界之中后 贼寇的数量 更是与日俱增 不用怀疑 不少玩家赫然已经加入了 山贼的队伍之中 对平民 玩家 进行劫杀 当然 这其中劫财劫色之类的事情 肯定也没少做 现实世界是法治社会 管制得特别严 来到了这个 理法崩坏的年代 很多玩家都已经嗨翻了 若不是他们之中 大多数人都很弱小 这个世界 怕不是早就乱成一锅粥了 对于这种玩家 丁灵自然也是杀无赦 哒哒 马蹄声中 丁灵赶到了赵家村 他又一次见到了匪徒 在劫掠村庄 赵家村糟结了 丁灵眉头一挑 让赵冰璇在外藏好 直接单枪匹马杀了进去 一把大吉武动开来 魂似旋风卷地 秋风扫落叶 一个个的贼寇 被轻易刺死 点点星芒在虚空闪烁不断 不时可见犀利的辅光闪过 似有辅神在玩弄乾坤 明明是一把解 却使出了伏法 枪法 刀法 棍法的精髓 杀得贼寇死伤无数 大哥 别杀我呀 一位贼寇 长得五官端正 但眼中却冒着邪光 她的手中 还拉着一位貌美少女 见丁灵杀来 直接跪了 大声讨饶 见丁灵果然止住了大忌 又顺势看了眼少女 她十分果断地 把少女往前一推 谄媚讨好事地说道 大家都是玩家 得饶人处且饶人 别赶尽杀绝啊 她笑得很干 很尬 我练功不容易 不想死了 把好不容易修成的技能功夫 都给弄丢了 你就放过我这次吧 丁大侠 丁大神 扑 丁灵一几次落 直接把她的头颅给刺破了 你 你 你 玩家瞪大了双目 一脸都不敢相信 下次小心点 别遇到我了 要不然一样傻 丁灵冷冷说了句 她才不管玩家不玩家的 只要挡她路的 她看不顺眼的 她一样傻 她策马绕过美少女 杀向其他贼寇 一个人 一把挤 却硬生生把数百贼寇 给杀得到处乱窜 若他们集结成军 丁灵或许不敌 但散乱四方 就完全不成气候了 没有一个人 是她的义和之敌 如砍瓜切菜般 杀了足有一百多人 建村内再无人影 丁灵就让赵兵璇过来 赵小宇 赵兵璇策马过来后 看到美少女 不由得一惊 情不自禁地叫了声 赵兵璇 真的是你 美少女一双美眸婆娑待遇 但在看到赵兵璇那一煞 不由得惊喜大叫 你没事 真的她好了 赵兵璇竟然认识着 什么赵家村的赵小宇 叮铃侧目 诧异 这要巧的吗 我就奇怪 将军要找的赵云赵子龙 怎么听着那么耳熟 感情真的是你们啊 赵兵璇下马跟赵小宇抱在了一块 说了不少贴心话 等赵小宇心情缓和了些 这才说道 你二哥呢 二哥上山喜舞多年 至今没有回来 赵小宇心情有些低落 大哥又病重在身 这一次 如果不是你家将军及时赶来救场 我们赵家村就完了 赵丰大哥 怎么会病重 赵兵璇难以置信 我印象中他十分无勇 暴雨天去打鱼 都是常有的事情 怎么会病重呢 这跟常山郡附近遍地的贼寇有关 赵小宇说起这话 一脸悲愤 近年来 贼寇越来越猖獗自艺了 尤其是这个月 贼寇人数暴涨 几乎隔三差五 就来骚扰我们赵家村 以及隔壁的村子 我们村子有大哥 还有其他一些好手在 挺到了现在 隔壁村子听说半个月前 就被贼寇踏翻了 男人被杀 女人都被抢上山做奴仆了 说到这里 他还是一脸的后怕 不由自主地看了眼 不远处坐在马匹上的丁玲 见丁玲也在看自己 他芳心怦然一跳 一张翘脸莫名声晕 不敢再跟丁玲对视 敢忙侧过身子来继续讲述 大哥三天前跟贼寇一战 而遭遇重创 至今昏迷未醒 确定了大哥肯定遭遇重创 这才在今天开始大举进攻 我们村子的好手被杀殆尽 在最为绝望的时候 万幸你们出现了 带我去看看你大哥 不带赵兵玄说话 丁玲突然开口 或许我有办法治疗他 他西医 针灸等技能已经满级了 论级医术 或许远不如华佗等人 但比起现实世界的很多专家名医 却是要厉害太多了 真的 赵小宇大喜 也忘了害羞这事 连忙对丁玲行礼 急不在前引路 带着丁玲往他们家赶去 一路上看到了不少死尸 还见到了家家户户挂起的白铃 但这些人家无一例外 看到丁玲都会行大礼 有的更是直接跪地扣鞋大恩 丁玲几次示意 不用如此多礼 但却起了反效果 到后来 几乎人人都跪得扣鞋了 丁玲剑阻止无用 只能生寿了 他也没有想到 会这要巧 就这么及时地搭救了 赵家村的人不说 自己的女仆赵兵玄 竟然还跟赵云他们是熟识 这也太离谱 太巧合了 但想想 赵兵玄跟赵云都是姓赵 祖籍还都是在常山郡真定 丁玲又释然了 都是真定赵家人 多多少少会有点联系 也很正常 哒哒 赵小雨在前带路 一路快跑 丁玲跟赵兵玄 骑着马在后跟着 很快 来到一座院落前 就是这里了 赵小雨有些拘谨 但是关自家大哥姓名 他也顾不得一些俗里了 打开门就让丁玲他们进来 丁玲把缰绳给了赵兵玄 当先跟着赵小雨 踏入了院落内 扫了眼 或许是刚刚发生战乱的缘故 院子内 房子里道场都是岁屋 赵小雨见丁玲一身降凯 威武不凡 露出的一小节衣袖来看 那里明显穿着锦衣 一看就是一个大户出身的子弟 自家太过寒酸 赵小雨难免有些自卑 怯弱 难为情 跟丁玲靠得越近 这种情绪就越是浓烈 还是他大哥的安危 才把这种情绪给压了下去 他捏着衣脚 把丁玲带入礼屋 手指床上躺着的一个男子 他就是我大哥赵丰 丁玲上前 看着赵丰 只见他浓眉大眼 一脸刚毅 身材颇为魁梧 一双手长满了老茧 一看就是常年干活练武的人物 但此刻他一脸惨败 皮肤表面冰凉一片 丁玲细细诊断了一会儿 明误了 这就是伤口发炎后 没有及时得到治理 才会有的表现 丁玲对于那种内伤 或许没有办法 但对于这种伤势 却最为拿手 他在现实世界的图书馆 网络世界 可是看了非常之多的医书 是真正的医学大师 外科圣手 他当即让赵小雨 以及刚刚赶到的赵冰玄他们 准备热水 针线等 一个半时差后 一切准备妥当 丁玲开始用烧红的小刀 把赵丰身上发浓的部位 给直接切割下来 然后及时把从山上 采摘下来的止血疗伤草药 给他敷上 草药已经经过丁玲的特殊熬炙 具备奇效 忙活了足有一个小时左右 丁玲才满头大汗的结束 这是他第一次给人动手术 虽然技巧等已经烂熟于心 几乎成为了一种本能 这使得他的手法相当质稳 寻常人看了 都会认为他是个老手 但自家人知道自家时 这确实是他第一次做这种事 加上赵丰还是赵子龙的大哥 丁玲难免会慎重 紧张 这也使得他这次救治 耗费了极大的心力 好在到底是成功了 赵小宇 赵兵玄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对于丁玲可谓是精佩至极 年纪轻轻 勇武彪悍的不可思议 也就罢了 竟然还是一个一道胜手 太厉害了 他们一脸崇拜 赵小宇更是感激至极 为此特意杀了家里的 唯一只老母鸡 给丁玲煲汤炖肉 希望能让丁玲吃好 吃饱一些 获得成就勋章 你就活了必死无疑的赵丰 朱氏 按照历史走势 赵丰决然活不了太久 你的救治 跟着他必死之伤 获得成就勋章 来自赵小宇的感恩 朱氏 赵小宇在历史潮流中 如烟火般一闪而逝 毫无疑问 没有你的搭救 他的下场绝对不会太好 他自己也明白这点 对你的感激 本就极为浓厚 在你救治好赵丰的那一刻 他已然有了 替你当牛做马来抱的想法 你只要抓把劲 娶他回家并不难 古代三妻四妾 很是寻常 你不用怀疑 你的魅力与能耐 接连得到两个成就勋章 普通成就勋章 二十四 这就是丁玲目前的进度 极为可观 赵丰 赵小宇在历史上 几乎找不到他们的痕迹 没有想到 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 得到成就勋章 这是因为 他们跟赵子龙有关吗 赵子龙身为三国演义之中 后期堪称武力值第一的人物 其气韵之高 无庸置疑 身为他的亲人 而且武力值也不低的赵丰 其身上会有成就勋章 似乎也可以理解 至于赵小宇 想来是独得赵丰 赵子龙的宠爱 而且对他是深度感激 所以也会有成就勋章 丁玲若有所思 他也没有多虑 毕竟这事是好事 他希望多多益善 次日 赵丰行转 对丁玲自然是感恩戴德不提 得知丁玲此行 是为了寻觅赵子龙的师父同渊 赵丰本想自告奋勇带路 但有伤在身 却是不便行动 最后还是赵小宇主动说道 我去过蓬莱山好几次 我可以带路 他似乎怕丁玲不信 道 我其实武功也不错的 只是之前力战了几场 力竭加上轻伤 我才会被汉匪活捉 凭借我的身手 去往一些深山老林之地 不成问题 丁玲想了想 道 还是等你大哥 康复得差不多了再去吧 要不然 汉匪去而复返 你们岂不是危险 赵小宇对此愈发感激 在这个时代 能站在贱民位置上 考虑的大人物不多了 丁玲可以说是 他见过的唯一一位 懂得将心底心 替建民考虑的将军了 丁玲并不知道 赵小宇心中所想 他会这么做 也是想刷一下赵峰 赵小宇的好感度 便于把赵子龙三兄妹 都给拐跑 即便真的决定了 走战神之路 暂时性地投靠一位英主 丁玲也希望多带几个高手 一起投靠过去 这样 他的战神之路 必定走得更为顺畅 如是过了三天 期间 丁玲下线过三次 都是来去匆匆 依然没有跟任何玩家交流 不过他知道 他的名气 必定传遍很多地区了 只因每次上下线 他都能注意到 一些玩家 看他的诡异眼神 他们这是 什么意思 丁玲虽然困惑 但也懒得探索 他已经搬到了一个 远离城市纷争的乡下地界 那儿除了老人 只有小孩 他们无一例外 都不玩游戏 也不玩网络 最多也就是通过联网 用电视机 看看电视电影等 但丁玲有所不知的是 随着丁玲的名气 越来越大 排行榜的地位 越来越高 他的许多过往 都被一些高人扒了出来 而且 为了能探寻到 丁玲迅速变强的秘密 一些真正的富二代 富一代 还请了雇佣兵 前往丁玲所在的城市 寻觅丁玲 当然 结果并不如意 丁玲躲藏的时间 地点都选得很好 短时间内 根本不用担心被人找到 即便真的被找到了 丁玲往大山深处一躲 又可以藏匿一段时间 游戏头盔 根本不需要联网 这也是丁玲的底气之一 若是头盔需要联网 那肯定会很麻烦 但万幸不用 线下暂时找不到丁玲 这些富一代富二代 就想线上找 但丁玲如今 在三国世界的地位 实力 早已经不同凡响 即便真的找到了 他们也奈何不了丁玲 除非他们的实力 或者势力 能打压到丁玲 但最起码目前来看 没这可能 他们于是在玩家广场蹲点 而丁玲来去匆匆 他们这一招也不见效 不过却是随着蹲点的次数 时间增加 他们了解到的 有关丁玲的消息 却是在不断的变化 丁玲众目睽睽之下 击败拘役 丁玲堪称全能王者 击败冀州名士田丰 举兽等人 让所有名士都心服口服 不惜折截下交 丁玲升官 成为了虎奔狼将 丁玲貌似跟长山郡的郡守不合 丁玲为人杀法果断 有玩家说 在长山郡附近 被丁玲杀了两次 一身技能的级别 从二级调到了零级 一个月的辛苦 再次回归原点 一桩桩 一件件 急具冲击力 把许多雇佣兵 都震撼得够呛 不敢置信 这个世界上 会有这样的人 他们三番 确定了这事后 仍然觉得 这是伟师太过匪夷所思 于是 他们一个个亲自 跑去了冀州夜城 暗中调查了几天 但结果却比 刘延来的更具震撼力 韩服留了 丁玲跟巡臣的旗谱 吃饭时都会忍不住 钻研一二 都是逢人就圣赞丁玲的了得 潘凤更是为能挖掘出 丁玲这样的能人味 感到自得 雇佣兵们 下巴都差点惊地 跌到地上去了 一个新人 怎么可能如此厉害 难不成真的是 隐士家族的传人 他们惊疑不定 把调查到的所有详情 都给了雇主 雇主得之后 本能地觉得这信息有假 为此还大发雷霆 但后来每个雇佣兵 侦探 玩家都这么说 他们不信也得信了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这么全能的人 什么都懂不说 还这么精通 连拜个大名师 那丁玲才多大 就算上辈子开始学习 他也不至于这么吊炸天吧 雇主被震住了 一个个开始深挖 丁玲的过往种种细节 想要从中找到 丁玲是隐士家族传承者的 蛛丝马迹 一个平庸的家族 如何可能会培养出如此奇才 这幕后 肯定隐藏着一双 不为人所知的恐怖黑手 是这双黑手 才操纵着这一切 是他 他 完美遮蔽了丁玲的一切痕迹 让他看起来是那么的平凡 如果不是神话游戏的诞生 这位传承者丁玲 说不定还会一直隐秘于 茫茫红尘俗世之中 不为人所知 太恐怖了 不愧是隐士家族 也只有传说中的隐士家族 具备这种能量了 记住 不要在大张旗鼓调查了 免得激怒丁玲背后的大人物 到时候就麻烦了 可是家主 我觉得丁玲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 因为 据我调查所知 丁玲从小到大 从出生证明 到上学证明 还有各种同学同事 都无不证明 丁玲就是普通人 有人驳斥 反对 家主叹息 所以我才会觉得 特别可怕呀 做得如此尽善尽美 在我们知道不对劲的情况下 仍然查不出丝毫端倪 这种手段 真的是厉害到发指啊 一定要小心 万万不可得罪丁玲背后之人 家主所言即是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小心使得万年传 不错 不管丁玲背后有没有大人物 都要小心点 万一真的有 我们这传承千年的家族 岂不是要毁于一旦 这不是我们能接受的 在丁玲的医学满极技能帮助下 几天时间的疗养 赵峰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没了后顾之忧 赵小雨便立刻带着丁玲 前往蓬莱山 蓬莱山听名字很先 但实则是隐匿在长山郡内的 一座无名高山 这地离赵家村 足有三四十里路 一路艰难跋涉而行 走的都是山路 半道上 鹰路太过崎岖 丁玲都不得以下马而行 牵着剑马赶路 如是走了足有几个时辰 才抵达了蓬莱山脚下 到了这里 丁玲终于看到了不少玩家的身影 咦 你看 那人像不像是丁玲 有玩家也注意到了丁玲 手指丁玲 低声议论 想不到 他竟然也来了这蓬莱山 他是来拜师学艺的 我们是一开始就被分配到这儿学艺 所以至今没有走出过深山老林 外界的人来蓬莱山却不同 他们必须经过考核 否则只能无功而返 丁玲听得明白 微微一笑 他可不需要考核 因赵小雨是蓬莱山熟人的关系 丁玲把信件交给赵小雨 让他帮忙转交同渊 赵小雨重重点了点脑袋 一脸雀跃地拿着信件上山了 能帮到丁玲 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快活的事情 跟丁玲相处的几天 丁玲全能而无敌的形象 已经深入了赵小雨的心中 让他对他崇拜 迷恋至极 片刻后 赵小雨跟一位资言雄伟 身长八尺的男子下山而来 二哥 他就是丁玲 赵小雨手指丁玲 脆声声说道 雄伟男子双目微亮 加速走到了丁玲面前 二话不说 对着丁玲就行了个大礼 恩公 请受赵云一拜 赵云 丁玲的一双瞳孔微微一缩 忍不住对赵云上下打量了起来 果然阴气勃勃 健硕不凡 生得一副好相貌 赵云跟丁玲的初次会面 是很愉快的 双方都有礼有节 不卑不亢 加之本来都对彼此有好感 因此 经过初期的磨合后 两人很快就有说有笑起来 这一幕落在玩家眼里 可谓是让他们三观都差点碎裂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通 丁玲刚刚来怎么 就跟他们想尽办法巴结的赵子龙 如此熟络了 人比人气死人啊 他们叹息 我们费了多少心血 结果只能换来赵子龙的些许好感罢了 但丁玲呢 这家伙 不愧是他人口中的人形凶兽啊 太吓人了 尤其是在看到丁玲没有考核 直接入门了 他们更是惊得瞠目结舌 一口老血 差点喷出来 丁玲随着赵子龙他们上了山 见到了童渊 山上错落有致地坐落着一些竹楼 童渊就住在居中的那栋竹楼里 他正在练枪 丁玲便跟赵子龙 赵小雨 赵冰玄站在一侧等候 半晌 童渊停下 回转身来看了眼丁玲 丁玲也是在这个时候 真正看清楚童渊的样貌身形 古桌若通天百树 囚禁四野马分踪 须发斑白 满脸红润 四踏云而来的老仙 手持长签历时 又似一尊林立山林的枪神 这是一位武道通神的绝世高人 丁玲忙对他行礼 童渊摆了摆手 朗声道 我这里不心俗理 以后不用搞这套了 他让丁玲靠近些 并让丁玲伸出手来 他要摸骨看看丁玲姿质 丁玲没有拒绝 良久 童渊松了手 一张脸上却刻满了茫然 疑惑 不解 按照潘凤所说 你天赋一禀 堪称时代之子 但为何根骨如此稀松平常 丁玲无言 只能说自己也不知 这是实在是有为常理 童渊抚须 双目炯炯有神地盯着丁玲 似乎要把丁玲给看透 我知道潘凤为人 他绝对不是一个信口开合的人 他会在信上那般圣赞你 并要求我教导你 呼吸法 枪法 我看在跟他交情不错的份上 可以答应 丁玲便露喜色 你别高兴得太早 童渊笑了笑道 丑话说在前头 你要是无法把我传授给你的武艺 学到精通的水准 我是不会让你下山的 除非你愿意 他手指山脚下的玩家们 似他们一般 从装弓开始学习 没有问题 丁玲满脊眼睛发动 信心满满地说道 我一定能学会前辈传授的呼吸法 枪法的 倒是挺自信的 童渊哑然失笑 不过很多时候越是自信 受到的打击就会越大 我希望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能挺住 不要轻言放弃 丁玲自然是英式 赵云在一旁看着 没有说话 等童渊要丁玲明天再过来找他时 赵云这才拉着丁玲道 一边说道 丁玲 师父虽然很好说话 但教徒的时候 却极为严厉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丁玲的要求 赵云改口叫丁玲名字 不再说恩公了 放心 我知道轻重 另外 我要提醒你几句 你说 师父的看家本领 灵黄呼吸法 真的很难 我修炼日久 至今都无法到化境 还有师父的拿手绝学 白鸟嘲凤枪 也是特别难 我虽然已经修炼到圆满状态 但当时为了学会这枪法 也是吃了很大的苦头 耗费了许久的岁月 才修炼成功 赵云对丁玲 可谓是推心致富 什么话都说得很细致 丁玲知道赵云的意思 不时点头表示会注意 赵小雨也在旁边 不时插话说上两句 老师父说我二哥的天赋 古今罕见 但即便如此 我二 学习呼吸法 枪法也有十几个年头了 至今没有大成入本能 可见这功夫的难度 他顿了顿 安慰丁玲道 老师父只有教导功夫的时候 很严厉 平时都是很好说话的 你一定不要太过介意 好好学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很明显 包括赵小雨 赵云在内 没有人相信丁玲能在短时间内 把童渊的看家本领给学会 除了赵兵玄 他在夜城待过 可是十分清楚 丁玲的恐怖战绩的 对丁玲几乎盲目崇拜 四日 赵云带着吃完早点的丁玲 赵小雨 赵兵玄三人去拜见童渊 依然是那座竹楼前 童渊这一次 却似乎在进行一种特别的修炼 他盘坐于一根竹子上 轻飘飘的 似随时会飞仙而去一般 一呼一息间 道道白气从他的鼻孔间喷噬出 丁玲大惊 赵云低声解说 这是灵黄呼吸法 到了画境的外在表现 这也太惊人了 丁玲震动 他虽然看过不少高来高去的武侠 仙侠电影 但还是远远比不上 现实里青眼所见来的震撼人心 再说了 这可是三国事件 不是武侠事件 是啊 师父他老人家武艺通神 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才能到达他的境界 赵云很羡慕 呼 童渊一口浊气吐出 突然身子一展 凌空一跃而出十几米 轻飘飘的 似一阵风般 飘到了丁玲的面前 嘎吱 那被他盘坐的竹子 一声嘎吱响 反弹了几下 重新变得鼻挺如剑 展示一下你的枪法 童渊双眉如剑 双目如垫般 看向丁玲 显然在这一刻 他已经进入了教学状态 虽然来得很突然 但丁玲在赵云的提醒下 早有所准备 文言立刻抖动一杆长枪 这长枪 是赵云借给丁玲的 丁玲只带了把大己上山 没有枪 而童渊果然如赵云所言 会要求他展示枪法 丁玲也不含糊 高阶枪法 如星芒要空一般 刷刷在虚空 接连刺出五个星点 倒到进气刺空 刺得原地起了 倒到小型的旋风气浪 半上 丁玲收敲力 朝着童渊拱了拱手 童渊点了点头 紧绷着的脸 稍稍放缓了些 抚须肯定道 枪法的基础打得不错 看来可以直接掠过 基础阶段了 接下来 我会传授你一套 灵蛇枪法 这是一套 高阶枪法至上的 真正武功 你看好了 吭枪 枪枪枪 童渊直接以一根木棍做枪 不时点出 灵蛇枪法精髓的同时 还亲自示范 演练灵蛇枪法的 种种奥妙 明明只是一根腐朽的枯木 却在他的手里 化作了一杆 似能丈量天地的神尺 一条似能责人 而是的巨蟒 极致处 凭空起波澜 一根枯木 却打出了万蛇起舞的 神妙惊悚感 呼 童渊长呼口气 收起枯木 看向丁玲 感觉怎么样 他演练了一遍 完整版的灵蛇枪法 若是觉得太难 我可以分开讲解 演练 一招招地学 直到彻底悟通 学透 他指向赵子龙 道 赵云是我这一生 最得意的关门弟子 他学习灵蛇枪法 也是耗时不浅 足有三年 才到得圆满之境 这灵蛇枪法 虽然看似简单 实则极难精通圆满 绝大多数人一辈子 也只能学个表象 无法真正洞悉 这枪法的精髓 你若是能在两三年内 学会这枪法 我就传你进阶版本的枪法 若是不然 你就下山去吧 很明显 只有学会了灵蛇枪法 他才会收丁灵为弟子 继而开始严格针对性地教导 丁灵心中了然 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闭目 脑子里迅速闪过刚刚看到 听到的一切知识点 图书馆的书架上 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凝聚出一本书 书籍上赫然刻着几个大字 灵蛇枪法 哄 灵蛇枪法满极 力量加1.1 敏捷 加1.3 体质加1.1 种种有关灵蛇枪法的精髓 轰然入石海 一道道不可思议的 傲义化作本能刻入骨髓 只是顷刻间 灵蛇枪法赫然满极 道得圆满如意自然的境界 吭枪 丁灵一斗手中长枪 枪在这一刻 似化作了一条灵蛇般 在他的手中窜动 在虚空之中游走 灵活到了极致 修修 刹那间点出八道星芒 每一道都似能穿破环宇 灿灿声光 一套完整版本的灵蛇枪法下来 丁灵气势陡增 气息在不断飙涨 整个人的体格 身高都似在冥冥中 得到了新的突破 变得愈发地完美 强大 坚韧 却是因为敏捷 体质都突破了十点 使得丁灵再次打破了两道之骨 一身超然之气 愈发明显 赵云瞠目 这 这 这 怎么可能 童渊震撼 因太震惊 胡子都不自觉地拔下来了一根 痛得眼角抽出了两下 太强了 赵小宇感觉不可思议 这可是灵蛇枪法 怎么会这么轻易就学会 赵小宇也得童渊教导过一些枪法 灵蛇枪法 也是略懂一二 但也只是得了个皮毛 因为他不是蓬莱山上人 且相对于赵云来说 太过鲁顿 就没有被童渊 说为关门弟子 自然也就谈不上 让他必须学会本领 才能下山 所以 他是上下山自由的 不愧是将军 赵冰玄一脸仰慕 崇拜 尤其是看到赵云 童渊 赵小宇脸上的不可思议的表情 更是倍感荣耀 毕竟他早已经是丁灵为主了 丁灵越强 越遭人稀罕 他就越开心 欢喜 成就感 荣誉感 自然也就越强 此刻他的心里便是这样 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甚至于在想 童渊 赵云他们都觉得 将军不大可能很快学会灵蛇枪法 结果呢 你确定 你以前没有学过灵蛇枪法 童渊质疑道 确定 丁灵回答得很肯定 他心中也是极为满意的 刚刚上山 就得传一门 不弱于沙场刀绝多少的枪法 童渊真是大方 若不是青年所见 谁会相信这一幕 赵云倒吸了口气 有些自残 我可是学习了三年 才道得丁灵你这种水平 是啊 赵云这等爵士天才 都学习了三年 童渊忍不住上下审视起丁灵来 你如何可能半课中不到就学会了 而且还学习到了出神入化 到了本能的境界 这如何可能 丁灵没有再说话 童渊仍然是一脸的不敢相信 丁灵如果相对天才 他还能接受 但丁灵天才到不合乎常理 童渊就接受不能了 因为这不符合他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他沉吟道 潘凤说你看称时代之子 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 前提是你真的非常了不起 但就刚刚的灵蛇枪法来看 你的确符合传说中 时代之子的特性 他双目四含了利刃 要把丁灵给看穿一般 我还是有些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你这样的器材 这样吧 他手中目棍一摆 我再传你一套灵鹤枪法 这灵鹤枪法 跟灵蛇枪法的难度相当 但却是我的拿手绝学 百鸟嘲凤枪的基础版本 只有学会了灵鹤枪法 再学习灵凤枪法 才有机会学会 学好我的百鸟嘲凤枪 现在 我要演练的 就是灵鹤枪法 你且看好 哄 一股静气 凭空而生 一根枯木在这一刻 似化作了一只 展翅高飞的灵鹤 时而双翅一拍 直窜云霄 时而俯视凡尘 遨游九天时 第十万里 时而冲向大地 鹤嘴如针 似要刺破一切 一根枯木 却被演练得如梦似幻一般 宛若眼前 真的有一只鹤在武弄乾坤 展示一生所学精髓 丁灵看得如痴如醉 到了他现在的这种境界 灵鹤枪法 他已经能看懂一些了 正是因为看得懂 才明目到 这枪法的不俗 这又是一套 不逊色于 沙场刀绝的枪卷 童渊比他想象中的 要来的大方太多了 他本来还以为 童渊要对他 进行各种考核 施压 但一样考核都没有 直接上来 就是实质性的教学内容 不出意料之外 肯定是潘凤的那封信 起了关键效用 丁灵对潘凤 生出感激之心 心想 有必要 一定要改变潘凤 被化雄意外杀死的命运 当然 前提是 这三国世界 又一次出现 诸侯逃懂的大事件 但玩家的介入 三国世界 必定面目全非 就是不知道这大事 还会不会再次 如期发生了 哄 一股滔天静气 化作一股旋风 冲向了一侧的竹木 轰然声中 竹木瞬间爆裂 哄 童渊收工而立 看向丁灵 微微一笑 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 丁灵满极演技发动 自信十足地说道 其实他只是看懂了 这枪法的极少傲益 精髓 了无这枪法很厉害罢了 真让他去学 去练习 没有个几个月 别想学会 这还是理想的情况下 不理想 三五年只能说很正常 哦 童渊敬意不定 抚须打量丁灵 满腹疑问想说出口 但斟酌半上 只是说了句 你能否演示一遍 能 丁灵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稷儿微微闭目 故技重施 脑子里有关灵鹤枪法的种种 一会儿过 随后 图书馆的书架上 迅速凝聚出一本书 灵鹤枪法 哄 灵鹤枪法满极 力量加一 敏捷 加一点四 体质加一 灵鹤枪法的所有傲益 精髓 在这一刹那间 都被丁灵给洞彻 了悟 种种枪法的招式 都四化作本能 铭刻到了丁灵的驱躁之上 丁灵手握长枪 一抖枪身 人随枪走 枪枪枪 凭空抖出九道枪芒 刹那九点星光一闪而过 每一道都四能点穿人的头颅骨 静气之大 凛然生风 速度之快 肉眼难辨 救 隐隐间四能听到灵鹤煎鸣 一杆枪舞动到最后 浑似灵鹤高飞 似要振翅万里 俯瞰苍生 一股灵动的霸气 在虚空生成 呼 丁灵收枪而立 长呼口气 朝着童渊拱了拱手 已是已经完成演练了 童渊目瞪口呆 怎么可能 赵云瞠目结舌 太厉害了 赵小雨哆嗦 不愧是将军 赵冰璇一双信目 泛着崇拜的光芒 足有半晌 童渊才似回过神来 他不负淡定 也没有一开始的严肃 只是盯着丁灵 似喃喃自语 又似在跟丁灵说话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啊 老夫长这么大 什么奇人意识没有见过 但似丁灵你这般恐怖的人物 不要说见了 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呀 即便是传说中的时代之子 也不可能这么让人心惊啊 能让师父这般失态的 自古及惊 恐怕也只有丁灵一人了 赵云心中如是想着 看丁灵的眼神 却是越来越奇异 震撼 他实在是不能理解 丁灵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要知道 他学习灵鹤枪法 可是以年来计算的 丁灵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 就算加上师父的演练时间 也是半课中左右罢了 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你确定 以前没有学过灵鹤枪法 童渊再次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可见 他此刻心态 已经非常不稳了 确定 丁灵依然回答得很肯定 他满脊眼睛发动 一脸的自然 自信 坦然 根本看不出心虚的痕迹 说到底 丁灵是在开挂 这根本不是 他本身的资质在起效 所以 丁灵每次被人这么问 都有一种莫名的心虚感 这个时候 演技就能发挥出 他的遮掩效用了 当然 随着时间流逝 丁灵的脸皮越来越厚 对外挂也越来越适应 他的这种心虚感 是越来越淡的 相信再过一段时间 这心虚感 可能就会彻底消灭 呼 童渊长呼口气 强行按捺住 内心激勇的涛浪 他的世界观 人生观 在这一刻 都开始不稳了 他需要缓一缓 足有半晌 他缓过来 盯着丁灵说道 我实在是理解不了 你的天才程度 因为这超出了 我的认知范畴 他自顾自地说道 我自小沉迷修仙之道 所以少年时 就曾南闯北漂 学习百家武学 最后在蓬莱岛上 得到神秘的灵魂呼吸法 以及百鸟嘲讽枪法 等传承 凭借着这传承 我努力多年 忠诚世人眼中的 一代枪神 但即便是传承记载 我也可以算是资质不错了 然而对比一下你 我真的什么都不是 前辈过谦了 丁灵演技发动 肃然道 这个时代 能有枪神称号的 除了前辈 再无一人 前辈已然登顶繁俗尘世 如何能妄自菲薄 你说得对 童云被丁灵反过来安慰 不由哑然失笑 是我这香了 他叹息 但你的天才连传承 都不曾有过记载 要知道 传承中曾记载的枪法第一人 可是上古时代的吃油 但即便是吃油 也没有你的天赋可怕 所以我才会觉得 你的存在 简直就似幻梦一般 是不能理解的 吃油 丁灵暗暗诧异 难不成这枪神传承 来自吃油 童云四看穿了丁灵所想 道 这传承并不是来自吃油 但却记载了 吃油所会的枪诀 前辈你说的是 不错 童云府须道 灵蛇 灵鹤 灵凤等枪法吃油都会 可以说 那传承就是脱胎于吃油之神 后来被人几次修改专严 名字等都改了 也就成了现在的枪法 至于一开始的枪法名字 我也不知 原来如此 丁灵心中震动 想不到童云的传承 竟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 难怪 他自好蓬莱枪神 感情是因为传承的 自蓬莱岛的缘故 可是据我所知 吃油的神兵 不是琥珀刀吗 谁跟你说 吃油指挥刀法的 童云面露一色 吃油十八般武器 样样精通 他或许最为精通刀法 但枪法也是非常不俗的 要不然 也不会传承到这个年代了 说谈了一会儿 童云一脸异样之容 重新变得肃然起来 传承的事情先不说 我们继续教学吧 这一次我传授你灵凤枪法 较之于灵鹤枪法 灵凤枪法更快 更灵动 更迅猛 难度自然也更高 想要学会 并不容易 想当年即便是我也是 耗费了极大的心血 才把它修炼到圆满如意的境界 他瞥了眼叮铃 如果你这一次 连灵凤枪法也学得很快 那 那什么 他没有再说 而是直接开始了舞动枯木 一根枯木 在这一刻 似化作了一只活灵活现的凤凰 哄 随意一击 都有莫大的威力 最为主要的是快 快到宛若闪电一般 凭空突刺一下 就点出了数十道心芒 无法想象 这一枪 如果落在人的身上 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一枪突刺 却宛若 同时有数十把枪在刺紧 每一击的力度 都似乎能贯穿大树 寻常人面对这一枪 不要说挡了 能不能保存全尸 都是一个问题 呼 童渊一套枪法演练 讲解完毕 看向丁灵 如何 可以 丁灵速冗点头 微微闭目 一道道凌厉而迅猛的招法 在脑子里一画过 同时间 图书馆的书架上 一本书快速成型了 刹那后 灵凤枪法满集 力量加零点八 敏捷 加一点六 体质加零点八 各种技巧精髓 顷刻间就被丁灵彻底掌握了 他睁眼 手握长枪 一抖枪身 人随枪走 往虚空一次 十朵枪花完美成型 枪枪枪 一杆长枪演练开来 宛若狂风暴雨一般 快得不可思议 肉眼去看 只能看到道道枪影 缓过虚空 根本难以分辨出 真正的枪身在哪里 半上 丁灵收敲二力 朝着童渊拱手 前辈 请指教 童渊无语看苍天 心说 你都学成这样了 我还怎么指教 依然是这么的快 赵云自残行贿 心中的骄傲被击碎 不负早前的傲气凌云之表象 变得愈发的谦卑 稳重 只因对比丁灵 赵云发现自己就是个渣 这如何能让他骄傲得起来 再想想 早前对丁灵的千丁灵万主 赵云就不由得脸红 羞造 丁灵如此天才 还用得着 怕这怕呢 完全是他多虑了 太强了 赵小雨呆若目击 即便震撼了好几次 这一次 依然把他震撼得呆滞 难言 只因没有人比他清楚 他的二哥 为了修炼凌凤枪法 吃了多大的苦头 文集起舞是寻常 夜里以手做枪 疯狂练习刺激 更是普通 看看二哥 再看看丁灵 赵小雨如何可能 不被冲击的心浪翻腾 难以自已 将军 赵冰璇兴目迷离地 看着丁灵 已经完全被丁灵的风采 气度 天才给折服了 半上 丁灵拱手得有些麻食 童渊在叹息道 你的存在 让我都开始忍不住 怀疑起人生了 他说的倒是直白 丝毫没有顾虑 自己老前辈的身份 我的心态 现在特别不稳 我需要休息一天 你明天再来跟我学习 白鸟嘲讽枪骂 说完 他便转身快速离去 四身后有恐怖的怪兽 在追他一般 形容颇有些狼狈 会这般作态 可见 童渊现在的心态 已经完全炸裂了 几乎同时 提示音响起 获得一级成就勋章 你获得了童渊的高度惊叹 注视 毫无疑问 你接连三次在 极短的时间内 学会了他的枪术 让他极度震撼 不能自已 他的三观 已经接近崩塌 他这一生的坚持 信念 都在这一刻开始改写 你的出现 让童渊的思想 心态 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你成功地让一代枪神 都为之惊恶 自愧不如 又是一枚一级成就勋章 联想到潘凤身上的那一枚 丁灵猜测 这一级勋章 目前可能只能从 超一流高手的身上获得 或者斩获 击败 足以改写 历史进程的匪徒等等 获得成就勋章 你得到了赵云的深度认可 注释 赵云本就对你心怀感恩之心 你今天的表现 更是深深地折服了他 赵云的成就勋章 没有一级 可见 赵云现在还在成长性的阶段 还没有成为超一流高手 丁灵释然 对于一级勋章的获取 已经有了一定的眉目了 赵云的竹屋内部 赵小雨 赵冰璇 做好了饭菜 既然做好 一边吃一边聊 赵云一脸佩服地看着丁灵 你现在可以刺出十朵枪花了 这水平真的是非常高 我目前全力以赴 也只能刺出九朵半 你比我强 他似十分郁闷 我苦练枪法多年 都记不上你 习练枪法半时辰 这差距未免太大了 他喝了杯美酒 但酒入肠 却越喝越苦 他知道这是心中苦涩 嘴里酸涩 导致吃菜 喝酒都没有什么滋味了 是啊 赵小雨一脸崇敬地看着丁灵 我二哥学枪可是吃足了苦头 但能在十几年的时间内 达到今天即将出师的地步 也非常了不起了 毕竟老师傅的高要求一般的天才 也根本无法满足 二哥能做到 真的是天赋一柄 资质无双 但如今跟你对比一下 这 这 这什么 他没有说下去 但赵云却似变得更苦逼了 喝了几口闷酒 仍然是不能释怀 赵冰悬在旁安未到 我家将军在夜城的时候 就是以天赋绝事 名震一方 不论是张和将军 潘凤将军 甚至于是冀州慕含富 都对我家将军推崇备至 认为他是天上地下第一人 古今罕见的无双之才 所以你们完全没有必要跟他做对比 因为 我家将军太过出色 自古及惊 可能都寻不到一个 跟他类似的人物 这话说的荣誉感 骄傲感 归属感满满 一口一个我家将军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赵冰悬是丁灵的人似的 赵小宇瞥了眼赵冰悬 神情悠悠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只是看得赵冰悬脸红羞涩 赵小宇才不再多看他 也是 赵云长呼口气 四看开了不少 虽然不能跟丁灵你这样的 爵士人物做对比 但天下之大 我相信 总有我赵云的立足之地的 这是肯定的 丁灵速农说道 赵兄弟 你的武功超凡 形容不俗 一看就是爵士猛将的料子 相信你一定会被历史所铭刻的 这话不少玩家都对赵云说过 但赵云听着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丁灵说 这话的效果 则完全不同 赵云听得心中一阵 抖擞不少 点头笑道 连丁兄都这么说 看来我未来必定会不凡的 这就好似一个乞丐对赵云说 跟一个皇帝对赵云说的效果 乞丐说了 赵云心中 可能只是微微起波澜 皇帝说了 赵云必定信心十足 精神百倍 毫无疑问 此刻丁灵 在赵云心中的分量 就是这么重 从到赵云都无法察觉的地步 丁灵对赵云很欣赏 赵云则对丁灵高度赞美 认可 两人说开后 越聊越投机 越说越畅快 最后尽兴处 忍不住说起童云的武功来 丁灵极为震撼于 童云能一瞬刺出数十朵枪花的武艺 赵云笑道 师父他老人家学究天人 一辈子钻研枪法 凝炼了百家武学于枪法之中 在有灵魂呼吸法的辅助修炼 能达到这一步实属正常 他看着丁灵眼中有羡慕 敬佩 但凭借丁兄你的天赋 想来迟早有一天 会达到师父的境界水准的 我就不一定了 他叹息 丁灵笑道 赵兄弟的天赋 连你师父都为之屡屡夸赞 可见不凡 相信你只要努力勤修 早晚会踏足你师父那一境界的 见你吉言 赵云大笑 很是开怀 若是真的有一天踏足了师父的境界 我一定会跟你畅饮三百倍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次日 赵云再次带着丁灵几人来见童渊 童渊依然盘坐在竹子之上 只是这一次 他不负上一次的高人风范 看到丁灵来了 他呼出去的一口气都为之一乱 身形开始不稳 他顺势从竹子上一跃下 来到了丁灵几人的面前 他似乎思虑了足有一夜 黑眼圈颇为明显 看到丁灵 童渊的表情就开始不对劲起来 赵云了然 不消说自家师父 肯定还是无法想通 丁灵为何如此厉害 以至于夜不能寐 事实也的确如此 童渊是一个执着 执拗的人 很多事情 他必须想通透 钻研清楚 他才会做到释怀 若是不然 很有可能是茶不思饭不想 是意 今天一早看到丁灵 他才会再次控制不住内心的翻天波澜 以至于面有明显一色 我也不废话了 童渊深吸口气 直入主题 你要是今天 也能很快学会我的白鸟嘲讽枪 我就对你心服口服了 我也不会收你为徒 因为我没有 那个资格 前辈 丁灵还带说上两句 童渊伸手阻止 叹道 只是掩饰一遍 讲解一遍 你就能把一种武功 修习到圆满如意的境界水准 你让我如何教导你 如何收你为徒 我们就当以武会友吧 当然 他顿了顿 前提是你真的能很快学会我的白鸟嘲讽枪 就以一年 不 一个月为期限吧 他表情十分纠结 显然说出一个月时 他也是颇为苦涩的 要知道 不论是赵云 还是他本身 学习白鸟嘲讽枪 都是学习了很久的 如果丁灵能在一年内 学会这门枪法 已经可以说是 百万千万中无一的天纵奇才了 一个月 那简直无法想象 但想到丁灵之前的表现 他又莫名的有些期待 忐忑 期待于这世间 真的出现一个震骨朔惊的逆天之才 忐忑于 如果丁灵真的这么快学会了 自己的枪神之名 是不是该退位让贤 是 前辈 丁灵对童渊很尊敬 童渊颇为欣慰 赞赏地看着丁灵 如此奇才 竟丝毫不自负 不灵人 不小觑旁人 可谓十分难得 要知道 他见过的人 可谓海里去了 九云吕布 他也见识过 那位也是一位绝顶奇才 但眼高于顶 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自负狂傲至极 四丁灵只是自信 这才是最为正确 也最应当有的处事态度 好 童渊点了点头 他其实一直在暗中观察丁灵 发现丁灵为人处事 极为稳重 有道 这极为符合童渊的胃口 要不是丁灵实在是太逆天 他都会忍不住 收下这个弟子了 但正是因为丁灵太了得 远超他的想象 他反倒觉得自己 没有那个资格 做丁灵的师父 看好了 童渊心中通透后 毫不含糊 当即便开始施展 白鸟嘲凤枪的枪法 他也不避讳赵小雨 赵兵璇几个女子 一边讲解 一边示范 在童渊看来 这等上乘枪法 就算给赵小雨 赵兵璇看 他们也看不懂 还真当人人是赵子龙 人人是叮铃不成 吭枪 枪枪枪 童渊依然是手持一截枯木 但枯木在他的手里 却似化作了一杆仙兵 一笔神枪 枯木过处 倒倒心芒似流星般 划过苍穹 极为炫目 枪枪枪 一刹那 点出数十朵枪花 绽放而出的枪花 甚至于在半空之中 凝聚出一支支的灵雀 最后枪花爆破 在半空之中 化作一副白鸟嘲凤图案 图案一闪而逝 但却似流星坠空般 亮眼 多彩 绚烂 可谓到了一种武功能叙述的极致 好 好功夫 丁玲 赵小雨 赵冰玄 包括赵云 都忍不住鼓掌喝彩 童渊微微一笑 看了眼手中的枯木 卡兹 卡卡 枯木化作粉末 飘散于空 童渊叹了口气 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到 尽弃灌木 而不伤木之本身 丁玲无言 心想 你老人家都厉害到 堪比陆地神仙 武侠高人了 还要求这么高 这让其他名人 猛将怎么玩 丁玲在看完 百鸟嘲讽枪的完整枪诀后 对于这枪法的犀利之处 有了更为完整 清晰的了解 毫无疑问 这是一门绝对不逊色于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的枪诀 赵子龙后期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这门枪诀的基础上 又钻研出来了一门 更为适合自己的 七探盘蛇枪法 可见其天赋惊人 当然 现在赵子龙还在山上 虽然已经可以出师了 但因为丁玲的到来 他又在山上准备多待些时日 却是因为他意识到了 自己的不足 对比一下丁玲 他的悟性实在是拙恋 当然 这只是赵子龙自己认为的 包括丁玲在内的所有玩家 都知道赵子龙的不同反响 都明白 他的悟性堪称逆天 然而跟丁玲待在一块 赵子龙深受打击 是绝对不会信玩家们 说他悟性第一等等话的 你看明白了吗 童渊看向丁玲 态度很是和善 若是没有看明白 我再讲解 演练一遍 赵小宇 赵兵玄本能地点了点头 他们实在是没有看懂 更别说记住 凌悟 学会了 丁玲见此 便让童渊再演练一遍 童渊的枪法 极具美感 已经把武功升华到了一种 堪称艺术的境界水准 能多欣赏一遍也不错 再说了 丁玲实在是不好说 一遍就行 毕竟昨天的灵蛇 灵鹤 灵凤枪法的学习 已经让童渊备受打击 震撼 如果这难度极高的 百鸟嘲讽枪 也是一看就会 一会就精通 一精通就圆满到 化作一种本能 那会让童渊做如何感想 要知道 在明知道丁玲 已经领悟力超绝的情况下 他还是认为 丁玲大概率需要一个月左右 学会百鸟嘲讽枪法 便知道 他对这百鸟嘲讽枪法的重视 与肯定了 丁玲让他演示两遍在学会 这肯定会让他心里好受些 至于拖延时间一个月 丁玲没有这么想过 因为没有必要 而且他的战神之路 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 他不想太过浪费时间 枪枪枪 童渊再次演练 依然拿的是一段朽目 半赏演练完毕 他看向丁玲 丁玲微微闭目 口诀映入石海 招法在心中一闪而过 图书馆的书架上 很快凝聚出一本书 百鸟嘲讽枪法 请课间 百鸟嘲讽枪法满级 力量加二 敏捷加二点六 体质加二 咔嚓 轰蹦蹦 骨骼在响动 脏腑在颤鸣 丁玲的身材 又一次开始发生变化 身高在惊雷作响声中 拔高了一小节 体格变得愈发魁梧 健硕 这种变化 童渊呆若目击 不会吧 赵云只觉得不敢相信 或许是丁大哥后继薄发 才有如此变化呢 赵小宇猜测 将军 赵冰玄眼中的崇拜 几乎要冲出眼眶 哄 丁玲猛地握紧手中长枪 枪随身走 整个人在这一刻 似化作了天地之间的一道旋风 锁过之处 枪尽机涌 点出一朵朵的绚烂枪花 更似风卷残云一般 周遭十米之内 竟无意完好之物 尽数被枪芒给点破 一瞬刺出枪花十三朵 每一朵都凌空绽放 最后凝聚成一幅白鸟嘲凤图 这明显是白鸟嘲凤枪法大成 才有的标志性图案 尽管之前已经有所预料 但真的见到了这一幕 童鸟还是被震得不清 嘴唇都开始哆嗦起来 一时之间 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这 这是真的 赵云下巴都 似乎要跌落在地了 我学习这枪诀 十几年才几乎圆满 但距离自然如意 化作本能 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如今看丁兄弟的模样呢 他貌似已经先我一步 走到这种画境之地了 不可思议 赵小雨精的头皮发麻 虽然早就对丁大哥的天赋 有所了解 但在这一刻 我才真正意义上 体会到他的恐怖 了得 能一瞬跑出百米 跟一瞬跑出万米的差别 是很大的 但丁灵呢 在他们眼里 就似是这样的人 学会灵鹤枪法等 半课钟 学会白鸟嘲讽枪法 也是差不多半课钟 而且 童鸢 赵云 严重怀疑 丁灵可能只是为了 照顾他们的面子 所以才让多讲解一遍 若是不然 一遍他就有可能学会了 想到这里 童鸢又是震撼 又是欣慰 又是满足的同时 又忍不住为之叹息 休惨 震撼于丁灵的恐怖天赋 欣慰于这方世界 终于要出一个 真正的逆天级别强者了 满足在于 自己竟可以跟这样的无双天 才做五道交流 叹息休惨 则是自己的一生所学 竟敌不过对方的半课钟 领悟休息 太妖念 太变态了 童鸢如此隐式枪神 也是忍不住择舌 感叹 这也是我年纪大了 若是年轻 那会遇到你这样的天才 一定会被打击到 自闭怀疑人生的 丁灵在一旁 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沉默 稳重 得体 不骄不躁 前途不可限量啊 童鸢怒赞丁灵 本来还以为 你再怎么天才 也不可能一个月学会的 结果你这 你这 他摇了摇头 显然是无言以对了 行了 他叹道 原本还想把呼吸法的传授 留着做压箱底的 但你既然如此了得 我就在今天 也顺便把灵黄呼吸法 传授给你了 丁灵剑里 谢过 童鸢摆了摆手 你再学会灵蛇枪法的那一刻 就已经够格学这灵黄 呼吸法了 只是我没有想到 你会这么厉害 他顿了顿 道 你且听好了 他开始讲解 演练灵黄呼吸法的 精髓奥义法门 他依然没有避讳赵小雨 赵冰玄 显然是不认为他们能学会 这灵黄呼吸法 看似是一种呼吸法 实则是一种 静气锻炼皮膜 筋骨的法门 这其中 还需要配合一些古法 来熬练药材 以熬练的药材做药膏泡澡 再配合呼吸法 汲取药膏的营养 入皮膜 筋骨 这样一来 皮膜 筋骨 就会日渐强大 直至道德一种超凡入圣境界 就自然可以轻松 一跃几十米 宛若陆地神人一般 丁灵听了一遍 图书馆的一个新的书架上 已经凝聚出相关书籍 灵黄呼吸法 只是顷刻间 灵黄呼吸法满极 魅力加一 种种相关傲益 在石海中积涌 环绕 化 一种本能 冲入丁灵的四肢百骸各处 使得丁灵的呼吸方式 在这一刻彻底得到改变 一呼一吸 一起一伏之间 浑似一只上股灵黄在盘握 这是呼吸法 深入骨髓灵魄的造化外在表现 每一次呼吸 丁灵都感觉自己 在变强 这便是灵黄呼吸法的真谛 丁灵回过神来 若有所思 它不似一些外练武功能 让我瞬间变强 因为这呼吸法的本质 是需要药材配合的 但因为我已经把它修炼到大圆满了 以后或许根本不需要怎么熬炼 直接吃药材 依然可以汲取其中养分 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 丁灵对灵黄呼吸法的感悟很深 道德圆满如意境界 因为灵黄呼吸法 深入骨髓本能的缘故 使得她的身上 自然而然地 多了一种尊贵之气 这让她的魅力 值得到了提升 但力量 敏捷等 却需要药材的配合 呼吸法如此 那内功呢 丁灵若有所思 外功直接提取力量 但也需要及时补充肉食 呼吸法 因为潜力无限 可以一边吃药材 一边提升自己 那内功是怎样的 丁灵不得而知 因为她现在还在历史未免混 她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能打通前往武侠未免的通道 不过 即便是灵黄呼吸法 也让她倍感不凡 感觉到了这呼吸法的无限潜力 绝对是超过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百鸟嘲凤枪法的 顶级修炼法门 这并不是说难度上超过了 而是潜力方面的超越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只能提高有限的力量 敏捷 体质 而灵黄呼吸法不一样 它能提升的力量 敏捷等等 绝对远超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但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本就是技巧性的攻击法门 跟灵黄呼吸法 这种修炼法门自然是不一样的 你成功顿悟了 童渊一双眼睛瞪得 有若同灵一般 赵云无言以对 感觉自己似遭遇了一万点暴击 灵黄呼吸法有多难 比只白鸟嘲凤枪法 还要来得玄奥莫测 难以理解 就好似凡人在学习神仙之语一般 洞悉起来 难若登天 赵云当时为了学会这灵黄呼吸法 可是吃足了苦头 每天浸泡的药育 就不知道有多少 如若不是自家师傅的库存足够 怕是都坚持不到 自己学会这灵黄呼吸法 但即便如此 十几年下来 自己的灵黄呼吸法 仍然无法大成 始终无法进入 灵黄换身的境界 然而丁灵呢 看到身上多了一种莫名高贵 尊贵气息的丁灵 赵云一口气堵在喉咙里 差点把自己憋死 不错 丁灵很识诚 没有想过隐瞒 他还希望通过 童渊能多学一些武功 技法 最好是多一些技法 因为技法能直接增强他的力量 敏捷 体质 死 尽管已经确定了 丁灵一定修炼成功了 但真的得到肯定的答复 童渊 赵云 还是忍不住倒吸了口气 一个个看丁灵的眼神 就似在看怪物 连上古时代的灵黄呼吸法 都能这么快修炼成功 真的太强了 童渊只觉得 如闻天方夜谭 如若不是亲眼所见 就算一千人 一万人 言之凿凿的 对我说起这时 我也一定不会相信的 因为太毁三观了 童渊的世界观 人生观 在这一刻 是真的崩碎成渣了 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 人生观 需要重新构建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就是眼前的丁灵 是啊 赵小语也是择舌不已 这才多久 竟然就胜过了二哥苦学十几载 不愧是将军 赵冰璇彻底痴迷丁灵了 尤其是看到童渊几人 对丁灵的看法后 心中更是由衷地 产生了一种满足感 这到底是他家的将军 你来演练一下 童渊迫不及待 丁灵点了点头 随后 整个人四化做了一只上古灵黄一般 行走大地之上 双掌展开 如双翅飞舞 一行一退之间 浑似灵黄翱翔九天 俯瞰苍生大地 那种霸气 高贵的气息 铺天盖地般 席卷十方 震得童渊一行人 瞳孔扩大 竟然真的成了 唉 跟丁灵对比一下 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庸才 赵云叹息 自残行晦 我果然是没有资格教导丁灵你 童渊苦笑 以后我们就以武会友吧 期待你成为武神的那一天 不是对丁灵盖 以枪神等名号 而是直接认定 丁灵未来会是一代武神 可见 童渊此刻心中 对丁灵的绝对认可 获得成就勋章 你彻底折服童渊 朱世 你的天才让童渊这等无双枪神 都忍不住自愧不如 震害不已 它甚至于产生了 让你学会天下百家武学 成就真正武神的想法 看到这点提示消息 丁灵忍不住双目微亮 而且 通过童渊的这次成就勋章 他已然肯定了 一级成就勋章的人身上 一般还存在一个普通勋章 潘凤如此 童渊如此 如果童渊真的愿意 让我学习百家武学 那我岂不是会强到逆天 丁灵一脸期待 但因为接二连三的不断提升 他现在只觉得 腹中格外饥饿 就跟童渊等人交流了一会儿后 就陪着赵云 去深山老林之中 打杀了一头猛虎 一头野猪 拖回来直接烧烤 吃饱喝足后 丁灵 只觉得神丸气足 说不出的通透 舒爽 果然 迅速提升后 需要补充肉食 而且 我还发现一点 游戏中提升后 回到现实再去提升 貌似需要耗费的能量 会减弱不少 丁灵吃的 可是实打实的肉食 而且 不论是早前的牛肉 还是现在的虎肉 猪肉 品质都极高 远超面包 方便面 牛肉干的品质 而且他吃的绝大多数食物 还都是面包 方便面一类 看来有必要多吃点 丁灵若有所思 游戏中能把实力带回去 想来一些能量 也可以带回去 只是不能西数带回去罢了 若是多补充一些能量 那现实中补充的能量 可能就会少很多 丁灵决定稍后尝试一下 若是真的如此 那以后 就在游戏中 狂吃一些 反正游戏里 他习武进度极快 消化能力非常强 就似此刻 赵云看到绝大多数的虎肉 猪肉 都进了丁灵的肚子 忍不住择舌 你这也太能吃了 能吃是福啊 童渊在旁目录齐光的 看着丁灵 我年轻时候 也能吃半头牛 那段时间 是我实力提升最快的时候 你现在这么能吃 可见潜力无限 未来一段时间的实力 必定会突飞猛进 他很羡慕 多吃点 我很期待 未来某一天 能听到你丁灵武神的名号 响彻天下 丁灵跟童渊 赵云他们的聊谈 很尽兴 童渊放开心中的芥蒂后 对丁灵是越来越欣赏 认可 佩服 他沉吟半赏道 我毕生所学精粹 都汇聚在枪法与呼吸法之中 其他杂学武功 虽然也懂得不少 但想来 你是没有兴趣学的 不 丁灵回答得很快 我有兴趣 哦 童渊侧目 但想到丁灵的逆天领悟力 与学习力 不由释然 也是 对于我跟赵云来说 学习这些杂学武功 就是浪费时间 但对你来说 不一样 赵云有些尴尬 他知道 师父说这话 完全是安慰自己 天底下 只要了解枪神童渊的人 谁不知道他精通百家武学 武学天赋之高 可谓是金氏骇俗 但即便如此 一代枪神 面对更为逆天的丁灵 也只能感叹 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我懂拳法 掌法 刀法 击法 身法 步法 毛法 剑法 锤法 鞭法 插法 棍法 钝击之法 斧法 童渊说出了足足十几种武功的大致名字 丁灵听得暗暗则舌 童渊虽然没有十八般武器 样样精通那么了得 但精通的兵器数量 赫然也多达了十种之多 另外 拳 掌 身法都懂 不愧是有陆地枪神之称的蓬莱童渊 简直就是行走的人间武库 一个人怕是可以媲美很多武术门派了 难怪教导出来的三个弟子 一个比一个牛 随意一个拿出来都能吊打 镇压一大片了 你想学什么 童渊双目炯炯地看着丁灵 抚须说道 但说无妨 我全都想学 丁灵回答得很果断 赵云无言 赵小语惊诧后释然 这可是奇才丁灵大哥呀 我听不懂的灵黄呼吸法 丁大哥都是很快就学会病清通了 学习百家杂学 不是轻轻松松吗 赵冰玄更是一脸的理所当然 他家将军如果都学不会 其他人更是不用学了 好吧 童渊沉默过后 点了点头 同意了 他本来很想说 丁灵别贪多脚不烂 到时候 必定会后悔终身 但思及丁灵那不可思议的天赋 他也懒得多想了 因为越想 他的三观崩碎得越来越厉害 虽然他的世界观 人生观已经完全崩塌了 需要重新构建 但崩塌过后再崩碎 还是让他心里极度不适 郁闷 堂堂一代枪神 竟然也会被打击得心中压抑 苦涩 难受 这若是说出去 怕是都没有人性 童渊长吸口气 压下心中沸腾思绪 脑子里在这一刻 划过一位老友的影子 他在想 若是把丁灵介绍给这位老友 不知道他会不会跟他一般 怀疑人生 震撼得不能自已 他在这一刻竟开始有些期待起来了 甚至于心中有了决定 等传授完丁灵百家武学 就让丁灵去洛阳 找这位老友学武 这般想着 童渊长身而起 摆了个姿势 说道 枪法能教导的都教导给你了 我看你身法长法稀松平常 就先教导你身法 身法最为重要的基础功绝是庄功 你把你会的庄功演示一遍 丁灵于是起身 演练了低等庄功 马庄功 龙形虎庄功三种庄功 童渊看得暗暗点头 称赞道 龙形虎庄功 是攀缝的拿手庄功 是学习腹法等重型武器 最好的一种基础庄庄功 你能把这庄功修炼到圆满如意 体态随心 变化自如的地步 真的很了不起 他摆了个庄功姿势 既然你已经学会了这三种庄功 那我就教导你 飞鹤庄功 这种庄功已经失传 是我少年时期 从一位无名老者手中学来 他最为精通的 就是身法 可惜 他家境窘迫 为了家人生计 不得已做了梁上君子 最终却因失手 惨遭重创 临死前把这一身本领传我 我之前还凯探 这老者的本领 怕是要失传了 不料 老来竟然让我遇到了丁灵年 他笑道 看来冥冥中自有定数 老天是要我把这一身本领传给你啊 你且看好了 这就是真正的飞鹤庄功 童渊座飞鹤斩翅状 体态松弛 似随时会遨游天际 而去一般 他把庄功的种种要领 奥义都说得明明白白 旁测赵云 赵小雨 赵冰璇也在听着 但他们今天接收的知识点 着实有点多 听了会后 就头晕目眩 不由信心不已 撇开头去不再听了 倒是赵云听得颇为仔细 童渊讲解了一遍 看向丁灵 感觉如何 还行 丁灵点了点头 微微闭目 秀 一道道流光划过石海 图书馆的书架上 随之而快速凝聚出一本书籍 飞鹤庄功 请客间 飞鹤庄功满级 力量加0.2 敏捷加0.6 体质加0.2 不出意料之外 这一次又是敏捷 加的点数格外多 就此之前所学的枪法一般 都更为注重敏捷 而敏捷越高 出手的速度就会越快 童渊显然是把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的理念 钻研得极深 再快方面 天下恐怕没有能出其诱者 呼呼 叮铃长呼口气 放松身体 以手作斥 一个凌空而悬 飞鹤庄功赫然成形 自然完美如意至极 没有丝毫瑕 瑕疵可言 果然讲解一遍就学会了 赵云见怪不怪的同时 又备受打击 这飞鹤庄功我才刚刚理解 还未完全误通 更别说学会 学精 化作本能入骨髓了 但丁铃却做到了 妖面 变态啊 不错 童渊嘴角微微抽出了两下 好在之前被丁铃给打击 震撼得够呛 现在见丁铃如此表现 他心里虽然颇感异样 但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 连灵黄呼吸法 白鸟嘲讽枪法 都被丁铃很快学会 区区飞鹤庄功这么快学会 实在太正常了 童渊如此安慰自己 接下来又舒展身躯说道 飞鹤庄功的进阶法门 是飞檐走壁身法 只要悟通这种法 飞檐走壁 登山攀高若等闲 童渊一边演练 一边讲解 一遍过后 童渊情不自禁地看向了丁铃 丁铃微微闭目 图书馆书架上 立刻凝聚出一本书 飞檐走壁身法 请客间 飞檐走壁身法满级 力量加0.3 敏捷加1.2 体质加0.3 力量 体质加得不多 但敏捷却是直接超过了一点 增强的幅度不小 使得丁铃的骨骼 经络再次发生微妙的变化 呼呼 一呼一息之间 丁铃浑身轻飘飘地 似随时会腾云而去一般 这种敏捷程度 赵云惊讶 羡慕 难不成真的一遍 就成功了 这可是梁上君子的看家本领了 已经失传的绝学 丁铃不至于看一遍就会吧 童渊惊疑不定 虽然他早已经接受了 丁铃爵士天才的设定 但想到自己当初为了学会 心里还是有一些微微泛酸 发苦 唉 童渊也不由地羡慕起来 果然爵士天才就是不一样 就这进度 学会百家武学 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罢了 秀 丁铃直接开始演练起 飞檐走壁身法 他感觉两腿之上的某种经络 被打通了似的 双腿微微一个蹬地发力 瞬间便似离弦而出的利剑一般 迅猛至极 整个人都似飘零的空中枫叶一般 似感觉不到重量了 这就是轻功身法吗 丁铃惊喜 只是基础飞檐走壁身法 就有这种感觉 无法想象真正的轻功会如何 他双足用力登地 魂似急冲的奔马 草原上的亡命兔 飞奔到竹林之畔 一个登地 竟双足踩着竹身 登登登迈动了五六步 直接冲上了竹身的六米高度左右 到了这个高度 丁铃无以为计 只能落下身来 六米高的高度 他在空中一个旋转 卸去近道 轻飘飘落地后 在一个登地 又似出唐的炮弹一般 飞身来到了童铃几人的面前 他疏然站立 朝着几人拱手 赵云无言看苍天 赵小雨 赵冰璇一脸崇拜 童铃深吸口气 平复了心中波澜后 鼓掌道 太漂亮了 这一整套动作下来 行云流水 毫无阻塞之处 可见你对于飞檐走壁身法 已然彻底学会 学通了 他眼角不自觉地跳动了两下 叹道 我虽然理解不了 你这种绝世天才的思路 修炼路径 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传功 来 我们继续 他被丁玲 着实给震得够呛 头皮发麻 寒毛道理 已经不足以形容 他心中精不知万一了 如此奇才 绝对不能只让他一人教导培养 应该推荐给其他老友 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了 童铃决定等丁玲学会百家武学后 就把他送走 如此奇才 待在他这里就是浪费时间 他应该把更多的时间 花费在 如何打通世界避障 成就真正的武神 童铃如此想着 对于丁玲的期望 不由得越来越高 接下来 我要传授给你的是掌法 掌法我学过五种 其中 我最擅长的是 连环掌与八卦掌 四铁砂掌 施行掌 蟒行掌这三种 我并不精通 只是略有涉及 他说到这开始 给丁玲讲解连环掌的奥义 精髓 同时也会演练出招法 丁玲看了一遍后 图书馆书架中 随即凝聚出一本书 连环掌 紧接加零点八 体质加零点九 种种有关连环 掌的傲义 在四肢百骸间流淌 化作一种本能 随心而动 哄 丁玲身形如松 出掌如电 只是请客间 便打出了七八掌 每一掌都打得 进气连环响动 噼里啪啦的声音 震撤一方 这就学会了 赵云 吴雨宁烟 好强 赵小雨 赵冰玄的崇拜 几乎化入到骨子里了 一个个看丁玲的眼神 满是痴迷 很 很不错 童渊抚须的手 微微颤抖了一下 他现在是越来越羡慕 这种绝世天才了 真的是太逆天了 他当初为了学会连环掌 可是把手 都给练肿了 练习了足足有一年 都无法大成 丁玲呢 不能想 不能跟他别 要不然我这把老骨头 估计会直接会被打击的爆脸 童渊没再多虑 强行压下心中的躁动 开始传授讲解八卦掌 又是一遍过后 图书馆书架中又顺利凝聚出一本书 八卦掌 请课间 八卦掌满集 力量加一 敏捷加零点七 体质加一 哄 丁玲的骨骼翠鸣 冥冥中 他似乎又再次打破了某种智骨 随着八卦掌满集 他不仅把八卦掌化作本能 刻入骨髓之中 他的躯窍 也似净化 升接了一般 变得愈发的轻盈 宛若扶毛一般 这种感觉 宛若新生 更似退茧化蝶 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感 自在感 丁玲诧异 忍不住瞥了眼人物面板 人物 丁玲 年龄 23岁 种族 人 阵营 冀州 韩富 职业 虎奔狼将 七品官 等级 一 实力 根骨一 普通人为一点 智慧二 力量10.5加 1.1 加1加0.8 加2 加0.2 加0.3 加0.9 加1等于 17.8 敏捷9.8 加1.3 加1.4 加1.6 加2.6 加0.6 加1.2 加0.8 加0.7 20 体质9.9 加1.1 加1加0.8 加2 加0.2 加0.3 加0.9 加1 17.2 防御2 魅力2 加1 3 武器 一副将凯 80斤重的方天化级等 技能 低等装弓 10级 马装弓 10级 初阶刀法 10级 高阶刀法 10级 杀场刀绝 10级 初 中 高阶枪法 10级 水火囚龙棍法 10级 初 中 高阶斧法 10级 三十六路天罡斧法 10级 龙形虎装弓 10级 灵蛇枪法 10级 灵鹤枪法 10级 灵凤枪法 10级 白鸟嘲凤枪 10级 灵黄呼吸法 10级 飞鹤装弓 10级 飞檐走壁身法 10级 连环掌 10级 八卦掌 10级 基础剑术 10级 基础锻造术 10级 基础木工 10级 基础铸造 10级 基础冶炼 10级 真九 10级 成就勋章 普通二十六 一级三 荣耀勋章 零 战神之路 一 击败二十个以上未免强者 二十分之三 丁灵细细看了两眼 终于察觉到 异常之处的来源点了 是敏捷 敏捷赫然达到了二十点 而且敏捷的后面 还出现了提示信息 丁灵意念点开一看 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敏捷再次打破智骨 修炼低阶武功 很难再增加敏捷之力 丁灵细细研究了一会儿 恍然大悟 敏捷到了二十点后 丁灵的速度可以说 已经彻底打破了凡人的极限了 普通凡人一百米能跑九秒 可以说几乎不可能 但丁灵现在可以轻松跑路八秒 而且他不似普通人那般不耐久 他的持久力 爆发力 跨越能力等都极强 敏捷不仅关乎速度 他还包括反应力 跳跃力 爆发力等等 敏捷到了一定的高度后 想要再次提升 除非获得更为高阶的功法 若是不然 即便学会了低阶的功法 也只能作为底蕴 成为不断增强自己的资量 对于寻常人来说 到了这个阶段 肯定会放弃低阶功法的学习 但我不同 我是可以开挂的 丁灵心想 我完全可以 把低阶功法都学会 化作底蕴 他相信 只要底蕴足够丰厚 总有击沙成塔 即流成河的那一天 怎么样 童渊见丁灵这一次 沉默的时间有些久 还以为他没有学会八卦掌 不由安慰了句 这八卦掌 源自福西八卦图 极难学 没有在片刻间学得通透 也不用在意 要知道 我当时为了学习这八卦掌 可是费了极大的心血 前辈 丁灵神情有些古怪地 看向童渊 干咳了声 低声道 我已经感悟 通透了八卦掌 嗯 童渊的表情一致 安慰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了 他半赏悠悠到了句 你感悟通透了 为什么还这么一副模样 我感觉自己 似乎打通了智骨 所以才陷入了一定的感悟之中 丁灵解释 童渊细细看了丁灵两眼 甚至于上手直接摸骨 半赏试然道 果然 你双腿的皮膜 筋络 骨头 都强健了太多了 甚至超过了普通人二十倍有余了 难怪你能打破智骨 他让丁灵演练一番八卦掌 丁灵点了点头 身形移转 一双手似能在穿花一般在虚空之中 来回移转拍动 极致处 甚至于能隐隐看到一个八卦图案 在虚空凝炼成形 在这时 童渊才彻底信了丁灵所言 他凯探不已 甚至于开始有些麻木了 丁灵的天赋之高 已经不能能用言语来形容了 接下来 我传授给你的铁杀掌 狮行掌 蟒行掌我虽然会 但并不精通 主要是我觉得 没有必要花费时间 去练习这种低阶武功 你如果愿意学 我就把它们传授给你 当然 因为我自己不精通的缘故 可能无法讲解得很精妙 我只能一五一十地 把这三种法门的原文 记载给你一一道来 我学 丁灵依然果断 好 童渊随即开始 传授起诗行掌 丁灵听完描述 微微闭目 脑子里缓过各种诗行掌的细节 随后 图书馆的书架上 多出了一本书 诗行掌 几乎同时间 诗行掌满集 力量加1.1 敏捷加0 体质加1.1 防御加0.2 丁灵感觉力量 体质暴涨了不少 这诗行掌 虽然远训百鸟嘲凤枪 但也有其独到之处 如果不是丁灵的敏捷 已经打破桎梏 无法再增加敏捷之力 这诗行掌 肯定可以增加不少敏捷 只是敏捷虽然没有增加 却多出了防御一行 丁灵心中困惑 见防御家后面有解说 便点开看了眼 半上 他了然 原来一本技巧性居多的功法 最多让三项身体素质进阶 如今敏捷不动了 防御自然也就可以上来了 意思很简单 说的直白点 以往腾挪给敏捷的能量 现在转移到了防御上 但因为转移过程中会耗损不少 所以 防御的点数 肯定会有所缺失 除非修炼类似金钟 照铁不删之类的防御功夫 那防御的点数上 肯定不会有所耗损 原来如此 丁灵释然 不再多虑 他是可以修炼大多数的功夫的 童鸢这里的百家武学 他如果学习完毕 他估计 力量 敏捷 体质 防御 应该都能接连打破智骨 即便腾挪转移能量 到防御上门有所损耗 但量大 足以弥补这一切了 呼呼 丁灵身形如猛狮 一双手掌打得虎虎生风 霸气自已到了极致 浑丝一只在草原上狂奔的雄狮 在仰天咆哮 自带一股凛然之气 好 童鸢鼓掌 惊叹 这狮行掌 我都没有掌控到精髓 不料丁灵你 只是听一遍 就把他化作了本能 这种天赋 真的是天生的武神啊 他看丁灵的眼神 越来越像再看一块瑰宝 赵云则是越来越自残行贿 丁灵每一种都能很快学会 而他在这么短时间内 能做到理解通透 就非常不错了 更别说学会了 对比一下丁灵 赵云有一种 自己若蝼蚁 丁灵似神明的感觉 他都开始忍不住仰视丁灵了 当然 他也谨记师父的说法 不要跟丁灵做对比 要不然 足以自信崩塌 接下来 我传你蚂行掌 我依然只有招法跟原文 我就不画蛇天足 给你做讲解了 发现讲解没什么用处后 童鸢直接讲述原文 演练招法 丁灵看了一遍 请课后 随着图书馆中 多出一本 蚂行掌的书籍 蚂行掌满集 力量加零.9 敏捷加零 体质加零.9 防御加零.2 呼呼 丁灵洞悉蚂行掌的一切 双掌在这一刻 似化作了一条巨大的毒蚂 煞气十足 往虚空一拍 一钻 浑似蚂蛇穿空 张口示人 童鸢看的一颗心脏 都忍不住加速跳动了起来 果然又成了 丁灵竟然真的不需要讲解 只需要给他一本武功秘籍 他就能很快学会 并化作本能 这 这种天资 童鸢被震撼得 手足都忍不住有点哆嗦 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 丁灵可能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来得更为天才 更为爵士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铁沙掌的传法 童鸢更是照本宣科班 把自己记住的原文武功秘籍内容 给说了出来 招法也是一板一眼 根本没有加入自己的丝毫注解 他想看看 如此情况下 丁灵是不是也能很快学会铁沙掌 丁灵并不知道 童鸢内心所想 他依然是一葫芦画瓢而行 请客监后 铁沙掌满极 力量加0.2 敏捷加0 体质加0.8 防御加0.5 咔嚓 嘎蹦 在铁沙掌满极的那一刹那 丁灵的骨骼再次发生脆鸣 他知道 他身体的肢骨再次被打破了 这一次是力量与敏捷 他看了眼人物面板 实力 根骨一 普通人为一点 智慧二 力量17.8加1.1加0.9加0.2等于 20 敏捷20 体质17.2加1.1加1 0.9加0.8 20 防御2加0.2加0.2加0.5 2.9 魅力3 果然 力量 体质 敏捷都达到了极限20点 力量达到了恐怖的2000斤 随意一拳头下去 足以轻松捶死一头小牛 若是加上武功技法 打出2000斤 一头成年的壮牛 都足以被丁灵给轻松打死 丁灵抵达了如今的实力水准 可以说 举手投足间都有千斤距离 可以堪称一代神将了 再因为体质达到了20点 导致他的耐力 持久力特别长 他可以连续保持巅峰状态 战斗一天一夜 这就是体质到极限的好处 敏捷的优势 更是无需多说 可以让丁灵的出拳 出枪 出刀速度达到最快 若是力量 体质跟丁灵相当 但敏捷不如丁灵 那或许几招之下 就会被丁灵 凭借快的优势 给直接击败 三项都达到极限 丁灵只感觉浑身 轻松自在至极 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感 在四肢百孩间流淌 紧随其后的 就是一股巨大的饥饿感 铺天盖地板席卷而来 丁灵深知 这是不断提升 自己带来的后遗症 他把这事跟童渊说了 童渊震撼 哆嗦 心想 丁灵果然可以不凭借任何讲解 直接凭借一本秘籍 片刻间就能把武功修炼入画境 这种天资 这种领悟力 这种造化力 这确定是人吗 时代之子都绝对远训他 时代之子 吃油 皇帝 这是自古流传下来 最为人所知的两位恐怖巨拨 但即便是这两位巨拨 童渊都认为他们 绝对不可能比丁灵强大 最起码 在习武的天资方面是如此 丁灵的潜力 要超越上古时代的皇帝与吃油了吗 童渊一颗心 砰砰砰跳得很快 他有一种预感 他即将见证 一尊传奇崛起 童渊十分主动地 带着赵云跟丁灵一起去打猎了 崇山峻岭之中 最不缺的就是猛兽 三人都是绝世高手 联手之下 两头熊 一头虎被打杀 直接扛回了彭来山 彭来山原本是没有名字的 只因彭来枪神隐居在这 于是称之为彭来山 玩家们见丁灵在短短几天时间里 已经得到童渊如此重视 甚至于引得童渊主动出手 帮忙打猎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让一众玩家都忍不住大跌眼镜 这丁灵不愧是影视家族出来的 果然手段不凡 我们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都无缘面见童渊 丁灵一来就面见了不说 看双方这有说有笑的模样 我严重怀疑 童渊把自家的绝学 都传授给丁灵了 这话一出 待在彭来山的一众玩家们 可谓是羡慕嫉妒到了极点 心中吃味至极 这人最怕对比 跟丁灵对比一下 差距感 落差感 瞬间上来了 许多玩家都受不了 这心灵上的沉重打击 一个个习武都开始心不在焉起来 被教导武艺的老师傅 几次呵斥 这才正经不少 丁灵回到山上 就开始烧烤 几人一起坐 速度自然快 一段时间后 丁灵吃饱喝足 只觉得浑身畅快 对比一下 在现实世界吃方便面 面包 在这游戏世界里 吃各种凶兽 野兽的肉 那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还要继续练舞吗 童渊双目炯炯地盯着丁灵 此刻的他 心态跟早前截然不同了 意识到 丁灵比时代之子 还要恐怖的习武天赋后 童渊对丁灵 是格外的热情 主动 他本来对凡俗世界 能成就武神 保持绝对的怀疑 但现在 丁灵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 或许丁灵能重现 上古时代 狮游与皇帝的神话 当然 丁灵点头说道 好 童渊长身而起 身法 掌法 我把会的都交给你了 接下来 我教你拳法 拳法我懂四种完整版本的 分别是螳螂拳 蜂门拳 孔门拳 蔡家拳 其他非完整版的 也有不少 但时过境迁 天长日久不学之下 我也忘记了其中的心法 只是大智记的一些招数 我也悉数传你 你能记住 学会多少 就看你的了 反正绝大多数 我是没有精通 学会的 说完 童渊开始当先演练 螳螂拳 他出拳如风似电 速度极快 魂似螳螂出击 必定一击置敌于死地 全招灵力至极 招招工人要害 童渊也不讲解 只是按部就班的演练 背诵秘籍 片刻后 他收工而立 看向丁灵 丁灵闭目 十海中 划过刚刚的一幕幕 图书馆的书架上 立刻凝聚出来了一本书 螳螂拳 请客间 螳螂拳满集 力量加零 敏捷加零 体质加零 防御加零点八 很明显 螳螂拳也是属于低阶武功 不是高阶 所以无法让丁灵 再提升力量 敏捷 体质属性点了 不过这三项的能量 汇入防御属性点一方后 虽然有所磨损 但也依然是提高了 足有0.8点的防御 防御提升后 丁灵感觉特别明显 皮膜 脏腑 都似在冥冥中 得到了神秘能量的 千锤百炼一般 变得越来越坚韧 强大 不可催动 丁灵惊喜不已 防御如此之强 效果如此明显 若是持续发展下去 未来身扛利剑 会不会都毫无问题 呼 丁灵长呼口气 开始演练螳螂拳 哄 一拳打出 刚蒙与速度并存 打得虚空 都似起了氛围之声 丁灵一套完整 优美的 宛若艺术一般的 螳螂拳招法打完 赵云心中惊叹 同时彻底绝了 跟丁灵比拼的念头了 开始向赵小雨 赵冰玄学习 用仰望高山 神灵般的眼神 去看待丁灵了 果然学会并化作本能了 童渊早有心理准备 也不再多想 直接传授下一套拳法 一套接着一套 丁灵每一次都不意外 都是片刻学会并满级 封门拳满级 力量加灵 敏捷加灵 体质加灵 防御加灵点六 孔门拳满级 防御加灵点九 蔡家拳满级 防御加灵点六 最强的当属孔门拳 传闻是儒家圣人 孔子所创的儒家拳法 外圣内亡 可修身 可杀敌 一种儒雅 优美 与刚烈并存的拳法 传说要把这种拳法 化作本能 融入四肢百骸 那必须苦读孔子学说 达到儒家半圣的境界 童渊就是深感词法之难 学到入门阶段 就放弃了 然而即便如此 丁灵依然是瞬间满级 一套孔门拳法 打下来 让童渊几人 见识到了 孔子世家传下来的 真正集合杀法 与如道并存的拳 太了不起了 赵云看得是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丁灵学拳法 掌法 身法 真的是 一套接着一套 都不带停的 赵云能说他现在 已经忘记了 绝大部分的心法 口诀与招式吗 丁灵呢 完全学会并入华境了 不愧是被赵冰玄 推冲到了骨子里的人物 赵云看丁灵的眼神 也是越来越惊讶 崇拜了 这是崇拜强者的 本能反应 好 童渊鼓掌赞叹 接下来 又演练了 十几种拳法的残片 丁灵也是瞬间满级 只是因为 这些残片 不是完整版本的 甚至于一些 都只是花架子 没有心法 丁灵虽然满级了 但进步并不大 防御加零点一 这就是最终的成果 只能说残片就是残片 但即便如此 也是聊胜于无了 而童渊 则是愈发满意了 因为他发现 即便是残片 丁灵都能修炼到一种 他很难短时间内 达到的境界水准 这种资质天赋物性 实在是天地造化 接下来 我传你刀法 童渊拿出一根枯木做刀 万变不离其宗 到了我这种境界 即便是朽木 也能化作威能不凡的武器 你且看好 我接下来要演练的是 云机刀法 此刀法修炼到大成如意之境 可凭空虚化 肆意躲白云浮空般 对敌人进行攻杀 防不胜防 飘渺莫测 童渊说了一番 随后开始演练起来 他依然是照本宣科 并没有讲解奥义 丁灵这种天赋 完全不需要讲解 那他自然也没有必要浪费时间 去做讲解的工作 一遍过后 丁灵脑子里 闪过各种刀招 心法 图书馆书架上 随后多出了一本书 云机刀法 请客间 云机刀法满级 力量加0.2 敏捷加0.2 体质加0.2 这是一本明显比螳螂拳 孔门拳还要高段位的武功 属于真正的高阶武功 竟让丁灵的力量 敏捷 体质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虽然进步的不多 但到了丁灵这种境界水准 每进步一点 也是一种巨大的胜利 空 他感觉力量又变强了些 手握长枪 以枪做刀 使出云机刀法的刀绝 竟也幻化出来了刀的幻影 最后乱刀批出时 就似凝聚出来了一缕白色的祥云 这刀绝好强啊 照云震动 童渊赞叹 果然了得 如此高难度的刀绝 你都能在没有讲解的情况下 这么快学会 那接下来难度更低的盾机之法 击法等想来对你 更是毫无问题了 接下来 童渊依序传授了叮铃 击法 毛法 剑法 锤法 鞭法 插法 棍法 盾机之法 斧法 每一种都远训百鸟嘲讽枪法 更不如云机刀法 是以丁灵虽然足足学会了 十几种完整版本的各种器械攻防之法 足足几十种残偏攻防之法 但最后结果是 防御加6.1 虽说如此 丁灵已然非常满足了 因为他如今的实力 再次发生了大变化 实力 根古1 普通人为1点 智慧2 力量20.2 敏捷20.2 体质20.2 防御2.9 加0.8 加0.6 加0.9 加0.6 加0.1 加6.1 等于12 魅力3 防御突破了10点后 丁灵又再次打破了一层智骨瓶颈 皮膜 脏腑得到的锤炼 非同反响 实至而今 丁灵如今怕是即便被一只利剑贯穿了身躯 他都死不了 当然 前提是不能贯穿要害 例如心脏 头颅等部位 可以想象 他的防御力 对己身的加持 有多猛了 论防御力 已经是常人的十几倍了 呼 丁灵长呼口气 骨骼 经络都发出了爆鸣 这是提升到了一定境界 才会有的响动 咕噜 肚子又在叫 这是饿了 童鸳 赵云立刻带着丁灵再次去打猎 这一次 打了足有三头野猪 一头镖 一条巨马 丁灵一人 就扛了两头野猪 路上 不少玩家见到这一幕 都为之呆滞 咋舌 丁灵这家伙的力气 怕是有一千多斤了吧 这么大的野猪 都能扛得动不说 还能扛着走这么远 这么久 这耐力 持久力 真的是绝了 这家伙 不会真的学会了什么绝世神功吧 要不然 怎么可能短短几天 变化这么大 你能不能带点脑子 一个人几天时间 能学会绝世神功 武侠小说 也没这么扯淡吧 哥 丁灵在冀州的所作所为 人所共之 你在这里碰我有屁用 你有本事 当面去质疑丁灵 去喷其他网友 澎埃山学武的玩家们 又一次被丁灵暴击 尤其是在隔日 当他们得知 丁灵已经学成了武艺 即将下山回归时 更是为之轰动 卧槽 丁灵这家伙 竟然真的学成了绝世神功 短短几天时间呢 感觉好玄化 一般做梦都不敢这么想吧 丁灵他是怎么做到的 太不可思议了 没有亲眼所见 我反正是不会信的 感觉这都是 三人成虎的谣传 玩家们议论纷纷 有信的 也有不信的 当然也不缺乏吃瓜看戏的 丁灵打猎回来后 赵冰璇 赵小雨 立刻过来帮忙烧烤 吃饱喝足后 丁灵便在 童渊等人的要求下 开始演练在山上的所学 从击法 毛法 顿鸡之法 到身法 掌法 拳法 再到灵鹤枪法 白鸟嘲讽枪法 各种武功绝学 变化随心 攻防如意 玄妙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 童渊一行人 看得叹为观止 自愧不如 几天时间 把我一生所学 都给尽数学去了 而且 绝大多数学的都比我好 童渊看丁灵的眼神 是越来越满意 他此刻是完全把丁灵 当作未来武神了 想开后 就不再郁闷了 反而觉得 丁灵这等武神 能把这些武功技艺学到这种地步很正常 毕竟是武者中的神人 等丁灵演练完毕 童渊便让赵云跟丁灵比试一场 丁灵双目一亮 他的战神之路 是需要跟未面强者比拼的 赵云肯定符合条件 赵云忙摆手 信信道 我不如丁兄弟 还是不比了 被丁灵学武速度 给弄得眼花缭乱 心态失衡的赵云 已经没有自信 能跟丁灵比拼了 只是试试 童渊看出了丁灵的跃跃欲试 于是顺水推舟说道 赵云你九居山上 正要跟童辈较量较量 免得自诩无敌 小觑天下英雄啊 赵云无言 他前些日子 的确被天外来客给吹捧得 有些飘飘然 虽然依然稳重 但骨子里 还是有一种 师父天下第一 我天下第二的自信感的 而丁灵的到来 把他的这种自信感 彻底击碎了 他现在连跟丁灵 对打的底气都没有 只因他知道 一旦对上 肯定失败的是自己 但师父都这么说了 他也只能打起精神 长身而起 手握长枪 站在丁灵的队里面 为了避免伤到彼此 你们就用木棍比试 童渊让赵小雨去屋内 寻来了两根白杆子般的 轻巧木棍 丁灵跟赵云一人一根 双方再次立定后 在童渊一声开始后 便齐齐使出 白鸟嘲讽枪法 朝着对方刺去 两人的白鸟嘲讽枪 都极为迅猛 坑枪枪枪 一枪快过一枪 刺得虚空都四起了焰火 赵小雨 赵冰璇肉眼看去 根本看不清楚 枪间在哪里 只是看到星芒要空 并有滋啦啦的爆裂破空声响 不时划过耳畔 两人一块打快 只是片刻间 便打了十几个回合 虚空之中 隐隐可见 白鸟嘲讽图案 一闪而过 两根白杆 化作两杆神枪 发挥出来了无限威能 哄 但每一次的碰撞 赵云都如遭雷击 他发现自己的力气 远逊叮铃 只要被打中了白杆木棍 他就似被千斤锤 给击中了一般 鞭门压抑地想吐血 砰砰砰 又是十几个回合交集 中途三次撞击 赵云再也忍耐不住了 一声大叫 跃出战圈 举手道 停停停 我认说 不再试试 丁铃感觉有些不过瘾 赵云看懂了 眼角抽出了两下 果断摇头 不打了不打了 我早就说过 不可能是你的对手 这一下 更是佐证了我的说辞 不论是技巧 还是力气等方面 我都不如你 要不是你压着打 我怕不是早就被打翻了 童渊深以为然 他也看出来了 丁铃的白鸟嘲讽枪 在压着打 若是完全施展开来 力气爆发 赵云能否挡住十个回合 都是一个问题 说到底 现在的赵云 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如果真的成长起来了 挡住现在的丁铃 几百个回合 估计是不成问题的 但真的等赵云成长起来时 那丁铃又该成长到何等地步 到时候 赵云肯定更不是对手了 赵云显然也想通透了 表示对丁铃心服口服 战神之路进度 一 击败二十个以上未面强者 二十分之四 毫无疑问 刚刚击败赵云算进去了 行了 童渊也不再勉强 赵云 抚须笑道 赵云是我最为得意的关门弟子 但不曾料 晚年时期 却让我遇到了丁铃你这样的概释奇才 老天爷对我真的不保 他顿了顿 问道 丁铃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去学习更多的武功 提升自己 丁铃回复得很自然 果断 干脆 哦 童渊抚须笑了笑 你都这么强了 还不满足 学无止境 我现在还远训前辈你 怎么能说强呢 赵云有些无言 丁铃都开始朝着他师父的境界水平进发了 这是多高的心切 多强的自信啊 自己什么时候 能有这样的自信 心切 童渊不以为武 反而非常满意丁铃的昂扬自信 不自满的态度 你能这么想 不枉我把一生所学传给你 也不枉我认定 你会成为未来的武神 童渊顿了顿 道 我有一位老友 现在应该在洛阳围观 你若是想继续学武 不妨去拜访他 他让赵云拿来笔墨纸验 铺开纸张 纸笔刷刷写就一份书信 盖上印章 叠好 递给丁铃 爽朗笑道 拿着我的信件去见他 他必定会传授你武艺 丁铃赶忙接过 并起身行礼 表示感谢 童渊摆了摆手 道 跟我不用这么见外 我现在最期待的 是你能否成就陆地武神之境 能否复制上古时代 吃游 皇帝的传奇 吃游 皇帝 丁铃一愣 这两位可是上古大神啊 童渊竟然把自己 摆在了跟大神们比肩的地步 可见对自己的看重 丁铃心中波澜泛起 对于童渊感激不已 三番致谢 童渊执意无需多礼 丁铃这才放松了些 休息一晚 明天你带着子龙他们下山去吧 童渊笑道 子龙一身武艺 已经到得一流武将之巅的境界 想要再次突破 必须借助战场历练 或者多跟高手对峙 就让他 跟着你去洛阳掌掌见识吧 他看向赵云 子龙 你觉得呢 谨遵师父之命 赵云恭敬说道 好好好 童渊扶掌赞叹 我这辈子 也算是不虚了 能得见你们这样的后辈 奇才崛起 我期待在彭莱山上 能听到你们名扬天下 成为武神的那一天 童渊的话 由在耳畔机响 回荡 四日 丁铃牵着马匹 跟赵子龙 赵小雨 赵冰璇三人下山 回首看了眼 隐没在云端处的彭莱山 心情莫名地有些复杂 来这里并没有待多久 却似待了好多年似的 童渊对他推心致富 毫无保留的传法 让他动容 感激 他觉得 以后若学有所成 最好是把这份恩情 还了 才是正理 走吧 赵云同样是一步三回头 他牵着一匹 名为夜照玉狮子的大碗鸣鞠 手持一杆龙杆亮银枪 一身赠亮的银色盔甲 衬托的他仪表堂堂 威武不凡 这是童渊送给赵云的武器 坐骑 盔甲 他只有这一套 为此只能对丁铃表示抱歉 丁铃有武器 盔甲 剑马 自然无需童渊的 或许正是因为童渊对赵云 几乎是不计回报的付出 才让赵云这般依依不舍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赵云看向丁铃 显然是把丁铃当作主心骨了 本来按照赵云原本的想法 他是要去投军报国的 最好的报国方法 自然是去守卫边疆 杀贼寇 亦或者与闯入汉家疆土的胡人对抗 但自家师傅 让自己跟着丁铃 去洛阳长长见识 赵云没有拒绝的道理 他长这么大 的确没有去过洛阳 对于汉家王朝的都城 也是颇为神往的 等我成为战神 也就是天下第一战将的时候 丁铃挑眉说道 赵云一致 继而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了 若是其他人说这话 他会觉得太狂妄了 但丁铃不一样 他有这个钳制 赵小语 赵冰玄也是乖乖地 各自牵着一匹马 赵小语本来是没有马的 但山上并不缺少普通马匹 他自然也就得了一匹 此刻他忍不住插话道 二哥 丁大哥 那我跟冰玄姐姐呢 我们能跟着一起去洛阳吗 想跟着就跟着吧 丁铃不以为意 他又不是去争霸天下 搞什么阴谋诡计 此去洛阳 只为学武 变强 带几个人跟着 自然问题不大 而且 赵小语也是懂武功的 身手并不弱 对付几个毛贼 还是绰绰有余 不过走之前 最好是把周遭的匪患 清理一遍 赵云想到了常山郡的匪患 忧心忡忡 若是我们离开的空档 匪徒再来 赵家村能挡住吗 这倒是个问题 丁铃沉吟半赏道 我会书信 一封给潘凤将军 相信有他帮忙 区区匪患不足为虑 赵云兄妹闻听这话 自然是感激不已 一行人边说边聊 渐行渐远 待在蓬莱山上 山下的玩家们 看到如此其乐融融的一幕幕 腻意外 极度之余 也是颇为惊恶 看来之前的猜测是真的 丁铃真的学会了绝世神功 所以被允许下山去了 不可思议 他怎么做到的 区区几天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有些梦幻 应该是假的 但你瞧丁铃 现在可是直接把赵子龙 都给拐跑来啊 多少人想拐走赵子龙 都不能如愿 丁铃一来 几天时间就办到了 老子好极度啊 我的战神赵子龙 神功一世不提 光是拐走赵子龙这事 就足以在整个三国世界 掀起无尽的波澜 毕竟赵子龙 在现实世界的人气之高 是无与伦比的 不管是男生 女生 都极为稀罕 喜欢赵子龙 一些机缘 被分配到蓬莱山学舞的玩家 在看到赵子龙时 为此还感到狂喜 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然而他们努力了那么久 没有半点效果 丁铃一来 短短几天 直接连人代码都给拐走了 简直岂有此理啊 这是在一些有心人的宣传下 很快传遍了玩家广场 传到了许多玩家的耳内 许多玩家都为之哗然 为丁铃的进步速度 获取猛将的进度 感到不可思议 一个个议论纷纷 或讨论丁铃家世 背景 天资 根骨 或讨论丁铃到底有多强 现实世界 为什么藏桌藏得那么好 丁铃的大名 因为赵子龙被拐跑一世 甚至于开始落入许多 不关心时事的玩家耳内 可以说 丁铃是真的一泡而红了 之前他就很红 但也有很多玩家 不关注排行榜 默默提升自己的 事宜 对他并不了解 但他拐走了赵子龙 这就让不少人感到好奇 并未知侧目了 忍不住对这个丁铃关注了起来 这一关注 他们就似 发现了新大陆 忍不住惊呼不断 直呼妖念 不可能 难以置信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 一时之间 说什么的都有 毫无疑问 丁铃的受关注程度 在这一刻到得了一个新的巅峰 可见赵子龙可怕的人气 这换做其他猛将 都不可能这么受关注 但赵子龙 可是传说中 七进七出 毫发无损的猛人啊 英俊潇洒 高大帅气 更是他的标配啊 如此人洁 哪个人不稀罕呢 当然 对于这些 林目前并不知晓 他跟着赵云他们 回了赵家村 受到了赵家村村民的热情款待 也几乎就在同一天 一封快马加鞭的信件 送到了丁铃的手上 是潘凤 举兽等联名发来的 送信的是一位精锐骑兵 赫然正是老玩家 玩家能知道 丁铃在赵家村 丁铃并不奇怪 他翻开信件看了看 了悟 忍不住微微一笑 怎么了 赵云侧目 常山郡的郡守 董选告我独职 欺辱于他 被潘凤 举兽 田丰等人联名给否了 并顺势参了 这董选一本 不出意料之外 董选要么退位 让险滚去夜城 要么就会乖乖地 把兵权交给我 这不是好事吗 赵云表示恭喜 丁铃点了点头 我早就有所察觉 董选对我的不满与恶意 所以直接上 蓬莱山学武去了 没有去兵营等重地 这一次回来 就是想解决这事后 就把虎奔狼将给辞了 直接去洛阳 好好的官 为什么不做 赵小语诧异 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 觉得有个官身 处理事情 料理人际关系 或者跟一些人搭讪 联络等 必定会更为方便 但见到了老前辈的功夫后 我就意识到 只要够强 做不做官 又有什么关系 丁铃满极演技发动 表现得非常自信 只要我成了天下第一战将 有的是人 请我去做官 赵小语 赵云等人恍然大悟 继而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觉得言之有理 乱世之中 千军亦得 一将难求 这是谁都知道 而天下第一猛将 更是难求到了极点 丁铃若是成了天下第一将 肯定是无数人抢着送官 如此一想 赵云几人不由地愈发 认可丁铃的想法思维模式了 丁铃也没有再多做解释 只是说道 只是如今 这董选既然要自施苦果 那这虎奔狼将 也就没有辞去的必要了 就暂且留着 说不得还有些用处 之前有理由辞官 毕竟董选对他不满 几乎摆明面上了 他可以直接说 被上官打压 不适应这守将的活 然后直接走人 现在没有理由辞官了 丁铃自然懒得辞 反正留着没有坏处 只有好处 那为什么要辞 果然如丁铃所料 不出几个时辰 董选亲自带着一对兵马 来了赵家村 对丁铃赔礼道歉 他一脸尴尬 惭愧 不敢支持丁铃 因为他告状的缘故 他跟丁铃 现在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即便他道歉赔礼 相信丁铃也不会信任他 就跟他的心理状态一样 他赔了礼道了歉 心里依然会有疙瘩 会很介怀 而董选只需要维持一个表面的关系就好 这样最起码 生活还能过得去 但丁铃却不会惯着他 直接拿过他的兵符 礼品等 然后告诉他 你可以滚了 董选一致 心中的一团火 瞬间冒了出来 他忍了诱人 最后到底是忍不住 怒哼了声 拂袖而去 呵呵 丁铃不以为然 董选此人三国没有记载 想来定然是死了 对于这种死人丁铃没有关注的必要 反正在他的身上 又刷不到成就勋章 不怕他报复吗 赵云有些忧虑 他要是想报复 早就报复了 丁铃道 可他不敢 潘凤 举兽等人已经怜悯警告他了 他除非想死 否则不敢动我分口 相反 他还十分希望我能安稳些 因为我若是出了问题 潘凤 举兽 寻臣第一个要找的人 依然是他 原来如此 赵云释然 他似还有不少疑惑 丁铃直接拿着兵符 策马向真定城的方位持去 行了 随我去兵营 我们争取在三天内 把赵家村附近的匪患 一扫而尽 如此 你也可以安心地跟着我去洛阳了 赵云精神一阵 立刻催动叶赵玉狮子跟了上去 赵峰 赵小雨 赵兵玄也相继跟上 赵峰也有二流武将的水准 在兵营中做个将军 绰绰有余 丁铃准备提拔他 这样的话 赵家村 真定城这儿有赵峰率领兵马镇守 一般的匪徒根本不敢太过靠近 毕竟没有人喜欢硬茬子 眨眼 就过去了两天 期间 丁铃写了几封信件 分别让玩家以及NPC 送去夜城给潘凤 寻尘等人 之所以让玩家 NPC去送信 是因为现在路上不太平 送信被截杀的人不在少数 玩家相对机灵些 但玩家也不太稳定 有些玩家半路上失踪 也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再派遣一些NPC去送 只是为了更为妥当 信件内容 无外乎就是希望攀凤 寻尘等人 能对赵家村多加照顾 同时希望能给自己配几个副将 赵云 赵峰很合适 希望他们 能说服季周牧同意 信件写完后的当天 丁铃就率领着两千兵马 对赵家村附近的贼寇 进行了围剿 围剿进行了两天 期间斩杀的贼寇不计其数 缴获器械盔甲若干 女仆数十位 药材少数 女仆都加毁人亡了 丁铃便把他们安置在了赵家村 至于缴获的器械盔甲 丁铃也直接给了赵家村的村民 让他们武装起来了一支精锐小分队 赵家村的人本就勇猛 这一下有了兵器盔甲 更显彪悍 这是一支未来丁铃随时都能征用的部队 而要才 丁铃直接洗干净生吃 卡兹 卡兹 一口吃了一根人参 丁铃只感觉四肢百孩 都开始慢慢发热 确实灵黄呼吸法 已经到了大圆满能自主运行吸纳药力的缘故 人参刚刚入腹 就开始被汲取炼化其中的药力 药力入皮膜 经络 丁铃能清楚地感觉到 自身的身体素质在拔高 只是这种热感 维持了不过几个呼吸就结束了 丁铃细细看了眼人物面板 没有丝毫变化 看来是药材少了 丁铃若有所思 随后把这些药材都给直接生吞了 她如今实力极强 消化能力自然也很恐怖 加上药材很多 吃起来跟吃野菜没区别 所以倒是不影响消化 最为重要的还是灵黄呼吸法 她具备这种汲取药力效用的能力 可以叮铃放心地直接生吃猛吞 到了圆满如意境界的灵黄呼吸法 就是有这种威能 稍微感悟得差一些的灵黄呼吸法 恐怕都需要去熬练药材 才能通过药语吸收其中药力 而这样 不仅费时费力费身 还会损耗浪费不少药力 直接吞食 可以完美地汲取到所有药力 但即便如此 所有药材入货 丁灵的人物面板 也只是发生了些微变化 力量加0.1 防御加0.1 只是两个方面加了0.1 丁灵知道 必定是贼寇的药材 太过稀松平常 最为珍贵的人餐 也不过寥寥几根 其他大多都是普通的药材 如何能满足灵黄呼吸法的修炼汲取 聊胜于无吧 丁灵微微握拳 感觉自身实力又提升了些许 也是颇感满意 该准备去洛阳了 丁灵抖擞精神 等攀缝 田丰他们的回信一道就走 只有落实了赵峰 赵云的官位 丁灵才好安心离开 若是不然 此地没有自家人镇守 搞不好匪患又会再次负起 若是赵家村因此被灭 赵云几人肯定会心思杂乱 悲气至极的 丁灵如今已经把赵云当作朋友了 自然不希望赵家村被灭 再说了 赵家村的人如今对他十分认可 崇拜 几乎是一呼百应 如此天然的忠诚部下 去哪里找 丁灵也不允许赵家村被灭 丁灵这般想着 正要起身离开 爆 一位赤后快步闯入营帐 对丁灵高声汇报军情 几里开外 来了一支匪军 人数不下三千 正朝着我们的方位 汹涌而来 哦 丁灵愕然 继而失笑 这些匪徒 真的是胆大包天 明知我们在剿匪 竟还敢明目张胆闯来 这是完全没有把我们这些官军给放在眼里 让我去挥挥他们 赵云跃跃欲试 不除贼寇 如何能安心离开家乡 这几天的剿匪活动 赵云屡屡冲杀在前 经历初期的不适后 他表现得十分勇猛 杀贼寇如杀鸡一般 真的是党者披靡 往往一枪下去 就是七八个贼寇 直接被刺死 一人堪比一军 说的就是赵云 而赵云现在根本没有在巅峰状态 他依然每天都在进步 在不断地朝着超一流猛将的方位进发 想来 当他抵达超一流时 那世间恐怕能挡住他这一杆快枪的 绝对是寥寥无几 童缘的很多枪法 都是重在敏捷与速度 白鸟嘲凤枪更是如此 再加上赵云洗练灵黄 呼吸法十几年 泡的药域 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一身身体素质 可谓恐怖 若不是如此 他也不可能能跟丁铃硬碰硬几次了 即便丁铃放水了 但一般的猛将跟丁铃硬碰硬一次 可能就直接被打死了 赵云的持久力 耐力 身体素质 可见一斑 好 丁铃笑道 我倒要看看 是哪些贼寇如此大胆 赵小雨 赵兵玄梅来 赵峰 赵云 以及其他将领 听到丁铃这话 纷纷披甲持兵 一涌而出 一段时间后 点兵点将完毕 丁铃直接一马当先 冲向了赤后所说的匪军方位 赵云 赵峰等将领 紧随其后 在之后便是两千乌泱泱的骑兵 步兵 他们由一些中层将领指挥 有序地急步跟上 按理来说 指挥打仗 应该排兵布阵 先由士兵冲杀 再由将军对峙 但丁铃在剿匪过程中 发现排兵布阵对峙匪徒 完全就是杀鸡用牛刀 匪徒根本不值得 他如此慎重对待 他只需要带着赵云等汉将 单挑敌将 灭了敌方首领 匪军自然大乱 然后再率兵冲出 匪军就不战自愧 如此方法 百事不爽 但后来匪军也知道 丁铃一方的将领厉害 不肯单挑 即便如此 赵云 丁铃也能在千军万马之中 找到敌方首领 擎贼先擎王 躲得远的贼手 更是被丁铃 直接弯弓搭剑射杀 丁铃的基础射箭技能 可是满级的 在超强的身体素质搭配下 五弹弓被他轻松拉开 弓拉满弦之下 箭矢的速度是极快的 一般的贼手 连三流武将都不如 被丁铃瞄准了 基本也就只有被射杀的结局 正是因为 有五弹弓的配合 丁铃才会觉得 对峙贼手 没有必要大张旗鼓 排兵步阵去对峙 只要他能万军之中 去敌将首级 那敌方败王 自然是注定的 丁铃摸了摸马背一侧的大弓 心想 这掌控了兵营 唯一还算是好处的 恐怕也就只有 这一张五弹弓了 五弹弓在冀州兵营并不多 因为能拉开五弹弓 且剑术好的人 在冀州可谓绝种了 潘凤虽然强 但他剑术一般 他自然用不着五弹弓 一般的一流强者 有个三十弓 四弹弓都觉得够用了 因为五弹弓拉开 是需要六百精力道的 一流猛将都能拉开 但他们绝大多数 擅长剑术的并不多 是也 他们不会去配这种重弓 丁铃能在冀州 真定城的兵营俯库中 找到这把弓 也是因为军中无人能拉 这把弓都放在 那机会很久了 配合这把弓 贼手不足为虑 丁铃眉头微扬 他在想 如果能得到 黄中等猛将的剑术 再配合这种弓 就算去了武侠世界 一般的高手 怕是都只有被我射杀的命 他蠢蠢欲动 开始琢磨 什么时候去荆州找黄中 看看能不能把他的武艺 给学过来 技多不压身 更别说满级技能 还能增强底蕴和战力 高阶技能 更是可以直接提升身体素质 低阶技能 如今也具备提升防御力的效用 丁铃自然没有错过的道理 对他来说 武功 技能 是多多一闪 哒哒 踢踏踏 剑马的踢踏踏声中 丁铃跟赵云并肩及持 没多久 他们就看到了 在前方大道上 驰骋的一群贼匪 贼匪浩浩荡荡 如过境的蝗虫一般 能清楚看到 他们的队伍之中 还夹杂着不少的女人 物品 不用多想 也知道 这定然是贼匪节列而来的 赵云大怒 就要拍马杀出 但他到底是想到了 如今不是在山上 是在军中 不由看向丁铃 请命杀敌 丁铃点了点头 赵云大喜 随即策马奔出 来到两军阵前 高声大喝 一群匪徒 可有胆 跟我一决生死 长得白白净净的 像个娘们 匪军之中 策马冲出一将 他手持一杆长矛 身高体壮 怕不是有一米九 浑身上下充斥着 一股彪悍之气 你爷爷叫五鹿 下了地狱 记得叫我名号 受死 他杀向赵云 手中长矛五动 轰 一股煞气凛然爆发 无边风浪凭空而生 看起手段 风采 赫然是个二流武将 匪徒一方见此 精神大振 鼓躁不已 赵云却是微微一笑 也不恼 一家马腹 手中长枪一挥 白鸟嘲讽枪显威能 吭枪 枪枪枪 挡住五鹿长矛的同时 赵云的长枪 瞬息间点出来了九点心芒 伴随着吭枪声响 扑 五鹿甚至于来不及 挡住赵云一招 就被刺中了额头 他不由瞪圆了双目 一脸都不敢置信 庞大的身躯晃了晃 无力跌落马下 碎脑而亡 自五鹿冲出 再到双方交战 不过一个回合 可谓瞬间就绝了生死 匪徒一方士气大跌 人心慌乱 反观丁灵一方 则士气大振 肋骨助威 高声呐喊 几天剿匪 丁灵 赵云已经成了军营之中 人人拥戴的神将了 长山郡的守军 一直以来打仗都打得很窝囊 常常被匪徒欺负 都不敢迎击 只能被动守城 这使得匪患越来越猖獗 然而郡守无能 将领更是在大怒下 其带领的兵将无一例外 都被杀死 自此后 余下的守军更是人人自危 害怕上战场 而丁灵的到来 让这些守军真正意识到 什么叫战神 猛将 尤其是丁灵 赵云联手 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他们出手 就直接把一支匪军给灭了后 更是让他们第一次见识到 什么叫超级高手的威慑里 是已 如今的守军可谓士气如虹 人人勇猛争献 在他们看来 跟着这样的将军打仗 那就是在捡功劳 如何肯落后 一个个精神异议 斗志昂扬 此刻见得赵云再次胜利 他们觉得理所应当的同时 更是热血沸腾 人人握紧手中兵器 就带丁灵一声令下 就立刻冲锋杀敌 我落 贼手大惊失色 怎么可能连一回合也挡不住 来将莫不是张合 高懒 但戏桥又不像 他忍不住大喝倒 来人可报姓名 常山赵子龙 赵云端坐夜赵玉狮子的背上 手握龙胆亮银枪 威风凌凌 气度自显 听得常山赵子龙这几个字 贼手一方的玩家 先乱了神 卧槽 是赵云啊 我们跟这样的猛男打 怎么可能打得赢 赵云怎么会在这里 见鬼了 你是不是最近都沉迷在游戏世界 没有逛玩家广场 只要逛过广场 或者在现实世界上过往 应该都能知道 赵云被丁灵那斯给拐走了呀 要不要这么大惊小怪 有一高手玩家 忍不住鄙视几个面露惶恐的玩家 这些玩家听到这话后 惊异不定 你特么地知道赵云在这里 你还敢来送死 我只是来见一见偶像 如今得见 果然威武不凡 别这么看我 见过偶像后 我就会借机开溜的 相对来说 玩家并不多 数量不过百余人 但他们的位战 窃战情绪十分明显 很轻易地 就传给了其他贼寇 贼寇本就是欺软怕硬之人 见丁灵一方有如此猛将 许多自诩勇武的贼人 也不敢冲出去送死了 贼手见此 暗道不好 不由大喝一声 区区长山赵子龙 无名小辈 你敢来送死 我成全你 他大手一挥 高喝 给我冲 杀死他 替五路首领报仇 丁灵见那贼手人高马大 生就一双大眼 不由摸出大弓 侧马向前 等距离有一百米左右时 他猛然弯弓搭剑 弓拉满弓 秀 松弦 秀 伴随着刺耳的破空声 划过耳畔 箭矢四一道流光 以快到极致的速度 朝着贼手射去 小心 有人看到丁灵弯弓搭剑 还想嘲笑丁灵 自不量力 离得这么远 怎么可能射得中 事已并没有提醒贼手 但在见到这一剑 威能如此可怕后 他胆寒之余 到底是忍不住叫出了声 但却是晚了 五弹强弓搭配丁灵的 两千多斤距离 还有满级的基础射箭技能 可谓绝配 即便贼手后期 见到绚烂心芒 及时避开了要害 但仍然被这支剑 给硬生生射穿了肩胛骨不说 那股距离 还把贼手给硬拉拽着 飞出了马背 撞翻了身后的一个士兵 这才滚落在地 贼手已死 丁灵趁机一声大喝 放下弓箭 手持方天化己 杀出 随我杀 杀呀 杀呀 丁灵一方的士气 可谓爆棚 几方的将军可谓神将 骁勇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 隔着这么远 都能一见正中贼手 试问天下 能做到这一点的 能有几人 跟着这样的将军 怎么可能不打胜仗 反观贼手一方 因贼手落马 本就心慌 再见丁灵一方以丁灵 赵云为首的猛将 朝着他们气势汹汹杀来 更是肝胆接链 百余玩家 是第一批麻流跑路的 他们也被丁灵的武力 给震慑住了 早就听说丁灵这丝 强大的匪夷所思 我还不信 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刚刚那一件太恐怖了 二流巅峰武将李大幕 都差点被射杀了 我若是面对这一件 绝对是个死字啊 这还是因为离得太远了 若是离得近些 李大幕也根本不可能避开啊 太强了这丝 简直是人形凶兽 玩家们边跑边扭头看 见丁灵一气当先 第一个冲入李大幕率领的 贼匪军团之中 手中方天化紧 扬起 十二点出十几朵星芒 枪枪枪 刹那间 十几个匪徒瞬间毙命 十二方天化紧一扫 似云卷云书一般 一卷一扑之间 云机之力 直接扫飞了五六个匪徒 十二方天化紧批 砍 削 转折如意 浑似一把利斧在开天辟地 刹那间 批出七八斧 能批飞 批死好几人 叮铃一人 硬是突破了最前方的精锐方阵 杀得贼手一方大乱 这次太猛了呀 玩家瞠目接舌 更多玩家羡慕 极度 老子做梦都想 匹马驰骋杀场 肆意杀敌 现在丁灵先老子一步 把这梦给实现了 他还不是老玩家 更不是内测玩家 真搞不懂 他怎么会这妖牛比 太炸裂了 可惜不能拍视频 要是有手机在 我一定要把这一幕给拍下来 发送到网络上 点击肯定会轻松破译 这次怎么修炼的 真想抓住他 严刑拷打审问一番 丁灵在前破军二行 魂四分开大浪的快船 无人可挡 赵云在后 替丁灵扫清一些障碍 完美地充当了最强辅助 使得丁灵毫无后顾之忧 两人完美配合 硬是凭借两人之力 杀死杀伤了不下几百匪徒 杀得匪徒心惊胆战 惶恐逃窜 几个身披 降凯的贼将 更是被丁灵趁势刺穿了 肩胛骨等要害 打翻在地 命人绑了 至于为首的贼手 想开溜 被马快的赵云追上 直接刺翻在地 要不是丁灵要留活口 这些贼将没有一人能活下来 投降不杀 丁灵一声大喝 被丁灵一方杀得狼狈数窜的贼人们 纷纷跪地起降 在赵峰等人的要求下 他们丢了兵器 脱了盔甲 一个个垂头丧气 浑然没有早前的猙獰气息 至于那些早就跑得 不知踪影的部分贼匪们 丁灵也懒得命人去追杀 他只是下令整顿这一批匪徒 之后 丁灵走到贼手面前 见他面有惊计之色 不由地微微一笑 你叫什么名字 李大牧 贼手神情忐忑地回道 李大牧 丁灵早就觉得 五路这个名字耳熟 在听到李大牧后 他恍然大悟 你们是黑山君 大人慧言 李大牧小心翼翼地道 大人 我跟你无冤无仇 还请放我一条生路 黑山君首领 一定会对你感激万分的 张飞燕 还是张牛角 是张飞燕 李大牧很是拘束 紧张 张牛角早前征战杀场时 不慎被流史射中 重伤而亡了 想到自己刚刚重得那一件 李大牧就忍不住一个哆嗦 一股剧痛随之传入了脑门 痛得他额头清惊鼓起 倒吸了口气 对于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丁灵 自然更是畏惧 如此剑法 如此剧烈 再想想 丁灵刚刚冲杀时 手持方天化己 举重若轻杀敌的模样 李大牧更是震撼到了极致 只因为他发现 丁灵的实力 远超张飞燕等黑山君首领 可以说 黑山君所有首领加在一块 都大概率打不赢丁灵 思极至此 他愈发经济 更是对于这次盲目下山 攻打丁灵的军团而后悔 懊恼 他还以为丁灵的官兵 跟早前的阮柿子一般无二 就算强 也必定强得有限 他大概率是能灭对方的 小概率打不赢 逃跑是没有问题的 哪里想到 这一次进轰的一下 直接撞到铁板上了 把自个都差点撞死了 张飞燕 丁灵沉思 按照历史走势 以及三国演义的剧情来看的话 张飞燕这人 是一个非常之趣 十大体 明进退的人物 从他主动投降曹梦德这点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后期是 没有争霸天下的王霸之心的 他想要的 恐怕只是一个 还算靠谱的前程 如此想着 丁灵又问了李大牧几个问题 得知张飞燕 在距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活动时 他当即招来几个贼寇 写了几封信 让他们送给张飞燕 为了进度顺利 丁灵还让几方一个玩家做陪 并承诺玩家 信件顺利送到的话 就传授高阶刀法给他 玩家大喜 忙跟着去了 不用怀疑 丁灵的真定成的守备军之中 也是有玩家的 玩家遍布天下 有的运气好能跟随张辽等人 有的自然也就会跟随一些无名之辈 更有人直接上山落草为寇 真定成的玩家 目前学习的 也只是一些装功 并没有接触到真正的长兵器功夫 丁灵的陨落 可谓是及时雨 玩家自然会拼命完成 他们的心中 虽然没有忠诚可言 但论极狡猾 机灵 一般的NPC还真比不上 驱使玩家 只需要立一捆绑即可 丁灵也不需要他们的忠诚 他又不玩争霸 当天 叶成的信使回来了 他带来了几个好消息 潘凤 举兽等人努力运作下 冀州穆韩富 同意了赵云 赵峰的官位 可以说 赵云赵峰是一步登天 直接掠过了五掌 十掌 屯掌等职位 直接跃升到了 笔军司马高一阶的副将职位 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丁灵凯探不已 把将凯 官映 递给赵峰 赵云 两人都很是激动 对丁灵感激不已 两人自然知道 没有丁灵 他们是不可能直接做将军的 丁灵如今地位不凡 可以得到寻臣 潘凤等人的鼎力相助 若是换作以前 他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不过潘凤等人如此给力 丁灵也暗暗决定 以后也需要帮他们一帮 以偿还这一份份的人情 除了赵峰他们的好消息外 丁灵的圣旨也来了 这次送圣旨的是洛阳来的一个宦官 丁灵只知道 他是朝廷新晋升的黄门狼 叫端木庆 端木庆 丁灵忍不住打量了这端木庆两眼 见他面白无虚 容貌颇为英俊 但体态健硕 身材高大 一看就是常年习武之人 加之他的说话方式 丁灵醒悟 你是玩家 嘿嘿 端木庆这一笑 立刻泄露了自己的底细 他也在打量丁灵 终于看到 最近热度爆炸的丁灵了 比网络上流传的画像 要来得高大 帅气 不错不错 丁灵扬眉 道 你圣旨也送到了 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不接纳你了 你自便吧 别啊 端木庆伸手一把拉住丁灵 传闻 你是影视家族的传承者 我十分好奇 想问问看 你到底是不是 哦 丁灵这段时间 下陷过几次 甚至于因为胃口大开 实力进度极其惊人的缘故 他再次缺钱 不得已借了邻居张大爷的身份证 银行卡等证件 去网吧上网 做了几份来钱快的工作 其中就有极为偏门的 小鱼种翻译工作 附近的修理工作等等 之所以会修理工 自然是因为 丁灵在这方面的技能满极了 戴着口罩帽子 并化妆遮掩一番 再上门去做空调 电脑 冰箱等修理服务 可谓轻轻松松 虽然别人都好奇他 为什么穿这么严实 但法治社会 也没人信他敢在大白天 家里有人的情况下 敢心胸 一旦有人问起 丁灵就说自己得了流感 于是 也就没人再多问了 所以 丁灵这段时间 倒是捞了不少钱 但他估摸着 在村子里 应该也待不久 正时刻准备跑路 丁灵估摸着 这一次再次提升实力 返回现实世界 他应该就要再次 租个新的房子了 他不好 在一个地方待太久 移动性的租房 才更为适合他 至于张大爷的人情 如何偿还 丁灵准备把那张 借来的银行卡还给他 卡里有不少钱 算是一份心意吧 一般人根本不会 借证件给别人的 张大爷能这么信任丁灵 丁灵自然不可能坑他 此刻 丁灵闻听端木庆说 他是影视家族传承者 不由得微微一愣 但很快 他反应过来 肯定是以鹅传鹅造成的结果 不过结果越混乱 对他越有利 更便于他隐藏 遮蔽自己 思极至此 丁灵满极演技发动 表现得极为隐晦 似及于撇清干系的那种 摇了摇头道 流言可畏 我不是影视家族的人 是吗 丁灵回复得太干脆 加之表情动作 太自然的同时 又带着点不堪回首的味道 端木庆反而不信丁灵说的话了 觉得丁灵肯定跟影视家族有关 不由得有些兴奋 八卦 哥们 能不能跟我说说 影视家族的情况 我特别想知道 我跟你很熟吗 丁灵诧异 你以为你是谁 他拉下脸 道 我要休息了 你回去吧 哥们 别借啊 端木庆似乎十分自然熟 且脸皮厚 根本不把丁灵的表情放在心上 笑呵呵地道 我在现实世界 可是个记者 你放心 只要你好好配合我 我一定把你写得特别的高大上 丁灵直接走人了 端木庆赶忙跟上 兄弟 配合一下 我现在可是朝廷的黄门狼啊 给点面子啊 我可是直达天厅 能跟董卓说上话的 说不好到时候 我还能给你某个好点的差事呢 丁灵懒得搭理他 这端木庆一看就是 某种无节操的记者 真信了他的话 丁灵就脑残了 不过这种家伙 都能混到黄门狼 这么重要的职位上 可见董卓体系的腐败 玩独子 估计不远了 玩家的加入 肯定会催化 加速历史的进度 三英战旅部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但诸侯逃懂 肯定会在不久后发生 丁灵得赶紧忙完这里的事情 赶去洛阳学武 若是去得晚了 洛阳跟历史一样被烧毁了 那同院的老友 肯定会不知所踪 茫茫人海 去哪里找这位高人 所以 一定要赶在诸侯逃懂钱 赶到洛阳学武才行 哥们 兄弟 丁灵 端木庆大叫 你不配合 不怕我给你泼脏水 不怕我在董卓面前 说你坏话吗 嗯 丁灵豁然回首 看向端木庆 端木庆兴奋 兄弟 配合一下 赵云 丁灵一声轻贺 赵云迈出 抱拳 将军 众目睽睽之下 赵云非常尊重丁灵 私底下 那当然是各论各的 就不用这么正式了 把这家伙打出去 丁灵手指端木庆 若是实在不配合 直接刺死他 丁灵可不是能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还想威胁他 下次见一次打一次 丁灵 你 你真的敢不配合我 还敢对我动手 你信不信回去后 我立刻鼓动董卓 对你动手 端木庆见赵云大步朝着他走来 不由心慌大叫 刺死他 丁灵下令 赵云横果断一斗 手中长枪 咻 九朵枪花闪过 端木庆直接被刺死 连遗言都来不及说出口 但丁灵知道 这家伙死不了 估计不久后又会复活 但两者的梁子 算是结下了 丁灵也很无奈 他本来就不想过多地跟玩家打交道 但有时候就是这样 他不找麻烦 麻烦自己会找上门 这端木庆也是作死 明知道他很不耐烦了 却屡屡路他唬须 估计现实里也是经常做这种事情的 胆大包天 毫无底线 莫过于此 被端木庆搞得没心情的丁灵在次日 接到了一个好消息 张飞燕愿意跟丁灵进行谈判 地点 丁灵看向赵战堂 他就是配合去送信的那个玩家 长得就很机灵 针定成数十里开外的一座无名小山下 赵战堂说完 一脸期待地看着丁灵 丁灵笑了笑 把不久前准备好的高阶刀法秘笈递给他 这就是秘笈了 谢谢老板 不 谢谢将军 赵战堂大喜 本能地脱口 出一句谢谢老板 反应过来后 才忙改口 看他的样子 现实之中 应该是做服务行业的 要不然 不会把这种本能 几乎刻在骨子里 行了 待会你来带路 没有问题 赵战堂拍着胸口保证 一个半时山后 无名小山下 丁灵率军来到了这 他看到了一支军容整齐的部队 看人数 约莫有千余人 各个人高马大 神玩弃足 一看就是恐无有力的好手 加之人人身披肩甲 手持利刃 绝对是精锐中的精锐 这是张飞燕 要对他进行下马威吗 丁灵挑眉 让赵峰带着两千将士 在百米开外站定 他带着赵云 两人骑马来到了 两军正中位置处 丁灵直视对方 他一眼就看到了 对方兵马 簇拥着的一人 那人一身将铠 头戴金色的头盔 手持一把长枪 腰间悬挂宝刀 威风凛凛 气度张贤宛弱王者 张飞燕 丁灵直视对方道 丁灵 那妖玄宝刀的人 猝眉审视丁灵 很明显 他就是张飞燕 他见丁灵两人 就赶前来商讨 心中佩服丁灵胆气的同时 也不由一声轻贺 做其稀缕缕声中 往前飞窜而出 在他的身后 跟着几位形容各异 但无一例外 都极为彪悍的将领 他们双目寒刀地盯着丁灵 紧握手指兵器 眼中有敌意 警惕 紧张 果然是少年英雄 张飞燕来到近前 见丁灵貌相不凡 年纪轻轻 不由出声赞了句 丁灵微微扬眉 张飞燕胆量不俗 胸襟过人 明知道他 抓了李大牧等人 还敢这么称赞他 难怪后来能拥贼中百万 横行黑山一带 让袁绍等人 拿他完全没有办法 就这份气魄 就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我也不废话了 丁灵定了定神 单刀直入 我找你来商业 是希望黑山中人 能约束你们的兵马 不要再来劫掠 长山郡一带 尤其是真定城附近 丁灵特意点名 至于其他地方 丁灵只能表示 爱莫能助 他单枪匹马 顶天也就算是个 郡城的守备将军 他还没有那个能耐 去管整个冀州的事情 更别说去管这纵横 冰州冀州几个地界的 黑山贼众了 能让他们出来谈话 也是因为 丁灵这一次抓的李大牧 哭神等人 都可以说是黑山军的 头领级别人物 张飞燕若是不管 人心必定散乱 到时候 他想要再一言 而决黑山大小事 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丁灵正式看破了这点 才敢让赵战堂 带着几个信使 直接去找张飞燕商议 如今张飞燕到来 一切自然是摊开来说 张飞燕见丁灵如此直接 也不墨迹 道 这个没有问题 前提是 你得把我的人给放了 他顿了顿 道 还有 我很好奇 你方的战力 到底达到了怎样的水准 我们不妨 派遣军中高手切磋一二 如此一来 彼此知根知底 以后才更方便便移行事 你说是吗 好 丁灵同意了 手中方天画戟 杨起 你们谁先来试试 我的画戟利不利 丁灵知道张飞燕很不俗 能统领百万黑山贼 怎么可能是个职场子 心里必定一堆弯弯绕绕 算计谋划 但丁灵可不管这些 他自从决定走战神之路的那一天起 他就决定了 一切都以力量横推 横推不了 就继续回去练武 等到能横推再来推 只要够强大 一切痴美亡两都是纸糊的 随着自身越来越强大 丁灵对于这种感悟 是越来越深刻了 换作以前 他还会想着做官 好靠近曹梦德等人 但随着实力的日渐强大 他的一些想法 也在发生变化 这让丁灵也不止一次感叹过 实力带来的思想变化 实在是太大了 真的是一天不同一天 一些原本定制的计划 都有可能会随着实力的增强 而被修改 推翻 我来试试 一位不怒自威 貌相不俗 身材魁梧的猛汉 策马而出 扬起手中单刀 朝着丁灵杀伯而去 我名雷公 丁将军 砍刀 丁灵微微一笑 一家马腹 冲向雷公 两者很快接近 雷公大鹤 声若雷吼 震耳欲聋 射人心魄 手中单刀劈砍而下 伴随着风雷之声 似能把乾坤都给劈碎 丁灵丝毫不拒 方天画戟微微一抖 云击刀法 宛如浮空飞掠的白云一般 铿锵声中 正中雷公的刀身 轰 硬碰硬一击 击打得雷公手腕剧痛 一声惨叫 握刀的手一松 单刀直接从手中斜飞了出去 在空中一个倒旋 铿锵声中 斜斜插入了一旁的大地之上 咻 方天画戟 微微一旋一抖 浑似霹雳般 落在了雷公的脖梗上 雷公表情一僵 惨叫未知一收 一动不敢动 心如肋骨 双目瞪得若铜铃 脸上的巨翼 经济在这一刻 可谓放大到了极限 承让 丁灵收了方天画戟 雷公惊惧地看了眼丁灵 刀也不要了 信信地策马回转军团 全场鸦雀无声 但转眼后 赵峰所在位置 响起一片威武之声 却是丁灵一方将士 在位丁灵喝彩 黑山君一方 则四双打得茄子一般 直接粘了 一个个心里都在琢磨 雷公将军 可是实打实的 二流巅峰武将 论戾气 甚至可以媲美一流武将 武技虽然差了些 但其声如雷吼 往往先声夺人 具备震慑人心的效果 能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以往雷公将军 凭借这一套 杀了不知道多少汉将 不曾料在丁灵这里 竟然一个回合都挡不住 兵器都被打飞了 如果不是丁灵即时收手 恐怕他已然死亡 获得成就勋章 你赢得了黑山君头目们 以及最强精锐团体的敬畏 就是 你的强大超乎想象 你成功震慑住了 黑山君一方所有人 这其中 就包括黑山君 精锐一方的所有头目 丁灵听到了提示音 微微扬眉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了 击败李大幕 半枚成就勋章都没有 此刻击败雷公 同样没有 反倒是从对方 所有人的身上 获得了一枚 丁灵诧异 不解 他估摸着 成就勋章 肯定有一些规则 自己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而说明书也不会 把一切都详细说明 许多事情 都是需要自己去慢慢摸索 才能得到验证的 还有谁来试试 丁灵微微一笑 轻声问道 黑山君一方面面相去 所有首领都无动于衷 张飞燕有些尴尬的干咳了声 道 丁将军神勇 我方自愧不如 但我说的是 派遣军中高手相斗 丁将军亲自出手 未免有些欺负人了 哦 丁灵点了点头 退下来 示意赵云上 反正厮杀单挑 已经大概率得不到成就勋章了 就没有必要再咄咄逼人了 赵云神情一阵 侧马而出 一抖长枪 轻贺道 常山赵子龙 请各位不吝赐教 我于独来会会你 一位面容英质 身材修长 手持一杆长枪的汉将杀出 直奔赵云 赵云不慌不忙 立定在场中心 等待于毒杀来 猛地施展开白鸟嘲凤枪法 但见虚空之中 一副白鸟嘲凤图 一闪而过 下一刹那 赵云的枪 已经收了回来 再看 却见于毒的头盔 已经被挑飞 身上的盔甲 也被刺穿出来了几个洞眼 于毒张了张嘴 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 转身策马就回了军阵 他脸上火辣辣的 感觉很是羞造 没有勇气面对丁灵也就罢了 竟然连丁灵手底下的一个副将都打不赢 好快的枪 张飞燕悚然动容 似想到了什么 这是蓬莱山枪神童鸟的白鸟嘲凤枪法 不错 赵云毫不遮掩 点了点头 原来是枪神高徒 施敬施敬 张飞燕肃然道 我早年间也想拜师枪神他老人家 可惜原谦一面 多次错过 却是没有这个福气 张飞燕用的是枪与刀 刀却是配刀 可见他擅长的是枪法 用枪的人会知道 枪神并不奇怪 此刻 张飞燕见随意走出来的一个赵子龙 竟然是童鸟高徒 震惊之余 也是不由暗道倒霉 他本想敷衍丁铃 试试丁铃的水准 以后好方便拿捏 不料 竟被丁铃拿捏了 他大胆棘手 丁铃 赵子龙随意一个 都能横挑军中高手 尤其是丁铃 更是战力惊人 要知道 雷公的力道 可是军中除他跟张白旗之外 最大的一个 但即便如此 硬碰硬之下 仍然是一招 就被打飞了兵器 丁铃力道之大 可见一斑 再加上丁铃的刀法 迅猛若闪电 飘渺如浮云 很势不凡 想要胜过丁铃的难度 比胜过赵子龙的难度都要高 两个如此高手 再加上他们身后的兵马 若是丁铃一声令下 现在对他们动手为杀 那大概率他张飞燕会死在这里 思极至此 张飞燕悚然 这一次 他是真的开始有点担心了 之前他自信赶来 是觉得丁铃的战力 十之星号星号 是跟自己在伯仲之间 而自己手底下几十个头领 都是二流武将 张白旗更是在远方侧应 他可是达到了一流武将水准 如此周密的谋划之下 丁铃如何能奈何他 但现在 他是一点底都没有了 是已 在看到赵子龙再次主动示意 要挑战重将士时 他干咳了声 凯叹道 既然是枪神高徒 我们不敌很是正常 就不在这里献丑了 他看向丁铃 丁将军只需要立刻归还李大幕等人 我们即刻就走 我在这里跟你保证 绝对不会再截略常山郡一带了 好 丁铃挥了挥手 立刻有兵将把李大幕等人压了过来 李大幕一行人垂头丧气 不敢支持张飞燕 我希望张首领能说话算话 丁铃高声道 若是不然 我也不介意上黑山一回 张飞燕嘴角抽出了两下 点了点头 白手就要离开 丁铃却突然到了剧 张首领 听闻你轻功卓绝 拳脚功夫惊人 不如我们比一比如何 这 张飞燕一愣 丁铃的要求 让他一时之间 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拒绝必定威严受损 答应了 赢了还好 输了一样威严受损 他头疼 对于这次貌貌然来见丁铃 更是觉得不应该 但不来 同样会让黑山军内部离心离德 这问题可不是一般的 让人头大 他决定 以后大概率 还是要离丁铃这样的刺头原点 不好惹 张首领难道不敢 丁铃之所以会挑战 却是因为突然想起来了战神之路的进度条 貌似需要挑战20个以上的未免强者 而且挑战得越多越好 张飞燕肯定是未免强者 要不然也不可能在土匪窝中 混到大帅的位置 统领百万黑山军跟袁绍等对抗 也不处了 好 张飞燕也是个热血 豪迈 好斗的猛将 只是因为做统帅久了 不便亲自动手 如今被丁铃一击 再也安纳不住 让旁人替他拿刀 提枪 他拿掉头盔 一身铠甲 跃下马背 几个纵月 便似阵风般跨过几十米 立定在场中心 看向丁铃 徒手较量 我张飞燕长这么大 还没有输过 丁将军若是有胆 倒是可以过来试一试 好 丁铃大笑 也让人替他拿了兵器 头盔 他同样穿着一身将铠 运转飞檐走壁身法 敏捷之力发动 一个登地便飘身 而过几十米 几个登地 已然似到闪电般飘飞 立定在了张飞燕的面前 张飞燕心中一领 赞道 好俊的身法 好高的敏捷 他十分震惊 据我所知 这天下精通身法的 大多都是市井之徒 而且因为 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们的身法 大多都湮灭在了 历史长河之中 没有传承下来 你这身法不足 是如何学会 哪里学来的 这是一位前辈传给我的 丁铃摆了的 唐狼拳的起手是 张首领 请 唐狼拳 张飞燕 瞳孔一缩 大乘若缺 大巧若拙 看似有破绽 却精妙 完美到了极点 这种境界 堪称化尽入本能了 他一颗心提了起来 知道遇到真正的 拳脚功夫高手了 他实在是无法想象 丁铃这么年轻 兵器功夫 马上功夫极为了得 也就罢了 怎么马下功夫 拳脚 轻身之道 也如此了得 简直可怕 他警惕万分 同样摆了的起手是 赫然正是他传承 自张牛角的 猛牛弓 双方招式摆开 便很有默契地 朝着彼此冲了过去 砰砰砰 张飞燕 丁铃两人 一个猛牛弓 一旦发动弓绝根身法 便似狂飙急冲的猛牛 凶残飙悍到了极致 普通人被他的双拳一撞 就会似被猛牛的牛角 给撞到一般 直接撞得筋骨碎裂 都是轻的 他一拳一脚 打得虎虎生风 隐隐中似能听到 猛牛在嘶吼 这是猛牛弓大成的体现 双铃螳螂拳闪现不断 灵动至极 每一击都能直攻对方要害 魂似螳螂捕蝉般 迅猛突然 且胜在国用 两人一惊交手 便快速碰打了好几下 打得虚空 砰砰砰声作响 声名之大 一度传过了两军的耳畔 两军都为之瞠目 一个个双目炯炯地看着 都在默默为自家的将军 首领 贺彩 古镜 孔门拳 丁铃拳招一遍 突然换了一种 大气儒雅中 带着凛然杀鸡的浩大拳法 这种拳法更为刚正 刚练 每一拳出击 都能打出霹雳啪啦爆名声 张飞燕跟丁铃几次双拳撞击 都会撞得呲牙咧嘴 双手剧痛 她有所不知的是 丁铃其实已经收了三成力道 若是不然 全力出手 张飞燕很有可能 三招就会被丁铃给打趴下 丁铃不全力出手 也是想增加一下 拳脚的实战经验 毕竟在这方面的经验 她几乎为零 也没有足够 强大的高手陪练 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张飞燕 丁铃自然不愿意 这么快就打退她 她需要拿她做魔刀石 等彻底地把所有拳脚功夫 融会贯通之时 丁铃自然会选择干净利落 结束这一次的比试 蔡家拳 拳风一变 从浩大刚烈 变得刁钻 很毒 张飞燕疲于应付 几十个回合下来 后背出了一身冷汗 看丁铃的眼神 满是不可思议 她实在是想不通 一个人如何会把几种拳风 完全不一样的拳法 给通通钻研到 大成自然入本能的境界 这未免太不可思议 然而 让她更加觉得难以置信的是 丁铃的拳风转变 这只是开始 风门拳 拳法飘忽若风 难以捕捉痕迹 张飞燕似被丁铃六狗一般 给溜得满头大汗 八卦掌 拳法忽然变掌法 掌掌气势惊人 浑似有八卦落下 要把人给困死在一方 张飞燕一个不防 眼睛都被打肿了 她痛得牙花子都露出来了 本能的张口就要认输 但丁铃的掌法再变 掌风煞气深重 一股灼热之气扑面而来 把她的话给打得硬生生憋了回去 铁铐掌 尸行掌 蟒行掌 连环掌 各种掌法 拳法不断变换 配合着飞烟走壁的清零身法 丁铃打的张飞燕 到最后 整个人都摸不着边了 浑似被十八罗汉 给打晕的闯关者 砰砰砰 最后几次碰撞 张飞燕再也支撑不住了 顺势一个飞身倒退 白手大叫 我认说 获得成就勋章 你赢得了张飞燕的认可 就是 你正面击败了张飞燕 并让张飞燕深刻地意识到 什么才叫真正的拳脚功夫高手 你的拳脚多变 每一种拳脚功夫 都入得花境 让张飞燕目不暇接 叹为观止 你的功夫 彻底折服了他 同时也让他的心中 生出了无限的困惑与不解 只因他非常不理解 你年纪轻轻的 为什么会如此之多的拳脚功夫不说 还每一种 都修炼到了高深的境界 这对于他来说 是非常震撼 且不可思议的 他必定会向你讨教拳脚功夫 只是众目睽睽 万军挣前 他抹不开这个面子 或许将来私底下在狱 他不会跟你客气的 提示音突起 丁灵微微扬眉 他还以为张飞燕的身上 不可能有成就勋章 没有想到还有一枚 那其他匪徒 为什么没有 亦或者说他们有 只是自己没有跟他们对抗 所以没有获得 丁灵有些跃跃欲试 他想试试看 击败那些匪徒 能不能获得成就勋章 但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他压下心中思绪 看向张飞燕 笑着拱了拱手 张首领 承让了 呵呵 张飞燕苦涩一笑 丁将军学究天人 武道造化通天 实在是让人惊佩 我不如你 这却是做不得假的 他凯叹 将来若有机会 希望我们能坐下来 好好喝一杯 一定 丁灵点了点头 他瞥了眼人物面板 一 击败二十个以上 未面强者 二十分之五 往前跳动了一格 看来击败张飞燕 也是算的 果然 只要达到了 一流武将 都算是未免强者了 居易 张合 高兰 赵子龙 加上张飞燕 足足五位强者 只需要再击败十五位 这第一条战神进度 就能圆满了 到时候也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变化 丁灵颇为期待 如此 那我就告辞了 张飞燕脸上火辣辣的 众目睽睽之下 黑山军重头领 精锐军团面前 他最拿手的拳脚功夫 面对丁灵 可谓完败 一路被写灭 旁人都能看出丁灵留守了 张飞燕此刻反应过来 细细回想 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骇然 心想 丁灵这次若是不留守 我能撑几个回合 太可怕了这家伙 打娘胎里开始修炼 也不至于这么厉害吧 他到底是如何拥有 这一身可怕武功的 而且他察觉到了 丁灵的拳法身法武功的掌控度 可谓一路突飞猛进 时之星号星号 他是被丁灵当作魔刀石了 想到这里 他的脸色不免有些难看 但丁灵 赵云太猛了 再有两千将士侧应 他根本打不赢 若是丁灵发飙 他张飞燕大概率也会死在这里 他对此看的通透 是以 即便感觉很是丢脸 威严有损 也只能强忍抑郁 策马就要率重离开 如今最低目标算是达到了 可以走了 他懊恼 后悔的是 真不应该冲动之下 答应丁灵比武 搞得他现在非常被动 他本来以为 比拳脚必胜无疑的 结果现实却如此大脸 以后 他再也没有资格说什么 拳脚轻身功夫第一了 张首领 等一下 丁灵叫了声 怎么 张飞燕神情一紧 道 丁将军莫不是想反悔 这倒不是 丁灵双目炯炯地看向 雷公等将领 我就是想单挑除你之外的 所有将领 你能不能让他们一起上 我想试试 我的极限武力在哪里 归根结底 还是为了成就勋章 但丁灵不好 明目张胆说出口 只能随意找个借口了 张飞燕愕然 雷公等将领惊诧 侧目 但很快 一股憋屈的怒火 一下子烧到了脑门顶 雷公的脾气 最为耿直 火爆 忍不住对道 一个人想打败 我们这么多人的联手 就算是攀凤 也不一定能做到吧 丁将军 你凭什么 若是战场冲杀 雷公一行人散开 面对丁灵 那绝对必死无疑 但联手对峙 他们认为自己必上 以多上且能咬死相 他们可不是蚂蚁 是实打实的二流武将 且不少都达到了 二流巅峰之境 只差灵门一脚 就可以破入一流 如此之多 足足数十位头目 丁灵想一个人单挑 能不能打过才知道 丁灵满极演技发动 闭靡八方 霸气肆意 放声大笑道 各位首领该不会是不敢吧 呵呵 雷公身旁一个杖八大汉 手持狼牙棒 冷笑着第一个月出来 我左自杖八 倒是想试试看丁将军的水准 我于低根 也来回回丁将军 一位貌相憨厚 但双目锐利如剑的八尺高大汉 手握长刀侧马而出 贫汉也来回回丁将军 一位面目俊朗 具备滔天志气的汉子大笑着羊鞭策马出阵 手中长枪一抖 抖出道道枪花 丁将军如此豪情大胆 若是不配合一下 岂不是会让天下人都以为 我们黑山军怕了你 不错 一位面貌轻浮四浪子的七尺高壮汉 跃马出炼 双目炯炯地盯着丁灵说道 我浮云居然是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的 我们黑山军可不怕你 我白鹊也来试试丁将军的话解 身手敏捷 头插鹊语 风度翩翩的美男子白鹊大笑出阵 我撕裂 我杨凤 鱼独 罗氏 白波 左笑 黄龙 刘石 足足数十位首领头目都策马出阵 他们无一例外都名留轻史 史书上留有姓名 能在偌大的三国历史中留下名讳的 自然没有一个简单角色 此刻他们齐齐一声大吼 场面堪称惊天动地 不少隐秘在军阵之中的玩家都是暗倒 丁铃这一下必输无疑了 他们的眼光没有张飞燕等人读到 自然看不出丁铃在拳脚功夫上面留守了 还以为丁铃也就比张飞燕强大一筹罢了 是以一个个笃定存到 就是不知道他输了后 会不会被鱼独等人趁势抓拿 鱼独这人可是狡诈阴险得很 若是丁铃被大败 大概率会很惨 这些玩家对于丁铃大多都是羡慕极度的 不仅是丁铃影视家族传承者的身份 更因丁铃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连赵子龙都心甘情愿跟着他驰骋四方 这让他们极度的眼珠子都红了 此刻见丁铃竟如此自大 不由得暗暗比翼丁铃太过狂妄 愚蠢 也就是个影视家族的传承者了 若是一个普通人 如此不知所谓 不知自己的精良 怕不是早就被人吞杀了 玩家们如此肯定 余独 杨凤等人也是笃定自己必胜 张飞燕则有些惊疑不定 不敢说胜 也不敢说败 只是充当裁判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一声轻贺 表示切磋开始 哄 数十头领侧马而出 左资杖八旗的马最为高大 但仍然跑得最慢 只因他的身躯太过沉重 手握的狼牙棒也是沉重无比 在军中 他的力气丝毫不弱雷弓 堪称大力士 好 杨凤单刀一旋 一声怒吼 跟黄龙 刘石 平汉等七八个头领围住了了丁铃 对着丁铃就开始围困 出击 他们每一人都很强 或单刀刚猛 劈出叨叨静气 虚空都为之起波澜 或枪法灵力 抖出朵朵枪花 似能瞬间在人身上 刺出五六个窟窿眼 或立大士臣 狼牙棒一击 就能打碎巨石 头颅骨 足足七八人都很是默契地 对丁铃发出了最强大的一击 他们早已经约定好了 轮换着对丁铃进行攻击 每个人发动最强一击后 就下场休息片刻 等其他人发动完最强一击 再陆续上场 如此磨也磨死丁铃了 他们的想法是好的 但现实却是极为残酷的 丁铃这一次 可谓是全力以赴出手了 他怕自己留守被打死 他毫不怀疑 这些黑山君头领的狠辣 阴毒 从出手就看得出来 事已 丁铃手腕一转 一声轻贺 白鸟嘲讽枪法施展开来 吭枪 枪枪枪 瞬息间 抖出十三朵枪花 每一朵都蕴藏着灵力 而可怕的杀鸡 枪花在虚空绽放 化作一副白鸟嘲讽图案 图案在虚空若太极图般一个飞旋 宛若流星划过天穷一般 伴随着枪枪枪的声音 划过众人的耳畔 随后便是一连串的惨叫声 以及喷喷喷兵器落地的声音 却是刚刚一击 丁铃的两千多斤距离发动 配合白鸟嘲讽枪 飞檐走壁身法 身子在马背上一绕 竟凭借十三朵枪花 硬碰硬杨凤 黄龙等人的兵器 把他们七八人的兵器 硬生生碰撞地拿捏不稳 当场就有四五人的兵器 一个握不住 抛飞了出去 杨凤 左姿杖八粒大 握住了手中兵器 但也是手腕巨痛 身躯颤抖不已 他们一个个看向丁铃的眼神 就似在看鬼神 这种力量 这种枪法 区区一击 这么多人连手都挡不住 他们震撼 心中波澜泛起 无法平静 丁铃却没有多管他们的思绪 一声轻贺 手中的方天化脊 朝着白雀等圈外的 数十位头领杀去 白雀等人也很猛逼 他们已然做好了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上场围着丁铃 发动最强绝招的准备 不料杨凤 左姿杖八连人家一招都接不住 砰砰砰 丁铃出手不留情 手中方天化脊横扫 砰砰砰声中 杨凤 左姿杖八等人 悉数被扫落马下 他们本就因硬碰硬受了伤 再次面对丁铃横扫而来的化脊 只是本能用兵器挡了挡 然后就被一股 距离给直接横推下了马背 呦 白雀等人被震住了 但这个时候 又不好逃跑 只能一个个大吼 给自己鼓劲 发动最强一招 杀奔丁铃 哈哈 丁铃心中豪情热血被激发 大笑道 来得好 方天化脊一旋 三十六路天罡府法险神威 倒到攻击灵力而刁钻 每每都能攻击到 敌人难以想象的位置 只是刚刚碰面交锋 但听吭枪 喷喷喷声响不断 白雀等数十人 竟在极短的时间内 被丁铃一人 给全部扫落马下了 一人对峙 黑衣衫军除张白旗 张飞燕等寥寥数人之外的 所有首领 完胜 全场死计 张飞燕双目瞪得有若同龄 倒吸凉气 喃喃道 这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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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这么强的吗 他说话都有些打战 却是震撼到了极点 要知道 左姿杖八等人都各有忧恋 若是集体团结动手 往往七八人 就能轻松硬汉一流猛将 数十人可以轻松对敌 数位一流猛将了 但即便如此 左姿杖八 杨凤等人 依然是败了 而且败得很难看 很惨烈 这意味着什么 超一流高手 张飞燕悚然动容 看丁铃的眼神 一变再变 而且还是超一流中 力气与技巧兼备的高手 这种高手很罕见 但无一例外 都是强大到可怕 一人堪比一军 可谓等闲难当 我竟然在这里遇到了 张飞燕牙疼 既周有无双神将攀放也就罢了 现在又多出一个丁铃 这太难搞了 看来以后得小心点 千万不能激怒丁铃了 本来心有小九九的张飞燕 这一下 是立刻把心中的小心思 都给收敛了 丁铃此子太可怕 还是能不招惹 就别招惹 和平友好 做个朋友对他对自己都好 赢了 玩家们集体发愣 骇然 这怎么可能 足足数十位黑山军的猛将 人人武功不凡 各有绝学 竟然这么简单的 就被杀败了 这特么确定 不是在开国际玩笑 丁铃这家伙 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而且 刚刚你们看到了那一招 白鸟嘲讽图案吗 跟赵子龙的一模一样 这家伙 该不会真的把 童铃的看家本领也学会了吧 这才几天时间 玩家们数量不多 隐匿在军中 此刻一个个看丁铃 就似在看鬼才 神兵似的 眼中的难以置信 几乎要一出眼眶 他们尚且如此 其他黑山军的精锐 更是害得魂不附体 看丁铃的眼神 饱含精济 畏惧 至于丁铃一方的将士 则是士气飙涨 各个鬼哭狼嚎的举臂高声呼啸 将军神威 威武 威武 太强了 赵峰第一次见到丁铃全力出手 不禁热血沸腾 崇敬不已 赵云 则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在场众人 或许只有他最为清楚 叮铃的战力 是以见怪不怪 不可思议 左兹杖八 杨凤 于独等人 各个垂头丧气 如丧考彼 雷公第二次被击败 身躯都在打战 他脸上如被火烧一般 滚烫滚烫的 他在为之前的发言 贺问 而感到羞惨 之前的贺问 声音有多响亮 现在他的脸就有多红 他的心就有多惭愧 贫悍 白雀等人 也无一例外 都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如此之多的人联手 竟然在短时间内 被丁玲毫发无损地击败 若不是丁玲留守 他们今天 怕不是全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思极至此 白雀 左兹杖八等人 悚然动容 一个个看向丁玲的眼神 有震撼 惭愧 惊悸 害怕 畏惧 羡慕 嫉妒 神望 可谓百感交集 复杂到了极点 获得成就勋章 你赢得了白雀的深度敬畏 获得成就勋章 你获得了左兹杖八的深度认可 就是 你以一己之力 横扫黑山军群雄 震慑住了他们所有人 这一次 他们对你的敬畏 忌惮 可谓深入骨髓 可以遇见 以后但凡在战场上遇见你 他们一定会绕着你走 亦或者直接让成千上万的士兵围杀你 一仗数量兑死你 他们对你的武力 武技 神望又害怕 他们想靠近你 研究你 但又害怕你 你的威严 无勇 必将因这一战 而传遍黑山各地 明镇一方 提示音划过耳畔 丁玲微微一愣 看了眼人物面板 心想 杀败数十位黑山军首领 只是收获了两枚成就勋章 这没道理啊 白雀 左兹杖八的身上有成就勋章 就代表杨凤 鱼独等人的身上 肯定也有 但丁玲没有获得 要么是对方没有心服口服 要么是其他原因 很明显 从注视来看 所有人都心服口服了 那只能是其他缘由了 看来得好好研究 一下规律了 丁玲若有所思 咦 丁玲注意到了人物面板的变化 三 你必须让你战神之名 响彻整个未面世界 二百分号 一百百分号 之前的进度几乎不可见 但又隐隐有所显示 估摸着是百分之一都没有 但又 有人认可 他的战神之名 所以是有一点进度的 只是不多 而现在 击败黑山军张飞燕 尤其是单挑数十位 黑山军首领 彻底打响了他的战将名号 原来如此 丁玲恍然大悟 想要成为战神 就要做一些非比寻常之事 做一些寻常一流武将 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原本还以为 必须要投靠某个诸侯 才能顺利完成 战神之名的传唱 现在看来 或许不用 丁玲琢磨 他打算且走且看 如果真的不需要投靠诸侯 就能完成战神任务 走完三国未免的荣耀之路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丁将军 张飞燕策马走了过来 叫了丁玲两声 丁玲回过神来 看向张飞燕 张飞燕被丁玲看得一颗心 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就好似自己正在被一只 绝世凶兽盯住了一般 这很难不让张飞燕紧张 之前以为 丁玲不过是寻常一流武将 顶天跟自己博仲之间 他只是把丁玲 当作一只飞鹰 一只猎豹来看 但现在 丁玲浑似远古真龙 烈焰凤凰一般 给他一种铺天盖地一般的心理压迫感 张飞燕当然知道 这是丁玲几次大战过后 给自己带来的后遗症 完全是心理作用 但即便如此 他也没法不紧张 不知道还好 一旦知道丁玲的恐怖 他真的很难做到淡定 只因丁玲随时可以暴起杀死他 面对一个可以杀死自己的人 哪个强人能平静 张飞燕艰难地吞了口唾沫 故作镇静 敢笑道 比试已经结束了 我们认输了 不知道可否让我们离开呢 他说得很委婉 跟第一次会面时的态度 天差地别 这就是强者对弱者的震慑 丁玲心里门清 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个问题 不知道张首领的手上 是否有大药 大药 张飞燕一愣 但很快反应过来 丁将军的呼吸法 需要药育 差不多吧 丁玲没说 她的呼吸法 已经大成入本能 只需要生肯 就能消化吸收 汲取药力 张飞燕嘴角抽出了两下 心思 丁玲这丝 已经强大到炸裂了 竟然还不知足 还想通过大药 来药育提升自己 她心中铠叹 嘴上却说道 没有 哦 丁玲深深地看了眼张飞燕 看着张飞燕头皮发麻时 才说道 那真是太遗憾了 张飞燕干笑 感觉浑身不自在 她现在是越来越后悔 太过鲁莽 带兵来商谈这事了 被丁玲给拿捏 这让她极为不适 不过她倒是没有撒谎 她的确没有大药 黑山军中不少人 都懂得呼吸法 然呼吸法各异 有强有弱 但这么多人懂 需要的药材数量 堪称恐怖 供不应求 是常有的事情 哪里有多余的给丁玲 有也不会给啊 张飞燕心里是这么想的 她可不想眼睁睁地 看着丁玲 变得越来越恐怖 而做事自己不进步 真有大药 她不会自己用吗 被丁玲给震住后 张飞燕心里的紧迫感 一下子放大到了极限 她觉得 有必要好好练舞 练习呼吸法了 她再也不要经历这种 被人给拿捏的阵仗了 而且 她心里也下了个决定 除非有绝对的把握 否则万万不可招惹丁玲 既如此 丁玲摆了摆手 各自别过把 张飞燕长呼了口气 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她感觉背部一阵粘稠 直到这时候 她才知道 在这短时间内的对话中 她竟然出了一身的冷汗 张飞燕带着左姿丈疤 雷公 杨凤等人 有些狼狈地走了 李大牧等早前被扣押 如今已经入了 黑山军团队伍的头目 更是择折 震撼不已 为自己早前竟然能在 丁玲这样的猛将手中 存活下来 而感到庆幸 答答 一行人急迟 不久后 遇到了张白旗率领的队伍 大帅 张白旗一身白色的将铠 白色的头盔 坐下白马 面向白皙英俊 手中的兵器 是一杆亮白色的银枪 一身白色 威风凛凛 卓尔不凡 毅力军中 堪称鹤立鸡群 见到张飞燕一行人 无一例外 都人人面带经济 形容颇为狼狈 不由地诧异上前 问道 这是怎么了 唉 张飞燕郁闷不已 回山再说 张白旗愈发好奇了 只是去跟一位守备武将 谈话罢了 几方准备周全 更有自己率领的兵马侧应 怎么会弄成这样 他百思不得其解 回了山 通过左姿杖八 雷公 杨凤等人的口 张白旗这才得知了真相 他震撼 世间竟有如此猛将 千真万确 雷公一脸的心有余悸 本以为潘凤已经无敌了 但现在看来 潘凤不一定打得赢这个丁灵 是啊 这人太可怕了 其他人也是纷纷接口 把丁灵说的 堪称天下无双 举世罕见的绝对第一武将 不这样形容 他们实在是无法接受 几方数十头领 连手都败下阵来的情况 败给天下第一 这让他们心里舒服多了 天下第一吗 张白旗跃跃欲试 我倒是很想跟他比比看 别 张飞燕阻止 我用出权力 都被他戏耍逗弄 你跟我伯仲之间 如何挡得住他 张白旗挑眉 我只是好奇罢了 好奇心害死猫 此时到此为止 以后没我的命令 不要去常山郡 真定城一带 若是不然 死了 被抓了 我一定不会去解救 也不会率众替你们报仇 张飞燕果断拍板 定了章程规划 有些头领本想驳斥 但想想丁灵的可怕威势 心中一声叹息 信信地闭了嘴 不久后 丁灵是天下第一武将的名声 在黑山各地哄传 几乎三岁小儿都知道 丁灵的名气 在这一刻 才开始真正地被打响 丁灵率众回了真定城 这一次 所有将士对于丁灵的拥戴程度 可谓拔高到了极限 一个个恨不得 对丁灵许下抛头颅 洒热血的承诺 丁灵从他们灼热的眼神中 看懂了这些 他微微一笑 颇感满意 他并不知道张白旗一事 要不然 定然会要求跟张白旗比试一场 但既然搞定了黑山君 明误了他们 定然不会再 轻易扰乱真定城的秩序 丁灵就放心地 把军队交给了赵峰打理 他自己则带着赵云 准备去洛阳 赵冰璇 赵小宇本想跟着 但这次又不是去旅游度假的 自然没有带的道理 丁灵便让他们好好习武 就在真定城他的新家住着 新家自然是 郡守赔罪送的礼 说是脸 其实也是守备武将的府邸 是丁灵应得的东西 他只是把丁灵应得之物 拿来做赔礼 丁灵很鄙视这种小人 甚至于叮嘱赵峰 若有大事难以解决 可书信一封 向潘凤 田凤等人求助 他跟潘凤 田凤等人说起过这事 他们接到书信 自然会帮助赵峰 除此之外 丁灵还处理了些琐事 之后 带着一小包金子 跟赵云上路了 金子还是早前 脚白波贼时得到的 一直没用 现在要去洛阳 想来定然不可或缺前务 自然要带着金子 前往洛阳的路上 纷争不断 贼寇横生 劫掠 劫杀的比比皆是 乱世的气息 越来越明显了 尤其是一些 无法无天的玩家 加入其中后 更是把这种乱象 放大到了极致 赵云忧心忡忡 为这汉家天下叹息不已 你说这汉家王朝 真的要彻底分崩离析了吗 赵云跟丁灵并肩即行 问了句 不错 丁灵也不瞒他 直言 自董卓进京后 汉家王朝 已经成了种中枯骨 当各地周牧 郡守 纷纷自主牧兵时 王朝更是注定会成为过去世 那这天下 该如何恢复太平 赵云面有不忍之色 老百姓太惨了 的确 一路上 丁灵甚至于见到了一些 村子里一子而食的惨剧 真正的惨烈乱世 还没有来临 就有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 虽然持小规模 但也足以让人动容 色变了 现在就如此 未来简直不敢想象 这也是赵云会发出叹息的根由所在 他心地善良 怜悯百姓 最是正常不过了 对于他的善心 丁灵不好多说什么 赵云心善 有底线 有格局 有志气 有胆破 有勇气 这是他固有的 他如果没有这些 那他就不是赵云了 自然他也就成不了那个 人人崇拜的长山赵子龙 丁灵早就知道这些 是以选择理解 再说了 丁灵虽然来到这乱世 杀了不少人 但他也是有底线 有原则的人 不会滥杀无辜 赵云的杀性 其实也很重 杀敌可谓是毫不手软 但难得是有底线且善良 胆破凌云这几点 值得很多人钦佩 赞赏 像是曹梦德 没底线的时候 是真的没底线 图成之事 做了不止一次 也就格局 破例等实在是上上之选 丁灵才会在之前 考虑投靠他 若是不然 真不如自己单干 我选的是战神之路 争霸这条路 不适合我 丁灵也不后悔 自己的抉择 争霸明显 更耗时耗力耗神 如何选择 他心里早有一感称 一路往西走 越靠近洛阳地界 老百姓的生活越苦 河内地界稍微好点 一子而食的惨剧并不多 到了拱陷这等距离 洛阳并不远的地界 反而惨剧更多 丁灵甚至于看到了 一些士兵在劫掠百姓 鞭打路人 还不时哈哈大笑 表现得非常放肆 无人道 他们是谁的兵 赵云震怒 手握龙胆亮银枪 就要冲出去动手 丁灵阻止了他 你现在救了这些人 就等于再逼他们走上绝路 为什么 赵云侧目 现在他们可能不会死 但你救了他们 杀了这些兵士 被他背后的将军知道了 这些人无一例外 可能都会被牵连致死 你应该看得出来 这是一帮无人道的兵 他们背后的将军 肯定做得出这种无人道的事 赵云咬了咬牙 到底是忍住了没有动手 只是一路上 依然是愤恨不已 远离了拱线 半道上 有几个衣衫不整的兵士 见到赵云两人的马快且高大 还想拐抢马 丁灵不带赵云动手 翻转方天化剂 坑枪 一挤下去 直接把兵士的肩胛骨刺穿了 啊 兵士倒地惨叫 其他兵士大怒 咬枪枪 赵云按捺不住杀机 一赶长枪点过 虚空之中闪过道道心芒 喷喷喷声中 五位兵士悉数被点中了手腕 留下了一个硬臂大小的窟窿眼 手臂遭遇如此重创 五人尖叫 扔了兵器 转身就跑 丁灵也不追 只是微微醋眉 他本想置身事外 先把本领学到了手再说 不曾料 这地方竟然会遭遇离谱的抢劫 他们眼瞎吗 没有看到 我穿着的是虎奔狼将的将凯吗 被这几个兵士给搞得有些猝不及防 正因为这一身将凯 一路上的兵灾 基本上没有波及到他们 一些匪徒看到他们 也是远远避开 当然也有胆大包天的 想劫掠叮铃两人 但都被叮铃两人反杀了 杀得多了 身上自带一股煞气 看起来就不好惹 但偶尔还是会有七叮铃人手 想过来截杀 抢马的匪徒 盗贼等 这些人无一例外 都被杀死了 入了河内 这种情况减少了许多 到了拱县附近 很多将士也很识趣 没有多事 但刚刚的几个士兵 也不知道是自大 狂妄 还是真的眼瞎 竟直接上手就来抢 没办法了 丁玲想了想 直接一几次死 还在惨叫的士兵 策马朝着不远处的 几个士兵追去 要动手了吗 赵云莫名的有些兴奋 呵呵 丁玲苦笑 都动手了 就尽量 把后患都给斩掉吧 好 赵云精神抖擞 整个人都活跃了起来 一双眼睛灼灼声光 紧握龙胆亮银枪 道 拱县的畜生 跟刚刚的那几个兵士的 衣服铠甲 都是一模一样的 肯定是同一批人 我们杀了这些人 是替天行道 为百姓除贼 丁玲点了点头 不置可否 他马快 很快 追上几个士兵 直接一击一个 杀了四个 留下一个 审问了一番 在他苦苦哀求下 扑 直接一击 把他脑袋给砍了下来 竟然是胡诊的兵马 丁玲琢磨 胡诊这丝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这个时候 不是应该在洛阳吗 胡诊 自闻才 是梁州有名望的豪杰 李雀部下 管拜东郡太守 董卓麾下重要大将 这是丁玲了解到的信息 至于现在胡诊 到底做什么官 为何率队出现在这 丁玲是一无所知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动手 一旦动手 若是被玩家发现告状 丁玲此去洛阳 岂不是自投罗网 想到这点 丁玲便决定 晚上再行动 看了眼天色 距离天黑也不远了 哒哒 似有马蹄声传来 隐隐还能听到呼喝声 我听到动静 就在前方 加把劲 走 丁玲突然策马转身回走 赵云愕然 热血的欣慰之一收 近乎本能地跟着丁玲走了 他相信丁玲 更因为丁玲无论是在山上 还是在山下 都比他出色 这让他折服 并心甘情愿跟着丁玲 走远了 丁玲躲在一棵大树后远远观看 因为实力进展惊人 如今他的武感极为敏锐 目立惊人 虽然看不清楚 几百米开外的人的模样 但也大致看出来了 有多少人 上百精兵 丁玲摸了摸大功 看了眼马富一侧的剑囊 杀死他们 绰绰有余了 丁玲脱了江凯 把马绑好 从马富一侧 拿出一把单刀 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 蒙面 背弓而行 赵云惊愕 不解 丁玲解释了两句 赵云势然 也不再多问了 对于天外来客这个群体 在蓬莱山上的时候 他就了解过不少 很多人都跟普通人没有二指 只是更为好奇 对他更为热情罢了 似丁玲这样的天外来客 仅此一个 而且几乎不可能有第二个 若是不然 那些天外来客 也不会对丁玲那么好奇 探索欲望那么强了 这些日子 赵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心里门清 只是没有说话 没有问罢了 此刻闻听丁玲的解释 他也开始选择脱甲 蒙面 弃马 手持单刀 跟着丁玲而行 单刀是冀州真定成的 守备武库里的 质量非常好 丁玲于是跟赵云一人背了一把 这也是他们的马都是好马 且安了马蹄铁 若是不然 根本不可能背着这么多东西 走这么远 还无损 至于为什么装马蹄铁 玩家那么多 马蹄铁这种技术 早就泄漏且泛滥了 丁玲不装 也会有人建议他装 丁玲在树后 待了足有一刻钟左右 眼瞅着天黑了 月亮已经升起 而搜索的人群 距离他们也是越来越近了 此刻离丁玲 不过五十米左右了 丁玲不再犹豫 弯弓搭建 瞄准人群中 骑马的一个将官 咻 一剑暴尸而出 噗 正中将官投炉 因五弹弓且丁玲力大的缘故 这一剑直接穿炉而过 连带着把他身后的一位骑兵 也给射翻在地了 嫡妻 上百精兵大吼 丁玲没有理会 耳聪目明的他 只需要有一点点光亮 凭借着满级的基础剑术技能 在这宽广的地界杀敌 是毫无压力 咻 咻咻咻 一支支利剑 玩若夺命的死神镰刀一般 所过之处 一个个的精兵被射杀 因为离得近 丁玲百发百中且不说 还能一剑射穿一人的腹部后 紧接着射中第二人 对第二人也造成了致命一剑 一剑往往能射杀一人 并重创一人 杀敌效率之高 无庸置疑 赵云看得热血沸腾 不停地给丁玲帝剑使 他的剑术一般 与其跟着一起射箭 还不如帮丁玲帝剑使 这样杀敌效率更高 咻咻咻 短短十几秒 死伤几十人 死得最快的 就是八个骑兵 紧随其后的是弓箭兵 没有骑兵冲阵 弓箭兵远攻还击 剩下的打进战的士兵 再也扛不住了 发一声喊 四散而跑 他们没有敢往丁玲的方位跑 因为谁都知道 射箭者就来自那个方位 往那跑 死得更快 人性自私 没有人想死 特别是第一个死 他们现在只能赌自己 不会被射杀 赌队有死去前 他能跑出射箭的里程 咻咻咻 魂似流光 更似闪电 一道道破空的声响 划过虚空 洞彻环宇 伴随着一道道 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声 响彻荒野 九十多个精兵都死了 跑得远的两个精兵 本以为可以逃过一劫 不料背后利剑光芒一闪 破 他们背部中剑 剑头刺穿了背部要害 他们狂奔了几步 猛的一个踉枪 跌翻在地 心中物质不敢相信 离得这么远 怎么射得中 射得到 死光了 丁玲看向更远处 惨叫声 引得更多的兵马 朝着他们来了 赵云不惧反喜 这是引蛇出洞吗 可以这么说 丁玲走过去 把没死透的敌人 补上一刀 还顺便脱下 其中一位将官的将凯 给自己劈上 又从这些精锐的身上 捡了一些剑囊 和一支长枪 他把单刀插在荒野上 手持长枪 背着剑囊大步往前走 发动飞檐走壁身法 身如疾风 追上一匹受精的马 一把扯住马僵 满极其数发动 一个顺势飞身而上 就这样跃上了马背 他紧加马腹 控制住了马匹 赵云也换好着装了 同样捡了几个剑囊 有样学样 弃了单刀 捡起一杆长枪 跃马而行 两人如今都是 虎枕兵马一方的装束 从头到脚 包括兵器 都换了 又是蒙面 月黑风高之夜 如此还能被人认出来 丁玲只能认栽 杀 两人为了不被其他人认出来 不打算使用白鸟嘲讽枪法 而是使用灵鹤 灵蛇枪法 这两种枪法 知道的人不多 会的人也不多 而且跟一般的枪爵很是相像 没有类似白鸟嘲讽枪那般明显 容易被看穿来路的标志性的图案 好胆 区区两人竟然敢杀我 闷得人 有人发现丁玲他们 大吼一声 上 宰了他们 我要把他们的脑袋搁下来 当球踢 哒哒 数百兵马急冲而来 一个个煞气十足 杀意滔天 丁玲 赵云丝毫不惧 挑眉 斗抢即冲向前 依然是完美默契的配合动作 丁玲冲杀在前 一杆长枪 十二宛若灵蛇 责任而是 兴芒点点过处 一个个的人被突而亡 十二若灵动飞鹤 飘湖闪现之间 一个个的头颅被点穿 两千多斤的距离 配合完美级别的枪法 丁玲在马上冲杀 对峙普通的精锐将士 可谓是王者级别强者 碾压凡人 再有赵云在后绳补刀 替丁玲查落补缺 抹杀危险 丁玲左冲右突起来 吓得将官连连大吼 然而毫无用处 丁玲四破浪而出的快船般 轰然声中 杀奔到了想跑的将官的面前 手起枪落 一朵朵枪花缓过虚空 破 将官喉咙被冻穿 死得不能再死了 余下的士兵见此 骇然不已 奋力拼杀了一会儿 发现丁玲 赵云的配合 实在是天下无双 根本不是人能对抗的 不由恐惧大叫着 四散而逃 丁玲 赵云追击了一会儿后 发现有的将士追不上 就由丁玲弯弓搭箭 赵云递上箭矢 远程射击 跑得远的一些将士 也纷纷被射杀在远处 两人两码两把枪 一把弓 硬生生杀死了 足有三百人的精锐骑兵 这等壮绝 便是赵云都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太过瘾了 太强了 继续 丁玲跟赵云捡了一些箭囊后 继续上路 一路走了几千米 穿过了一片小树林 才看到了一座营帐 数耳倾听 能听到女子的求饶声 老人的哀嚎声 壮年男子的惨叫声 定睛看去 却是看到了 惨无人道的一幕幕 一排排的老百姓 竟然被人在割头 至于女人 更是直接被拖拽到了 营帐里面去了 听女人的求饶声 惨叫声 就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赵云一张脸 阴沉得几乎要滴水了 叮铃微微皱眉 想了想 开始策马躲在一棵大树后 弯弓搭箭 的一些士兵 赵云十分自觉地掏出剑囊 开始给叮铃帝剑士 羞羞羞 利剑穿空而去 羞然声中 扑 正中一位举起大砍刀 正要砍下一青年 头颅的士兵的额头 因为离得远 剑士无法穿透头颅 但依然是做到了 一击必敌 嫡妻 士兵们愣了一瞬 似不敢相信 有人竟然敢攻击他们 要知道他们可是 董卓麾下 胡诊将军的兵马呀 谁敢动他们 但看到岛下的 同僚额头上的那只剑 眼瞅着一个个的同僚 在极短的时间内 接二连三毙命 他们不信也得信了 不由的撕心裂肺 大吼了起来 有的士兵 立刻滚到一侧找掩体 有的则拔刀怒吼要拼命 有的则干脆 把老百姓抓到身前做盾牌 反应不一 但可以预料的是 拔刀怒吼拼命的人 是死得最快的 羞羞羞 剑士锋利且迅猛 宛若坠空的流星 破空的陨石 羞羞声中 一个个的士兵 被射杀在原地 只是片刻间 老百姓的身周围之一空 从营帐中 急冲而出的一些士兵 面对的也是 一只只破空而来的利剑 吓得一个个 都再次折回了营帐 呼 赵云看得忍不住 长呼了口气 暗暗佩服 换作他拉五弹弓 他绝对坚持不了这么久 丁玲却做到了游刃有余 耐力如此持久 气息如此绵长 可谓把功夫练到了画境 赵云觉得自己 有必要向丁玲好好学习 走 丁玲把弓放下 悬在马背一侧 手持长枪 侧马而出 杀笨敌鹰 他第一时间 把执行的柜子手杀了 其次就是把 明处的弓箭手给射杀了 暗处的弓箭手 到底有没有 丁玲不得而知 但凭借他们的反应力 防御力 抗击打能力 同时对付十几支箭 绰绰有余 更别说如今 他们两人联手 能挡住的箭矢 将会更多 赵云长板坡 七进七出 放冷箭的不少 仍然是毫发无损 可见一般 咻咻 丁玲两人 刚刚冲到 敌营五十米内 就被一位位 藏匿在暗处的弓箭手 放冷箭 丁玲注意到了 随意地把箭矢给拨开 冲杀的速度更快了 接连拨开了几拨箭矢后 他冲到敌营阵门前 直接闯入 敌人或许是太过大意 或者觉得 不可能有人攻击他们 是以大营的大门 是敞开的 丁玲侧马 直接就冲了进去 入了大营 打进深战 丁玲跟赵云的完美配合 再次发挥出来了 堪称逆天的效果 一路索向 党者披靡 这些士兵都是散乱的 没有集结成军阵 根本不足为虑 且不少士兵还没有披甲 在阵营中乱来 被丁玲直接策马 踏翻大仗 刺死在帐内 一路杀奔中军大仗 丁玲看到一个高有八尺 满脸求须 身上衣甲不整 面带微醺 眼若同龄的壮汉 在他的四周围着 足有数百精锐兵马 这人肯定是胡枕 丁玲心中一定 持枪杀向胡枕的方位 胡将军 就是他们 有士兵手指丁玲 赵云的方位 大叫 就他们两个人 两个人就敢匹马踏营 胡将军大怒 这是完全不把我胡枕放在眼里 他大喝 给我放箭 射死他们 前排一百弓箭手 立刻弯弓搭箭 对准丁玲 赵云两人 对比其他将士 这几百士兵 明显是精锐中的精锐 不出意料之外的话 应该是胡枕的禁卫军团 丁玲心如明镜 无所畏惧 手中一杆长枪 握得很紧 在对方弓箭手 立件放空暴射而来时 他一杆长枪舞动的 宛若风轮一般 噼里啪啦 吭枪 把一切箭矢 都给挡在了外面 他跟赵云并肩行 赵云稍稍落后他半头 两人联手 一百弓箭手的箭 根本无法射穿他们的枪花 射中他们 虽然无法使用 百鸟嘲凤枪 但灵鹤 灵蛇枪法 也是非同反响 随意一抖 丁玲就是十几朵枪花 迅如闪电 赵云虽然差些 但也可以抖出九朵枪花 两人联手 可以说 能挡住正面一切利剑 邪次里的冷剑 有时候防不住 但这种冷剑 在这时候并不多 因为胡枕除了中军 其他将士早已经乱成一团了 此刻眼瞅着丁玲 赵云无所顾忌 毫发无损杀奔而来 便是胡枕也慌了神 这两人怎么如此厉害 原本微醺的头脑 瞬间清醒了不守 他越马持枪 一脸警惕地看着丁玲 赵云 咬了咬牙 大喝 结阵 冲杀 丁玲 赵云已经杀到二十米内了 这么近 弓箭手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 骑兵列出阵 组团杀奔丁玲 赵云 打进战 丁玲 赵云配合 更是真挚完美无上之境 两人两杆枪 魂4一路穿花过草丛的割草机一般 轻易地杀死 杀伤了百人骑兵列队 一身燃血 窜到了胡枕面前 怎么可能 胡枕骇然 他竟然也不跑 一声大喝 闪电般的一枪 刺向丁玲眼睛 被丁玲轻易挡住 反手一枪 就把胡枕刺落马下 再一枪 就结果了胡枕 胡枕的眼中 满是懊恼 后悔 他如果一开始跑的话 或许有逃命的可能 但后来丁玲两人杀到境前 再跑 就无疑是背对丁玲两人 这是取死之道 所以他 才会强忍惊惊 突然给丁玲最强一击 但他的绝学用处 竟被丁玲轻飘飘挡住了 这哪里来的杀神 这也太强了 我知道他惹他了 他干嘛要杀我 带着悔恨 不解 茫然 愤怒 不甘 以及对身的留恋 胡枕眼中的光芒 越来越黯淡 直至彻底消失 胡将军死了 有人大吼 随后中军出现骚动 本来就对丁玲 赵云 很是惊惊的一伙人 这一下 没有人能命令他们 他们直接一哄而散 四散逃开 丁玲没有管这伙人 而是一枪 挑开中军大杖 入得杖内 只见大杖之中 有一张床铺 床上歪七歪八 躺着几个衣不避体 死不瞑目的妙龄少女 除了床外 还摆放了不少酒坛 刺鼻的血腥味 伴随着一股酒味 直直冲入了丁玲的鼻孔 丁玲皱了皱鼻子 双目如电 扫视杖内情景 物品 看到一个包裹 枪刺了过来 挑开 竟发现 其中装满了金子 还有一根 不知道年份的人参 丁玲跃下马背 把包裹重新包好 随意地挂在马腹一侧 再轻轻一个闪身上马 转身就直接离开了大杖 几乎同时间 获得了成就勋章 马踏敌营 注视 两人两马两杆枪 踏翻了一座 拥有兵力两千有余的兵营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壮举 你的所作所为 将彻底震慑住八方之敌 你获得的成就 很难有人能比你 这是你辉煌与荣耀彰显的时刻 提示音响起 丁玲微微扬眉 存道 胡整可是董卓一方大将 他的身上 竟然也没有成就勋章 丁玲疑惑不解 难不成是因为别人 从他们的身上 刷过成就勋章 我再去刷 就刷不到了 貌似只有这种可能了 从跟白波贼的争端时 丁玲就隐隐有所感悟 再到黑山君 以及现在的胡枕 他更是有了这样的感觉 除此之外 貌似别的说法 缘由都不靠谱 如果真的是如此 我要加快进度了 要不然 三国历史名人的成就勋章 都被刷完了的话 我估摸着 只能刷其他成就勋章了 就好比这个 马踏迪鹰 能得到马踏迪鹰的成就勋章 是丁玲想不到的 不过 能得到总好过没有 他想得很开 丁兄 赵云策马到丁玲身侧 低声道 现在怎么办 要离开吗 不知道这里 是否会有人注意到他们 赵云说话也不敢太大声 免得到了洛阳漏县 救了百姓就走吧 丁玲改变声线的波音技能发动 把自家伪装成了一个声音 雄魂如大海拍沙滩的猛将 我叫他们离开 你的声音 赵云愕然 惊诧 离开这里 再教你技巧 现实世界有不少声优惯 丁玲自打学习了波音技能后 他在这方面的技能满级 可以说只是单纯的论技能 他已经站在了波音这行的顶端了 一段时间后 丁玲跟赵云已经离开了敌营 往来处而去 不久前 他驰骋四方 用完全不同于自己的雄魂升线 让百姓往南跑 或者往山里跑 远离这里 丁玲能做到的 只有这些了 他若是不救这些人 这些人今晚就死了 他在胡诊的大帐里 看到了一本账本 里面全都是割百姓头颅 以冒领功勋的详细记录 不消说 丁玲来晚些 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的 如今救了他们 他们以后如何 丁玲也管不了了 只能进人士听天命 期待他们能多活下来 一些人吧 赵云也明白这些 事已并没有要求什么 只是对于眼下汉家江山的情况 是越来越不满 他希望能早日结束这种万诀 董卓一方的将领 真的是无德无知无知 竟做出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来 他们这是 要断董卓的根基啊 赵云跟丁玲 把身上染血的敌方铠甲脱了 扔了 换回自家的铠甲 从荒野地上 把自家的单刀给重新拔了回来 挂在马匹一侧 至于抢回来的那两匹马 丁玲 赵云选择放生 这两匹马是西凉战马 特征太鲜明 骑着它 就等于再向世人宣告 丁玲赵云 是马踏敌营的祸首 还有剪刀的剑囊 枪等等都扔了 包括那个包裹 里头的金子 丁玲收了起来 跟原本的金子放在了一起 药材人参 他直接生吃 咔嚓 一口入腹 药力机勇如浪涛 滚滚荡入皮膜 筋落 灵黄呼吸法自动运转 药力随即化作铁锤 开始不断地捶打着四肢百骸 筋骨脏腑 使得身躯各处 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与此同时 一股股热感直冲脑海 丁玲感觉浑身都有些燥热 它能十分明显地感觉到 自身的身体素质在提升 热感维持了 足有十个呼吸的时间 丁玲不禁反喜 要知道 早前脚匪所获得的药材 只能维持热感几个呼吸罢了 如今的人参一口 却能维持十个呼吸 这是绝世大药啊 丁玲大感减到饱了 不消说 这大药 一定是胡诊自己用来修炼用的 只是没有来得及使用罢了 就被丁玲截了胡 丁玲看了眼人物面板 力量加0.2 防御加0.2 很不错了 之前吃了那么多 都只是增加了0.1而已 如今一口0.2 要知道到了丁玲如今的修为境界 一般的低阶功法 都无法给它提升力量 这一口下去 直接提升0.2的力量 非常了得了 丁玲很满意 它再次吃了一口 呼呼 药力甚至幻化出来了一道白色的皮链 在它的鼻尖喷涌而出 很快又缩了回去 化作铁锤 开始轰轰轰地锤打经络 皮膜 力量加0.2 防御加0.2 又是0.2 丁玲大喜 它发现 吃药貌似修炼起来 也很快啊 当然 前提是有要给它吃 咔嚓咔嚓 几口下去 整颗人参被生吃了 药力汹涌无比 在体内咆哮 冲击 换作普通人 吃了这么一株 不知道多少年的绝世大药 绝对会因为太补 而七孔流血而死 虚不受补 可不是开玩笑的 而丁玲则不然 它灵魂呼吸法 已经化作了一种本能 随时随地 都能自动汲取炼化药力 宛若涌动机一般 是以丁玲根本不用担心 虚不受补的问题 力量加0.8 防御加0.8 又增加了0.8点 丁玲力量 再次上涨了一大截 它感觉自己现在 如果去马踏敌营 必定更轻松 它瞥了眼人物面板 现在它的实力如下 根骨一 普通人为一点 智慧二 力量20.2 加0.1 加0.2 加0.2 加0.8 等于 21.5 敏捷20.2 体质20.2 防御12 加0.1 加0.2 加0.2 加0.8 13.3 魅力3 力量提升到21.5 足足2000多斤剧烈 绝对的神力 防御提升到13.3 到了这个地步 一般的锤打 对它已经是无济于事了 贯穿伤害修复的速度 将会大增 一株大药 足足提升了1.2的力量 与1.2的防御 丁玲心中震动 心思开始活泛起来 它本来对于大药的心思 并没有那么强烈的 因为吃了剿斐时的药材 带给它的提升并不明显 有寻找药材的功夫 它还不如多学两能武功 那属性点蹭蹭就上去了 不比吃药来得快吗 但貌似大药效果也是极好的 这自然让丁玲 有了别样的想法 以后若是遇到宝库 说不得要翻找看看 不能随意错过了 丁玲心中有了决定 赵云看着丁玲 咔嚓咔嚓 把一株宝药吃了 随后身上的气息 暴涨了一大截 不由惊恶 艳羡不已 我若是也能似丁兄你这般 可以通过直接生吃 就自如汲取 炼化药粒 那该多好 泡药粒 不仅费时费力费神 还会损耗不少药粒 似这般直接吃 多爽 赵云吃过泡药粒的苦 深知其中奥秘 是以格外羡慕 那你好好修炼灵黄呼吸法 有不懂得问我 丁玲笑道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忘了 问你请教变生的法门 赵云很好奇 若是能学会这变生之法 以后做一些浑水摸鱼 搅乱敌情的差事 不是会简单利落很多 这倒是没错 我教你 丁玲一五一十地 把变生技巧等说了 它是满级波音技能 是以讲解起来其中的精髓 道理也是通俗易懂 赵云天赋 悟性之高 不说冠绝三国 也差不离多少了 他听懂了 但真让他学 他一时半会儿 还真学不会 苦恼之余 愈发钦佩丁玲 多才多艺是基本 各种大乘技能 信守拈来 多不胜数 永远不知道 丁玲的下一张底牌是什么 太神秘 太强了 另外 对于丁玲配合他 冲杀祸害百姓的 胡诊军团一事 他也是颇为感激的 对于丁玲的认可度 进一步拔高 他知道 如果不是他的要求 丁玲可能不会多管闲事 本质上丁玲就不是 喜欢管闲事的那种人 赵云对此 倒是看得通透 而丁玲为了他 已经管了很多不平时了 对此赵云感激之余 愈发坚定了 追随丁玲的决心 丁玲对此一无所知 若是不然 一定会很欢喜 毕竟能得到赵云 这等爵士天才的追随 是一件非常值得自得的事情 两人连夜策马赶路 远离了案发现场 次日 掩尸城中 云来客栈 一楼靠窗位置 叮铃 赵云在此用餐 两人突然听到了 街道上的呼喝声 哒哒的急速马蹄声 寻声看去 只见一位汉将 率领着上千骑兵 从大街上急驰而过 气势汹汹 煞气逼人 似要责任而逝 往来旅客 行人 百姓 都纷纷避让 面露惊惧之色 丁玲好奇 招来店家问情况 店家不愿意说 丁玲便给了 今早去古城当铺 兑换的一点碎银子 他有的都是大鹅的金子 平常吃穿用度 还是要用银子的 是以兑换了些 店家双目一亮 忙接过银子 咬了咬 确定是真的后 这才看了看左右 低声说道 大人有所不知 刚刚那位将军 是当今朝廷丞相 跟前的红人 李确李将军 李确 叮铃扬眉 李确 自自然 汉末群雄之一 东汉末年汉县地时的军阀 全臣 官至大司马 车骑将军 董卓死后 他跟郭四联手 把快要咽弃的大汉王朝 给打得彻底躺失了 可以说 没有他们最后的一次祸害 大汉王朝 或许还能延续一段时间 但他们的加入 直接让大汉灭亡的速度 加快了数倍 不仅如此 貌似胡诊就是他的手下 从他纵容胡诊的态度来看 这家伙绝对是个残忍 酷烈之徒 而现在 李确这么火急火燎地 往城外赶去 不出所料 胡诊的事发了 果然 殿家低声说道 听说今天一早就有人在说 胡诊将军 被两个无名高手给杀了 而且 其军营大仗 被彻底踏翻了 两人在天子脚下 堂而皇之地攻击 董丞相的精锐部队 这无异于是在打丞相的脸啊 丞相会震怒 李确将军 肯定也会受到呵斥的 再说了 李确将军就是胡诊的上司 有人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把胡诊将军给杀了 而且还溜之大吉了 这对于他来说 也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殿家叹息 这世界太乱了 如果不出预料 眼识城应该不久后就会封城 开始排查往来旅人了 我看你们两个是外乡人 而且还恰好是两位将军 这要是被李确遇上了 说不得会有麻烦 我劝你们吃好喝好 赶紧偷偷离开这眼识城 免得被人没事找事 殿家显然极为了解 李确一行人的处事作风 他看在银子的份上 对丁玲倒是透露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有钱能使鬼推磨 可见一般 丁玲谢过殿家 跟赵云吃完后 又买了几份干粮 一谈酒 就果断策马上路了 而且是远远避开李确的大部队 倒不是怕李确 而是现在距离洛阳越来越近了 真的发生冲突 他的学武大计 可能就要泡汤了 有什么事 等他学完武再说 现在他真不想惹事 赵云显然也看出了丁玲的心思 也没再多话 虽然他一路上 对于百姓的遭遇都很是同情 对于李确大军的蛮横霸道 很是看不顺眼 但他单枪匹马 又能救多少人 他四也看透了这点 一直在琢磨着 如何平天下 安民生 哒哒 两人出了掩尸城后 才松了口气 掩尸城中 战争 杀伐的氛围极为浓郁 压抑至极 即便是强如两人 也不喜欢待在这种地方 而且几乎在他们走后不到半个时辰 掩尸城就关闭了 这是丁玲听过网行人说起过的 丁玲暗道侥幸 若不是行回了店家 搞不好他就会错过最佳的出城时机 到时候被李确军队没事找事 搞不好还真会发生冲突 这不是丁玲愿意见到的 好在这是没有发生 丁玲也没有再多想 而是一路上跟赵云探讨波音 技能跟灵魂呼吸法的问题 总体来说 都是丁玲在教导 指引 赵云在学习 他不止一次对丁玲的天赋艳羡 尤其是他苦逼的在一旁刻苦用功学习时 丁玲却在悠哉悠哉的赏景 这种对比更为强烈 让他自信受到打击的同时 一股昂扬斗志 也是悄然生出 就算不如丁玲 那也要争作天下第二 而且一定要努力争取 不被丁玲甩得太厚了 丁玲进步速度太快了 赵云真的担心有一天 自己连丁玲的背影都看不到了 这一天 两人终于来到了洛阳古城外 丁玲定睛看去 只见古城的城墙高 宽 都几乎到了一座城的极限 旧外看 极为雄伟 灰红 离得这么远 看着那座城 就能感觉到 一股历史的厚重沧桑气息 扑面而来 这种气 一般的古城根本没有 毫无疑问 这古城的气 是一位为人黄 一个个绝世的人杰 一群群不凡的精英人类 养出来的 人读好书能养气 古城也是如此 有一群人才在其中 自然也能慢慢雕琢出 属于自己的不同来 说起来不可思议 但在这个世界 就目前看来 是这样没错的 这便是洛阳城了 赵云凯探 震动 早有耳闻洛阳的不同反响 今天看了 果然如此 走吧 丁玲笑了笑 两人一路上并肩作战 聊天畅谈 感情日渐深厚 在彼此的要求下 两人都护到名字 不再说赵兄弟 丁兄了 那显得太陌生 当然 这是私底下实 若是众目睽睽之下 丁玲是将军 赵云依然会敬称 丁玲为将军 哒哒 策马而行 排队入城 发现守门的将官 在明目张胆 收受贿赂 给钱的就给进城 不给钱的直接遣返 或者轰走 丁玲便给了赵云点银子 赵云虽然对 堂堂王都的腐败感到耻辱 但他势单力薄 也无能为力 只能顺波逐流 进了古城 丁玲看了眼赵云 见他有些抑郁 明了他所想 他也没安慰 很多事情不是安慰就有用的 需要自己想通 还好我地理技能满级 丁玲进了洛阳城后 转了一圈 差点没有转运 只因洛阳城十分巨大 地理条件错综复杂 对此地不熟的人贸然进入 迷路也是常有的事情 丁玲发动满级地理技能 对照童云给的粗略地图 一路暗图所记 往城东寻觅而去 越往城东走 房子越是破败 不过这倒是方便两人行事 不用再担心 莫名其妙得罪人了 城中心 城西一带 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将军 官员 各个威风八面 出行带的仪仗队 普遍都是数十人以上 必让不及被打死的人 也不是没有 就丁玲亲眼就见到一个 这才多久 就发生这种 惨绝人寰的事情 丁玲不知道自己幸运 还是不幸 进洛阳古城 就见到这种血腥事情 但他这个时候 没有选择去帮忙 并且还把赵云也拉开了 他看到了动手打人的队伍上 飘着的旗杆 上书着一个大字 郭 姓郭的 还这么肆无忌惮 草菅人命的 只有郭四了 这种大人物 目前丁玲招惹不起 更不愿意招惹 赵云的脸色 愈发难看了 直到策马而行 七拐八拐 到得一座破旧的府邸面前时 赵云的脸色才恢复正常 王府 丁玲抬头看了看 牌匾上的两个字 在细细对比地图 确定没错后 便上前敲门 咚咚 不多时 有脚步声从那里传来 咔嚓 门开 一位身形消瘦 面貌轻渠 夭旋配件的少年 显露出身形来 他看着丁玲 赵云二人 满脸警惕地道 你们找谁 我找王师父 丁玲拱手剑里问候 以示善意 同时掏出一份信件 说道 这是蓬莱山枪神的信 他托我交给王师父 哦 少年双目微亮 脸上的警惕 悄然间淡薄了些 他接过信件 也没翻看 只是对丁玲二人说道 你们在这里稍等一下 他回转身子 把门带上 咔嚓 门再次紧闭 赵云有些无言 刚刚这位少年狼 是王师父的弟子吗 怎么戒备心里这么严重 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受了太多的罪才会这样 丁玲倒是理解着少年狼 毕竟这里是洛阳 想到不久前看到的一幕幕 赵云不说话了 一段时间后 伴随着略显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咔嚓 门开 一位两兵斑白 身形高大挺拔 眉似见风 目似朗月的老人 映入了眼帘 丁玲赵云在打量他 他也在审视丁玲 赵云 他没有说话 丁玲 赵云先一步见礼 问好 拜见前辈 嗯 老人点了点头 有些好奇地问道 哪个是赵云 前辈 我便是了 赵云站出 嗯 老人朝着赵云友善地点了点头 继而眼光一转 目露奇光地盯着丁玲 那你便是童渊信上所说的 绝世无双的时代之子 无与伦比的超级天才丁玲了 丁玲没有偷看信件 是已并不知道 童渊怎么形容他 此刻见老人这么说 他不由得有些面颊发烫 忙肃然回道 时代之子 无与伦比不敢当 我的确是丁玲没错了 嗯 老人汉手 转身踏入门内 都进来说话吧 他头也不回地 又说了句 使啊 帮客人牵马 收拾客房 安顿好他们后 再来书房见我 是 师父 之前的少年狼 朝着老人 回了句 这才扭头 看向丁玲二人 主动去帮丁玲 赵云牵马 丁玲示意不用 他执意要牵着 丁玲见他性子如此之倔 便由着他了 不过想到史阿 王师父 丁玲脑子里 一道闪电劈过 该不会这位王师父 就是传说中的剑神王月吧 剑神王月的弟子 就有一个叫史阿弟 而且 史阿妖玄配剑 手有老剑 行走间颇有张法 很明显是用剑的好手 再说了能成为 童渊的老友的人物 肯定是个高手 再联想到洛阳 王师父 丁玲猜测 刚当的那位老人 实之星号星号 就是剑神王月了 他微微有些振奋 这可是王月啊 十八岁 匹马入贺兰山 娶枪族首领 首级而归 无人敢当其风 三十岁 便几乎打遍 天下无敌手的绝世人物 历史上以游侠之身 就能位列群鹰汇聚的 三国正史的大侠 这样的人物 其人有多猛 几乎无须赘述 想不到童渊这么够意思 竟然把王月介绍给我了 丁玲心中波澜泛起 若是能学会 王月的一身武功 那我定然可以 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不说天下无敌 估计也差不离多少了 思极至此 丁玲一颗心 砰砰砰 加速跳动了半上 才慢慢恢复过来 天下第一战将啊 多少人的梦想 丁玲在得到图书馆以前 也是想都不敢想的 如今却有希望达成 他怎么可能不欢喜 虽然通过吃大药 他也早晚有一天 会达成这一目标 但不说大药难寻 就算寻到了 自己又能吃到几株 而拜师学艺 无疑可以无限加快 这一进程 这可比吃大药靠谱多了 最起码 目前看来是这样 尤其是跟王月志 等其人学艺 更为靠谱 使阿尘莫寡言 话不多 一路上跟丁玲 赵云的交流次数 寥寥无几 只有在安排卧房的时候 稍稍多说了几句 等把所有事情办妥 使阿便带着丁玲 赵云 往书房方位而去 王府外看破败 其实那有乾坤 占地面积颇广 看得出来 这里曾经辉煌过 只是如今 已然日落西山了 整个王府 除了使阿 王师傅 竟然再无一人 当然 如今多了丁玲 赵云两个 丁玲在路上 忍不住问了句 敢问尊师 可否是叫王月 不错 使阿点了点头 猝着眉头看丁玲 我师傅的名讳 最好不要随意乱说 你们还是跟外人一般 叫王师傅吧 果然是叫王月啊 丁玲欣喜 不过话说来也是奇怪 一带剑神的府邸 竟没有一个玩家 找到这里来 也是奇怪 玩家可是号称 无孔不入的物种啊 或许跟王月拒绝教导 外人有关 丁玲若有所思 游戏一般都是直接 给新人分配 初始学武的地点 丁玲是在冀州军营 绝大多数新人 也都是各地的军营里混 或者在蓬莱山等山上混 亦或者塞外天天跑马等等 王月深藏洛阳 这等复杂的大环境里 还是单枪匹马 在如此敏感的时期 没有剧众教导新人 似乎也可以理解了 若是剧众被董卓误会 说不得还会吃牢饭 若是被直接打死 深渊都没处可去 当然 大概率王月是无法被杀死的 但他如今年纪也大了 想来是不愿意 再四处乱跑了 要不然偌大的王府 也不会只有区区两人了 衰败至此 王月也没再请人 他的态度 已然可见端倪了 大大 史阿虽然寡言 但说话 却能植入重点 做事也是干净利落 把一些注意事项 说得明明白白 一路带着丁玲两人 踏入了内院 走过了一条长廊 拐过几个拐角 便抵达了书房外 书房的门是敞开的 站在门外 能清楚看到内在的布景 占地约五十坪左右 内置好几个书架 全都放满了竹简或书籍 在正中心靠墙的位置 还置办了一个兵器架子 上搁置着一柄古捉的剑 明明是书房 但摆设 装潢却别有不同 有些另类 王月此刻就站在一个书架子前看书 似没有注意到几人的到来 师父 史阿踏入书房 毕恭毕敬 人已经带到了 嗯 王月点了点头 把一侧竹简放回书架上 他侧过身来 正对几人上下打量了丁玲 赵云一番 你们的来意我已经知晓了 丁玲一喜 赵云松了口气 但丑话说在前头 王月速容道 我虽然可以卖童鸢面子 但不等于要卖你们面子 如果你们的资质 悟性与童鸢所述的情况相差甚远 又或者表现让我不满意 我会直接让你们离开 赵云表情轻松 丁玲满脊眼睛发动 面无表情地听着 眼中却闪过了一丝紧张 王月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还以为丁玲怕了 不由地说了句 当然 我也不强求你们 跟时代之子吃油 皇帝等相比 只要能跟时阿媲美 比肩 我就会留下你们 亲我所能 把我一身武学传授给你们 赵云点了点头 不以为意 他的灵魂呼吸法都没有大成 贪多嚼不烂 他其实来这里 更多的是陪丁玲长见识 丁玲满脊眼计 在时刻发动状态 表现得特别认真 肃然 不发动眼计 丁玲怕自己绷不住 只有让王月认可自己 丁玲才能学会武功 他自然 该表现得正重一点 不能表现得太过轻松 若是因此激怒王月 那就太吃亏了 没有听到王月说 跟童渊所述相差甚远 就让你们离开这句话吗 童渊怎么描述丁玲的 可谓是极尽赞美 丁玲现在要做的 就是拉低王月的期待值 别让他期待值太高了 要不然 一个表现不好 可能就直接因沟里翻船 叫丁玲走人了 丁玲对此门青 自然知道如何表现 好在满极演技 果然再次显露出 他的威能来了 王月果然一次次 降低了要求 我不要求你们 所有点都跟史阿一样 只要根骨 悟性等方面 有一项一样就行了 他顿了顿 对丁玲 赵云招手 先测试根骨吧 丁玲无言 还是上前让王月摸骨了 王月摸完 皱着眉头没有说话 而是转而对赵云摸骨 摸完赵云的 王月一张紧绷的脸 才好看了不少 看赵云的眼神 也不由地带着激赏与赞叹 赵云的根骨 可谓盖压一方 万中无一 是真正的习武奇才 王月满意 难怪童渊会说 你资质根骨不凡 是练武的绝佳资料 你放心 在我这 我会好好教导你剑法 争取让你成为 枪剑双绝的猛将 赵云致谢 王月摆了摆手 示意赵云无需多理 可见王月已然 对赵云有所认可了 他转而看向丁玲 有些不可思议的道 至于你丁玲 我不理解 彭云为什么说 你不逊时代之子 但我尾时难以理解 根骨如此平庸寻常的人物 是如何能跟赤油 皇帝媲美的 丁玲满极演技 时刻发动状态 此刻表情事实变化 变得有些窘迫 赵云看得有些不明所以 本能的开口 为丁玲辩解 王师傅 丁玲的天赋 绝对胜不我 你放心 我知道你们两个感情不错 但你也用不着 昧着良心这么替他遮掩 王月深深地看了眼赵云 伸手指住了一脸 恶然的赵云的话头 你不用再解释了 一切重在结果 如今的结果就是 你赵云才是真正的奇才 而丁玲只是庸才 使阿瞥了眼丁玲 眼中有着异色 显然也在思考 王月所述的话 他估计也不明白 丁玲这样的庸人 是如何被一代枪神 那般盛赞的 想想都觉得有些幻梦 如果不是确定 手术的确是童渊的 我都会怀疑 显然对丁玲不怎么满意 这跟童渊描述的 也相差太远了 简直一个天 一个地 好在他自动调低了期待感 所以这一刻 并没有勃然大怒 直接呵斥让丁玲离开 而是决定再给丁玲一个机会 他直言 接下来是测试悟性的环节 他声音朗朗 响彻书房 习武最重要的 也就那么几点 他顿了顿 接着说道 一是功法 好的功法 能让人走得更远 二是师父 好的教导 能让人少走弯路 三是根骨 根骨强者是天才 修习武功将一日千里 没有置顾阻碍 换了庸才则截然不同 或许修炼一辈子 也就比常人厉害一些 说到这里 王月扫了眼叮铃几人 道 四是悟性 强大的悟性 能让人悟通各种关爱 继而快速领悟功法的真谛 修习起来 自然是事半功倍 五是药材与药方 又配合呼吸法的药材药方 会让身体素质加速增长 变得越来越强健 勇猛 他长呼口气 只要做到这五点 一个人想不成为一流猛将都难 然而 他看了眼叮铃 你在最为关键的根骨上 输了一环 我不知道 你还有没有机会成长起来 叮铃肃然 赵云无言以对 本能再次辩解 王师傅 其实叮铃他 行了 王月伸手再次指住了赵云的话头 我知道你忽悠心切 看在童渊的面子上 我会留着他 跟你一起学见 至于能学到哪个地步 就看你们的造化了 他走到一侧的兵器架子前 取出那柄古捉的剑 轻抚了一番 叹道 上古神兵成颖剑 在这里蒙尘多年 真的是可惜了 石阿在一旁速容说道 师傅是一代剑神 想来成颖剑有灵 定然会十分欣慰 能追随于你 丁灵微微侧目 心想 石阿跟他们寡言少语 在他师傅 这倒是挺会说话的 不过成颖剑 丁灵看向那柄古剑 这可是上古名剑 威名传后世 曾为伤天子的配剑 没有想到 竟被王月得到了 废话不多说 王月持剑走出书房 几个纵月 便跃到了内院的一处 练武场上 练武场距离书房不远 面积也不大 占地约百平 很明显 这里是王月平时习武专用 亦或者教导内院弟子用的 因为外院 有个更大的习武场地 那里不消说 定然是外院弟子用的 我先教导你们高阶剑法 他没有教导出阶 中阶剑法 显然是知道 童渊已经教导过 童渊也必然在信件上 提及了这一点 要不然 他也不可能不问丁灵 他们的武学剑法进度了 而事实上 不论是赵云还是丁灵 的确已经学会了出 中阶剑法 尤其是丁灵 图书馆覆盖加持下 直接满级 看好了 铿枪 王月拔剑 上古神兵成印剑出鞘 铿枪声中 一道剑光缓过虚空 道道剑影在半空不断叠加 闪现 明明只是普通的高阶剑法 却被王月使得美轮美奂 宛若圆月当空 明日高照一般 赏心悦目 让人精神都忍不住位置一阵 王月一边舞剑 一边讲解高阶剑法的口诀 傲义 真随 一遍过后 他又舞了一遍 这才停下 他看向赵云 丁灵 感觉如何 赵云点头表示 记住了 丁灵也点了点头 他微微闭目间 图书馆的一个书架之上 已经名成了一本书籍 高阶剑法 请课间 高阶剑法满级 防御加零点三 因为敏捷 力量 体制三项达到了极限的缘故 只有真正的高等武功 才会增加三项属性点 这种打击处的武功 明显已经不能带来 三项属性的提升了 原本属于三项的能量经过转化 悉数化作了防御属性点 能量自然耗损了不少 但能提升零点三的防御 也是非常不错了 丁灵能明显感觉到 自身皮膜 筋骨 再次得到了提升 增强 这丝毫不比吃大药的速度慢 而且潜力更深 学会了高阶剑法 还让自己在这方面的剑术 也提升了很多 记性倒是不错 王月对丁灵微微侧目 他对丁灵的期待感 在测试完根骨后 就几乎拉到了一个很低的状态 之后 丁灵的表情状态 更是让他的期待感 再一步降低 如今丁灵的记忆 堪称上等 他自然是忍不住赞赏了剧 赵云听了很想说一句 你们未免太小瞧丁灵的天赋了 他可是那种看一遍 直接就学会一种武功的爵士 超级天才 人类思维无法理解 定性的那种妖念 只是记住招法 名字 口诀 傲义罢了 这对于丁灵来说 完全没有难度 赵云到底是忍不住了 替丁灵辩驳了一句 嗯 王月也不跟赵云争辩 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 道 给你们三天时间 感悟高阶剑法 三天后 再来书房找我 我想 可能不需要三天时间 赵云开口 哦 王月侧目 实啊动容 要知道 高阶剑法他当初可是感悟了 足足有三天才感悟通透的 至于学会 那自然是耗费了更长的时间 眼前的赵云 竟然不需要三天时间 就能感悟通透吗 不愧是枪神童渊的关门弟子 不愧是被师父 圣赞万中无一的奇才 果然了得 那你觉得需要多久 王月主动开口问道 我觉得 一天时间都多了 赵云瞥了一眼丁灵 见丁灵气定神闲 显然是有把握 不由心中大定 笃定说道 半天 不 两个 一或者一个时辰就足够了 王月哑然失笑 赵云 你觉得这很好玩吗 还是你觉得这很幽默 想逗我笑 他肃荣 学武 尤其是学剑 我不允许搞这种形式主意 我要实际的 有效果的 彼此懂得尊重的 懂不懂 当然 赵云挺直了腰板 自信十足 我没有骗你 我是真的觉得 一个时辰都绰绰有余了 他想到了 丁灵片刻间就把各种拳法 身法 掌法等学会的场景 在见此刻丁灵毫无压力的样子 一张脸上的表情是越来越自信 十二惊诧 震动 一个时辰 你确定没有跟我开玩笑 王月愕然 认真说道 确定没有 那你以前学过高阶剑法 没有 好 王月深吸口气 也不走了 干脆就站在一旁 他看了眼天色 直视赵云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个时辰 你若是真的能一个时辰内 学会高阶剑法 我就把毕生所学 甚至我的呼吸法 都全部传授给你 绝对不保留分毫 如果一个人能在一个时辰内 学会高阶枪法 你就能做到毫无保留 赵云欢喜 他可是知道 丁灵这一次千里迢迢来 洛阳的真实想法 自然是想帮一把 当然 王月笃定点头 这样的剑术天才 不让他继承我的一波 岂不是可惜 好 赵云看向丁灵 双目炯炯有神 丁灵 你听到了吧 这可是机会 自然 丁灵点头 心中也是欣慰 赵云可真是神队友 这一波神助攻 可以直接让丁灵 顺利学会王月一生所学 王月之前虽然说了 只要能比肩史阿 他就会倾其所能 传授一生武学 但这跟毫无保留 到底还是有差距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月错愕地看了眼赵云 史阿也是费解 丁灵拥财一个 看赵云这意思 怎么好像是在为丁灵 争取机缘 我的意思很明显 赵云手指丁灵 真正的天才是丁灵 我说的一个时辰内 学会高阶剑法 不是指的我自己 而是说丁灵 什么 史阿一愣 王月惊愕 诧异过后 就是震怒 赵云 你是在戏弄于我吗 绝对不敢 赵云肃然 拱手说道 我对前辈有史之中 都保持着很大的敬意 如何敢慢待 戏弄 可是你 我说的是事实 不等王月说完 赵云果断插话道 我师父说丁灵是绝世奇才 这绝对是有根有据的 前辈不信 可让丁灵演练一番高阶剑法 说到这 赵云看了眼丁灵 眼神问询是否有问题 丁灵让他放心 赵云不由大定 一双眼睛放射出夺目的神采 哦 王月动容 不由侧目看向丁灵 你能一个时辰内 学会高阶剑法 他的语气中饱含质疑 不信 石云的表情 眼神显然也认定 丁灵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说赵云可能 那是赵云 是万中无一的奇才 丁灵凭什么 就算悟性奇迦 也绝对做不到 能 丁灵坦然 直视王月 我现在就可以演练给前辈你看 你确定是认真的 王月忍不住了 一张脸有些难看 你若是戏弄于我 我会立刻把你打出去 就算童鸢来了 也不好使 绝对不敢 好 王月点了点头 面无表情道 你去演练给我看看 若是一窍不通 耍得狗屁不适 你就要为你的大话 付出应有的代价 做人低调 务实 尤其是学武 最忌讳好高骛远 不切实际 你懂吗 我懂 丁灵随口回了句 也不废话 直入练武场 扫了眼四下 捡起地上的一截断木 以木为剑 开始耍起高阶剑法来 王月的高阶剑法 是中阶剑法的进阶版本 更为深邃 奥秘 了得 但也脱离不了 它还是基础剑术的本质 这样的剑术 远逊白鸟朝凤枪 三十六路天罡浮法 再加上如今的丁灵敏捷之高 可谓是达到了超一流的水准 它持断木作剑 举重若轻 潇洒自然至极 魂似天地间的一缕清风 所过之处 能吹得人人心中泛起波澜 羞羞 破空声 随着断木的舞动而起 明明是一节木头 却被丁灵使得 宛若一柄绝世神兵一般 等丁灵一套高阶剑法耍弄完毕时 全场已然死寂一片 使阿木瞪口呆 王月呆滞 赵云欢喜 本能地想大声叫吼 为丁灵喝彩 但见王月 使阿弟样子 他也知道 这时候不能表现得太过 要不然不是打王月的脸吗 他只能强忍住 只是看向丁灵的眼神 不由地暗暗赞叹 只觉得丁灵太给自己长脸了 有这样的朋友 真的是一种荣耀 半晌 王月首先回过神来 他干咳了声 忍不住上上下下 仔仔细细打量起丁灵来 丁灵坦然受之 王月反倒有些不自在了 他看着丁灵 斟酌半晌 说道 你确定 以前没有学过高阶剑法 当然 丁灵肯定道 若真的是如此 未免有些不可思议 王月实话实说 我长这么大 闯南走北 什么天才没有剑过 但似你这般的 不要说剑了 听都不曾听过 他顿了顿 道 我无法理解 你是如何片刻间 就把这门剑法悟通 并修炼到化作本能的境界的 这超乎了我的理解范畴 按理来说 你根谷如此平常 是绝无可能这么快 把这门剑法 修炼到大成圆满之境的 但你却偏僻做到了 匪夷所思啊 他凯探 我现在似乎有些理解 童韵的心情了 不过他转而想到 自己之前对丁灵说的话 不由得老脸一红 颇为尴尬 使啊 则是沉默不语 看丁灵的目光 带着探索 茫然 只是凭借区区一套 高阶剑法 还不足以让我断定你 就是绝世奇才 王月也不走了 再次拔出成影剑 双目炯炯地看着丁灵 接下来 我要传授一套 真正的剑法给你 你若是也能这么快 悟通并学会 我就承认 你是时代之子 丁灵根本不想 做什么时代之子 无言之余 本能的就要说两句 王月伸手指住了 丁灵的话头 道 你也别太过介怀 我之前说的那些话 看好了 这是我的独门绝学的 第一门剑术 双花剑法 铿锵 一剑舞动 漫天都四起了繁花 看似是双花 实则随着剑舞 似有千朵万朵鲜花 在虚空显化点缀而出 朵朵绚烂而刺目 危险且凌厉 一剑刺下 必定能置人于死地 这是真正的杀人剑术 王月同样是一边舞剑 一边讲解其中的奥义 一边过后 丁灵微微闭目 图书馆的书架上 以极快的速度 凝聚出一本书籍来 双花剑法 刹那后 双花剑法满集 防御加0.5 种种剑术奥义 在脑海中呈现 闪烁不断 丁灵在这一刻 已经彻底掌握这门剑法了不说 防御也增强了0.5 皮膜 经络 脏斧等 都得到了神秘能量的滋养 变得更强了 相比于高阶剑法 这种打基础的剑术 双花剑法的确更强 但也只是属于低阶武功罢了 距离高阶还有断距离 很明显 王月传授剑术 也是如铜鸢一般 从简单到难的 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 这才符合武学之道 嗯 王月也注意到了 丁灵的表情 眼神变化 尤其是一遍过后 丁灵竟然闭上了眼睛 她心中惊异不定 不由地停下了武剑 蒋姐 定定地看着丁灵 等丁灵睁眼时 呼 一股莫名的锋锐之力 自她的身上暴闪而出 这鼓气 王月震动 瞠目 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丁灵 我蒋姐一遍你就悟通且学会了 不错 丁灵也不含糊 石正说道 我会了 王月眼角抽出了两下 本能地不幸 甚至于想 呵斥丁灵在吹牛 但刚刚的那股气 以及丁灵之前的表现 使得她把到嘴边的话 又给咽了回去 她刚准备让丁灵演练一番 见丁灵没剑 便让丁灵稍等 让石阿去库房取一把剑来 用王月的话说 身为剑客 理应有一把剑 你如今已经洞彻高阶剑法的奥义 领悟到了双花的精髓 身上生出了一股剑的气息 你可以算是一个剑客了 我会给你一把我珍藏的配剑 她没说给赵云 显然在她的心里 是认为赵云还不是一个剑客 赵云对此也不以为意 她十分欣喜丁灵的成就 丁灵表现得越亮眼 她越是鱼有熔焉 甚至于隐隐中 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与快感 毕竟之前王月 石阿都在质疑她 现在事实证明 她赵云的话是对的 不久后 石阿抱着一把剑来了 她把剑递给王月 王月接过 郑重递给丁灵 这是朔月剑 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好剑 我珍藏多年 如今把她送给你了 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柄剑 能让它随着你一般 名震天下 我会的 丁灵接过朔月剑 手中微微一沉 这把剑竟少说 也有四五十斤 一把剑如此之沉 是很少见的 她拔剑 铿锵 一柄颇为厚重 但双刃如月如雪 丰锐的不可思议的利剑 被她拔了出来 利剑的剑身 最上端刻了两个字 朔月 微微一弹指 枪枪 剑身做鸣 好剑 丁灵心中一喜 飞檐走臂身法施展开来 跃到练武场上 双花剑法施展开来 吭枪 枪枪枪 剑随身走 剑身似丁灵手臂的延伸 微微一抖 便有朵朵剑花在虚空显化 丁灵敏捷极高 这使得她整套剑法下来 可谓行鱼流水 毫不拖沓 灵动迅猛地 宛若飞鹰在捕猎 优美绝伦魂四仙女在撒花 片刻后 吭枪 朔月见龟翘 丁灵走回原位 朝着王月说道 前辈 请指教 王月震惊 虽然她之前从丁灵身上的气息 已经有了一种 丁灵可能真的学会了双花剑法的预感 但她绝然没有想过 丁灵会直接把双花剑法 修炼到大成入本能的境界 这没有三年五载的苦学 勤修 怎么可能做得到 但丁灵呢 就看她施展 讲解了一遍双花剑法 然后就大成入本能了 这怎么可能 王月尚且如此 史阿更是震撼的头皮发麻 三观都开始崩裂了 这 这 这 不会吧 让沉默寡言的她 震撼到 都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可见其内心的骇浪 必定已经卷起万丈高了 的确不可思议 王月长呼口气 绕着丁灵走了一圈 忍不住又摸了摸丁灵的骨 还是庸才没错呀 怎么就这么妖孽了 你以前没有学过双花剑法 王月忍不住又问了句 跟之前类似的话 没有 丁灵依然回答得很果断 好 王月点了点头 道 我的绝学是循序渐进的 前面一些剑术 可能会有一些外门弟子 不慎泄露出去 但越到后面的剑术 越少人接触 便是史阿 他如今都没有尽得我的真传绝学 其他弟子更是别说 王月看了眼丁灵 面露奇光的道 你若是能把我没有外转出去的绝学 都给学会 那我就真的信了 你是绝世无双的真正天才 他现在的话语 跟原来不一样 显然已经开始认可丁灵了 他没有说丁灵是什么时代之子 显然还是无法释怀 丁灵能这么快把他的绝学 双花剑法给这么快 就学会倒入本能的大成境界 这让他的三观都有些崩塌 他若是接受了这点 三观必定崩碎成渣 事已 王月没有太过赞赏丁灵 很明显 他在猜测 自己的剑法是不是流传在外 机缘巧合 被丁灵给学会了 心里一旦有了猜想 那便会如野草般迅猛生长 扎根心灵深处 很难短时间内 理解并接受这一切 或许是他自身也察觉到了一点 面对赵云的意思 丁灵的目光 王月这样的剑神 竟也有些窘迫 不好意思 他干咳了声 迅速收敛异常状态 正思道 接下来是双花剑法的进阶版本 千花剑法 他走入场中心 开始演练讲解千花剑法 相比于双花剑法 千花剑法 更快 更犀烈 抖落而出的剑花 更是繁花似锦一般 竟在虚空之中 只就出来了一个个的特异图案 图案一闪而逝 看不大真切 隐隐可见 似是一朵朵的玫瑰花 演练了一遍后 丁灵微微闭目 图书馆中 凝聚出一本书 千花剑法 刹那后 千花剑法满集 防御加零点七 只是眨眼 丁灵就彻底掌握了 千花剑法的精髓 傲义 并把这剑法的 一切都划入了本能之中 此刻的丁灵 赫然就是一个剑客宗师了 身上独属于剑客的 风锐气息 愈发浓郁了 防御增加了 丁灵睁眼 细细感悟己身 筋骨脏斧等 再次得到垂躁 提升了不少 但这千花剑法 竟然也不是高等级的功夫 虽然比双花剑法 厉害很多 但也不能称之为高等武功 不过这对于丁灵来说 无关紧要 因为只要有真功夫学 他都能快速提升自我 千花剑法的掌控 使得他剑术水准 疯狂增加了不说 防御更进一步提升 变得越来越抗打了 你会了 王月见丁灵依然如故 一遍就闭眼 不由诧异恶然 等丁灵睁眼 便本能问了句 会了 你试试 王月走到一侧 示意丁灵演练 他这一次态度 跟之前天差地别 显然丁灵的进步速度 在以极快的速度影响着他 好 丁灵走入练舞场 拔出朔月剑 铿枪 开始舞剑 他舞的剑 几乎跟王月一个母子 刻出来的一般 并且丝毫要更加优美 婉转 等他舞完 全场又一次死计 扮上 王月鼓掌 赞叹 了不起 不管你有没有在外面 得人传授这剑法 你能把千花剑法 修炼到大成的境界 已经够资格成为大剑客了 使阿尘莫无言 只是一双眼 越来越惊疑不定 很明显 丁灵的进步速度 学剑速度 完全震住了他 赵云越来越欢喜 王月 十阿的每一次惊叹 都让他余有容焉 这毕竟是他的朋友 战友 能有如此战友朋友 可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接下来是万花剑法 王月再次拔剑演练 这是千花剑法的 进阶版武功 是属于真正的上乘武功 只有内门弟子能学会 你若识会这武功 那说明 私底下传你功夫的人 肯定是内门弟子 丁灵无言以对 王月显然无法接受 他这么快就感悟 学会他的绝学 现在是越来越怀疑 有人私自传授他剑法了 丁灵对此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了 片刻后 一遍演练完毕 王月本能助手 他倒是要看看 如此上乘武功 只是演练一遍 丁灵能不能学会 如果真的能学会 王月就一发能肯定 有人私传了 只因他年轻那会 学习这套武功 到大成之境 都学了足足两三年 他可是一身剑骨 天生适合练剑的奇才啊 他不信 丁灵这样的庸才能比他 还要适合练剑 丁灵闭目 看着书架上凝聚出来了一本新书 万花剑法 随后 万花剑法满级 力量加0.2 敏捷加0.3 体质加0.2 骨骼在暴鸣 皮膜在鼓胀 随着万花剑法的奥义精髓 划入本能之中 丁灵的力量 敏捷 体质三项 随之而增长 丁灵心中欢喜 他在这一刻 见识到了上乘武功的厉害之处了 这是一本比云击刀法 要厉害不少的绝世武功 别看敏捷 只是比云击刀法 多了0.1 但就是这0.1 可以看出 万花剑法在速度 杀法方面 是碾压云击刀法的 云击刀法之强 让丁灵屡屡 在战场拼杀中 获得胜利 而万花剑法 比云击刀法还强 可见他的可怕 怎么样 王月见丁灵身上的锋芒剑气 似要直入云霄 不由骇然 等丁灵睁眼 立刻迫不及待地问了句 没有问题 丁灵这一次 不等王月示意 直接入场 干脆利落地演练起来 吭枪 枪枪枪 朔月剑魂四亿轮弯月 在虚空一闪而过 每一次的闪烁 必定会在虚空之中 留下繁花万朵 密密麻麻的花朵旋转落下 在虚空绽放 凭空造就出来了一幅繁花图 这便是万花剑法大成时 才能舞剑舞出来的景致 就似百鸟朝凤枪大成时的 百鸟朝凤图一般 可见 万花剑法 即便烧训百鸟朝凤枪 但也绝对差不到哪里去 如果不是丁灵体制三项 达到一定的极限 凭借这门功夫 绝对可以增加两点以上的力量 两点以上的敏捷等 时阿震骇 一双眼睛瞪得有弱同龄 结巴道 这 这 这 大成入本能 圆满无缺的繁花图 怎 怎么可能 要知道 他学习这万花多年 都尚未达到这一步 丁灵呢 他学了多久 太可怕了 时阿震翰 敬佩地看着丁灵 不论有没有内门弟子 私传剑法给丁灵 能把万花剑法 学到这种境界 可见丁灵绝对是一个剑术宗师 是可以镇压他时阿的 绝对剑课高手 他不如他 竟然真的成了 王月也是震惊不已 不复淡定 准确地说 他早就不淡定 只是这一次 他甚至于有些微微发颤 这是惊讶到了极致 才会有的表现 获得成就勋章 你获得了史阿的深度敬佩 诸师 在你接连学会双花剑法 千花剑法时 史阿已经内心卷起万重浪了 你把万花剑法 也学到大成时 他已然按捺不住内心的亥然 他对你的敬意 在这一刻 升华到了极致 毋庸置疑 如果你真的拜师王月 大弟子的位置 他会主动退位让给你 因为在他的眼里 此时的你 浑身都在发光 获得一级成就勋章 你赢得了剑神王月的高度认可 诸师 虽然王月嘴上对你的敬佩 稀罕 喜欢之言很少 但心底里 却对你已经稀罕到了极点 对于他来说 每个能把万花剑法 学会到大成境界的弟子 都是值得他完全倾注心血教导的 他等了很多年 等到了史阿 他本指望史阿 能把万花剑法学到大成无缺之境 你却现一步成了 可以说 在这一瞬间 你便成了他心中 几乎无可替代的剑宗传人人选 对他而言 你是真正的绝世奇才 接连获得两枚勋章 丁灵听着划过耳畔的提示音 心中微微一喜 从这一次获得一级勋章的情况来看 几乎可以肯定 如果只论人 只论这个三国未免的话 那么或许只有超一流的高手身上 才会有一级勋章 能再次获得一枚 自然是可喜可贺的 不过丁灵想到了提示音 不由地看了眼王月 见他果然一脸欣赏地看着自己 丁灵心中不由地微微一定 如此看来 想要把王月的一身武功全部学来 是有把握了 你非常不错 王月这一次的夸赞 很是真诚 你如果是片刻间 就学会了这门剑法 那我只能说匪夷所思 天方夜谭 但即便你是得那门弟子传法 能修炼到这一步 也可谓是绝世天才了 他脸上喜色非常明显 凯探道 本以为剑宗的许多绝学 要带入棺材里 现在看来 可以找个传人传下去了 剑宗 赵云一愣 是的 王月脸上闪过一抹痛楚 剑宗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 曾在皇帝年间大放异彩 皇帝就曾担当 我剑宗掌门一段时间 所以 皇帝的剑术极为惊人 丁灵听得一惊 这什么剑宗 竟然可以追溯到皇帝年间 这也太扯了吧 但想到 这是一个游戏世界 而且三国之中 只要是一流武将 几乎人人都有武功与呼吸法 他便释然了 正常的三国世界 怎么可能跟个武侠世界差不多 可惜的是 王月仰天长叹 我剑宗绝学 一直都是口口相传 以至于 只要掌门失踪 死亡 就必定会消亡小部分的传承 常年累月下来 实至而今 已经有数之不清的剑宗绝学 消失在时间长河中 再也寻觅不到了 真是可惜 赵云扼万 若是能记载下来 流传至今 那该多好 你们有所不知 王月却是说道 一些神秘的剑术 以及呼吸法 必须要有人演练 讲解 光是靠秘籍 根本不可能学会 若是强行学 轻则走火入魔 重则残废报死 正是因为发生过 不少这样的先例 所以我剑宗就定了个规矩 必须口口相传 师父指导教学 而从上古到现在 和平年代还好 一道战争霍乱之时 我剑宗传人必定入室 而一入室 死亡的概率大增 一旦死了 这人的传承 大概率就没了 他叹息 我如今可以说是 剑宗的最后一位剑神了 我若是不能在死前 把一身绝学传出去 为剑宗找到个继承者 我是不甘心的 好在老天爷怜悯我 他双目炯炯地看了眼使啊 丁灵 赵云三人 给我送来了三位天才 尤其是丁灵你 他脸上有茫然 费解 但更多的还是欢喜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为何凭借如此庸长的根骨 就能把万花剑法 修炼到大乘无缺之境 但你做到了 就有资格修习真正的剑神术 剑神术 十二一颗星砰砰砰 加速跳动了起来 一脸神望 师父 你是准备教导丁灵 你的看家本领剑神术 不错 王月汉手 抚须孝道 丁灵的万花剑法大乘 已经满足了 修习剑神术的最低条件 却是可以踏足这一领域了 我自然可以教导他 也愿意教导他 使阿惭愧 师父 我对不住你 你已经很优秀了 王月拍了拍使阿弟肩膀 我便寻九州大帝 才寻觅到 你这么一个剑道天才 你切记妄自菲薄 你的前途无量 不可自费武功 需要继续努力 潜心修炼 是 师父 使阿肃然 丁灵 王月看向丁灵 能在我垂垂老蚁之时碰到你 看来我的运气不错 改天使阿见到有成 我要去蓬莱山 感谢童渊 多谢他给我送来一个 剑宗传承者 前辈过誉了 丁灵谦逊 呵呵 王月微微一笑 道 我可不会随意夸赞别人的 得不到我认可的人 根本不可能修习万花剑法 更别说剑神术了 虽然我还是不敢相信你是 片刻间 学会万花剑法的 怀疑 你可能是在早年间 遇到我这一门的那门弟子 但剑神术 我敢肯定 我绝对没有传授过第二人 包括我的老师 他也只传授了我 所以说 剑神术整个世界上 目前只有我一人会 他说得很笃定 我若是死了 这剑神术 肯定会失传 但现在不同了 有你丁灵在 或许有希望 他也不避着赵云 使阿两人 王月直接说道 今天干脆就把剑神术 传授给你们三人 你们能领悟到多少 就看你们的造化了 使阿激动 赵云肃然 丁灵欢喜 总算是来到 关键的剑术阶段了 万花剑法 只是烧训百鸟 嘲讽枪 而比万花剑法 要强很多的剑神术 那该是何等可怕 丁灵没有道理不欢喜 对于他来说 他有图书馆 他几乎没有什么学不会的 不管是呼吸法 武功 还是现实世界里的各种技能 他都能很快学会 精准点说 只要图书馆 把这技能 武功等凝聚成书籍 他就能瞬息间学会病圆满 剑神术越是厉害 他越高兴 看好了 王月走到练武场中心 拔剑 起舞 呼呼 他吐出一口浊气 整个人的气息大变 起舞的速度越来越快 到最后 几乎只能看到一道道光芒在闪烁 剑光锁过之处 绚烂与多彩并存 魂似一道春光照破黑暗 带来黎明 这是剑神术的第一部分 破晓剑术 寓意着打破智谷 照亮乾坤大剑 破入无上剑宗之境 只有真正通晓 并把破晓剑术修炼到大圆满 才能算是剑宗的真正传人 也就有了踏入剑宗传奇的可能 吭枪 枪枪枪 王月一把剑 舞动得魂似天神 在弄乾坤一般 姿态之从容潇洒 又四上先在纵横人世间 这一刻的王月 才有了剑神的风采 光芒万丈 难以直视 看到这里 丁灵不禁神望 他也在这一刻 确定了王月的一些传闻 如此剑术宗师 若是都无法做到 万军从中取大将首级 那还有谁能做到 这才真正的战神一般的人物 丁灵想到荣耀之路 心想 这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太难了 战神之路有十几条规则 虽然主要是前三条 但任何一条 对普通玩家来说都极难 要知道 玩家的资质并不见得比土著好 是以一些武功土著 要修炼十几年 玩家可能也需要修炼这么久 想一想 这简直足以让很多玩家崩溃 不过能提升自我的游戏事件 没有人能拒绝 进度再慢 也比不进步要好 战神之路需要击败未免最强者 但不论是童渊还是王月 我都打不赢 看来还是需要多努力才是 那皇者之路呢 肯定跟战神之路不相伯仲 想来必定有很多苛刻的条件 要去触发并完成 幸亏有外挂 要不然这战神之路 太耗世耗神耗力了 丁灵这般想着 看了眼图书馆 图书馆上的一本书 正随着王月的不断武剑与讲解 在缓缓凝聚成形 而随着王月讲解完毕 收剑而立 哦 图书馆上的这本书瞬间成形 上课了四个大字 破晓剑术 请课间后 破晓剑术满集 力量加0.4 敏捷加0.6 体质加0.4 种种不可思议的剑术 在脑海中激勇 沸腾 与此同时 丁灵的力量 敏捷体质增加 使得丁灵的身子骨 越来越轻盈不说 持久力 耐寒力等都增强了许多 微微握拳 骨骼都四在颤鸣 这是力量提升了不少的标志 非常不错 丁灵很满意 要知道 万花剑术满集后 力量加0.2 敏捷加0.3 体质加0.2 而如今的破晓剑术提升的属性点 完全是万花剑术的两倍 可见 破晓技术是完全可以碾压万花剑术的 事实也是如此 如果说双花剑术的难度是一 万花剑术的 则是十破晓剑术 则是一百 整个十倍提升 虽然属性点只是提升了两倍 但丁灵对剑术的理解 已然达到了一种画境 可以说 现在丁灵凭借破晓剑术 完全可以碾压万花剑法石了 当然 前提是不使用其他法门 只能用剑 这种剑 王月四感知到了什么 不由侧目 等仔细观察后 察觉到丁灵身上的那股风锐中 夹杂着厚重 温暖的气候 不由震撼 你 你 你 堂堂剑神在这一刻 都惊得有些说不出话来了 可见其内心有多么的澎湃 足有好一会儿 王月才把舌头捋直了 他干脆利落地快速说道 丁灵 你修成了破晓剑术 嗯 赵云 史阿 还沉浸在破晓剑术的强大 与堂皇大气之中 闻听这话 瞬间清醒了 史阿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向丁灵 赵云又惊又喜 惊得 是这破晓剑术 难道离谱 比只白鸟嘲凤枪 还要难学 丁灵竟也可以片刻间学会 而且还只是听了一遍 喜的是丁灵身为的他的朋友 如果真的学会了 那他自然 替他感到高兴 不错 丁灵朝着王月见礼 感谢前辈传法 你 你 你 王月因太过震海 舌头再次打结 好一会顺了后 他飞速说道 你以前绝对不可能接触过破晓剑术 是怎么学会的 而且还只是听了一遍 听了 误了 通了 自然也就会了 丁灵满极演技发动 神情很是坦然 王月震撼 三观都被震得有些稀碎了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这可是破晓剑术 他不信 你试试 演练一遍给我看看 好 丁灵走到练武场中心 拔剑 吭枪 朔月剑出鞘 宛若手臂的延伸 随着丁灵的移走 而迅速变换不断 时而似天山飞雪 渐渐散乱 却又完美地组成了一个个剑木 剑木凝结成漫天飞雪状态 似一个风轮般旋转着落向四方 击打的虚空都在颤鸣 时而四烂漫花季 渐渐凝聚成一朵完整的花树 漫天剑光凝聚成一片花海 绚烂美丽地不可思议 但这花海之中杀鸡弥漫 所过之处 地皮都似在翻滚 战裂 枪枪枪 剑光闪烁不断 魂似剑神起舞 天外飞仙 赵云 十二人 看得如痴如醉 心中惊叹不已 王月则是恶然至极 又是骇然 又是茫然 又是感动 又是兴奋 百感焦急到了极点 一二言语 简直难以言说他此刻的心情 王月骇然在于 丁灵竟然把破晓剑术 修炼到了化入本能的境界 茫然在于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如此剑术奇才 他修炼破晓剑术 十几年才化入本能 丁灵呢 差距怎么可能这么大 他王月一身剑骨 天生地剑到至尊 未剑而生的奇才 怎么可能败给一个 根骨雍肠的小辈 感动在于 剑宗后继有人 兴奋在于剑宗 或许会因为丁灵的存在 而大放异彩 再次把剑宗的光芒 洒向世界 让世人知道 剑宗的强大 辉煌与可怕 是已 此刻的王月 心情是极为复杂的 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 混乱的一塌糊涂 长这么大 他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情感 这属实有点匪夷所思 而造成这一切的 都是因为眼前的丁灵 真的是奇迹啊 王月羞惭 感叹 王我还认为 丁灵你是个庸才 还想着你短时间内 学不会高阶剑法就让你走 现在看来 我跟皇宫里那些 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又有什么区别 他脸上火辣辣的 跟赵云致歉 我虽然是老前辈 但知错就改 这点基本道德素质 还是有的 我之前误会了你在戏耍我 希望你不要戒怀 赵云连忙表示 绝对不会戒怀 王月点了点头 又看向丁灵 眼中有惊艺 愧色 灼热 很是复杂 对于丁灵你 我更需要致歉了 因为我对你的误会更深 更多 前辈能认真传法给我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丁灵速容道 前辈万万不可这般 我承受不起 好吧 王月一张老脸 似乎烧云一般 他有些尴尬的 干咳了几声 尤其是想到之前几次质疑 甚至差点呵斥出声 更是忍不住暗道侥幸 这要是真的呵斥出来了 现在这老脸往哪里放 他是着实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上会出现这么可怕 妖孽的人 虽然童渊信中说了 丁灵堪比时代之子 绝对前途无量的超级天才 也提了一嘴丁灵 赵云学习了初阶 中阶剑法 但丁灵学武的具体过程 童渊没说 只是用了颇多的笔墨 极尽赞美了丁灵一番 王月之前也好奇 到底是什么 天才会让童渊如此胜赞 但见面摸骨后 他失望了 觉得童渊在忽悠 消遣他 他甚至于在那一刻 也有了派一个庸才 去消遣童渊的想法 但直到现在 王月才真正理解了 童渊的那份信件 可以说 童渊的每一个说辞 每一句怒赞 都说得极其正确 甚至于 还没有完美地 把丁灵的可怕形容出来 童渊的信件 只是形容了丁灵一半的 妖孽天赋罢了 不 或许一半都没有 因为丁灵的可怕天赋 已经超出了王月的认知 而如此奇才 他之前还认为 他是提前学习了 双花剑法等 所以才会那么快地 掌控各种剑法 现在看来 是我太小瞧了丁灵啊 王月自残 他堂堂剑神 天生剑骨 竟在剑术一道的学习上 被丁灵给完全碾压成了渣 不存在对比性 这太天方夜谈了 要不是亲眼所见 他根本不可能性 因为太离谱了 不过 王月四想到了什么 有些不解 丁灵你如此天赋 如此逆天 为什么之前 表现得那么窘迫 让我产生误会 甚至对你无限 拉低了期待感 前辈比以我根骨差 我有些窘迫 不是很正常吗 丁灵满极演技再次发动 言谈举止 自然至极 毫无异常 王月被丁灵这么一说 不由更是尴尬 赶紧把这是翻篇 不再提及了 而是转说道 你这么快 学会了破晓剑术 接下来 我传你剑神术的第二部分 西洋剑术 西洋剑术 不错 王月叹息 本来破晓剑术之后 应该是黎明剑术 紧接着是中天剑术的 但这些都缺失了 是因为前辈所说的 战乱等因素 赵云问 不错 王月深感遗憾 战乱等造成剑宗前辈死亡 自然使得传承 一次次发生断绝 可惜 没有留下剑谱秘籍 赵云扼腕 若是不然留到现在 给丁灵看 他一定能学会 怎么可能 王月本能驳斥 剑宗传承到如今 多少上古天才 因为偷学本门秘籍 而暴毙身亡 没有师父指引 教导 再是天才也没用 正是因为看透了这点 我们剑宗才不留剑谱秘籍在世间 你不信可以试试看 赵云直言 就拿那西洋剑术试试 嗯 王月瞠目 看了眼赵云 又忍不住看向丁灵 你们 认真的 当然 赵云理所当然 很是自信 我相信丁灵 丁灵 坦然点头 实啊无语 动容 王月震动 不敢相信 这是是真的 但想到赵云早前所言 以及丁灵之前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表现 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生平第二次 再次开始怀疑起人生来 第一次 是丁灵片刻间学会破晓剑术时 好 王月飞跃到了练武场上 拔剑 高声道 我倒要看看这个世界上 是否真的有如此超越时代的绝世妖念 看好了 这便是西洋剑术 这一次 王月没有再做讲解 直接把剑招演化 口诀道出 除此之外 也就是按部就班的 按照秘籍所再来 王月当然没有秘籍 但他知道 秘籍无非就是刻上剑招 口诀等罢了 绝对不可能入目三分地 给人演化出一切奥义 精髓来 所以 王月的演化剑招 也是重归重矩 并没有把自己 对这剑招的理解演示出来 虽说如此 但这一套西洋剑术 依然被王月挥洒自如地施展了开来 场面唯美中 带着几分凄厉 杀鸡 扮上 王月收剑力 看向丁灵 你确定没有问题 我可以试试看 丁灵微微闭目 脑子里一闪而过 刚刚的所有剑招 口诀等 图书馆的书架上 随即快速凝聚成一本书 西洋剑术 请课间 西洋剑术满集 力量加0.4 敏捷加0.6 体质加0.4 力量敏捷体质三项的提升 跟破晓剑术一般无二 但剑招 剑里上 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剑法 它们的傲义 精髓 甚至于可以说截然相反 一种似能破开黑暗 迎来朝阳 拥抱温暖 一种则似能坠落深渊 迈入死寂 踏入黑暗 给人的意境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吭枪 丁灵腾跃到了一侧 拔剑 朔月剑出鞘 手腕一抖 剑身随即四游龙斑 开始蜿蜒穿梭于虚空各处 枪枪枪 一招招玄妙的剑招 在丁灵的手里 似绚烂的烟花般 一闪而逝 让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似物里看花一般 只觉得美不胜收 却无法把它看得真切 只能看到朦胧剑招 一闪而过 下一刹那 更为玄妙 灵力的剑招 便似滔滔大浪一般 汹涌来 一招接着一招 激涌而起的意境 魂似太阳坠落 黑暗来临 七美中带着几分孤寂 绝望中带着三分凄厉 似最后的奋力一击 似垂死前的轻力拼搏 哄 剑招陡然绽放 一道道剑光 最后凝聚出来了一幅 夕阳斜下图 图案在虚空绽放了 足有一个刹那 陡然爆破消散 灵力的杀鸡 蹦射四方 离得颇远的石阿几人 都感觉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 阴寒之气 他们击凌凌打了个寒战 看向丁灵的眼神 完全变了 石阿瞳孔扩大到了极限 以至于眼神看起来 都四倍茫然 震撼给完全占据了 他的心情此刻 是跌宕到了极致 他一开始是以为 丁灵是庸才 是远不如自己的 对丁灵不免有几分轻视 更多的重心关注点 都放在了赵云这位 枪神的弟子身上 结果 却跟他以为的 恰恰相反 赵云甚至于没有任何表现 一身光芒 完全被丁灵给遮盖住了 站在丁灵身边 堂堂枪神弟子 万中无一的绝世奇才 竟然就四一个陪衬 而他石阿呢 像不像丁灵身边的小丑 小四 石阿苦笑 丁灵的表现 一次比一次惊人 实质而惊 他已然震撼到 头皮发麻了 简直难以想象 这世界上 竟然会有丁灵这样的人 太颠覆三观了 太强了 王月呆滞 竟然真的可以 那是自然 赵云也是颇为动容 更多的 还是为丁灵感到 自得与骄傲 他真的是无人能比的奇才 说这话的时候 他脸上的 鱼有容颜的表情 愈发浓郁了 显然是完全把自己 当作丁灵一方的人了 我需要好好缓一缓 王月走到一旁 深吸了几口气 微微闭目 开始养神 他的世界观 人生观 被震得稀碎 他自以为的 剑中至尊 被无数高手尊称的 剑到第一天才 但如今面对丁灵 完全被碾碎了 根本就不堪一击 王月怀疑人生 心情激荡到了极点 以至于头晕目眩 呼吸不畅 他怕在丁灵几人面前丢脸 只能走到一旁 安神 平气 静心 半晌后 呼吸法运转不休 把心中激勇的复杂情绪 给压了回去 王月这才恢复过来 他看向丁灵 凯探 我长这么大 经历的事情 见过的人 太多太多了 事已 早就做到了 可以屁腻俯瞰天下各大天才 但却在你这里 彻底在了跟头 丁灵芒谦逊 表示不敢 我现在是把你当自己人了 王月微微一笑 似已经接受了 自己不如丁灵的 这个残酷的事实 事已 语气平静了许多 表情也淡定了不少 所以 我跟你说的 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他佩服地看着丁灵 本以为除了那几个老家伙外 再也不可能看不到 气骨相当的对手了 但如今 我在你的身上 看到了希望 他单刀直入 也不废话了 我们继续传法吧 他道 西洋剑法之后 剑神术 就只剩下一些残招了 我现在都交给你 残招涉及多种剑术 是真的残 虽然不如破晓剑术 但威力 却比千花剑法强不少 颇为可观 丁灵依然是瞬间满级 使将出来的威力 不若王月多少 王月欣慰 以后若是有缘 得遇这些残招的全本密测 说不定你就能学会 其他剑神术了 若是把完整的剑神术学会 那你或许可以真的成为陆地剑神 重现上古剑宗荣光了 丁灵哑然 王月也反应过来 失笑 也是 如今剑宗只有我们几人 去哪找其他密测 他不再提及这事 只是看着丁灵 说道 我一身剑术 如今已经悉数传授给你了 唯一没有传授的 只有剑神呼吸法了 你要学吗 当然 丁灵说得非常肯定 可是我听说 呼吸法学多了 容易造成呼吸紊乱 调息不稳 后患会非常严重 赵云忍不住提醒 哦 王月侧目 问丁灵 这么说来 你学会了童云的灵魂呼吸法 是的 那太遗憾了 王月叹息 本来还想把剑宗的绝学剑神呼吸法 也传授给你的 如今看来 却是不能了 我觉得没有问题 丁灵还是想试试 毕竟他是开挂的 这 王月猝眉 不减 呼吸法几乎不可能共存 除非一内一外 但据我所知 灵魂呼吸法 是跟剑神呼吸法一般的外练呼吸法 是决然不可能共存的 事实又无妨 丁灵坚持 好吧 王月在丁灵的身上 见到了太多的奇迹 想了想 到底是同意了 曾经有很多天才 都尝试过同时修炼两种外练呼吸法 但结果 却是或脏腑破裂 或窒息而亡 或头颅出血 或静气冲撞 导致经络破碎 他深深地看了眼丁灵 所以 一旦觉察到不对劲 你一定要 立刻停止修炼 明白 丁灵速容道 听王月说得这么严重 丁灵也有些踹踹 觉得待会必须慎重点 你且听好了 王月同样没有避开赵云 至于舍啊 他貌似早就 学会了剑神呼吸法 剑神呼吸法的口诀是 王月细细道来 丁灵 只是听了一遍 微微闭目 图书馆的一个书架上 随即凝聚出一本书籍 剑神呼吸法 请课间 剑神呼吸法满极 魅力加一 种种相关傲义 精髓 道理似滔滔大浪般 在脑海中激勇 澎湃 继而快速化作一种 本能冲入丁灵的身躯各处 丁灵的呼吸方式开始改变 一呼一吸之间 似一位剑神 在囤吐无穷剑里 剑气 一股无上的锋锐之气 直冲云消而去 丁灵光是站在那 就给人一种 难以直视的灵力质感 他似一柄出鞘的神剑 锋芒毕露 让人不敢靠近 这是剑神呼吸法 大成的外露表现 使阿震害 满脸的不可思议 即便之前已经被丁灵 给震撼到头皮发麻 不能自已了 但这一刻 他依然是无法保持淡定 平静 要知道剑神呼吸法 可是极难的 他修炼十几年 依然在中阶水准徘徊不前 不要说大成 高阶的水准他 目前都没有摸到边 丁灵吗 这才多久 不算师父的传法时间 有几个眨眼 王月也是目瞪口呆 他当然惊讶 丁灵这么快学会了 剑神呼吸法 但他震害的是 丁灵竟然可以做到 两种外炼呼吸法 同时共存 这怎么可能 丁灵你 赵云都不淡定了 死死地盯着丁灵 生怕丁灵呆会 出现什么意外 毕竟同修两种 外炼呼吸法 可是大计 多少上古天 才死于非命 这可是用血换来的 深刻教训 我没事 丁灵微微一笑 感觉前所未有的好 你真的确定没事 以丁灵为荣 极为信任丁灵的赵云 尚且紧张 惊讶到不行 可想而知 使啊 王月此刻的态度 可以说是彻底蒙圈了 又一次陷入了 世界观崩塌的状态中 真的 丁灵点了点头 安慰了赵云几句 见赵云放松 他才微微闭目 开始审视起自身 他发现 他的四肢百骸 五脏六腑之中 有两种静气 在相互缠绕 已然彻底充斥了 皮膜各处 原本略有空虚的感觉 这一刻彻底消散 整个人变得特别充实 他琢磨 或许是因为 呼吸法化入本能的缘故 或者是我身体素质极高 亦或者是 因为图书馆开挂的缘由 使得这两种呼吸法 几乎遍布了皮膜 经络各处 在不断地垂炼经络等 不过 貌似两种外联呼吸法 就到极致了 最起码 目前看来是这样的 丁磷看了眼图书馆 心想 如果强修第三种外联呼吸法 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他琢磨可能到时候 图书馆的书架上 应该不会出现 第三本外联呼吸法的书籍 若是不然 瞬间满集 他岂不是又学会了 什么时候 找个机会试试看 丁磷想到童渊 是移动性的武功书库 不由地看向王月 问及 他是否还有其他 外联呼吸法的秘籍 王月无语 叹道 你打破了世人的认知 打破了外联呼吸法 绝对不可能 同修两种的魔咒 你还想修炼第三种 我觉得两种是极限了 丁磷如实回复 我只是想试试看效果 尝试一下吴大案 好 王月点了点头 道 我确实还懂一种 外联呼吸法 这是我家传的法门 在得于我师父之前 我一直在修炼这种呼吸法 他精神微微一阵 似陷入了某种回忆之中 不过家传的呼吸法 并不适合我 跟我格格不入 很难契合 我修炼日久 也是在出阶的阶段徘徊 后来的于师父 得传建神呼吸法 我感觉到这呼吸法远胜家 传呼吸法 且更为契合我 就摒弃了家传呼吸法 全力以赴修炼 建神呼吸法 果不其然 建神呼吸法 我一日千里 静斩迅猛 他说到这里顿了顿 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即便是我 在遇到不适合的功法时 也是很难经济 他看向史阿 赵云 丁灵三人 贪多嚼不烂 切记 切记 不过 想到丁灵的天赋 王月有些无言 他也不废话 直接开始 说起他的家 传呼吸法要点 口诀来 说完 看向丁灵 丁灵微微闭目 果不其然 书架上 随即开始缓缓 凝聚出一本书 其上课上了五个大字 战将呼吸法 这便是王月的家 传呼吸法了 修炼到极致 必定会成为一名 骁勇的战将 气质凛然 虎虎声威 只是寻常 但此刻 这图书馆上的 战将呼吸法 虽然最后凝聚成功了 却是虚幻的 没有实质化 跟其他实质化的书籍 完全不同 果然不行吗 丁灵释然 琢磨 看来当达到身体承受极限时 图书馆就会暂缓顿悟满极了 或许等我身体素质拔高 能完全适应第三种呼吸法时 这图书馆就会让战 将呼吸法满极 具体怎样 丁灵不得而知 不过 他却是知道一点 图书馆会自动满极 并化入本能 中和调节智能堪称 天下无双 上古不知道多少天才都失败了 但唯有丁灵成功 这证明了图书馆的绝对神奇 可惜 丁灵身体素质虽然拔高 但貌似两种就是极限了 如果真的再次拔高身体素质 能容纳第三种呼吸法 那岂不是会更了得 丁灵能清楚地 感知到两种呼吸法的厉害 如果说之前消化药力 还会略有耗损 那现在耗损的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仅如此 消化 炼化 汲取药力的效率 速度都会飙涨 并且 两种呼吸法可以同时发威 给丁灵进行各种增幅 丁灵暗暗点头 对此很满意 怎样 王月忍不住问道 不行 丁灵叹息 王月却似松了口气 心想 丁灵这家伙 都打破了不能同修两种外练呼吸法的魔咒 堪称开天辟地以来 呼吸法修炼上的第一天才 若是能同修第三种 那我该怎么形容它 神明 仙人 丁灵不能同修第三种呼吸法的事情结果 即便如此 赵云 史阿 王月三人也是不负淡定 平静 一个个看丁灵的眼神 就似在看妖孽 怪胎 两种呼吸法同时大成 身上的气息 集合灵魂与剑神的优点 看起来魅力超凡 极为不俗 集合大气 尊贵 丰瑞 博勇 无上的气 这种气太可贵了 太让人咽现了 使阿几人心弧被搅动 一个个双目 灼灼的盯着丁灵 他们发现这一刻的丁灵 貌似两种呼吸法 在自动地凝聚 气合 使得丁灵的气 在不断地变换 一身魅力越来越高 本来丁灵几次身体拔高 貌向变化 就让他似一个英俊的男子 如今魅力提升 更是显得他倜傥不凡 极为吸睛 了不得 两种呼吸法同修 竟然还有增强魅力的作用 王月赞叹了句 抚须 很是满足地说道 如今我见宗得遇丁灵 你这样的完美传人 我此生无憾了 丁灵却道 不知道前辈 是否还有其他功夫 嗯 王月愕然 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还想学 是的 做一个剑宗传人 绝世剑课不好吗 前辈有所不知 赵云忍不住了 丁灵学什么都快 无妨的 是吗 王月这一刻 是彻底信了赵云说的话 毕竟之前 几次不信 都惨遭打脸 一个坑跌了两三次就够了 怎么可以重复 跌五六次七八次 王月自认为还算精明 是以他听赵云这么说 本能的一领 道 既然赵云都这么说 好 我便把我会的一些功夫 都传给你 多谢前辈 丁灵念陆喜色 使啊苦笑 王月叹道 果然天才是与众不同的 我虽然还会一些其他功夫 但大多都是加传的 而且都被我摒弃 不用几十年了 更不要说修炼了 如果不是你今天提醒我 我都快忘了 我还会加传的功夫 他顿了顿 说道 我加传的功夫 除了战将呼吸法之外 还有疾风毛法 笑月装弓 王家拳法 这几种功夫 我并未修炼到大成之境 只能算接近圆满 我现在一五一十地传授给你 先来疾风毛法 这里没有长毛 就以长剑做毛我给你看 王月把口诀 招法一一说出 丁灵记住了 图书馆中随后生出一本书 疾风毛法 刹那后 疾风毛法满集 防御加0.5 种种毛法的精髓 傲逸在脑海中一一闪现 丁灵呼吸间 就已经彻底掌握 这门毛法了不说 防御也增强了0.5 跟双花剑法增强的防御点数 一般无二 叫难度而言 这疾风毛法 也跟双花剑法差不多 不过 相较于双花剑法 疾风毛法明显 更适合战场厮杀 从战将呼吸法 到疾风毛法 看得出来 王月的祖上 必定是一名 纵横杀场的威武汉将 怎样 成了 丁灵点了点头 拔剑 刺出 铿枪 明明是一柄剑 却在这一刻 使出了毛法的厚重 磅礴与大气 一朝一世之间 净显杀伐之气 果然大缘满了 王月赞叹 真乃绝世天才 逆天骄子 时啊自愧不如 仰望天神的眼神 看着丁灵 他已经彻底被折服了 获得成就勋章 你赢得了 剑神王月的深度精佩 朱氏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 折服了王月 现在他已经 对你叹为观止 在悟性等方面 面对你 他已然自叹服儒 大有一种长江后 浪推前浪 前浪 死在沙滩上的寄疗感 又是一枚成就勋章 看来一集刷过后 果然能再刷一枚普通的 丁灵暗暗点头 一脸期待地看向王月 王月愣了一煞 随后反应过来 开始传授王家拳法 他传授的时候一板一眼 同样没有讲解 其中傲义 精髓 既然知道丁灵 无需讲解 就能动辙 明误 修炼到大成 那他自然不会浪费时间 去做这事 再者 他自己也没有在拳法上大成 讲解肯定有误 就不误人子弟了 这般想着 王月的拳法 愈发显得死板起来 出口的口诀 更是一字一句 跟赵本宣科似的 一遍过后 丁灵记住 闭目 图书馆书架上 书籍成型 王家拳法满级 防御加0.3 拳法很精妙 虽然不如毛法犀利 但也有奇妙处 跟其他拳法配合 更能体现多变出 丁灵很满意 这拳法等于 就是白减的 更别说 还增强了0.3的防御属性点 0.3虽然不多 但丁灵也是感觉浑身发热 那种神秘能量 锤打脏斧 皮膜的感觉 持续了足有小话才消散 他能明显感觉到 筋骨等变强了 他心中暗赞 不由又看向王月 王月示意丁灵先 演练拳法再说 于是 丁灵月入练武场 舞动拳锋 打起王家拳法 打得虎虎生风 威武不凡 一套王家拳法打完 王月鼓掌 惊叹 太了不起了 这要是被我父亲知道 家传绝学被人修炼 倒入本能的境界水准 一定会非常欣慰 继而死也能明目了 他一声叹息 似乎想到了 什么不好的事情 表情略有黯然 但很快 他一扫颓然 精神抖擞到 接下来是孝月庄宫了 这门庄宫 是因我家先被战功卓著 被当时的皇帝陛下赐予的 可以说 这孝月庄宫算的是 当今世上最为绝顶的庄宫 他是皇家绝学 丁灵神情 微微一震 皇家绝学啊 他忍不住看向了 洛阳皇宫的方位 不知道洛阳府库之中 有没有藏皇家绝学 若是有 他能不能想法子 进去看看 别打皇家武库的心思了 王月四看透了 丁灵所想 皇家武库 在董卓进京的时候 就已经被瓜分完毕了 现在皇宫武库 兵器库都是遍地狼藉 没有什么好东西了 你去了也是白去 前辈如何知道的 丁灵诧异 我原来也是有关接的 只是后来 退了下来罢了 王月长叹 再者 我身为陆地剑神 来无影去无踪 我真要去皇宫 看看究竟 谁 能拦得住我 说到后来 一股昂扬霸气 显露无遗 显然王月对自己的武功 是十分自信的 丁灵暗暗点头 能在年轻时候 就打遍天下无敌手 现在年纪大了 剑神呼吸法 早已经入化境了 实力显然已经到了 深不可测的境界 可以这么说 到了童渊 王月这个境界 武功招法 对他们而言 都只能算是辅助 真正强大的 还是呼吸法 因为他们 不能四丁灵一般开挂 所以只能利用呼吸法来 飞速提升身体素质 强大自我 童渊如此 王月如此 只是两人修炼 呼吸法的方式不同 童渊是自己 在山间老林各地采药 往往幽居在高山 险峻之地 王月则是靠做官 官阶越大 接触的知识点 信息点越多 能够买到的药材 接触到的商人 自然也就越多 丁灵会了解这些 也是跟王月聊谈中 得知清楚的 传闻王月是官迷 与其说他是官迷 不如说他是武痴 他只是觉得 四童渊那般 修炼速度太慢了 所以才会选择 一条官场捷径 试图利用大量的 官家明面资源来采药 可惜的是 不如仁义 反而因为沾了污浊之气 乱了人心 是已在呼吸法的修炼上 他反而不如已经 完全静下心癌的童渊了 要不是他的剑神术 在技巧上 胜过了白鸟朝凤枪 两人对峙 谁输谁赢 还真未可知 想来也是明悟 到了这一点 再加上 对这汉家天下的官场 彻底失望 王月已经辞了官 遣散了众多弟子 就待在这王府 修心养性的同时 教导使阿 我本来想使阿剑法有成后 救了无遗憾 可以孤身进入天山绝地采药 看看能不能打通天人内观 但如今 王月双目炯炯地 看着丁灵 我在你的身上 看到了希望 天人 丁灵双目 微微称大 不错 王月抚须 说道 为了便于世人了解 一般武将 高手等划分 都是通俗易懂 简单明了 有士兵 不入流武将 三流武将 二流武将 一流武将 超一流武将 他瞥了眼使阿几人 使阿可以媲美 最弱的一流武将 赵云 可比肩最强一流武将 至于丁灵你 已然踏弱超一流 他感慨 年纪轻轻 已然超一流 在一些老家伙 隐世不出的情况下 你若是征战九州 说不得也能打败 天下无敌手了 丁灵芒谦逊说 不敢 毕竟老前辈当前 如何敢说天下第一 说无敌手 你不用谦虚 王月抚须微笑 我不久前 在皇宫一处地界 跟一位超一流高手 对峙过 你不比他差 超一流高手 赵云侧目 亚义 就在皇宫 不错 好像是叫吕布 王月想了想 道 听说 他是九元吕布 在边疆一带 打得胡人 不敢南下木马 可惜 可惜 如此高手 如今也成了 懂贼的走狗了 听到九元吕布 丁灵释然 这位可是在 童渊等人不出事的情况下 真正的天下第一飞将 自己如今 不逊色于吕布 丁灵心中 微微一喜 看来自己果然已经到了超凡脱俗的水准了 不比吕布差 那自己单挑三阴 岂不是可以打得有来有往 你实力不比他差 前置却比他高 王月很是满意丁灵 未来超过他吕布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好了 他开始照本宣科念孝岳专攻的口诀 并摆出姿势 看好了 这就是皇家绝学的基础 孝岳专攻 丁灵细细看去 一遍过后 闭幕 图书馆中 凝聚出一本书 请课间 孝岳专攻满级 防御加零点四 区区一本专攻 却比王家拳法 还要来得奥秘莫测 笔之疾风矛法 也只是略逊一筹 这可是打基础的专攻 能做到这一步 不愧是皇家绝学 几乎可以想象得到 若是能得到皇家武库中的其他秘籍功法 那丁灵一定会突飞猛进 成为天下第一 恐怕都不是不可能了 呼呼 丁灵学会这专攻后 就基础而言 他已经是坚不可摧 牢固至极了 他昂首看天 微微俯身 做狼王孝岳壮 一呼一息之间 一股凛然煞气而生 这是孝岳装攻入化境的外在表现 使阿几人显然都看懂了 不由得面面相去 继而释然 到底是丁灵 其他武功都能瞬间学会 这皇家绝学基础装攻 自然也不成问题了 呼 丁灵收功而立 看了眼人物面板 实力变化 根骨一 普通人为一点 智慧二 力量21.5加0.2加0.4加0.4等于 22.5 敏捷20.2加0.3加0.6加0.6 21.7 体质20.2加0.2加0.4加0.4 21.2 防御13.3加0.3加0.5加0.7加0.5加0.3加0.4 16 魅力3加1 4 武器变化 一副将凯 八十斤中的方天化级 四十六斤中的朔月剑 五弹弓 技能变化 高阶剑法 十级 双花剑法 十级 千花剑法 十级 万花剑法 十级 破晓剑术 十级 夕阳剑术 十级 剑神呼吸法 十级 疾风毛法 十级 笑月装弓 十级 王家拳法 十级 这便是来到王府 学习了半天的变化 不得不说 还是开挂来得更爽 更快 比吃大药快太多了 最起码 目前看来是这样 我所有武功 都被你学会了 王月看丁玲的眼神 很是微妙 惊艺 赞美 欣赏 惭愧 复杂至极 如今我已经没有什么 好教你的了 你在我这里去留随意 不过 我要叮嘱你们几句 他顿了顿 说道 最近这洛阳城非常乱 各方势力 把这潭水搅得无比浑浊 一般的人跌进去 连个水花都冒不起来 就我亲眼所见 董贼此人夜宿皇宫 糟蹋了无数妃子 这事是实打实真的 叮铃侧目 王月竟然去偷窥 你别这样看我 王月老脸微微一红 是董贼的声音太大 我去皇宫探索 十一外听到了 那之前的吕波 是不小心碰到的 王月干咳了声 似乎不想多提这事 很快结果 转而说道 董贼大军杀百姓 割百姓之头颅 以做军功仪式 可谓是闹得民怨沸腾 然而董贼此人 依然只顾自己逍遥快活 王月摇头叹气 也不知道这王城能撑多久 我这王府能不能维持下去 我估计都是一个问题 丁灵本想说不出意料之外 董卓火烧洛阳 恐怕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到时候不要说王府 皇宫都会毁于一旦 虽然我瞧不起董贼 但他的势力的确极为庞大 在洛阳数大根深 从贼极多 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搬得倒塌 赵云听到这 似想到了什么 忍不住道 那天下能解难纾困 解明道玄的英雄会是谁 我也不知啊 王月惭愧 但很快 他看向了丁灵三人 不过 你们或许会是希望 尤其是丁灵你 若是 你真的成了天下第一战将 驰骋沙场 无人能敌 或许会对整个天下 有着积极且正面的作用 前提是你 不要去助纣为虐 不要去帮董贼 丁灵点了点头 董卓日薄西山 为人残暴嗜血 丁灵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去助力他 袁绍他都不会跟 他还会跟董卓 尤其是王月说 董贼净吃人 丁灵更是忍不住头皮一马 这简直就是畜生 净吃人 但想到曹梦德做过屠城 以人肉做军粮的事情 丁灵心里不免有些隔音 他在想 带着赵云他们 投靠曹梦德到底正不正确 但想想 现在曹梦德貌似 并没有做过那些事 丁灵心里多少好受了些 做人要有底线 要不然 还有资格称为人吗 董卓就已经毫无底线 可言了 一桩桩残暴 匪夷所思的事情 从王月嘴里吐出来 丁灵听得暗暗咫舌 董卓此人 真的是做尽了恶事 糊涂事 混账事 但作为男人 他也的确享受到了 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福 赵云却是听得怒火横生 咬牙切齿 事情就是这样的了 王月把自己知道的洛阳密事 都说了出来 看得出来 这段时间 王月并没有闲着 时不时偷溜入皇宫 就是佐证 丁灵于是趁机问道 我有没有可能把皇宫瓜分的绝学给抢回来 或者拿回来 难 难 难 王月连到三个男子 皇宫密册 虽然有不少 但董贼的将军大多粗鲁 瓜分后 发现难学 说不得直接扔了 或者烧毁的都有 你知道的 人性自私 自己得不到 他们也不想别人得到 再说了 皇宫密册 大多也是口口相传 记载下来的 大多都只是基础武学 真正的绝学 就算有所记载 肯定大多也是残篇 谁能学会 所以我估摸着 现在这些绝学 应该都被毁了 除非是找到会这些武学的当事人 要不然 这汉家天下的皇家绝学 怕是要自此失传了 丁灵倍感遗憾 心中却在想要不要去找 懂贼一方的将军住处看看 这皇家密册 说不定有全本决定武学呢 就算是残篇 也没事啊 他的外挂图书馆 连现实里的武功套路 都能瞬间满极 连一招招的残招 都能瞬间满极 还怕残篇不能满极 只要能得到 就必定会获得极大的进步 丁灵越想 越蠢蠢欲动 他忘了发动满极演技 示意王月一眼 就看穿了他的心思 盲劝道 冷静啊 丁灵 对方人多势众 就算你是超一流猛将 也架不住群狼啊 这样吧 王月想了想 我知道 有一个地方适合你学武 哦 丁灵大喜 侧目 王月无言 也算是看出来了 丁灵对武道的狂热情绪 他抚须道 我知道一个道士 他擅长内呼吸法 以及炼制俘虏 你若是能找到 并说服他 教导你内呼吸法 内外合一 那你的功力进度 必定会突飞浓镜 丁灵问道 不知道那道士是谁 他叫于吉 于吉 丁灵想起来了 于吉 东汉末年黄老道代表人物之一 后被孙策所杀 如今于吉应该没死 毕竟董卓都还在 不错 王月说道 他现在在扬州 我中年时挑战天下高手 曾见过他一次 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入到了 这人性子寡淡 唯一的爱好 就是修道制服 且为人面皮较薄 若是有人上门求救 他也会施以拂水救治 久而久之 前往寻他治病的人 络绎不知反己 要寻觅他的踪迹 并不难 到了扬州地界 找个当地老人 问一问就知道了 若是他不理会我呢 丁灵迟疑 所以需要你说服他 王月爱莫能助 我年轻 中年时期锐气十足 看不起天下人 所以跟于吉关系并不好 说不定你说了我的名讳 他反而不搭理你了 丁灵无言 看来想要再次通过 介绍性的方式 去学武行不通了 若是有熟人介绍 那就太方便了 丁灵见识过 这种方式的威力 从高揽张合 到攀凤 童渊 再到王月 若不是有人 在其中牵线搭桥 丁灵绝无可能这么顺利 若是你能说服于吉 教你内练呼吸法 以及他的一身功夫 服法 说不得 还能因此认识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左慈道人 左慈 左慈 自圆放 自豪乌角先生 东汉末年著名方式 懂炼丹之术 明武经 通心尾 明六甲 丁灵脑子里 很快闪过 有关左慈的介绍 相对于瑜伽 左慈的神话传说更多 说一句 陆地神仙都不为过 不曾料 这个世界 竟然真的有这么一号神人 不错 王月颇为神网地说道 相比于武道的外练呼吸法 神道的内练呼吸法 也是极为神妙 而左慈传闻 其内练呼吸法 已经到了一种 神而明知的地步 端得是深不可测 虽然武道较量上 我自觉胜过左慈 但在道法神秘 莫测上 他却胜过我良多 只能说 内练呼吸法 外练呼吸法 各有神意之处 你若是真的能学会 左慈的内练呼吸法 内外合一 天下无敌 绝对不是虚妄 丁灵听得神往不已 赵云 使阿也不例外 但王月随后的一番话 四泼了赵云 使阿一身冷水 虽然内练外练呼吸法 有合一成功的可能性 但也只是比两种 外练呼吸法 同修多了一些成功的概率罢了 两种外练呼吸法同修 没有人成功过 而仪内一外有人成功过 但成功者 也是凤毛麟角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 或者 如果不是真正天赋异禀的人 是绝对不要去尝试 修炼两种呼吸法 因为太危险了 赵云 使阿信心 丁灵满脊眼计发动 表现得自信满满 王月失语 但想到丁灵的天才 也就不多话了 或许仪内一外学会后 丁灵 你能打破天人门槛 也不一定 说到天人丁灵醒悟过来 之前王月说话 都走偏了 现在终于又回到正题上了 他忙问及天人一事 王月说道 超一流猛将过后 就是天人境界 打破天人境界 将会拥有超凡脱俗的力量与身手 到时候 凭空一跃数十上百丈 一个腾膜十几丈高 恐怕都是等闲了 丁灵琢磨了一下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武功高手吗 三国世界 能修炼到 堪比武功高手 那真的太奇妙了 要知道 三国世界的外练呼吸法 锤炼的是皮膜 金洛等 藏斧只是顺带 可以说 只论级战力 防御力 超一流猛将 是绝对强大的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打得过武侠世界的一流高手 先天高手 丁灵不得而知 毕竟三国世界都变异了 鬼知道 武侠世界 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前他的主要目标 是成为三国世界的天下第一高手 其他的事情 以后再说 那我明天就动身去扬州 丁灵很果断 不愿意耽搁时间 他看向赵云 赵云 你可以待在这学习剑法 不料 赵云比丁灵还果断 我跟着你 反正你所有剑法都会了 到时候 路上你教我便是了 丁灵点了点头 也不再劝 赵云性子坚韧 他做了决定 一般很难劝回的 石亚有些艳羡的 看了眼赵云二人 他也想品马闯天下 可惜本领不济 不要说丁灵 即便是对比一下赵云 他也是各方面 几乎被免压了 这让石亚有些丧气 王月看出来了三人的情绪 先是安慰劝劝石亚 不要妄自菲薄 又让丁灵 赵云在这里多待两天 并说明缘由 这两天 洛阳城中风云变幻 会有大事发生 城门口 更是指许静不许出 你们现在去城门 也只会被人敲诈 讹诈一番 根本出不去 除非你们愿意大闹一场 但这样一来 私利递介 你们或许很难逃脱出去 嗯 丁灵诧异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这不是乱来吗 董贼本来就一直在乱来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下方也是乱得很 可是我明明记得不给贿赂 守城门的人都不给进城的 而且 城门口也没有聚集 要出去的人群啊 赵云困惑 那只是表象 王岳四想到了什么 痛心疾首道 所有进入洛阳城的人 若是晚上没有找到居住的地方 就很有可能会被那些乱兵给抓走 呀 或者直接割头领功 对于董贼军团而言 这进入洛阳城的人 都是行走的银子和宫楼 进了就别想出去 赵云听个震怒 叮铃诧异 这比想象中的还要乱啊 看来是玩家群体加入了其中后 让这种乱象进一步升华了 就是不知道 曹梦德是不是也在城中 若是玩家告密 想讨好董卓 曹梦德不是瞬间玩玩 丁灵若有所思 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但又觉得 应该不可能有那么糟糕 毕竟相比于三国世界的高手 玩家们太过孱弱了 可以说 超一流高手去杀玩家 真的是一个人 可以轻松泄虐一个又一个的军团 前提是 这些军团都没有集结成军 然而玩家虽弱 且大多不团结 但他们知道三国剧情 丁灵丝毫不怀疑他们搞事的能力 你们就在王府好好待着 我这里短时间内绝对是安全的 那些乱兵还没有那个胆子 赶来我这里捣乱 王月这般说 丁灵也只能同意 还有 你千万不要再打皇家武库的主意了 太危险了 王月再三警告 丁灵无奈点头 放弃了心中那萌生而出的想法 王月说的有道理 指此乱事 一个不胜可能就玩完 即便丁灵是超一流高手 但面对吕布等人的进攻 他死亡的概率也是很大的 而如果死亡 那损失绝对会很大 调集 调物品是其次 最为主要的是 丁灵怕还有其他副作用 只因这游戏世界太神奇了 NPC跟真人几乎没有差别 丁灵完全有理由怀疑 这游戏世界可能是真实的事件 事宜不到万不得已 丁灵绝对不会去做必死无疑的蠢事 除非是面临绝境 那也只能破釜沉舟 反戈一击 转眼过了一天 不论是王月还是史亚 对丁灵都极为热情 周到 寡言少语的史亚 在丁灵面前也难得会多说几句话 态度跟以前可谓有天渊之别 事实证明 只有强者才会受人尊重 至于赵云 他一直在苦练剑法 不得不说 赵云的天赋真的是极强 在剑法上的天赋丝毫不逊色于枪法 一定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月不止一次赞叹过 如果不是丁灵这个妖孽在前 那赵云必定会散发出 无与伦比的逆天光芒 可惜的是 赵云如此盖世天才 也被丁灵给碾压得渣渣都不剩 只能咬牙苦练剑法 勤奋程度无庸置疑 用赵云的话来说 天赋比不过丁灵 那就从勤奋上超过 这话激励的史阿根打了鸡血似的 也开始文机起舞 修炼剑术 丁灵穷极无聊 在王月的书房中看书 倒是意外地看到了一些古老的棋谱 琴谱 然后 棋谱 琴谱 瞬间满集 使得丁灵的奇艺 情迹又有所提升 除了棋谱 琴谱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古书 但大多都是描述天地概况的 甚至于丁灵还在这里找到了不少历史书 这些对于丁灵的记忆提升帮助不大 他也没兴趣看 翻了一圈 把书房的书翻完后 丁灵拿了金子 又想出门去买一些大药来吃 王月阻止了他 道 洛阳若是有大药 早就被董卓 吕布 郭四 李雀等人给抢走了 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 想到从被杀的胡枕手里抢到的那株大药 丁灵瞬间决了去买的心思 与其去买 不如去抢 抢懂贼军传的大药 那就替天行道 为民除害 王月也是这么说的 他当然赞成抢 但绝对不赞成在洛阳抢夺 因为一旦在洛阳抢了 就是成了瓮里的憋了 想跑都没得跑 我不是顾不自封 在这样的乱世 跟一些偷天祸乱的大贼讲三纲五常 礼仪道理 这是行不通的 唯有用拳头与兵器 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 王月拍了拍丁灵的肩膀 说道 等两天吧 我认识一个人 到时候贿赂一下他 让他晚上送你们出去 等你们出了洛阳城 就安全了 他微微一笑 你若是趁此机会 直下扬州 找到鱼籍 左辞 学会他们的内练呼吸法 内外合一 到时候必定会有今天变化 我很期待你的蜕变 我在打遍天下无敌手后 就曾经在山间 得遇一些真正的世外高人 很可惜 我那个时候 并不是他们的对手 就好比此刻的 冀州第一人攀凤 他也不会是 同渊跟我的对手 当然更不可能 杀得死左辞 这等世外高人 真正的高手 大多都在 深山老林之中前秀 他说到这顿了顿 但如果你内外合一 或许到了那一天 便是这些世外高人 都不可能是你的对手了 那前辈遇到的 那些世外高人呢 大多恐怕都老死了 王月叹息 任凭一个人再是厉害 也难道时间洪流的侵蚀啊 他摸了摸发白的两鬓 我也老了 他凯探完 笑了 行了 不跟你说这些了 我去替你会会那个将军 为你早日出城做准备 麻烦前辈了 丁林致谢 行礼 俗礼就免了 王月摆了摆手 大笑一声 大踏步离开了 丁林也就此吸了出去的想法 准备静候佳音 然后出洛阳城 直下扬州找机缘 学习内练呼吸法 他走的是战神之路 所以 可敬地提升自己 绝对没错 然而 丁林想得很好 但许多时候 一些事情 往往不会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在他手持朔月剑 准备到练武场演练剑法时 咚咚咚 敲门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看了眼一侧的屎啊 赵云 这两位除了吃饭 就在练剑 赵云本就有天赋异禀 加上被丁林刺激 又有丁林王月时不时指点迷惊 在高阶剑法上的进度极为惊人 高阶剑法 只是打基础的剑法 本就不难 对于赵云 这样的天才来说 精进速度远超寻常人 可以理解 但这也极大的刺激到了使阿 使得使阿也在一同疯狂练剑 此刻见丁林看来 使阿疑惑 但还是收剑道 我去开门 别 丁林摆手 你继续练剑 我去开 来了洛阳城 学会了王月的所有功夫之后 丁林无聊之下 本来还想去看看貂蝉 蔡文基这两大美女的 毕竟这两位名传后世 是个男人都想看看 他们是何等气质与风资 竟能让无数男子为之倾倒 但王月的话 打消了他的想法 他现在只想低调地出城 然后低调地把内外呼吸法合一 成就真正的绝世高手 然后再出世 横扫八方 成就战神之名 这是稳妥人选择的稳妥战法 丁林虽然是热血男 但本质上是非常稳当的 只要风险太大 超过承受能力的话 他一般都会选择暂时退却 等待日后便强了再说 只要更强 什么牛鬼蛇神都将不堪一击 强权 强权 出真理 这就是现实 当然 如果冒险可以得到无与伦比的好处 他也会选择冒险一事 但毫无疑问 看美女能得到什么好处 这是划不来的 丁林都放弃去董卓麾下将军的住处寻找秘籍了 放弃看美女 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此刻听到敲门声 丁林本就没事做 这两天又被石阿照顾 心中过意不去 便让石阿好好练剑 他则大步走向正门方位 此刻丁林三人都在外门的练功场地 距离正门并不远 很快 丁林抵达正门 咔嚓 手臂发力 拉开沉重的大门 门开后 丁林便看到了一位高有八尺 满脸求须 慕含暴躁贪婪的男子 他盯着丁林 上上下下审视了几眼 突然问道 你是丁林 啊 丁林一愣 很是困惑 不知道您是 这么说来 你的朋友赵云也在这里 丁林本能地觉察到了不妙 看来真的是你们两个了 男人一声大喝 退后了一步 下一刹那 刷刷刷 数百精锐弓箭手出现在门前 各个弯弓搭剑 对准丁林 男子站在弓箭手背后 嘴角微微翘起 大笑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好好好 丁林 我现在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被我射杀在此地 要么乖乖跟我走 你到底是谁 丁林面色一沉 紧握手中朔月剑 大声道 我跟你无冤无仇 甚至根本不认识你 你贸贸然私闯名宅 就要对我动杀手 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可是洛阳城 是天子脚下 声音如雷 惊醒了练武场上的赵云 史阿 两人手持利剑就要赶来 看到丁林背对着他们 用右手在背后 做了几个手势 赵云恍然 立刻转身去拿兵器了 史阿则持剑 快速朝着丁林奔来 男子大笑 四比 四朝弄 四不屑 正因为这里是洛阳城 老子才敢这么执法呀 因为 老子在这里就是法 男子一张脸拉了下来 音策策地道 既然你敬酒不吃施法酒 那我只好送你 去见阎王爷了 他一摆手 手指叮铃 一声令下 射死他 羞羞 羞羞羞 足有三百精锐弓箭手 早就弯弓搭建好了 闻听这话 立刻松了弦 伴随着嘣嘣嘣的清脆声鸣 羞羞羞 破空声中 一支支利剑 破空飞出 交织成目部 如飞铺一般 朝着丁灵的方位倾泻而下 啊 十二站在不远处看到 大喝 小心 哼 丁灵一声怒哼 眉头仰起 剑神呼吸法 灵魂呼吸法 飞檐走壁身法 夕阳剑术瞬间发动 吭枪 朔月剑出鞘 丁灵手握剑柄 不退反进 朝着男子的方位 杀伯而去 枪枪枪 他手中的朔月剑 在这一刻魂似犹龙穿空 更似万千落叶 被狂风吹动 吹得漫天都是剑光 杀气 夕阳斜下图 在半空不时闪现而过 组成一张张密布的剑目 更似一张无缺的剑网 把丁灵给过的密布漏风 水破不剑 一路向前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一支支利剑 被朔月剑格挡开来 丁灵魂似逆行而上的 破烂快船 更似战场上 孤勇冲锋的战神 一人一剑 魂似一道光般轰然声中 跨过了几十米的障碍 落到了弓箭手面前 随后朔月剑一挥 万花剑法 破小剑术 一柄剑在寝刻间 舞出了繁花万朵 遍地 满空都是绚烂的剑花 触目皆是飘落而下的花雨 铿锵 锵锵锵 花雨过后 伴随着有节奏的 铿锵声铭 瀑布 一颗颗人头 飞天而起 伴随着道道冲销瀟柱 一句句无头的人声 无力地跌翻在地 丁灵魂似杀神 剑随身走 所过之处 遍地残骸 一片狼藉 枪枪枪 在一道道凄厉的惨叫声中 剑光争鸣 豁然收敛 落在了男子的脖梗上 丁灵目光冰冷地盯着他 你是谁 男子战力 恐惧 一脸的不可思议 就似在看死神般 瞪圆了眼睛 他的眼睛里 都倒映着丁灵的身影 听着丁灵的话 他额头冷汗滚滚落 他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勇猛 犀利的人 便是吕布的杀敌效率 也绝对没有这么快 这么高 这人到底是谁 确定是冀州的七品官丁灵 一个区区的七品五官 怎么可能强大得这么离谱 嗯 丁灵手中的剑 微微用力 破 一道血痕出现 有血液流淌而出 男子剧痛 忍不住惨叫出声 饶命 别杀我 我什么都招 都招了 那你说说看吧 丁灵冷冷到 他心中叹息 这都什么事 本来决定都要走了 却发生这么一档子事 看来等不到王月了 只能杀出去了 他感到很抱歉 貌似连累了王月 石阿 石阿这个时候也赶来了 看丁灵的眼神 就似在看妖孽 刚刚那一道道 冲销而起的剑光 第一次让他 见识到了剑神术的可怕 真的是挡者披靡 太强了 可惜 他不会 要是他会 那该有多好 一人杀三百弓箭手 跟砍瓜切菜似的 太猛了 石阿热血沸腾 不仅不害怕 反而觉得很激动 很刺激 他握紧剑柄 拔剑走到了丁灵的身侧 看了眼丁灵 又看了看不远处 大战的动静 已经惊动左右邻居了 血气扑鼻 弥漫四方 这里不能久待 要不然 肯定会引来更多的懂贼人马 石阿忙低声提醒丁灵 丁灵心中跟明镜似的 朝石阿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他转而又看向男子 说道 你是谁 胡锋 胡锋 丁灵簇眉 无名小卒 根本没有听过 我是车骑将军李雀的外甥 胡锋忙到 当今的三品大员直今吴 就是我了 听胡锋这么一说 丁灵想起来了 胡锋 李雀的外甥 曾受李雀指使 杀死董卓部署 又将军凡仇 这是书上有记载的 但如今 因为玩家的介入 三国剧情崩坏 胡锋的处境 明显也跟原来大不同了 丁灵懒得管这些 他在乎的是 胡锋怎么知道他在这里 又为什么又射杀他 胡锋如实回复 是李蒙告诉我的 李蒙 丁灵记得这人 他是东汉末年 董卓部将 后来随董卓 于党李雀 郭四等 合为长安城 也是个知名的武将 我不认识李蒙 他怎么会知道 我在这里 这我不知道啊 胡锋一愣 见丁灵杀鸡夺矿而出 心中一颤 忙回复道 我只是听李蒙说 符合杀败胡锋大军的两大高手形象的两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丁灵跟赵云 他不敢看丁灵 微微低头 飞速说道 我也不管是不是跟赵云他们有关 只知道先抓了再说 若是不从 直接杀了 把脑袋一砍 送到我舅舅面前 便绝对是一件大功劳 他心虚 惶恐 不安地低声说道 我要找的 只是两个替死鬼罢了 结果不小心惹到了英雄您 还请您不要生气 只要你放我走 这一切 就当没有发生过 替死鬼 丁灵长于口气 很想说 你这误打误撞的 结果撞到了祸首 真是幸运 丁灵估摸着自己的情况 肯定是玩家 透露给李蒙一方人马的 至于玩家为什么说是他们两个 这就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有可能是因为极度丁灵 希望丁灵死亡 调集的 毕竟丁灵领先玩家一劫 他们都会不平 领先这么多 极度到发指 并希望丁灵不落好的玩家 肯定有不少 不是丁灵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而是大千世界 无其不有 有善人 恶人 有好人 有坏人 自然也不会缺少这种极度心 极其严重的人物 当然 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 也有可能是玩家们看到丁灵 赵云入洛阳城了 便想着卖董卓一方人马的好 干脆出了个自认为 是假消息的消息 以能加关进绝 毕竟赌对了 一步登天 赌输了 大不了下线消失 谁又能找得到他 亦或者是玩家们 本能的就觉得是丁灵 赵云两个干的 毕竟时间 地点 以及丁灵赵云的路线来看 概率还是很大的 丁灵 赵云一路走来 除了沙虎整军团时 遮掩得非常完美之外 其他地段 基本都没有太过遮掩 会被玩家认出 并判断出这么一个消 不奇怪 毕竟玩家有论坛 有玩家广场等等 可以交流 互补消息 把丁灵在三国 世界干的大多数事情 都能集结起来 都不足为奇 也有可能是其他缘由 但不管是哪点 丁灵都有一种 被雷给击中的郁闷感 这换谁 也受不了 被这么针对 不过丁灵倒也不怕 真被他知道 是谁在暗地里泄密 搞鬼 他一定会见一次再一次 杀到灵极 都要继续接着杀 英雄 能不能放我走 胡锋战战兢兢 颤声问道 扑 回复胡锋的 是丁灵的一把快剑 扑 一剑抹喉 血液喷咬出 你 你 你 胡锋捂着喉咙 一脸的不敢置信与恐惧 他眼中满是懊恼 后悔 以及惊慕 还有对生的留恋 他如果知道 来这里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打死他也不来啊 李萌 我诅咒你早死 胡锋在浓浓的愤恨 回忆中倒下了 他死不瞑目 你杀了他 史阿恶然 不杀他 留着过年 丁灵反问 都得罪死了 你还真信 他会放过我们 也是 石阿四想到了什么 很快释然 这伙人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把百姓的头颅 割了当军工的事情 频频发生 真惹了他 后果绝对会死得很惨 无一例外 他看向丁灵 很是佩服 丁灵 你真的是杀法果断 我应该向你学习 这样的恶棍 就要干脆利落地杀 我记得 有一位高手 在前段时间入城 也是跟董贼一方的人马 发生冲突 结果这高手 制服了他们的将军后 因为不想生事 就放将军走了 结果不久后 他被将军 带着大量的人马 给为杀了 头颅如今听说 还悬挂在那将军的 府邸门口做旗帜 丁灵听了这话 正在说上两句 就在这时候 丁灵 赵云牵着马匹过来了 丁灵的马上 挂着方天画戟 武弹弓等兵器 丁灵朝着赵云点了点头 飞身跃马上 拿起方天画戟 把术月剑的剑鞘 往背上一挂 剑鞘有背带 只需要记后 很方便背负 一手剑 一手方天画戟 丁灵两大呼吸法催动之下 整个人看起来魅力十足 魂似尊贵的剑神 身上的风锐之气 让人望而生畏 是啊 我们就要走了 江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后会有期 丁灵朝着屎阿拱手 替我向前辈说一声抱歉 若是不小心 因此让你们陷入了危险之中 你们可以去冀州找攀凤 报我名号 他们会给你们地方安家的 在冀州夜城 我也有府邸 王月堪称陆地剑神 皇宫之中来去自如 丁灵相信 他要带着屎阿走 没有人能拦住他 但带一人是一回事 同时带三人 明显不可能 丁灵如今可以说 得罪了董卓李却派系 必须立刻策马出城 打一个时间差 否则被围困在洛阳城中 就危险了 杀几百人 跟杀几万人是两码事 再者 他之前杀的 还只是擅长远程的弓箭手 真正的近战精锐 肯定会更难缠 抱歉之言就免了 使阿速荣道 你我都是剑宗传人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跟师傅 早就想离开洛阳了 正好借此机会走人 你不用担心我们 倒是你们此次出城 一定要小心 他顿了顿 道 若有必要 我会去支援你们的 不用 丁凌微微一笑 满脊眼睛发动 豪气顿声 区区董贼 如何能奈何的了我 就此败别了 驾 双方护道珍重 丁凌随即策马 朝着南门位置狂飙而去 他跟使阿的对话 并没有耗费多少时间 赵云刚刚签马赶到 他就立刻跃马走人了 那几句话耗费的时间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达达 急促的马蹄声中 丁凌跟赵云 渐行渐远 使阿看着他们的背影 消失在远方的拐角处 心中怅然若失 突然多了几个两个伙伴练剑 正来到兴奋激动处 两个伙伴就走了 使阿此刻的心情 可谓极度复杂 他看了眼满地的尸体 想到刚刚见到的那一幕幕 一颗星波澜泛起 这便是剑神术吗 我一定要学会 哒哒 更多的马蹄声响起 隐隐可以听到呼吓声 怒吼声 使阿心中一警 毫不犹豫跃入王府宅邸之中 关紧大门 急奔回屋收拾了一番东西后 就从后门出发 跑向了跟自家师傅 约定的紧急联系地点 获得成就勋章 你震慑住了 郭四阵营的精锐骑兵团队 主事 你走后不久 郭四的巡逻队伍 闻着血腥味来到了现场 亲眼目睹了三百弓箭手的惨状 查明原因 问及邻里 得知是你一人杀的 他们震撼不已 又惊又怕又怒 对你有了必杀之心 他们大概率会选择围杀你 而不是进行单挑 提示音划过耳畔 策马急迟 发动地理满疾技能的丁灵 寻着脑海中的地图 急速朝着洛阳南门而去 在这一刻 丁灵开始庆幸起自己 闲着无聊时 看得一些地理图册 他之前在王月的书房 看了不少旗谱 情谱等 还有少部分的地理图册 人文概况等书籍 大部分书都没看 只是翻了翻 好在这地理他当时 察觉到可能有用 就看了并记住了 此刻果然发挥出来了绝顶妙用 王月的地理图册 特别是有关洛阳的种种 记载的极为详细 丁灵又是地理技能满级 暗图所记 并不难走 当然 若是没有如此技能 按照以前的他 是绝对会绕晕的 以前的他 只要去一个陌生城市 是绝对需要导航的 郭寺的精锐团体 已经注意到我了吗 丁灵想到了提示音的内容 不由杨梅 加紧马腹而行 他如今只能加速前进了 西纪能在被围杀之前 打通南门的路 扬长而去 只要出了洛阳城 那就是 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逾越 打打 马蹄声响彻一方街道 丁灵 赵云二人来到了 人来北往的闹市 看着人群云集的长街 丁灵果断选择绕道走 打打 赵云默默地持枪 跟在丁灵的身后 刚刚那两位 就是丁灵跟赵云吗 闹市上有玩家注意到了 策马狂奔而来的两人 眼睁睁看着他们冲来 在闹市口勒住了马匹 勒得剑马人立而起后 又调转马头 迅速离开 玩家们面面相去 窃窃私语 我在论坛上 看到有人说 丁灵赵云来了洛阳城 我还不信 没有想到 还真在这里看到了他们 看他们形色匆匆的样子 难不成发生了什么大事 赵云特征鲜明 丁灵更是最近的风云人物 排行榜上一路飙升的常客 这两个人在一起 肯定会引起轰动跟热议 但我们这两天 并没有看到他们 不出预料的话 他们应该待在某个地方 没有出来 玩家们猜测 丁灵 赵云 这些天待在哪里 到底做了什么 是不是真如论坛上所猜测 大概率是他们两个 杀了胡诊的兵马 现在事发了 跟董卓军团发生了冲突 所以要急着跑路 事实如何 没有人知道 但一些玩家为了得知真相 几次快速上下线 终于是搞明白了发生什么 这是很快轰传一方 引得人人震动 骇然不已 一时之间 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丁灵的强大剑术与战力 还是让不少玩家质疑 觉得这根本不可能 毕竟这太离谱了 而因为玩家的热议 使得洛阳城中 越来越多的土著 也开始知道这事了 一时之间 丁灵声名雀起 名动一方 对于这事 丁灵并不知晓 就算知道 他也不会太过在意 随着他策马狂奔 战鼓的声音 渐渐开始响彻八方 赵云听懂了 面色骤变 轻贺道 丁灵 这是懂贼军团在聚众 想要围杀我们 丁灵点了点头 一路难行而去 中途几次绕道 终于在一次宽阔的场街道上 丁灵避无可避地 跟一只遗仗队伍相遇了 遗仗队伍上 刻着一个明晃晃的大字 懂 挨者何人 遗仗队伍足有两百多人 各个人高马大 身披肩甲 手持刀枪 为首的骑将 更是一脸的跋扈 他手持一杆长枪 微眯着眼睛 看侧马来的丁灵两人 大喝 速速下马 否则杀无赦 丁灵赵云 没有理会他 丁灵还好 有飞檐走壁身法 以及剑神术护体 马上 马下 都是战力惊人 但赵云却是马上战将 下了马 战力将大打折扣 丁灵自然不可能下马受负 他右手紧握方天画戟 左手持着朔月剑 因为马鞍经过改革 是现代马鞍的缘故 丁灵完全可以在马背上人力而起 再加上他的骑术满集 是以一手画戟 一手利剑 丝毫不影响他策马 反而两手兵器 可以大涨他的战力 答答 丁灵很快冲到了齐江近前 齐江惊怒不已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赶在董丞相之职 是钟大人的面前 如此嚣张的人 他一脸的不敢置信 继而气急败坏 放箭 射死他们 董丞相肯定是董卓 董丞相之职 又是势中的人 那只有董皇了 丁灵脑子里 快速闪过董皇的各种资料 这位可是统领进军的实权人物 没有想到 在这里遇上了 真倒霉 丁灵微微醋眉 但既然遇到了 就没有退缩的道理 他一手大己微微舞动 百鸟嘲讽枪的枪法 在大己之上完美展现 虽然是化己 但在丁灵大力 高明 完美级别入本能的枪法下 百鸟嘲讽图 时不时在虚空一闪而逝 枪枪枪 一只只利剑 被百鸟嘲讽图 尽数格挡在外 因为快到极致的枪 在虚空凝聚成图 不仅可以四盾牌挡住利剑 还可以四利刃 动穿敌人脏斧 丁灵跟赵云毫发无损地 挡住了第一波弓箭手的箭矢 迅速冲到了 跟董皇遗仗队伍 不到三十米的距离 如此之近 齐将等人 甚至于能清楚地感知到 丁灵身上的那股尊贵的风锐之气 是那么地高大 不可直视 光是靠近 就让他们有一种毛骨悚然 寒毛倒树的感觉 这是呼吸法入化境的气 齐将瞠目 折舌 忍不住大鹤 阁下到底是谁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患 他显然也察觉到了 丁灵两人的厉害 话语声有些打战 但丁灵赵云二人 没有理会他 冲刺的速度反而加快了 他胆寒 忍不住狂呼 盾牌手立刻向前 快刀手准备 长枪手准备 踏踏 几百人队伍 显然都是战力极高的一群人员 他们迅速组成了几个小队 盾牌手在最前面 轰轰轰 厚重的盾牌 被他们立在地上 迅速组成了一面 铜墙铁壁 长枪手从盾牌的缝隙中 把长枪刺了出去 长枪带钩 闪烁着寒光 快刀手站在最后方 随时准备支援 如此组团 可以说是小型骑兵队伍的克星 长枪可以勾连马腿 刺死骑兵 盾牌可以阻挡骑兵的冲击力 一身轻装的快刀手 随时可以飞升而起 快刀斩乱麻 杀死倒地的骑兵对手 看得出来 即将是个作战经验 极其丰富的老将 能在电光火时间迅速组团并对峙丁灵两人 十分难得 但丁灵对此丝毫不惧 很快 双方靠近 丁灵化几次出 首先正中长枪 他一声爆喝 啊 呼吸法竭力运转 两千多斤距离滚滚注入化几 随着化几用力往上一挑 轰隆 魂似洪流冲击大坝一般 迅速迸发而出得澎湃汹涌力量 竟是一瞬 把急杆长枪给硬生生挑飞了出去 如此还不算 丁灵趁势一挤 砸向了盾牌 这一挤 汇聚着三十六路天罡伏法中 最后的几记绝招 可谓力大事沉到了极点 魂似利府开山 更似重锤砸地 轰然声中 几面盾牌竟被直接砸飞了出去 挡在盾牌身后的几个人 一声惨叫 被一股距离给冲击的身部有几斜飞了出去 一路撞飞了 几个长枪手 这才停下 啊 丁灵冲开了一个盾牌阵列缺口 立刻策马冲入其中 左手剑神术 破晓剑术 夕阳剑术显神威 剑光霍霍 魂似剑神线人间 一剑光寒耀九周 右手白鸟朝凤枪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不时闪现 种种不可思议的绝技 羚羊挂脚一般施展而出 根本无人可敌 一剑 一挤 魂似两座绞肉机 所过之处 一片血雨腥风 无人是叮铃的一合之敌 竟是几个眨眼间 就杀死杀伤了不下数十人 魂似一道闪电般 冲杀到了齐江面前 在他胆寒 干烈的眼神中 一剑劈去 吭枪 夕阳斜下图 在虚空闪过 噗 齐江的头颅 被削铁如泥的朔月剑 给轻松斩断 咔嚓 剑锋斩断头颅还不算 于是还劈断了 那一杆张扬的董字大齐 咔嚓声中 大齐断裂 倒落在地 或许是外面的厮杀声 惊动了轿子里的人 他从中探出了头来查看 正好看到齐江头颅被斩 旗帜断裂的一幕 他骇然 大叫 我是晋卫军统领董皇 董丞相的侄儿 你是谁 竟敢杀我晋卫军大将王芳 王芳也是历史知名人物 丁玲也没想到 随意斩杀的一个齐江 竟然会是王芳 怪说不得有几分勇力与能耐 但既然王芳都斩了 就没有留董皇的必要了 他司机至此 守起己落 一几次向董皇 董皇早就在防着丁玲 见此忙把头颅往轿子里一缩 大叫道 来人 来人啊 有刺客 救我 保护统领 余下的快刀手 快枪手等骇然不已 虽然很是畏惧丁玲 赵云的战力 但仍然是义无反顾地冲杀而来 丁玲看得眉头微微一挑 这些将士的战力 远超寻常精锐 一个个竟然都快达到 三流武将的水准了 虽然距离三流武将 还有一段距离 一群接近三流武将的好手 这股力量绝对是极为可怕的 而且丁玲敢断定 这样的精锐绝对不多 若是杀了这几百人 绝对是捅了大篓子 但如今杀都杀了这么多 丁玲索性大开杀戒 一声吼 一手剑神术 一手白鸟嘲凤枪 魂似杀神般再次杀向敌方 这一次 这些汉勇的将士没有骑将指挥 分散作战 能力大打折扣 不再是铁板一块 面对丁玲的策马冲击 他们根本挡不住一盒 丁玲的剑神术 白鸟嘲凤枪法 都达到了满级水准 论技巧 已然达到了这个世界的巅峰水准 论力量 敏捷 体质 更是三项都达到了超一流水准 持久力及其惊人不说 还是高敏 距离 另外防御力也不低 一般的轻伤 根本不影响他作战 正是因为多种因素结合 使得丁玲杀敌 就似秋风扫落叶一般 画戟 朔月剑 魂似鬼神在挥动 精妙到了极致的绝技 能以敌人完全想象不到的角度 速度 杀向他们的脖梗 额头等要害位置 破 破 一个个将士的头颅被冻穿 在惨叫 嘶吼声中 倒地而亡 赵云在丁玲的身后 不时补刀 他的枪很快 做丁玲的后裔 能完美地把丁玲的后方给防护到 让丁玲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前冲杀 两人一前一后 两百多人的队伍中冲杀了几个来回 几次杀穿队伍阵列 只是片刻间 就把这群彪悍的将士 给悉数刺死 劈死 垂击而死 哼 丁玲冲向了轿子的方位 他跃出马背 施展飞檐走壁身法 一个轻身提纵 腾越到了马车的车头位置 这马车极其大 有足足十匹两马拉车 车身庞大无比 浑似一座装潢精致的木屋 丁玲挑开马车的车帘子 咻 一只剑突然飙射而出 直指丁玲的面门 丁玲手中剑神术舞动 吭腔 一副繁华图案 在眼前一闪而逝 浑似切割机般 把利剑切碎 绞碎了不说 还带起一股静气 直接冲入了车厢之中 伴随着一声惨叫 一具尸体倒闭在丁玲的面前 丁玲微微低头一看 竟是个满脸求须 身披肩甲的马夫 马夫满脸见痕 死不明目地瞪着丁玲 丁玲看向车厢内 董黄正蜷缩在车厢的一角 在一张极其奢华的大床上 还躺着几个瑟瑟发抖的妙龄女子 丁玲微微醋眉 对她们说了句 你们回家去吧 女子有些惊惧地看了眼丁玲 纷纷披好衣裳 亮呛着跑出了车厢 董黄见此 也战战兢兢地想跟着跑路 丁玲随即一击刺向了她 噗 正中董黄大腿 把她钉死在大床上 她惨叫 英雄 饶命 她半跪倒在床上 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愿意把所有的美人 黄金都献给你 只求你别杀我 身上带了大药没有 嗯 董黄一愣 忙疯狂点头 强忍着剧痛 手指一侧的小柜子 就在那个柜子里 丁玲拔出话戟 在董黄凄厉的惨叫声中 一击挑向了小柜子 柜门打开 里头果然放着不少贵重物品 有金珠 金叉 小小的金屋 两个精致的盒子 一本薄薄的密册 丁玲双目微亮 左手见挥舞 直接把车帘子给披落了下来 见一条 车帘子平铺在小柜子前方 丁玲话戟连连挑动 金珠 盒子 密册 纷纷落在车帘子上 丁玲随即把话戟插到车上 伸出右手 把东西给裹住 然后打了个结 往身上一杯 记好 再拿起话戟 她瞥了眼董黄 董黄手捂住左腿上 在流血的窟窿眼 还是忍不住谄媚一笑 英 英雄 你瞧 你都把我的珍藏都给拿走了 能不能 能不能饶了我这次 刚刚的密册还有没有 丁玲看得很清楚 密册表面上刻了几个字 校月枪决 校月专攻 校月枪决 太明显了 肯定是皇家绝学 只是让丁玲没有想到的是 她心心念着的皇家绝学 竟然在这里被她碰到了 她之前还想过去 董卓麒下的将军府邸找找看 如今想来 幸亏没去 去了也不一定找得到 看着董华时时刻刻 把这校月枪决带在身边 便可见一斑了 密册 董华一愣 但见丁玲醋眉 她打了个颤 芒飞速说道 丞相虽然格外开恩 让我们得以分享 皇家绝学密册 但密册真正完好无损的 不过两三本 我得了其中一本 另外两本 一本在丞相哪 一本在吕布哪 残余的呢 残余的大多被其他将领分了 我嫌弃是残篇 就没有拿 董华战战兢兢 很是害怕 如果英雄想要 我可以去帮你拿 不用了 丁玲想了想 让董华立刻绑复好伤口 然后让他骑马追随 英 英雄 你 你还是要杀我 只要你能安然带我们离开 我就饶你一命 丁玲冷视董华 若是我们有个好歹 你也活不了 我保证会在死前 拉你一起下地狱 董华无言 战力 他的马毫无疑问 都是绝世好马 丁玲看得眼馋 直接用话戟 批断了拉车的绳索 千来五匹一看就是最好的马 分了两匹给赵云 丁玲自己分两匹 另外一匹给了董华 让董华立刻上马 董华哆哆嗦嗦上了马 赵云在一旁看着他 丁玲的向马技能 早已经满级 虽然只是现实未免的向马技能 比不得一些高级的向马术 但用来分辨两马 好马 还是不成问题的 毫无疑问 这五匹马 都是最为拔尖的两马 不比丁玲的坐骑差 而且 马提铁 马鞍等一英俱全 正方便丁玲南下时 换马骑行 哒哒 丁玲在前开路 路上他再次听到了提示音 获得成就勋章 你设服了禁军统领董华 诸事 董华跋扈多年 张扬嚣张 除了董卓 他几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他天不怕地不怕 自意驰骋 七呀 横杀良民 在洛阳潇洒至极 无人可治 你是唯一一个 让他感到胆寒 惊惧的人物 因为在你的话题之下 他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 这种感觉 便是在董卓 吕布的身上 他都未曾体会过 又是一枚成就勋章 看来应该是没有玩家 从董华的身上 刷过成就勋章 而胡锋 王芳的成就勋章 应该是被其他玩家刷走了 胡锋 尤其是王芳 可是历史知名人物 身手不凡 达到二流武将水准 如果不是丁玲实在太强 冲杀得太过迅猛 他也不至于死得那么快 如此武将的身上 肯定有成就勋章 可惜 丁玲没有得到 而丁玲之所以会猜测 王芳等人的成就勋章 被其他玩家刷走了 是因为只有这种概率最大 当然也不乏其他可能 但丁玲目前没有想到 他甚至于觉得 有必要的话 下次下线 可以在现实网络世界里 好好调查问问看 只要问清楚 查清楚了 自然一切明了 马上会有大战发生 能提升就提升一些吧 丁玲扫了眼四下 舰长街道上的两边房子里 不时有人打开窗户 探出头来看自己 一个个的眼中 都蹦射出惊人的奇光 异色 丁玲了然 不消说 这些肯定是玩家了 也就他们赶在这厮杀的空荡 来探查 当然 其中肯定也有本地土著 但丁玲却也懒得去看这些 他策马即行 路上把画戟挂在一侧 把背包拿过来 放置在马背上 打开 迅速翻看 笑月枪诀 密册 看完 微微闭目 只是刹那间 图书馆上多出了一本书 笑月枪诀 随后 笑月枪诀满集 力量加0.2 敏捷加0.2 体质加0.1 噼里啪啦 力量等的增加 使得丁玲的骨骼经络 得到锤炼 伸展 增长 进一步使得身体素质增强 丁玲感觉持久力 战力等又提升了 他暗暗欢喜 心思 这笑月枪绝不愧是皇家绝学 竟丝毫不比万花剑法差 要知道 万花剑法 可是剑神术之下堪称 最强的剑法了 是属于真正的高等剑术 笑月枪绝不比这万花剑法差 可见其犀利 虽然增加的点数 较至万花剑法少一些 但技巧 攻击力方面 是丝毫不比万花剑法差 种种有关笑月枪绝的奥义 精髓化入四肢百骸 成为本能 丁玲能清楚地 感知到这枪绝的霸气 此枪一出 似能射服万物一般 有一种孤身独队苍天 明月的凄凉与王霸之气 好枪法 丁玲赞叹 但本能地觉得这枪绝 似乎还有更高阶的密策 不消说 那更高阶的密策 肯定在董卓 吕布的手里 现在丁玲也没办法去拿 赵云 给你 丁玲把笑月枪绝密策 扔给赵云 赵云接住 随意地翻看了几眼 收到怀里 问道 丁玲 你修成了 嗯 丁玲点了点头 董皇在一旁 却是有些傻眼 他一脸猛地看了眼赵云 丁玲 心想 你们两位 莫不是把我当傻子 怎么可能翻看几眼 就把这皇家绝学修成呢 没有师父指引 教导 我拿着皇家绝学 就跟看天书 没有差别 这么久了 仍然无法地欺瞒而入 你丁玲凭什么 对于丁玲这个名字 董皇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丁玲武艺高强 剑法之高 击法之强 让他胆寒不已 他甚至于觉得 丁玲说不定比吕布纳斯 还要厉害 如此猛人藏身洛阳 竟然没有人向他汇报 害得他遭此劫难 若是这次能安然返回 一定要严惩 巡逻洛阳的将官 但即便你在吗 也不可能看几眼 就学会皇家绝学的 真当我傻吗 董皇琢磨 那这赵云 丁玲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什么暗号 董皇越想越怕 不敢再多虑 只能乖乖地跟随在侧 中途 有巡逻的将士 看到董皇 刚想行礼 但被董皇一瞪 就退缩了回去 赵云警告 不要耍花招 董皇谄笑 绝对不敢 壮士还请放心 叫丁玲英雄 叫赵云壮士 如此差别对待 可见董皇的视力眼 也可见 他对于丁玲的畏惧之深 丁玲从柜子里 得到了两个精致的盒子 一本薄薄的密册 密册是笑月枪诀 这盒子里 装着的正是大药灵芝 灵芝年份 到底是多少年的 丁玲不得而知 但他咬了一口 呼吸法运转之后 呼呼 一股股热气直窜四肢百骸 浑身都暖洋洋的 十分舒服 热感围车不短的时间 丁玲看了眼人物面板 力量加零点二 防御加零点二 跟早前 从呼枕那儿得到的 大药的药效 几乎相差无几 可以肯定 绝对是 极其珍贵的宝药 如此宝药 董皇是随身携带 可见对他的重视 可惜 如今便宜了丁玲 丁玲几口吃完 力量加零点八 防御加零点八 又在力量与防御上 各自增加了零点八点 也就是磷脂小了些 要不然肯定比人参增加的 点数更多 但即便如此 也相差无几 药力汹涌澎湃方面 可以说 比之早前的人参大药 有过之而无不及 呼呼 丁玲长呼口气 鼻尖甚至于有两道模糊的白色 脾炼喷涌而出 这是呼吸法运 转到了极致的外在体现 两种呼吸法 同时显微能 使得丁玲在汲取 炼化磷脂药力方面的速度 可谓是提升了好几倍 好时极端 这对于丁玲来说 无异于是一个好消息 不用特意停下来 等灵芝消化了再走了 他吃完这一朵灵芝 打开另外一个盒子 里头同样是一朵灵芝 咔嚓咔嚓 几口吃完 滚滚药力 在脏腹之中激涌 两大呼吸法急速运转 飞速地汲取 炼化药力 把药力化作大锤 锤打皮膜 筋骨等处 使得丁玲的筋络 被拓宽 皮膜 变得愈发坚韧 骨头越来越坚硬 防御力增强 力量暴涨 力量加0.9 防御加0.9 这一朵灵芝 直接在力量 防御上 增加了0.9的属性点 丁玲看了眼人物面板 实力 根骨一 普通人为一点 智慧二 力量22.5加0.2加0.2 加0.8加0.9等于 24.6 敏捷21.7加0.2 21.9 体质21.2加0.1 21.3 防御16加0.2 加0.8加0.9 17.9 魅力4 力量 防御增长的速度最快 力量如今已经暴涨到 2400多斤 举手投足间 都具备汹涌而澎湃的恐怖力道 二流将领 根本挡不住 丁玲的一击 即便是一流 也挡不住几招 只有真正的超一流 才配做丁玲的对手 防御到的17.9 可以说丁玲现在是 相当于背着 好几层防御铠甲 一般的士兵 根本对他破不了防 恐怕只有利剑 贯穿要害 刀刃劈砍 再搏梗 头颅等方位 才有可能让他中创 别的地方 他很有可能 扛一扛就过去了 这种感觉 真的是让人陶醉啊 丁玲精神大振 实力飙涨 带来的就是极大的安全感 本来略有些空虚的心 这一刻也充实 自信了不少 董皇把丁玲声啃灵芝 气势飙升的一幕幕 看在眼里 惊得头皮发麻 不能自已 他无法想象 丁玲是如何做到炼化 灵芝为己用的 但转而他想到了丁玲 纳入化镜的呼吸法 略有些释然 但更多的 还是精具 如此逆天人物 怎么就被我给撞上了 真的是倒霉 大大 丁玲扔了空盒子 重新绑复好包裹 细在马匹一侧 抖擞精神 一手画戟 一手朔越剑 策马加速而行 有董皇在侧 一般的巡逻队伍 根本不敢对丁玲动手 都直接被董皇呵斥地跑开了 不得不说 带着董皇赶路 的确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若是不然 一路厮杀巡逻队 绝对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获得成就勋章 你震慑住了吕布军团 这事 有吕布军团的巡逻队伍 把你杀死飞雄军 绑架董皇的事情 宣扬了出去 使得吕布一方的部分将领 亲自带队前往现场 查看究竟 并问及左右邻里 路人 查明真相后 你的所作所为 让他们感到骇然 并未知震撼 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意识到 飞降吕布并不是真正无敌的 或许吕布已经出现了对手 你要小心 因为他们在遇到你时 绝对不会跟你讲武的单挑 大带率会对你群殴 因为他们知道吕布这样的强者 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取胜的 赶路时 提示音突然划过耳畔 丁玲微微一愣 继而释然 他一路上驱使董皇在侧 急迟各大长街 已经快要抵达南门方位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 怕是有半个时辰了 这个时候 一些巡逻队汇报情况 并被上司察觉 发现真相 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 我之前杀死的 竟然是飞熊军吗 飞熊军 东汉末年董卓的私人精锐部队 是西凉军中的绝对精英组成 由董卓的心腹大将李确等人统领 这是丁玲知道的信息 但如今看来 这飞熊军的统领十只新号新号 换成了董皇 到底是自己人 董卓任人为亲 是不讲道理的 难怪站立那般惊人 丁玲侧马而行时 随口问了董皇几个问题 得知飞熊军总共也就三千人 平时两千多人 驻扎在皇宫之中 守护董卓安全 剩余的几百人 一般有董皇统领 这次出行 董皇带了两百多 将近三百人 还带了个飞熊军 千人队伍 统领级别的骑江王芳 结果全都被杀死了 想到这 董皇就忍不住心计 丁玲问什么 他就答实嘛 表现得非常诚恳 老实 当然 丁玲知道这只是表象 他也没跟董皇客气 一路骑程 抵达南门后 便让他去叫门 董皇很想拒绝 但他知道 他拒绝了 死的第一个人 绝对是他 他的好日子 才刚刚开始 他可不想死 事已 董皇即便恨丁 灵恨得要死 此刻也不得不 强忍住距翼上前 对南门的守将 大声呵斥 瞎了你们的狗眼 没有看清楚 我是谁吗 速速给我打开城门 世忠大人 你这是 南门守将 是一个高有八尺 貌向睽睿的男子 就长相而言 极为不俗 但此刻 面对董皇的呵斥 他瞬间给人矮一头的感觉 他唯唯诺诺地说道 我奉温侯的命令 助手在此 没有他的命令 我不能开门 放肆 董皇震怒 我可是近卫军统领 董丞相的亲侄 他屡奉仙是什么东西 鳄鱼奉承 溜须拍马的小人 我叔父收他为义子 是高看他 并不代表 他能比我的这个亲侄的地位 还要高 你如今竟然敢拒绝我的命令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人 把你的脑袋给砍下来 当球踢 董皇一向跋扈 无理都很嚣张 有理那更是不可能饶人 他本就被丁玲 给威慑到发抖 战力 此刻被守将这话一击 当即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如果不是脚受伤了 手中又没有武器 他现在绝对会对守将动手 以泄心中的窝火之气 不敢 守将依然第三下四的样子 但却坚持不肯开门 气得董皇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丁玲见董皇也尽力了 只能让他退到一边 他一路难行而来 驰骋而过 不知道多少条长街 小道 听到的战鼓声越来越响 越来越密集 很明显 他跟赵云的事情 肯定已经彻底传遍了整个洛阳 现在已经引得大部队 都开始出动 对他围剿了 再也不干脆利落地打开南门 一旦被人堵死在这 前后夹击 他即便有通天之力 也只能驱死在这 这不是他愿意的 董皇一路上带队 节省了丁玲太多时间了 现在他勉强还有些时间 可以打通这南门 哒哒 丁玲策马来到了守将身前不远处 一抖手中画脊 清贺 你到底开不开门 你又是谁 守将在董皇面前 奴言蔽息的样子 但看到丁玲 一股冲消豪气迸发而出 他颇为不屑地看了眼丁玲 手中长枪一摆 冷然道 有我好蒙在这儿 谁来都不行 除非有温厚 董丞相的命令 吕布手下八剑将之一的好蒙 丁玲挑眉 叹息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你最好听是钟大人的话开门 否则后果自负 怎么 好蒙心中一紧 后退了一步 说说 他身旁左右身后的士兵 立刻蜂拥上前 手持长枪跟丁玲对峙 把好蒙护持在了身后 如此情况下 好蒙才四松了口气 大声说道 我也最后说一次 回去要来温厚 丞相的命令 我自然开门 否则你们强闯的话 就休怪我好蒙不留情面了 唉 丁玲一声叹息 给了赵云一个眼神 赵云了悟 握紧长枪 随时准备接应 既然如此 唯有洞杀手了 丁玲手中 话戟突然扬起 朝着前方的士兵 劈砍刺杀而去 一把话戟 熔练了伏法 棍法 刀法 枪法 几法等诸多武器的精髓 在其中 一经使出 便似乾坤道玄 幻界降临尘世间 但见漫天枪花 缓过虚空 一道道激烈而刺耳的 吭枪声鸣划过耳畔 在看时 十几个士兵捂着喉咙 一脸愕然 震害地看着叮铃 嘴里咕噜咕噜 似乎想说些什么 吐出来的 却全都是血水 这是什么枪法 好蒙是二流巅峰高手 虽然力量等距离一流 还有很长一段 距离要走 但长枪技巧上的运用 可以说 也道得了一个 非常高深的境界 是以丁灵用化剂 使出百鸟嘲讽枪杀敌 他一眼看出 刚刚的不是击法 是枪法 吭枪 枪枪枪 回应他的是 更快 更多的枪花 甚至于还时不时 各种勾连 劈砍 似有绝世伏法在被召唤 被丁灵打了出来 明明是一把化剂 这一刻 却杀出了十八般武器的味道 杀的士兵们 目不暇接 完全招架不住 许多艺人 一个回合都挡不住 真的是刚刚杀过去 就被化几次死 劈死 一瞬杀死十几人 丁灵的杀敌 越来越艺术化 越来越具备凄凉的美感 一手剑神术 一手枪法 腹法等不断交替 一边时不时晃荡而过 夕阳斜下图 繁花盛开图 一边则时不时划过 白鸟嘲讽图案 天罡巨斧图 各种图案 肉眼难辨 难见 只能隐隐看到一些幻影 然而往往还没有看清楚 下一刹那 士兵们就倒在了血泊中 一个人 一把戟 一柄剑 却杀得南城门口 血流成河 足足数百人 几乎被他一人杀绝 杀到最后 好盛都忍不住胆颤 想跑 他要爬上城墙 被丁灵看到 化戟一旋 一斩 把最后拦路的士兵砍杀 运用投掷技能 禁止把化戟 朝着好盛的方位投掷过去 好盛听到破空声响 本能地往旁边一臂 咔嚓 化戟直直地插入了城墙三寸有余 好盛吓出了一身冷汗 一个登地 魂似飞鸟般 快速攀爬阶梯到城墙上 叮铃见了 直接从马背上一跃而起 飞檐走壁身法施展开来 一登马背 魂似一阵风般 飘过虚空十几米 他落在了阶梯上 快速攀爬到了城墙上 朝着好盛杀去 好盛狼狈而逃 但他速度根本没有叮铃快 眼瞅着就要被追上 立刻大声喝道 我可以给你开城门 不用你来开了 都得罪死了 哪里有饶过他的道理 若是对方只是施展的拖延战术 麻痹他叮铃 那岂不是更麻烦 叮铃四级至此 几个跨步追上好盛 手中朔月剑朝着好盛刺了过去 破小剑术 万朵剑花凌空绽放 织旧而成一副繁花盛景图 朝着好盛当头照露而下 好盛幕侯 枪战术 哼 劲气爆发 一股凌厉而锋锐的气 冲出了他的躯窍 他紧握手中长枪 抖出一朵朵的枪花 试图依仗长枪的优势 先一步把叮铃刺死 枪枪枪 剑 枪交锋了不过一个回合 破 一朵剑花 划过好盛的手臂 破 一声脆响 好盛握枪的手被斩落 血流如注 大地上星红一片片 啊 好盛惨叫 面色惨败 亮枪着后退 他很是惊慌 别杀我 你杀了我 温侯不会放过你的 说的好像放过你 你家温侯就不会对我动杀手似的 叮铃冷笑一声 手中朔月剑朝着前方一挥 夕阳剑术 夕阳斜下图 闪过虚空 沿着好盛的脖子划过 破 一颗好大的头颅被斩下 扑通一声跌落在地 在地上滚了滚 滚到叮铃脚边 一双大眼直勾勾地盯着叮铃 似死不明目一般 脸上物资留存着恐惧 懊恼 后悔 不敢 丁灵看了眼 便飞身下了城墙 丁灵 赵云在叫他 丁灵寻声看去 原来是赵云 已经趁机开了城门 快走 我看到了 北边已经有大部队杀来了 嗯 丁灵点了点头 从城墙上拔出方天画戟 几个纵月 飞身上了马 他看了眼董皇 愣着大麻 速度 董皇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一次他终于全程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丁灵是如何杀敌的 砍瓜切菜都不带这么轻松的 太可怕了 这还是人吗 走 丁灵怒视董皇 手中朔月剑微微扬起 董皇大害 本能策马冲出了南门口 丁灵紧随其后出了南门 等几匹马都出了城 丁灵回首身后 依然是古朴 厚重 沧桑的王都 还是那一堵雄伟 灰红 大气的城墙 但此刻给丁灵的感觉 却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身上 似弥漫了腐朽 血腥 残败 不堪 堕落的气息味道 这是董卓的大军带来的 洛阳 丁灵深深地看了眼王都 继而头也不回得策马远去 如果有可能 他希望这王都 不要被毁灭 毕竟这王都的灰红 沧桑 已经刻入了骨子里 就这样毁掉 太可惜了 远离了王都后 丁灵三人 入了一片森林 暂坐休息 丁灵腹中 早就饥饿难耐了 之前几次提升 让他急需能量补充 他策马在林中转了圈 杀了几头野猪 回来做烧烤 有烟火气冲出了森林 弥漫在八方 会不会引来敌人 赵云细细看了两眼 有些担心 不可能不吃东西吧 吃饱喝足再赶路吧 丁灵道 再说了 各地都有风火台 更有八百里加急的士兵 随时会向各地禀告情况 在洛阳 我们是杀了 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那好萌貌似都不知道 具体发生了什么 要不然 我们绝对不可能 这么顺利逃出城 这次能顺利出城 除了董皇助力之外 也是丁灵一行人 够快 够强 够果勇 但凡优柔寡断一些 都可能会被困守 在洛阳城中出不来 也是 赵云势然 坐下来开始烤肉 一段时间后 两人吃饱喝足 董皇缺恶的腹中如肋骨 丁灵给了他一个猪屁股 他嫌弃 没吃 但饿得难受 也只能闭着嘴巴吃了 结果却发现 意外的好吃 丁灵贴了眼董皇 他再想要不要 干脆把他在这里宰了 带着这么一个脱油瓶 明显不至 董皇四看明白了 艰难地 把肉咽下去后 马上说道 英雄 还请放心 我在这私利境地内 绝对是有用的 有我在 一般将领根本不敢动手 我会尽我所能 护持你们出私利地界 只是希望你们出去后 能饶我一命 若是真的如你所说 饶你一命 也不是不可以 丁灵难得放松口风 董皇大喜 忙不迭说道 英雄 你接下来看我手段 保证 让你们一路顺风 没有人敢乱来 但愿如此 丁灵点了点头 几乎同时间 获得成就勋章 威震王都 就是 你的事迹 已经传遍洛阳各方 甚至传到了董卓的耳内 你的武功 记忆 让百官为之震撼 毫无疑问 你的战神名望 在这一刻开始暴涨 丁灵听到这 不由地瞥了眼人物面板 三 你必须让你战神之名 响彻整个未面世界 三百分号 一百百分号 之前是百分之二 现在往前跳动了一小格 丁灵若有所思 琢磨 看来在洛阳一战 也有不少人认可了 我有战神的本领 武功 能耐 所以 我的战神名望才会上涨 也只有这么一种可能了 只有被人认定了 有绝世的武功记忆 才会名望上浮 战败黑山军时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 之所以只跳动百分之一 估摸着 跟战败的人 大多都是二流武将武将有关 若是能似击败黑山军 绝大多数将领一般 击败洛阳流存的七八成战将 估摸着战神名望必定暴涨 思极至此 丁灵精神一阵 却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若是真的有诸侯逃懂 我在联军阵前 单挑董卓一方 或者联盟一方所有猛将 那战神之名必定会一路飙涨 这个任务说不定能提前完成 但这是真的实施起来 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 丁灵目前也不想 貌貌然加入曹梦德等人的一方 他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 若是曹梦德等人都不合他的胃口 那他自然也没有加入他们的必要 至于任务进度条 只要把握好战机 实力足够强悍 自然可以轻松完成 所以 说到底 还是提升自己最为要紧 丁灵心中有了决定 还是下扬州 去寻鱼籍 左辞修炼内练呼吸法 争取做到内外合一 毕竟 两种外练 呼吸法相结合 威能 都暴涨了很多倍数 对己身的增幅效果十分明显 若是内外合一呢 那效果丁灵不得而知 但既然王月言之 凿凿的说 必定会天下无敌 那想来是没差了 想到这里 丁灵不由的热血沸腾 天下第一 谁不想得到这样一个名号呢 虚名无所谓 丁灵在意的 还是那天下第一的 真正强大实力 不知道英雄准备去哪里 自然是南下 想要南下有几条路可以走 董皇也猜到了 丁灵要南下 要不然 怎么可能走南门 他早有富狗 此刻在丁灵照云注视下 飞速说道 可以往东走掩石城 拱县 过虎牢关 绕道走行阳城而南下 董皇手指不停笔划着 第二条路线是走一雀城 一路南下新城 陆魂城等地 到了松县 连续渡过两条河 一片山脉 就可以踏入荆州地界了 第三条路线 可以走一阳城 洛宁城 卢室城 绕道五关 就可以抵达荆州了 第四条可以往西走 过新安城 洪农城等地 到长安 再绕道入荆州 当然 也可以一直走入梁州 绕道一州 再入荆州或郊州 董皇侃侃而谈 竟是对地理情况极为熟悉 丁玲忍不住侧目 心思 看来董皇虽然草包 但也有自己的优点 若实在是服不起的阿斗 董卓何等彪悍人物 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禁军 交给一个废物统帅 那毕竟是关他的个人安慰 而如今看来 董皇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想想也是 能轻始流明的 又有几个废物 尤其是在一群汉将的眼皮子底下 成长起来的董皇 怎么可能是个无用之人 毕竟禁朱者赤 禁末者黑 西凉边将恶劣环境中 培养出来的人 绝对是比汉匪还飙的人 不知道英雄准备走哪条道 董皇说完 颇为忐忑地看着丁玲 丁玲沉思 还是决定走第二条路线 虽然这条线比较难走 但距离最近 而且有河流 大山阻隔 只要速度够快 董卓的部队 根本无法对他实施为煞 追捕 茫茫大山之中 董卓就算再逆天 也不可能找得到两个人 走东边 虎劳关可是有重兵把守的 若是董皇说话不管用 陷入之前南门那般窘境 岂不是完蛋 要知道 南门还能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但虎劳关绝对做不到如此 因为玩家有一定的概率 会为了抢功劳 而主动汇报丁玲的情报 说不定 现在虎劳关手将的桌面上 已经摆满了丁玲的相关信息了 丁玲向来不但以最坏的恶意 去揣测玩家对他的态度 因为人有好坏善恶 有些玩家的确是坏的流浓 超乎底线 这不可否认 当然 更多的玩家是正常人 有着正确的三观与道德底线的 丁玲不需要太过提防玩家 因为他也属于玩家 他知道 大多人都是普通人 但又因为他是玩家 他也知道 玩家之中 的确会有非常坏的人 他也需要防备玩家 防的 就是这群小人 恶人 有些玩家的恶事莫名其妙的 就好像董卓 董皇等人一般 无故欺压 打压老百姓 对于这种玩家 丁玲的做法是 不惹我便罢了 惹了 那绝对是剑一个杀一个 以前丁玲只是普通人 被欺压只能忍 现在他完全不需要忍了 都有外挂 为什么要忍 走第二条 丁玲很果断 飞身上马 身背朔月剑 右手握画脊 左手勒勒勒缰绳 剑马立刻转向往南 他坐在马背上 看向赵云 董皇 该走了 我听到动静了 他耳聪慕明 的确已经听到大部队靠近的声音 他知道 可能是吃饭单个时间引起的 但不吃饭是不行的 因为他几次提升 消耗有些大 再不吃饭 腹中饥饿的时间太久 到时候急于赶路 再碰到敌人 大概率会因为脱力 而被对方困住 但吃饱喝足 神丸弃足 力有千军 持久力惊人 自然不需要担心这些 好 赵云点头 示意董皇开路 董皇一脸苦闷 但也只能当先及时了 丁玲殿后 他不选其他两条路 要么是太远 要么是因为敌人太多 走长安这条线 肯定是不可取的 梁州可是董卓的大本营 丁玲此去 不是自投罗网吗 至于走五关 同样的道理 有重兵把守 不可取 答答 三人都换了马 速度一点都不慢 之前在洛阳迁的吉匹马 这时候就发挥效用了 可以在剑马疲惫时 换马继续加速赶路 速度绝对快 但貌似敌方的马也不慢 轰隆隆的铁蹄声音 一直在耳畔回响 激荡 丁玲往后看去 能清楚地看到那漫天卷荡 而起的尘土 飞烟 都是骑兵 人数恐怕不下一千 具体多少不可知 这样下去不行啊 董华主动开口 若是到了一雀城 城守不开门 我们大概率 就会被围堵在城外 到时候就危险了 他会替丁玲考虑 不如说是替自己的小命考虑 丁玲深知这一点 点了点头 到 前 是否有比较适合骑兵冲锋的上坡 有 董华忙道 再往前走六七里 便有一个土坡 就去哪 丁玲你准备跟他们拼杀 赵云侧目 是我们 丁玲挑眉 不错 赵云满意点头 丝毫不见距异 对方人马再多 但只要我们京城合作 也是不用怕的 踢踏踏 七匹马急驰而过六七里路 果然丁玲看到了一个土坡 他便运马上了土坡 在坡的最上方立定 从上下冲击 若是剑马劈上一身铠甲 那冲击力肯定会很强 丁玲于是把其他马匹上的甲咒 大致地集中在了两匹马的身上 一些甲咒不合身 丁玲直接用绳子给固定绑腹 绳子是丁玲早就有的 此刻竟也用上了 做好这一切后 远方的一群铁骑 已燃杀瓣制 丁玲飞身上马 拿出五弹弓 弯弓搭剑 瞄准远方最前方的一个汉匠 在汉匠率对奔袭到 距离丁玲一百多米的位置时 丁玲松弦 蹦 一声轻响 剑似霹雳一般 滑破长空 朝着汉匠的头颅方位 飙射而去 吭枪 汉匠手持一杆长枪 双目炯炯有神 见丁玲隔着这么远就敢射箭 不由轻蔑一笑 一抖手中长枪 呼吸法运转 枪绝激发 一股静气 带着似能灭魂夺破的决裂之感 朝着剑矢刺去 一声响 碰 汉匠手中长枪的枪头一歪 一杆枪都差点拿捏不稳要脱手而出 怎么可能 他震惊 好大的力气 他的手微微颤抖 这若是他再大意一些 没有激发枪诀 那刚刚岂不是会被中创 想想 汉匠的额头 就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 魏絮 你还好吗 另外一侧 奔来一个身披将凯 模样英俊 身高体阔的将军 他手持一柄长刀 见汉匠面色难看 不由心中一紧 忙上前问道 可是哪里不舒服 没事 魏絮面色微微有些发白 抢颜笑道 我只是觉得 我们追击的这两个人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或许那些天外来客 没有危言耸听 我们必须小心些才是 呵呵 手持长刀的将军微微一笑 很是自信地说道 再厉害 也只是两个人 如何能挡得住 我们这一千多的狼起 他大声道 要知道我们狼起纵横 宾州边疆之地 可是杀的胡人 不敢南下木马 呵呵雄威 名震八方 怎么可能杀不死 对方两个人 可是率领数百精锐 镇守洛阳南门的好猛死了 率领接近三百飞熊军的 千人队伍 统领级别的 齐江王芳也死了 还有胡锋等人 都死了 丁灵赵云 两人凶煞之名 已经人所共知 我们不可小觑他们 魏絮面色凝重 快速说道 宋献 老实说 一开始 我也是觉得 我们此战必胜 是已对丁灵 赵云略有轻视 但刚刚 对方那一剑立大侍臣 太过不凡了 可见 丁灵在戾气方面 绝对是远胜我们 我们不可与其单挑 我自然不会傻到 跟他单挑 宋献点了点头 道 他能杀死王芳 好猛等将决 自然也能杀死我们 我怎么可能 这么愚蠢地冲出去 最好的方法 自然是发动狼骑兵 远程剑羽射杀他 可是董黄在哪 若是误杀不好交差啊 此刻未絮 宋献二人 已经率领骑兵队伍 到得了距离土坡 不过七八十米远的地方 立定住了 他们在跟丁灵 赵云二人对峙 站在这个位置 身为二流巅峰高手的他们 自然也能看清楚 董黄的大致样貌 不由地面面相去 大敢棘手 本来以为董黄这丝 已经被对方杀死了 毕竟从对方动手的 果决程度来看 实在是凶残 但他现在 竟然留了董黄一命 看来董黄对他的帮助挺大的 对方应该是想顾忌重施 借助董黄的影响力 一路逃窜出私利地界 和和想得挺美的 这两人做得好大事 已经惊动温厚跟丞相了 不论是温厚还是丞相 都大发雷霆 严誓杀丁灵 赵云二人 他们跑不掉 未续看向丁灵 赵云 手中长枪握得很紧 口中却在飞速说着 如今温厚也在调兵潜将 不久后就会杀奔而来 若是我们围住了他 让他暂时无法逃脱 等温厚赶来 他就死定了 是急 宋县赞同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困住他们 拖延时间 不仅是温厚 我们出发时 我还看到 华雄率领飞熊军出发了 飞熊军 可是丞相的第一精锐部队 华雄更是丞相 西凉一系的绝世猛将 丞相派出华雄 飞熊军 可见必定是震怒到了极点 已经怒不可遏了 华雄双目金芒闪烁不定 我们若是能先温厚 丞相一步 杀死这两人 你说我们 会不会得到破天之功 毕竟这两位犯的事 实在是太大了 杀死他们 就是最大的功劳 也不是不可以 宋县犹豫 但还是坚持己见 还是拖延时间为上级 毕竟董皇那斯也在那 不小心误杀董皇 我们再大的功劳 也要泡汤 你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 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董皇没死 两人商讨了一番 随后定了章程 决定还是围困最佳 当然 若是能有机会杀死丁玲 赵云二人 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动手的 以上说来话长 其实不过发生在片刻间 丁玲端坐马背上 一箭射出后 剑队方面有惊异之色 但却时不时地 会把目光投向他左侧后方的董皇 并且还跟一位同样身穿 降凯的人物在交流 那人同样会面带凝重地看董皇 丁玲稍稍琢磨就懂了 不消说 这两人一定是顾忌董皇 所以才会没有第一时间 向他发动攻击 既如此 丁玲再次弯弓搭建 这一次 他瞄准的不再是将军 而是囤长 君司马等次一级的将军 咻 蹦 弓四霹雳闲惊 剑四流星坠地 伴随着滑破苍穹的破空声响 扑 剑使正中 一位次级将军的额头 次级将军一脸惊恶 与不敢相信地倒翻在马背上 战马四有所绝 丝鸣一声 那刺激将军不受控制地 从马背上滚落而下 啪哒 重重地摔落在地 什么 魏絮 宋献侧目 大惊 紧接着就是震怒 魏絮怒吼 小心防备 他们没有想到 丁玲会直接选择攻击刺激将军 若是狼骑兵的刺激统领都死光了 那这狼骑兵的作战能力 等于就直接下降了一大半 统帅是魂 刺激将军是魄 只有魂魄皆在 这狼骑兵才会灵活 有序 魂似铁板一块 若是破不在了 就会成为漏雨的筛子 处处都是漏洞 继而为人所趁 魏絮宋献深知这个道理 所以立刻警觉过来 让人加紧防备 咻 咻咻 丁玲一剑接着一剑 他的基础剑术是满极的 命重率极高 加之力量 敏捷 体质 都达到了超一流 持久力 极其惊人 又有两大满极的呼吸法 增幅加持几身 使得他的箭矢锐晶天 力量磅礴弱弱海 尤其是现在 双方距离不过七八十米 已经拉近了太多了 到了这位置点 丁玲的箭矢的杀伤力 是极其明显的 一般的刺激将冠 根本挡不住他的箭矢锋 但凡选择硬拼的 都会直接被射翻落马 或被射死 或被射成重创 轻伤 咻咻咻咻 虚空之中 立一剑破空声不断 魂似收割凡人性命的死神镭刀 明明只是一个人 却射杀的狼骑兵群体胆寒 忍不住一退再退 丁玲见此 双目微亮 立刻明白了宋献几人的打算 当即呵斥董皇跟进他们 丁玲暂时吸了吐坡之上 冲锋杀敌的打算 他让劈着仲凯的剑马 停留在吐坡上 换了一匹青装的两马 侧马下了吐坡 靠近骑兵列队 继续弯弓搭剑 射杀敌方刺激将官 刺激将官的 将凯太过明显 丁玲耳聪目明 目立惊人 自然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咻咻咻 破空声响不断 魂似死神在摧毁 刺激将官各个心惊胆战 他们又惊又怒又怕 也是明白了丁玲的打算 有刺激将官立刻上表 大喊 两位将军 再不发动攻击 我们人心散了 就只能退走了 区区两位小贼 将军为何一退再退 不敢攻杀 也有军司马在贺问 平时他们不敢这么胆大的 但死神时刻盯着他 他有点绷不住 惶恐 忐忑之下 爆发了 我们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杀死他们 为何拿兄弟们的性命 开玩笑而不顾 哼 魏絮怒哼了声 势中大人在 谁敢动杀手 势中大人 军司马惊疑不定 在丁玲身边的那个人 是势中大人 你以为呢 宋献冷是军司马 要不然 你以为我们会那么傻吗 军司马信心不已 正待再说两句 咻 一只利剑魂似一道怪 冠川虚空的匹链 以势不可挡之势 轰的一下 正中军司马的头颅 竟直接把他的头盔都给射裂 箭头跟头盔 发生剧烈的碰撞 瞬间粉碎 折断 但剑身依然是被距离给带动着 撞击在了头盔的裂口处 劈里啪啦 几乎是瞬息间 剑身便沿着那裂开的口子 被锋锐的裂口边缘 给撕裂成几根细小的碎木 碎木崩散而开不少 但更多的 还是因惯性的力量 撞击在了军司马的头颅骨上 浑丝有一根根的木针 刺入了太阳穴等要害位置上 军司马一声惨叫 从马背上跌翻落地 他满头满脸是血 一双眼中饱含着对生的渴望 以及强烈的不甘 愤懑 他朝着魏絮 宋献伸手 挣扎着说道 香 将军 话语声未落 他已然咽气 一双眼渐渐失去光泽 魏絮 宋献经不知余 怒法冲关 有那么一刻 他们真的很想不管不顾 直接下令射死丁灵一行人 但李智把他们从疯狂的悬崖边拉了回来 他们自认为 不值得用前途来压保这次事件 羞羞 破空声不断 不时可见 刺激将冠落马 尤其是丁灵 赵云 董皇三人 策马追击狼骑兵 离得越来越近 箭矢的威力越来越大 到的最后 往往一箭射出 轰 竟直接把人给射得 飞出了马背 力度之大 堪称惊世骇俗 一般的刺激将冠 根本当之不住 强行用兵刃去挡 只会落得重伤而亡的下场 早知道派遣重骑兵来了 魏絮后悔 狼骑兵是轻骑兵 攻高 敏捷高 速度快 但缺点就是 防御力不足 为了能追击上丁灵 赵云二人 派遣速度快 攻击力高的狼骑兵 最为合适不过 这是吕布亲自下的命令 魏絮 宋献也觉得非常有道理 更认为 有天下无双的狼骑兵冲锋杀敌 必定是所向披靡 铲除区区两个猛将 不成问题 在边疆 他们又不是没有杀过绝世的猛将 但真的接触了 他们才知道丁灵的棘手 相较于赵云 丁灵竟然剑术极为惊人 而且力气之大 简直可惊可不 一剑之力 怕是少说也有一千斤 除了二流巅峰 一流猛将 二流普通武将 也不敢说 能硬扛住如此一剑 哪个硬扛 哪个就大概率会死亡 再加上狼骑兵身披皮甲 防御力不高 面对这样的一剑 就似只能被动等死 你不要欺人太甚 魏絮眼瞅着屯掌 军司马等 几乎都要死光了 终于忍不住了 侧马而出阵列 枪指丁灵 高声爆喝 丁灵 我是温厚麾下大将魏絮 我现在警告你 不要惹毛我 要不然 后果自负 魏絮 丁灵挑眉 把高举的武丹弓放下 行思 来者竟然是八剑将之一的魏絮 那么 另外一个是谁 见丁灵看向自己 宋县出列介绍了自己 丁灵了然 又是一个八剑将 那这么说来 后方的是吕布的精锐骑兵狼骑兵吗 我们狼骑兵是边疆百战精锐 温厚更是有非将之名 威慑一方 你若是不想 被温厚施做仇扣 就最好助手 宋县大赫 我们兵州军 驰骋杀场多年 战无不胜 公无不可 你跟赵云虽然很强 但区区两人 如何感到我们数万兵州军的锋芒 你要是识去 就乖乖地跟我们回洛阳 争取宽大处理 我们也定然会为你说话 听到宋县这么说 丁灵冷冷一笑 竟敢威胁他 他立刻抬起放下去的武弹弓 拉紧大弓 搭上利剑 松贤 蹦 一剑射向宋县 宋县大惊 想要避开 但箭矢的速度太快 而且 双方此刻距离不过五六十米 根本不可能避过全身 即便避开了头颅要害 但大概率 会被射中避绑 宋县自然不想受损 本能激发呼吸法 运转刀绝 一刀重重地劈向了箭矢 开山刀法 哄 一刀劈开 似能撕裂天地 一般绝世的锋芒 从中迸发而出 跟如电如光的箭矢相机 轰然声中 发生剧烈爆炸声响 箭矢碎裂 化作碎屑 八方崩散 宋县身子晃了晃 一个不稳 差点栽落马下 他心中骇然不已 强忍住惊惧之色 故作淡定地看着丁玲 你真的要跟我们鱼死网破 他的手在微微发颤 刚刚的一击 他用出了全力 却也只能刚刚好 挡住这一剑的劲气 对方的力气太大 箭矢的攻击力太高了 宋县心中骇浪翻涌 无法淡定 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 丁玲的犀利 彪悍 之前只是观看了现场 觉得丁玲很势不凡 但到底没有亲身接触 感触不深 现在已经试探 宋县便明误了对方的强大 不由精切 更不敢再上前了 御马 一步步退回了狼骑兵的队列之中 他本来就没有跟丁玲单挑的打算 事宜 一开始 宋县就离丁玲很远 但如此远距离之下 丁玲仍然有威胁到他生命的能力 这让他又震撼 又憋门 又害怕 不由地退缩了 未须看懂了 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赶紧说道 且慢 丁玲 你要知道 我们完全是看在世中大人的安危上 才不敢对你动杀手 真逼急了 我们才不会管这些 你可要想清楚 董皇心中一紧 一张脸紧绷了起来 他不由地看向丁玲 生怕丁玲选择放弃他 丁玲微微挑眉 再次收起大功 董皇松了口气 他却有所不知 丁玲在权衡利弊后 觉得暂时留董皇一条小命 更利于他跑出私利地界 若是董皇一死 丁玲南下的难度 将成倍增加不说 还会面对吕布 董卓一方骑兵的乱剑射杀 当然 丁玲的剑神术 百鸟嘲凤枪 孝月枪决都已经到了入本能的境界 一般的乱剑 他也不怕 他只是担心 对方死咬着他不放 这样一来 没有时间吃东西 早晚会历解 而到了那时候 再被对方围杀 恐怕也只能下线了 但他下线 赵云就死定了 即便在上线 有玩家帮衬的董卓 吕布军团 依然会精准地 对他进行绝杀行动 所以 这是不可取的 丁玲心中一转 当即便说道 想要我不放箭 你们必须远离 我们三人少说 也要在十里以上 十里路程 足够丁玲做一些准备了 他是希望狼骑兵回洛阳 别对他进行围剿 但他知道这不现实 所以很干脆没说 可以 未去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我们现在就撤走 不能射杀董华 又无法在剑技上 跟丁玲相比 更不敢单挑 并且 还要时时刻刻 面临丁玲的冷箭 未去 宋献 憋们至极 只能暂时选择退却 他们需要等吕布的口令 只要吕布下令 不用管董皇的小命 他们肯定不会管 踢踏踏 宋献 未去一伙人 气势汹汹而来 狼狈 不堪顿趣 伴随着冲销的烟尘 他们渐渐消失在远方 丁玲紧绷的心弦 微微放松了些许 他其实已经跟赵云 做好了拼命的准备的 但现在既然不用拼 那再好没有了 可以节省体力 耐力 获得成就勋章 你震慑住了狼骑兵军团 朱氏 狼骑兵诞生以来 从未惧怕过任何人 任何队伍 你是唯一一个 让他们吃了大亏 而不得不憋屈退走的人 这让他们极为愤怒 不嘎 事宜 你虽 震慑住了他们 但他们大概率会报复 提示音划过耳畔 丁玲微微一愣 介而是然 会报复才正常 不过狼骑兵的身上 有成就勋章 看来还没有玩家 在他们的身上 刷过类似的勋章 至于卫序 宋献 并没有 看来跟好萌他们一般 都被其他玩家给刷走了 丁玲若有所思 存到 本来还打算 以后特意去找一些 名人刷成就勋章的 如今看来 没有这必要了 不用想也知道 这些名人的成就勋章 肯定绝大多数 都会被其他玩家给刷走 玩家虽然没有丁玲 这样的外挂 但手段多种多样 丁玲从来没有 也不会小觑他们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疯狂开挂 把玩家们给远远地 甩在身后 让他们看不到 自己的背影 这样一来 他根本不需要 怕玩家的阴谋诡计 因为一切阴谋 算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是直老虎 所以 提高实力 才是上上侧 丁玲的路线 依然是选择 南下扬州学内练呼吸法 他也很好奇 学会了内练呼吸法 会不会真的天下无敌 除了鱼吉 左辞之外 也不知道这三国世界 还有谁会那练呼吸法 丁玲当然就这是问过王月 但王月也不清楚 王月身为横行九州的 一代剑神 跟童渊齐名的顶尖存在 都不清楚 那必定是真的不知道了 不过 丁玲就三国演绎这本书 知道一些事 例如 除去鱼吉 左辞之外 其实还有李懿 子虚上人 南华老仙 三位绝世高人的记载 南华老仙 就是将太平要术 赠送给张角的仙人 当然 具体情况如何 这一切 还有带丁玲去考证 不过他记得书中有记载 说子虚上人 李懿 貌似就在益州 就是不知道 这两人随着玩家的大量涌入 现在还有没有在益州 丁玲觉得 此去扬州若是无果 或许可往益州一行 踢踏踏 丁玲三人 策马赶到了第一座古城 也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一雀城 丁玲是很果断的一个人 在见到魏续他们远走后 他也没去追他们 去看看 他们是否真的会远离 他十里路 因为他知道这不现实 魏续宋县 既然对他动了必杀之心 怎么可能这么听话 必定远远尾随在后 寻找梁姬对他围杀 丁玲心中门清 但依然是策马即行 只要他速度够快 先一步蹲入茫茫大山之中 狼骑兵再了得也无用 开门 董皇早就被丁玲给驯服了 很是乖绝的上前大贺 老子是董丞相之职 当今朝廷晋卫军统领 堂堂是钟大人 你瞎了你的狗眼吗 竟然认不出我来 守城的将军 似认识董皇 闻听声音 细细看了董皇两眼 不由大惊失色 世忠大人 你如何会从洛阳跑来这里 关你屁事 速速开城门 我们要赶路 董皇瞪眼 怒视守将 是是是 守将貌似还不知道 洛阳发生的事情 不过随着一位士兵靠近他 跟他耳语了一番后 他面色骤变 惊疑不定地看着小兵 你确定 这是黄门郎的信件 你可以看看 士兵递上一份信件 守将打开 剑上面 果然有黄门郎的大印盖章 不由地犹豫起来 董皇急眼 杨定 你是不是找死 敢让我堂堂 禁卫军统领等你 你活腻了是不是 被丁林威慑 一路静若寒蝉 被他看不起的 兵州军团中的狼骑兵 给惊吓到 现在来到自己人 驻守的城池 竟然也被如此慢待 这是看不起 他这个禁卫军统领吗 他堂堂是钟大人 难不成真的一点 威慑里都没有 一个区区守将 董皇是气得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鼻孔冒烟 怒指杨定 杨定 你今天不亲自出城 给我好好赔罪一番 老子以后 一定要好好收拾你 世忠大人 杨定从城墙上 探头朝着董皇行了一礼 这才手指丁林 赵云说道 他们可是丁林 赵云 嗯 董皇一愣 杨定看明白了 尤其是看到丁林手中 竟还拿着一张大弓后 立刻把头缩了回去 砰砰砰 一个个盾牌兵迅速上前 组成一道铜墙铁壁 护住了杨定 杨定 这才在铁壁后方大声说道 世忠大人 对不住了 我不能违背董丞相的命令 不能给你开门 董皇张了张嘴 又是愤怒 又是震惊 又是尴尬 忐忑 不安 害怕百感交集 不外如是 他很是敬畏地看了眼丁林 生怕丁林愤怒之下 一几次来 把他给结果了 他可是见识过丁林的凶残的 绝对可怕 唉 丁林一声叹息 堂堂世忠大人 竟然如此无用 董皇下的腿软 要不是腿部受伤 他此刻必定滚安下马 给丁林磕头道歉了 这说得太吓人了 这 这 这个婴 英雄 他结结巴巴的 我 我再试试 我一定可以的 他现在恨死杨定了 害得他爹脸不说 还如此狼狈 惊慌 这仇他记下了 嗯 丁林点了点头 不置可否 于是 董皇再次上前尝试 对杨定各种辱骂 威胁 恐吓 但貌似毫无作用 丁林不由对杨定 细细看了两眼 只见着杨定高有八尺 身高体阔 五官端正 河下三缕长须飘飘 极有威仪 手持长枪 站在盾牌兵之后 不怒自威 对于这人 丁林有些印象 三国演义有记载 这杨定是董卓一方的汉将 后期董卓死亡 杨定更是升格为安息将军 后将军等职位 如此一个人物 如今 竟在一雀城守城门 这不是大才小用吗 不过想到一雀城 也可以算是洛阳究竟的 第一道门户 丁林势然 能把杨定放在这里守卫一雀城 可见董卓对他的看重 信任 行了 董华大声呵斥 骂的嗓子都冒烟了 杨定仍然无动于衷 丁林微微醋眉 让董华回来 要不是考虑董华还有些用 丁林可能现在 就砍了这董华了 一座衣缺城就这样子 后期的其他城池 他能搞定 丁林深表怀疑 董华面色微白的侧马 回到了丁林的一侧 微微低头 有些色缩 不敢说话 跟在杨定跟前 耀武扬威 跋扈嚣张的模样 迥然不同 杨定一方的人马 看得是大跌眼镜 议论纷纷 那人到底是谁 怎么看世忠大人 貌似十分畏惧 他的样子 不可思议 传闻董丞相极为信任 宠溺他这个亲侄 如今 他竟也会有如此畏缩的一天 有了解实情的玩家 在旁边疯狂透露真相 言说了丁林 在洛阳干的各种大事 引得杨定一方人马 心神震动 骇然不已 一个个如闻天方夜谭 不敢相信 丁林自然不知道 自己已经上了 黄门狼的黑名单 信息被黄门狼泄露 人也被黄门狼几次暗算 真对 杨定会及时止住 脚步不开门 也是黄门狼在暗中搞鬼 丁林却一无所知 但他却知道一点 很多事情和平不是求来的 而是强权与真理打出来的 他直接弯弓搭剑 对准了杨定 害得杨定躲得更年时候 他剑锋一转 对准了城门楼上的弓箭手 秀 伴随着破空声响 剑矢如流星般 划破苍穹 砰 正中弓箭手的额头 一剑把他的头颅骨都给射穿 一股距离带着他 一路撞翻了好几个弓箭手 丁林趁机一剑 接着一剑暴尸而出 咻咻咻 赵云立刻下马 在旁边地上剑矢 丁林弯弓搭剑 剑四极垫 四狂风 咻咻咻的七力声鸣中 正中一个个弓箭手的额头 胸口 心口等要害处 有的当场暴毙 有的 被护星镜救了一命 但也因为距离的轰击 给轰得倒飞出去 有人当场晕厥 有人则重伤不能起身 真正完好无损的几乎没有 都多多少少地受了伤 躲避 杨定反应过来 怒吼 弓箭手回射 此刻丁林距离城门 不过六十米左右的距离 很近 如此之近 才能完美地发挥出 五弹弓的威力 但一般的士兵 能拉一弹弓就不错了 相隔六十米 如何能显现出金氏威呢 就算真的有高手 但旁侧的赵云 手持一杆龙胆亮银枪 时刻戒备着 但凡有靠近的箭矢 都会被他迅速拨开 丁林无需管这些 心无旁骛的射杀弓箭手 只要把弓箭手搞定 丁林就可以直接使用 飞檐走壁身法 上城楼 杀阳定 丁林当然也可以选择绕城走 但这太耗费时间了 这城池少说长 宽也有七八里 真等他绕城走完 卫序的狼骑兵肯定追上他了不说 说不得还会有更多大部队人马 趁机追上 若是阳定也因此加入追击队伍 他岂不是会被十面包夹 丁林是不可能承受这种风险的 所以 杀阳定是必然之举 休休 丁林的箭又快又重 往往一箭出 必定中伤或杀死一人 少有轻伤的 不过片刻 城门楼上的三百多弓箭手 大多死伤 也有一百多弓箭手 早下的躲藏起来了 根本不敢现身 丁林箭头一转 对准其他刀盾兵 枪盾兵 这一次 他策马往前走了一大段 距离刀盾兵更近 如此近距离之下射箭 哄 往往一箭都似有千斤距离 一般的刀盾兵根本挡不住 连盾牌带人都被射飞了出去 城门楼上一片凌乱 杨定看得目瞪口呆 胆寒不已 死人怎会如此厉害 他看向之前的暴性士兵 你让我怎么挡住他 士兵是个玩家 文言 眼珠子一转 立刻说道 将军只需要坚持一段时间 相信温厚跟丞相大人 必定会率领大部队赶到 到时候 丁林 赵云二人必然是插翅难逃 必死无疑 他手指下方 说道 要知道他们 可是只有区区二人 可即便 我挡住了他们 我这位置也坐不稳了 杨定脸色难看 想到刚刚自己竟然下令回射 其中一个士兵慌乱之下 差点把董皇射死 他就吓得魂不附体 这要是董皇真的死了 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可即便没有射死董皇 但董皇受了剑伤 却是不争的事实 再加上自己之前 几次不搭理董皇的命令 董皇怀恨在心 对他秋后算账 几乎是必然的 想到这里 杨定就懊恼不已 后悔来一雀城街坊了 哄 又是一声众响 一位刀盾兵 斜飞了出去 啪哒 重重地摔落在杨定身侧不远处 杨定惊醒过来 看向丁林 见他的几匹马上 竟然都有不少的剑囊 每个剑囊中 貌似都装满了剑士 这丁林用完一个剑囊 还能接着一个 等他所有剑囊用完 他守城的士兵 不是都死光了 躲避 藏好 杨定怒吼 他自己也利落地 躲在城墙背侧 不再让盾牌兵护着他了 盾牌兵如蒙大射 一个个把盾牌都扔了 找掩体躲藏起来 生怕跑得慢了 踏入同僚的后尘 获得成就勋章 你震慑住了杨定的守城军团 注释 在你的重剑锋芒之下 无人可以幸免 短短不到片刻的时间 守城军团死伤惨重 他们对你的敬畏 在这一刻攀升到了极点 他们胆寒 战力 不敢再还手 更不敢随意冒头来面对 你随时可能暴射而出的剑士 又是一枚成就勋章 丁林微微扬眉 心思 看来如今玩家 只能单刷名人 名将的 军团的 貌似没有几个玩家能刷到 丁林若有所思 但很快 他回过神来 飞身下马 一手画戟 一手朔月剑 急速奔向城池方位 董皇一脸呆滞地看着 很是费解 他这是要干嘛 赵云本想帮忙 但看着足有三四丈高的城墙 也只能望而心探 如此之高 他根本不可能飞越得上 答答 丁林激活呼吸法 增幅几身 飞檐走壁身法全力运转 身似飞燕 一般清零 一个飞越 就是踏过虚空十几米 几个跨步便抵达城墙下 这个时候 包括杨定在内 所有人都藏匿在城墙一侧 根本不敢冒头 所以 绝大数人都不知道 丁林已经下马了 但也有几个时刻 在注意丁林的玩家 见丁林净胆大包天 一个人敢闯城门关 心中骇然之下 忍不住大吼出声 丁林杀来了 什么 杨定醒悟过来 手握长枪 微微路头观看城下 果然不见了丁林 一颗心不由怦然一跳 迅速命令刀盾兵 起身防御 他也拿起一块盾牌 迅速来到城墙前方 在玩家的指引下 往城下看去 只见丁林身形轻盈若风 他一声轻贺 把手中的画戟一致 哄 画戟的尖端 重重地刺入了城墙两丈高处 还不等杨定反应过来 咻 丁林一个蹬地 飞山而起两丈 落在画戟的脊身上 再重重一蹬画戟 身子再次拔高而起两丈 魂似真龙飞天 灵黄落地般 极为轻松 霸气地落在了城墙上方 杨定目瞪口呆 所有看清楚 这一切的守备军 也都是静若寒蝉 哄 丁林运转剑神术 拔剑 铿枪 直接杀入了杨定的守城军团中 西洋剑术 破晓剑术 魂似迅风卷地 秋风扫落叶一般 丁林所过之处 一片残枝断壁 血雨腥风 惨叫声不绝于耳 震天烈地 无疑人是丁林的义和之敌 往往剑花闪过 便可见三五人 同时被削断脖子 亦或者 西洋斜下图在 虚空一闪而逝时 往往便能清楚地看到 四五个士兵 被直接刺瞎 刺穿额头 一人剑锋之力 静魂似有千军万马 在冲锋一般 让人感到一种 由衷的心惊 胆寒 魂丧之感 杨定毛骨悚然 他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跟超一流高手之间的 真正差距 他毫不怀疑 自己若是上前 跟丁林对峙 可能同样一招 都挡不住就被秒杀 他不想死 杨定转身跑了 这对于他来说 是耻辱 他做将军以来 从来没有这么狼狈 不堪 可怜 无奈过 但今天 这一刻 通通都经历了 杨定甚至于开始后悔 自己没有开城门 放丁林过去 只要丁林过去 根本不会有这么多事 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咻 吭枪 丁林剑随身走 高敏捷 大力量 高耐力 配合入本能的大成剑神术 丁林魂四剑神下凡尘 一人一剑 杀得敌人落花流水 疯狂逃窜 有勇气敢于上前 抵挡丁林的士兵 都死了 剩下的人都在跑 包括那些玩家 不过丁林记住了 跟杨定尔宇的那个玩家 本能地觉察到 这个玩家 或许知道些什么秘密 他想抓住他 但那玩家看到丁林杀来 想也没想 直接似泥丘般 钻入人群中 溜之大吉了 丁林吐了个空 他也没有再管他 而是杀向杨定 杨定太眨眼了 一身降凯 威风凛凛 即便是跑 也是鹤立鸡群般 丁林飞檐走壁身法运转开来 几个轻身跨越 便直接跨过虚空几十米 轰 他立定在了杨定的身前 一剑刺向了杨定 杨定面色大变 想也没想激活呼吸法 运转加传绝学 杨加枪法 轰 一朵朵枪花凌空绽放 化作旋转的利刃 割向丁林的喉咙 丁林手腕一抖 朔月剑一挥 夕阳斜下图 缓过虚空 枪枪枪 一阵激烈的交锋声响 划破苍穹 下一刹那 破 杨定的右臂被斩断 他手中的长枪跌落在地 丁林用脚一挑 挑起握在手上 反手一枪刺去 破 刺死了几个杀来的士兵 然后又是一剑挥向杨定 吭枪 剑锋落在了杨定的脖梗处 丁林没有再往下斩去 不由瞪圆了眼看丁林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我可以放过你 丁林说了句 杨定眉头跳动 看了眼断裂的右臂 惨笑 我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你的左手还在 你想要我干嘛 杨定知道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直接问道 丁林手中长枪又是一抖 隐隐间可听到狼笑声 哄 长枪直接贯穿了一个刀盾兵的盾牌 刺穿了他的胸口 这 这 这 刀盾兵本来想救援杨定 偷袭丁林的 但不曾想 却遭遇如此一枪 他死不瞑目 但想到刚刚那今事 震天 堪称鬼斧神功般的一枪 他恍惚迷离中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喃喃的惊叹声 四字语 四凯叹 好 好枪法 死在如此枪法下 也是死得其所了 刀盾兵眼中的光芒 黯淡了下去 而如此一枪 也是惊得 原本还想偷袭的一些士兵 纷纷后退 色缩不前 一些机灵的 怕死的 更是趁此机会 直接脱了身上的铠甲 混入城中 逃之夭夭了 孝月枪诀 杨定震动 你是皇家中人 我不是 你不是皇家人 竟然也可以修炼孝月枪诀 倒入本能的境界 这怎么可能 杨定不信 丁林也不再解释 只是说道 你若是把你的杨家枪法传授给我 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绝无可能 杨定回答得很果断 坚决 家传绝学 不可外传 否则有何脸面 去见父母长辈 到了九泉之下 也没脸 没资格 去见列祖列宗 可你会死 我就算逃过此劫 也活不长久 杨定四看开了 坦然一笑 看向西北方位 只是可惜 没有死在故乡 破 他猛然扭头 撞向了丁林的剑 丁林猝不及防 只来得及微微后退 但已然晚了 射月剑锋利无比 杨定又撞得突然且用力 剑锋抹过了杨定的脖子 他的脖梗断裂 在鼓鼓流血 他看着丁林 似想说些什么 但嘴里咕噜噜冒了几个血泡后 他的头便无力地垂落了下去 将军 有士兵悲戚 冲向丁林 我跟你拼了 吭枪 丁林手中长枪抖动 枪花朵朵 十几个冲来的士兵 很快倒在了血泡之中 唉 丁林第一次杀敌 没有感到丝毫喜悦 他一声叹息 看了眼手中长枪 随手一致 长枪带着一股锐气 笔直地插在了杨定的身侧 就让这感杨家枪 陪着杨定去吧 丁林手持朔月剑 激活呼吸法 一股剑神的锋芒锐气 直冲云霄 让人不敢直视 不敢靠近 杨定虽然得人心 但真正愿意为他死的士兵战死后 剩下的都四处逃窜 霍微微缩缩地躲在一旁 根本不敢靠近丁林 丁林也没有要杀死这些士兵的意思 只是下了城楼 开了城门 踢踏踏踏 赵云侧马来 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几匹两马 丁林飞身上马 准备侧马离开 猛地想起了一件事 再次回到城墙畔 把话戟拔了出来 又转上了城楼 从杨定的怀里 摸索出来了一封信件 信已经被血水染红了 盈盈只能看到一些字 但末尾的那个大印 却是如此鲜明 刺眼 黄门狼 丁林揉碎了信件 看向洛阳的方位 是端木庆的思吗 想不到 竟然是他在算计我 呵呵 他冷笑 以后遇到一次 绝对要杀一次 不把你端木庆杀到灵姐 我如何能泄心中这口恶气 本来有董皇在侧 这一次的争端 是不会发生的 杨定也做好准备开城门了 但就是黄门狼的这封信 让这一切都毁了 在这一刻 丁林完全有理由怀疑 自己在王岳处习武的事情 也是端木庆透露出去的 而杀死胡枕 踏翻胡枕军团的事情 自己做得极为隐秘 根本不可能有人会知道 胡锋也说了 是栽赃陷害 是找替死鬼 而栽赃陷害的人 丁林一开始以为是李蒙 现在看来 必定是端木庆在背后搞鬼 是他把这一切透露给李蒙 再让李蒙告知胡锋 事实如何 丁林不得而知 但知道跟黄门狼有关就行了 而黄门狼 丁林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就是那个 被他杀死的玩家端木庆 端木庆 丁林长吸口气 不再想了 转身下了城楼 跟赵云二人 直奔一雀城的武库 董皇十分乖绝 大气都不敢喘得策马 跟在丁林身侧 他是真没有想到 丁林竟然真的把 校月枪诀修炼成功了 而且还到了话 进入本能的地步 确定不是以前 就学习了校月枪诀 董皇很是怀疑 因为如果丁林 真的只是翻一翻密册 就学会了 那这未免他也太离谱了 爵士天才吕布 也远远没有这么夸张 他甚至于因为太震撼 惊异 而忘了自己重见一事 对于杨定的死 董皇是痛快的 就算丁林不杀杨定 董皇也打定主意 只要安全 一定要宰了他 实在是太放肆了 竟敢无视他董皇 还差点把他给射杀 这要是能忍 他就不是董皇了 去武库干嘛 赵云疑惑 我找公 丁林指了指马赴一侧的武弹弓 武弹弓快断了 赵云看去 果不其然 武弹弓上出现了裂痕 想来再用几次 必定报废 董皇看得倒吸凉气 看丁林的眼神 就似在看牲口 看天神 武弹弓啊 想要满弓 少说也要六七百斤的力道 如此劲也要被拉断了 这是多大的力量 恐怖如斯 想到丁林拉武弹弓的场景 董皇就忍不住呲牙咧嘴 赵云也是动容不已 换作他 绝对做不到这一步 三人七匹马 闯入了成熟府衙 几个士兵看到他们 转身就跑 想来刚刚城头上的大战 也被他们看在了眼里 不是人人都有拼命的心的 绝大多数人都是怕死的 丁林也没杀他们 只要不是拦他的路 不是要他死 丁林就没有想过 要杀人 他又不是杀人魔 他到半路 拦住了一个老兵 让他带路去武库 老兵不敢不听 唯唯诺诺的英式 带几人到武库后 趁着丁林几人 去了武库里挑选兵器 赶忙麻溜地跑了 丁林毫不在意 他在武库里 挑了两把大弓 一把五弹弓 一把六弹弓 六弹弓封藏已久 带着历史沧桑感 弓的身上刻着一个李字 也不知道 这六十弓的上一任主人 是哪位将军 但毫无疑问 能拉开六弹弓的 绝对是一流猛将 能把六弹弓当武器用 一直拉的 那绝对是超一流 信里的超一流猛将 不会是李广吧 丁林拉了拉六弹弓 果然是把神弓 不仅需要极大的力气拉开 而且 弓身都是上等的材料制作成 弓弦也不知道 是什么精制作的 极其坚韧有弹性 非常不凡 好弓啊 丁林赞叹 疑惑 如此好弓 如何会存放在这里 董皇忙在一旁解释 我叔父做了成像后 就把皇家武库 等库藏分藏之 一雀城距离洛阳城不远 也藏了一部分 另外 掩石城 古城等地 也藏了小部分 而绝大部分 都藏在了梅雾 为什么要藏 赵云不解 都是成像了 而且 整个私利地狱 都被董家掌管着 以防不测 董皇甘笑着说道 这天下乱得很 我叔父也知道 不能把所有鸡蛋 都放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而且我严重怀疑 大部分东西 放在梅雾之中 可能只是一个幌子 真正的宝物 可能藏匿在其他地方 宰卖也填不心疼 董皇现在的表现 就是如此 为了活命 真的是什么都敢说 会说 看到他的表现 丁玲心中一动 有了想法 但现在不是说 这事的时候 他迅速地 开始给最强壮的 一匹两马 披上仲凯 之前的马凯 则被他扔在了一旁 这武库中的仲凯 是上品 无论是防御 质地 和身程度 都碾压丁玲之前的马凯 丁玲自然是用好的 之所以用仲凯 就是冲锋陷阵用的 至于这两匹 装备好了仲凯的马 丁玲不准备骑乘他们 就让他们 披着仲凯一路追随 除了仲凯之外 丁玲还在武库里 找到了很多剑囊 这些剑囊定型 尽可能的能带就带 都一一放在马腹一侧 七匹马 能带的东西不少 不过 为了不影响速度 丁玲尽量带倾斜的物品 太重的他都放弃了 那两匹批仲凯的两马 丁玲没有再让他们的身上放东西 以免他们跟不上 除了弓弩之外 武库里还有枪 刀 盾等兵器 这些丁玲都用不上 赵云也用不了 他有神兵龙胆量银枪 一般的长枪 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不过丁玲 还是给他选了一件 坚韧的防身皮甲 让他披上 以防不测 董皇最是怕死 给自己身上套了三层甲 之前差点被乱剑射死 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套了三层 体态臃肿至极 竟然还想套 被丁玲呵斥 这才停下来 你的马要是载着你 跟不上我们 别怪我不留情面 丁玲警告 董皇这才信信地 把身上的一层 重开脱下来 走了 三人七匹马 装备好 直接离开了 踢踏踏 马提声渐行渐远 直到再也听不到了 玩家们 将士们才敢纷纷从各地走出 一个个面面相去 相视无言 不久后 这是哄传玩家广场 洛阳各地 使得丁玲鸣声大噪 丁玲 新时代的战神 丁玲 一人一箭夺城门 丁玲 一把弓 远距离射杀射伤数百人 这些都一度冲上了 热搜排行榜前十 可以说 今天的热搜排行榜单前十 就有五个 都跟丁玲有关 他名气之大 可见一斑 说他是新时代的流量王者 都不为过 玩家之中反响热烈 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洛阳各地 接到消息的吕布 董卓等人 却是震怒 一个个都表示 一定要抓住丁玲 赵云 尤其是丁玲 死活不论 当心地调令到魏絮 送献手中 他们看到 可以不用在意 董皇性命的指示时 不由精神打震 确定是真的 魏絮侧目 看向传信的士兵 他不得不怀疑 要知道 董皇可是董丞相的亲侄 进卫军统领 董丞相 怎么可能舍得董皇死 可以派遣神剑手 在旁主公 你们辅助就行 士兵毕恭 毕竟回答 神剑手曹姓将军 骑成汉邪宝马 一路飞驰而来 算算时间 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有他主公 你们从旁辅助 只要小心点 不要真的不懂皇射杀 就没有大问题了 这是谁说的 温厚 那董丞相怎么说 我不知道 嗯 你退下去吧 魏絮摆了摆手 看着调令 若有所思 他知道说 不用顾忌董皇性命的 肯定是温厚 而说 最好小心点 别真的把董皇弄死了的 肯定也是温厚 可见温厚内心的矛盾 等曹姓来了 让他来射杀丁玲 赵云 宋献微微举起手中的大刀 我们择机率领狼骑兵 冲向他们二人 实际把握得好 救出董皇不难 说的简单 魏絮不同意宋献的看法 但当下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他叫来斥候问及丁玲一方情况 当得知丁玲一人一箭 杀穿了一雀成 他嘴角抽搐 难以置信 三番确定后 他倒吸凉气 喃喃道 这世界上竟有如此猛人 幸亏我们之前 没有冲动跟他单挑 要不然 实之就是一个死字 是啊 不知道温厚什么时候赶来 宋献也是心中震动不已 暗道侥幸 之前他就差点因愤怒 而挑衅丁玲 如今看来幸亏没做 要不然 肯定受到重创 温厚平时要保护丞相 就算来 估计也会晚于华雄 华雄来了 也好伴多了 他的飞雄军 可是丝毫不比我们狼奇兵差 某种程度上 有有圣志 丁玲并不知道 魏絮 宋献一方的行动 调令 他在出了一雀成后 就直奔下一座城池而去 半道上 他让董皇 把他们所学的呼吸法 武功等都说出来 董皇恶然 费解 英雄你不是懂得绝世的呼吸法吗 如何还会要我这平平无奇的呼吸法 你说不说 丁玲促眉 冷是他 他算是看出来了 董皇这人自私自利 极为小人 为了能活命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杨定死都不愿意说出家传绝学 但董皇就不一定了 本来他一开始 也没有指望 能从董皇这里获得绝学 毕竟就他所知 很多人都把家传绝学 看得比命都重要 尤其是呼吸法 更是绝无可能外传 他能从高揽那里 学到沙场刀绝 不得不说 是侥幸 也可以说 高揽为人守信 愿意信守莫言 高揽想不到 丁玲是可以开挂的人 要不然 绝对不会拿沙场刀绝做赌 至于童渊 王月都是属于世外高人 是特例 而潘凤 更是特例中的特例 正常的人都似张合 杨定这般 不会把真正的家传秘法绝学 传出去的 这是一个家族的根本 若是外传 就是动摇家族根迹 是背叛列祖列宗 一般的人 根本承受不了这代价 所以 丁玲从来没有想过 强迫其他武将 把他们的家传绝学传授 因为他知道那不现实 这个世界是信神 信命 信轮回的 正因性 所以他们在一般情况下 是更不可能做出 有为祖训的事情 除非勤非得已 出现难以掌控等等事情 而董皇呢 他不比杨定等人 他的心里没有祖宗 家训 长辈 只有自己 似他这样的人 并不多 果不其然 被丁玲呵斥 威胁了几句 董皇就一脸忐忑 不安地 把家传的 非雄呼吸法 说了出来 一边说 还一边演练 一遍过后 丁玲微微回想 心思 他看了眼图书馆 发现其中一个书架上 赫然多出来了 一本虚幻的书籍 赫然正是 非雄呼吸法 丁玲随即 让董皇说 其他武功 董皇不解 只说一遍就行了 但既然丁玲说行 那他自然更没有意见 连最为珍贵的 非雄呼吸法都说了 其他也没有什么 不能说的了 董皇开始说 董家绝学秘法 绝学有两种 一种是剑法 一种是刀法 丁玲双目微亮 让董皇先说剑法 剑法名为双绝剑术 此法一旦修成 可以左右开弓 快速射出一只 足以汇聚绝灭之力的 恐怖之剑 此剑术想要修成 需要先修炼初阶剑术 中阶剑术 高阶剑术 等三种剑术 都有一定的水准 方可修炼双绝剑术 否则强修 伤及肺腑 神仙难治 他说到这 顿了顿 剑丁玲面色不变 似在聆听 他眼角不由地抽了抽 都这样了 还要学 我只懂初阶剑术 所以我不会双绝剑术 但我有他的口诀 修炼法门及招式 我可以说出来 但你修炼不成的话 我建议你 不要修炼 强修太危险了 这倒不是董皇好心 他只是担心丁玲强修 出了毛病 大怒之下 把他给宰了 中阶 高阶剑术呢 我也不懂 董皇有些尴尬 惭愧 若不是家族之中 规定必须 人人要把双绝剑术的口诀 招式等 背得滚瓜烂熟 我还真不一定能记住这 繁琐的口诀 与繁杂的招式 丁玲说了口气 幸好这家伙 记住了双绝剑术的相关要点 精髓 若是不然 岂不是就此错过了这等绝世剑术 董家能依靠武功崛起 可见这剑术的不凡 若是不然 董卓一无所有 他凭什么做到现在的高位 还不是因为年轻时候敢打敢拼 以勇武世人 折服了众多部下 才有他不凡显赫的地位身份 你说吧 丁玲见董皇停下 示意他赶紧说来 董皇犹豫 这太危险了 我建议你 还是别修炼 我不懂这剑术 你也不懂 没有梁氏指导 修炼难度之高 可谓登天 强修伤及自身 不划算 他看了眼丁玲 飞速说道 再说了 英雄你如今剑术不错 武力惊人 还用得着学什么双绝剑术吗 你说不说 丁玲沉声贺问 董皇一致 继而乖绝地 把双绝剑术的口诀 招式等一一说了出来 末了还不忘说 英 英雄 你如果修炼出了岔子 绝对不关我事 我可是一五一十 原原本本地 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你到时候 可别怪罪我 丁玲没搭理他 微微闭目 书架上一本书凝聚而出 双绝剑术 下一刻 双绝剑术满集 防御0.4 身上微微发热 皮膜 经络等似 得到了神秘能量的垂躁 防御力随之而在增长 与此同时 有关双绝剑术的所有精髓 傲义 真理 都化作了本能烙印在了丁玲的身躯各处 丁玲有一种非常 储的感觉 自己似能轻松同时射出两支剑 每一支剑的威能都绝强 混带着一股狂躁的霸裂之气 这股气是飞熊呼吸法独有的 丁玲很难使将出来 但没关系 他的剑神呼吸法 灵魂呼吸法 比之飞熊 呼吸法还要高级 两种呼吸法同时加持双绝剑术 可以使得剑使 自带剑神呼吸法的锋锐 灵魂呼吸法的高贵霸道 这种剑 可谓无剑 除了硬碰硬之外 除非有更高段位的剑术 否则别无招法 而硬碰硬 蕴藏有呼吸法独特气息的剑使 一般的剑术高手 根本挡不住 呼呼 丁玲长吸口气 拿出五弹弓 弯弓大剑 两只剑使同时摆放在大弓上 随着丁玲激活呼吸法 运转双绝剑术 蹦 一声惊天脆响 滑破长空 两只剑使飞天而去 正中高空飞过的两只大雁 明明大雁隔得很开 但两只剑 却极为完美地同时射中了 啪哒 大雁无力地哀鸣一声 从高空坠落而下 啪哒 啪哒两声 跌落到了董皇身前不远处 董皇目瞪口呆 这怎么可能 董皇难以置信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可是双绝剑术啊 他叔父董卓 号称家族百年来第一天才 修炼这双绝剑术 都是用了足足十几年才达成 丁玲呢 片刻都没有 不算他讲解的时间 恐怕几个眨眼就修成了 太恐怖了吧 这确定是人 董皇都开始怀疑起 丁玲是不是遗失在外的董家弟子了 因为他实在是不敢想象 这个世界上 会有这么弥天的奇才 这完全不符合他的三观 也脱离了世间天才的定义标准 果然成了 赵云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但即便如此 他也是颇为动容 他没有想到 丁玲在枪术 刀术上天赋卓绝 在剑术上同样如此 试问天下 还有丁玲学不会的武功吗 再说另外一门刀法吧 丁玲颇感满意 双绝剑术 虽然不是高段位的武功 但在剑术之中 已经是非常难得的剑法了 一般的家族传承 能有高阶剑法就不错了 更别提真正的武功 董家能有双绝剑术传承 可见底蕴惊人 好 董皇回过神来 有些惊疑不定地看了眼丁玲 开始说起刀法来 刀法是双绝刀法 顾名思义 修炼到极致 可以手持双刀 左右劈砍 挡者披靡 修炼这武功 也是极难的 说到这 他顿了顿 确实想到了 丁玲刚刚修习双绝剑术时的一幕幕 他没再提醒丁玲 各种注意事项 直接说起了双绝刀法的口诀 招式等 招式是他下马 强忍伤痛 连笔带话给丁玲演练的 他并没有学会双绝刀法 但因为家族的规矩 他按部就班的背下秘籍 倒是没有问题 双绝刀法 下一刹那 双绝刀法满级 防御0.5 双绝刀法的所有精髓奥义道理 在脑海中一一闪现 丁玲呼吸间 就已经彻底掌握这门双绝刀法 这是一门丝毫不比双花剑法 疾风毛法差的武功 一定程度上 有有圣志 虽然比不上万花剑法等高段位的武功 但在低段位武功之中 也算是顶尖的了 要知道 随着丁玲越来越强大 一般的低段位的武功 给他带来的属性点涨幅是越来越少 但双绝刀法 仍然可以增加0.5的防御 可见不凡 呼呼 丁玲鼻尖喷涌 出两道白色的热气 这是自身防御力在增加 实力在增长 导致身体而生的自然反应 却是看得赵云 董皇动容不已 个个在想 又变强了 太厉害了 赵云鱼有容焉 董皇敬畏有加 哄 丁玲拔出马腹一侧的宝刀 铿枪 刀光如匹炼般横斩向虚空 噼里啪啦 刀光灿灿 宝刀横击 逆斩 随意的两招 却倒进了双绝刀法的精髓 看着虚空之中 一闪而逝的十字形图案 董皇瞠目结舌 这 这是双绝刀法大成入本能 才会有的标志性的外露表现 你 你 你 他看丁玲如看鬼神 你 你真的修炼成功了 见多了就不奇怪了 赵云随意地说了句 更是惊得董皇头皮发麻 寒毛倒数 他听懂了赵云的意思 丁玲以前肯定是经常这样学武的 思极至此 董皇这一刻 才是真正信了 丁玲随意地翻翻笑月枪诀的密册 就把笑月枪诀修炼成功这一事 他苦笑 胆寒 色缩 都不敢支持丁玲了 如此猛人 看遍古今未来 都不可能有的 怎么就让他董皇遇到了一个 真倒霉 英雄 董皇四想到了什么 谗笑 你学会了我董家绝学 能不能别跟外人说是我透露出去的 要不然 我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 叔父们大概率会打死我的 叔父们 看来董皇不止董卓这一个叔父 丁玲了然 点了点头 董皇松了口气 他当然也知道 丁玲战场上使用出双绝剑术 叔父等人第一个怀疑的 就是他泄露出去的 但他可以死不承认啊 认谁也不信 自己只是被绑架挟持了一段时间 然后丁玲就把他董家的看家本领给学去了 他青年所见 都有点不敢相信 他不信 叔父他们会信 董皇越想越坦然 不再担心这事了 他现在考虑的是 丁玲会不会放自己走 英雄 你看我这 他想求饶 走吧 丁玲冷视了他一眼 他没有说出口的话 瞬间憋了回去 他现在是越来越怕丁玲了 面对丁玲 比面对自家叔父 还要来得可怕 站在丁玲面前 他感觉自己四眠羊 在面对真龙 猛虎一般 根本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踢踏踏 三人七匹马 速度加快 消失在了远方 丁玲学会董卓家族的秘书 并没有耗费太多的时间 事业 当他们赶到下一座城池时 天色也就将将黑了下来 董皇依然是照旧前往轿门 这次守门的将军 是一个历史不知名的人物 他似极为惧怕董皇 乖乖放行了 董皇总算是发挥了作用 他自己也松了口气 暗暗抹了把头上冷汗 三人七匹马 在城中的守将釜底 吃饱喝足后才赶路 守将送温神般 把他们给送走的 等他们远走 他才察觉 后背出了一身冷汗 他之后 对自己的幕僚表示感谢 幕僚是个玩家 此举自然是为了刷成就勋章 他在这座城池 好不容易跟守将搭上关系 他也不希望守将死在这 于是给守将出谋划策 这才有了丁玲这一次的出城顺遂 幕僚 看向洛阳方位 心中十分不屑 端木庆区区一个小记者 也敢来命令我 真是不知所谓 这是在游戏世界做官做的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吗 他一声冷哼 转而看向丁玲的方位 目露奇光 我现在最好奇的还是 丁玲如何能快速学会各种武功 是如何做到 战力一路突飞猛进的 若是我也得到了他的秘密 我岂不是要起飞 幕僚心中炙热 开始琢磨 如何让丁玲相信自己 并把那秘密分享给自己 丁玲并不知道 有很多类似幕僚这样的人 在算计他 就算知道 他也无所畏惧 他在得到外挂 飞速学会武功 并成为排行榜上的常客后 他对此就有了心理准备 是以他藏在山脚的小村子里 这里人烟稀少 平时几乎没有人来 他当然也想过 利用黑客技术 偷偷转走外国的一些 钱庄里的黑钱给自己 亦或者利用黑客技术 给自己的身份证等等洗白 但他仔细斟酌过后 都放弃了 他上一次回归现实世界后 就特意上网 去学了黑客技术 还特意去隔壁市区的图书馆 转过几圈 把相关的电脑技术 都学了回来 但现实却是 即便他黑客技术满极了 这个世界上 也有很多黑客技术 不弱于他的存在 加之这世界上有枪炮 一些真正的大鳄 动用的雷霆手段 是超乎想象的 尤其是外国 各种草菅人命的事情 经常发生 丁玲怎么可能把自己置身于险地 他没有去出租豪宅 就是因为知道 即便豪宅地域安全保险措施 在时高级 真的有人要拿着枪炮来端他 他也绝对扛不住 毕竟豪宅想要租 大概率是要签约的 一旦签约 绝对暴露 想要不签约 就租建豪宅 丁玲除非走运 亦或者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而且 即便付出了代价 也大概率会泄露 毕竟市区里的人难来北往的 丁玲要吃饭 就肯定要跟他们交流 一旦交流又暴露了 至于点外卖等等 风险也是挺大的 丁玲的食量极大 吃那么多 怎么可能没有人好奇 继而主动分享给同僚 亦或者分享到社交媒体网络上 这样一来 他不是又暴露了 而学黑客技术隐匿自己 有一定的作用 但只要丁玲生活在市区 风险肯定得山村大 除非到了他不惧怕枪炮等等的时候 或许他会回市区生活 现在他不考虑 丁玲是个稳重的人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前 他不愿意太过冒险 这可是现实 死了就真的死了 他的外卦太逆天 肯定会为人所觊觎 必须谨慎行事 至于什么小概率事件 丁玲连相陪多年的美女房东 都不愿意相信 怎么可能相信其他人 他从来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最好的办法 就是飞速壮大提升自己 等不惧怕原子弹了 就可以无惧一切了 丁玲策马急迟 如是想到 我上次回归现实 都偷偷转移到另外一个山村了 跟原来的山村 彻底断联了 我这么谨慎 不可能有人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我 丁玲选择的地狱 都是山村 归根结底 是因为山村没有监控 即便被人发现了 他也可以逃入茫茫大山之中 就算对方有无人机扫描等手段 短时间内 丁玲也绝对是无虞的 而且他在现实里极为低调 就是怕引起最大的大恶 对他的打压 做人不能飘 特别是 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 丁玲心如明镜 等我成长到了无惧一切时 自然可以做想做的一切 丁玲自认比不上诸葛亮等智者 但他足够稳 心态较好 知道自己要什么 需要去做什么 就好比此刻 他要南下扬州学内练呼吸法 目标极为明确 下一座城池 就是陆魂城了 之前那是新城 新城过后 是陆魂城 丁玲三人 趁着月色连夜赶路 中途不断换马而行 深夜时分 抵达陆魂城的城门口 开门 董皇为的要死 加之又受了伤 此刻的面色惨败 很是难看 但他的身体素质极高 即便如此 也是生如雷吼 老子是禁卫军统领董皇 董丞相折儿 在他人面前 董皇张扬到了极致 浑似张牙舞爪的狮王 一身霸气 让人一看就知道 他底气十足 气魄不凡 势忠大人 一个守将探出头来 我们接到飞鸽传书 说不能给你开门 飞鸽传书都出来了 不消说 一定是玩家 在其中出了很大的作用 谁的传说 董皇怒吼 敢拦我去路 是温厚大人的 守将怯懦 小的得罪不起温厚 你的意思是 你能得罪得起我 董皇气得鼻子 喷出两道白烟 怒视守将 小的也不敢得罪 势忠大人 守将愈发色缩了 不敢就给老子开门 董皇瞪眼 大吼 再也不开门 老子堕了你 赵云在后方 看得叹为观止 董皇在小人 汉匪 狂徒 裴视等角色的切换上 可谓自如随意 几乎是妙道颠嚎 让人看不出 丝毫眼的痕迹 赵云自问 做不到如此 丁玲也觉得 董皇有做演员的前置 饰演狗腿子一流 做恶棍 也是绝对的王者 不能开啊 世忠大人 守将苦涩 不要为难小人啊 老子就是为难你了 董皇还要再说两句 丁玲示意他过来 董皇立刻乖乖闭嘴 策马屁颠屁颠地 来到了丁玲身边 又是点头 又是哈腰的谄媚模样 看得守将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情不自禁地 看向了丁玲 问身边的一个精锐士兵 他就是你口中的丁玲 是的 士兵是玩家 手持一个盾牌 把自己护得严严实实的 这才低声对守将说道 当然 我在洛阳等地有亲朋好友 他们飞个传书给我 说得很清楚 丁玲在洛阳干得好大事不说 除了洛阳 一人一箭杀穿了一雀成 士兵大概地把丁玲做的事情 说了一遍 守将听得倒吸凉气 看丁玲的眼神一变再变 道德最后 饱含震撼与敬畏 不开城门 丁玲看向城头方位 大声道 是准备好了 跟我一站吗 声音朗朗 响彻夜空 守将甘咽了口唾沫 有些不知所措 看向士兵 只见士兵也很紧张 不时看向守将 低声劝道 实在是不行 就开城门吧将军 刘德青山 再不愁眉柴烧啊 真死了 你想想你妻子 你的孩子 你父母 死了可是会掉级的 既能等级掉完了 就掉真正的等级 真掉到零级 那就完蛋了 是已 即便是玩家 也不愿意死 尤其是奋斗了很久 才把技能刷到五级 六级的人 更不愿意死了 这 这 守将迟疑 你瞧丁玲 已经开始弯弓搭剑了 玩家悚然 大人你要是再迟疑 丁玲射死弓箭手 再杀奔到城楼上 我们就死定了呀 这陆魂城的城楼 可没有一缺成高 一缺成丁玲 都能一跃上 你觉得这陆魂城的城墙 对他有难度吗 玩家利剑 分析利弊 尤其是说道 温厚真怪罪 你把责任推到 市中大人身上 不就完了 再说了 丁玲如此凶残 一缺成前车之剑 想来温厚大人 也不敢真的怪罪于你 他到底只是个温厚 又不是丞相 你可是归属丞相管辖的 守将如梦初醒 恍然大悟 立刻给丁玲开城门了 丁玲略感诧异 但看到守将旁边 对他挤眉弄脸的一个士兵 他了然 不消说 一定是这玩家帮了他 他朝着他友善地点了点头 士兵面露狂喜 就差没有跑到丁玲面前 大叫大神求带之类的话了 丁玲策马离去 没有在陆魂城多耽搁 直奔下一座城池 松陷而去 一路上 他们走的都是正道 也只有正道能策马及池 其他的山间小道 根本无法远行 更别说下扬州去了 丁玲除非到了斯立边界 否则在此之前 最好不要走小道 毕竟斯立边界山多 利于躲藏 至于陆魂城附近的山地 丁玲没有考虑 真的躲藏在这样的地界 屡不烧灵 烧山之类的 在围堵住出入口 他不是成了瓮中之憋了吗 这种事情不能做 有玩家帮助吕布 丁玲绝对可以想到 一定会有各种损招等着他 他最好的方法 就是远离私利 不行了 我不行了 英雄 董皇气喘得厉害 一张脸越来越惨败 不断白手示意 要休息一会儿 丁玲皱眉 看了看天色 又见七匹马 也是累得够呛 直喘粗气 便是赵云这等猛将 也是面有皮色 他想了想 点头同意了 董皇下马后 直接摊坐在地上 他的伤口经过简单包扎 如今急行赶路 伤口又一次撕裂了 有血液渗出 他痛得呲牙咧嘴 又不敢叫丁玲帮忙 只能自己默默处理伤口 他心底里暗暗发誓 以后出门在外 一定要向他舒服学习 带个绝世猛将 在身边做护卫 要不然太没安全感了 七匹马则在一旁 啃湿起了青草 赵云在席练呼吸法 调整状态 丁玲则是神丸弃足 丝毫不见疲态 赵云 董皇看得暗暗震惊 又倍感羡慕 如此体质 真的是生猛 休息了半个时辰左右 丁玲三人上了马 正待及时离开 踢踏踏 月色下 寂静的夜里 除了时不时响起的野兽叫声 这突如其来的马蹄声 十分刺耳 有人来了 赵云面色一紧 握紧手中龙胆亮银枪 侧马来到丁玲身侧 董皇面有色缩 躲在 两人身后不远处 丁玲扬眉 看向马蹄声的方位 现在再跑也来不及了 对方的马速极快 笔之丁玲的 有过之而无不及 即便丁玲跑得快 但只要停下 肯定会被对方追上 而若是丁玲跑到一座城池前 被这些人围堵 前后夹击 不是包了饺子吗 这种蠢事 丁玲决然不会去做 虽然他不怕 但也没有必要 拿赵云与自己的身家性命犯险 所以 丁玲很干脆地拿起了 六弹弓 弯弓搭建 对准了远方 他选择直面对手 他当然也希望 来人不是敌人 那可以免此一战 但可惜 踢踏踏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轰然入耳 丁玲看到了大量的轻骑兵 为首者赫然是魏絮 宋县 以及几个陌生的将领 在这一刻 丁玲甚至于开始庆幸 幸亏在这半道上休整过了 惊气神好了很多 战力 耐久力 恢复了不少 除此之外 若是真的等跑到下一座城前 再被对方追上 那更危险 丁玲 魏絮看到了丁玲 手指丁玲 对旁侧的一位将军说道 就是他 那将军骑着一匹 有别于其他剑马的绝世好马 见到丁玲后 也不多话 直接抄起马腹一侧的弓箭 哒哒哒 左右三只剑 被他分左中右搭 放在了大弓上 他弯弓搭建 对准丁玲 蹦 伴随着崩弦升起 羞羞羞 三剑齐发 一剑快过一剑 每一剑都似带起了道道旋风 一路锁过之处 虚空都似起了波澜 呼呼的风声大作 浑似龙卷洗地一般 三只剑 似破浪而出的快船 更似劈过虚空的闪电 速度快到了极致不说 那种扑面而来的犀利 粉碎感 足以让任何人迷离 胆寒 一般的一流猛将 面对这三剑 都绝无可能避开 能避开一剑 实属了得 接连避开三剑 或许只有真正的剑术高手 或者敏捷 反应力极高的一流巅峰猛将 才能做到 但如此之境 猝不及防之下 便是超一流 怕事都力有未待 叮铃瞳孔微微一缩 意识到了来人的厉害 立刻松开手中剑矢 蹦 蹦 两声弹响 划破虚空 两只剑矢从六弹弓上飞射而出 化作似能则人 而适得吞天巨蟒 伴随着极致的凄力破空声响 剑矢在两大呼吸法的加持下 魂似齐成灵簧的剑神洛凡尘 挥舞着绝世的神剑 劈向了人间 那似能刺破 劈碎一切的锋锐霸气 在轰然声中 竟先后撞在了敌将的两只旋风剑上 轰 轰 两声众响 魂似肋骨声鸣一般 伴随着霹雳啪啦声划破长空 两只旋风剑赫然崩碎 被锋锐霸气的双绝剑 给直接从中射穿了 双绝剑的剑头 也在射穿旋风剑后 崩碎了满空 但剑神仍在 仍然以极快的速度 冲向了敌将 双绝剑 魂似 宋献等猛将 都认出来了这剑术 不由骇然失色 董丞相的双绝剑那人 怎么会 魂似 宋献震动 不减 眼睁睁看着那两只 没了利剑的剑士 射向曹星 铿锵 旁侧突然伸出一把刀身 袖克有黄龙的长刀 刀身一抖 静气四溢 铿锵声中 正中剑身 接连两刀过去 枪枪 把两只剑士 给劈裂得四处崩散 曹星也就是刚刚射出 三只剑士的猛将 他骑成一匹汉鞋宝马 身躯雄剑有力 尤其是双臂 及其发达剑朔 他双眉如剑 五官端正 看着寻常 但一双眼睛 却似鹰眼一般 在黑夜里 都似在散发着 灼灼的光芒 他急促地呼吸了两口气 对一旁出手相救的将军道谢 张辽 身材高大 手提着一把长刀 双目炯炯的 看向丁灵的方位 沉声道 对方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 丁灵反应极快 在请客间 便跟曹星对射 直接射穿了曹星的两只剑步说 第三只剑 更是被他拔剑 直接斩碎了 这吐气胡落之间 可谓迅如闪电 但凡实力差些 反应速度慢些 都绝对会被对方的剑士给射杀 叫反应力而言 曹星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 一流巅峰猛将 但面对对方的双绝剑 仍然差点被射中 而对方却似轻描淡血般 化解了这一危机 可见对方的实力 必定远胜曹星 极其了得 从对方做出的那一桩桩大事来看 就可以看出 这人极为凶残 可怕 宋献在旁说道 最让我震撼的还是 他竟然会懂成像家族的双绝剑 这可是董家绝对不会 也不可能外传的秘术 双绝剑比之曹星的旋风剑 丝毫不差 若是结合呼吸法 一定程度上 甚至于有有胜之 而现在看情况 对方给双绝剑的 增幅极强 貌似超过了飞雄呼吸法 自带锐气与霸气 曹星的旋风剑 都当之不住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张辽握紧了手中的长刀 如果曹星的呼吸法能强大一些 或许可以胜过对方 现在貌似 只能做到比肩了 剑术可以比肩 但实力相差太大了 曹星苦笑 我三剑过去 被他化剑 但他两剑过来 我不一定能化剑啊 真不知道 他的双绝剑 是如何学会的 张辽也很费解 会不会是董皇传授给他的 怎么可能 未去否定 这才多久 就算董皇真的不顾祖训 大逆不道 传授了外人攻伐武功 丁灵也不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这武功 休息到入化境本能的地步 这就让人不解了 张辽正在再说两句 但见丁灵化解三剑后 猛地再次弯弓搭剑 对准他们一方 不由心中意谨 道 曹星 注意了 丁灵估计会顾忌重施 利用剑剑 对我们进行绝对的杀伤 你跟他对射 化解他的剑剑 没有问题 曹星点了点头 弯弓搭剑 左中右摆放三只剑 对准丁灵 在丁灵射出两只剑室的时候 他松手 蹦 三只旋风剑 混合着一道道的旋风静气 旋转着冲向了双绝剑 哄 在半道上旋风剑 双绝剑相遇碰撞 又发生了跟之前一模一样的场景 两只旋风剑被射穿 双绝剑依然似霹雳般 射向了曹星 另外一只旋风剑 尚未靠近丁灵 就被丁灵随手挥剑 劈成碎片 而张辽 也及时出手 化解了双绝剑 蹦 蹦蹦 双方 就这样一块对块 一剑快过一剑 射剑的速度越来越快 不过短短片刻间 便对射了十七八次 吭枪碰撞之声 不绝于耳 划破长空 响彻暗夜 丁灵依然龙惊狐猛 神弯气足 弯弓搭剑速度迅猛依旧 双绝剑的锋芒 恐怖如初 曹星却有些坚持不住了 旋风剑的锋芒 在不断减弱 他心中震动 一边弯弓搭剑 跟丁灵对射 一边快速说道 丁灵的实力 耐力 持久力远胜过我 再这样对峙下去 我吃不住 张辽 魏旭等人 早就看出端倪 在一旁商议办法 此刻文听曹幸这话 魏旭说道 没有办法了 为了尽最大可能 不误伤董皇 我们只能采取冲杀模式 以张辽 成林二人对峙丁灵 其他几位将军 随我围杀赵云 剩下的狼骑兵混乱之中 可以趁机解救出董皇 然后由军司马 带着董皇走远 其他狼骑兵 则配合我们 对丁灵 赵云 实施围困 绝杀 成林手持一把长刀 貌相不俗 河下有三缕短须 文听这话 点了点头 其他将军 也是纷纷同意 商量完毕 在丁灵跟曹幸的 第二十次对手完毕的刹那 张辽 成林猛地侧马而出 杀奔丁灵 口中大喝 丁灵 可敢决一死战 哦 丁灵眉头微扬 看了眼张辽 成林 他不知道来人是谁 但他看到张辽出手了 身手敏捷 刀法利落 是个绝对的一流巅峰猛将 现在的赵云 恐怕也只是略胜他一筹罢了 如此猛将 一定是位历史知名汉将 丁灵却没有理会他的大贺 猛地弯弓搭剑 射向成林 他不知道成林姓名 但趁机杀将 却是必然之举 修修 双绝剑显微能 射穿虚空 混带着绝世的锋芒犀利之气 射向成林 成林震动 曹幸也跟着张辽 成林 策马而出 剑子立刻跟丁灵对射 蹦 又是一次对射不利的结果 丁灵长吸口气 他知道对方神剑守在 很难获得战绩 但既然对方要跟他厮杀 他也没有害怕的道理 数次单枪匹马冲阵 此刻的丁灵 早已经蜕变了 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 他的胆破早已经化蝶 他的气质 更是远胜常人 一身英气 威风凛凛 即便面对数位猛将率领的 一千多的狼骑兵 他也丝毫没有惊惧之意 反而热血沸腾 他一声长笑 一手方天化己 一手朔月剑 策马就杀向了张辽 成连二人 赵云身披肩甲 外套皮甲 手持龙胆亮银枪 紧随其后 护持丁灵左右 两人都知道 只有彻底杀败 这只狼骑兵 他们才能顺利走出撕裂 若是不然 追杀没完没了 恐怕很难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至于董皇 丁灵赵云 已经不关心了 只要杀败对方 董皇就不可能逃脱 反之 他们失败了 一个董皇是走势流 他们也管不了 踢踏踏 马蹄铁踏在大道上的声音 震耳欲聋 双方都策马杀奔对方 速度极快 马都是好马 人都是猛将 双方使一冲锋 就展示了四红流 冲击大坝的汹涌 滔天气势 明明只是几个人 却带起了一股惨烈的厮杀之气 魂四有千军万马在对峙 再冲阵 董皇等旁观者 看得眼皮狂跳 意识到了 绝世猛将对己方的加持 增幅作用 可谓无限 修修 曹兴在张辽 成连的背后 不时对丁玲 赵云放冷箭 丁玲大怒 要不是实在杀不死曹兴 他早就射杀这家伙了 吭枪 丁玲一手剑 一手画戟 把自己防护得严严实实 任凭曹兴的旋风剑 再是厉害 也难射穿丁玲的防御 如今的曹兴 已经不是一开始锋芒毕露 锐气惊人的塌了 多次射出绝招旋风剑 他的锐气 耐久力 都在以疯狂的速度下降着 现在的旋风剑使 虽然杀伤力 依然很惊人 但已然无法对丁玲赵云 造成穿透伤害了 自然也破不了丁玲 赵云的神兵防护阵线 哄 双方很快在半道上相遇了 丁玲一手画戟 一手朔月剑 画戟施展白鸟嘲讽枪诀 朵朵枪花在虚空绽放 凝聚而出一幅白鸟嘲讽图案 暴刺而向成莲 朔月剑挥舞 剑神术显威 夕阳斜下图在虚空激荡 不时闪烁 跟张辽劈砍而来的大刀 在虚空激烈地碰撞 交锋 使异相遇 只是一个回合 伴随着一声惨叫 却是成莲被画戟刺穿了手腕 手中长刀跌落在地 什么 张辽震害 成莲战力之强 已然踏入一流 笔之未絮 宋献之流 丁林的一己 成莲速退 张辽大吼一声 手中长刀猛地发威 绝学月龙刀法施展开来 铺天盖地般的龙威 朝着丁林疯狂碾摇去 啊 隐隐中似能听到龙鹰声 张辽的刀身上 鸣克的黄龙都似在蠢蠢欲动 似随时会跳脱出刀身 一双龙眼在战战声光 看起来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 一刀斩落 静气四溢 霸裂 惨绝的气势 似要把一切都给斩落马下 丁林侧目 动容 一声轻鹤 放弃了趁机斩杀成莲 画脊微微一抖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运转 各种羚羊挂脚 妙到颠嚎的招数 杀本龙刀 铿枪 一挤一刀在半空相遇 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魂似火星撞地球 更似霹雳对闪电 电光火时间 劈砍出来了炫烂 而刺目的花火 咔咔 一刀一挤激烈交锋 刹那间相互劈砍对峙了十几次 魂似翼龙一缝在撕咬 吞杀 丁林越战越抖擞 张辽越战越心惊 一双手开始发软 每一次的碰撞 他都如遭雷击 十几次碰撞下来 他手都骂了 好大的力气 如果不是黄龙呼吸法 对脊身的加持 月龙刀法 对臂膀的增幅 我恐怕早就被他杀死了 张辽心中骇浪翻涌 已然起了避让之心 尤其是看到魏旭 宋献 侯承等人对峙赵云 竟然丝毫不占上风 反而被赵云杀得手忙脚乱 更是动容不已 若不是曹信在一旁 时不时对赵云放冷静 侯承等人 必定已经有了伤亡 走 张辽一转手中勾镰刀 月龙刀法激活到最大威能 一刀重重劈砍向丁林 轰 一挤一刀交锋的刹那 张辽趁势抽身而走 顿入杀笨而来的狼骑兵大军之中 狼骑兵 听我号令 对丁林实施射杀行动 此时此刻 已经有几个军司马 趁乱策马跑向了董皇 带着董皇走了 张辽终于可以无所顾忌了 但当他看到丁林一手剑 一手画戟朝着他追杀而来时 他不由地瞠目 他发现自己貌似低估了丁林的勇气与胆量 面对一千多狼骑兵 以及众多汉将 竟然不退反进 这一下打乱了张辽的布置 他已经奔入了大军之中 然而 丁林一步一驱 也跟着他入了大军之中 这时候 狼骑兵的射杀优势 可谓瞬间废了九成 想要对丁林乱剑射杀 根本不可取 因为月夜下 狼骑兵的势力本来就不如白天 射箭的准头自然也远逊平时 若是在丁林杀入大军中对丁林射箭 那大概率会导致几方伤亡猛烈增长 因为乱剑可能会射伤丁林 但也绝对会射死射伤几方兵马 果然 他的命令一下 狼骑兵本能听令对丁林放了一轮箭矢后 几方十几个狼骑兵被射中 滚鞍落马 被冲锋的铁蹄给直接踩死了 而丁林却丝毫无损 反倒是一手剑 一手画戟 开始大肆砍杀 吭枪 一幅幅西洋斜下图 繁花盛开图 在朔月剑的剑尖处 完美地绽放开来 所过之处 人仰马翻 一个个狼骑兵被刺死 刺伤 无人能挡住剑神术的锋芒 右手画戟更是大开大合 因为长度足够 所向之处枪花绽放 腐盲惊天 往往一招下去 扑 扑 就是五六个狼骑兵被砍死 削死 刺死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 白鸟嘲讽枪法 沙场刀绝 孝月枪绝 双绝刀法 不时在丁林的话剂上展现出来 在呼吸法的加持下 孝月枪绝的傲气 孤勇之气 展示得淋漓尽致 魂四匹马冲锋 像万迪的绝世凶人在杀人 双绝刀法则 更是自带双绝之气 被两种呼吸法加持后 两种双绝的气焰 似化作了一个太极图 不时在虚空闪烁而过 明明是十字的刀锋 却在极致处 四弯曲成了一个太极 双绝加双呼吸法 其微能赫然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各种招式不时轮转变化 狼骑兵中可以媲美三流武将的军司马 根本当之不住 往往眼前一花 就伸手一触了 短短片刻的功夫 就有不下数十位狼骑兵 被丁玲杀死 杀伤 张辽看得目自欲裂 他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或许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那就是他完全高估了 自己跟成莲联手的战力 低估了丁玲的实力 这人貌似比温厚还要强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他跟成莲联手 完全可以挡住 吕布几十个回合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张辽才敢提议 跟成莲联手对抗丁玲 只要挡住丁玲几十招 那么接下来一切就好办了 按照计划 丁玲绝对是必死无疑 但事情的发展 完全出乎了张辽的预料之外 初始交锋一个回合 成莲就被废了 不得不退入大军之中躲藏 而自己拼尽全力 使出绝学爆发式攻击丁玲 依然挡不住二十个回合 十几个回合下来 就被杀得手软脚软 这也是他呼吸法 刀法极其独到 刚猛 对己身的加持非同反响 若是不然 怕是三五个回合下来 可能就被杀败 杀死了 张辽司机至此 瞳孔一缩 心中已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我这次还是太过自信了些 误判了局势 张辽心中懊恼 后悔 但他着实想不到 各世界上 还有比吕布还要强大的存在 他基于丁玲的战绩 已经把丁玲提高到了 跟吕布等同的超一流猛将的位置上了 这对于他来说 已经足够谨慎了 因为吕布之名威震边疆 是实打实的飞将 能跟他比肩的人物 便属九州大地 怕事都难找到 但他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的是 丁玲在某种程度上 竟似胜过了吕布 这让他措手不及 一切布置都被打乱 接连下了两个昏招 反应过来时 也已经晚了 说到底 现在的张辽 还没真正成长起来 若是完全踢的张辽 绝对不会如此 但张辽到底是非凡之人 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后 就立刻开始想办法补救 想要取胜 或许只能远程射杀丁玲了 但之前 我们已经对他展开了冲杀行动 现在再来远程 却来不及了 因为丁玲 已经杀入了我方大阵之中 到了这时候 只能开展白刃战 近身战 尽量挽回损失 同时努力让狼骑兵 跟丁玲彻底拉开距离 张辽咬了咬牙 立刻召集武艺高枪的军司马 臀掌 联手杀向丁玲 吭枪 枪枪枪 丁玲在军阵之中 往来冲杀 自意横行 一手剑 一手划击 杀得人头滚滚 血流飘楚 惨叫声震天裂地 闷哼声此起彼伏 一个人硬生生杀穿了军阵不说 还调转马头 再次杀向军阵 这等行径 无异于再无事 鄙夷狼骑兵 狼骑兵震怒 试图反击 但丁玲的敏捷 反应力 身法等都绝强 在马背上浑似一缕风 一朵云 飘忽变化不定 任何试图攻击他坐骑 以及他本人的狼骑兵 都被刺死 砍死 消死 丁玲一人一马锁过之处 魂丝割草一般 一个个狼骑兵 被纷纷打落马下 一人一马 愣是杀出了万军冲锋的无敌气势 等张辽联手军司马 杀向丁玲时 丁玲已然杀死杀伤不下一百多狼骑兵 受死 张辽震怒 联手七位汉将 跟丁玲厮杀成了一团 同时他口中不断呼喝 命令狼骑兵 立刻远离丁玲 丁玲抖擞精神 哈哈一笑 一手剑 更似天神在开天辟地 时而剑卷起漫天繁花图 把一位汉将刺下马 时而画集舞动鬼斧神功般的妙招 接连刺死两位汉将 围杀的人再多 都挡不住丁玲迅速割草的张扬气焰 反倒是张辽跟丁玲的几次交锋 碰撞中 再次受到了内伤 他面色惨白 知道再厮杀下去 恐怕自己 都要交代在这里 眼角余光中 又看到赵云一枪 把侯承刺落下马 生死不知 心中不由大痛 怒吼 狼骑兵速速撤退 数位猛将率领一千多精锐狼骑兵 却被两个人给杀得 不得不狼狈撤退 这对张辽来说 绝对是前所未有的耻辱 但他见识到了 丁玲绝世的武功后 已然觉了近距离 依靠大军围杀丁玲的想法 狼骑兵攻高 速度快 但防御力不足 被丁玲靠近后 死伤情况极其惨重 若是换了重骑兵来了 或许会好一些 但轻骑兵 绝对不适合近距离对丁玲为杀 本来以为被温厚提拔后 我能因这一战而获得一些功勋 已让丞相 温厚侧目 如今看来 完全不可取 张辽不再有杀死丁玲 赵云的想法 最起码 今天晚上办不到 踢踏踏 在张辽的不断呼和声中 一个个狼骑兵迅速后退 丁玲岂能让张辽如愿 一己赐死一位军司马 策马就朝着狼骑兵大军追去 一人一马 敢孤身追大军 还被数位汉将拼死阻拦的一幕幕 落在几个玩家的眼里 简直似晴天霹雳一般 他们咋舌 骇然 本来以为 我们混到了狼骑兵的位置上 已经是逆天机遇了 结果丁玲这次呢 简直不是人啊 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不是说 想要学习呼吸法 玩家一般都是加入世家 成为某个将军的奴仆 或者仆从才行吗 丁玲的呼吸法 如何学来的 你是不是傻 肯定是童渊传授的 几个狼骑兵跑得最快 恶然是玩家团体 对于丁玲的绝世战力 他们第一次 有了直观的感受 太可怕了 那可是八百破十万 威震江东的 五子梁将张辽大将啊 竟也被丁玲杀得狼狈不已 不得不顿头 看着张辽 被丁玲一路追看 玩家们可谓是大敌眼镜 胡锋 王芳 郝蒙等汉将的死亡 他们感触不深 但张辽不一样 这位可是名流轻史 享誉后世的真正无上将军啊 张辽都快被砍死了 玩家们面面相去 都在想 这个时候 要不要去救援一些张辽 以刷取好感度 获得成就勋章的同时 说不得张辽感激之下 传授一些真正的绝学给他们呢 丁玲一开始并不知道 跟自己作战的人是张辽 但随着不断有汉将 呼喊张辽等人的名字 丁玲才意识到 跟自己作战的人物是谁 他释然 心想 难怪眼前这人如此难缠 竟是张辽 那就可以解释了 换作一般人 绝对早被丁玲刺死了 但即便是张辽 丁玲也没有丝毫手软 想杀他 就要做好被他杀死准备 哄 丁玲见神术显威能 一剑刺死最后一位军司马后 手中大几 用力重重一砸 哄 正中张辽的勾连刀的刀背 铿锵 砸得铿锵声做铭 张辽手中一颤 一个拿捏不稳 祖传的勾连刀震飞了出去 跌落在了地上 丁玲趁势一击 扫向张辽的脖梗 进风扑面来 盖地般碾压而至 似要把他给彻底淹没 吞噬 张辽感觉要窒息 从来没有这么一刻 他是如此靠近死神的 他心急到了极致 瞳孔扩大 冲血 生死危机之下 呼吸法爆发 哄 他猛地在马背上一滚 滚落马下 身子鼓在地上一滚 捡起勾连刀 二话不说 朝着丁玲的做起的马蹄 就是重重一刀 扑 马腿被削断 剑马一声哀鸣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丁玲坐不稳 头朝下 眼瞅着就要栽倒在地 张辽大喜 二话不说 飞身跃起 一刀砍向丁玲的面门 月龙刀法 被他运转到了极致 哄 似有滚滚龙刀 在虚空显化 鸣克有黄龙的勾连刀 再一次似 发出了龙银之声 嗡嗡 一刀破浪 闪海 分流 一路所向 虚空都似在未知战力 似要把丁玲 给一批砍成两段 赵云在远方看得大惊失色 想要驰骋救援 被曹姓 魏絮 宋献等汉将 联手挡住 玩家们看得精神一震 双目炯炯地看着 莫名地有些期待 被狼骑兵救出去的董皇 远远看到这一幕 更是喜笑颜开 就差没有仰天长笑 大敢老天爷 有眼了 然而下一刹那 所有抱有期待的人 都为之一致 只见丁玲身似飘零的枫叶一般 千钧一发之际 整个身子绷得笔直 足坚轻轻一点马腹 近似出唐的炮弹一般 笔直的船射 出去了三四米远 显而又显地 避开了张辽的金氏一刀 破 一刀斩落下 竟把倒地的剑马 给直接劈成了两半 血水流了一地 剑马哀鸣两声 目中光芒渐渐暗淡了下去 可以想象 这一刀落在丁玲头上 丁玲绝对有死而已 丁玲出了一身冷汗 他心中震怒之下 两种呼吸法飞速运转 给白鸟嘲凤枪 剑神术增幅 他也不用沉重地化解了 随手把他置在一侧 足坚挑起地上的一杆长枪 一手握住长枪 一手持神剑 快速杀向张辽 张辽面色微变 想也没想 转身飞奔而逃 他在跟丁玲大战的过程中 其实耐久力 体力消耗得极其严重 刚刚的一刀 几乎耗去了他身上残余的力气 再跟丁玲怒拼 必死无疑 但丁玲震怒之下 飞檐走壁身法激活 高敏捷加持 呼吸法增幅之下 魂似闪电划破苍穹 更似亡命兔在草原上飞奔 秀 魂似一道 迅风卷地而过 不过片刻间 丁玲已然追上了 刚刚跃上一匹 无主两马马背的张辽 将军 小心 几个玩家见此 冲向丁玲 想要讨好张辽 他们对此早有准备 冲得很快 竟在张辽 快要被丁玲攻击的那一刹 跃了出来 手持长枪杀向丁玲 同时被他们忽悠而来的 还有几十个狼骑兵 他们一起向丁玲出手 或刀枪横击 或射箭攻杀 丁玲剑神术 百鸟嘲讽枪显威能 虚空之中枪花朵朵 一闪而过 每一朵花卷过一地 必定会带走一条人命 相比于沉重的话戟 长枪在丁玲的手上 轻飘飘地 混若无物 丁玲手持长枪 施展百鸟嘲讽枪 笑乐枪绝 可谓无往而不利 朵朵枪花绽放 四镰刀割猪草一般 破 咔嚓 一个个狼骑兵的额头 被枪尖给点破 点穿 可谓瞬息间 便有七八个狼骑兵 死于非命 震怒下的丁玲 开启了暴走模式 长枪似毒龙钻 所向处 必定会冻穿一个个的头颅 一片片的脏腑 朔月间似坠落人间的烈日 往往一扫就是一大片 剑神呼吸法加持下的剑神术 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繁花图案 落入狼骑兵中 寝客间就会给他们 带来大量的伤害 虽然不足以致死 但一扫 就是一大片的繁花剑神图 也是足以让任何人胆寒 甘烈 浑丧 刚刚冲上去的玩家 还没有搞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感觉额头一痛 然后就被带走了 他们临死无论如何 都想不明白 同样都是玩家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 连稍稍阻挡一下 都办不到 太可怕了 他们只是希望 再次复活之后去找张辽 能得到张辽的秘法 武功 要不然真的就白死了 是也 他们是非常真切地 希望张辽别死了 但他们再也看不到 后续的战场情况了 丁灵如砍瓜切菜一般 杀死杀伤了围上来的 五六十个狼骑兵后 再去追杀张辽 却见张辽已然跑入了 几十米开外的狼骑兵大队之中 见到丁灵杀死杀伤 救助他的所有狼骑兵后 张辽心中又是惊慕 又是害怕 对于丁灵第一次有了 极为浓郁的敬畏感 获得成就勋章 你让张辽感到了深刻的恐惧 又让他对你有了极度的敬服 注视 张辽先有几经在生死徘徊的时刻 今天却接连经历了几次 你的武力震慑住了他 你的各种妙道颠嚎的绝技 也让他产生了佩服之意 若不是敌我双方 他肯定愿意跟你做朋友 因为你太强了 张辽很喜欢跟强者切磋 做好友 因为这会让他获得巨大的进步 但你的杀戮 已然激怒了他 你们或许在将来 仍然会有一战 他不会对你留守 因为他怕被你打死 提示音划过耳盼 丁灵没有理会 被激怒的可不止张辽 丁灵也非常愤怒 今天不把这群 总是追着他咬的狼骑兵 给彻底打残了 他绝对不会放弃 虽然是游戏 但刚刚那一刹那 还是让丁灵 有了钢针刺骨 刀锋刮背的经济感 他可不想死 即便是游戏世界 也是一样 因为冥冥中 第六感告诉他 死了后续 绝对会很麻烦 这第六感 丝毫来自图书馆 带来的加持 具体如何 丁灵不得而知 但他相信这种感觉 能不死 就绝对不能死 一路醒来 丁灵都非常稳重 果勇 杀法有道 他绝对不做 没有任何把握的事情 但即便如此 刚刚也差点栽一根头 这让他起了警惕之心 觉得以后 在杀死一个人之前 绝对不可小觑 小是他们 狮子薄兔 亦用全力 他岂能因为对方是名将就手软 丁灵在地上飞奔 浑丝骏马即持 丝毫不比一般的剑马速度慢 射击 张辽下令 羞羞 铺天盖地般的剑语 朝着丁灵 当头照落而下 丁灵用长枪一次 把一具尸体刺了起来 以尸体做盾牌 立在前方 左手朔月剑不停挥舞 剑神术激发 夕阳斜下图 繁华盛开图 不停在虚空旋转 绽放 把暴射而来的一些利剑 给遮挡在外 哒哒 丁灵急奔 浑似飞天的雷火 横空的神明 速度极快 顶着剑语 不过片刻间 几个纵月 已然奔腾到了狼骑兵的面前 在狼骑兵目瞪口呆 胆寒甘烈中 哄 丁灵把长枪挑着的尸体 重重地砸在了 当头的狼骑兵的身上 轰然一声巨响 狼骑兵被砸得惨叫一声 倒飞了出去 一路撞飞了好几个骑兵 才停了下来 丁灵趁机跃上马背 紧加马腹 满脊的御马术激发 控制着坐骑 朝着狼骑兵人 最多的地方冲杀而去 只要人多的地方 狼骑兵必定不敢放箭 要不然 他们就会误杀自己人 好可怕 看着丁灵肆无忌惮的一手剑 一手枪 策马在狼骑兵中往来冲杀 手中几乎没有议和之敌 真的是磕着急伤 碰着急死 闷哼 惨叫声不断划破夜空 张辽的身躯都在站立 发抖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一刻 对一个人这么惊惧过 屡不都没有这么彪悍 丁灵实在是太凶残 太可怕了 快撤 魏续送宪曹信等人 也撤退到了大部队之中 丁灵见到曹信 立刻杀奔向他 他看中了曹信的坐骑 再者 曹信的剑术极其惊人 有他在 丁灵的双绝剑术 无法显微 只要把曹信给干掉 丁灵就能利用双绝剑术 对狼骑兵等人以绝对的震慑 丁灵心如明镜 他也知道他一时半会杀不死张辽 即便张辽此刻看起来历劫 但他躲在人群之中休养 恢复 丁灵暂时也拿他没辙 等他干掉了曹信 再利用双绝剑术杀张辽 必定会事半功倍 踢踏踏 策马及驰 一路锁向 无人能挡 试图阻拦的狼骑兵 都被丁灵轻易杀死 他超强的体质 在这一刻发挥出来了绝强的威力 持久力 耐力可谓惊人 远胜一流巅峰高手 战斗到现在 依然可以保持在巅峰战里 对狼骑兵实施绝对的碾压 横杀 力量能跟他对撞一二 但体质绝对是远逊丁灵 丁灵可谓是多边形战士 力量 敏捷 体质 都几次打破智骨 防御也打破了一次智骨 堪称全方面的发展 一般的三流猛将面对他 根本挡不住一枪 可谓瞬息间就被刺死 白鸟嘲凤枪 校约枪绝 灵鹤枪法 灵凤枪法 各种枪法变换不定 时而霸气侧漏 时而诡异灵动 时而幻化出一片片的枪花图案 没有人能猜测到 丁灵的下一招会是什么 眼瞅着丁灵破浪分海般 朝着自己一方人马杀来 魏旭 宋县 曹信等人可谓胆寒 尤其是身后还有赵云 也在追杀他们 左前方有狼 右后方有虎 退无可退 必无可避 魏旭几人对视了一眼 竟齐齐杀向丁灵 他们没有选择 丁灵明摆着朝他们来 他们只能拼死一战 同时间 他们命令一些狼骑兵 对赵云 丁灵 进行无差别射击 这个时候 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再不还手 就真的要遭遇 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了 休休 不时可见 支支冷剑 从鞋子里暴射而出 绝大多数都是对准赵云 丁灵的坐骑 赵云战斗至今 已经有了疲态 一个不防 坐骑被一只冷剑命中 哀鸣一声 差点栽翻在地 赵云面色大变 只能跃下马背 持枪谨慎地 不时把暴射而来的 一只只冷剑给挑飞 护住自己的夜照玉狮子 这坐骑是师父赐予他的 他不希望有损 他看向丁灵 见丁灵龙金虎猛 依旧 不由松了口气 同时心中也是暗暗佩服 他在魏絮 宋县 曹信等人的联手下 接连挑飞了几个汉将 但仍然感到吃力 主要还是因为 曹信的冷剑威力太强 一个不防 可能就会中招 不只是曹信的冷剑 暗地里射向他的冷剑属实不少 他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 要不是如此 他也不会感到这么疲惫 此刻见丁灵杀法果断 冲杀四方 往来无际 自然是动容无比 心想 丁灵的体质 或许超乎了我的想象 这持久力 耐力 真的太强了 哄 丁灵的坐骑 被一只冷剑放翻后 他之前吃了亏 此刻有了准备 在坐骑倒地的前一秒 一蹬马背 整个人四处撬的利剑般 一个飞闪 已经来到了一个狼骑兵的面前 一枪刺去 把狼骑兵挑飞 身子轻轻一跃 飞升上了马背 继续骑着坐骑 冲向魏絮等人 他根本不给坐骑做防护 冲杀得十分之猛 之快 只要坐骑不被命中要害 依然可以在丁灵的御马树下 疯狂向前飞奔 很快 丁灵跟魏絮等人相遇了 张辽看得头皮发麻 忍不住大喊 小心 哄 吭枪 枪枪枪 双方使一相遇 便悉数爆发出来了 各自最强的绝学 开山刀法 宋献一刀劈出 似能劈山裂地 暴烈的劲气卷荡虚空 冲向正前方的丁灵头颅位置 无量枪绝 魏絮长枪抖动 一股澎湃之气 沿着枪头刺向前方丁灵的 驳梗要害 旋风剑 曹兴在几人身后 弯弓搭剑 接连三剑射向丁灵的头 驳 新三个要害位置 其他一些二流武将 也纷纷打出自己的最强绝招 一时之间 刀锋 剑鱼 枪芒 拂刃之气 似要把丁灵给淹没一板 丁灵抖走精神 毫不畏惧 左手朔月剑 不时挥舞出万朵剑花 右手长枪 则点出一片片的白鸟嘲凤图 铿枪 朔月剑跟剑矢相机 不时阵战 把剑矢牢牢防护在外 就算有一些冷剑 从意想不到的角度 射中丁灵 但射中的 也并不是要害 丁灵自视防御力惊人 只防御头颅脖子 心口等要害 其他方位少做防护 他只想尽快把对方击杀 是一指重点不防 如此一来 他的攻击面更广 反击的力度更大 哄 长枪洞窗而出 一枪点中了未絮的长枪 轰的一声响 直接把未絮的长枪 给点得拿捏不稳 从手中斜飞了出去 被丁灵趁机一枪 正中额头 破 血花飙射 带着迷离 不敢 后悔 以及对人世间的留恋 未絮永远闭上了眼睛 未絮 其他汉将又惊又怒又怕 有的因愤怒 爆发而出的力量更恐怖 一刀接着一刀 披向丁灵 魂似封魔 要同归于尽一般 有的则因惧怕 手软脚软 战力大打折扣 被丁灵手起枪落 接连结果了几个 更是震慑住了不少人 丁灵毫不迟疑 又是一枪下去 百鸟朝凤枪图案 在虚空一闪而逝 扑 正中风魔的宋献的搏梗 扑 枪头刺穿了他的要害 宋献一身的力道 在疯狂地散去 他劈出去的刀软绵绵地 再也察觉不到可怕的劲道 被丁灵随意一挑 大刀被一股距离击飞 上在半空 被丁灵重重 用枪身一砸 砸得刀身浑似陨石般 休得一下飞向了曹信 接连五六个军司马 两个剑将死去 曹信的神情有些恍惚 拉弓的手也越来越无力 在张寥的大吼声中 曹信猛然惊醒 就要转身跑路 但已然来不及了 曹信本就是强弩之末 强撑着接连射箭 已经耗尽了一身体力 只能依靠坐骑跑路 骑坐骑速度极快 但绝然没有丁灵的长枪快 丁灵直接使出满级的投掷技能 把手中的长枪 朝着曹信的逃跑的方位 重重地投掷了过去 咻 咳 一声穿破铠甲的刺耳声 划破夜空 伴随着一声惨叫 曹信被长枪身上的距离 给带动得 直接从马背上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趴在了地上 丁灵趁势策马 追上曹信的坐骑 直接在马背上人力而起 一个飞跃 跃到了另外一匹马的马背上 稀律律 宝马人力而起 似要把丁灵给掀翻 丁灵御马术显微 用力紧加马腹 几次调转马头 对质了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宝马吃痛 不再作对 乖乖被丁灵骑成 好马 丁灵能感觉到 这宝马的不同反响 绝对是一匹 不逊色于夜兆御狮子的绝世宝马 获得成就勋章 你驯服了汉邪宝马 注视 作为本世界屈指可数的 顶尖骏马之一的汉邪宝马 能驯服它 这也足以获得一项成就 听到提示音 丁灵恍然大悟 竟然是汉邪宝马 难怪如此不凡 而且还是屈指可数的宝马 那说明 这汉邪宝马 能排在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的前十名 丁灵不由微微一喜 对于一位战将来说 一匹好马的助力太大了 早前征战白波贼 丁灵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一直想获得一匹 真正绝世的好马 可惜未能如愿 今天终于算成了 由此汉邪宝马 作为助力 丁灵的气势飙涨 给人的感觉愈发霸道 可怕 丁灵把左手的朔月剑归翘 左手勒住缰绳 预控汉邪宝马 朝着张辽冲去 汉邪宝马高大无比 且速度极快 丁灵人借马士 更是微不可挡 退 张辽胆寒 震怒到了极致 但他根本没有战胜 丁灵的把握 只能强忍住心痛 一声轻贺 率先带领一大股的狼骑兵 往来时的方位 飞速退走 张辽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次战争 竟然会以如此不可思议的 要知道这可是被魏絮 宋县等人联手统帅的狼骑兵啊 对敌两个人 竟然遭遇惨败 张辽看了眼前方策马狂奔 不时扭头后看 一脸惶恐的董皇 心中叹息不已 心想 如果不是顾忌董皇的性命 一开始的遭遇战 就远距离用剑语覆盖叮铃 赵云二人 我们决然不可能遭遇如此惨败 他后悔 早知道 就算被董丞相责罚 我也应该不顾一切 下令直接远距离用剑语覆盖的 为了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 他选择搭救董皇 而他显然高估了 他跟成连的战斗力 也小觑了丁灵 赵云的厮杀之能 一场近距离的遭遇战 堪称完败 如果丁灵的体力稍微差一些 这结果 说不定都会逆转 可惜 没有如果 见丁灵杀敌数百 杀将数十 仍然勇猛如初 飙悍至极 张辽就不由的心计 尤其是丁灵得到汗血宝马后 更是如虎添翼 不可一世 张辽如何敢对拼 他本来就没有恢复力气 这个时候去跟丁灵力拼 就是找死 远距离剑语覆盖 现在也没用了 真的停下来奔袭射箭 这里又不是草原 根本施展不开 很容易被丁灵 骑着汗血宝马追上 然后又弄成像战一般的结果 到时候 吃亏的依然是他们 怎么算他们的书面都很大 秀 啊 伴随着破空声响 身后不时传来惨叫声 张辽回首后看 只见丁灵弯弓搭剑 爆射而出的双绝剑 在轻松地收割着 一个个的狼骑兵的性命 张辽惊怒 颓然 沮丧到了极点 张辽很想再去拼杀 但他知道他不能 他必须快速返回不几点 跟化雄会合 只要跟重骑兵飞雄军会合了 去了宽广的地界 那攻守双方 必定会逆转 秀秀 破空声不断 射杀了不下五六十位落后的狼骑兵 丁灵在去摸箭矢时 却摸了个空 他拿起悬挂在马腹一侧的长枪 侧马而行 来到一个死去的狼骑兵的坐骑前 把马腹一侧的剑囊 弓箭勾了过来 他早前准备的箭矢等 已经被董皇那丝 趁乱给带走了 同时带走的 还有那几匹马 丁灵只能一边射箭 一边在路上补充装备 好在狼骑兵人人有弓 有剑囊 丁灵倒是不缺剑矢 他的汗鞋宝马耐力好 速度快 一路尾随着狼骑兵射杀 杀得董皇再也顾不得战利品了 把丁灵早前的坐骑撇下 独自一人轻装策马 飞速远去 张辽见此 恼恨不已 愈发后悔救了董皇 为了救董皇这废物 把魏絮送献猴城等人都给搭进去了 实在是太不值了 张辽知道 就算他活着回去 也必然会遭遇重罚 吕布怎么可能会容忍他 犯下如此大错 张辽越想 心情越是沉重 加之丁灵时不时地 在狼骑兵的身后放冷剑 他自然更不可能去管丁灵的那些坐骑了 丁灵追上自家早前的坐骑后 从其中一匹坐骑的马腹一侧 挑来了一把五弹弓 蹦 五弹弓的威能 远胜他刚刚的二弹弓 速度更快 力量更大 劲气更为澎湃汹涌 被呼吸法加持后的双绝剑 再被五弹弓射出 近距离下 一剑竟能射穿轻装的狼骑兵的腹部不说 还能在之后 又射中一人 一剑射死射伤二人 双绝剑两支剑 一瞬就能造成四人伤亡 有五弹弓加持 丁灵的双绝剑更见威力 咻咻咻 如同死神在催命 更似阎王在夺魂 狼骑兵死伤惨重 不到片刻的功夫 又添亡魂几百 张辽气的炸裂 很想回神拼命 但见丁灵弯弓搭剑百鱼刺 竟然还不力竭 不由震动 只觉得匪夷所思 这换作曹性 怕不是早就力气衰竭了 即便是他 也早就扛不住了 丁灵一路杀法 竟到现在还能发挥出极强战力 实在是非人 嗯 丁灵追出十几里 便没有再追了 因为他看到了 前方地界 貌似有更多的大军在急驰而来 踢踏踏 马蹄声震天彻地 比狼骑兵的骑兵列队的声音 还要来得响亮 又来了敌人了吗 丁灵想了想 策马转身离开 既然无法杀死张辽 丁灵也不再勉强 他已经达到了目的了 一千多狼骑兵 几乎被他杀绝 只剩下两三百的残兵 数十猛将 也只剩下张辽这么一根毒苗 如此情况下 敌人如果明智 就不会再追杀他 若是还追 丁灵有的是办法报复 丁灵这般想着 便策马加速返回原地 汉邪宝马的速度奇快 比只早前的坐骑的速度 最起码快了一倍有余 是真正的无双宝马 难怪猛将都喜欢宝马 丁灵骑成着汗邪宝马 只觉得一股进风扑面而来 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在 舒畅感 一段时间后 丁灵来到了赵云身边 赵云已经给叶赵玉狮子 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叶赵玉狮子 也不愧是绝世两码 恢复力极高 如今已经能再次奔跑了 丁灵有不少的医疗技能满集 还特意给叶赵玉狮子 做了检查 用了药 让她的恢复速度可以加快 给 赵云把一本薄薄的密册 递给丁灵 我从魏絮的怀里拿来的 哦 丁灵好奇 结果 看了眼 密册染血 但仍然可以看清楚 正面的几个大字 霸王几法 嗯 丁灵瞳孔一缩 心中波澜泛起 思虑不定 在这一刻 她想到了很多传说故事 她按下心绪 快速翻看起来 密册是卷博制造的 只有五六页 上面有招式 也有口诀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体 密册也只有表面染血 内里很干净 所以 丁灵一眼 就把霸王几法的一切 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很快 她看完 闭眼 图书馆的书架上 随即凝聚出一本书霸王几法 请课间 霸王几法满集 力量0.6 敏捷0.4 体质0.4 在力量敏捷体质三项的提升上 综合数据丝毫不比破晓剑术差 剑神术之西洋剑术 是力量0.4 敏捷0.6 体质0.4 而霸王几法 明显更侧重力量 而随着丁灵不断变强 即便是高段位的武功 能带给他的属性点加持 也是在不断变弱的 所以 一定意义上来说 霸王几法 可以说 比之西洋剑术还要强 由此可见霸王几法的恐怖 当然 剑神术是几部分剑法综合而成 霸王几法比一部分的剑神术强大 丁灵丝毫不觉得奇怪 因为真正感悟通透着霸王几法后 他才了然洞彻 这霸王几法的霸道与决裂 在攻击力方面 霸王几法 可谓是丁灵目前所会的绝学中最强的 白鸟嘲讽枪 剑神术更侧重速度 敏捷最高 36路天罡伏法 侧重力量与体质 是力量 体质双高 唯独霸王几法 是指侧重力量 这是一种 能把力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绝学 哄 丁灵的骨骼在颤鸣 他浑身燥热 皮膜 筋络等 在这一刻都在得到垂躁 在得到提升 脏腹也在冥冥中 再次得到增强 数之不清的几法傲义 精髓 在石海深处冲击 继而化作红流 没入了丁灵的四肢百骸之中 化作了一种本能 在这一刻 丁灵赫然成为了一个 能轻松运用霸王几法的大宗师 霸王几法 丁灵紧握方天化己 深吸口气 猛地睁眼 双目之中泛过一缕锐气 手中方天化己 往左前方一次 空 虚空都似炸裂了一般 隐隐可听到雷吼声 就似有一尊顶天立地的霸王 在咆哮一般 哄 霸王几法施展开来 丁灵刹那间 似化作了一尊 能摧毁世间万物 能横击上古苍龙的霸主 一股凛然霸气 自丁灵的身上溢散开来 他手中的化己 在这一刻也似活了 变得灵动至极 十而四能穿插入云端打天神 十而四能入地白尺基地龙 横行无际 霸道绝恋 空 丁灵只是施展了几招霸王几法的精髓 就立刻收了方天化己 他深吸口气 看向赵云 这霸王几法真是了得 你是如何发现 未去怀里藏有这密策的 赵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尽管早已经对丁灵佩服的五体投地 但见丁灵静在几个呼吸间 就把霸王几法 给修炼倒入本能的境界 赵云还是被震撼得够呛 只因他在等丁灵的过程中 已经翻看过这本密策了 很遗憾 虽然看得懂 但他有自知之明 没有明示指导 他最多只能修炼到中阶的水准 之后就无以为计了 而即便想修炼到中阶 他不是也需要几年的水魔功夫 而丁灵吗 早已经超越了高阶 圆满 道得了大成入本能的极尽水准 太厉害了 赵云心中赞叹 口中却说道 魏絮被你杀死后 跌下马背 滚落在地上 这密策便是在那个时候 从他的怀里震荡出来了一脚 我无意间看到这一幕 在你去追杀狼骑兵军团后 我就上前把这密策捡了起来 见识霸王几法 便知道定然适合你 如今看来 果不其然 这霸王几法 跟你真的是太配了 你有方天画戟 一直以来却用的是 斧法 刀法 枪法等 不能发挥出画戟的最大威能 如今方天画戟 配霸王几法 你的战力 必定更上一层了 丁玲表示谢意 赵云则连连摆手 示意丁玲 千万别跟他客气 他转问起了 丁玲相关的战斗情况 丁玲大致说了一二 赵云心中发紧 道 那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接连战斗 你铁打得也吃不消啊 丁玲点了点头 不过在走之前 他决定摸尸 以前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是因为他觉得 不可能有人 把家传秘法 绝学带在身上 一般的人都似懂黄一般 直接背得烂熟于心 这才是家传绝学的 正确传法途经 但赵云 得到了霸王几法 却是让他突然醒悟到了一件事 家传的绝学 没可能留在身上 那别人传给他的呢 似着霸王几法 丁玲猜测 有七八成的概率 应该是吕布传授给魏絮的 只因为魏絮是吕布的小舅子 两人有亲戚关系 魏絮可以说是吕布最为信任 把霸王几法传授给魏絮 很有可能啊 当然 这只是可能 也有两三成的 可能是魏絮自己偷来的 又或者是吕布妻子 偷来给魏絮的 至于为什么猜测 是吕布的几法 如此霸道 恐怖的霸王几法 不是吕布的 难不成还是魏絮子 几的 当然 具体事实如何 还有待考证 但能意外得到霸王几法 这种无上绝学 对于丁玲来说 绝对是惊喜 是意 他才会突然起了摸尸的心思 他摸的主要还是 屯长以上的将冠的尸体 接连摸了七八个 一无所获 赵云不解 问及缘由 也跑来帮忙 他的运道 貌似比丁玲好不少 只是一会儿 就对丁玲说道 我找到一本了 嗯 丁玲诧异 这赵云的浮运 真不是盖的 才摸两个就找到了 自己摸了 都快有十一个了 还是零收获 丁玲示意赵云继续找 他也继续 但几十具将冠的尸体下来 丁玲依然一无所得 他叹息 看着赵云手上的两本密册 无言以对 他想到了赵云征战一生 结果全身上下 竟然无一处疤痕的事迹 不由地存到 点位是超一流高手 惨死晚成 吕布 张飞 关于等超一流 或多或少都受过伤 唯有赵云 一生无受伤食 这是真正的福运之子 天到喘啊 丁玲目露异色地 瞥了眼赵云 他觉得 把赵云带在身边 或许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有这样的福将在 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好运气 就此此刻 丁玲接过两本密册 瞥了眼 旋风剑术 丁玲瞳孔微微一缩 竟是曹信的绝学 这不可能吧 他怎么可能把绝学 带在身上 他看了眼赵云 赵云了然说道 这不是在曹信的身上找到的 是侯承怀里发现的 哦 侯承是吕布麾下八剑将之一 名流轻使的猛将 跟魏絮等人合战赵云 不幸被刺死 这样的猛将 就算对战一般的一流汉将 都不会这么轻易死去 可惜 他遇到了枪速气快的赵云 侯承怎么会有曹信的绝学剑术 丁玲百思不得其解 但还是选择第一时间 翻看旋风剑术 是卷博所名刻的 只有三页 记载的旋风剑术 也只有一半的招式与口诀 丁玲酣畅处 戛然而止 差点没有把他给耿死 可惜 太可惜了 如此绝学 竟然只有一半 但有笔没有好 丁玲微微闭目 图书馆书架上 很快凝聚成一本极为单薄的密册 旋风剑术上册 下一刻 旋风剑术上册满级 防御0.1 身上微微发热 皮膜 经络等都随之而增强了些许 防御力也提高了0.1 双绝剑术满级后 防御0.4 旋风剑术只增加了0.1 丁玲猜测 估计是因为只有半侧 还有自己实力提高的原因 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 旋风剑术 绝对不比双绝剑术差 如果不是自己的呼吸法 比曹性的强大 旋风剑术的三支剑术 绝对会对双绝剑术 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暴击 多一支攻击力与速度并存的剑术 那杀伤力可想而知 试试 丁玲弯弓搭剑 两种呼吸法随之而运转 同时间 旋风剑术 双绝剑术也被激活 哒哒哒 三支利剑被丁玲分左中 又摆放在了大弓上 丁玲瞄准前方的一棵大树 松弦 蹦 一声脆响 三支剑术带着旋风与锐气 浑似穿过虚空的流星斑 喷喷喷声中 正中大树 入目足有三寸 很好 丁玲很是满意 旋风剑术虽然只有半侧 但因为有两种绝世的呼吸法 同时加持的缘故 跟双绝剑术配合 同样可以放射出三支剑术 而且 每一支剑术 都自带旋风剑术的旋风之气 使得剑术的速度 攻击力都有所提升 不仅自带旋风剑的属性 还带有双绝剑的霸裂属性 这使得丁玲如今的剑术 威能远超过去 若是在跟曹信这位神剑手比剑法 丁玲一定会更胜一筹 对他保持绝对的碾压 旋风剑术若是能得到全本 那该有多好 丁玲心中如是想到 但很快 他就把这事搁置了 能得到半侧旋风剑术 已经是浮原了 不能抢求太多 他看向另外一本密册 上书几个大字 金门刀法 翻看了一遍后 图书馆中立刻凝聚成册 请客间 金门刀法满级 防御0.3 所有刀法的奥义精髓 一一闪现 继而划入身躯本能之中 又增强了丁玲的底蕴不说 其防御力也增加了一些 这是一门丝毫不逊色于 疾风矛法的武功 也是因为丁玲实力不断得到提升 使得这种低段位中最为了得的武功 能为丁玲带来的属性点 也是越来越少了 丁玲瞥了眼人物面板 实力 根古一普通人为一点 智慧二 力量24.60.625.2 敏捷21.90.422.3 体质21.30.421.7 防御17.90.40.50.10.319.2 魅力四 力量已经达到了恐怖的2500多斤 绝对的超一流中的尖端高手 敏捷 体质也是超过了普通的超一流 防御也快要达到超一流了 丁玲精神大震 随着几次的提升 原本耗损颇为严重的耐力 体力等竟恢复得极快 不过紧随起来的就是腹如肋骨 这是饥饿在作祟 丁玲强忍饥饿感 看向赵云 走吧 金门刀法 源自宋献 这是赵云说的 而宋献的家传武功 很明显是开山刀法 这金门刀法 绝对是宋献意外得来的 只因丁玲没有看到 宋献使用过这刀法 又或者 这金门刀法 是别人送给宋献的 具体怎样 不得而知 不过这三本秘策 对丁玲来说 是实打实的 源自八剑匠没错 只是曹信等八剑匠的身上 却什么都没有 可见 不是每个人身上 都会有秘策的 除了秘策之外 丁玲还带了不少的剑囊 商药以及一些干粮 他本来还准备去打烧烤的 既然狼骑兵的坐骑一侧有 那就省心省力了 丁玲一边策马赶路 一边吃东西 缓解饥饿感 让他们感到意外的事 并没有大部队来追杀他们 甚至于在赶到下一座城市前时 竟有人主动开城门 让他过去 丁玲诧意不解 赵云也觉得匪夷所思 昨天都闹成那样了 董卓 吕布 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丁玲为此 还特意寻了个恰当的时机 回县市一趟 用手机连上了隔壁邻居的 WiFi 上网查询了一番 这才知道缘由 原来跟董华有关 想不到这家伙回去后 竟然大肆宣扬我的了得 加上曹梦德 已经集结了大军 沙奔向胡捞关 这个时候 董卓可谓是内忧外患 焦头烂额 自然是不希望 我继续在他的私立领地内 搅风搅雨 巴不得快点送走 我这尊温审 曹梦德竟然这么快 就开始征讨董卓了 叮铃诧异 上网细细查找 半赏鸣雾 曹梦德在玩家的帮助下 早就离开了洛阳 而在他离开的当天 董卓便对曹梦德等人 展开了雷霆行动 似要把他们彻底绝杀在萌芽中 可惜的是 有人投资董卓 自然也有玩家 选择投资曹梦德 袁绍等人 这些人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 早就回到了原本英属的地方 对于玩家来说 他们来到这游戏世界 是为了变强 而变强的武功法门 大多都在世家的核心之地 又不能通过功勋等 对换武功法门 在军营里 只能学习基础的装弓 刀法 枪法等 除非得到机缘 或者被人深度认可 欣赏 佩服 否则一辈子苦修下来 低端的法门 也只会让人露入无为 玩家们怎么可能担心 一个个绞尽脑汁 或加入世家 成为仆从 学得核心武功 呼吸法 或为一些枭雄 家族 将军卖脸 得到赏识 得以赐功法 或以毅力感动一些世外高人 败入门下 学得神功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玩家们的加入 早就把三国世界的水 搅得浑浊一片 曹梦德会提前征讨董卓 不足为奇 只是 如果曹梦德真的征讨董卓 那潘凤会不会去 他遇到华雄 还会不会死 丁灵不知道华雄的战力 但他敢肯定 潘凤的身手 绝对是超一流 一般的一流猛将 怎么可能打得过他 潘凤对我有大恩 不能不报 丁灵想了想 立刻上网学习飞鸽的培养方法 一段时间后 自觉差不多 丁灵上线 瞥了眼人物面板 果不其然 飞鸽培养技能满级 飞鸽传输技巧满级 他在松县买了不少飞鸽 不用怀疑 如今飞鸽传输主要城池都有 飞鸽的需求量飙涨 有买卖自然就有人培养 捕捉飞鸽了 在松县这样的地界 能买到飞鸽不足为奇 买回来后 因为培养飞鸽技能满级 远胜一般的培养高手 达到了真正的巅峰境界 一定意义上 甚至于能跟飞鸽进行特殊 而玄妙的沟通 很难解释得清楚 但这技能就是如此 丁灵随即找来几个玩家帮忙 承诺 只要帮忙搭建好飞鸽培养站点 以后可以送他们一本高阶刀法 反正高阶刀法之前送过玩家 现在再送 丁灵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 对于他来说 低段位的武功都快失去效用了 这高阶刀法 只是打基础的 都不如低段位的武功 他拿来做福利 让玩家给他做事 再好没有了 而玩家现在普遍都处在学装工 初阶刀法 初阶枪法的阶段 猛然得知 可以接触高阶刀法 一些对武艺极其痴迷的玩家 自然是欣然答应 当然 那些已经加入了世家等势力 得到了真正武功的玩家 排除在外 丁灵也不会去接触这种人 他更愿意与普通玩家打交道 那种已经跟世家 跟肖雄曹梦德之类沟通上了 并获得了真正功法 呼吸法的玩家 机缘者除外的话 那大部分绝对是高段位的猛人 在现实世界 也绝对是情商 智商双高的强者 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丁灵很自觉打岔 好在无论是现实还是游戏事件 最多的就是普通人 这些普通人 虽然都很努力 想要获得功法 但往往慢那些高段位的玩家一步 而一步慢 步步慢 他们最终也只能沦为 游戏世界的普通人 要么继续去军营 要么去做粮上君子 又或者另寻他法 是以丁灵的高阶刀法拿出来 对普通玩家的诱惑 还是很大的 他们也认识丁灵 对于丁灵 还是很幸福的 有女玩家更是当场表示 要跟丁灵混 希望丁灵带一带他 丁灵自然是拒绝 女玩家自觉魅力十足 几次主动 丁灵都拒绝 让他备受打击 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他却哪里知道 而且他的外挂独属于他个人 根本不能帮助他人提升 女玩家跟着他也没用 在玩家的帮助下 丁灵在松县的飞鸽站点 打造成功 下一步就是去冀州夜城 培养飞鸽站点 而这一切 这些玩家都会帮忙去做 丁灵为了以后下扬州等地 方便联系潘凤等人 还特意带了不少鸽笼 搁置在马腹一侧 鸽笼中放了不少鸽子 在玩家 本地土著复杂的眼神中 丁灵跟赵云 策马离开了松县 他已经写好了信件 特意给了松县土著重金 让他带着一份去夜城 玩家自然也会去 双料保险 这事丁灵做过不少 至于玩家成功后 如何领取高阶刀法 丁灵直接对他们说 以后会回松县找他们 为了安抚他们 丁灵送上了中阶枪法密册 这基础枪法 对他来说已然无用 即便是张合等人队 传授这种基础枪决 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 丁灵拿出来给玩家 自然是没有问题 踢踏踏 一路策马奔驰 这一天 丁灵 赵云来到了一条大河畔 只要渡过河 便能距离荆州更近一步了 丁灵 赵云二人带了 足足有八匹马 丁灵的汉邪宝马 赵云的夜照玉狮子 都是绝世好马 能在此世界排进前十的存在 其他六匹马 都是侯城等人 骑城的上等战马 八匹马 价值之高 无庸置疑 此去少马的扬州 带几匹好马去 绝对能便利不少 两人找到了船家 先后把几匹战马渡过河 等赵云也渡河后 丁灵牵着汉邪宝马 正要上船 秀 一只箭矢 混带着风雷之声 从鞋子里突然飙射而来 迅猛 利落 恐怖到了极致 丁灵得到了霸王击法 旋风剑术 金门刀法 几次提升 金飞锡笔 反应力更快 敏捷更高 在箭矢即将射中 他面门的那一刹那 他猛地低头 死了 箭矢竟把他的头盔给穿透 汹涌的距离带着头盔 轰的一声响 撞杂在了船家的身上 船家惨叫一声 跌翻在了船头 丁灵根本没有时间 顾及船家的伤势如何 一个翻身跃马 手持方天化戟 把报射而来的第二剑 给遮挡在外 枪花万朵 百鸟嘲凤图 时不时闪过虚空 论极快 百鸟嘲凤枪 自然是少有功夫可比 有百鸟嘲凤枪做防御 接连射来的几剑 都被画戟给点碎 轰轰轰 画戟 剑矢几次碰撞 都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声 魂似雷神在打锤 电母在击鼓 好大的力气 丁灵动容 接连拨开六支剑矢 丁灵这才得了空闲 看向远方 只见前方大道上一匹 火红色的高头大马魂似一道 席卷天地的焰火 气势汹汹 急冲而来 骑气汹涌魂四大浪拍案 给人一种难以匹敌的无量感 在这红马的背上 端坐着一人 细瞧 只见他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 体挂西川红棉百花袍 身披瘦面吞头连环凯 妖际乐甲玲珑湿蛮带 弓箭随身 手持画戟 如此模样 叮铃脑子里一道闪电划过 吕布 他高声大喝 哈哈 马背上的男人放声大笑 某家正是九元吕布吕奉仙 特意来取你向上人头 哼 叮铃握紧了手中方天化戟 不退反进 策马朝着吕布冲了过去 在岸边作战 不利于他发挥 好胆色 吕布见此 不惊反喜 不怒反笑 他身若红中 响彻天地 你跑得倒是挺快 原本以为定是个无胆鼠辈 如今看来 倒是有几分胆识 我记你是条汉子 待会绝对会让你死得体面一些 以敬我麾下狼的亡魂 他身高体阔 腰大食尾 却长得眉清目秀 俊朗至极 靠得越近 越能看清楚 他双目之中绚烂的星光 这赫然是一个 貌若攀安的绝世美男子 叮铃眉头微扬 没有答话 只是疯狂运转两大呼吸法 同时间 霸王击法被他完全激发 加持在方天化戟上 踢踏踏 随着两匹宝马 越冲越快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吕布的呼吸声 似都入耳可闻 竟敢在我面前用化解 吕布大笑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鲁班门前弄大福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正的击法 看招 哄 两人飞速贴近 彼此都极为默契地 用出了霸王击法中的第一式 诸仙灭魂 吭腔 此时蕴藏三招变化 每一招都惊心动魄 足以轻松震慑敌胆 一招披落 魂四天到诸仙 神人灭魂 恐怖的破坏力 激勇四方 滋啦啦 虚空都在噼里啪啦作响 电光花火不时窜飞而过 咔嚓 两人的画戟剧烈碰撞 每一招都叠加了无穷距离 一招落下 呼吸法增幅 更是让这一招的穿透力 直指人的心魄 妙道颠嚎 鬼斧神功般的 一记诸仙灭魂 叮铃 吕布打出去后 竟是一模一样 魂四完美复制了对方的招式一般 哄 枪枪枪 一击过后 三招迅猛变化 画戟剧烈撞击 两人手足都在微微震战 随着骏马奔驰 两人错身而过 很快再次掉转马头 直视对方 吕布有些惊疑不定 不知道是因为紧张 愤怒 还是因为太过震撼 他握几的手都在发抖 你 你竟然也会霸王击法 不错 丁玲挑眉 很光棍地承认了 你如何学会的 吕布难以置信 贺问 霸王击法 是我吕家祖传绝学秘书 你姓丁 跟我吕家毫无缘缘 联系 你怎么可能学会霸王击法 从吕布这话 不难听出来 未絮怀里的霸王击法 还真有可能是 非正常手段得来的 丁玲自然不可能 把这事说出去 事已只是笑而不语 吕布一张俊脸 憋得通红 司机之前对丁玲的言语 更是修造难言 丁玲的击法 丝毫不逊色于他 一定程度上 论即入本能的程度 貌似丁玲的击法 比他入本能 还要更为深刻 因为丁玲的击法 实在是太自然随意随心了 其他几世击法 如何不得而知 最起码第一时是这样的 年纪轻轻 竟然可以把霸王击法 修炼到这种地步 吕布面色一沉 有惊讶 费解 也有钦佩 愤怒 难怪董皇内斯回去后 总是逢人 就说你的厉害 害得董丞相都放弃了 对你的继续围剿 追捕 若是不然 你怎么可能 这么顺利地走到这里 丁玲释然 看来董皇内斯 也不是没用 他原本是想追上去 把董皇给射杀的 后来是张辽的狼骑兵阻拦 以及更多的骑兵队伍的到来 让丁玲放弃了射杀他 不过现在看来 幸好没有射杀他 毕竟那更多的骑兵队伍 没有过来围剿他 可能就是 受到了董皇的阻止 如果那支队伍是宾州军 董皇的影响力不大 但如果是西梁军 董皇身为董卓的侄子 不说一言九鼎 那也差不离多少了 绝对能喝止住 骑兵队伍对他的追击 其实丁玲想得半分没差 董皇跟丁玲接触的 这段时间里 被丁玲威慑 折磨 恐吓得够呛 对丁玲 已然有了心理阴影 本来他以为 张辽 魏絮等人联手 必定可以绞杀丁玲的 为此还兴奋 期待过 但丁玲大怒之下 逆袭反杀 一个人一匹马 追着狼骑兵军团杀法 把董皇下的魂飞魄散 说什么都不愿意 华雄率领飞雄军 去直面丁玲了 甚至于为此 跟华雄大发雷霆 但如此都无法 振服华雄 直到董皇寄出董卓 说华雄 如果不听他的 他回去后 就算是死 也要把华雄 给从将军位置上 拉下来 华雄这才无奈地 没有再追击丁玲了 而之后 便是曹梦德 即将禁机虎牢关的消息了 这时候 董卓的命令也随即下来 华雄不得不听令 退回洛阳 奉召前往虎牢关镇守 当然 对于董皇 张辽等人口中极为恐怖的丁玲 没有亲眼目睹 华雄虽然惊疑不定 但仍然是跃跃欲试 想要试一试丁玲的锋芒 至于董卓 自然也是对董皇的话 半信半疑 因为董皇口中的丁玲 已然堪比陆地神明 天上先人了 强大的匪夷所思 逆天的不可思议 人类怎么可能如此离谱 董卓自然是不信的 但丁玲的战绩 又让他不得不信 最后只能是半信半疑了 华雄不得不听丞相的命令 而退回洛阳 我可不同 吕布运转霸王呼吸法 一身气息陡然一变 变得张扬 狂霸 绝裂 浑似一尊霸王林凡尘 一位神明看人间 我自问天下无敌 对付你跟赵云两个区区小将 我必定守到擒来 他几封直指丁玲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的霸王几法 到底从何而来 你若是如实回答 我给你留个全尸 若是不然 碎尸万段也不为过 丁玲沉默 在对岸的赵云 则是一脸焦虑 想要过河帮忙 又一时半会找不到传家 只能来回踱步 不安忐忑观战 而在更远方的地方 则有一些玩家 还有一些山村本地土著 也在观战 此时此刻的丁玲 吕布在双双运转呼吸法后 气息深邃若仙神 一个高贵与风锐并存 魂似剑神骑成 灵魂扫荡人世间 一个四霸主降临 霸道之气铺天盖地般 席卷十方 两人的气息都不可测 旁人观之 自然是震动 骇然无比 心中好奇 忍不住停下脚步观战的人 不在少数 很好 吕布放声大笑 有够嚣张 那你再吃我一起试试 让我看看 你的霸王几法 到底修炼到了什么火候 其他几事 是否也能如第一事般 炉火纯青 身未落地 吕布坐下赤兔马一声长丝 四足踏地 似一团滚荡的烈火 急速冲向了丁玲 叮铃微微扬眉 呼吸法运转到了极致 霸王几法激活 同样策马冲向了吕布 两人很快相遇 纷纷扬起 画几次向对方 哄 画几初看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次 但零了半空 却是突然变换招法 变得繁复弱之网 迅猛若雷霆 短短时间之内 几风突刺了不下几十次 每一次刺激 都似能刺破大地 刺得虚空滋啦啦作响 连续几十次的刺激 两把画戟重重相击 砰砰砰 轰轰轰 眨眼间便是数十次碰撞 每一次碰撞都似打铁一般 偏偏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如同有霸王的幻影 在虚空不时闪过 普通人根本看不清 两把画戟到底是如何相击 碰撞的 只能看到刹那后 两人挫码分开 手都在微微发抖 你 你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来得强 吕布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发现自己这一次 单枪匹马来杀敌 大意了 霸王几法第二诗杀神破碎 极为难学 没有足够高的敏捷与力量 根本不可能学会 但对方已然休息到了出神入化 目无全牛的地步 第二诗都能如此之纯熟 实在是了得 要知道 寻常人即便修成了霸王几法第一诗 就足以横行沙场了 眼前的丁灵 竟把第二诗杀神破碎 也修炼得入本能的境界了 我承认我小觑你了 吕布长吸口气 双目炯炯地盯着丁灵 但接下来 我绝对不会留守 丁灵呵呵一笑 没有说话 吕布被这一笑 给笑得羞怒不已 当下也不再废话 直接运转霸王几法 第三诗降妖绝影杀向丁灵 丁灵丝毫不惧 一斗手中画戟 以同样的招式打向吕布 吭枪 枪枪枪 双方这一打 便厮杀成了一团 第三诗过后 便是第四诗扶魔乱舞 紧接着是斩鬼天下 霸气纵横 以及最强的最后一诗 吞天灭地 哄 哄哄哄 双方以快打快 似走马光花一般 外人根本看不真切 只能看到叨叨浮光掠影 片片几封 所画的霸王图案 一次次撞击 魂似火星撞地球 陨石冲击大地 每一次的冲撞 轰然声都炸得虚空在颤鸣 不远处术后的一个玩家 更是多听了几次 就左耳膜穿孔 失聪了 他骇然变色 吓得赶忙逃离了此地 离得远了些 才感觉好受了些 他动容不已 喃喃道 这特么的丁铃这家伙 是神仙下凡吗 现在都可以跟天下第一猛将 拼杀到这种惨烈的地步了 我连观战的近了险 都吃不消 这确定是人吗 同样都是玩家 丁铃相比于他 还是个新手 结果一日牵连 进度逆天 如今已经可以跟吕部队打了 这进步速度 未免太吓人了 太遗憾了 竟没有录像设备 玩家扼腕 若是能把这一场 今天大战给录下来 我绝对会小伙一把呀 搞不好会大伙也不一定 他极为好奇 热气 就是不知道 丁铃到底是如何学习的 有没有什么秘密 或者诀窍 要不然 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内 成为可以跟天下第一猛将 打得难分难解 战力水准 几乎不分宣制的存在 似他这般心思的人 实在是不熟 但丁铃太强了 他们也没那个胆子 敢直接去抢丁铃的秘密 要不然 绝对不乏一些胆大包天的人 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吭枪 枪枪枪 丁铃 吕布的霸王击法 接连打了几个轮回 一招招羚羊挂脚 神乎其神的招式被打出 两人杀得满头大汉 谁也奈何不了谁 丁铃没有想到 吕布进这般强 如果不是他学会了 霸王击法等武功 临时提升了一把 这一次 可能会栽在这儿 吕布比他想象中的强大太多了 难怪可以一己之力 单挑关羽三兄弟 关羽张飞 可是超一流 吕布能单挑他们两个加上刘备 便可见其勇力 要知道 这个世界可是有武功 呼吸法的 超一流的武力值 绝对是极为恐怖的 能在杀死杀伤许多猛将后 又单挑三阴 吕布的战力可想而知 但丁铃胜在体制 也达到了超一流 他最不怕的 就是打持久战 是以他选择跟吕布号 果不其然 又打了片刻 吕布骑成赤兔马 跃出战团 面色发青地盯着丁铃看 一双眼灼灼声光 似要责任而示 你的耐力 持久力 很可怕 我杀不了你 他也干脆 利落 直接策马转身就走 下次相遇 必定取你向上人头 回击他画的是 丁铃的三只剑矢 修修修 旋风剑术 双绝剑术 奇奇显威能 被两大呼吸法 加持下的三只剑矢 蕴藏风锐 高贵 霸气 还有旋风剑术 独有的旋风之气 使得三只剑矢 魂似非空的匹链 坠空的银河 羞羞声中 不过眨眼间 竟追上了吕布 吕布似有所觉 迅速侧身 仰起回击 枪枪枪 一阵激烈的交锋 他显而又显地 刺碎了两只剑 但第三只剑 却以他意想不到的角度 扑 一剑射在了他的大腿上 他只觉得腿上一痛 忍不住微微低头 就看到了第三只剑 你卑鄙 他怒视丁铃 高声大喝 竟然偷袭 是谁先偷袭的 丁铃冷冷到 吕布一致 一口气没有上来 差点憋死 你再敢放冷剑 信不信我跟你与死网破 你有种就来试试 丁铃挑眉 冷笑 吕布发现 自己今天遇到克星了 以往他每次说这话 都能震慑住一大片敌人 今天竟然不管用了 哼 吕布实在受不了 丁铃的锐气 压迫 立刻抄起大弓 弯弓搭剑 修修就是两只剑士暴射 而向丁铃 丁铃也开始弯弓搭剑 跟吕布对射 一时之间 只见满空都是剑士 明明只是两个人 却似两只大军在对射一般 漫天剑雨 羞羞声中 不时在半空 发生剧烈的碰撞 轰轰轰声不绝于耳 看得观战的土著 玩家们目瞪口呆 惊为天人 我去 丁铃这家伙 真的太逆天了 唉 老子现在最恨的是 自己不是女人 要不然我一定向丁铃自剑枕席 以换取她的绝世剑术 修成法门 这剑术真的太强了 古代版的机关枪啊 对射片刻 吕布耐力 持久力 疯狂下降 她大敢吃不消 心中暗暗震海 看丁铃的眼神 一变再变 尤其是看到丁铃 依然神丸气足 龙惊狐猛的样子 更是瞳孔一缩 嘴角微微抽搐 她在之前的战斗中 就有所察觉 丁铃的体质 必定极其惊人 现在看来 果然没差 她的力量 敏捷或许跟丁铃不相伯仲 这耐久力太恐怖了 她知道 如果再对射下来 等她耐力降低到底端时 必定就会成为待宰的羔羊 她刺激到这里 哪里还敢多呆 跟丁铃最后对射一轮后 转身侧马飞奔 赤兔马的速度极快 她相信丁铃绝对追不上她 吕布 有种别跑 丁铃越射越抖擞 只觉得酣畅至极 对于旋风剑术 双绝剑术的运用 掌控度随着这轮对射 已然达到了巅峰 圆满致敬 武功虽然可以瞬间满级 但实战经验却不能 跟吕布一战 使得丁铃的实战经验值 再次暴涨 尤其是对霸王击法 旋风剑术 双绝剑术的运用 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是已 她才会越战越通透 越战越神清气爽 她如此模样 自然是镇住了吕布 以为她还在巅峰状态 不敢再战 飞驰而走 丁铃也不是一个愿意吃亏的人 被吕布偷袭 喊打喊杀 她不出一口恶气 怎么行 她当即便策马追着吕布 不断射出旋风剑 双绝剑 旋风剑 双绝剑组合到了一起 是一种极锐气 霸气 贵气 速度于一体的剑 即便是吕布一时间也没有认出 这剑竟会是旋风剑 跟双绝剑的组合体 但她却隐隐感知到了 丁铃的剑术之中 貌似有曹信的旋风剑 以及董卓家传剑术的影子 她对此惊疑不定 但被丁铃一路追着射杀 颇为狼狈 她暂时也没心思细究这事 只是暗自恼怒不已 大敢丢脸 尤其是在看到几个躲藏在树后的人 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 她心中愈发羞怒 感觉自尊心受到了践踏 震怒之下 就要回身与丁铃拼命 但想到 丁铃那可不得持久力 深吸口气 强忍住心中不爽与不甘 策马及时的速度一块再快 化作一道青烟 消失在远方 丁铃追着射杀了五六里 见到吕布大腿 背部等都中箭了 都没有回头跟自己作战 不由暗暗感到可惜 如果能在这里 把吕布给宰了 那董卓肯定必输无疑 想来攀奉的劫难 也可以化解了 获得一级成就勋章 你镇住了吕布 注视 吕布自觉天下无敌 尤其是马上作战 他自认举世无双 无人可挡 但你的出现 给了他一记重创 让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 马上作战 还有比他更强的人 他沮丧 灰心 黯然 但更多的 还是愤怒 不甘 他必定会更努力前修自我 更努力吃药 修炼呼吸法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你会遇到一个更强 更霸道的吕布 提示音划过耳畔 叮铃眉头微微扬起 吕布的成就勋章 没有被人刷走 看来在洛阳待着的众多玩家 拿吕布根本没辙 想想也能理解 如此自意 霸道 张狂的吕布 谁能真正地制服他呢 吕布是一条狼 只有比他更强 才能镇住他 否则必定会迎来反噬 丁灵跟吕布交锋的 这段时间里 对吕布还算是 有一定的了解 他觉得 下次再相遇 自己一定要以 绝对的优势击败他 踢他踏 看着绝尘而去的赤兔马 丁灵叹了口气 虽然自己的坐骑 汉鞋宝马极为了得 但比之赤兔马 还是差了一个断位 他没有再追杀吕布 蛇身返回到了岸边 坐船渡河靠岸 上岸后 跟赵云策马离开了 而有关他的事迹 则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无与伦比的速度 在现实网络世界里 玩家广场上传播着 很多人在得知 丁灵的战力后 都震撼得无以复加 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真的吗 美女房东欧阳玲玲 瞠目结舌地 看着几张图片对比 原来的丁灵 现在的丁灵 变化极大 但依然可以看到 一些过去的轮廓 他在这一刻 陡然醒悟过来 为什么丁灵急着搬家了 必定是有 快速提升自我的秘密 他不想被人知道 欧阳玲玲 心中炙热无比 他没有想到 他以前看不上的丁灵 竟也有飞黄腾达 直入青云的时候 要怎么样 才能找到丁灵 欧阳玲玲琢磨了半赏 无所得 不由安懊恼 后悔 当初真不应该 那么干脆利落地 拒绝丁灵的 或许说得委婉些 他还能有个 丁灵的联系方 哪里像现在 竟忘了跟他有个号码 或者联系方式 欧阳玲玲叹气 说到底 他还是因为不在乎 看不上丁灵 才会表现得 那么云淡风轻 自然随意 但凡认真 在乎点 或许现在 就是不一样的结果了 他在试完神话游戏后 已然被完全吸引了 在鱼姬身边待了一段时间 他更是意识到 学武的巨大好处 但鱼姬的武功 都是项羽传授的 比较初级 但即便是初级的武功 他学起来 也是千难万难 丁灵如何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进化到 堪比三国第一猛将 吕布的地步呢 必定有今天的秘密 他能意识到 想来其他人 也能意识到 难怪丁灵溜得那么快 倒是挺警觉的 也不知道 以后在游戏世界里 还能不能再遇到他 欧阳玲玲 莫名地有些期待 丁灵战败吕布的消息 在玩家群体之中 掀起了惊涛骇浪 在东汉末年 未免世界小范围内 也有了一些声音 但绝大多数人 都是不信的 因为吕布的声望之高 非同小可 一个寂寂无名的丁灵 如何可能 大败非将军吕布呢 也就是 丁灵最近战绩 极其惊人 引起了不少人的侧目 震撼 但要说到 可以击败吕布 仍然是少有人信的 这就好比有人说 一个乞丐是皇帝 即便这乞丐 写了几首 可以名传千古的诗词章 也先有人会信 丁灵对比吕布 虽然没有那么夸张 但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但即便只是小范围内的人信了 丁灵的战神进度条 仍然往前跳了一小格 三 你必须让你战神之名 响彻整个未面世界 四千一百 之前是三 增加了一个点 算是不错了 如果更多的人知道 并相信这一事实的话 那丁灵的战神之名的进度 必定会暴涨 丁灵 看向虎劳关的方位 有些蠢蠢欲动 在知道自己完全有能力 单挑并战胜旅步后 丁灵信心暴涨 她觉得自己参与虎劳关大战 直面华雄 吕布等汉将 并战胜 那她的战神之名 必定想撤五湖四海 九州各地 说不定进度条一跃到了八十 九十 但丁灵想到了 跟吕布大战时的艰难 到底是放弃了这一诱人想法 她想要的 不是旗鼓相当 不是艰难战胜 而是碾压 不错 丁灵想要对吕布 进行绝对的碾压性的胜利 只有这样 战神之名 才是名副其实 再说了 二 你必须击败未免最强者 证明 你才是名副其实的战神 任务二 也是必须完成的 但她如今还不是王月 同渊的对手 事已 南下扬州学内练呼吸法 是必然的 我已经带了飞哥 想来跟潘凤他们联系上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丁灵放弃了 去虎劳关参战的打算 三阴战吕布固然精彩 但她需要的是 提升实力 打通全关 何必在意 眼前的一时得失 之前跟你战斗的是吕布 赵云侧目 不错 好强 赵云动容 难怪师父说 九元吕布天纵奇才 让我以后遇到了 一定要小心她 王前辈也说过类似的话 不错 赵云瞥了眼定丁灵 但你战胜她了 你现在 就算不是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也绝对差不远了 丁灵笑而不语 她很想说她要做的 不是年轻一代第一人 而是这个未免世界的第一人 但她没说 即便是面对赵云 丁灵也不想大放厥词 虽然她因为 能开挂信心十足 但真的说出口了 难免会让赵云胡思乱想 等到了那个地位 一切彰显 也就不用说了 其次 她早就说过她要做战神 做天下第一战将了 再说 什么做世界第一人 未免有些话舌天足了 踢踏踏 两人一路策马而行 路上不识聊谈武学 技能 赵云不愧是被同渊 于九州无数人中 选中的关门弟子 天资之高 惊世骇俗 这一路走来 她都在战斗 进步速度 无与伦比 再有丁灵在旁指点 她距离超一流的水准 是越来越近了 当然 面对丁灵这个挂逼 赵云依然是极为谦虚 谨慎地 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有多厉害 实在是丁灵的学武速度 太吓人了 在丁灵面前 她完全被碾压成了炸 这让她如何骄傲 满足得起来 她始终处在一种 我必须加倍努力 追赶丁灵的状态之中 只要得闲了 就在练武 习练呼吸法 她也想早一天 把呼吸法修炼 倒入本能的境界 这样就可以跟丁灵一般 生肯药材 提升身体素质了 她为此可是羡慕了很久 这一天 两人来到了一片重山峻岭深处 道路难行 丁灵跟赵云 不得不牵马而行 一路小心翼翼 不敢走得太快 相比于宽广大道 山路崎岖多见 险峻陡峭 并且还时常会遇到 九曲十八弯 这般曲折坎的小路 这要不是丁灵提前在松县 买到了相关的地图 且地理大师寻踪觅记的能力 堪称绝顶 两人绝对会绕鱼 迷路更是有九成九的概率 只因丁灵发现 赵云赫然有路痴的属性 比之常人而言 他对于分辨正确的道路 更为迷糊 丁灵愈发庆幸自己可以开挂 若是不然 来到这三国世界 搞不好在山里转圈圈 都能转大半年 踢踏踏 叠仗山巒之中 除了时不时响起的野兽嘶吼声 鸟类的叫声 只有丁灵 赵云 以及八匹马的走路声 已经喘气声 突然 丁灵的眼前 飘过一道身影 那身影速度极快 在陡峭山巒上急速奔走 四猿猴攀爬峭壁 四飞鹤展翅高飞 利落 迅猛到了极点 他似在采药 攀爬到陡壁高处 摘了一朵棋花后 又沿着峭壁 爬去另外一端摘花 只是片刻间的功夫 他已然把背后的背楼给装满了 他似完成了任务 踩着岩壁而下 就要飞身离开 丁灵在此渺无人烟的绝地 见到如此高人 心中欢喜不已 忍不住高声叫了句 前辈 前辈 等一下 嗯 那高人站在峭壁上 双足立在一块突出的尖锐石头上 此刻闻听人声 不由回首 寻声看去 这一回头 却是看清楚了彼此的模样 丁灵见着高人鹤发童颜 身躯挺拔剑朔 双目炯炯有神 双足立在石头上 双手却是空着的 竟然在陡峭崖壁上 站得十分之稳 不由精佩万分 上前两步 见礼 说道 晚辈济周丁灵 见过前辈 常山赵子龙 见过前辈 赵云也立刻行礼 呵呵 高人微微一笑 欲发显得慈眉善目 和蔼可亲 浑似凌理老人 但他一身仙气 立在峭壁上 衣媚偏飞 气度灼然 顾盼声光 又似得到飞声的仙人般 让人侧目 两种气质完美地混合在一起 使得这高人一看就不同反响 让人印象深刻 不用这么客气 高人踩着峭壁下了山 几个腾挪转月 轻飘飘地飞身来到了两人面前 抚须笑看两人 你们是迷路了 需要我带你们走出去吗 不是 丁灵肃然道 我是意外得育前辈 仰慕前辈风采武功 想拜前辈为师 丁灵见着高人意外地好说话 他也光棍 直接表明来意了 赵云愕然 高人也是颇感惊诧 他上下仔细打亮了丁灵两眼 半上 摇头道 我没有资格做你的师父 丁灵心有猜想 却故作茫然 高人解释 你体格已然打破凡人质骨 抵达超一流的水准 已经站在了这个世界的巅峰了 我如何教你呢 我认为 我距离巅峰还很远 丁灵立刻说了句 谦虚是种美德没错 但谦虚过头了 就让人觉得有些虚伪了 高人促眉看了眼丁灵 但见丁灵一脸真诚 丝毫不似作为的模样 不由得惊疑不定 你是认真的 晚辈出山门 就是为了学遍大江南北的绝世神功 丁灵满极眼际发动 情真意切地说道 对于我来说 武功就是一切 打破世界的瓶颈 才是目的 超一流并不是我的目标 打破虚空才是 照云动容 高人惊恶无比 忍不住再次仔仔细细 打量起丁灵来 能在这个年纪 到得超一流的境界水准 想来定然是个绝世天才 难得你还不满足 不教 不自禁 这点值得褒奖 他想了想 说道 我的确会一些武功 也懂呼吸法 但你 但你已然入超一流 呼吸法都入本能了 我的呼吸法 对你没用 而我的武功 也是养生功法 不是杀法功法 你修炼了 也无法助理你打破虚空 所以很遗憾 高人言辞间 也是颇为真诚 我当然也想找一个传人 传承这一身武功造诣 但很明显 你不合适 丁灵眼角抽出了两下 继续发动满极眼计 肃然道 一切武功绝学 对于我来说 都能化为抵御 就算是养生功法 我也可以学的 打破虚空是传说中的境界 传闻只有上古的皇帝等人可以做到 自三皇五帝之后 再也没有人能做到了 你若是浪费时间学我的养生功 更不可能达到 那传说中的境界 何必呢 高人叹息 丁灵诧异 他还是第一次听闻 皇帝竟打破虚空了 真的假的 他信口胡周出来的一句话 竟然貌似却有其事 他心中翻腾不已 口中却道 对于我来说 我插的是武功 而不是时间 什么意思啊 高人侧目 丁灵任何武功一学就会 一会就精 一精通就入本能 赵云在旁边帮衬着说道 对于丁灵来说 他缺的 就是足够的武功秘籍 而不是修炼武功的时间 高人看傻子似的 看了眼赵云 有些不愿 你是否觉得我年纪大了 好忽悠 绝然不敢如此 赵云神情严肃 我所说 但凡有些许歪曲 管让我天打五雷轰 不得好死 高人静一不定地 看了眼赵云 又看向丁灵 这事是真的 真的 丁灵现在的脸皮厚多了 此刻即便不发动演技 也是神情坦然 自信至极 这 高人抚须来回夺步小话 猛地看向丁灵 要是你真的 如赵子龙所言的一般无二 我也不是不能传授 给你我的武功 他长叹一声 我的武功 反正都要传人的 既如此 就传授给你们两位吧 他思想开了 笑了笑 道 不管丁灵的天赋 是不是真的很恐怖 我都可以传授给你们 你们可以一起学 说完 他不带两人反应过来 直接开始演练起功绝 口中还不停地 吐露出一句句 繁复而深奥 精妙的口诀 此功是我翻阅 无数古书 医书 道书 再入各地深山 观看虎 鹿 熊 圆 鸟 无种动物的习性 与动作而成 事业 我给他命名为武情戏 哄 高人演练武情戏 一朝一世 时而飘渺如烟 时而沉稳如山 他的动作打得很快 但讲解的速度 却不快不慢 声音温和 入耳疏远 叮铃越听 一颗心跳得越快 在听到武情戏这三个字的时候 他就知道 眼前的人 必定就是华佗了 神医华佗之名 享遇千古 丁铃属实没有想到 会在这深山老林之中遇到他 他之前 也想过去找华佗 把他一身医术学来 但在冀州 洛阳等地 根本看不到他的身影 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不曾料 柳暗花明又一村 竟在此地相遇他 丁铃惊喜 心想 怪说不得如此好说话 原来是一生 都在救苦救难 救黎明 解各种灾恶的华佗老神医 丁铃颇感庆幸 幸亏他脸皮厚了不少 主动喊了一嗓子 并打折随棍上 说要拜师 要不然 还真没有这么顺利 他在社会打滚这些年 来到了三国世界 也接触了不少人 虽然看人依然不太准 但他知道 对付恶人要狠辣 对付善人要脸皮厚些 善良些 华佗慈眉善目 对他脸皮厚 自然是不二法宝 好了 华佗演练了一遍武情戏 看向丁铃 赵云二人 是否要继续 赵云说 丁铃一学就会 华佗也很好奇 想看看 世间是否真的有如此天才之人 他的武情戏 看似简单 但其实分两个版本 一个普通人学得 一个是给传人准备的 不仅可以养生 也可以杀敌 虽然杀敌效果弱 但也极为不凡 足以自保了 而他传授给丁铃 赵云的 自然是第二个版本 若是第二个版本 丁铃 赵云学不会 那一切皆修 从此冤进 不用了 丁铃微微闭目 图书馆的书架上 随即凝聚出一本书 其封面上刻了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武情戏 请课间 武情戏满集 力量0.1 敏捷0.1 体质0.6 咔嚓 呼呼 一口口热气呼出 丁铃的骨骼在颤动 皮膜在增强 足足0.6的体质提升 竟胜过了霸王几法 西洋剑术 要知道 随着丁铃不断地变强 即便是高段位的武功 能带给他的属性点加持 也是在不断减弱的 然而即便如此 武情戏 依然是加了0.6 虽然综合数据 弱于霸王几法 破晓剑术 但体质一向上 却是绝对地碾压 太不凡了 随着身体素质的暴涨 丁铃有一种非常清楚的感觉 自己的体力 耐力 持久巅峰战力等等 都往上飙涨了一大劫 力量 敏捷虽然提升得少 但也让丁铃感觉强大了不少 要知道 到了他这个境界水平 即便提升一点点 也是极为了得的 哄 丁铃不带话陀问询 直接施展出武情戏 虎之威猛 鹿之安舒 雄之沉稳 圆之灵巧 鸟之清洁 被丁铃给施展得淋漓尽致 如火纯青 极致处浑然天成 似天生就会此功绝一般 完美地把武情戏给入了本能 任凭常人如何细究 细察 也看不出丝毫不妥来 华陀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 这 这 赵云与有容焉 很有成就感地说道 前辈 我早说了 丁铃是一学就会 一会就精 一精通就入本能的绝世天才 现在你信了吗 这话说的 就好像是他学会了武情戏似的 很明显 赵云早就把丁铃是做知己 好友了 要不然 不会这般做谈 华陀诗语 好伴上 才似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华陀甚至于忍不住上手 对丁铃细细摸骨查看 却是越看越迷糊 越看越费解 一段时间后 他放弃了 常叹道 真的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我完全看不透丁铃 想来你能学武这么快 一定涉及到了 人体学的某种精识大秘 可惜 可惜 我成就所学有限 无法破解 前辈谦虚了 丁铃肃然道 能自创出武情戏这等爵士养生功 前辈的天赋 才华 悟性 可谓是上上之选 万中无一 何必妄自菲薄呢 对比一下你 我感觉自己就四个庸才 华陀说话也很直接 看得出来 是个直男 你就不用夸我了 你夸我会让我无地自容的 在你面前 我根本没有上上之选的资格 丁铃无言 果断转移话题 前辈之前攀爬峭壁斗牙 浑似长人走路 这也是武情戏的效用吗 有一部分是 华陀想也没想就说道 主要还是因为我 懂得一门轻身提纵术法门 能教我吗 丁铃满级眼计发动 十分认真 严肃 恳切 赵云探服 他发 现丁铃的脸皮 是越来越厚了 之前还会脸红 现在都不见丁铃带眨眼的 华陀也有些愕然 他看了眼丁铃 这年轻人 还真是不见外啊 这是 把他当自家长辈了吗 这么直接的 前辈 丁铃满级眼计发动后 言语中感情极为真挚 热忱 让人根本分辨不出 他是在演戏 我一定会把前辈的武功 发扬光大的 好吧 反正武情戏都传你了 一门提纵术 也算不得什么 华陀为人 倒是宽容大度 很快想开 释然 并再次开始讲解 提纵术的法门 口诀 招式 奥义 他的演练过程极为寻常 但行走提气之间 魂似仙人漫步 神龙遁空 有一种说不出的洒脱 逍遥 大气感 这是他的本性与武功 已然相融合到了 画景才有的体现 丁铃暗暗佩服 细细听 一遍过后 丁铃微微闭目 图书馆书架上 立刻凝聚出一本书 提纵术 请课间 提纵术满极 力量0.1 敏捷0.4 体质0.1 提纵术赫然是一本高段位的轻功身法 虽然力量 体质加得不多 但敏捷竟加了0.4点 增强的幅度 相对于西洋剑术而言都不小 更是等同于霸王击法提升的力度 要知道 霸王击法满极后 也不过敏捷0.4而已 而如今 丁铃可是比原来强多了 增强力度减弱后仍然可以达到0.4 可见提纵术的不凡 呼呼 一呼一息之间 丁铃浑身轻飘飘的 似随时能脚踩降云飞仙而去一般 现在的它敏捷之高远超过去 这一次增幅力度更是非凡 使得丁铃骨骼 经络等再次发生变化 变得更通畅 坚韧 强大 你学成了 话陀侧目 动容 不错 丁铃点了点头 很是干脆的运转提纵术 休 武情细入本能后 再有提纵术 呼吸法配合 丁铃竟然也可以做到 如话陀一般 攀爬斗崖如儿戏 迅猛 利落 自然 随意到了极致 就似它本来就是这天地间 擅长攀爬斗避的动物一般 话陀震撼 心中翻江倒海 不能自已 赵云麻木地看着 但瞥见话陀模样 心中又不觉暗爽 这种猛逼的感觉 一个人承受 真不如几个人一起承受 尤其是这种高来高去的高人 都被丁铃给震得头皮发麻的模样 更是让赵云如影甘泉一般 只因他跟丁铃是自己人 有人是自家人如天神 妖孽一般 赵云怎么可能没有集体荣誉感呢 呼 丁铃下了抖壁 一个纵月来到话陀面前 长呼口气 拱手道 前辈 请指教 话陀无言看苍天 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道 要不是我自家人知道自家时 我绝对会怀疑 你早就学会了我的武情系 与提纵术 但我记得很清楚 武情系 提纵术 我至今没有传过外人 你们是我为二 传授过的人 他盯着丁铃看了两眼 一脸佩服 古语有言 天下大乱之时 必定有英雄与妖孽同出 我希望你是英雄 我会的 丁铃很是真诚 绝对不会辜负前辈后望 嗯 华陀很是感慨 武情系 是我一生所学之精华 凝练而成 修炼难度不可知 但被你如此轻松学成 也是 让我大受震撼 至于提纵术 我修炼到入本能 可是花费了足足五六年 你才多久就入本能了 实在是匪夷所思 无法理解 华陀三观 都似有些崩塌 看丁铃的眼神 蕴藏着奇光 在山里随便遇到的两个人中 一个是真正的万中无一的奇才 一个更是我看不透的绝世天才 这难道就是冥冥中的缘分 华陀对丁铃摸骨后 也顺便给赵云摸了骨 绝对是缘分啊 前辈 丁铃打折随棍上 立刻接话道 你还有什么绝学 不如一并传授给我 华陀被丁铃整得有些无语 干咳了声 道 我的呼吸法传给你没用 一个人最多只能修炼 以内以外两种呼吸法 而且 即便是以内以外失败概率 也是极大的 我的也是外练呼吸法 我关你气息 气质 你应该修炼的是 洛阳剑神王月的外练呼吸法 如此的话 你绝对不能再学我的外练呼吸法了 前辈 赵云提醒 丁铃其实已经学会了两种外练呼吸法 什么 华陀失色 这怎么可能 不信你瞧 赵云看向丁铃 丁铃很是配合的 同时激活两种呼吸法 刹那间 剑神呼吸法的锋锐之气 灵皇呼吸法的高贵霸气 同时彰显出来 完美地熔炼在了一起 华陀看得瞠目结舌 下巴都似要跌落在地 好半上 才一脸震撼地说道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啊 老夫行走九州多少年了 今天真的是开了眼了 要知道从古至今 可是没有人修炼成功过两种外练呼吸法呀 华陀看丁铃的眼神很奇异 你这是打破了记录了呀 超越了圣贤 成为了新时代的开辟者了呀 了不起 太了不起了 他毫不避讳圣贤之名 直言丁铃或许会成为皇帝 石油 孔子一般的绝世人物 未来可期 前途无量 华陀很是欣慰 欢喜 能跟你这样的时代开辟者相遇 果然是缘分使然 既然如此 不知道前辈可否传我你的其他武学 丁铃一脸期待地看着华陀 华陀被噎了一下 这才说道 行吧 反正都传了你武情戏 体重数了 再传你呼吸法也没什么 他叹息 我年纪也大了 而现在天下大乱 搞不好什么时候 就会被战火波及而死 我一直很遗憾 没有得遇一个合格的传人 能遇到你们两个 真的是太意外了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喜色 很好 干脆都传了你们 只是希望你们以后 得遇合适的传人 能把我的武功心法等也传授出去 莫要让他失传才是 华陀能一个人行走九州各地 还经常入豺狼虎豹遍地的 深山老林采药 懂身法 会武功 似乎也不是不能理解 但呼吸法竟然也懂 而且还是绝世的药王呼吸法 叮铃诧异 但这个时候也不便多问 只是细细聆听 一遍过后 图书馆上凝聚出一本 虚幻不定的书来 赫然正是药王呼吸法 书架上除了虚幻的 药王呼吸法之外 还有虚幻的战将呼吸法 飞雄呼吸法 叮铃蠢道 看来我的身体素质 还没有到可以承受 三种外恋呼吸法的程度 若是不然 绝对可以瞬间满疾 身体承受不了 若是强来 可能就是暴体而亡 要知道从古至今 多少圣贤 英雄 好汉 都没有修成两种外恋呼吸法 叮铃借助外挂修成了 并圆满入本能了 已经打破历史记录了 想要再修成一种 叮铃估摸着 或许还要打破 一层桎梧颈 事实如何 不得而知 记住了 华佗问 叮铃点头 华佗又问 学会了吗 叮铃摇头 华佗却松了口气 你要是学会了 第三种外恋呼吸法 我估计 圣贤都会从地底下爬出的 因为这是实在是天方夜谭 不 准确地说 两种外恋呼吸法 都修炼到入本能 已经是天方夜谭了 你已经是新时代的神话传奇了 他嘖嘖赞叹了一番 又自我介绍了自己 随后说道 我一身所学 除了呼吸法 五情系 体重数之外 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医术上 相比于武功 我的医术 才是真正厉害的 你的医术 可是得传自某位药王 不能这么说 华佗斟酌了一番 说道 我的确得到了 药王扁确的传承 从他的医术中 获得了药王呼吸法 与内经等传承 但我更多的医术 还是家传绝学 除此之外 我还游历四方 便寻古籍药方医书 看了数字不清的书籍 这才有了如今的一身 医术造化 三人聊谈了好一会儿 丁玲表示想学医 华佗不解 你在武道上的天赋 无人能及 为什么要丢了西瓜 剪芝麻呢 好好发展你的武道 比发展一道更有前途 我一道上也有天赋 丁玲满极演技自然发动 自信昂扬 坦然至极 我绝对可以成为一代医神 赵云无言 丁玲随时随地 进入演戏状态 这种感觉就很微妙 跟丁玲待久了 赵云自然知道 丁玲是什么性格 平时是什么表现 现在这副模样 不用想 也知道是装的 不过这装的也太自然了 天才啊 演戏也演得如此微妙微笑 赵云自愧不如 如果丁玲严肃 认真点 赵云还不敢肯定 丁玲在演戏 还会觉得他脸皮厚之类的 但这么自信神气的模样 这不摆明了是演戏了吗 丁玲平时可不这样 这 华佗跟丁玲并不熟 但见丁玲由那儿外 散发出来的强大自信 不由动容 抚须犹豫了一会儿 说道 要传你我家传的绝学 也不是不行 除非 你能证明 你在一道上的天赋 另外 再帮助我做一件事 前辈但说无妨 我要怎么证明 又怎么帮忙 证明很简单 华佗说道 我可以现在就传你 扁鹊的切脉诊断之法 再传你扁鹊的内经法门 学会了这两种 你治疗内疾 想来没有多大问题 丁玲大喜 拜谢 传说华佗只是外科圣手 如今看来有所虚假 能成为一代神医的华佗 怎么可能是一语之辈 不说全能 但绝对都内科呀 搞不好他会的内科绝学 都失传了 这才以鹅传鹅 成了外科圣手 当然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华佗肯定精通外科 客气了 华佗笑咪咪的 你如果真的在一道上 有大天赋 多个同道中人 我求之不得 他叹息 九州大帝真正的神医太少了 玄狐济士为苍生 妙手回春 担心后宰 说的就是华佗这种人了 丁玲很佩服这种人 但他绝无可能成为这种人 因为他做不到大公无私 一心未明 听好了 这是内经的心法 口诀 华佗开始细细剖析 解读给丁玲听 丁玲凝神听着 一遍过后 华佗停下 颇有些期待地看着丁玲 他认为 丁玲应该不可能一遍就学会内经的 因为一道不同五道 是典型的一学南经 当然即便一学 也是针对天才而言 对于普通人来说 内经的难度可不低 丁玲微微闭目 书架上凝聚出一本书 内经 刹那后 内经满极 魅力0.3 有关内经的种种相关精髓 真理 傲义 在石海中激勇 澎湃 继而快速化作一种 本能冲入丁玲的四肢百骸各处 只是请客间的功夫 丁玲便彻底洞彻了内经 了解了内经的一切秘密 毫无疑问 现在的丁玲 已经可以算得上 是一个一道宗师了 毕竟他在现实世界 就学会了不少医学技能 若是再配合内经的种种 不可思议的技巧 方法 丁玲的医术 无疑是在这一刻 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且因为内经的加持 丁玲的身上 随即而多出了一种 慈悲为怀既是未明的圣贤气息 这是独属于一家圣贤的气 华佗一眼就认出来了 不由倒吸了口凉气 难难道 应该不至于吧 一遍就把内经学会 这得多逆天的一道天赋 要知道 他当初为了学会内经 可是耗费了极大的心血 耗时耗力耗神 力气精神不济 便是时间少说 也是以年为单位的 但丁玲呢 华佗惊仪不定地看着丁玲 丁玲睁眼 再次败现 华佗摆了摆手 事意不必如此 他有些迫不及待地问了句 你学会了 是的 华佗如遭雷击 身子骨颤抖了一会儿 才平息下来 他抚须的手 都有些哆嗦 可见内心此刻有多骇然 震动 心壶翻腾 脏腑颠倒 都不足以形容他此刻的复杂思绪 华佗深吸口气 依然无法淡定 五道如此 情有可原 一道这一行 可不似五道 需要实打实的行医经验 才能慢慢摸透其中观翘 继而疏通脉络 理清一切 洞彻真相 掌控真谛 但你呢 丁玲正色道 一五不分家 我觉得自己在这一行上 的确天赋一柄 超凡盖世 前辈若是不信 可考考我 这是演技在发挥效用了 虽然脸皮 如今已经很厚了 但面对一代神医画图 丁玲不用演技遮掩 难免会须得慌 继而露出马脚 好 画图也不含糊 当即开始展开考核 考核的内容 自然是有关内经中的 种种技巧 方法 并特意去深山之中 找来一些肺腑受伤的动物 让丁玲诊断 内经可治人 自然也可以诊治兽类 这是 可以凭借切脉诊断之法 妄文问妾之法等 诊治的无上一道之法 当然 兽类不会说话 无法沟通 一些法门在他这里行不通 但绝大多数 还是可以用的 丁玲在内经满集后 已然把这内经的 种种划入本能之中 洞彻了然一切 虽然经验尚缺 但他此刻就似 没有上过战场的 天下第一战将班 真的上战场了 对他来说 杀一些小兵小将 也是轻而易举 事业 丁玲的诊断经验 随着他不断地诊断 一支支兽类 而在疯狂地累积 增加 小半天后 华佗有些气喘地说道 行了行了 你过关了 他不再考核了 毕竟特意去找些 相关的病例 也难找 而通过观察 丁玲的起手势等技巧 方法 华佗已然判断出了 丁玲的确学会了内经 他感觉很是不可思议 但惊骇过后 更多的还是欢喜 看来天地间 又要多出一个神医了 华佗大笑 笑声在山林间回响 激荡不休 他猛地看向丁玲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 深入这深山老林地带吗 采药 不错 华佗抚须说道 我是来采药的 这里群山延绵 咸有人烟 各种老药榨根 我要找的一些西汉药材 也只有这里才有 他顿了顿 说道 如今我已经找齐了药材 我准备出山去了 他看向丁玲 你要是想学我的家传绝学 只要帮助我 救治好这次的汝南瘟疫 我就教你 汝南瘟疫 丁玲一愣 不错 华佗面色沉重如水 这些年战乱延绵 民不聊生 百姓之中 有太多食不果腹的人了 尤其是汝南这地方 被黄金贼 山贼 汉匪等接连洗劫 时事九空是寻常 十里之内 无机名更是普遍 有些地方白骨矮矮 无人收尸 温度升高 尸体腐烂 就开始有瘟疫流行了 我此次来此 就是寻治疗瘟疫的药材 你若是能陪我 去搞定这次瘟疫 我就传你清囊精 清囊精 丁玲听着很耳熟 稍稍寻思 就恍然大悟 这不是已经失传的一家绝学吗 不错 清囊精 华佗点了点头 道 清囊精涵盖人体脏腹 皮膜等各处的一切治疗之法 内疗 外疗之法 其中都有叙述 更有相配合的针灸等技能 只要完全掌握了清囊精 你便可以成为 不逊色于我的存在 我去 丁玲很果断 反正南下扬州 绕点路 汝南也算是顺路 好 华佗很欣慰 勇气可嘉 多少人听到瘟疫这个词 都会如臂蛇蝎 你能明知山有虎偏 像虎山形 精神勇气都值得肯定 我纯粹是为了学会你的绝学 丁玲认真 光棍地说 哈哈 华佗大笑 这个世道能找到一个专注医道 并且还有天赋的人 可以说 很难了 遇见你是我的幸运 我没有资格做你的师父 这次汝南之行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会把一身所学传授给你 华佗也希望能在死前找到一个传人 但一直未能如愿 毕竟这个世道太乱了 安然地活着 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奢侈 他们怎么可能有时间学医 而对于皇族 世家的人来说 他们宁愿学习治国 兵法 武道 也不可能学习医道 因为医道在他们看来 只是下九流罢了 是以 华佗很难寻到合适的传承者 丁玲的意外到来 对于他来说 又何尝不是意外之喜 他来这里采药 也不是一两次了 没有想到 这一次竟然得遇这么两个逆天奇才 尤其是丁玲 竟然在医道上的天赋 不弱于他的武道 这对于华佗来说 可谓是巨大的惊喜 三人聊开 谈妥后 就一起往山外走去 华佗不愧是经常往来 深山老林之地的老神医 竟知道几条小道 通过这些小道 少说也能缩短一两天的时间 要知道 这山里策马 几乎不可行 丁玲跟赵云 都是一路走的 华佗的指点 可谓是及时雨 路上丁玲也问询过 山里可有大药 华佗知道丁玲的意思 没有 他叹息 就算有 一时半会儿也绝对寻不到 只因显眼的大药 都被一些常年生活在山脚下的户 采药人给菜走了 他们是以摘菜大药为生 采药经验极其丰富 尤其是随着这些年战火延绵 舞者数量暴涨 对于大药的需求量疯狂上涨 采药人更是几乎把显眼出的大药 给采决得干干净净了 便是我有时候 急需一些大药给人治病 都难寻到了 原来如此 赵云释然 怪说不得一路走来 一株大药都看不到 丁玲跟赵云都是武将 修炼呼吸法需要大药 在深山老林中赶路 难免会注意看 寺下里有没有药材的 很遗憾 一株都没有看到 连福将赵云都发现不了 丁玲自然也是毫无所得 由此可见 话陀说得丝毫没差 近些年的战争 是真的把能看到的 能发现的大药都给采摘了 是啊 话陀叹息 真正的大药 如今都被藏在一些 世家大族的宝库里 他们不缺钱 不缺人 所以市面上几乎很难买到大药 原来还能买到 但随着战乱加深 只要出现大药 都会立刻被世家的眼线发现 继而汇报上级 再有上级来快速购买处理 正是因为 世家囤积大药的现象 越来越疯狂 导致市面上的大药 价格居高不下 我是买不起了 一些稍微珍贵些的药材 我也买不起 太贵了 我只能入深山老林等地 亲自采摘 他看了眼丁玲 赵云 抚恤大笑 很是开怀 古语有言 福惜货之所福 或惜福之所以 我看似倒霉了 但遇到你们两个 可不是福报吗 可见 冥冥中自有定数 记得多了 老天爷也会帮我的 丁玲不忍心打击话陀 只是默默点头 在这里越快要崩坏的年代 不心狠手辣的人 几乎很难活下去 刘备看似仁慈 但能对自家的义子动杀手 能在吕布投降时神捕刀 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摔青儿子 无一步说明 其人有大志 大勇 不仅如此 其毅力 魄力 坚韧之心 笼络智能等等都是一流的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真的是一个如画陀一般 济世未明的高德之人 画陀如此高德 最后还被曹梦德弄死了 只能说乱世中 好人很难偿命 假许多毒 照样活了七十多岁 寿终正亲 除非好人 四童渊等人 一般隐居室外 不参与世俗纷争 否则跟一群恶徒斗法 斗狠 好人往往会因为善良等 被恶人给击败 击杀 丁玲有自己的底线 三观 他当然敬佩 欣赏四话陀这样的好人 也愿意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但他决然不会成为这样的人 尤其是乱世中 他可不想英年早逝 道路艰难曲折 偏偏又赶上了一场大雨 三人八匹马 淋了个落汤鸡 等走出深山 赶到山脚下 一处农户借助时 天已然暗了下来 三人再次借宿一晚 隔日 丁玲给了农户一些钱财 正要离开 踢踏踏 伴随着呼喝声 震天的马蹄声 从远方传来 奔马的速度很快 等丁玲三人牵马 走出农户的院落 刚刚上马 一群人已经及时到了 丁玲三人的面前 就是他们三 这群人人人身披肩胛 戴着头盔 各个高大魁梧 手持长枪 围守者浓眉大眼 满脸求须 手持一柄大锤 威风凛凛 他一手勒着缰绳 一手用锤子指着丁玲三人 看向一侧的一位士兵 你确定是他们 偷得我们的马 士兵畏畏缩缩 高不过七尺 相比于其他大汉 看起来四个书生 面对围守者的贺问 他吓得一个哆嗦 本能地点了点头 围守者大笑 锤指叮铃三人 听到了没有 识相的 赶紧给老子滚蛋 要不然 有你们好看 他怒目原睁 浑似雷神在发怒 张口咆哮 似狮子在怒吼 一双眼灼灼声光 似毒蛇在眯眼看人 随时会责人而是一般 一个人有三种复杂的形容 面貌交织 融合 可见 此人必定是一个喜怒无常之辈 叮铃眉头一挑 很是不愿 我们素不相识 你这样凭空无人清白 是不是太过分了 要不是话陀在身边 丁灵早就弯弓搭剑 射翻这群人了 随着杀戮的增多 不断跟天下名将拼杀 丁灵的心态 也在不知不觉中 发生微妙的变化 变得愈发自信 淡定 且杀法果断 哈哈 为首者一愣 继而仰天长笑 似听到了世间 最为可笑的笑话一般 但很突然的 他收了笑声 沉着脸看丁灵 阴侧侧的道 你难道不认识我 我为什么要认识你 叮铃愕然 你算老姐 赵云文言 立刻握紧了手中的 龙胆亮银枪 话托暗道不妙 立刻上前几步 朝着为首者见礼 不卑不亢地说道 这位将军 我们只是路过 萍水相逢 绝对不可能偷你们的马 这些马 是我这两位小友 从斯利地狱带过来的 斯利地狱 为首者撇嘴 不懈道 这里是南洋 跟斯利可是隔着重重大山 你们跟我说 来自斯利 真当我傻吗 这是真的 话托肃然道 且不说我这两位小友 是真的走的山路 就算不是 要想从斯利带马来南洋 也可以走其他路 多的是路径 怎么你就这么肯定 是我们偷了你的马呢 唉 为首者叹息一声 猛得一家马腹 骏马吃痛 斯明一声 往前急驰 为首者随即抡起大锤 朝着话托的脑袋 重重砸去 争鸣大笑 老家伙 敬酒不吃吃罚酒 都快入土的人了 你出来冲什么英雄好汉 锤锋凌链 煞气逼人 话托惊愕不已 本能提起提纵术要退 但一时之间 哪里有马快 眼瞅着话托 就要中招深运 秀 一只剑 突然自旁侧暴尸而出 伴随着道道 旋风划过虚空 扑的一声脆响 剑使正中为首者的额头 并没入额头两寸有余 整个箭头深深地插入了 其人头颅之中 为首者当场暴毙 抡起的大锤 无力地跌落在了地上 他一脸愕然 不敢置信地看着丁灵的方位 眼中猙獰而残忍的光 渐渐消灭 雷将军 为首者带领了足足 有一百余人的队伍前来 这些人见为首者死去 不由各个悲愤 惊怒不已 一个个都纷纷持枪 策马冲向丁灵 华佗 赵云三人 口中抱贺 为雷将军报仇 丁灵轻哼一声 加了加汉鞋宝马的马腹 汉鞋宝马 经过这段时间 跟丁灵的接触 相处 早已经被丁灵 给彻底设服 收服 他急为通灵 丁灵一加马腹 他就飞速地冲了出去 直奔敌人 吭枪 丁灵扬起手中化解 霸王击法施展开来 魂似秋风扫落叶一般 挡者披靡 一路过处 残枝断壁飞洒而起 不过几个眨眼的时间 丁灵已经打穿了队伍 然后在他们震撼欲死的眼神中 折回 再次反杀了过去 啊 快跑 见丁灵如此凶猛 可怕 队伍立刻乱了阵脚 纷纷策马四散奔跑 想跑 丁灵随手斩杀了几人 拿出六弹弓 弯弓搭剑 瞄准三人 修修修 三只旋风剑飙射而出 魂似闪电划破长空 眨眼便没入了三位士兵的后背 伴随着三道惨叫生起 三人赫然被一股距离给先飞出了马背 随着五情系 提纵术的满极 丁灵的力量 敏捷 体质 都有所增加 力量更强 速度更快 耐力更久 除此之外 内精的满极 让丁灵更了解人体的弱点 三剑几乎每一剑都正宗人体的关键穴位 可以这么说 如今 丁灵的杀敌效率提升了何止三成 咻咻咻 赵云甚至于都没有来得及出手 伴随着漫天见光 落向四面八方 跑远的七八十位骑兵 纷纷被射落下马 华佗目瞪口呆 惊为天人 好强的剑术 好高的体质 也只有体质惊人 才能这般高速地拉动六弹弓 还始终维持巅峰状态 这是十分难得的 就华佗所知 绝大多数的超一流高手 都是体质不够强 丁灵如此体质 若是持久战 绝对可以碾压九成以上的超一流 获得成就勋章 震杀雷伯的精锐雷骑兵 注释 雷伯身为元术一方的大将 统领人马过万 镇守南阳北地一带 他的雷骑兵横行南阳 无人可治 精锐雷骑兵更是骁勇无比 你以一己之力 重创并震杀他们 一定会在当地引起海啸 提示音划过耳畔 丁灵听得眉头微扬 他没有想到随便杀的一支队伍 竟然是雷伯的精锐雷骑兵 难怪给他一种颇为棘手的感觉 但也仅此而已 他现在可是比跟吕布战斗的时候还要强 因为武情戏 提纵术 内径的加持 他的杀敌效率暴涨 若是手持六弹弓 堪称战场上的割草机 雷骑兵再强 再看看来 也就是一件就能解决的事情 不过这支骑兵 怎么会来找他的麻烦 他看向做士兵模样打扮的七尺书生 招了招手 示意他过来 丁灵特意留着他没啥 就是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七尺书生头皮发麻 后背冒汗 双足如同灌了水泥 似有千斤重 但丁灵招呼 他又不敢不听 只能强忍着恐惧 亮亮呛呛地走到丁灵面前 然后扑通一声跪下了 英雄 饶命 他先一步喊开了 丁灵摆了摆手 示意他起来 话陀在侧 他也不想滥杀无辜 但很明显 七尺书生不是无辜的 丁灵眼计发动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和煦 自然一些 要不然 他担心自己随手一挤刺下 把对方给刺死了 杀心越来越重了 丁灵眉头微微一挑 把沸腾的莫名情绪波动 给压了下去 难怪战将一个个煞气十足 这杀人杀多了 的确容易变成 一尊是人命如草芥的杀神 丁灵察觉到了心态不对 这才多久 但他一路走来 杀了多少人 血腥已经轻染了他 好在他的呼吸法极为不凡 能压制住 想来 只要休养一段时间 就绝然没有问题的 但现在看来 是不会有时间给他休养的 只能运转内经五情系中的法门 技巧 来配合呼吸法压制 不论是内经 还是五情系中的法门 都极为平和 中正 果不其然 急速运行了一段时间后 丁灵就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心态 他暗暗称奇 对于养生功 一道一类的功夫 心觉 愈发感兴趣了 他以后肯定要踏入更高的舞蹈 说不定会杀更多的人 学一些静心的法门稳心态 还是很有必要的 说吧 丁灵俯视七尺书生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刚刚的为首者 又是谁 为首者是雷伯 果然是雷薄 袁术手底下 烧杀抢虐 无恶不作的将军之一 对于雷伯丁灵 是有印象的 这家伙离开袁术后 与陈兰一起占山为王 做了山贼 后来还袭击兵败的袁术 抢夺财宝等 毫无忠诚度可言 妥妥的匪徒属性点拉满 现在看来 的确如此 能二话不说 就明目张胆 惯以偷马贼之名 然后理直气壮抢东西的 可不就是汉匪吗 雷薄比汉匪还要来得彪汉 见华陀争辩 直接抡锤 要把华陀锤死 妥妥的恶贯 恶霸 丁灵想到 现实社会里 也有不少这样的人 便释然了 这可是乱世 会有这样的人 真的不奇怪 董卓掌权后 袁术便逃来了南洋这儿 袁术身为原家嫡系子弟 来到这里后 自然是一呼百应 很多人都拥戴他 雷薄只是其中之一 因为雷薄投靠的较早 且颇懂讨好袁术 是已被袁术看中 前不久 袁术加入了陶董联军 便命令雷薄 镇守南洋北部一地 没有了袁术在头上压着 雷薄行为做事 更加肆无忌惮 横征暴脸是常事 欺压良民 打压弱小 霸占良家女子 更是家常便饭 雷薄的行为 吸引了不少混混 流氓 汉匪等 加入了他的骑兵队伍 说到这里 七尺书生 偷偷抬头看了眼叮铃 又飞速把头捶下 快速说道 英雄你的八匹马 实在是显眼 前不久 有人把你的事情 传给了当地的一个地匹 地匹为了得到雷薄的赏识 立刻把这事上报了 然后 丁灵听明白了 他问 谁把事情传给地匹的 地匹又在哪 地匹已经被英雄你射杀了 七尺书生 南方几十米开外的 一个倒地骑兵 纳斯因为举报有功 被雷薄当场提拔 成了雷骑兵中的精锐成员 至于谁传给地匹的 他看了眼丁灵身后的农户 意思不言而喻 农户主家有八口人 院子极其宽敞 算得上是当地的大户了 要不然也无法安置 丁灵三人八匹马 户主也一直在关注这场大战 等看清楚丁灵的了得后 一张脸已经吓得煞白如指 眼瞅着丁灵招来七尺书生 书生一五一十地招供 户主再也站不住了 强忍着恐惧走出院落 扑通一声跪了 不断磕头说道 英雄饶命 英雄饶命 我们也是一时鬼迷心窍 这才做了好大糊涂事 英雄饶命 户主妻儿等也走了出来 户主妻子跪倒在地 抹着眼泪 淒淒淒淒淒淒淒地说着 那雷宝横行一方 前不久还把我的几个女儿给劫走了 我们想着 把你们的八匹粮马给供出去 雷一伯就算不还我们的女儿 也应该会善待 救 救 说到这里 户主妻子磕头如捣蒜 我们都提前跟对方说清楚了 他们只要骂 绝对不会害你们性命的 我们没有想到雷伯他 唉 丁玲一声叹息 心中杀意沸腾 运转武情戏 内经这等平和内心的法门 良久才把躁动的杀意压下来 算了吧 华佗是典型的老好人 见此 心软道 他们也是被迫无奈 雷伯这人残忍无道 生活在他治下的百姓 每天战战兢兢 会这么做 情有可原 再者 他们也没有要害我们的意思 他叹息 要怪就怪这社会太乱了 他看着丁玲 就当给我们个面子吧 他有些惭愧 羞造 老脸微红 他知道 如果不是丁玲果断出手 他已然魂归西天了 事宜 虽然觉得丁玲杀伐太过了 但也没阻止 直到农户一家走出 他这才忍不住站出来 劝说了两句 即便如此 也是老大不好意思 心想等过了这地儿 就把青囊经传给丁玲算了 没有必要真的等他到了汝南 去治疗瘟疫再给 能遇到丁玲如此一道奇才 对他来说 完全是意外之喜 之前只是想着 考验丁玲一二 如今丁玲对他来说 有救命之恩 再者 他刚刚又劝丁玲 不要杀农户 多少有些惭愧 觉得对不住丁玲 就想着 立刻把青囊经传授出去 不过现在显然不是传授的好时机 好吧 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 华佗的不能不给 毕竟这位在深山老林之中 对他帮助甚大 走吧 丁玲不想再跟这里的人打交道了 直接策马离开 华佗也上了一匹马 他在前头引路 英雄 七尺书生忍不住叫了声 怎么 丁玲勒住缰绳 回头看了眼他 七尺书生强忍不适 追了上去 抱拳剑里 低声道 感谢英雄不杀之恩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雷宝是袁术亲信 前不久 袁术的儿子袁耀 也来了北地 他现在就在前方五六里 开外的一处空地上 带领着一千多的雷骑兵 等候雷宝 你这一去 必定会碰到他们 还是小心为上 你有心了 丁玲深深地看了眼七尺书生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严相 严相 丁玲诧异 侧目 严相 东汉末期人物 袁术的主部 是袁术一方 具备大智慧的大谋士 不曾料 竟在这里遇上了 而且还混得这么惨 不至于吧 但想到玩家的介入 丁玲释然 有玩家在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现在的严相会看起来这么窝囊废 可能是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 也有可能是被雷薄他们打压得太狠了 也有可能是被地痞流氓等气压太多了 不管事实如何 严相的原本固有形象 在这一刻 赫然在丁玲的心里轰然崩塌 他也没问严相 如何混到这一步 又如何会被作为引路人 引导雷薄来此地的 他只是深深地看了眼严相 然后侧满离开了 远离农庄后 获得成就勋章 你设服了严相 注视 严相为人隐忍 获达 有大智慧 他一直坚信 智慧才能破解难题 但你的出现 颠覆了他的固有认知 你砍瓜切菜斑 解决雷薄等人 就似蛮横的 把一切难题给轰碎一般 干净利落 直接 让他豁然开朗 大感痛快之余 也不由站立 惶恐 继而质疑自我的真正价值 不出意外 他肯定会持续关注你 他想从你的身上 与自己的身上 观察 分辨出 到底是大智慧了得 还是大勇力无双 提示音滑过耳盼 叮铃眉头微扬 蠢道 看来严相之前的许多表现 都是装出来的 如此就可以解释了 他世人 也没再多想 他又不玩争霸 没必要费心思去笼络谋士 在这一刻 他也颇为庆幸 没有选择争霸之路 要不然天天跟这些会演戏 会装的谋士在一起 不是要心累死 这些谋士 一个个都是老戏骨 老银币 面对他们 无力射服最直接 玩因谋诡计 丁铃自认智慧普通 大概率是会被郭家 诸葛亮等人给玩死的 还是选战神 横推才是王道啊 这叫好似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一个道理 只要够强大 一切算计都是虚妄 踢踏踏 八匹马都是两马 华佗轻装策马 在前引路 走得也很快 为了避免跟原药的大部队 发生碰撞 华佗 甚至半路该走小道了 然而 然而即便如此 仍然让他们 撞上了一支大部队 羞 一支剑突然自远方射来 羞然声中 射中了小鹿旁侧的一只野兔 野兔蹦跆了几下 最后倒在了小道上 大笑声响彻八方 本少爷终于射中了 伴随着轰隆隆的铁蹄声响起 千余骑兵队伍 从一侧急驰而出 来到了叮铃三人的正对面 西绿绿 华佗及时勒住了马缰绳 勒得两马人力而起 西绿绿丝鸣了数声 踩得尘土飞扬不止 嗯 赵云皱眉道 这群人难不成 就是颜相说的原要一伙人 不会这么倒霉吧 华佗满脸苦涩 你们是谁 千余铁骑的领导者 赫然是一个眉清目秀 倜躺不羁的少年郎 他外貌英俊 高有八尺 身披铠甲 手持弓箭 浑丝画里走出来的少将军 丁玲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帅的 吕布已经很帅了 眼前这位上升了一个段位 到了新的层级 现实世界 绝对找不到 如此英俊的人 说一句 古代攀安宋玉 绝对不为过 但是这少年郎满脸张扬 双目含着绿色 却把这份帅气与美好 给硬生生地破坏了 就似一份艺术品 被泼洒了猪粪一般 让人悚然 惊醒了过来 丁玲现在赫然就有这种感觉 他怕华佗吃亏 策马上前 朗声说道 我们是路过的旅人 若有惊扰 还望见谅 我们这就走 华佗欣慰地点了点头 丁玲没有主动惹事 是他所袭击的 有大能耐者 能克制己身 仁义爱名 就是英雄 否则肆意杀戮 毫无底线 不懂克制 那就是魔鬼 他绝对不可能 把一身所学 传授给魔鬼的 慢着 少年郎高声大喝 谁允许你们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 给本少爷滚下马来 跪在地上 先朝我克三的头 见了你再说 他很是不满 把少年意气强不羁 给演绎得淋漓尽致 见到本少爷 竟然敢端坐马背不见脸 谁给你们的胆子了 他瞥了一眼赵云 丁玲的马 双目越来越亮 区区小民的坐骑 竟然比本少爷的还要好 你们到底是谁 哪个家族的 我叫丁玲 纪州人 丁玲不卑不亢 表现得很有气节 不知道阁下又是谁 瞎了你们的狗眼 少年身侧持出一位 手持长刀的汉将 他面貌寻常 却人高马大 魁梧至极 此刻 他双目怒视丁玲 大声道 在你们面前的是 四世三宫汝南原世家的 嫡系公子原耀 你们不认识也就罢了 如今听了我的介绍 竟还敢端坐马背 不下马磕头陪李道歉 华佗 赵云面面相去 尤其是华佗 更是满脸歉意 他竟把丁玲 赵云带坑里了 丁玲醋没道 我是冀州虎奔狼将 朝廷七品官 你们如此待我 是不是太过分了 他心中也是无奈 都避开原耀了 怎么还遇上了 看来 原耀是待不住的性子 特意出来打了 哦 原耀挑眉打量了丁玲一会儿 再看看丁玲来的方位 突然问了句 你们遇到了严相 雷伯吗 华佗面色微变 神情有些不自然 赵云握紧了手持龙胆亮银枪 护住了华佗 丁玲特意跟他交代过 真发生大战 他保护好华佗就行 看来 你们遇到过了 原耀看着不羁 自艺 但貌似即会察言观色 见此颇为动容 见到了雷薄炎相 还能完好无损 带着八匹骏马 来到我的面前 说吧 你们是如何贿赂雷薄炎相 让他们特意放你们 一条生路的 他被我杀了 丁玲策马而出 手中画脊一抖 双目炯炯地盯着原耀 阁下若是试图在激怒我 小心你的脑袋 丁玲也想清楚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既然是非找上门 那就解决他 他连吕布 董卓都不怕 区区原耀 原树 肿中枯骨罢了 他一把几千坤都敢斩 还不敢斩区区原耀 越想 丁玲心中越清明 他已然决定 不管是任何痴美王良 敢拦路 敢放肆 敢侮辱他 就算华佗在 他也照杀不误 卧囊囊 犹犹豫豫豫的 不是他的性格 哦 原耀一愣 继而放声大笑 好胆色 敢在我的地盘 这么威胁我 你是第一个 有趣有趣 他看向一侧的汉将 陈兰 你去帮我把他的脑袋 给割下来 我要留作纪念 这样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我得好好看看 待会他死亡时的模样 想来必定会非常特别 他笑得很是张狂 猖獗 显然是不幸 丁玲能杀雷薄一行人的 好的 公子 陈兰手持长刀 策马而出 冲向丁玲 虎奔狼将是吗 本将军是六平左都后 你见到上官 为何不下马剑脸 实在是放肆 今天我就斩了你 以锦校友 华佗面有不忍之色 但并没有去阻止 他已然做错了几件事了 他再去瞎帮忙 搞不好三人会被坑死 他是善人 但不是蠢人 自然知道 这时候做什么最合适 赵云看死人般 看了眼陈兰一行人 丁玲则呵呵一笑 轻轻一加马腹 汉鞋宝马往前一冲 很快冲到陈兰面前 在陈兰抱贺一声 举起长刀砍向他时 叮铃手起挤落 轰 正中陈兰的长刀 陈兰如遭雷击 手中长刀脱手而出 在他骇然变色 张口欲要求饶时 噗 画戟在半空一旋 三十六路天罡伏法中的 劈脑袋施展开来 一声脆响 陈兰破头颅而亡 噗通 尸体在马背上晃了晃 陡然朝着一侧翻倒 原要震撼 他率领的一千多骑兵也是 相顾失色 陈兰可是他们一方的绝世汉将 几方十几万大军之中 能胜他的 可是寥寥无几啊 竟然一回合都挡不住 丁灵 这人到底是谁 为何名声不鲜 却如此了得 踢踏踏 丁灵策马飞驰 丁灵在决定动杀手的时候 就已然有了扫荡这支骑兵的打算 是以一击击杀二流武将陈兰后 就一往无前继续冲刺 汉邪宝马的速度非常快 很快冲到了原要面前 在他惊慌大叫 杀了他的声誉中 咔咔 随手两脊 刺死 向他挥动长枪的士兵 破 在一挤正中原要的肩膀 把他整个人 硬生生从马背上 挑到了半空之中 啊 原要惨叫 一股股钻心的剧痛 直冲脑海 他这辈子 如何受过这种苦楚 剧痛难忍之下 本能地开始失禁 尖叫 嘶吼 叫得撕心裂肺 惨绝人寰 丁灵闻到骚味 微微皱眉 随手一甩 几肩发裂 哄 把原要 给甩飞到了身后 啪哒 原要重重跌翻在地 在地上滚了几个圈 蜷缩成团 痛得瑟瑟发抖 面色惨败 他甚至于都没有精神 心力去喝泽 威胁 恫吼丁灵了 可见这一枪 带给他的伤害 丁灵猛地看向 朝着他冲刺而来的 十几个骑兵 西绿绿 吓得骑兵 本能地勒住了缰绳 勒得坐骑 西绿绿丝鸣不已 滚 丁灵怒吓 两种呼吸法运转 此刻的丁灵身上 风锐之气冲销 高贵霸道之气 铺天盖地板 朝着八方席卷开去 端坐汗鞋宝马背上 手持一杆 方天化己 不怒自威 自有无上威仪 再加上刚刚轻松几几 就接连杀死几人的 煞气犹在 当场就有几个骑兵 被吓得转身跑了 但也有不怕死的 自己给自己打气 耿着脖子大吼 他只有一个人 一起上 宰了他 把公子救回来 听到公子两个字 很多骑兵都似身子一将 随后在几个副将 君司马的鞭策 大叫声中 纷纷策马 朝着丁灵冲去 不知死活 丁灵也不惯着这群人 他们跟着雷伯 原要这种人 为非作歹 横行霸道于乡里 就是披着铠甲的匪徒 比汉匪正规的 一群匪军罢了 他们不退还好 敢主动进攻 丁灵本就杀意沸腾 被激怒之下 当即便策马 冲向这群骑兵 咔嚓 破 铿枪 一把方天化己 犹如死神的镰刀 铿枪做鸣声中 但见时不时有天罡巨斧图案 在虚空一闪而逝 每一次图案闪过 变化见到几个士兵 被硬生生 从马背上砸飞了出去 这些士兵无一例外 都被砸得盔甲凹陷入身躯 一个个口吐鲜血 无力抛飞 轰轰轰声中 接连砸中其他骑兵 把十几个骑兵给拖下水了 这几个士兵 才随着其他士兵滚翻在地 被其他骑兵连的队伍的马蹄 给踩死 踩烂 铿枪 方天化己 时而又画出一幅幅西洋斜下图 魂四剑神在挥动利刃 所过之处 一个个的士兵 脖子被窃中 扑扑 士兵捂着脖子 一脸不敢置信地跌翻落马 方天化己 又时而画出一感巨大的天龙 破成几图案 这图案之中 隐隐可见一尊霸王在咆哮 此图案一出 威力更是惊天动地 魂四巨龙冲落凡尘 陨尸杂落人间 轰隆隆地随着汗邪宝马 一路冲杀 所过之处 人仰马翻 鲜血飙射 残枝断臂抛飞 人头滚滚 血流成河 叮铃一人一马一感化己 硬生生杀出了千军万马冲锋的气势 无敌霸气 震慑人国 等他杀穿骑兵连 再次折回沙川 又准备折回在沙市 骑兵队伍都已经吓傻了 一个个忙不迭惶恐后退 其中藏匿在骑兵队伍中的几个玩家 跑得最快 他们早就听过丁灵的鸣声 是已在战争来临的时候 就退到了边缘 等看到丁灵发飙 二话不说 策马转身就跑 此刻他们已然跑到了几百米开外 看到身后鬼哭狼嚎 狼狈鼠窜的同僚们 不由地面面相去 羞羞 突然间 箭矢的破空声 划过耳畔 扭头细看 这一看 他们的眼珠子 都差点瞪出来了 只见丁灵正在快速拉弓 明明是一人一弓 却在高速的拉动弓弦的 嘣嘣声中 产生了剑与扫八方的 骇人场景 难怪有些玩家会说 丁灵跟吕布的战斗画面 堪比古代版机关枪对手 他们恍然大悟 尤其是在看到一只剑 羞然声中 把一个玩家给射穿了头颅 一股距离 还把这玩家给带着 飞出了马背 不由骇然变色 飞人 恐怖如斯 他们如被死神追魂一般 重重地把马鞭甩落在马的身上 打得坐骑 稀绿绿高声鸣叫 跑得更快了 一段时间后 一千多狼骑兵 除了跑远的几个玩家 六弹弓的射程 实在是够不着 其他的士兵都被射杀了 现场一片狼藉 惨烈 原要吓得惨叫声 都从嗓子眼憋了回去 憋得一张脸愈发惨白 整个身子骨 都在不停地发抖 踢踏踏 丁灵御马 慢腾腾地来到了原要的身边 俯视他 此刻原要已然从剧痛中回过神来 一开始 他还指望骑兵队伍能杀死丁灵 最好是活捉 让他出口恶气 不把丁灵碎尸万段 各种死法折磨一遍 他是绝对不会让丁灵轻易下地狱的 但在看到丁灵恐怖的武力之后 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满脑子都是 怎么可能 这世间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怪物的声音 要知道 他父亲麾下第一神将几灵 也是绝对的高手 但距离这种恐怖武力 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却哪里知道 平时几灵只是陪他玩罢了 若是真的发飙 一流武将的手段 也是非常犀利 可怕的 更别说可以击败吕布的巅峰 及超一流高手丁灵了 人形凶兽 莫过于此 画头的脑子里 陡然冒出这几个字 他看丁灵的眼神 一变再变 神情微微有些复杂 抚须的手微微颤抖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赵云则是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 这群败类 狂徒如此嚣张 要不是他要守护画佗 他也会冲上去厮杀一番 你之前说我很有趣 丁灵嘴角微微翘起 看着原耀 和声说道 如此模样 配合着他身后的尸山血海 魂四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 在对凡人温柔而语 原耀下的头皮发麻 背后冷汗直冒 这一刻 剧痛都莫名地减弱了很多 他竟然可以 摞着舌头说话了 我 我是开玩笑的 他尬笑中含着大恐惧 大彷徨 我 我绝对没有威吓 要杀你的意思 唉 叮铃叹息 你都下令陈兰给我脑袋了 现在跟我说这话 你是当我傻呢 还是我当耳背了 没 没 不 不敢 原耀的舌头开始打结 整个人再次吓得浑身颤抖 战力 失禁了 他何曾经历过 这种大恐怖 说他是温室里的花朵都没错 一生都活在凤城 阳光 温暖 辉煌中 如何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 落到这种地步 整个人都是猛的 说说吧 叮铃声音很平和 怎么补偿我 你 你想怎么补偿都行 原耀如闻天籁 忙快速说道 只要不杀我 一切都好说 很好 丁灵很满意原耀的态度 只要你别耍什么幺蛾子 放过你不是问题 但你若敢放肆 这些人就是你的下场 他几封意志深厚 原耀吓得又是一颤 疯狂摇头说 不敢 获得成就勋章 你震慑住了原耀 注释 作为本未面世界 原术唯一的儿子 原家的嫡系子孙 原耀衣食无忧 被无数人宠爱 敬爱 喜爱 他样貌形体出众 潇洒飘逸 倜傥不羁 是已时常 醉倒在美人丛中 如此人物 不知什么是恐惧 也不知世间极苦 你的到来 让他感受了 死神临身的黄炬 经济感 又是一枚成就勋章 丁灵看了眼原耀 他不知道 其他三国世界 原术有多少儿子 但这个世界 只有原耀一个 可见原耀的地位之高 杀了原耀 只能获得一式快感 留着他 能带给更大的收获 却是在要杀死 原耀的那么一刹那 丁灵猛然想到了 华佗对他说的话 世间大耀 都被世家大族 收购囤积了 试问一下 有几个世家大族 有原家是大的 只要把原家的府库 给端了 想来一定会收获巨大 到时候 自己跟赵云的实力 说不定会获得质的提升 一想到这里 丁灵的心中就炙热无比 自然也就舍不得杀原耀了 要杀 也要等收获了足够的好处再说 带路吧 丁灵示意原耀上马 原耀有些茫然 带我去你家 丁灵怕原耀听不懂 直接点名 拿大药 密测 神病 原耀惊悚 一双眼睛猛然称大 你有意见 丁灵微微一笑 原耀疯狂摇头 那你还愣着干嘛 我 我这就走 原耀强忍肩膀上的剧痛 哆哆嗦嗦地上了马 他的肩膀在流血 丁灵怕他血流干死了 便特意上前给他治疗 包扎了一番 原耀战战兢兢道谢 心里却是恨不得 把丁灵千刀万剐 他的演技 显然没有到家 眼底深处 时不时闪过的暴虐 疯狂 完全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 华佗看得直叹气 几次张口欲言 但到头来都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表示 最好把这些尸体给埋了 要不然容易引起瘟疫 丁灵点了点头 表示 会雇佣人处理 他以前从来不会管这种事 谁会杀了 特意去埋尸体的 他又不是军阀 又不搞争霸 不过埋尸这事 提醒了丁灵摸尸 他给了赵云一个眼神 赵云了然 月下马对陈兰等重要兵将 进行了摸尸 无所得 丁灵虽然有些遗憾 但也知道这才是正常的 一般人怎么可能把 家传武学密策放在身上 走吧 踢踏踏 一路往晚城的方向去 此刻丁灵一行人 是在高陵山附近的 原本往汝南走 最好是走鲁阳城 或者夜县这两条道的 但既然遇到原药了 走晚城 再绕道入汝南也行 反正都是南下 有汉鞋宝马坐坐骑 脚程也快 即便是话托也有 几匹马换着骑 根本不用担心耗时太久 半道上 丁灵停了下来 去了一户村庄 叫来村长 给了他一些钱财 让他去帮忙处理尸体 村长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埋尸 就意味着尸体上的一切物品 都归他们所有 台甲 武器等 若是运气好 捡到一些马 那就发了 而在丁灵点名都是骑兵的尸体后 村长狂喜之余 又有些忐忑 问了几个问题 确定不会有大麻烦后 这才点骑人马蜂拥而去 华佗欣慰道 你有心了 丁灵表示应该的 趁着现在有空 我顺便 把青囊精传授给你吧 华佗落后了一段距离 示意丁灵到后方一些来 赵云立刻上前看住原药 丁灵随即落后 跟华佗并肩而行 他有些诧异地看着华佗 前辈 你不是说 死一时比一时 华佗心情复杂 直言道 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再者 你一道天赋如此不凡 早晚都会传授给你的 这一路 我可能都不太平 我怕有个万一 断了传承 那就太可惜了 他叹息 画家现在就剩我一根毒苗了 我又没有找到合适的弟子 希望你能把青囊精发扬光大 他深深地看了眼丁灵 青囊精中有平心静气的法门 我看你杀戮太盛 若是不注意 早晚有一天会被煞气入体 学了青囊精 可以让你平心静气 护持心脉 避免被煞气侵蚀 丁灵精神一阵 芒速容致谢 不用如此 话托白首 你虽然天赋极其高 但貌似根骨 对煞气的抵抗力 这两方面远逊赵云 这是天生的 后天无法加强 你只能修习特别之法 来抵抗 抵御了 丁灵恍然大悟 这才明白了过来 不过他不同意画陀的看法 他觉得 根骨 对煞气的抵抗力 一定有提升的法门 只是他现在没有找到而已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画陀府虚道 行了 我也不废话了 你且听好了 这便是青囊精的法门 奥秘 精髓所在 画陀仔细地把青囊精的心诀 精髓一一道来 丁灵听得很认真 仔细 一遍过后 丁灵微微闭目 书架上随即凝聚出一本书 上课着三个大字 青囊精 刹那后 青囊精满极 魅力0.8 有关青囊精的所有精髓 秘密 傲义 在石海中澎湃 激荡 借而快速化作 本能冲入丁灵的身躯 脏腑各处 只是寝刻间 丁灵便洞彻了 青囊精的一切秘密 这是一门丝毫不逊色于剑神呼吸法的一种绝世一道法门 剑神 灵魂呼吸法满极后 魅力1 内精满极后 魅力0.3 丁灵修为上涨后 同等阶的心法 各种属性增幅都在变弱 青囊精 能在这个阶段 增幅0.8 已经是极为了得了 尤其是丁灵彻底掌握这门青囊精后 心中更是觉得 这是一门一道中的至尊级别心诀法门 最起码在这个世界是这样没错 不仅囊括了外科 内科等治疗的法门 技巧 还有利用呼吸法针灸的窍门 结合养生工治疗的推拿法等等 可以说 学会了青囊精的丁灵 可以算得上是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神医了 在一道上比之华佗 差的就是经验而已 他医术 本领 绝对不比华佗差 怎么样 华佗见丁灵睁眼 不由立刻问了句 行了 丁灵点了点头 速容行礼 致谢 华佗嘴角微微抽搐 你的意思 是你彻底把青囊精给学会了 不错 丁灵很是坦然地说道 青囊精中的确有化解煞气 压制星火的星诀法门 这星诀虽然不能提升人的身体素质 但对于星境的提升 竟也有着微妙的作用 最起码在运转着法门的时候 丁灵只觉得神清气爽 身体之中 似也有一些星火 在不断地被排除出去 整个人变得越来越清零 通透 他心中暗赞 不愧是绝世的青囊精 被华佗视若珍宝的祖传之秘法 华佗嘴巴大张 半赏才合拢 他吸了口气 难以置信 天方夜谭也不过如此 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 你竟然这么快就学会了 要知道 青囊精的难度 可是远在内经之上的 倒不是内经不好 而是内经只是记载有 扁确一部分的 一道法门技巧的 而青囊精呢 他囊括了 华佗祖祖辈辈一生所学 可见其浩瀚 复杂程度 华佗按部就班 讲解一遍青囊精 就花了足足有两个小时 而且他的语速还特别快 由此可见 青囊精涵盖的知识面之广 然而即便如此 丁灵仍然听了一遍就学会了 正常人听了 都会质疑 华佗自然也不例外 要不是丁灵之前 已经表现出来了 极为逆天的一道天赋 华佗听到这话 绝对会嗤之以鼻 并拂袖而去 这完全是把他当傻子耍呢 即便是现在 他仍然是觉得不可思议 但司机丁灵早前表现 他还是强忍住沸腾的思绪 开始跟丁灵探讨青囊精 他问了丁灵 很多有关青囊精方面的问题 涉及的难点非常之多 但丁灵4没有多想 一一回复 答案极为标准 华佗动容 抚须的手微微发颤 这是激动 欢喜 惊讶到了极致的外露表现 你给我演示一下 青囊精中蕴藏的心法 是 丁灵点了点头 立刻运转青囊精的开篇奥义口诀 整个人瞬间气质大变 身上悲天闽人 浑似世外桃花仙的气息 陡然荡漾而出 华佗色变 真 真的成了 他昂首看天 似完全被震住了 一脸呆滞 难难道 太不可思议了 真是无法想象这个时代 这个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一道天才 获得一级成就勋章 你获得了华佗的高度认可 朱氏 华佗在一道上的天赋 无与伦比 他也认为 有生之年 怕是很难找到一道天赋 超过自己的人 他原本只是 想找一个烧训自己一筹的人 但即便如此 也很难找到 而你的一道天赋之高 魂似幻梦一般 让天赋惊人的华佗 都有些怀疑人生 三观崩塌了 毫无疑问 你将会成为他的真正一波传人 他对于一道的希望 或许会寄托在你的身上 提示音划过耳畔 叮铃心头微微一动 蠢道 直到这时候 才获得华佗的成就勋章 而且还是一级的 看来华佗在一道上的水准 也是踏入了超一流 亦或者 他的呼吸法本领 有了超一流 想到华佗的身手 叮铃若有所思 华佗很强 无庸置疑 如果不是雷薄突然偷袭 凭借华佗的身法 速度 没有人可以轻易抓住他 伤害他 只是华佗的超一流 胜在体质方面 力量 敏捷等 貌似很弱 难不成各项身体素质 只要有一项达到了标准 那就是超一流了 很有可能是这样 吕布也是超一流的顶尖高手 但吕布的体质 绝对没有超一流 耐久力太差了些 华佗的耐久力极强 体质 或许已经达标了 但力量等方面 应该比较差 应该没错了 华佗大概率是 体质超一流 丁灵释然 没再多想 把青囊精学到手了 以后即便是致命伤 只要有足够的草药 丁灵 也能自我疗伤 死不了 这对于惜命的丁灵来说 可以说是必备技能 这一天中午时分 丁灵几人 抵达了晚城附近 随着丁灵 对青囊精的完全洞彻 他拿圆耀练手 一路上圆耀的伤 都几乎被他疗愈得差不多了 圆耀惨白的脸色 好了很多 但对于丁灵 仍然是又恨又怕 没有丝毫的感激之心 当然 表面上他还是装作 感激替灵的样子 只是他的演技太差了 赵云一眼看透了 并心想 对比一下丁灵 圆耀的演技 简直臭得没法看 他如此装模作样 丁灵可不会手下留情 他自认还算了解丁灵 自然知道 丁灵杀伐果断的性子 赵云对此并没有驳斥 反对的意思 只因他虽然心善 但也拎得轻轻重 不会拖后腿 我们两个进去就行了 丁灵让华佗带着极匹马 以及一些物资 在晚城十几里外的密林中等候 华佗没意见 此去龙潭虎穴 他去了就是累赘 他心直肚明 只是让丁灵速去速回 注意安全 随着丁灵学会青囊精 华佗对丁灵 是越来越和善 亲近 看重 旁人都看得出来 丁灵自然也不例外 跟华佗说了几句后 丁灵 赵云二人 就跟圆耀一起策马直奔晚城 圆耀的坐骑 自然是他自己的 是一匹大渊两马 毫不逊色于侯城 魏絮等人的坐骑 但丁灵的坐骑 已经有不少了 就没有再要他的 踢踏踏 马蹄践踏大地 踢踏声鸡响四方 尘土飞扬 一段时间后 三人三马 抵达晚城门口 迎接丁灵的是 整装待发的三千铁骑 铁骑最前方立着一将 他虎背雄腰 身高体阔 面容威严 不苟言笑 身上披着一层金甲 手持一把三尖两刃刀 端坐马背上 双目开合间 凛然声威 魂似天神落凡尘 让人望而生畏 他四已经准备好出征 但在看到圆耀的那一刹 明显愣住了 公子 你 你没事 几灵将军 圆耀如见亲人 差点没有哭出来 他这一两天 简直想死的心都有了 说一句 活在炼狱 丝毫没差 如今终于来到了晚城 看到了军中最强大将几灵 惊喜得就差没有跳起来 稳听几灵的话 他很想说我都快死了 怎么可能没事 但旁侧跟着两尊杀神 他只能强忍苦楚 一脸憋屈 抑郁地点了点头 我很好 一点是没有 他的演技如此之差 几灵自然不幸 他双目一转 看向丁灵 赵云 你们便是丁灵 赵云 不错 丁灵用脚趾头 想也知道 必定是逃走的那几个人告的状 这个时候 几灵他们会知道 自家公子危险 继而组织队伍要去报仇 再正常不过了 听说是你们两个 杀了雷伯 陈兰将军 几灵瞥了一眼原药 见他面色很不对劲 他心中一转 赶紧说了句 我不管你们过去做了什么 要你现在放了我家公子 不胁迫他 我们过往恩怨 一笔都削 他刀指远方 你们可以走了 我感谢你们 送我家公子回来 原药微微松了口气 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 他虽然畏惧丁灵 但到了家门口了 胆气大壮 底气飙涨 对于丁灵的畏惧感 自然淡了不少 丁灵看出来了 失笑 我来这里不是 跟你们讲道理的 他看向原药 轻斥 不想死的话 赶紧让几灵 带着他的兵马 滚一边去 原药如被冷水淋头 瞬间想起了丁灵 杀人如麻的一幕幕 他看了眼丁灵 见丁灵正面 无表情地盯着他 他心中发寒 感觉肩膀又开始剧痛了 忙侧过头去 不再多看丁灵 而是看向几灵 大声说道 几灵 你赶紧带着你的人 到一边去 别挡道 公子 几灵瞠目 你耳聋了 原药发泄时的大吼 本就憋屈地要死 自家的奴才还不听话 原药可谓震怒 是 几灵叹了口气 拱手英氏 带兵退到一边 丁灵 赵云 随即胁迫原药进了城 这一幕幕 落在许多玩家眼里 不由地 让他们面面相去 惊为天人 这家伙 打野太大了 这可是袁术的大本营啊 虽然说 袁术以后会去受春混 但现在 这里可是驻扎着 他的主力部队啊 丁灵不怕死的吗 人家都能打败吕布了 用得着怕这些小兵小将 老子要是能大败吕布 老子走路都横着走 你还真信他击败了吕布啊 吕布何等人物 怎么可能被他给击败 绝对是以讹传讹 踢他踏 晚成城高强身 占地广阔 其内部道路纵横交错 房屋零次至比 除了主干道之外 其他道路 都是人潮汹涌 显然主干道 是被灵石清出来的 丁灵三人 却是占了便宜 三人三马 即是在主干道上 极为显眼 拉风 引得不少人侧目 指指点点 元耀以往是非常享受 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的 现在他则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 一张脸火辣辣的 四被人抽肿了一般 红得四晚霞 尤其是看到一些熟人的诧异 猛然眼神 他更是如遭雷击 四被人扒光了 扔在街上被人欣赏一般 他愈发感到压抑 痛苦 不由地用力抽打坐骑 加速赶路 丁灵没有喝止 他也希望能早点拿到大药等珍宝离开 几灵带着几个忠实的部下 远远地跟着 他紧盯着丁灵 看向一位士兵 你说丁灵是从私利地带 一路杀过来的 士兵是个玩家 为了获得继灵的认可 也是拼了 把所有知道的一股脑地倒了出去 几灵醋眉 越听越觉得匪夷所思 尤其是听到丁灵一人破一城 一人一马追杀威震边疆的狼骑兵的事迹 更是觉得士兵在耍他 他震怒 马上拿出早就备好的信鸽 从鸽子腿上抽出一份信件 递给几灵 黄门狼亲手所书 绝无虚假 几灵将信将疑地接过信件细细看了起来 等看到最后的盖章 眼角不由地抽出了两下 但本能的还是怀疑 如今诸侯讨懂 黄门狼是懂贼一方的人 他会欺诈于我 再是正常不过 但之前丁灵一人杀翻雷骑兵的事情 却是血一般的事实啊 士兵提起这个 几灵就忍不住 面色冷了下来 他本来就看不起一帮 土匪流氓组建的雷骑兵 士兵觉得他们被人给冲散 实属正常 但要说九成多的雷骑兵 都被一个人杀了 这未免太过儿戏 真当丁灵 是天神下凡不成 雷骑兵的坐骑 有四条腿 还跑不掉 士兵也是无奈 想要在几灵这里刷成就勋章太难了 他只能强忍不爽 再次给几灵分析起来 并说道 将军觉得他没有这般绝世的武力 敢两人来这重兵把守的晚成吗 几灵沉默 但他始终对这些流言 保留着三分的质疑 原因很简单 他本身就是一流巅峰武将 他很清楚 这些事 三个他也绝对做不到 丁灵怎么可能一个人就做成 他不愿意相信自己 会比丁灵差这么远 要知道以往 他都是自诩天下第一将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 他参军以来 未逢敌手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战场单挑 还有人是他十何之敌 直到遇到了孙坚 他才明白 墙中自有墙中手 但即便是孙坚 也绝无可能这么勇猛 以一己之力 杀翻几乎所有的雷骑兵 跑都跑不掉 未免太逆天 不管怎样 几灵把手中的三尖两刃刀 重重地处在地上 眉眼间含着绿色 丁灵赵云敢入我家公子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需不需要我带人暗中放冷剑 玩家看似建议 实则想升官 呵呵 几灵贴了一隐玩家 冷笑了两声没说话 玩家信性 心中暗骂不已 要不是为了学到武功 好让现实世界里的自己更强 他绝对不会听一个NPC的话 他觉得 刷几灵的成就勋章太难了 不由放低难度 准备去找其他将军刷 得不到几灵的呼吸法与武功 得到刺一些的武功 呼吸法也不错呀 有总比没有好 就算卖身做奴仆 也要得到呼吸法 玩家现实世界 是个常年服案工作的人 身子骨极为孱弱 常年往医院跑 为了让身体素质拔高 就来游戏世界寻找机缘 似他这般的人数不胜数 有些人智谋 手段极其了得 早已经扶摇直上九万里 混到跟曹梦德等做知己 好友的地步了 呼吸法 武功 大药等根本不缺 身体素质 日渐拔高 也有人依然还在兵营里 打转做个小兵 说到底 现实世界是普通人的人 来到这战乱的年代 大概率 还是一个普通人 除非他有不凡际遇 特殊造化 否则很难咸鱼翻身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玩家见几灵刷不动 自然会想办法换人刷 来游戏世界 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提升身体素质 享受第二人生等等吗 几灵紧随在丁灵一行人身后 丁灵毫无察觉 他只是会时刻注意 暗处会不会有人放冷箭 好在他如今今非昔比 随着体质 防御力的不断增加 只要不被命中要害 他就死不了 事已 他只需要防住要害就行 踢踏踏 很快抵达袁家府邸 袁耀尚未靠近大门 就忍不住大喝出声 给我开门 是公子 公子回来了 镇守府邸的士兵 见此 忙打开大门 咔嚓 门开 袁耀尽直策马冲了进去 丁灵 赵云紧随其后 有人想要拦阻丁灵 赵云 被丁灵随手两极打翻在地 他也没杀他们 只是冷冷地扫了眼 其他士徒围上来的士兵 并呵呵笑了两声 袁耀闻声 身子一颤 忙呵斥 责备士兵 让他们赶紧滚 并说 丁灵赵云是贵兵 不可慢待 士兵惊疑不定 但到底是不敢再拦阻了 踢踏踏 接下来 几乎是一路顺畅无阻 直到拐过几条长狼 来到一处练武场时 一位阴姿勃勃 身披黑甲 意气风发的少年狼 猛地从旁侧飞越了过来 一个跨步七八米 轰然声中 落定在元耀三人面前 他看了眼元耀 剑里问好 然后又看向丁灵 赵云 眉头一挑 贺道 哪个是丁灵 怎么 丁灵看向少年 你没有听到你家公子说 让你让开吗 我会让开 但不是现在 少年狼双目 灼灼地盯着丁灵 眼中 犯过冲销的战役 他手中长枪 直指丁灵 喝道 我听手下人说 你是一路从 私利地狱杀出来的 董卓手下 竟然没有一个人 是你对手 你这么强 我想试试你的身手 看看是不是 真的人如其名 就凭你 赵云轻笑 乳秀未干 你还是回家 多练几年再来吧 他倒不是有意 侮辱少年狼 只是觉得 不比还好 一比 少年狼大概率会被打死 是已会用言语劝退 但少年狼不知道 赵云的好心思 被如此侮辱 轻蔑 他的一张俊脸 瞬间红透了半边天 他震怒 爆后 二话不说 挺枪就朝着丁灵的头颅刺去 丁灵挑眉 赵云大怒 好胆 哄 赵云手中龙胆亮银枪一抖 白鸟朝凤枪图案 在虚空一闪而示 吭枪 枪枪枪 几乎是寝客间 龙胆亮银枪 便跟对方的长枪交击 碰撞了十几下 短短片刻间 两人交手了三五个回合 哄 最后 赵云渐进十度 不下如此少年狼 不由脸红 加大了些力气 砰砰砰 兵器交割碰撞的声音 一下子大了起来 魂似天雷玉地火 更似霹雳撞闪电 枪枪枪震天的声明中 少年狼被震得手足发麻 虎口崩裂流血 最后被赵云一枪刺中肩胛骨 不得已负伤后退 他脸色殷勤不定地看着赵云 你又是谁 我是常山赵子龙 赵云面含义色地 看了眼少年狼 你身手不错 可惜连我都打不赢 如何能胜得了丁灵呢 少年狼惊怒 正带反驳 圆耀皱眉 心中叹了口气 按道孙策无用 口中却说道 孙策 赶紧让开 我们有事要过去 别挡路 孙策 丁灵颇感意外地 看了眼少年狼 这少年狼看着 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 神采飞扬 英勇威风 一身凛冽煞煞气 虽然年纪不大 但已然可以看出 其未来必定会成为一位绝世汉将 这是超一流高手的苗子 竟是叫孙策 难怪能跟赵云硬扛几个回合 毕竟是江东小霸王 不过 孙策现在竟然在原家府邸练武 看来孙策 袁术现在还是在蜜月期 并没有因为玩家的介入 而分道扬镳 我要跟丁灵比一比 孙策十分执拗 目含坚定 说话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不比过一场 我不会让路的 你 你 袁耀勃然大怒 气得三尸暴跳 本能地拿出鞭子 一鞭子抽向孙策 孙策挑眉 也不必让 啪 鞭子抽打在身上 他身子竟连动都不曾动弹半分 袁耀还要再抽 孙策却不让他打了 枪指丁灵 高声大喝 丁灵 无胆鼠呗 你到底敢不敢跟我一决生死 听到他这话 袁耀的鞭子顿了顿 也没抽下去了 孙策 孙奸父子有多强 他可是十分清楚的 这一家人 也不是他家的家奴 只能说暂时依附 袁耀也不好太过 只能哼了声 策马退到一边 他也稀计 孙策能打败丁灵 但赵云比丁灵弱 袁耀茫然 他又没有见过 丁灵赵云比武 怎么可能知道这点 但见过赵云刚刚击败孙策的样子 他对孙策能大败丁灵 并不抱多大的指望 我都打不赢 你何都何能跟丁灵比呢 赵云凛然身微 劝你不要自找麻烦 不比一比怎么知道 孙策撇了撇嘴 多少成名战将名不负实的 搞不好你 赵子龙的威名 都被丁灵给占了呢 对于赵子龙 孙策虽然依然不服气 但口气却软化了不少 丁灵见此 策马上前 直视孙策 道 你的手臂受伤了 如何跟我斗 就算受伤 我也力能亲虎 孙策不服气 瞪圆了虎目 高声道 丁灵 你个耸包 你到底跟不跟我比 你真的是找死 丁灵手中画戟一抖 跃下马背 我也不欺负你 就下马用左手跟你斗一斗 他把画戟换到了左手 孙策脸色难看 很想说不用了 但他的右手受伤 他不得已 也只能用左手 当下也只能轻哼一声 不置可否 准备好了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声未落 他猛然一枪刺向丁灵 吭枪 枪花在虚空刹那间 幻化凝聚出七八朵 几个刹那间 凝聚出了数十朵枪花 枪花绽放 在虚空凝聚出一幅天神夺月的图案 图案灿灿声光 魂似银河落九天 轰然声中 照向丁灵 丁灵微微一笑 不退反镜 霸王击法升威 轰 滔天俱力 汇聚成一幅霸主图案 随着漫天急影 轰然撞入了天神夺月的图案中 只是寝客间 便撞碎了天神夺月图案 风锐无皮的几间 趁势点中了孙策长枪的枪声 吭枪 魂似陨石冲击大地 更似霹雳击中大朔 孙策如遭雷击 身子一颤 虎口爆裂 紧握长枪的手 一个把握不住 从手中抛飞了出去 他本人更似被汹涌而澎湃的大浪给击中一般 身上的铠甲 都裂开了一个口子 整个人似不受控制一般 静止飞了出去 飞出七八米 才重重 跌落在地 在地上滚了几个圈 才卸去那可怕的劲道 破 他大口一张 喷出一口浓烈的鲜血 他手撑地 亮呛着站起 一脸骇然地看着丁玲 你 你 你 还想比吗 赵云叹气 早跟你说了 不要不知好歹 他知道丁玲是收手了 要不然这一击下去 孙策必死无疑 孙策无言以对 强忍剧痛 信信地走到了一边 身影看起来有些落寞 但依然肆不服气 冲着上马的丁玲喊道 我现在还小 等我大线 掌力气了 一定能击败你 丁玲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跟袁耀 赵云离开了这 看着丁玲的背影 孙策气血激勇之下 又忍不住喷出了一口血 太强了 他喃喃道 不愧是能从私利之地 杀出来的猛男 他一直天不怕地不怕 谁都不服 便是他父亲 他也坚信 早晚有一天能超过 但丁玲的年纪 在配合上刚刚的击法 永利 第一次让孙策心中 生出一股无力感来 我什么时候能这么强 我能在丁玲这般年纪 拥有如此恐怖战力 获得成就勋章 你获得了孙策的高度认可 朱氏 你用武力折服了孙策 让孙策明白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只有孙家 才最无有 毫无疑问 他会以你为目标 不断鞭策自己 期待能有一天赶上你 甚至超过你 到时候 他肯定会再次挑战你 听到提示音 丁玲一致 继而是然 他看了眼人物面板 一 击败二十个以上 未面强者 八百二十 一共有八人了 算一算 居易 张和 高揽 赵子龙 张飞燕 张辽 吕布 孙策 就是以上八位了 孙策明显也是一流 以上的高手 算未面强者 若是等孙策 成了超一流 那成就勋章 必定是一级 而不是普通 踢踏踏踏 铁踢声中 随着元耀的一声道了 丁玲回过神来 他看向不远处的 一座三层阁楼 阁楼门口上方 挂着匾额 上刻着两个 苍劲有力的大字 武库 就是这里 不错 元耀下了马 呵斥守门人开门 守门人是两个人高马大 身披肩胛的壮 他们愁眉苦脸地看着元耀 道 公子 你别为难我们啊 主公说了 没有他的命令 不能开武库 放肆 元耀咆哮 本少爷是未来的元家家主 你们敢拦我 是不是活腻了 不敢 壮士面色发白 盲跪倒在地 不敢就给本少爷开门 是 公子 壮士叹了口气 上前打开了武库的大门 咔嚓 咔嚓 沉重的大门被打开 不一会儿 就露出了内在的乾坤 丁玲一眼看去 就能看清楚 遗漏的大致情况 净是兵器库 藏着各色各样的铠甲 弓弩等等 进去 丁玲下了马 牵着马 跟着元耀一起入阁楼 并顺便 把大门的门给关上 这样一来 可以避免有人偷马 战将没有了马 那战力 可是大打折扣 来了这阁楼 关了门 有动静 自然可以及时处理 虽然有元耀作为人质 但这世界有很多玩家 玩家什么事情 都能做得出来 得防着点 有没有神兵 丁玲问元耀 有 元耀比之董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都是典型的 宰麦也甜不心疼 不过能遇到这样的顽固子弟 对于丁玲来说 是幸运的 但凡刚裂点 骨头硬点 丁玲都不可能这么顺利地来到这里 搭搭 元耀静止走到了兵器库的最尽头 然后对着阁楼的墙壁 悄悄打打 不一会儿 伴随着霹雳啪啦的机关声响 墙壁猛然有一部分凹陷了下去 一部分浮吐了出来 吐出来的部分中 有一个深长的凹槽 凹槽中放着一个极为精致的铁盒子 元耀上前想把铁盒子拿出来 但他尝试了几次 铁盒子都纹丝不动 不由懒然道 我拿不动 丁玲暗暗撑齐 能把神兵藏得这么隐蔽 可见这神兵绝对是不同凡响 他上前一把抓住了铁盒子上的锁链 用力一拔 伴随着铮铮声铭 铁盒子被他从凹槽中卷带了出来 哄 铁盒子被重重地放在地上 少说也有两百多斤 丁玲挑眉 拔出朔月剑斩断绑附铁盒子的锁链 然后沿着缝隙 用力打开了铁盒子 映入眼帘的是一把剑 剑长怕不是有六尺有余 能达到这种长度的长剑 极为罕见 丁玲伸手拿剑 入手微微一沉 他心中诧异 要知道 他现在可是体质 敏捷 力量 都达到了超一流境界的高手 能让他觉得沉重 可见这件少说 也有百斤左右 如此沉重 真是罕见 丁玲一手握紧剑翘 一手握住剑柄 缓缓拔出 啊 魂四有真龙出海 隐隐可听到龙银之声 再拔出一段 铿枪之声激响四方 赵云动容 这定然是一把绝世好剑 枪 丁玲用力一把 整把剑都被他拔了出来 剑是一把扩剑 相对于其他剑 极其厚重且巨大 魂四一座凌然泰山 浑身充满了一种 坚不可摧 神难撼动的无量感 果然是好剑 丁玲惊喜 他细细看了眼 剑剑身上方刻了两个古转字 巨雀 巨雀剑 丁玲瞳孔微微一缩 竟是与战炉 墨爷 渔长等神兵齐名的巨雀剑 真的是巨雀剑 赵云也是微微一惊 王月有一把绝世神兵成影剑 远胜朔月剑 但他不可能把成影剑给丁玲的 而巨雀剑丝毫不弱成影剑 在沉重 巨大方面是胜过成影剑良多 如此上古名剑 竟被原家珍藏了 不愧是四世三宫之家 丁玲心中感叹不已 这一次真的是来对了 就凭借这把剑的珍贵 就不需此行了 他当下就把朔月剑给了赵云 自己配上巨雀剑 巨雀剑被他绑复在背上 虽然略感沉重 但还是吃得消 毕竟丁玲是体质 力量 敏捷三高的超一流 赵云也把朔月剑绑复在背上 他在路上也跟丁玲请教过剑法 如今剑法也是不俗 有朔月剑在手 战力也可上升一个档次 他跟丁玲如今是铁杆战友 他也没跟丁玲太过客气 毕竟 他们的友情 已经到了不需要说太多可靠话的地步了 很好 丁玲很满意圆耀的态度 让他继续带路 圆耀表示 神兵阁只有一把巨雀 还算绝世神兵 其他的兵器虽然也有不错的 却远逊巨雀 丁玲细细看了几眼 选中了一把六弹弓 他之前也有一把六弹弓 但论极质量方面 却是不如这把 赵云则选了一把 可以短距离发射的绣剑 上二楼 是藏书阁 丁玲看到书籍 就忍不住面露喜色 他也不问原药 自顾自上前翻看各种书籍 大多都是珍藏的古籍 很多都是外界找不到的稀缺版本 有记载医药的医书 有工匠学书 有鲁班索的制作讲解书 有兵法书籍 一应俱全 丁玲快速翻看 石海中的图书馆的书架上 也在飞速凝聚出一本本相关的书籍 鲁班索制作技能满级 太弓兵法满级 中阶工匠技能满级 中阶医药学满级 高阶医药学满级 丁玲在医道方面的基础 还是略显薄弱 但在这里 得到了完美的补充 他的医道愈发强大 无缺 至于兵法等的技能提升 丁玲只是感觉 智慧稍微增加了些 对于兵法的认知 运用四高深了不少 但除此之外 别无所感 果不其然 智慧0.1 魅力0.2 看完了上千本书籍 就得到了以上属性点增幅 丁玲知道 这必定是自己实力 提升到了超一流的缘故 导致力量等文思不动 说到底 这些书籍都只是基础书籍 虽然有不少兵法 智博之道的书籍十分高深 但增长智慧也是少得可怜 智慧不高 给我兵法 我也只能做个侃侃而谈的照阔呀 丁玲摇了摇头 没再多想 在现实世界 他就看过不少兵法书籍 当时增加的智慧 比现在高一些 但很明显 随着实力提升 属性点的增加 是越来越难了 他虽然看了兵法 知道兵法如何运用 但没有极高的智慧加持 他一葫芦画瓢 也很难复制兵法上的诸多传奇战役 这就好似没有极高的力量加持 霸王击法 根本无法完美运用一个道理 要不是如此 丁玲也不会选择走战神之路了 他就是自决斗智慧 拼阴谋自己肯定比不过诸葛亮 郭家等妖念 但比武力 他开挂 他怕谁 除了这些书籍之外呢 丁玲看向元耀 你们家的武学密册呢 上千本书看完 已经过了几个时辰了 即便丁玲看书如翻书 胡伦吞藻 但翻书也是需要时间的 元耀不明白 丁玲翻书的意义何在 早在一旁打瞌睡了 此刻闻听丁玲问话 心中一灵 有些为难 这 这个 你不说 我也不为难你 丁玲很是平静地说道 待会出了阁楼 我一起刺死你 或者现在刺死你也行 元耀双目瞪大 心中惊悸 盲说道 我家里的武学密册 我都记牢了 我可以背给你听 很好 丁玲满意道 背吧 元耀心中不愤 恨不得宰的丁玲 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这么窝囊 憋屈过 但生死不由主 他也只能乖绝听令 开始背诵家族的祖传呼吸法 他显然对自家的呼吸法 是熟记于心的 背诵得很是顺畅 中途他有几次 故意把呼吸法的顺序搞乱 丁玲见他被玩 书架上没有书籍凝聚出来 就知道他在搞鬼 当下一顿胖揍 打得元耀惨叫不止 才停手 再耍小心思 下次堕了你 丁玲冷视他 元耀很是不解 丁玲怎么知道 他的呼吸法是错的 要知道 他接连两次 都只是被错了几个字 颠倒了一两句词而已 怎么就被发现了 他心中困惑得紧 但见丁玲发怒 再也不敢乱来了 当下完整地 把祖传呼吸法 背诵出来 一变后 丁玲又一次闭幕 图书馆书架上 随即凝聚出一本 虚幻不定的书来 赫然正是人黄呼吸法 加上药王呼吸法 战将呼吸法 飞熊呼吸法 现在书架上 有四本虚幻的呼吸法了 不过人黄呼吸法 丁玲挑眉 你们家怎么会有人黄呼吸法 这跟上古时代的 三皇五帝有关吗 我们家是机缘巧合 获得这法门的 圆耀脸上的茫然 几乎是溢出来了 我也没说 我们祖传呼吸法 是人黄呼吸法呀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一脸见鬼的样子 要知道 人黄呼吸法可是忌讳 这可是皇家秘法 是人黄必学的法门 然而如今的人黄 学的是校跃呼吸法 不是人黄呼吸法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丁玲冷然道 我问什么 你老老实实说就行了 圆耀心中发苦 只能乖乖说道 是我家祖辈 在做人黄老师时 把皇家的人黄呼吸法 换成了校跃呼吸法 自此 皇家绝学的真正密法 人黄呼吸法 就成了我圆家独有 怎么可能 赵云不信 皇宫中高手如云 你们圆家即便一手遮天 也做不到这一步吧 我也不知道 祖辈是怎么做到的 圆耀细想了一会儿 一脸不知所措的道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虽然我也是觉得匪夷所思 难以理解 好吧 丁玲没有再问了 圆家四世三宫 全力滔天 会在某一带 把守身到皇宫的武库中 也不足为奇 只是他们是如何 做到偷梁换住 不为人察觉的 这韦石是个奇界 因为丁玲自问换作是他 他是绝无可能 做到这一步的 不过圆家那个时候 就为了人黄呼吸法 而布局 并成功了 可见野心之大 难怪圆树这丝敢称帝 感情根由 还在祖宗内一辈就发芽了 继续 丁玲示意圆耀 继续把其他法门说出来 圆耀不敢不从 当下便把人黄剑术的要点 招式一一说了出来 他在知道 丁玲能看破 他是否撒谎后 再也不敢耍花招 一五一时 照本宣科地 把口诀等说了出来 并演练了一遍 丁玲看完 闭目 图书馆的书架上 随即凝聚出一本书 人黄剑法 请课间 人黄剑法满级 力量0.3 敏捷0.3 体质0.3 在力量敏捷体质三项的提升上 数据很均衡 综合数据 比破晓剑术 霸王即法差线 但论即威力 丝毫不会比破晓剑术 西洋剑术差 这是一门堂皇大器 辉红无量的绝世剑法 是属于人黄的独有剑术 若是人黄使出这门剑法 肯定会有所加持 哄 丁玲的身上 猛然爆发出一股 独属于人黄剑法的辉红气势 浑似上古人黄降临人世间 铺天盖地般的黄者之气 朝着原药盖压了过去 差点把他给压趴在地 他心中骇然不已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丁玲 不敢相信 丁玲竟把人黄剑法给修成了 但眼前丁玲的表现 分明就是人黄剑法修炼到极致 才有的外露表现 他的父亲 袁树苦修人黄剑法数十年 才把人黄剑法修炼到化镜 才有如此表现 丁玲呢 想到丁玲之前 对错误的人黄呼吸法的质疑 否定 原药心中一动 存到 丁玲这家伙 该不会是遗失在人间的 龙子龙孙吧 是真正的皇家子弟 他眼角直抽抽 看丁玲的眼神 一变再变 赵云却是一副习以为常的平静 坦然模样 原药见此 更是笃定了 丁玲是刘邦后代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改名为丁玲罢了 其真实姓名 必定是刘玲 他从来没有想过 丁玲是几个眨眼间 就把人黄剑法 修炼倒入 本能的大乘境界 因为但凡智商正常点的 都不会这么想 原药自认还算聪慧 自然更不可能往这方面想 不错 丁玲细细体会了一番 发现人黄剑法 搭配聚雀剑法 简直就是绝配 堂堂正正 大气碾压 聚雀剑极为沉重 跟人黄剑法 简单利落的招法 可谓极为契合 还有吗 丁玲意犹未尽 大敢此行不虚 真的是赚到了 没了 原药对丁玲 已经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文婷这话 心中一紧 干巴巴地说道 我只背赎了这两门功法 听你的意思 你们家还有其他武功 有室友 但我没有背诵 原药见丁玲面色不善 立刻解释说道 我家最强的 就是这两种法门 我父亲也说过 只要把这两种入本能 便可成为世间一流 甚至超一流高手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学旁的 我就没学 丁玲势然 只是略感可惜 若是原药被送了 搞不好 今天收获会更大 但是已至此 也强求不得 当下 他只能往三楼走去 嘎吱 嘎吱 走在木制的楼梯上 不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这声回荡在阁楼间 环绕不休 绕梁三日 更衬托的此地幽深 静谧 空旷 刚刚踏入第三层 还没有看清楚 第三层有什么 一把短刃 突然从旁侧刺出 朝着丁玲的臂膀方位砍去 这一刀快如闪电 魂似 驯风卷地 换作旁人 防不胜防之下 绝对会瞬间被砍翻在地 但丁玲不同 他敏捷其高 加之有提纵数 飞檐走壁这等法门防身 是已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闪躲藤挪 只见他一个登地 整个身子瞬间窜空飞起 人在半空 似飞鹤般轻巧一旋 避开劈砍过来的第二刀 随后猛然拔出背后的巨鹊剑 运转人黄剑法 哄 一剑正中刺来的刀刃之上 但听铿锵一声巨响 伴随着一道惨叫声起 哄 一道恶魔的倩影倒飞了出去 一路撞翻了好几个货架子 这才滚翻到趴在了阁楼木板上 叮叮当当 一把短刃跌落在木板上 叮叮当当地弹跳了几下 落在了丁玲的脚边 丁玲俯手看了眼 是一把锋芒毕露的匕首 被巨鹊剑劈了一下 竟然丝毫无损 丁玲诧异 脚尖微微一勾匕首的把柄 匕首弹飞而起 被丁玲伸手一把握住 细细看了两眼 不由双目微亮 鱼长剑 那是我的剑 一道轻量中带着几分紧张 忐忑的声音响起 还给我 丁玲寻声看去 只见那倒翻在地的倩影主人公 此刻已经亮呛着爬了起来 他仰柳细腰 身姿曼妙 身着黑衣 头戴斗笠 只是此刻的斗笠 已经被巨鹊剑的锋芒给劈烂 露出了内在乾坤 是一个面折黑纱 眉清目秀的女子 看不清她的脸 但其眉目如画 气质高雅 看得出来 绝对是一个大家闺秀 只是刚刚那抱起的一刀 不 应该是一剑 看得出来 她绝对是一个一流高手 一个女流之辈 身手竟然比雷薄 陈兰还要好 丁玲搜长刮肚 绞尽脑汁 三国世界找到对号入座的女将军 你是谁 林郑准备问女子几句话 旁侧传来圆耀愕然的声音 却是圆耀也上楼了 一开始 圆耀还以为是自家人 对丁玲展开偷袭 心中还颇感欣慰 但真的看清楚 女子的大致身形 眉目 不由惊愕 茫然 你也不认识她 丁玲侧目 不认识 圆耀一脸无辜 我绝对不可能 做出伤害你的事情出来 我没那么傻 丁玲只是呵呵一笑 圆耀演技太差 几次外露 想要杀她的念头 也是丁玲学习了 武情系养生功 内经 青囊经这些法门 可以驱除心火 平复煞气 若是不然 杀一发作 圆耀早被她杀了 她杀的人越多 越明白 为什么项羽是个图成狂魔了 不消说 项羽虽然天资根骨极高 但平复煞气的能力 肯定不高 毕竟不是人人都是赵子龙 你是谁 丁玲没搭理圆耀 看向女子 问出了圆耀问的问题 圆耀问话时 丁玲能感知到女子的敌意 显然 女子是不带见圆耀的 不说可别怪我落手催花了 丁玲颠了颠手中的鱼长剑 这把剑也是奇异 对方明明用的时候 形似短刃 看似短刀 但真的拿在手里 却发现她 就是一把匕首 不消说 一定是女子的法门起的效用 给了她错觉 能让她产生错觉的功法 绝对是一流的 我叫任鸿昌 女子嗣豁出去了 站得笔挺 一双妙目直勾勾地盯着丁玲 我这一次来 这是为了救我家姐妹的 我看你也不像是圆耀家的家将 家仆 你又是谁 任鸿昌 好耳熟的名字啊 丁玲一愣 脑子里一道闪电 猛地划过脑海 她盯着女子 上下打亮了两眼 瞳孔微微一缩 你是貂蝉 什么貂蝉 任鸿昌也是身形一致 半晌才似想到了什么 悠悠说道 的确有不少人叫我貂蝉 不过 那是我在皇宫执掌朝臣代的 貂蝉官时的名字 因为执掌貂蝉官 所以被人叫做貂蝉 似我这般的貂蝉 在宫中有不少 哦 丁玲惊意不定 说道 你可认识王宇 王宇 身为如今朝廷的司徒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 不过 我跟他也不是很熟 怎么 你到底是谁 你想知道什么 任鸿昌自带一股金国之气 说话的声音 虽然清脆悦耳 但却鸿腔有力 只要你把鱼长剑还给我 放我离开 但凡能说的 我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爽快 丁玲微微一笑 你可以叫我丁玲 丁玲 任鸿昌想了半赏 微微摇头 没有听过 他面带异色地看着丁玲 你的身手好高明 我远不如你 他见礼 致歉 我之前并没有想过要杀你 只是想让你负伤 然后离开这里 我以为你跟袁耀是同伙 如今 既然你们不是同伙 那我们也没敌对的必要了 你说是吗 不错 丁玲把鱼长剑扔给了任鸿昌 你说说看 你到底为什么来这里吧 谢谢 任鸿昌没有想到 丁玲竟真的把鱼长剑还给他 愣了一下 盲莹莹行礼败谢 获得一级成就勋章 你赢得了任鸿昌貂蝉的高度认可 朱氏 身为此未免最美 最柔美的女子 貂蝉的魅力无可比拟 没有人能挡得住她的一颦一笑 除非你的功力极高 心性极其强大 否则迟早有一天 会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毫无疑问 你的武力 伸手 折服了她 大方归还鱼长剑的举措 让她动容 赢得认可 只因鱼长剑 是她失去的父母 给她唯一的礼物 是她最珍贵的物品 她贴身珍藏 从来没有让她离身过 刚刚那一小会 失去鱼长剑的时间 已经让她倍感煎熬 你及时归还 让她身心大受触动 赐饮了甘泉一半 认可度自此自然拔高 很是寻常 再者 你们都是原要之敌 同仇敌开之下 对你产生高度认可 不足为奇 不过很明显 她的心思并不在你这里 你们这次错过 或许永无再见之日 丁玲听到提示音 心中认定了 眼前女子就是三国爵士 美女貂蝉的同时 也是有心吗 貂蝉不在洛阳 竟在这里 那美人计怎么办 董卓 吕波还能打起来吗 这是丁玲且不管 她原本以为 任洪昌 或许并不是三国演义中的那个貂蝉 毕竟貂蝉自己也说了 宫中有很多宫女都叫貂蝉 搞不好美人计的展开 是其他貂蝉做的呢 但如今听到提示音 丁玲已然可以断定 眼前的人洪昌 就是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了 她的身上 竟然存在一枚一级勋章 不消说 一定不是防御 力量等起的效用 想到她的魅力 无与伦比这句话 丁玲醒悟 该不会是因为她的魅力值 达到了超一流水准吧 叮铃则舌 若真是如此 此女魅力之高 简直无法想象 难怪可以颠倒众生 把吕布这等超一流 董卓这等全臣 都给迷得五迷三道 不知东南西北 甚至为了她 彼此自相残杀 一般的美人 怎么可能让董卓 吕布闹到这种地步 毕竟董卓 可是夜宿龙床的猛男 皇宫里的妃子 宫女不知道睡了多少 什么美人没有见过 对她来说 美人不过如此罢了 吕布更是不用说 堂堂超一流顶尖高手 心中坚持舞蹈 且绝对不缺美人陪逝 一般女子 根本难以让她动容 入眼 然而就是如此 两位猛人 被貂蝉 给玩弄在鼓掌之中 其魅力 美貌 该到何等地步 能让是女子 如粪土的董卓 都为之倾倒 虽然这其中 不可否认 王宇 貂蝉等人 肯定是用了离间计 离心计 但一般的女子 就算用这些计策也没用 只能说明 貂蝉的魅力直至高 我一大早就来这里了 貂蝉在说话 丁玲回过神来 寻生看去 只见貂蝉手握鱼长剑 手腕一翻 鱼长剑就不见了 想来定然是被她 藏在了衣袖等地 她脆声声说道 我来这里 是为了寻一些大药的 我家姐妹受伤了 我必须救她 你家姐妹是谁 杜青城 貂蝉也没瞒着丁玲 直言道 她被人骗来了这里 然后被困原家府邸深院之中 因为不肯从了原术 被幽禁到现在 时间怕是有半个多月了 期间 她被人几次毒杀 要不是我们忠心法抗毒性极强 她怕不是早就死了 即便如此 如今 她也奄奄一息了 我必须救她 杜青城 丁玲回想了一番 同样是没有听过的一个名字 不过想到任鸿昌 如今的历史走势 都完全不一样了 想来这杜青城 必定也是一个 她不了解的大美人 要不然 怎么敢叫青城这个名 甚至还被原术如此惦记 她看向原耀 果不其然 原耀的面色极为复杂 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丁玲便问原耀杜青城的情况 原耀不敢不说 那杜青城 是被秦一路给拐骗到这里来的 与他们一起来的 还有几个我不知道的陌生人 他们把杜青城 秦一路 交给了我父亲后 父亲大悦 当场赏赐了一些武功 以及我家收藏的 不大重要的呼吸法 给了那些人 那些人得到赏赐后就离开了 自此不知所踪 而秦一路在知道上当受骗后 就想带杜青城离开 但我父亲 怎么可能放任他走 秦一路当天就被带走打死 杜青城则被关押了起来 我父亲软硬兼施 想要他就范 听到秦一路三个字 丁玲就知道 杜青城是谁了 秦一路 早期为洛阳守城的士兵 后转为制县县长 他叫为雍长 但他的妻子 妻子杜氏 却名流轻视 杜氏曾被关羽看上 并多次请求曹梦德 在攻破旅步后 将杜氏赏给自己 但关羽三番两次的请求 引起了曹梦德的好奇与怀疑 他口中虽然答应得很好 然而下批城破后 曹梦德还是第一时间 召见了杜氏 结果自然是惊为天人 甚至于冒着很难 在收降关羽的风险 自己收用了 可见杜氏的风采与魅力 甚至于杜氏后来 还为曹梦德生了两一女 可见曹梦德对他的宠爱力度之大 如此美人 丁玲记得 其他玩家自然也记得 他们没法对菜鸡 貂蝉下手 肯定第一时间对杜氏下手了 并把他卖给了 袁术以换取武功的 毕竟袁术此人残暴 好色是出了名的 再者 其四世三公 家产丰厚 不缺武功 至于为什么 肯定是玩家 除了玩家 丁玲想不到 还有谁会做这种事 只是让丁玲想不到的是 杜氏真名杜清诚 竟还是貂蝉的姐妹 接下来 丁玲跟貂蝉戏聊了会儿 得知了更多内幕 真相 原来杜清诚 貂蝉是同门师姐妹 貂蝉天赋更高 在武道上进展迅猛 杜清诚武道天资不高 但在呼吸法的天赋上 却也是进展极快 使得他的体态 身段 气质等 越来越超凡脱俗 魂似胡仙洛凡尘 是以其师父 给他特意取名为杜清诚 以为 杜氏清国清诚之意 貂蝉甚至自谦说 杜氏风采 胜她百倍 丁玲对此 自然是不幸的 成就勋章的注释 都说 貂蝉是此世界最美的女子 没有之一 杜清诚 怎么可能比貂蝉美 不过能让貂蝉如此盛赞 可见杜清诚不凡 丁玲点了点头 说道 我懂医术 师承话托 或许 我可以替你就遗救杜清诚 多谢大人 貂蝉行了个大礼 我会跟大人说这么多 就是希望大人 能就遗救我家姐妹 这个人实在无能带着清诚 离开着原家府邸 她咬了咬牙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只要大人能救出清诚 我愿意追随你 自我介绍过后 她已然知道了 丁玲是虎奔狼将 哦 丁玲扬眉 道 你虽然武功不错 但我可不要累赘 貂蝉的戒备心 警惕心 还是很重 至今没有斋 丁玲自然不会强人所难 我可不是累赘 貂蝉听到这话不乐意了 质地有声地说道 我伸手可不比 一流高手差 若是巷战 一般的一流猛将 都不一定打得过我 我只会成为你的助理 而不是负担 我还是很奇怪 杜青城如何值得 你如此做 丁玲颇为动心 但还是发动演技 不动声色地说道 她虽然喜欢美人 但又不是色中恶鬼 不会被貂蝉几句话 就给迷得恍恍惚惚 神志不清的 我们是师姐妹 更是彼此的唯一亲人 貂蝉道 我有事 她会不顾一切救我 反之也是一个道理 丁玲释然 同时开始琢磨起来 演绎中 貂蝉 杜青城都在吕布一方 该不会就是因为 他们是师姐妹的缘故吧 事后 杜青城愿意 嫁给曹梦德 或许是为了拯救貂蝉 毕竟 貂蝉可是吕布的妾室 而吕布被吊死在白门楼 身为吕布的家人 貂蝉的下场 能好到哪里去 杜青城为了救貂蝉 不惜以身侍奉曹贼 貌似也说得过去 丁玲心中惊异不已 想不到这三国演义世界 还有这等歧视 这要不是太来原家府邸 搞不好一辈子 都不可能知道 这事的真相 果然 很多事实 往往都埋藏在 人所不知道的地方 杜青城 貂蝉的事情 也是如此 我之前在洛阳 还想过去一睹貂蝉 菜鸡的绝世容貌 如今看来 就算去了 肯定看到的 也是冒牌货 这真貂蝉就在面前 洛阳就算有貂蝉 可不是假的吗 丁玲接下来 又跟貂蝉交流了一会儿 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貂蝉能能舞 会洗衣服做饭等等 的确是一个好帮手 丁玲以前在冀州的时候 就想过 带赵小宇 赵冰璇一起走 但考虑到赵冰璇武力值太低 赵小宇也只能杀几个毛贼 丁玲就放弃了 他要带的是真正的高手 赵峰他都不愿意带 更别说赵小宇了 但出门在外 有个女人帮着做饭洗衣服等等 的确很便利 丁玲自然乐意 再者 貂蝉可是世界第一美人 丁玲也好奇他 到底长什么模样 等就出杜青城 想来就能一朵真容了 你先到一边等着 丁玲直接大步走向 放大药的货架 一眼看去 密密麻麻的 货架上摆放满了 各种精美的木盒 货架上还有标注 百年大药 两百年大药 三百年大药 到最后的千年大药 千年大药都有 丁玲的呼吸急促了起来 细细看了两眼 千年大药有两个盒子 它打开 其中一个盒子是空的 另外一个盒子里 放了一株通体紫色的人参 人参形体似娃娃 通透 灵动至极 这是我原家 耗费了巨大心血 从域外买来的 死伤人数达到上千 最后才侥幸 被我父亲得到 继而珍藏在这里 原药心情复杂 他知道这大药保不住了 不免心痛 不舍 但对比自家的小命而言 区区大药 又算不得什么了 再说了 大药想要服用 必须要语 他只要被丁灵放走 就有机会 把这些大药夺回来 他怎么可能不报复 很好 丁灵很满意 当场便让貂蝉 带着原药下二楼去 貂蝉虽然不解 但还是点了点头 把原药压下去了 丁灵说他失诚化驼 一道了得 貂蝉虽然怀疑 但此刻 他在这举目无亲的地界 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也只能死马当活马一了 再者 丁灵武功高强 又心怀坦荡 把绝世神兵鱼长剑 都还给他了 他对他的认可度 还是相当高的 虽然不是特别信任丁灵 但还是比较信任的 在原药离开后 丁灵首先来到 百年的大药区域 打开一个个的木盒子 足足几百个 二话不说开吃 一株株被他吃了 人参 灵芝 和首屋 鹿绒最多 还有其他一些灵果 奇花一草 都是百年份的 丁灵狂吃了足足一百份 力量0.2 防御0.2 力量0.1 防御0.1 等吃了一百份后 丁灵发现 进度调不动了 身体也没有发热的感觉 只有发热感 才会有明显的身体素质提升 以往基本都是这样 丁灵不信邪 又吃了十几株 依然如此 他失落 想到 难不成产生抗药性吗 还是说 我的实力再次进步到了 一个新的层级 百年大药 已经对我无用了 他瞥了眼人物面板 实力 根古一普通人为一点 智慧20年12月1日 敏捷22.30.10.40.323.1 体质21.70.60.10.322.7 魅力40.30.80.25.3 吃了一百多份 百年大药后 最终 力量0.9 防御0.9 是以防御为 20.1 力量26.6 防御再次打破了质骨 如今丁灵可谓是敏捷 体质 力量 防御四个层级 都突破到了超一流 力量更是暴涨到了26.6 足足2600多斤力量 配合仁皇剑法 巨鹊剑绝对是战场上魔神级别的存在 很好 定 还是很满意的 他看向赵云 见赵云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一脸羡慕的模样 心中一动 让赵云赶紧把百年大药都收起来 你不吃了 赵云诧异 没效果了 赵云无语 吃百年大药吃得没效果 这呼吸法 是完全把药效给汲取利用了吗 要不然 怎么一百多株就没用了 他虽然困惑 但更多的还是艳羡 两大呼吸法入本能 奇迹炼化大药的药力 效率之高 恐怖至极且不说 还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药力 不让浪费 丁灵没有管百年大药了 开始吃两百年大药 相比百年大药 两百年的大药 数量锐减 只有五十株 丁灵全部吃完 力量一 防御一 实力提升后 能增加的属性点难度越来越高 抗药性也在不断增强 即便是两百年大药增强的也不多了 换作原来 两百年大药 绝对不止增加力量一点 就好似低阶武功 现在对丁灵的帮助也不大一样 原来帮助之大 是毋庸置疑的 实力进一步提升 防御为 二十一点一 力量二十七点六 丁灵能明显地感觉到皮膜 筋络 脏腑 在不断地变强 变得越来越坚韧 结实 以前一只剑 能轻易洞穿皮膜 筋络 现在绝对不会那么轻松了 继续 丁灵走向三百年大药区域 这里的药材更少 只有区区二十八株 不过能有这么多 也极为不凡了 要知道 现在外界即便是百年大药 也很难见到了 不过想到自己之前得到的几株大药 丁灵有理由怀疑 他们可能是五百年 甚至更高年份的大药 因为他吃了一株三百年的大药后发现 这药力 还是远不如早前在洛阳获得的大药 想到早前洛阳所得到的大药 一株就增加了一点左右的力量属性值 丁灵 不消说 董皇等人一定是把皇宫宝库 以及许多世家的宝库都给端了 而董皇等人身为董卓的进尘 会被分到不少大药实属正常 尤其是董皇身为董卓之 更是分到最少两株以上 他们肯定会分到极为高段位的药材的 董卓这丝真的是粗鲁蛮横啊 这把皇宫 一些世家都给端了 得到的大药数量能少吗 丁灵在这一刻都开始觉得 成为掌权者 貌似更为便于收拢大药 但想到争霸路上的各种勾心斗角 麻烦是 他便把这心思给吸了 都已经选择了战神之路了 又不能再次选择 就算能 他估计还是选择这条路 他最想要的 还是快速变强 打通各个未免世界的关卡 他怎么可能单纯地 在三国世界的未免打转呢 真的争霸的话 动辄几年 十几年 再有玩家在其中搅风搅雨 太好石耗力耗神了 而且绝对会非常麻烦 丁灵有图书馆自动满击武功 完全可以去往各个世界 寻找优质资源提升自我 不用固定长时间 在一个世界玩争霸 想清楚后 丁灵不再纠结这事 而是开始继续吞噬大药 咔嚓 咔嚓 一株株被他吞入腹内 剑神呼吸法 灵魂呼吸法 飞速运转 身子骨开始发热 一股股暖流 流入四肢百骸 脏腑各处 皮膜 筋络等地 丁灵能清楚地感知到 力量在提升 皮膜 脏腑等在不断地增强 咔嚓 等所有的三百年大药 被吞噬完毕 力量1.1 防御1.1 实力变化 防御为22.2 力量28.7 又一次变强了 力量更为汹涌 轻轻一握拳 噼里啪啦作响 似能把乾坤大戒都给握碎 好强 好炸裂的感觉 叮咛挑眉 这种飞速变强的感觉 就似在云端飞翔一般 真的是说不出的罪人 痛快 细细感悟防御力 貌似就算普通人拿着棍棒打他 都无法伤及分毫了 皮膜之坚韧 宛若皮甲一般 防御力增强到了这种地步 皮膜 筋络等 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蜕变 四蝉勇化蝶一般 如今已然跟过去迥异了 叮铃怀疑不断进化下去 以后自己皮膜四肩甲 四盾牌 都有可能 到时候身体挡子弹 貌似也说得过去 但现在明显还没有到那种水准 丰锐的箭矢依然可以破皮甲而入 还需要继续努力 它走向四百年大药区域 这里的大药更少 只有十一株 一口气吞噬完毕 力量一 防御一 实力变化 防御为 二十三点二 力量二十九点七 五百年大药区域 大药只有八株 吞噬完毕 力量零点三 防御一点一 实力变化 防御为 二十四点三 力量三十 力量再次打破瓶颈 噼里啪啦 骨骼 经络再次发生变化 叮铃的个头 貌似又往上长了一小节 它怀疑 继续这样长下去 会不会有一天 变成吕布那样 身高体阔 极为雄健的猛蛮 防御又变强了 皮膜已经在往肩胛的防御 不断进化了 走向六百年大药区域 只有五株 吃完 力量零 防御一点三 体质零点五 实力变化 防御为 二十五点六 力量三十 体质 二十二点七 增长为二十三点二 脏腑在颤动 骨骼在站立 热感四窜 持久力 耐力 生命力等在不断飙升 这是体质在增强 叮铃长呼口气 大感痛快 只是有些困惑 存到 之前大药只是增强力量 防御 如今 力量竟然不能再增加了 而且是增强体质 但体质怎么才加零点五 难不成是因为剑神呼吸法 灵魂呼吸法的炼化要力 第一侧重点是力量 防御 丁灵想到 剑神呼吸法 灵魂呼吸法的微能 若有所悟 不过按理来说 灵魂呼吸法 是更注重速度才对 但现在想来 可能是思想有误 童鸢的枪法等 更为注重速度 但它的力量明显极强 可谓锐不可当 势大磅礴 极难相抗 防御不知如何 但想来肯定极其逆天的 毕竟赵云七进七出长板坡 毫发无损 就是佐证 而它的力量 防御来源不消说 肯定是灵魂呼吸法的缘故 王月也是同样的道理 两大呼吸法相结合后 自然也更倾向于 把药力划入力量 防御 思极至此 丁灵恍然大悟 而如今 力量已经到了一个新的瓶颈 貌似两大呼吸法 也无能再把力量属性点提升了 那庞大的药力 就被分流到了体质上 只是貌似药力分流体质 浪费了不少的药力 这就好似丁灵的实力 提升到了一定的阶段 低阶段的武功 无法提升力量等 只能能量化入防御 一般无二 想来定是这个道理没错了 丁灵稍感遗憾 若是力量能不断增长 那就太好了 但如今看来 呼吸法也是有极限的 想要再次打破力量的稚骨 或许要找到那练呼吸法 不过增长到了三千斤的力道 丁灵也非常满足了 到了这种力量水准 再去打驴布 绝对能压着驴布打 继续 丁灵走向七百年大药区域 只有三株 吞噬完毕 力量0 防御1.4 体质0.6 实力变化 防御为27 力量30 体质23.8 又变强了 丁灵爽的机灵灵打了个颤 赵云此刻已经收拾好百年大药了 是在旁侧找到了一个大袋子装好的 因为木盒子较为沉重 赵云把木盒子全都扔了 直接把百年大药从盒子里拿出来 装入袋子之中 装了满满一麻袋 他装好后 正好目睹丁灵的吞噬大药变化 不由地愈发羡慕 佩服 赵云愈发渴望 有朝一日 也能如丁灵这般 随意吞噬药材炼化 而增强几身了 要不然 看到药材 也只能干瞪眼 毕竟他只能药语 丁灵来到了八百年大药区域 只有两株 打开盒子 还是空的 九百年也有两株 同样是空的 只有千年大药中有一株 丁灵毫不犹豫开吃 咔嚓 咔嚓 千年大药的药力澎湃 激勇 远胜七百年大药的药力 吞噬完毕后 力量0 防御2.4 体质0.7 实力变化 防御为 29.4 力量30 体质 24.5 不得不说 两大入本能的呼吸法 相互契合 配合得极为完美 炼化药力的效率极其高 只是片刻间的功夫 千年大药的药力 就被完美炼化 继而化入脏腑等地 增强了不少的防御与体质 十字儿经 接近30点的防御 让丁灵有一种皮膜 可比肩两三层皮甲的感觉 十分坚韧 他让赵云拿龙胆亮银枪刺 移下他的手掌心看看 赵云疑惑 丁灵说了原由 他双目微量 点了点头 也不敢用太大力气 只是轻轻地拿长枪 刺了一下丁灵的手掌 毫发无损 丁灵大喜 赵云震惊 要知道 他的龙胆亮银枪 可是极为锋利 他虽然没有用什么力气 但寻常的士兵 被这龙胆亮银枪 轻轻点一下 就会中枪倒闭 很好 丁灵也没有再让赵云试了 刚刚的龙胆亮银枪 已然让他的手掌心 有了如锥刺骨的冰冷感 他知道 若是赵云再大些力气 手掌心必定被刺破 让人拿兵器劈砍在他的身上 力气不大的话 对他来说 根本无效 只有力气大些 才能让他的皮膜破防 很不错 丁灵非常满意 他到底是怕死的 防御如此之高 踢表再劈上一层肩胛 那几乎是战场上 打不死的存在了 太强了 赵云震撼 艳羡 钦佩 你有一天 也会这么强的 丁灵如今敢肯定 童渊的实力 必定是防御30 力量30的存在了 只要他打破力量30的峙骨 童渊将不再是他的对手 原本高不可攀的大人物 如今也似承了 随时可以超越 并战胜的存在了 希望如此 赵云也很期待 自己有这么一天 走吧 丁灵扫射了一眼四周 这里是他的福店 他在吞噬完千年保药后 就有了感觉 董皇的大药 肯定不是千年级别的 大概率是700年的 要知道 他如今的实力越来越高 药材的药力 对他的提升效果越来越弱 三株700年大药 还能防御1.4 体质0.6 非常难得了 洛阳不可能没有千年大药 如今看来 肯定是董卓 自己享用了这些大药 这么说来 董卓此人的武力 必定极其恐怖了 丁灵琢磨 飞熊呼吸法 双绝剑 双绝刀法 都颇为不凡 董卓就算没有 把他们修炼 倒入本能的地步 但天天泡绝世大药的药育 也绝对会有了 非常迅猛的提升 如此看来 董卓是不好对付的 不过这不关他的事 他的目的只为成就战神 哒哒哒 丁灵 赵云 吓得楼懒 元耀见丁灵气息愈发深邃 不由得惊疑不定 但看到赵云背上的大麻袋 恍然的同时 心中打了几个转 立刻说道 两位 你们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现在是否能放我离开 等我救了杜卿城再说 丁灵冷视元耀 带路 我来带路吧 貂蝉很主动 我知道卿城在哪里 他再次对丁灵支谢 丁灵白首 要谢等治好杜卿城再说 貂蝉一双性目盈盈如水般扫了眼丁灵 也不再多话 而是主动在前带路 到了一楼 貂蝉去开门 丁灵 赵云几人上马 打开门后 守门的壮汉 见武库里竟然多出来了一个人 不由一愣 本能就要贺问 但见元耀在 只能把困惑憋回肚子里 两人只是暗暗祈祷 千万别被家主问罪 责怪 要不然 武库里真的缺失了太多的东西 他们有十条命也不够赔偿的 踢踏踏 貂蝉也不知道 修炼的是什么呼吸法 武功 身如柳枝百动 轻飘飘地往前一窜 就是十几米 速度极快 动作极其灵巧 宛若幻灭不定的云烟一般 随时都能消失在人的眼皮子底下一般 看到这脸 丁灵恍然 尤其是在见到貂蝉轻身一跃 就能跃高三四米 更是笃定了心中的想法 他能入武库 必定是走得梁上君子一般的捷径 堂堂貂蝉 竟然是个武功高手 这要是被其他玩家知道了 一定会大跌眼镜的 丁灵心中如是想到 三国世界的名人们看来 大多有隐匿的绝技在身 诸葛亮能名震三国 宛若最绚烂的一颗星 其技能武功 必定更为出彩 只是现在的诸葛亮 大概率肯定是个小屁孩 就是不知道 有没有机缘得见 踢踏踏 一路即迟 貂蝉的速度 竟然不比骏马曼多手 他能孤身闯入原家府邸 果然是有一定的底气的 只是孤身可逍遥 但一个人 尤其是背负重伤的人 速度肯定会慢到发指 貂蝉会想着救治好杜青城 再一起闯出原家 貌似就可以理解了 不就好 貂蝉背负着杜青城走 两个人大概率都走不掉 治好了 杜青城也是有武功底子在身 只要小心些 或许可以逃掉 丁灵明白了 貂蝉想法思路 却也没多说什么 七拐八拐 纵身到了原家内院 丁灵看到了不少原家的家眷 他们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无一例外 都气度雍容 衣着华丽 见到丁灵几人 竟敢在内院纵马驰骋 有人上前大贺 试图阻止 被原耀怒斥 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 但很快 有更多地位更高的人 在前拦路 是一个身着滑袍 满脸威严的中年男子 叔父 原耀叫了声 你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中年男子微微醋眉 扫了眼原药 双目一转 看向丁灵 赵云 貂蝉几人 你们真的是好大的胆子 知不知道 这里是哪里 中年男子 卓尔不凡 竟显尚未者的气势 一双眼睛凌厉至极 极其破人 我原家门生 故隶便于天下 你们得罪了我原家 在这方世界 必定寸步难行 你们要想好后果 三思而行 别再掳虎须 试图激怒我们 他手指外界 现在离开这里 我可以既往不救 否则后果自负 他似怕丁灵不幸 我原应的信誉 四方皆知 我说的话 没有人敢违抗 你现在若是听了我的话 可免一死 过后就难说了 原应 东汉末期人物 据说是原委之子 原树从地 而在三国演义中 他是原树之职 但现在看情况 原应应该是原树的从地 再想想 这世界只是参考 三国演义而成 丁灵释然 不消说 这方世界绝对不是照搬三国演义的世界观 人物设定等等 而只是跟三国演义世界 有些相似罢了 你们还不退走吗 原应清赫 是真的想跟我原家成生死仇敌吗 貂蝉心中一紧 秀里的虞长剑 已然被他握在手里了 若是丁灵靠不住 他就只能杀进去 拼死带着杜青城离开 他死也不可能放弃杜青城的 他十分清楚 丁灵若是真的退缩了 知晓这一切的原药 绝对会把杜青城折磨至死的 这不是他能接受的 唉 丁灵回过神来 一声叹息 他有些奇怪地看了眼原应 这人气度极其不凡 怎 会如此愚蠢 他丁灵都敢劫持原药 都得罪死原家了 还有缓和的余地吗 再说了 原应能跟原术比吗 他是不是平时高高在上 发号施令习惯了 觉得他的慷慨 一定能换来其他人的感恩戴德 具体如何 丁灵不得而知 他懒得跟原应打交道 直接拔出巨鹊剑 轻轻一夹 汉邪宝马的马腹 西绿绿 汉邪宝马极为通灵 一个冲刺 就到了原药的身侧 丁灵手中聚鹊剑 随意几个劈砍 魂似人黄在劈砍贪官污吏一般 一道灰红的剑光闪现人世间 隐隐可见 有人黄图案在虚空一闪而逝 轰然声中 聚鹊正中原药旁侧的几个将官 一瞬 便把他们给劈飞了出去 在原应恶然 震惊中 丁灵的剑锋 已然摆放在他的脖子上 丁灵俯视他 微微一笑 原应是吗 麻烦你跟我们一起走一趟吧 你 你 你怎么敢 原应站立 瞠目 不敢相信 我可是四世三宫的嫡系子弟 你不要命了吗 废话真多 丁灵用剑被拍了拍原应的脸 拍得啪啪声作响 我一路走来 第一次见到你 这么愚蠢的所谓大人物 你再废话 我就砍死你 你信不信 原应瞬间有了一种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的猛然感 我 我了半天 我不出个所以然来 反倒被丁灵一瞪眼 给吓得差点摔倒 他后悔不迭 他觉得自己大意 且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 平常都是左右人马 对他各种奉承 且因原家巨大的影响力 原应的生活非常优渥 何不识肉迷说的 就是他这种人了 他是完全体会不到 底层人的挣扎与痛苦的 自然无法感同身受 他甚至于觉得他的施恩 一定能换来其他人的忠诚 毕竟过去这一招 屡试不爽 而他现在说 可以既往不救 这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换做过去 有匪徒如此 他们一定不会冒着 继续得罪死原家的风险 而劫持原家子弟 但现在 他貌似遇到了一个粗鲁 愚蠢的匪徒 原应战战兢兢地 跟在原药的身边 时不时看向丁灵 眼中的茫然 比一等很明显 他比丁灵愚蠢 丁灵也觉得 原应简直就是 滑天下之大击 实实在在的傻子 这简直就是送人头啊 哪里有这样的好人 他暂时也不杀原应 只是让原应 原药 跟着貂蠢在前赶路 赵云在一旁看着这两人 丁灵手持拒鹊剑 紧随其后 貂蠢目露异色地 看了眼丁灵 紧握于长剑的手 放松了下来 对于丁灵的认可度 进一步拔高了不少 能在这种境况下 义无反顾 选择站在他这边 丁灵值得信任 有原应 原药 双重开路 再也没人敢来阻拦了 原药看原应的眼神很古怪 很难说得清楚 他是不是在鄙视 自家的叔父愚蠢 原应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 等醒悟过来 也不由得恼羞成怒 他自认聪明绝顶 今天却在这里 因自以为是自视甚高 被几个粗鲁愚蠢的 莽夫给打劫了 实在是失策 就是这里了 貂蝉手指前方的一间院落 这院落在原家府邸最深处 最偏僻的地方 走进去 扫了眼 荒草丛生 蟑螂满地 不时还可见几只老鼠 支支支飞窜而过 再看这院落不远处 就是茅厕 叮铃了然 这地方肯定是 以往下人居住的地方 现在连下人都不住了 再加上院落没人清理 导致荒僻如斯 院落是四合院的模式 貂蝉走到左侧的一间屋子前 从衣袖里掏出一把钥匙 嘎吱嘎吱声中 开了锁 再把锁头扔了 伸手推开了门 一股腐朽 糜烂的气息直冲鼻孔 叮铃定睛瞧去 只见屋内沉涉简陋 只有一张桌子 一张床 桌上摆放着一双碗筷 床上躺着一个人 走近一看 这人面容惨白 呼吸微弱 双目紧闭 胸膛很久才起伏一次 似已然死去的睡美人一般 踏实杜青城 叮铃疑惑 虽然这人很漂亮 鹅蛋脸 五官极其端坐 身上自带一股特殊的韵味 堪称是标准的东方古典美女 但也没貂蝉说得那么夸张啊 不错 貂蝉点了点头 一双眸子隐隐含泪 她就是我的姐妹 我唯一的亲人 她似明白丁玲所想 解释道 她现在处在冰死状态 一身功力内敛 所以你会觉得她虽然美 但并没有美得惊心动魄 但如果等她恢复过来 你就能明白了 貂蝉没有骗丁玲的道理 丁玲也不再纠结这事 杜青城即便虚弱至此 也有不俗美态可见巅峰时的模样 就丁玲见过的女子而言 杜青城的美貌的确是冠绝一时 只是貂蝉之前说得太好 太绝对了 以至于丁玲会有所失望 但如果把杜青城跟普通美女做对比 她是胜过她们不知反击的 丁玲精通一道 青囊精已然化入本能 给杜青城把脉 在观其肤色 眼睛 口鼻等处 便明误出 她是种了一种混合毒素 这毒素 具备多种毒草的毒性 寻常人吃上一些 必定会毙命 杜青城能坚挺到现在 可见其身体素质之高 丁玲立刻开始开药方 让赵云压着原印 去原家药房 拿上等药材 至于貂蝉早前从武库里 拿来的一株药材 赫然是八百年的灵芝 丁玲说 虚不受补 再者 这灵芝也无法解除这种混合毒素 你给她吃了也没用 貂蝉乃然 见丁玲如此专业 貂蝉便信了几分 而在丁玲要求她 配合给杜青城用针灸排毒后 信任度已然拔高了几层 因为杜青城的脸色红润了不少 貂蝉大喜过望 忙不停致谢 丁玲说道 等着好了再说吧 丁玲的医疗经验不足 在给杜青城治疗的过程中 经验值倒是在不断地增加 有《青囊经》 内经中记载的极为独特的手法 疗法 再配合呼吸法 运进给杜青城做了一番推拿 破 杜青城猛然做起身 一口发黑的毒血喷了出来 丁玲没有停 各种手法 疗法一起伤 貂蝉在一旁看得颇为不自在 只因丁玲这一番治疗下来 杜青城怕是 非她不嫁了 但丁玲的确在治疗杜青城不假 她虽然心里别扭 略感不舒服 但也不好阻止 对比清白 到底是性命更重要 再说了 丁玲全神贯注 心无旁骛 明显没有那方面的心思 貂蝉这时候也不好插话 并污蔑丁玲吧 如此一想 貂蝉释然 只是在旁时不时 配合丁玲一二 做好辅助工作 随着赵云 元映带着各种药材过来 丁玲就指挥貂蝉熬药 煎药 元药五指 不沾阳春水 除了干看着 也做不了其他事 她只是颇为震惊 存到 丁玲这家伙 还真没吹牛 她堂堂一个绝世武将 竟然还是一个医者 匪夷所思啊 她理解不了 一个人 是如何把武道 医道 同时修炼到如此高深的境界的 就四元印理解不了 丁玲如何敢 无视原家的威慑力的 可以了 丁玲又让貂蝉 给杜青城服药 貂蝉一路按照指示行动 精神高度紧张地 忙活了半个多时辰 累得有些气喘 但她却越来越激动 兴奋 只因杜青城服药后的气色 越来越好了 呼吸也开始变得平稳起来 再服两天药 杜青城应该就能痊愈了 丁玲想了想 就在这里待着 明天等杜青城好了再走吧 什么 赵云面色微变 这要是当得久了 我们怕不是会被彻底围堵死 现在 难道就没有围堵死吗 丁玲微微一笑 很是淡定 我们都明目张胆地 劫持了原家的原药 原印两位原家嫡系子弟 原家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必定会派遣重兵围堵四方 反正早走也是围堵 完走也是围堵 那不如等杜青城好了再走 赵云哑然 不再多言 貂蝉则感激不已 盈盈败道 多谢大人 任洪昌无以为报 必定信守诺言 一路追随你 嗯 丁玲见识过貂蝉的武功手段 文言点了点头 算是同意了 看貂蝉煎药的熟练模样 想来洗衣做饭等 一定是一流的 再者 他伸手矫健 来去如风 做个斥后等 想来是绰绰有余 并且 他还是三国世界第一美人 丁玲每天看着也扬眼啊 能打 能做家务 又美又撒 丁玲有什么理由能拒绝呢 貂蝉见词 长鼠口气 心中有些怅然若失 对于未来 又有些期许 几个时辰后 杜青城醒了 他睁眼的那一煞 整个世界都似明亮了许多 他的眼像是会说话 点缀在他若银盘一般的翘脸上 就似两颗太阳 点缀在蓝天上 一种惊世骇俗的媚态 媚态随之而一散开来 赵云为之一代 原药 原印 都看得呼吸急促了起来 丁玲也是为之一致 第一次信了貂蝉说的话 这杜青城 果然是美的 美得不像话 明明端庄秀美 似得大家闺秀 身上极具古典韵味 美得似一幅山水画中的仙女似的 但其身上 又有一种浑似仙湖的美态 浑然天成 魅意入骨 一举一动 撩人心弦 让人不自觉地迷醉 丁玲 赵云 很快回过神来 两人对视了眼 都能清楚看到 彼此眼中的惊叹之意 如此美人 难怪袁树纳斯舍不得放手 甚至大方地奖励玩家们 至于杜青城 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不消说 肯定是后宫与人在斗法 若是杜青城这等女子上了位 试问后宫宅院之中 其他女子的地位 怎么可能不遗落千丈 青城 貂蝉欢喜地扑了过去 一把抱住了杜青城 红娼 杜青城愣了一下 也很快反手紧抱住貂蝉 两人说了会提起的贴心话 随后 貂蝉把事情始末小声地跟杜青城说了出来 杜青城越听越脸红 到的后来 一双美目已然被修男给占据 他悄悄地看了眼丁玲 见丁玲身长鼻挺 威武不凡 身上自带贵气 霸气 便有了三分好感 不论在哪个时代 哪个世界 看脸说话 都是常识 凤厨庞统就因为长得丑 先后被孙权 刘备都嫌弃过 可见一般 丁玲修炼呼吸法 内经 青囊精等魅力得到提升 长相 气质方面远超俗人 自然是加分的 随我一起拜谢大人 貂蝉搀扶起杜青城 两人一起对丁玲盈盈拜祷 杜青城一张俏脸 更是红润的似要滴水一般 一旁的原药 原印看得直咽口水 对于丁玲极为极度 艳献 他们也想要被如此美人拜谢啊 获得成就勋章 你赢得了杜青城杜秀娘的高度感激 诸事 杜青城本兵临死亡 他自己也做好了下地狱的准备 你及时把他从死神的手里拉了回来 还对他用了推拿等手法 他此刻已然是羞涩到了极点 你只要稍微努力点 他必定对你方心苛刻 毕竟此世界的人对于清白 贞结是看得十分之重的 丁玲听到提示音一愣 他之前治疗时 完全没有想到这茬 现在看貂蝉 杜青城的古怪眼神 他恍然大悟 他叹了口气 他有时候在这方面的确会慢半拍 不过 既然事情已然这样了 丁玲也就顺其自然了 杜青城如此绝美 说实话 是个男人看到了都会心动 丁玲自认不是色鬼 但看到这般美人 也是不免感叹赵小宇 赵冰璇这样的小美人 在杜青城面前 也只能做个丫鬟了 他是个正常男人 怎么可能不侧目 不过他到底是记得自己的目标的 打穿这个游戏世界 在现实世界 能硬钢核弹 要不然 他没安全感啊 他如此逆天的外挂 真的说不准 会不会有人扛着大炮来杀他 到时候 他挡得住吗 所以 在生死危机面前 一切儿女情长 在丁玲看来 都是不值当的 等他真的提升到了 可以坦然面对一切时 那个时候 他或许会考虑婚姻等问题 只是到了那个时候 他的心态 是否又会跟现在一样 这很难说得清 嗨嗨 貂蝉突然咳嗽了起来 丁玲回过神来 寻声看去 只见貂蝉每咳嗽一下 就会点点血字 喷到他的面纱上 红娼 红娼 你怎么了 杜青城大惊失色 我没事 貂蝉忙到 可能是之前跟大人对招时 被伤了肺腑 他苦笑 大人的巨鹊见识大力尘 随意一击 便有千军之力 我根本挡不住 我看看 丁玲走过去 貂蝉一愣 但在杜青城的催促下 还是乖乖地 把袖手对到了丁玲的面前 丁玲开始把脉 他现在已然醒悟过来 这世界女子 对把脉 推拿等等的敏感 事以演技发动之下 变得一本正经 肃然无比 天知道他现在的内心 有多澎湃 只因貂蝉在不断咳嗽的过程中 面纱已然从一侧跌乱下 露出了一张 不似凡人的绝世容颜 看到他脸的那一剎 丁玲的脑子 似被重锤重重地轰击了一下 嗡 头脑一片空白 好似什么都不知道了 如果说杜青城的美 似乎先落凡尘 那貂蝉的美 柔 妹 则似一汪清泉 注入人的心田 顷刻间 让人一眼万年 再难忘却 她的美 柔 妹 是神圣中 带着几分金国英雄气的 魂四女神 坐着凤凰横行人事件 有一种说不出的大气 高贵气 丁玲尚且如此 圆耀几人 更是看得目瞪口呆 下巴都似要跌落在地上了 如此美人 不要说看了 听都没有听说过 本以为杜青城 已经把绝美演绎的淋漓尽致 但貂蝉却是更上一层楼 让人见识到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嗯 貂蝉见了众人模样 有些慌乱的 赶紧把手从丁玲的手里抽了回来 转过身去 把面纱重新戴好 她的转身 浑似太阳被黑暗给遮蔽一般 整个世界都为之一暗 丁玲几人回过神来 心情各不同 丁玲是暗道惭愧 在现实世界 也是见惯了个大女明星 女主播的角 如今竟然被貂蝉给晃得出了神 但丁玲在这一刻 算是真真切切意识到了 什么叫三国第一美人 三国美人很多 大小桥 杜青城 菜鸡等等 貂蝉能贯押群方 夺得第一 可见其美 我的功夫 还没有修炼到家 貂蝉重新转过身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所以无法收敛自身媚态 等我修炼到化镜 自然可以做一个普通女子 那你之前还在宫中做了貂蝉 丁玲不解 那个时候 我的功力还没有这么高 所以并不是特别扎眼 后来随着我身子 脸庞长开 功力日益精进 师父就带我离开了皇宫 没再做貂蝉了 貂蝉解释 丁玲释然 他就奇怪 如此美人 是个男人看得懂 不可能放过 洛阳之中 那么多达官贵族 怎么可能放过貂蝉呢 现在看来 原来其中竟有这等隐秘 来 我们继续把卖 丁玲演技发动 肃然道 你脏腹受创 若是不及时之后 破后腿了 可是件麻烦事 貂蝉一愣 杜青城 暗地里悄悄推了他一下 貂蝉红着脸 把手再次递给了丁玲 原印 原要 甚至包括赵云 看得都是艳羡不已 如此绝世美人 不过丁玲如此一丝不苟 做骨正经的坦然模样 还是把杜青城 貂蝉忽悠了过去 觉得丁玲必定是个光伟正的男人 也就赵云若有所思 本能地觉得丁玲在演戏 原要 原要 被赶了出去 赵云盯着他们 丁玲在房间里 给貂蝉把脉 推拿一番后 又开了几副药 让原印 赵云去配药了 顺便让他们带个尖 熬草药的医者过来 原印无语 这可是原家府邸 他堂堂原家子弟 竟然被当作下人使唤 而且还不止一次 真是岂有此脸 他有意不去 赵云也不含糊 直接一抖长枪 刺向他的脖梗 去不去 原印憋屈 无语看苍天 他长这么大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貂蝉的脏腑 经络都受伤了 巨鹊剑搭配人皇剑法 威力极大 一剑之下 一般的二流猛将 被顺杀是肯定的 也就是 貂蝉当时的奔袭 没有杀意 且没有去伤及丁玲的要害 丁玲的反击 才没有那么狂暴 要不然 貂蝉也绝对是报废的下场 不可能能安然到现在才凸显 貂蝉当然没有怪罪丁玲的意思 甚至为当时的奔袭 而三番致歉 丁玲被貂蝉给弄得都有些懒然 她毫发无损 貂蝉却落到如此下场 此刻竟然还有心思 反过来安慰她 这女人如此绝美就罢了 还能打 能做家务 能体贴人 真的是多少男人的梦想啊 丁玲心中一叹 收敛起异样的心思 开始指挥医者们 如何煎熬草药 貂蝉堪比一流猛将 倒是适合吃一些大药 丁玲拿了一株百年份的大药 当作补品 切了几块到草药之中 她精通轻囊精等 对于如何把控火候 大药的分量 自然是举重若轻 妙道颠嚎 前来的医者 一开始还不以为意 对于丁玲颇为看不起 觉得是外行在指导内行 但真的深入了解了一番后 不由地对丁玲惊为天人 自此不敢有丝毫的小心思 反而起了偷失的别样想法 但丁玲的手法独特 且下药 针灸等极其精准 随意 还有呼吸法的静气 不时会夺入到患者的皮膜等伤患处 配合药物 以此达到快速治愈的目的 这些医者 都是三流的人物 虽然个个都懂呼吸法 但如何能跟丁玲的呼吸法相媲美 自然是看不懂真正的奥义 精髓的 但即便只是看了个皮膜 这些医者 也大敢不虚此行 接下来对丁玲的命令 吩咐 自然是无不遵从 原药 原应 在一旁 看得倍感难受 腻一碗 自家的家仆 竟然对外人言听计从 不过看到丁玲如此轻易地 就把貂蝉杜青城给治好 他们也是极为震撼的 尤其是原应 甚至于在想着 要不要找丁玲看一下自己身上的影集 但司机自家跟丁玲的矛盾 他不由嘴角发苦 大敢倒霉 时间是如水 在丁玲的治疗下 貂蝉首先恢复过来 他受的伤虽然不轻 但因为治疗的及时 且他自身身体素质极高 再有大药 以及良药配合 自然恢复得快 若是拖延下去 找不到好的医者 那就难说了 搞不好拖成就急 费劳等都是有可能的 他自己也清楚这点 自然是对丁玲感激不已 获得成就勋章 你赢得了貂蝉人红昌的深度感激 就是 你已经跟貂蝉有了肌肤之亲 他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男人如此接触 对你已然起了异样的心思 他虽然经历坎坷 一生动荡 但感情方面是一张白纸 你的到来 在上面染满了颜色 原本你们将注定今生无缘 但几次巧合下来 你们已然纠葛甚深 貂蝉又是一个极其重视承诺的人 不消说 在杜青城完全康复的那一刻 就是他决定 亲力追随你之时 听着提示音 丁玲微微一愣 之前在貂蝉这儿 获得了一枚一级成就勋章 现在又获得了一枚普通勋章 看来貂蝉真的是属于超一流高手 不是实力超一流 而是魅力超一流 看过貂蝉的脸 丁玲对此很是笃定 不过貂蝉感情方面 只是把把脉 正常的医疗推拿手法而已 要不要这么夸张 丁玲诧异 则舌 这现实世界的女孩子 就算同居了 也可能会分手 不 就算结婚了 也可能会离婚 哪里像貂蝉 杜青城这样 只是正常治疗而已 丁玲在这一刻 深刻地明白了 为什么自此君王不早朝了 这遇到这样纯情 深情的女子 哪个男人招架得住 你以前没有被医者治疗过吗 丁玲忍不住问了句 有啊 貂蝉一愣 似想到了什么 一双妙目 盈盈如水地扫了眼丁玲 翠声道 都是我师父给我们治疗的 她是女人 那你师父呢 丁玲果断转移话题 再聊下去 就尴尬了 她去世了 貂蝉神情黯然 大线到了就走了 她走后 我就和青城相依为命 可是 我记得 杜青城是被秦一路骗来的吧 丁玲看向杜青城 难不成秦一路是你的 她只是我的好友 杜青城似怕丁玲误会 赶忙红着脸解释道 我们没有什么的 她跟我说 蓝阳地界有绝世大药 可以帮助红昌 提高武道修为 让我陪她去取 因为她跟我经常来往 为人还算可靠 我便信了她 哪里想到 她竟然把我带到了一个魔窟中 说到后来 神情略有不分 丁玲说 秦一路死了 杜青城一致 叹了口气 脸上的愤恨瞬间消失 死者已已 过去的 就让她过去吧 丁玲没说玩家的事情 说了也没用 玩家一个个鬼精似的 很难杀死 除非在现实里干掉她 但现实里杀人 这不是做死吗 丁玲现在怎么可能 去做这种蠢事 所以一切 还是要往上走 又是一日 中午时分 杜青城终于恢复了过来 毒素全都消除了 整个人容光焕发 大家闺秀气质尽显 宛若话里走出来的古典美人 身上自带端庄 柔媚 秀美等气质 倾国倾城 陈玉落雁 用在她的身上 非常合适 该走了 丁玲吃饱喝足 她在原家府邸提升的实力 着实不少 在原家 自然是狂吃 猛吞了不少上等的肉食 来补充营养 缓解饥饿 不得不说 原家的食物 比起在外面随意烧烤来的 就是要好吃得多 当然 丁玲的厨艺 早已经满级 她若是认真做菜做饭 绝对会丰盛 且让人眼馋 但丁玲的目标是做战神 又不是做厨神 吃饭什么的 能吃饱就行 她要求不高 当然 如果真的有人能服侍她 天天给她做好菜好饭 她也求之不得 呼 原影擦了把冷汗 这杀财终于要走了吗 这两天 可是把她折磨得够呛 丢尽面皮且不说 被各种使唤 烧不如意 就面临生死危险 原影发誓 以后再也不跟莽夫讲道理了 看到就离原点 走吧 丁玲一行人都上了马 包括貂蝉 杜青城 都备了上等的大渊两马 两马自然是原家釜底之中 精挑细选出来的 即便是原家 这样的两马也不多 丁玲给貂蝉一人挑了两匹 原影 原药 肉疼得不行 除此之外 丁玲还去武库给貂蝉 杜青城他们 背了皮甲 肩甲 神兵等 貂蝉此刻身着一身火红色的铠甲 骑乘着一匹枣红色的战马 手持一柄长枪 端坐马背之上 英姿飒爽 很有巾帼英雄的气概 杜青城则是黑甲黑马 有别于貂蝉 魅中戴萨 自有不凡风采 两人一红一黑 魂四下繁花仙子 极为吸睛 夺目 走 丁玲一声轻贺 原药 原影 打头侧马而出 丁玲紧随其后 紧接着是貂蝉 杜青城 赵云守护尾翼 丁玲 貂蝉 杜青城 赵云 四个人组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小型阵列 丁玲作为锥子头打尖 貂蝉 杜青城的丁玲的一左一右 他们靠得颇近 赵云则吊车尾 四人组成的阵列 可以随时支援彼此 丁玲身负聚雀剑 因聚雀剑很是厚重 宽大 斜斜地横跟在丁玲的背上 宛若家常版的剑形盾牌 这方便他随时拔剑战斗 他手持方天画戟 双目锐利地盯着原药 原印 原印 原印如芒在背 不敢乱来分喉 十分乖绝地策马在前 不停呵斥众人让开 踢踏踏 一行人顺利离开内院 来到了外院 在这里 丁玲再次看到了孙策 跟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 他带领着一只兵马 拦阻在一侧 见丁玲一行人前来 他持枪上前 高声喝倒 凤继将军的命令 我必须拦阻各位一二 得罪了 他匹马杀向丁玲 丁玲挑眉 深深地看了眼孙策 随意一挤挥出 轰 三十六路天刚伏法 一招招精妙的招式 若鬼斧神功般 随着几封打出 须鱼间 便跟孙策的长枪 碰撞了十几下 每一下 孙策都是如遭雷击 到的后来 他身躯站立 一张脸憋得通红 再次碰撞了一次后 扑 他到底是憋不住了 喉咙涌动 猛地张口 狂喷出了一道血剑 他满脸 惊疑不定地看了眼丁玲 果断侧马后退 口中高声呼喝道 敌将厉害 挡不住 快撤 动作虽然有些夸张 有演戏的成分 但看得出来 他的确是 惊具于丁玲的武力 孙策自然看得出来 丁玲并没有怎么用力 举重弱青般的异己 浑似天神披衫一般 气势磅礴地 宛若大浪拍沙滩 他一击都挡不住 要不是丁玲根本没用力 他哪里能挡得住十几下 他心中感激之余 愈发郁闷 诧异 不解 他自然看出来了 丁玲实力暴涨了一大截 这才多久 丁玲就实力飙涨了 其实不止丁玲实力飙涨了 赵云 貂蝉 杜青城的实力 也上涨了一大截 百年大药丁玲实质无用后 他就特意按照古法 开始配置药玉所需的各种药材 这些药材不少都非常珍惜 只是不属于大药的范畴 但原家府邸的药房之中 也是应有尽有 这些药材外面买 就算有钱 也是很难买到的 丁玲如何可能会错过这次机会 当机立断 在给貂蝉疗伤的时候 就让赵云去准备药玉了 赵云的药玉是最为高端的 各种珍惜药材 再配上许多百年大药 使得赵云短短几天 实力也飙涨了一截 这也跟他呼吸法提升 底蕴增加了有关 若是不然 即便有药玉 他短时间内 也不可能增长这么多的实力 现在的赵云 距离踏入超一流 是越来越近了 在貂蝉伤势恢复后 丁玲也给貂蝉配了药玉 貂蝉东奔西走 这近一年 也先有泡药玉的时候 他这一次浸泡的药玉里头 也是放了各种各样的 珍惜药材 以及百年大药 他的实力 也因此提升了不少 杜青城在生死之间走了一遭 伺悟通了某种关爱 在药玉的作用力下 实力竟然也是突飞猛进 可以说 如今 丁玲的队伍里 无疑弱者 最弱的杜青城 虽然力量不足 但技巧防御方面 也是堪比二流武将了 貂蝉则是实打实的 一流汉将 另外 貂蝉的那一株八百年大药 被丁玲一口闷了 结果是 防御0.6 体质0.4 实力变化 防御为 30 力量30 体质 24.9 丁玲的防御 也达到了极限 如今 他的皮膜坚韧程度 堪比几层皮甲 已然是无庸置疑的 不仅如此 脏腑 筋络 骨头等的坚硬 坚韧程度 也是达到了极限 远超过去 正是因为实力再次变化 丁玲才有信心闯出去 力量 防御 双双达到了极限 体质等也增强了不少 如今的他 可以说是超一流中的 最巅峰级别的高手了 刚刚他也是看出 孙策在演戏 要不然 早就一挤过去 把孙策给结果了 答答 有不信邪的士兵 带领队伍冲向丁玲 被丁玲手起挤落 宛若砍瓜切菜一般 很是轻松地劈杀 刺死了五六十人 片刻间 丁玲马前 也要死了一地人 绕着丁玲围成了一个半圈 血腥气扑鼻 所有人色变 胆寒 后退 原因 原药 更是吓得动都不敢动 原因更是第一次意识到 丁玲的凶残与可怕 好强啊 孙策在远方立定 口中不时干咳一声 咳出丝丝血迹 这还是对方留守了 若是不留守 我岂不是会被对方顺杀 他不甘心 羡慕 钦佩 传闻飞降吕布 堪称天下第一 那丁玲算天下第几 我算第几 他颓然 大有一种刚刚起步 根本看不到山巅风景的绝望感 差距太大了 获得成就勋章 威震原家 注视 原家身为四十三宫的超级大家族 原树的釜底 更是嫡系中的关键核心所在 你闯入原树釜底 大开杀戒 轻易斩杀了寄灵的 禁卫军精锐兵团成员六十人 震慑住了暗处观察的所有人 不出意外 你的威名 很快就会传遍原家釜底 并疯传南洋十方地减 丁玲没管提示音 只是轻哼了声 纵马杀入敢于拦路的队伍之中 噼里啪啦 铿锵 方天化己之下 无意何之敌 碰着急死 磕着急伤 挡着披靡 魂似神降下凡尘 更似杀神在突刺狂飙 貂蝉 杜青城看得性慕称大 他们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丁玲的可怕与强大 没有人衬托也就罢了 现在一个个精锐士兵 将领 在丁玲的方天化己下 宛若纸壶的一般 被轻易地杀穿 刺死 挑飞 甚至于让貂蝉他们 有了一种 我尚我也行的错觉 因为丁玲杀得实在是太轻松了 他有始至终 都甚至于没有做出防御的动作 打开大河 一击扫下 浑丝在扫地似的 把一个个士兵扫拉几般扫飞了出去 秋风扫落叶 催哭拉朽 不过如此 踢踏踏 丁玲一马当先 来到关闭的原家府邸门前 就要以画戟撞开门时 羞羞 猛然暗处有千百只案件齐发 直指丁玲心脏 头颅等要害位置 丁玲瞳孔一缩 紧加马腹 左手迅速拔出巨鹊剑 西洋剑术 破晓剑术 以沉重的巨鹊剑 施展灵动 急速的剑神术 展现出来了 非同一般的视觉效果 但见漫天剑影 凝聚出一幅幅厚重 而宽大的剑花图案 这些图案凝聚成一面面的盾牌 完美地防护住了丁玲的四方要害 即便是汗血宝马的要害 也被丁玲的剑神术 给防护到位了 铿枪 枪枪枪 一支支利剑 爆射在了巨鹊剑的剑身上 巨鹊剑毫发无损 丁玲就这般舞动巨鹊剑 施展剑神术杀 向暗处射箭的弓箭手部队 他看到了这支部队 竟然隐匿在大门的一侧 人数足有百人 百人弓箭手部队突出的 只是一个快语突然 如今这方面失效了 面对丁玲的突刺 他们甚至于来不及射出第二剑 就被丁玲突入群体之中 一手巨鹊剑 一手方天画戟 人皇剑法 霸王击法 人皇剑法大开大河 气势辉煌 魂四银河落九天 势不可挡 在狭窄的空间中 人皇剑法配合巨鹊剑 可谓完美 一击一扫 就是一大片 霸王击法狂霸 凶猛伺机勇的骇浪 一招一逝 无不尽显人亡 横击苍龙的滔天霸气 两种兵刃 两种不同的法门 被丁玲同时施展开来 一路锁向 势如破竹 砍瓜切菜一般 百人弓箭手 除了寥寥几个丢盔气甲 狼狈逃走了之外 其他人根本逃不掉 被禁术图了 现场一片惨烈 断枝残壁到处都是 哒哒 汗邪宝马打了个响鼻 铁蹄 他在血水中 发出了哒哒的闷声响 丁玲刷的一下 看向来到了大门口的圆印 圆药 两人打了个寒颤 一脸惨笑地看着丁玲 丁玲的凶残 霸裂 超乎他们的想象 他们此刻 可谓惊惧至极 哒哒 丁玲策马来到大门前 示意圆印去开门 圆印不敢不从 下马 吃力地把门打开后 就看到门口一对对的士兵 列阵排好 一眼望去 颜绵无尽头一般 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 这些人 人人手持兵刃 前排的弓箭手 各个弯弓搭箭 直指圆印 圆印吓出了一身冷汗 盲大河道 瞎了你们的狗眼 不知道我是谁吗 大人 有一位将军越重而出 对圆印行礼 我们接到了主公的命令 说 必须对丁玲 赵云这两人杀无赦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不管袁叔说了什么 今天你们必须撤裂 圆印面色发青 沉声道 要不然 我的生命安全 谁来保证 大人 你别为难我们 将军纠结 圆印震怒 我为难你 是你在为难我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的处境 还派遣弓箭手在这里 你是不是想要连我一起射死 他怒不可遏 蠢货 赶紧把弓箭手撤离 不久前 看到弓箭手对丁玲 突然放冷箭 可是把圆印 圆耀 吓得够呛 但凡他们紧跟了那么一点点 他们可能 就被乱箭射中了 他们可没有 丁玲那么强大的武功在山 事已 圆印此刻怒发冲冠 是做不得假的 不能撤 又是一位满脸求须 身高体壮的将军 在大声说话 他不敢来到阵列前 而是策马在大军之中说话 主公名言 丁玲 赵云最无可赦 绝对不能放过 愚蠢 圆印气得面色发黑 深深地看了眼远处的将军一眼 他现在严重怀疑 这两位将军 是来搞死他的 要不然 怎么可能众目睽睽之下说这种话 但搞死他不要紧 圆树他自己的亲儿子 其实唯一的儿子也在 他真的敢不顾自家儿子的死活 当众下令施以重手 回来 上马继续赶路 丁玲算是看出来了 圆树对他的杀意 少说也有几万人马 摆放在这晚城之中 为了杀他们两人 如此大张欺国 可见圆树旁边 也是有玩家做参谋的 必定是已经知道了他的一部分战绩 所以才会如此不惜重兵为杀 至于圆树的命令 如何短时间内抵达晚城 非个传书 丁玲又不是不会 他会 自然也有其他人会 是 圆树回来上了马 由他打头 丁玲在后 紧接着是圆耀 圆耀被貂缠的枪尖指指着 但凡对方有所乱动 圆耀必死无疑 圆耀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说话的两位将军 恨不得把他们碎尸万段 将军们头皮发麻 但他们说的是实话 也是为了坚定 士兵围杀丁玲的决心 若是不然 一个个束手束脚 几万士兵不妨 却被丁玲挟持人质杀出去了 岂不是成了笑话 哒哒 圆耀策马来到了阵前 示意弓箭手赶紧滚 没有人动弹 丁玲眉头微扬 只觉得圆树实在是心狠手辣 这是摆明车马 是要用车轮战 人海战术累死他 耗死他 之前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现在见到这一幕幕 他却是恍然大悟 虽然对方因为圆应 圆耀在 不好放剑语 但暗地里对他放冷剑 不停派遣一批批的士兵来围杀他 还是能做到的 而丁玲 如果不想被铺天盖地般的剑语射杀的话 就不会对圆应 圆耀动杀手 如此一来 只要把他跟赵云的体力耗尽 对方在一拥而上 他们绝对是有死无生 而圆应 圆耀自然而然也就能借此脱困了 不愧是心狠手辣 草菅人命 祸害一方 有心做皇帝的圆树贼子 为了杀他 连人海战术都用了 而且还是堂而皇之 明目张胆地用 生怕丁玲不知道似的 因为丁玲即便知道了 也无可奈何 只能选择硬扛 如果换作来圆家府邸之前 丁玲还会觉得有点悬 但现在他实力突飞猛进 力量 防御 双双抵达呼吸法的极限值 敏捷 体质 都有所增加 不论是耐力 持久力等各方面都增强了很多 较之过往 现在的他 更强 更勇猛 更持久 妄图人海战术号死他 实在是妄想 不过为了更省力 丁玲还是选择把方天化己 悬挂在马腹一侧 右手持巨鹊剑 侧马冲了出去 铿枪 人皇剑法施展开来 配合风锐无比 厚重如山的巨鹊剑 四匹链洞穿虚空 银河冲落凡尘 铿枪声中 一剑下去 圆印面前的七八个弓箭手 瞬间被扫飞 轰隆隆 丁玲力大无穷 似能倒拔山岳 一把巨鹊剑 在他的手中舞动开来 魂似形天舞干漆 天神弄乾坤 轰隆隆策马奔腾声中 巨鹊剑锐不可当 匹米人剑 魂似破浪而过的快艇 更似分杀而过的神灵 丁玲一把巨鹊左批右侃 剑影闪烁不断 每一次的剑影过处 便是一颗颗的人头 飞天而起 风锐至极的巨鹊剑 不少玩家原本也想过来围堵丁玲 看看能不能捞到什么好处的 亦或者参与抓捕行动 问清楚丁玲实力 飞速飙升的秘密 但在这一刻 他们知道 他们太异想天开了 简直猛得不似人 我现在终于相信 吕布打不赢他的留言了 我曾亲眼目睹过吕布出手 绝对没有这么犀利 无双 太可怕了 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这才多久 就已然屹立在人世之巅了 所有玩家震撼 钦佩 艳羡 渴望 极度地看着丁玲 他们太想知道 丁玲快速晉升的秘密了 玩家如此 土著 NPC更是惊得瞠目结舌 胆寒 甘颤 一个个心计到了极点 几玲在中军坐镇指挥 远远看到这一幕 也是倒吸凉气 难难道 这世间如何会有如此勇猛之人 太不可思议了 他已经把丁玲想得很勇武了 要不然 也不会这么费尽周折地调兵前 将围杀丁玲二人 但丁玲一经出手 便是石破天惊 乾坤欲碎 这种武功 杀伐手段 几玲自问不如 也就是在这一刻 他完全信了早前玩家对他说的话 一人破一城 一人追杀狼骑兵 一人几乎净灭雷骑兵 竟然都是真的 他眼角抽搐 瞳孔扩大 难以置信 世界上会有这么可怕 厉害的人物语 这人是武神下凡吗 当看到丁玲轻易一见 就把几方汉将寻证给批飞后 他再也无法泰然处置 淡定自若了 上 重骑兵给我上 堵住他 杀了他 寻证是他的副将 他非常清楚 寻证的手段武功 跟他有来有往打十几个回合 根本不成问题 结果连丁玲一招都接不住 直接被批飞出了马背 跌落到了人群中 一路撞翻了好几个士兵 晕厥倒地 生死不知 这种剧烈 剑法 几玲觉得有些眼熟 但更多的还是震撼 在他的大声呵斥下 一些步兵往两侧分流 一支重骑兵 轰隆隆地在宽广的长街上奔驰而来 杀向叮铃 领头的大将赫然是一位高有八尺 面容威严 极具威慑力的汉将 他手持长刀 身披厚重的铠甲 骑成的宝马 也是从头到脚都裹着厚厚的马铠 乐叫 原应一眼认出 领头的大将正是几方大军之中 少有的顶尖将领 其本领并不逊色于几玲多少 轰隆隆 乐就领着重骑兵 面色冰冷地看着丁玲 指挥着一支支的重骑兵 对丁玲发起了冲锋 丁玲冲杀在前 一声长笑 不退反进 匹马冲入重骑兵的队伍之中 他的汉鞋宝马速度快 不等重骑兵显威能 他已然冲了进去 这里不是野外 重骑兵想要真正发威 明显不可能 而丁玲如今举手投足间 便有三千斤的距离 配合厚重丰锐无比的巨鹊剑 可谓如虎添翼 永不可当 随意一劈一砍 一个个的重骑兵 便被劈翻落马 没有一个骑兵 是丁玲的义和之敌 丁玲一路索向 破海分流般 以闪电般的速度 杀到了乐就的面前 在他骇然大吼声中 吭枪 一剑正中乐就劈来的长刀 咔嚓 因力气太大 巨鹊剑近一剑 便把乐就的长刀给劈断了 上古神兵巨鹊剑 怎么会在你这脸 乐就终于看清楚了 巨鹊剑的真面目 但他甚至于 没来得及轻贺出声 便看到巨鹊剑的剑锋 自眼前一闪而过 下一刻 天旋地转 眼前的风景 将是在他的眼中 不断地翻转起来 他晕眩 茫然时 却是陡然看到 一匹宝马上的无头人身 他只觉得 那人身倍感眼熟 等看到人身手上的半截断刀 他恍然大悟 那是我 随后便是一股无与伦比的剧痛 直袭脑海 随着砰砰砰声 划过耳畔 他的头颅坠落在地 弹了弹 滚落到了一匹铁马的马蹄下 被铁蹄给硬生生踩成了碎泥 我堂堂乐家宗族 最为汉勇的人之一 还没有发光发热 就这样死了 早知道 我也随越境投靠曹梦德去了 乐就怀着遗憾 不甘 痛苦 懊恼 后悔 永远地消失了 若是再有一次重来的选择 他肯定不会听几铃的话 去硬扛丁铃 最起码不会现在去 要去 也要等到丁铃力气 耗尽的时候再去 结果呢 他成了弃足 他如何能甘心 一流高手 丁铃微微侧目 就在刚刚 他近一见 就劈死了一位一流猛将 虽然这一流猛将的力量 稍显不足 但肯定是在敏捷 或者体质等某一项上达标了 只因丁铃听到了提示音 获得成就勋章 你设服了乐就 注释 乐就身为乐视宗族 稍训越境的一流猛将 豪迈勇猛 锐气骁勇 他建功立业 渴望功勋的心极其强大 然而 在面对你的这一刹那 一切都被粉碎了 他十分后悔 跟你硬碰硬 他觉得自己安全 高估了重骑兵的战力 以及自己的抵抗力 而远远的低估了你 正是因为提示音的缘故 丁铃才醒悟过来了 就是一流猛将 一剑劈死 一位一流猛将 丁铃精神大振 哈哈长笑两声 手中巨鹊剑 舞动出一朵朵剑花 夕阳剑法 破晓剑术显威能 一片片的繁华图案 夕阳斜下图 落入重骑兵阵列之中 但见剑锋锁过之处 一个个人头被切落飞空 巨鹊剑配合凌厉 迅猛的剑神术 简直就是无双战场杀气 无一人可当一和 太不可思议了 孙策也在后方偷偷观战 看的是倒吸凉气 瞠目结舌 人可以强大到这种地步吗 丁铃一路走来 杀了多少人 少说也有几百人了 一个人 一匹马 一把剑 一把截 便能破碎一切 斩断乾坤 孙策看得钦佩 羡慕 震惊的同时 又不由得热血沸腾 难而当如是 他觉得自己 应该以丁铃为奋斗目标 若是有朝一日 也能达到丁铃的武道水准 那就真的太美好了 丁铃 杜青城 貂蝉 眸光如水般 盯着丁铃的背影 方心颤动不已 丁铃比他们想象的 要可靠 勇猛的太多太多了 走 赵云在后方轻贺一声 杜青城 貂蝉回过神来 催促原药 原应紧跟上丁铃 原应 原药 头皮发麻 几倍冒汗 麻木 惊悸地跟了上去 有人试图杀貂蝉 貂蝉手起枪落 一枪 就把偷袭的人给刺死了 赵云在后方扫尾 不时把暴射 而来的冷剑给拨开 同时策马 给杜青城救场 貂蝉不用他管 只因貂蝉也非常骁勇 左冲右突 一时尽无一人可当之 玩家们在暗处 看得诧异不已 他们也是人惊 意识到丁铃短时间内 难以阻挡后 果断退缩到了 各种隐秘的角落 即便被上官呵斥也不理 因为他们知道 死了代价可是不菲的 而没死一切皆有可能 那脸上戴面甲的女将是谁 好强啊 有玩家手指貂蝉 非常不解 怎么丁铃这家伙 进原家府邸一趟 就带了两个 修为不俗的女将出来了 我们到现在 不要说女将了 男将军也找不到一个啊 他们艳羡不已 只因貂蝉 杜青城虽然戴了面甲 但没似远山带 眼如邱伯恒 兼之体态轻盈 绰约多姿 一看就有绝世美人的底子 这如何不让他们心痒痒之余 极度不已 恨不得取丁铃带之 哄 哄咙咚 丁铃一人一剑一马 魂似冲落人间的陨石群 一路铁蝎冲撞 撞击的大地都似在阵战 他静止冲向几铃 沿途但凡有人敢阻拦 都被他批翻 刺死当场 一路前进 似风卷残云一般 更似破空而行的利剑 没有丝毫凝制之处 顺利地不可思议 一流猛将都挡不住他的一剑 试问天下间 谁能挡住他第二剑 梁刚 继灵看得寒毛根根竖起 他手中三尖两刃刀竖起 大鹤 率领刀盾兵上 梁刚同样是袁术一方的汉勇肖将 文言也不反驳 立刻率领两千刀盾兵在前 吭枪 枪枪枪 随着梁刚的指挥 布阵 一面面盾牌组成的盾墙 横在丁灵的必经之路上 丁灵哈哈长笑 尽贤铁蟹 豪迈 他策马急冲到了刀盾兵的盾墙前 人皇剑法运转 一剑斩落而下 瞬息间 便有十几道剑光寺流淌的剑盒一般 激涌而出 轰然声中 砍在了盾墙上 三千斤的距离 配合削铁如泥 厚重无比的神兵 巨鹊剑 再有大气恢弘的人皇剑法开路 浑似上古人皇在定海 在分山 轰的一声巨响 挡在前方的盾阵 瞬间被批翻 先飞了出去 汉邪宝马一声长丝 趁势突刺了进去 铁蹄过处 撞翻了十几个刀盾兵 吭枪 枪枪枪 踏入了刀盾兵的内部 丁灵就化身成了山神 手起剑落 一个个的士兵被他批翻 刺死 惨叫声此起彼伏 响彻还语 许多士兵在这一刻 都开始怕了 是人就怕死 他们之前本以为人多是重 绝对可以碾压丁灵 是以气势如虹 毫不畏惧 但拼杀到现在 丁灵依然威风凛凛 神丸弃足 甚至于越杀越抖擞 这如何不让士兵们胆颤 心计 当场就有很多刀盾兵退缩了 不敢上前围杀丁灵 丁灵趁势冲过了这道坎 破入了第二道盾墙中 一葫芦画瓢 哄 撞碎了第二道盾墙 然后是第三道 在第四道盾墙的内部 丁灵看到了指挥官梁刚 他人高马大 面貌刚毅 一看就是个非常稳重 得体的人 然而此刻他的脸上 也被震害给占据了 丁灵冲过去 一箭披落 吭枪 梁刚也是个猛将 似早就在等待这一刻 不退反镜 一声吼 四肢之死地而后生 完全不顾生死 刀锋直指丁灵心脏处 一股股丰锐的刀光蹦射 梁刚呼吸法 加传刀绝运转到了极致 整个人在这一刻 都似打破了极限 踏足了他梦寐已久的 一流猛将之境 自身力量猛地拔高一劫 刀绝愈发犀利 微微抖动间 一个旋转不定的莲花图案 在虚空一闪而逝 刀脸 我终于炼成了 梁刚心中一喜 然而下一刻 枪枪枪 巨鹊剑如青龙翻江倒海一般 飞速卷荡而下 在枪枪枪的惊天声明中 巨鹊剑一剑 就斩断了梁刚的刀帘 刀锋 刀身 还顺带着一路锁向 切断了他的手臂 搏梗 破 血流如注 梁刚手中的断刀跌落在地 发出了无力的叮叮当当的声音 梁刚眼若同龄 一脸都不敢置信 刀帘 竟挡不住 挡不住一剑